红丸杖内 女子滴滴婴凹 叶欣然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团伙 仿佛要把他整个人都烧化了 他有些难耐地扭了扭身子 耳边还断断续续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华安 这解药我是带来了 至于管不管用 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要我说 你何必费这番功夫 这种下三滥的药 其实最好解 只要你们二人使劲在床上滚一遭 保管比解药好使 正好你今天澄清 就当是增加点规防情趣 那个人絮絮叨叨没完 突然被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 药都送到了 还不赶紧走 哎你这个人 我特意跑过来 想喝一杯喜酒 你就这么对我 我这里没有喜酒 想喝到外面喝去 小气鬼 声音落下 一道脚步声响起 似乎有人从房间走了出去 叶欣然深呼了两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意识回笼 怎么回事 他不是为了逃避敌国组织的绑架 启动自毁装置 把实验室一起炸掉了吗 难道最后还是被敌人给绑来了 正疑惑间 一道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 叶欣然快速理清了现在的情况 顿时就傻了眼 好消息 他还活着 没被绑架 坏消息 他穿越了 还嫁给了一个瘸子 瘸子是个猎户 身边还带着三个瓦 原主和他同名同姓 因为不想嫁人 在新房里割腕自杀 这才让他穿了过来 好惨 叶欣然哀叹 怎么穿成了一个爹不疼娘 不爱的小可怜 不爱就算了 还要把他嫁给一个瘸子 正在这时 房间里一直没动的男人站起身 朝着叶欣然所在的床铺走了过来 叶欣然隔着床腕 看着外面那个深一角 浅一角的身影 手心里冒出了冷汗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要和自己滚床单来了 你 你别过来 叶欣然声音颤抖 还带着让他脸红的娇媚 你醒了 男人声音清冷 却没有理会他的话 直接掀开了床腕 他的动作太快 叶欣然来不及反应 只能立刻做起 用被子遮住自己的身体 同时 两句卧槽不由自主冒了出来 一句是因为男人的美貌 这男人眉眼如墨 棱角分明 身材奇长如松柏般挺拔 此等容貌和姿态 在叶欣然心中的美男排行榜里 绝对排得上前三名 而另外一句卧槽 则是因为他自己 男人的身后 有一面铜镜 此时 铜镜里正好映出他那张奇丑无比的脸 左边脸颊上是块红褐色的伤疤 从眉毛一直延伸到了下巴 右边脸上则盖着厚厚的脂粉 看起来人不人 鬼不鬼 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好好好 他收回刚才的话 此等尊容 男人肯定不是来和自己滚床单的 也不知道这桩婚姻是谁给安排的 瘸子配丑女 两个人都惨到一块了是吧 相比之下 男人要冷静许多 面对叶欣然的容貌 他既没有害怕 也没有厌恶 只是淡淡地问 你身上的药 是谁给你下的 他不提还好 这一提起 叶欣然又开始觉得 身上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 那种养是由内而外的 带着来自灵魂深处的渴望 明明是最劣等的魅药 却让人难以自吃 是 我娘 嗯 他有些难耐地扭了扭身子 喉咙间不经意溢出一丝低音 叶欣然惊恐地睁大眼睛 连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园主的母亲 是真狠心啊 怕自己的女儿不肯嫁人 竟然使出了这种手段 真是卑鄙 无耻 下流 叶欣然在心中咒骂了一万遍 眼神却变得更加迷离 男人身上有好闻的味道 他的靠近 让他的浴火越烧越旺 该死 意识越来越模糊 要坚持不住了怎么办 叶欣然突然朝着男人扑了过去 萧怀安想躲 却因为腿脚不便绊了一下 正好被叶欣然压在身下 嗯 男人吃痛 闷哼一声 听见叶欣然的耳中 却像是一种妖气 他使劲地撕扯着男人的衣服 撕了 你闻起来好香啊 撕了 皮肤的颜色 也是我喜欢的 撕了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哄人的话 张嘴就来 叶欣然却苦恼 男人的腰带 怎么总也解不开 住手 男人的声音变得冰冷至极 从我身上滚下去 我不 男人的衣服脱不下来 叶欣然又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 肖怀安终于忍无可忍 抬手在叶欣然的身后一点 他身上立刻变得酸软无力 只能趴在了男人的身上 肖怀安起身 把叶欣然扔到床上 重新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冷声说道 既然宁死都不肯嫁 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能忍一忍 张沈 已经在熬解药了 喝了解药 你就回家去吧 说完 他抬脚朝着门外走去 叶欣然却开口叫住了他 等等 肖怀安脚步一顿 叶欣然稍微恢复了一点神志 硬撑着问道 你拒绝的这样干脆 是不喜欢我这张脸 还是你不行 肖怀安脚步一顿 嘴角勾起 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机窍 被你看出来 我确实不行 说完 他不再理会身后的人 直接拖着瘸腿走了出去 春风乍起 吹得他身上凉嗖嗖的 原来 刚刚叶欣然把衣服 撕成了一条一条 此时那些布条随风飞起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个倒立的拖把 站在了院子中间 肖怀安黑了脸色 转身去另外一个房间换衣服 而躺在床上的叶欣然 则在心里默默地 给原主的娘点了根香 他记起来了 这桩婚事 就是原主的娘 特意给安排的 原主本来是有未婚夫的 那是他喜欢了好多年的人 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 可有一天 妹妹叶欣尧突然跑过来说 谢谢姐姐把子虞哥哥让给我 那是他的未婚夫 凭什么要让给妹妹 原主闹 母亲就直接给他下药 送到了乡下 还说他长得这么丑 有什么脸嫁给县令家的公子 那样的家事 肯定不能回的 还不如留在这里 至少肖怀安是善良的 他宁愿承认自己不行 也不骂他丑八怪 怎么不是一种善良呢 只是 身体里的毒 实在是太勾劲了 叶欣然觉得 快被体内的浴火给烧化了 也不知道 肖怀安的药有没有用 想他原来天天和草药打交道 研制出了那么多先进的药品 现在竟然栽在了这不上台面的药上 要是实验室 再就好了 不久前 他刚刚研发出的日日安 对付这种小毒 轻而易举 可现在这个情况 想要解药 比更天还难 想到此处 叶欣然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一道黑幕在眼前打开 黑幕里面 赫然就是自己刚刚念叨的实验室的大门 这药镜还挺大 都产生幻觉了 叶欣然自嘲地笑了笑 伸出手 想挥走眼前的幻影 却触手一片冰凉 他竟然摸到了食物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就连那灰之不散的燥热 都减轻了许多 这竟然不是幻觉 叶欣然闭上眼睛 下一刻 人已经进到实验室里 所有的摆设 都和记忆中一样 先进的医疗设备 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 还有他用来储存药品的恒温柜 就连他出事前称重的核手屋 也还摆在台面上 他走到柜子前 按照记忆 一下子找到了日日安 拿了一碗吞咽了下去 柜子里还有五颗 他最喜欢的水果糖 叶欣然顺手揣进兜里 紧接着 他找到自己常用的医疗箱 从里面取出双氧水 和缝合用的针线 不知道那个大夫 是怎么处理的伤口 还是自己处理一下 才更放心 不过现在最紧要的 不是处理伤口 叶欣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急待验证 也许 跟着他一起穿越过来的 不单单是实验室 而是整个实验大楼 他必须得去查看一下 退出实验室大门 走到走廊的时候 叶欣然忽然透过洗手间的门 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一脸的花花绿绿 大白天都能给自己吓掉魂 他冲进洗手间 拿起台上的香皂 把脸结结实实地洗了三遍 在看向镜子里时 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鹅蛋小脸 眉目如画 浓密的绣发被盘在脑后 一身红色的嫁衣 更是将他整个人称得白皙胜血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左脸上的疤痕从上至下 几乎覆盖了半张脸 给明燕的五官增添了几分诡异 这样还行 至少不吓人了 他走到走廊尽头 找到了楼梯 一楼是食堂和超市 里面存有大量的食物和水 若是一起穿越过来 他就吃喝不愁了 叶欣然心情急切 一步跨过两极台阶 可刚拐过一层楼梯 就发现前面是一片浓雾 根本下不去 只有二楼能用 他有些失望 正想再去三楼看一看 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 小娘子 你醒着吗 我来送药了 叶欣然立刻从实验室退了出来 随着声音落下 一个婆子走进屋内 他将一个粗瓷碗放在桌面上 说道 这是萧公子给你准备的药 娘子快喝了吧 叶欣然打量一眼 这个婆子衣服整齐 收拾得也算干净 只是面上的表情不大高兴 倒像是带着点 嫌弃 他放下药碗 也不离开 就直勾勾盯着叶欣然的脸看 叶欣然知道他在看什么 索性也不躲 就大大方方的 让他看不够 谢谢张婶 要放在这里吧 我一会儿放 张婆子像是没听见 反倒开口问道 姑娘真是叶元外家的小姐 见叶欣然点头 他一拍大腿立刻说道 难怪你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萧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 哪来的本事 娶元外家的小姐 也不知道 是哪个损了应得的媒婆 给撮合的轻视 我听萧公子说同意你走了 等你身子好了 就赶紧回家吧 叶欣然看了他一眼 道 我既然嫁过来 就没想过要回去 张婆子继续劝道 哎呀 你是不知道 这萧怀安家里 除了他自己 还有三个小宅子 哪有姑娘家年纪轻轻 就过来给人养孩子的 你 他还想说什么 却被叶欣然打断 我已经说了我没想回去 你一直劝我走 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婆子文言变了脸色 我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不过是怕你年纪小吃了亏 既然你不使好人心 我才懒得管你 你愿意留下就留下 有你哭的时候 张婆子说着 扭头就走 走到院子里 叶欣然还听见张婆子在骂 长得那么丑 怪不得被家里人扔到乡下来 我不过试过来给帮帮忙 还真当我是你家下人呢 好心荡成驴肝肺 这个张婆子什么来头 谁家好人这么好说话 他低头打开手上的粗布 看见伤口上 只是撒了些金疮药 便用双氧水重新处理了伤口 又用针线简单地缝合了一下 做完这些 他端起桌子上的药碗 闻了闻 药汁很浓 闻起来就苦 叶欣然从小怕苦 而且身上的毒已经解了 就不需要吃药了 他起身下床 把碗里的药顺着窗子泼了出去 刚刚把碗放下 就听见一个软糯糯的声音 喊道 你把药倒了 你不怪 叶欣然回头一看 一个小豆丁趴在门后 正探出个小脑袋 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自己 你是谁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小豆丁穿着过西长的旧衣服 竖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发际 像个瘦弱的小豆芽 眼睛却亮晶晶的 叶欣然看见漂亮的小幼崽 就心生欢喜 想要上前去摸摸头 谁知小男孩惊得向后一退 身子不稳 咕噜噜在地上滚了一圈 叶欣然 嗯 被碰瓷了 小豆丁似乎很坚强 滚了一圈之后 又自己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又对着自己的手吹了两下 小声说 不疼 不疼 呼呼就不疼了 叶欣然快 被他萌化了 这是萧怀安养的孩子 这不就是他一直喜欢的软萌宝宝吗 他蹲下身子 凭视小豆丁的眼睛 问道 哪里疼了 我给你呼呼好不好 见小豆丁还有些害怕 他立刻拿出 刚刚从实验室里顺出来的糖 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给你吃糖 糖 小男孩的眼睛顿时一亮 伸出自己脏兮兮的小手 轻轻道 这里疼 呼呼 叶欣然慢慢的在他手上吹了两口气 然后问 好点了吗 嗯 小男还笑了 立刻点头 不疼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吗 消除了一开始的陌生 小男孩毫不犹豫的答道 我叫长安 那你哥哥呢 大哥哥叫长生 二哥哥叫长平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还穿得这么少 叶欣然发觉 小男孩的手有一点凉 于是问道 来看你 看我 对啊 二叔叔娶了沈娘 我想看看 沈娘长得好不好看 沈娘 原来这几个孩子不是萧怀安的 那好看吗 叶欣然问 好看 长安使劲点头 然后指了指叶欣然脸上的伤疤 我喜欢你脸上的花花 你也好看 叶欣然捏了捏他的小脸 长安眼珠像黑葡萄一样 又大又亮 长长的睫毛更是浓密卷窍 他迈动着小短腿坐到了门槛上 边晃边问 我答完了 可以吃糖了吗 可以 叶欣然把糖递给了他 小长安接过糖 小心翼翼打开糖汁舔了舔 然后撑开挂在腰间的荷包 把糖塞到了荷包里 怎么不吃了 叶欣然很好奇 不能吃 吃完就没有了 哥哥说 月亮变圆 才会给我买糖吃 所以我舔一舔 慢慢吃 说完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伸出小短手 把糖从荷包里掏出来 递给叶欣然 你不吃药 是怕要苦吗 那我也让你舔一下 真怪 叶欣然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立刻把另外四块糖全都掏了出来 吃吧 沈娘把糖全都给你 长安高兴地接过糖 注意到了他手上缠着的细部 他指了指叶欣然的手腕 小声问 疼吗 我也给你呼呼吧 说着 他抬起屁股 弯腰在叶欣然手腕上轻轻地吹 他吹得正认真 忽然另外一道铜声响了起来 放开我弟弟 叶欣然抬头 看见一个男孩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男孩很瘦 穿着不合身的小短衫 两根小腿像竹竿一样细 等他走近了 看见叶欣然并没有抓着自己弟弟 反而是弟弟扒在人家的身上 不肯下来 小脸瞬间一红 大哥不是和你说了 要好好待在房间里吗 等大哥回来 我就和他告状 说你到处乱跑 他指着长安教训道 我才没有 长安人虽然小 声音却一点都不小 我来看沈娘 没有乱跑 他才不是我们沈娘 二叔说了 他回自己家了 你就是乱跑 二哥哥坏 他明明就是我们沈娘 我要告诉大哥二哥 欺负我 长安忽然哭了起来 长平健壮顿时傻了眼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我不告诉大哥了 走 我刚抓了三只和喜 我去烤了给你吃 一听说有吃的 小长安立刻不哭了 那我要吃两只 行 三只都给你 长平很是宠溺 拉着长安就要走 等一下 叶欣然叫住了他们 你们晚上就吃这个 他指了指长平手中的东西 对啊 长平又绷住了小脸 刚刚张奶奶说你把他赶走了 今天的晚饭他就不给做了 二叔已经去了山上 大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三只和喜 还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 看叶欣然一直盯着自己手中的和喜看 小男孩勉为其难地说 你要是实在 呃 一会儿我让长安分你一条尾巴 不了 我不喜欢吃这个 叶欣然脸上写满了拒绝 好吃的 长安巴达巴达小嘴 肉肉 香 叶欣然看着小豆丁向往的样子 不禁有些心疼 不就是蜻蜓吗 能有什么肉 萧淮安不是猎户吗 难道他们平时连肉都吃不上 造房在哪里 今天晚上我来给你们做饭吃 叶欣然说 你会做饭 长平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当然了 我不仅会做饭 而且做得很好吃 这个还真不是叶欣然吹牛 平时工作虽然忙 但是空闲时间 叶欣然会四处收集菜谱 做菜犒劳自己 所以厨艺还算不错 在那边 长平用手指了指 叶欣然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见到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破烂的厨房没有门 也没有窗子 走进一看 造房里只有两口破锅 和几个摆放的乱七八糟的罐子 叶欣然倒吸了口凉气 他确实会做饭 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更何况 他不会给这种灶台生活 剑叶欣然犹豫 长平充满希望的目光 又黯淡了下来 他就不该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话 张奶奶说得对 她是原外家的大小姐 平时连吃饭都要别人服侍的 怎么可能会做饭 你不会做就算了 反正弟弟有吃的 别饿着弟弟就行 说完这句话 他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一声 咕噜 男孩立刻红了脸 我可没饿 是肚子他自己饿了 嗯 对对对 肚子他有自己的想法 叶欣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去看看厨房里有什么吃的 你会生活吗 长平一听这话 立刻来了精神 我最会生活了 长安也会 长安能报柴 小长安也跟着说道 看见他们两个这么乖 叶欣然笑道 那好 你们两个负责生活 我负责做饭 来吧 今天的晚饭 就靠咱们自己了 孩子年纪小 听说要一起做饭 立刻兴奋起来 长平去墙角处 报了一捆戏柴 长安也跟在后面 像模像样的 报了两根树枝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叶欣然已经把厨房里的东西 都查看了一遍 这厨房外面的米缸里 只有一点糙米 地上放着七八个发了牙的地瓜 可是里面的破缸 竟然藏着小半袋米 小半袋面 还有一块二斤多种肥多瘦少的猪肉 这不是有粮食 怎么两个孩子 像是好久都没吃到饱饭了似的 叶欣然把面和猪肉放在桌案上 准备晚上做个肉丝面吃 两个小家伙进到厨房 看见桌上的东西后 全都傻了眼 肉肉 长安手指着猪肉 眼睛发亮 长平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怎么会有这么大块的肉 叶欣然也很意外 你们不知道吗 我在缸里发现的 一定是二叔带回来的 他给我们买肉了 长平恍然大悟 二叔 二叔 长安一着急 就组织不好语言 只激动地跟着喊了起来 既然有肉又有面 我们晚上做肉丝面吃 怎么样 叶欣然和两个孩子商量 嗯嗯 这次 两个孩子都没有意见 齐刷刷的点头 大大的眼睛里 盛着满满的笑意 叶欣然找了一个木盆 把面粉倒进去一些 又倒入适量的水 开始搅拌起来 面粉没有那么白 还能看到黑色的杂质 不过揉起来很筋道 长平果然也没有吹牛 他生火生得很快 不一会儿 灶台下的火苗 就噼里啪啦烧了起来 和好面后 他拿起一个盖子 盖在盆上醒面 然后问两个孩子 家里有菜吗 这面条里 还是要放点青菜才好吃 有 长平答 园子里有二树种的菜 不过现在只有白菜和葱 可是 你真的会做饭吗 那我去拔颗白菜吧 叶欣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会不会 等面条做出来 他就知道了 菜园子就在厨房的旁边 整个小园面积不大 所以菜种的也不多 总共就四栏白菜 还有一小块韭菜 白菜还小 叶欣然拔了几颗 顺带着观察了一下小院里的地形 这里分前后两个院 一共有四间房 两间卧房 一间破烂不堪的厨房 还有一间 就是院子最北侧的墙角处 一个用几块木板搭成的茅房 可以想象 那个茅房就是地上挖个坑 上面垫着两块木板 一不小心踩翻了 能掉进去的那种 就 挺危险的 叶欣然叹了口气 他把白菜拿到厨房里洗干净 正好锅也热起来了 他就把猪肉切下一块 切成细丝 再把锅刷干净 然后舀了一点油 把肉丝放进锅里炒 肉丝下锅的一瞬间 肥肉特有的香味 立刻被激发出来 长平和长安生完火 本来已经退了出去 可是闻到这个香味 又立刻把两个小脑袋叹了进来 好香啊 长安吞了吞口水 叶欣然笑着回头 你们在外面先玩一会儿 等面煮好了 我叫你们吃饭 嗯 我们就在这里玩 长平到底没有放过那三只和喜 他趁着添柴的功夫 把和喜穿在木棍上 放到火里烤熟了 和长安两个分着吃 长安也从小盒包里 拿出一块糖 分给了哥哥 叶欣然在锅里添好了水 把面从盆里拿出来 揉匀后 擀成一个薄薄的面饼 然后卷起来 细细地切成了面条 水开之后 把面条下到锅里 下到一半 叶欣然想起 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一个大人没回来 便留下一些面条放到旁边 没多一会儿 锅里的面条都浮了上来 添了两次水 放了白菜和盐 一锅浸到爽滑的面条就煮好了 叶欣然朝着外面喊道 长平 长安 你们两个去把手洗干净 准备吃饭了 来了 两个孩子清脆地应声 没意会 就都蹬蹬蹬地跑进厨房 长平规规矩矩 在桌边的凳子上做好 长安由于腿短 撅着屁股 半天没爬上凳子 最后还是长平伸手 把他捞了上来 两个孩子看着自己面前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谁都没有动手 而是眼巴巴地看向叶欣然 怎么不吃 吃吧 叶欣然劝道 长平却一伸手 递出了一只烤和喜 刚才怕弟弟饿肚子 所以才说 和喜不给你吃 你给我们做了晚饭 我们把和喜分你一只 那蜻蜓烤得有些焦 尾巴都烧成了碳 叶欣然甘大地笑了一下 我不喜欢吃这个 你们 你们以后也少吃吧 长平文言缩回了手 哦 那算了 男孩低下头 脸上挂着些委屈 有点可怜巴巴 叶欣然瞬间心软 要不就吃了 别伤了孩子的心 可是他实在是吃不下那东西 深吸了两口气 最后还是放弃了 吃面条吧 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为了缓解尴尬 叶欣然拿起筷子 嗯 两个小家伙 跟着拿起筷子 将刚才的郁闷一扫而空 煮过面条的汤汁变得浓稠 雪白的面条吸满汤汁 被细细的肉丝覆盖 中间还点缀着 几缕绿色的菜叶 面箱伴随着热气不断地钻进鼻孔 让人食指大动 两个孩子把头埋进碗里 稀里呼噜地吃了起来 慢点吃 别烫着 叶欣然看自己做的面条 这么受欢迎 心中很是欣慰 他自己这个身子 也是连着几天没有吃饭 腹中像火烧的一样 一碗面条下肚 才算是缓了过来 面条虽然爽滑 但味道依然寡淡 罐子里的糖和盐全都溅了底 更别提什么花椒 大料 酱油等其他调味品了 要是调料齐全 保准他们会更喜欢 沈娘 太好吃了 缩面的间隙 长安终于抬起头来 夸赞了一句 长平文言也抬起头 不好意思地笑笑 好吃 喜欢吃就多吃一些 不过也不能吃太多 不然晚上会肚子疼 叶欣然劝道 长平吃了一碗之后还想吃 可是想到自己的大哥还没回来 他依依不舍地放下了碗筷 吃饱了 叶欣然也吃完了自己的半碗面条 嗯 长平意犹未尽地点点头 叶欣然看出他没吃饱 说道 你哥哥的那份 我已经给留出来了 锅里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真的 长平文言眼睛一亮 真的 叶欣然笑道 你再多吃一些 不然剩下的面条就不好吃了 长平又愉快地盛了一碗 既然提到了 叶欣然就顺势问道 你哥哥和二叔去哪里了 他们每天都很晚回家吗 长平吞下嘴里的面 大哥在东沟村的学堂读书要很晚才能到家 二叔去山上了 他一般要走七八天才能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就在家里住上一天 这次为了澄清 他住了三天才走的 说起澄清 长平又看了看眼前叶欣然 张奶奶说二叔娶的女人又丑又懒 他来了家里 他们一定没有好日子过 可是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 他们来云边村快一年了 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一顿饭 所以你们平时都是张奶奶在照顾 叶欣然好像弄明白了这个家里的情况 萧怀安一人带着三个孩子 他平时出去赚钱 家里大的在读书 两个小的就交给邻居张婶在照顾 是的 萧长平答道 那他对你们好吗 长平听到这个问题缩了缩脖子 连吃面的动作都慢了下来 低着头说道 挺好的 不好 一直闷头干饭的长安突然出声 此时他已经吃完了大半碗面 连碗里的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 长安磨磨嘴 看着长平乃凶乃凶的 二哥说谎 张奶奶一点也不好 长安都吃不饱 他还打二哥 长平也放下了饭碗 大声对着长安吼道 你胡说 长安丝毫不怕 我没有 长平健壮 急切地捂住他的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不能告诉别人 不然二叔会担心的 长安一口咬上长平的手 疼得长平立刻把手撤了下来 长安瞪起小眼睛 可是我们现在有沈娘了 沈娘给呼呼 给糖吃 还做好吃的面条 我们不用害怕了 你知道什么 他会离开的 每两天就要走了 长平吼道 长安 不会的 长平 会的 二叔说了 他根本不想嫁给二叔 等病好了就会走 长安文言 立刻变得委屈巴巴 他看向叶欣然 眼里全是泪花花 十娘 你不要我们了吗 是不是因为长安不乖 那以后长安听话 把糖都给你吃 你不走好不好 听了这话 叶欣然的心软软的 眼睛酸酸的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被别人需要是什么感觉 萧怀安什么的都是浮云 这样的孩子 谁能舍得让他伤心啊 沈娘不走 叶欣然答 真的 长安有些不敢相信 一旁的长平 也不可思议的 看向叶欣然 这是真的吗 我家里的爹梁会打人 所以我不想回去 我就留在这里陪着你们好不好 叶欣然刮了刮长安的鼻子 你娘也是后娘吗 以前我们的后娘也打我们 长平惊讶地问 不 我的是亲娘 虽然是亲娘 却比后娘还要狠 叶欣然答 那沈娘就不要回去了 留在这里 我们保护沈娘 长安攥起了小拳头 长平文言也撸起了袖子 沈娘你放心 长平会保护你的 好 那你们两个保护我 我做饭给你们吃 我们拉勾勾 叶欣然说着 伸出一根小指头 两个孩子眼睛亮晶晶的 全都伸出小指 和叶欣然的手指 勾在了一起 拉勾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欢笑声 徜徉在破旧的小院 一强之隔的张家 却气氛沉重 张婆子从萧家走得匆忙 回到自家院子 才想起来 忘记把藏的肉带回来 他扒着墙头看了看 见叶欣然已经起身来到院子里 就知道自己错失了这次机会 今天的肉是吃不成了 晚上他做了清炒的白菜片 和苏米粥 儿子张大山一上桌 立刻摔了筷子 今天怎么没有肉 这破白菜 谁吃得下 张婆子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肉肉肉 就知道肉 你爹一年到头 也不见拿回几个大子 你天天在家好吃懒做 全靠我一个老婆子 哪里来的肉吃 可今天萧淮安不是成亲吗 他回家了 能不买肉 张大山质问 有事有 他今天可大方 买了那么大一块猪肉呢 他本来还说 让我晚上给做点好的 说到这里 张婆子露出贪婪的神色 结果饭还没等坐 他就被那个新娶的婆娘 给气走了 你说那个园外家的姑娘 也是个怪人 又是自杀又是喝药的 那不就是不想嫁吗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劝他赶紧离开 他还来质问我安的什么心思 真是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活该嫁来萧家受苦 张大山听出了不对 娘 他不走了 他要是不走 以后我们不是吃不到肉了 啊 张婆子也被这个问题吓到了 这个女人 该不会真的不走了 那她每个月的五百文钱 还有从萧家偷来的油水 不就全都泡汤了吗 这女子肯定不会留下 张婆子想了一下说道 我听人说 她原来有个定亲的对象 是县令家的公子呢 有这一层关系在 她能看上什么都不是的萧怀安 再说了 那大小杰在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来这边吃糠宴菜 她能吃得惯 见儿子还是一脸愁容 张婆子便又说道 再说了 就萧家老大那个小狼崽子 天天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她能受得了才怪 想到萧长生 张大山突然觉得后背一凉 对 有那个养不熟的小狼崽子在 她肯定留不长 就是 就是 今天我特意没给他们做晚饭 这一家人没饭吃 没准明天就饿跑了 说着 张婆子从地上捡起筷子 在自己的自己的衣巾上蹭了蹭 讨好的递给张大山 这白菜我炒的时候放了油 你尝尝 能吃 张大山不情愿地接过筷子 一边吃 一边还在埋怨老娘 今天胆子太小 张大山是张老汉和张婆子老来得子 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 老两口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哪怕是从牙缝里抠 也要让儿子吃饱饭 所以 张大山今年十七岁了 别说下地干活 就是家里有瓶子倒了 都不带福一下的 一碗饭很快就见了底 张大山一边呈第二碗 一边说道 我不管 明天我一定要吃到肉 张婆子赶紧安慰儿子 好好 明天我早起就过去 趁他们不注意 就把肉拿过来 这还差不多 这次煮肉的时候 别忘了 把那个合手屋放进去一片 我还要补气血呢 张大山叮嘱道 张婆子一听这话 立刻紧张起来 压低声音说道 哎呦喂 小祖宗 你可小点声 这事以后都别说了 小心让隔壁的听见 张大山满不在乎 听见就听见 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 再加上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丑丫头 他们还能怎么样不成 张婆子连忙说 你当肖怀安是死的 这事要是让他知道了 肯定没完 想到高大强壮的肖怀安 张大山终于闭了嘴 不说就不说呗 反正吃到嘴里是真的 肖怀安再厉害又如何 他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合手屋 还不是在自己的碗里 想到这个张大山心情舒畅 又给自己添了晚饭 肖家小院里 三个人吃饱喝足后 开始考虑睡觉的问题 家里一共三个孩子 加上叶欣染 和隔三差五回家的肖怀安 这两间房要怎么睡 沈娘 东侧的房间是你和二叔的 这边的房间我们三个人睡 长平指了指两个房间 我要和沈娘睡 长安跳着脚说道 长安 沈娘要和二叔睡一个房间 你去了不方便 长平连忙劝 怎么不方便 长安挪着嘴 气鼓鼓的 长平哪里知道怎么不方便 反正他记得 小时候爹 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我说不方便 就是不方便 可是我就要和沈娘一起睡 沈娘香香的 我喜欢 长平还想说什么 叶欣染却开口道 就让长安和我一起睡吧 你们三个睡一张床很紧 再说 你二叔这不是不在吗 可是 长平想说 不让长安和他一起睡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但是 看长安乐呵呵的 还是没忍心说出口 万一弟弟和沈娘一起睡 就不那样了吗 长平侥幸地想 定下房间 叶欣染就开始铺床 这个家里虽然穷 但被褥倒还算干净 叶欣染不习惯睡别人睡过的被褥 他翻了翻自己的陪嫁过来的箱子 除了几套旧的换洗衣物 就剩下两匹粗布 看着这两匹粗布 叶欣染脑子里浮现出了邹氏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小若 娘也不是不疼你 只是以后在乡下生活 绫罗绸缎什么的太着眼了 干活穿着也不方便 娘特意去给你买了两匹粗布 到了之后 你才挤身衣裳 也算是入乡随俗 邹氏这话说完 叶欣染在旁边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姐姐穿我的衣服本来就不合适 我看这些粗布料子更适合姐姐 晦气 叶欣染摇了摇头 把这两个人恶心的模样赶出脑海 嫁妆里没有被子 这个倒也不难 叶欣染转身 趁着长安没注意 把实验室里自己午睡用的蚕丝被放到箱子里 然后从箱子里拿了出来 长安看见浅粉色的被面 惊喜地喊道 好漂亮 这是沈娘买的吗 叶欣染趁势糊弄道 这是沈娘的嫁妆 喜欢吗 我们两个今天就睡这个被子吧 好 长安乖乖点头 想了想去又摇头 不行不行 怎么了 因为长安身上脏 不能把漂亮的被子弄脏了 听见长安这么说 叶欣染心柔软的不成样子 这孩子真懂事 那我们洗个澡就不脏了 就算是长安不说 叶欣染也想要给孩子洗洗澡了 长安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一身穿着又脏又破 头发都打了结 那点可爱度 全靠颜值撑着 一会儿让哥哥烧水 你们两个都洗澡澡 好不好 一听说洗澡 长安立刻高兴起来 可是没想到 长平听到这个建议之后 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不行 长安不能洗澡 为什么 叶欣染很是惊讶 大夫说 长安不能着凉 着凉了 她的病会加重的 二叔说过 只有正午的时候 她才能洗澡 现在天已经黑了 当然不能洗 可是我想洗 洗了澡澡 才能睡香香的被子 长安委屈巴巴的 看着叶欣染 不行 二叔说你不能洗你 就是不能洗 二哥哥坏 两个孩子吵得面红耳赤 叶欣染却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长安身体不好 对啊 长平说 长安小时候生了很严重的病 从那以后 二叔就说 我们不能惹他生气 更不能让他受凉 受惊吓 叶欣染打量着长安 一开始 他也觉得这个孩子有些病弱 还以为只是挨饿的原因 现在看来 叶欣染一把抓过长安的小手 片刻之后 就得出了结论 长安竟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不过迈向看来并不严重 他突然想起 几年前研究的那个心脏病药物的项目 当时只生产出来一批药 效果非常好 一上市 就被人重金买走 后来 因为其中的一位 罗嗦子 几乎绝技 花重金都买不到 不得不停止了生产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能找到罗嗦子的话 那停止的项目 岂不是可以重新启动啊 想到这 叶欣染心头一洗 看着长平说道 你别担心 今天夜里也没有什么凉风 而且 你看我的被子 是不是又暖和又柔软 一会儿洗完了 我把它包在被子里 保证不让它着凉 对对 不会着凉 长安也点头附和 长平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抵不过长安的软磨硬泡 只好乖乖地去烧水 等洗完了澡 看着小脸红扑扑的长安 长平忽然想哭 弟弟好久都没这么干净过了 小时候 他可是一直都很好看呢 正感动着 听见叶欣染喊他 锅里还给你流了水 一会儿 你也洗洗吧 知道了 沈娘 长平话音刚落 忽然听见门口处有人问道 长平 你和谁说话呢 大哥 长平心中一洗 里面的长安也听见了外面的声音 高兴地喊道 大哥回来了 他急着下地 叶欣染阻止道 你别动 免得着凉 一会儿等你大哥进来 和你说话 没多一会儿 一个少年走了进来 他看着比长平高出一个脑袋 却比长平还要瘦一些 少年人眼眸深邃 板着小脸 像个严肃的小书生 不过 他身上破烂的衣衫 和落了脚趾的鞋 却在提醒别人 这不过是个穷苦的农家少年而已 大哥 你回来了 看见少年 长安软糯糯地喊道 你洗澡了 长生开口 他好久都没有看到 弟弟这样干干净净的模样了 一时间也有些愣住了 沈娘帮我洗的 长安很高兴 近乎讨好的说道 沈娘可好了 给我洗澡澡 煮面条 面条香香 嗯 少年没有多说 而是看向叶欣染 刚才二旦告诉他 白天二叔新娶的新娘子 在轿子上割了手腕 他不想嫁给二叔 现在又帮弟弟洗走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叶欣染不知道少年心里转过的几百个念头 只是提醒道 造坊里有面条 给你留了一份没有煮 你自己去生活煮一下吧 我不饿 谢谢 长安说着就退出门外 在弄清这个女人的目的之前 不能吃他做的东西 不吃就不吃 反正谁饿谁知道 叶欣染也没打算去劝 长平却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哥后面 小声劝着说 哥 沈娘做的面条可好吃了 还有肉 长生回到屋内 少年老成的看着长平 反问道 不是说让你照顾弟弟吗 他怎么跑到别人屋里去了 弟弟说喜欢沈娘 我说他也不听 他跟着沈娘可高兴了 见长生没再说什么 长平又问了一遍 哥 你真的不吃面条 长生摸了摸自己扁平的肚子 说道 不吃了 真的好吃 比以前小厨房做的还香 长平还想再劝 见大哥已经开始铺床 便失落地低声道 那我去把药拿给长安 说着 去厨房端了一碗汤药出来 长安的药一直都是长平得熬的 小家伙一点也不怕苦 短期要碗咕咚咕咚喝下去后 把碗里的药汁也舔干净了 你不嫌苦 叶欣然很是惊讶 他原来那个年代 为了让孩子吃药 家长都是斗智斗勇的 这么乖乖吃药的孩子太难得 况且还是中药 长安却掏出糖来舔了舔 苦死了 可是吃点沈娘 给的糖就不苦了 二叔买要花了好多钱 一点都不能剩下 这一夜 长平难得睡了个安安稳稳的好叫 长生却因为心里有事 直到天亮 才稍微眯了一会儿 另外一间房里 叶欣然在长安睡着之后 立刻进到空间里面 白天时间太紧 他没看仔细 早就迫不及待 想要重新检查一遍 实验大楼和之前一样 三楼和一楼的楼梯 都被浓雾围绕 根本走不过去 但是二楼的情况 去白天见到时有所不同 之前还在运转的机器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只有记录数据的电脑屏幕还亮着 叶欣然手指翻飞 在电脑上打下血盐膏 和护心宁两个药名 相关的数据立刻浮现出来 根据电脑上的提示 之前有一大批的药品 被密封了起来 放在实验室里 现在只要找到罗嗦子和冰铃花 这两个药品 就能重新做出来 在这样一个 没有被过分开发的年代 是不是意味着 他有机会重启药品生产 去检查了封存的药品 叶欣然信心满满地 从实验室退出来 本来打算趁着叶深人静 好好想想赚钱的方法 结果脑袋刚沾着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 村子里第一声鸡叫响起来的时候 长生就醒了 长平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大哥 你起这么早 嗯 你再睡一会儿吧 长生起身穿好衣服 立刻向外走去 长安住在叶欣然那里 他始终是不放心 得过去看一眼才行 结果他刚出门 就看见造房那边冒出滚滚浓烟 心里一惊 赶紧跑了过去 刚靠近造房 他就看见叶欣然拿着一把破扑扇 使劲地扇着 但是造堂里的火一点都没有着 反倒是有滚滚的浓烟不断地涌出 呛得叶欣然之咳嗽 你这是干什么 长生开口 叶欣然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等回过头 发现是长生 立刻松了口气 原来是你 你怎么起这么早 看见叶欣然的脸 长生不由愣了一下 除了脸上原本的疤痕和刚刚蹭到的锅灰 长生在叶欣然的左眼看到一块明显的淤青 这淤青 好像有些熟悉 他轻轻嗓子 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昨天忘记 告诉你了 长安他睡觉有些不老实 听见这话 叶欣然表面冷哼一声 内心却在疯狂咆哮 那是有些不老实吗 那是太不老实了吧 昨天他睡得正香 忽然觉得脚下一沉 好像有什么东西 砸到了脚上 睁眼一看 才发现是小长安四氧八叉地翻到了脚下 这个时候 叶欣然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困得要死 便把长安捞回来 放在枕头上 结果还没等再睡着 长安的头就像石块一样 哐当一声 砸到了他的眼睛 眼前顿时群星闪耀 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叶欣然缓了好久 那种疼痛感 才慢慢消失 等他想找小家伙算账的时候 发现长安砸完人之后 又趴在一旁睡得香甜 甚至还在梦里巴搭嘴 叶欣然彻底没了脾气 这孩子平时看得软乎乎的 怎么脑壳这么硬啊 他终于明白 长平为什么欲言又止了 因为这一晚上 长安几乎没有老实过 只要他一睁眼 孩子肯定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长生看着他复杂的神色 主动说道 那我替他向你道歉 算了 我不会和孩子一般计较 叶欣然说 此时 长平也起来了 看着叶欣然的狼狈样 赶紧讨好说道 沈娘 我来生火 行 叶欣然让开了地方 看着长平很顺利的 就把火生着了 长生有些尴尬 说句 那我上学去了 就赶紧离开了 你哥哥每天早上 都不在家里吃饭吗 叶欣然问长平 嗯 长平点头 哥哥说 学堂里有早饭 他不在家吃 但是 我看他 有时候会偷偷带个红薯 锅里的水 很快就烧开了 叶欣然把昨天剩下的面条 对了一点水 重新揉了一下 揪成面片下到锅里 因为呛锅的时候 把肥肉炒出了油 所以汤闻起来很香 长平狠狠地咽了口口水 真奇怪 昨天晚上明明吃得很饱 可是今天早上 好像更饿了 他看着叶欣然麻利的动作 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点小小的期盼 要是沈娘真的能留下来就好了 正想着 院子里忽然有一道声音响起来 长平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生火了 不是说 我等我来了再生火吗 叶欣然和长平一起向外看去 就看见了匆匆而来的张婆子 你说你这孩子 生这么早的火干什么 你们又不会做饭 那不是浪费柴火吗 话还没说完 张婆子就看见 从造坊里面走出来的叶欣然 立刻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叶欣然被气乐了 这是我家的厨房 我当然是想来就来 你还会做饭 张婆子明显不信 叶欣然冷眼看她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做饭 去我家里问过了 张婆子一时语色 这事还用问吗 你一个大小姐 大小姐怎么了 大小姐就不能做饭了 通过昨天长平和长安的话 叶欣然已经确定 眼前的这个张婆子 不是什么好人 对她就不再客气 姑娘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好心好意过来帮忙的 要不是我 这三个孩子早就饿死了 过来帮忙 你莫收工钱 叶欣然反问 收了工钱就不叫帮忙 而是雇佣 萧怀安雇你给孩子做饭 你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 张婶是不是弄错了自己的身份 自从来萧家干活 张婆子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不客气的 就是萧怀安也没用过这种语气 和她说过话 她想发火 可想到厨房里的那块肉 决定再忍一忍 等把肉偷偷拿到手了 再和这个女人置气也不晚 哎呀 我就是随便猜测一下 你会煮就更好了 以后若是我忙起来没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煮不是 说完 她就低头往厨房里走 叶欣然却跨出一步 挡在她面前 张婆子抬头 一脸惊讶 你这是干什么 叶欣然 不用等你忙 我现在就可以自己煮 张婆子 你什么意思 听不懂吗 我是告诉你 以后萧家的饭 不需要你煮了 你 张婆子本来以为 这个新娘子不会做饭 自己过来看饭笑话 再让她知难而退 结果现在 这新娘子 就要赶自己走 这她哪能服气 插着腰说道 是萧公子雇的我 你凭什么赶我走 就凭我是这家女主人啊 叶欣然也插起腰 从现在起 家里的事都归我管 你不走 难道是 等我请你滚出去 张婆子气得不轻 正好看见 光着脚丫的长安 跑了过来 长安好像还没睡醒 边揉眼睛边喊道 沈娘 沈娘 张婆子一把抱起小长安 假模假样地说道 哎呦 这孩子 怎么光着脚丫就出来了 着凉了怎么办 张奶奶看得心疼死了 长安你来说 是不是最喜欢 吃张奶奶做的菜 长安被抱起时 吓了一跳 瞬间清醒过来 她摇摇头 沈娘 我最喜欢吃沈娘做的菜 张婆子 原本皮笑若不笑地 看着长安 听了这话 立刻变了脸色 你说什么 长安更怕了 张着小手 朝叶欣然的方向喊道 沈娘 沈娘救我 长平眼急手快 一个箭步冲过去 把长安从张婆子的手中 夺了过来 叶欣然也顺手 捡起地上的扫把 张沈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你要是不服 可以等肖怀安回来找他 不过到时候 还老麻烦你解释一下 老二挨打的事 是怎么回事 我 张婆子的手心 立刻就出了汗 他没想到 长平竟然连这种事情 都会对叶欣然说 明明过去这么久了 他都没告诉肖怀安 怎么会告诉这个女人呢 不过告诉了又怎么样 张婆子耿着脖子说道 我那是替肖公子管教孩子 小孩子犯错 肯定是要管的 况且 是他这么小就偷东西吃 小时候偷真 长大了偷金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肖家着想 听张婆子说的义正言辞 叶欣然瞬间冷了脸 偷东西吃 那我倒要问问 他吃的是谁家的东西 是 张婆子语色 是肖家的东西 叶欣然替他回答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吃自己家的东西 竟然能叫偷 还是说 你揪占雀巢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 张婆子被叶欣然问得一愣一愣 这女人声音不大 语气也不凶狠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像是锤子一样 聚聚锤在要害上 张婆子后背冒出了汗 正想着怎么对付叶欣然 却没有看到 站在自己身后的长平 已经泪流满面 长平没想到 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后 沈娘会护着自己 那天她实在是太饿了 就自己 从厨房拿了一个刚蒸好的馒头 可刚吃了一半 就被张奶奶打了一巴掌 张奶奶边打还边骂 说她给肖家丢人 小时候偷馒头 长大了 指不定偷什么东西 肖家家风不好 留在村里就是祸害 她要告诉李正 把他们一家都赶出村子去 长平当时害怕极了 生怕张奶奶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连累二叔被人瞧不起 于是就哭着求她 不要说出去 从那以后 张奶奶时不时刻扣 她和长安的饭菜 可是她什么都不敢说 因为张奶奶说 自己要是说出去 她就告诉李正 肖家老二是个贼 如今 这件事终于被说出来了 压在她心上的那块石头 也终于被搬开了 我没偷 我没偷 我不是贼 长平仰头望天 嚎啕大哭 喊得嗓子都哑了 叶欣然听完了整件事 心疼得不行 她走过去 把长平搂在怀里 轻轻摸着她的头 说道 对 你没偷 你吃的东西 都是二叔买给你们的 怎么能叫偷呢 要我看 真正偷东西的 另有欺人 叶欣然说着 看向张婆子 张婆子一脸慌张 谁偷了 我可不是那种 手脚不干净的 啪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欣然一巴掌 就结结实实打在她的脸上 我本来以为你不过是贪点小便宜 没想到这么不要脸 竟然仗着岁数 欺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这是我替长平还给你的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张婆子哪里吃过这种亏 伸手就要来吼叶欣然的头发 可叶欣然 哪能让她占着这个便宜 她虽然不善于动手 但有以前散打的底子在 眼瞅着张婆子冲上来 便朝着她的肚子 上去就是一脚 踢得张婆子 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哎呦 哎呦 杀人了 杀人了 张婆子吃了亏 躺在地上大叫 大家快来看啊 肖家的新媳妇杀人了 她闭着眼大喊 打算撒泼到底 突然就感觉脖子一凉 睁眼一看 就见一把袖迹斑驳的菜刀 横在自己的脖子上 长生那个小子 正恶狠狠地盯着她 仿佛下一刻 就要一刀下去要了她的命 长生 长生 你你你怎么回来了 你要干什么 张婆子吓得声音都变了 你把刀拿远一点 拿远一点 叶欣然也没想到 长生竟然去而复返 他握住长生气得发抖的手 冷声道 长生 别脏了自己的手 长生却是盯着张婆子 双目通红 你欺我兄弟 如我家人 你该死 张婆子吓得要死 连喊都不敢喊了 生怕自己一出生 长生真的把自己给杀了 过了半课 他把眼睛掀开一条缝 看见长生的手 被叶欣然握住 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 撒腿就跑 跑了几步不甘心 又回头喊道 你们一家都是没良心的 用我的时候 好言好语求我帮忙 用不着的时候 就又打又骂 我要让村子里的人 都知道你们的德行 我看以后 谁还敢给你家帮忙 叶欣然听得不耐烦 一个石子踢过去 正中张婆子的脚踝 张婆子又以一个 狗强使的姿势摔倒在地 像个漏了气的四脚蛤蟆 再起来时 鼻子都流出了血 他听见身后 传来叶欣然的声音 张沈 你跑什么 咱们的账还没算明白呢 张婆子这会儿 哪还敢应声 连滚带爬的 就往外跑 看见张婆子的狼狈样 长安伸出小短腿 朝着他的背影 比划了一脚 坏人 臭坏人 长生却一眼瞪过去 生气地看着两个弟弟 这种事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点说 长安看见大哥生气 立刻低下头不敢说话 大哥 是我不让长安说的 长平抢着答 我怕给二叔惹麻烦 也怕你们嫌弃我 他说着低下了头 傻子 我们是一家人 怎么会嫌弃你 长生有些难过 刚才他回来 取落下的书 正好听见长平在哭诉 他日日和两个弟弟生活在一起 要不是亲耳听见 都不敢相信 他们还藏着这样的委屈事 二哥二哥 大哥说 你傻 长生刚想安慰弟弟几句 就听见长安在那里喊 两兄弟一听这话 全都笑了起来 长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就是傻 长生也难得地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推了他一把 傻什么傻 你聪明着呢 长生 你走不走了 三兄弟笑成一团 外面等着的二旦 却已经急得跳脚 长生抬头看看天色 抬脚就跑 糟了 肯定迟到了 叶欣染看着长生离去的背影 明明都是一般大的孩子 但是长生的衣服 却比二旦的破旧很多 再看看院子里 也是要什么没什么 吃饱穿暖 已经成了他目前最大的问题 昨天查看过空间后 他已经有了一个赚钱的想法 不管是血盐膏 还是护心宁 在这个年代都会有市场 只要生产出来 就可以靠着这个东西赚钱 不过寻找草药也不那么容易 在那之前 他还得找点别的赚钱方法 长平 你们平时去山上吗 三个人吃饭的时候 叶欣染问 长平看了看不远处的大山 摇着头说道 二叔不让我们去山上 只能去山脚下挖野菜 那吃了饭 你带我去看看 叶欣染提议 去山脚的路他不熟 既然长平去过 就先让他给带个路 沈娘 你是要去挖野菜吗 长平有些担心地问 现在看得厉害 野菜都被挖空了 说完这些 他又赶紧补充道 沈娘不要担心 我知道家里的粮食不多了 以后我都少吃点 长安也抬起头 长安也少吃点 叶欣染看着两个懂事的孩子 欣慰一笑 你们啊 谁都不许少吃 吃得白白胖胖的才可爱 吃的问题 我会想办法的 吃完饭 叶欣染和两个孩子上了路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 村民们整日抱怨老天爷不开眼 地里的活 却也一点都不敢耽误 三个人刚走到外面 就迎面遇到了几拨人 让叶欣染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人一看到他们 就立刻走到路的另外一边 躲开一段距离 叶欣染抬起头 见这些人虽然离得远了 却还是对自己这边指指点点的 看 原外家的大小姐又活过来了 昨天不是要死要活的 今天怎么还带上孩子了 谁知道呢 可能相中了萧淮安的长相吧 那萧淮安虽然穷 但是好看呀 咱们这村里 还没有那么好看的男人 另外一个妇人道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她腿都瘸了 那方面还不一定行不行呢 就是 找男人还得找你家二住那样的 又老实又能干 要我说 也就两天半新鲜 过了这几天 大小姐没准又该闹了 唉 真是不安生 几个人以为自己压了嗓子说话 实际上 他们的声音迎风都能传出五六米 自然也传进了叶欣染三个人的耳朵 长平听了 皱了皱眉头 长安一脸疑惑的看着叶欣染问 沈娘 你看二叔好看吗 叶欣染想了想 萧淮安的长得确实不丑 属于万里挑一的那种 于是点头应道 好看 哦 沈娘喜欢二叔 长安拍着自己的小手 自顾自说道 沈娘说二叔好看 就是喜欢二叔 沈娘喜欢二叔 沈娘就不会走了 叶欣染无语望天 这孩子是和谁学的 承认萧淮安好看就是喜欢吗 那他前世喜欢的人 都能组成一个足球队了 不过这些话 没办法和长安解释清楚 反正小孩子 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三个人很快走到了山脚下 发现几个妇人弯着腰 在那里寻找野菜 去年的收成很差 新凉还没有下来 有的人家里 已经快要揭不开锅了 叶欣染仔细观察 在草丛中发现了半夏的叶子 虽然只有灵星的几个 却也给他增添了很多信心 这山上一定有他想要的药材 你们两个先在这里不要动 我进山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吃的野菜 叶欣染对两个孩子说 可是沈娘 山里有蛇还有狼 会咬人 长安有些放心不下 沈娘不走远 很快就回来了 长平 你看好地点 叶欣染说完 迫不及待了地走进了山里 山里凉风袭袭 情况却没有叶欣染想象中那么乐观 这里也差不多被人们翻遍了 地上有残留的绝菜的根和木耳的碎片 能吃的东西都差不多被挖走了 叶欣染向上走了一段 发现找不到什么有用的 就准备下山 一扭头的功夫 几片新型的叶子 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叶子长在细藤上 细细的藤腕缠上一棵小树 随风孤独地摇摆 紫山药 叶欣染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实在没想到 能在这里看见紫山药 更是没想到 这东西竟然没被人挖走 手头没有工具 叶欣染找了一根手指粗的木棍 将紫山药的秧苗一把 就开始挖了起来 秧藤很细 可下面的山药却很粗 叶欣染用了好长时间 才终于将断了几节的紫山药 都挖了出来 紫山药的皮核心 都是紫红色的 与普通的山药有些相似 但是营养价值和味道 又比普通的山药高很多 而且紫山药可以生吃 口感甜脆 又有滋肺润肾 健脾止蟹的功效 这些山药 够他们吃上好几天 就是太重 有些拿不动 叶欣染施着 想把他们收进空间 却放不进去 无奈之下 他只好拉起裙板 把山药都进裙板里 慢慢往山下走 两个孩子在山下都急坏了 见到叶欣染出来 全都迎了上去 师娘 师娘 你可算是出来了 我们都要进去寻你了 师娘 你兜着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多 叶欣染也累了 把手中的裙脚松开 几块山药全都滚落在地 长安好奇地凑过去看 这是什么东西 紫色的 能吃吗 当然能吃了 你尝尝 叶欣染将一块山药 用树叶擦干净 包了皮 让长安咬了一口 甜 长安乐呵呵 眯起了眼睛 长平看见了 也凑上去咬了一口 露出和长安一样快乐的表情 山上寻找野菜的几个妇人 本来离的庭院 听见他们这边找到食物了 全都过来看 看见地上大块的根筋时 几个妇人全都一脸地问候 这个是啥 这玩意真能吃吗 当然可以吃了 味道还很好 叶欣染回答 哎 这不是萧家兴娶的大小姐吗 大小姐还认识野菜呢 谁说大小姐 就不能认识野菜 没准人家见多识广 比我们认识得多呢 一个圆脸的妇人 满脸堆笑地看向叶欣染 叶娘子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叶欣染也不藏私 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们 这是紫山药 可以用来做菜 也可以生吃 没毒吧 另外一个妇人 也凑上来问 要是有毒 我还会让孩子吃吗 叶欣染斜了她一眼 和孩子们一起捡起紫山药 往山下走去 哎 她这个人 就问一下 怎么就不高兴 你都看见孩子吃了 还问人家有没有毒 换谁谁能高兴啊 就是 行了 快别说了 没想到咱们山里 还有这好东西 我们也去找找去 走走走 几个妇人全都钻进了山里 回村的路上 长安和长平 各自抱着一块紫山药 长平力气大 抱了最大的一块 叶欣染一开始还不放心 后来见她走得轻轻松松 便也不拦着了 她边走边看着远处的几座山 想着自己 下次要走远一点去查看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前面站了一群人 还有哭声从人群中传出来 叶欣染快走几步 看见大家围着的 不是自己家 而是自己上面的一户人家 哭闹的 是这户人家的小女儿 是小花 长安拉拉叶欣染的一惊说道 嗯 叶欣染点点头 我们先把东西送回去 然后出来看看 他们把紫山药送回家 再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穿着黄绿色绸缎的肥胖妇人 正拉着小姑娘的手 使劲往外拖 小姑娘一边哭 一边把屁股往地上做 十分抗拒的样子 妇人拖得累了 终于松开手 掏出一块金帕 擦拭自己像发面馒头一样粉白的脸 我说张大力 你家这女儿也不走啊 她要是再这样 这笔买卖 咱们可做不了 我告诉你 二两银子可是天价 你家要是不愿意 多的是人来找我 是是是 罗夫人别生气 我和孩子好好说说 张大力一脸憨厚样 说话的时候 一直用手搓着裤子 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小花啊 张大力抱起小花 哽咽地说道 爹也不想卖你 可是咱们家真的一点粮食都没有了 爹也不能看着你们饿死啊 这位夫人说了 能带着你去享福 有吃不完的白米饭 还有肉 你走了以后 家里也能得二两银子 有了这二两银子 你娘有钱治病 你的哥哥姐姐们 也都不用挨饿了 爹 小花少吃点不行吗 我以后两天只吃一顿饭 小花伸出手 擦去爹爹眼角的泪花 爹 我去山上多挖点野菜 等新凉下来了 咱们就有粮食了 不卖小花行吗 小花的哥哥姐姐 也苦苦哀求 当家的 别卖孩子了 我的病不治了 小花娘更是生泪俱下 看着眼前的一切 长安眨了眨眼 一脸都无措 沈娘 小花好可怜 她以后就见不到爹娘了 嗯 叶欣然觉得眼角发胀 她生活在物资富足的年代 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种生死离别的场面 胖夫人等得不耐烦 催促道 行了行了 这可是好事 就别弄这么一副 哭哭唧唧的样子了 你们赶紧和孩子好好说说 让他老老实实和我走 要是不行 就给他手上双根绳 我一路牵着回去 你们放心 只要过上两天好日子 保准他不想回来 见张大力和陈氏还在磨叽 胖夫人给自己的下人递了个眼色 那个驮着背的男人 立刻走上前来 从张大力怀里往外抢人 爹 娘 我不想走 小花被抱了过去 吓得惊声尖叫 陈氏紧走两步 拉住女儿的手不肯撒开 围观众人纷纷摇头 真难啊 张大力两口子 不是也挺能干的吗 怎么就到这一步了 去年他婆娘 不是生了一场病吗 这年头生病 简直是要了全家人的命 活着太难了 一家无口哭得凄惨 叶欣然实在看不过去 正想开口 就听见一道沉稳的声音 从人群外传来 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卖什么孩子 李正来了 李正书可算是来了 有人发出惊喜的叫声 叶欣然随着声音看过去 就见一个精神绝朔的老人 从人群外走了进来 老人的头发花白 面容黑瘦 双目炯炯有神 却一看就是个慈善之人 他盯着张大力看了几眼 立声道 一个男人不缺胳膊不少腿的 靠着卖老婆孩子吃饭 你丢不丢人 李正书 张大力垂下头 晒得有黑的脸庞 看不出红 只是更黑了一些 李正教训完张大力 又转眼瞪向抱着小花的锣锅 吓得锣锅立刻松开了手 把小花放了下来 小花的脚一粘地 马上扑到陈氏的怀里 胖妇人看着这个场面 鼻子都气歪了 他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李正说道 我说张压锁 你又管的哪门子闲事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一没偷二没抢 有你什么事 卢二娘 你自己干的什么勾当 你自己不清楚 你口口声声带着孩子去享福 实际上 还不是把孩子送去那烟花柳巷 你也是当娘的 怎么不知道给自己孩子 多几点的 胖妇人一听这话 脸上神色立刻变了 你说谁不记得 谁不记得 我给的可是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 够他们买多少粮食的 张压锁 张李正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德行好 那你是给他们钱 还是能给他们粮 我告诉你 今天我给他们家二两银子 就能救了他们一家的命 你今天挡了这件事 将来他们全家饿死 那都是 你造的孽 纳臣是听见烟花柳巷几个字后 把孩子搂得更紧 卢二娘看见了 干脆催了一口 呸 饭都吃不上了 还嫌钱脏 老娘的银子 到哪都能花出去 你们都等着饿死吧 说完 他转过身 扭着屁股趾高气昂地离开了 卢二娘一走 看热闹的人 也就慢慢散了 叶欣染站在原地 看着李正拍了拍张大力的肩膀 说道 一会儿让你媳妇去我家装两条米 先坚持几天 回头我让人去东山那边 给你量出一块地 现在上面不是鼓励开荒吗 那山地虽然难开 刨出来多少能有点收成 人哪 勤快点 总归是饿不死 李正说 我还不够勤快吗 张大力朴实的脸上 全是迷茫 这么多年 他一年四季不着闲 老婆身体不好 他还要干家里的活 可就是这么干 他也到了要卖闺女的地步了 勤快是勤快 但是呢 人总有时运不济的时候 只要坚持住 早晚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正拍了拍他的肩膀 嗯 张大力重重地点头 仿佛从李正的话里 又看到了点希望 说完了话 李正抬脚向外走去 在门口看着搂着两个孩子的叶欣然 他眼光顿了顿 然后问道 你就是萧怀安新曲的小媳妇啊 叶欣然没有开口 长安替他答道 这是我沈娘 好好好 李正弯下身子 摸了摸长安的头 说道 既然嫁过来了 那就好好过日子吧 说完 便背着手 慢悠悠离开了 叶欣然看着李正的背影 觉得村民们能有这样一个李正 也算是福气 等到了家 才发现两个孩子都闷闷不乐的 你们怎么了 叶欣然问 长平闷着头不肯说话 长安则仰着头问 沈娘 等家里粮食吃没了 你会把长安卖掉吗 叶欣然终于知道了 两个孩子在担心什么 笑着说道 怎么会呢 长安这么可爱 沈娘可舍不得 二叔能赚钱 二叔会养我们的 长安好像忽然想通了 又高兴起来 等小花家里的粮食吃没了 他父亲还会卖它吗 长平却还有些担忧 叶欣然文言 也叹了叹了口气 历朝历代 农民的日子最不好过 他们靠的是土里刨石 一旦年景不好 要面临的不仅是饥荒 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要不然 也不会有一子而食的事情发生 小花的娘说了 不卖孩子了 叶欣然安慰长平 不知道他们说话算不算话 长平的眼睛眨呀眨 小眼睛里都是浓浓的担忧 叶欣然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 再回来时 手上拿了一瓢米 这个是二叔给你们买的粮食 你们两个要是舍的 咱们就借一票给小花家 但是小花家里穷 能不能还得上就不知道了 你们说 借吗 长平和长安互相看了一眼 异口同声地说道 借 为了使自己的理由更占得住脚 长安补充道 村里的小孩都不和我们玩 只有小花和玉凤和我们玩 所以我们想借他家 玉凤是谁啊 玉凤就是李正爷爷的孙女 这次是长平回答的 那一会儿 你们两个就悄悄把米送过去 告诉小花的父亲 等他家有米了 再还给我们 长平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笑道 沈娘 你人真好 你们两个也好 叶欣然在每个孩子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快去吧 送完米 回来生火 我们做午饭吃 中午也吃饭吗 长平睁大眼睛 中午不吃吗 叶欣然反问 张奶奶说 中午吃饭是浪费粮食 村子里大家中午都不吃饭的 叶欣然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 正如长平所说 村里这么多户人家 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 是冒着烟的 他们不吃就不吃吧 可是你们正在长身体 咱们不和他们比 不光两个孩子在长身体 叶欣然觉得 自己现在 这副小身板 也可以再尝尝 对于孩子来说 没有比吃 好吃得更开心的事了 两人高高兴兴地去送米 回来的时候 顺便抱了一捆柴盒 长平看多 胳膊都快拢不下了 叶欣然见了连忙道 长平 你个子小 少拿一点 长平听了这话 又从地上捡起两根木柴 放在自己胳膊上 师娘 你放心 我力气大得很 叶欣然想起了 刚才拿紫山药的时候 长平也是拿得最大块 便问道 你力气一直很大吗 嗯 长平把柴火放下 笑着说 我生下来力气就很大 二叔说 我很小的时候 就能抱起一只羊 叶欣然听着也乐了 一开始只觉得 长平不善言辞 原来人家孩子的优点在这儿呢 长平生着了火 叶欣然用新米和旧米缠着做了一锅饭 又把剩下的肉拿了出来 五月的天气还不算热 但是肉放时间长了 就会有味 如果放坏了 就算是肉 也会难以下咽 得不偿失 他把肉切成小块 起锅烧油 从空间里翻出一包冰糖 熬出糖色后 下肉翻炒 在油脂爆出来时 天上水 大火蒙煮 中间放入适量的盐 最后剩一点浓稠的汤汁的时候 一盘鲜香的简易板红烧肉 就出了锅 随后 叶欣然又炒了一个白菜片 用挖回来的紫山药 拌了一盘凉菜 午饭就算是做好了 长平和长安的眼睛 全都盯在肉上 这肉看着红的发亮 时不时还有浓稠的汤汁 从肉块上滴到盘子里 看得人想流口水 以前张奶奶做菜 能在里面见到一点荤腥 已经很不容易了 哪能一下子放这么多的肉 叶欣然成了三碗饭 看着发愣的两个孩子 笑道 吃饭呀 愣着干什么 师娘 这肉真的是给我们吃的 长平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长安早已爬上凳子 晃着两只脚丫 沈娘就是做给我们吃的 沈娘最好了 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叶欣然加了一块肉到碗里 两个孩子见了 不再迟疑 也立刻伸手加了一块肉 大伙炖煮过的猪肉 入口即化 汤汁和混合着肉香 在舌尖上炸开了花 长平一下子把肉吞了下去 舔了舔嘴唇 回味道 好香啊 长安头也不抬 一块肉下肚 很快又加了另外一块 好吃就多吃点 我给你们大哥留出了一碗 听到沈娘又给大哥留了菜 长平心中有说不清的滋味 昨天沈娘给大哥留的面条 大哥没吃 可是沈娘并没有生气 今天沈娘又给大哥留菜了 沈娘是真心对他们好的 等大哥回来 他一定要和大哥说 结果他等啊等 等到了晚上 大哥却一直没有到家 长平 长生他平常都什么时间回来 眼看着天黑了下去 叶欣然也开始着急起来 往常这个时候 大哥早就回来了 从来没有回来这么晚 长生眼巴巴地望着外面 眼睛里也全都是焦急 叶欣然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二旦不是和你哥一起走的吗 我们去二旦家问问情况 好 两个人刚要动身 忽然看见二旦气喘吁吁地 从外面跑了进来 不 不好了 长生跑进麋鹿山 出不来了 什么 叶欣然一惊 什么叫出不来了 二旦赶紧说道 我们回来的路上 看见一只兔子 长生非要去碾兔子 结果就钻进山里 到现在也没出来 我听大人说 那山里有狼 还有野猪 长生他会不会 下面的话 二旦不敢说 在哪里 你带着我 一起去看看 叶欣然从墙边捞起一把砍柴刀 立刻说道 我也去 我也去 长安和长平 也跟了过来 你们两个不要去 现在立刻去二旦家里报个平安 告诉他们 二旦陪我出去找人了 让他爹娘放心 叶欣然利落地吩咐 这时候 他才感觉到 自己势单力薄 这里人生地不熟 遇到事情 也不知道找谁帮忙 两人走到张大力家门口 看见张大力的儿子 张全喜 从院子里跑出来 小沈 我娘听说 你们要去找长生 让我和我爹跟你们一起去 原来刚才他们的话 都被隔壁听了去 找人这种事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叶欣然欣然应道 多谢了 说话的功夫 张大力也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他腰间别着一把砍柴刀 手中还拿着火把 看见叶欣然 高大的汉子有些不好意思 咱们这就出发吧 四个人一起上了路 山中的月亮格外的亮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偶尔能传来一两声的鸟叫 长生就是从这里上去的 到了地方后 二旦停下来 指了指一个路口 二旦 这里你最小 距山上不安全 你等在这里 要是有什么情况 你就在山下大喊 懂了吗 嗯 二旦听话的点了点头 叶欣然和张家父子 一起进了山 张大力点燃火把 照亮了山里的小路 叶欣然把双手拢在脸上 高声大喊 长生 你在吗 在吗 妈 回声在山林里回荡 却始终没有人应答 我们三个分开走 我去东边 地面你去西边 让全席走中间 张大力建议道 好 三个人拉开了距离 又走出一段路后 叶欣然嗓子都快喊哑了 突然听见了一声回应 长生 是你吗 叶欣然赶紧又喊了一声 我在这儿 林子里又回了一句 叶欣然这下听出来了 确实是长生的声音 他变了变声音传出来的方向 是前面的山坳 便拨开树枝 走了过去 他边爬边喊长生的名字 通过他的声音 来判断准确的位置 在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后 终于看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 那里有一处深坑 声音就是从坑里传出来的 叶欣然快速靠了过去 长生从掉进陷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 陷阱里潮湿阴冷 摔下来的时候 他好像扭到了脚踝 这会儿脚踝疼得钻心 身上又冷又饿 他只好把怀里那个毛茸茸的东西抱得更紧了一些 希望能靠着这点温度挺过这一晚 等天亮了再想办法 就在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 忽然有人叫他的名字 女子的声音充满了焦急 长生眼眶一酸 大声回应道 我在这儿 他不断地回应对方的呼喊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洞口的方向 忽然之间 头顶光线暗下来 眼前的月亮被挡住 一个纤细的身影出现在头顶 他站在陷阱边 流光皎洁 仿佛踏跃而来的仙女 长生 你没事吧 叶欣然弯下腰询问 长生攥紧拳头 抬起来擦了擦眼睛 应道 我没事 一开口 他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哑得不成样子 没事就好 见到长生 叶欣然终于放下心来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自己连怕带泪 腿都软了 沈娘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长生声音乌液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没用 竟然掉进了猎人的陷阱 本来是想抓只兔子 回去感谢叶欣然 现在又要让他上山来找自己 实在是太丢脸了 你今天确实做得不对 不过 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教训你 叶欣然在陷阱边坐下来 等回去 以后再慢慢和你算账 陷阱周围的泥土有些松 好像随时会塌陷 叶欣然休息的时候 仔细观察了一下 然后说道 你等等 我去旁边找点藤腕来 他起身离去 不一会儿 便拖来了一捆藤腕 这藤腕还挺结实 你抓着下面 我慢慢拉你上来 叶欣然说着 把藤腕放了下去 沈娘 这样可以吗 我怕把你拉下来 长生有些不放心 别废话 让你拉着你就拉着 记着把兔子放进书箱里 免得半路掉下去 长生按照叶欣然吩咐地去做 片刻之后果然被叶欣然拉了上来 沈娘 你好大的力气 爬上来的长生十分兴奋 却因为脚踝疼 哀悠一声又坐到地上 叶欣然简单地看了一下他的伤势 又指着自己 在树上绕了两圈的藤腕 对长生说 用了点小技巧而已 你这脚扭到了 不要再用力 正在这时 张家父子也找了过来 张大力看了看长生肿成猪蹄的脚踝 立刻蹲下身子 上来 我背你回去 长生有些不好意思 看了看叶欣然的脸色 只好爬到了张大力的后背上 几个人排成一队下山 张全喜在前面打着火把带路 张大力背着长生走在中间 叶欣然走在最后面 谁都没有注意到 叶欣然在路边揪了一片树叶 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等到了家 二旦背起书包 赶紧往家跑 张大力放下长生 也立即和叶欣然告辞 我看 长生这脚伤的严重 明天带他看看大夫吧 叶欣然答应下来 又让长平从厨房 拿了一大块紫山药过来 这是我今天从山上挖的紫山药 张大哥你带一块回去吧 不行不行 这哪行 张大力连连白手 下午两个孩子 已经给家里送了一瓢米 这瓢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 可不敢再借你家的东西了 谁说要借你了 这是送你的 不不 憨厚的汉子不知道说什么 只觉得脸上骚得发热 你帮我把长生从山上背回来 这是我家的谢礼 不是什么好东西 希望张大哥不要嫌弃 叶欣然继续说道 可不敢嫌弃 张大力看着 能有三四个脑袋那么大块的紫山药 心里欢喜得很 这么大一块 够他们全家吃上两天的时间了 一时间又想接过来 又觉得不好意思 全喜哥 你快接过去吧 我拿着都沉死了 抱着山药的长平不由分说 直接把山药塞进全喜的怀里 全喜哀悠一声没接住 直接被压弯了腰 爹 爹 全喜喊着张大力帮忙 张大力只好接过沉甸甸的紫山药疙瘩 叶娘子 我知道你是有幸帮咱们家 我张大力也没什么本事 但是叶娘子的恩情 我会一直记着 我欠的东西 肯定会还给你们的 张大力抱着山药 脸色黑的发亮 这个不着急 叶欣然道 现在是老天爷不赏饭 大家都不好过 等过了这段难的时候再还就行 张家父子离开后 叶欣然又重新检查了长生的脚伤 刚才在上山的时候 他就看过了 长生的怀骨错位 需要正位后再服药 大晚上来不及找大夫 叶欣然决定自己上手 长生 你忍着点 叶欣然右手攥着他的小腿 左手慢慢转动他的脚掌 寻找着最合适的位置 长生不知道叶欣然在干什么 刚想说好 突然听见咔哒一声 好了 叶欣然拍了拍手 你转动一下脚踝试试 长生试着 转动了一下脚踝 竟然不痛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沉娘 你懂医术 只懂一点点 叶欣然随口应付 谁知听了这句话 三个孩子全都凑了过来 六只眼睛一起亮晶晶地看向他 沉娘 你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帮二叔治腿 你二叔的情况和你不一样 你只是扭伤了 你二叔的腿 已经瘸了很久了吧 哪能这样 一下就治好 叶欣然对孩子们说道 萧怀安的腿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还不知道 至于治不治 那也要以后再说 听完叶欣然的话 三个孩子全都垂下了头 哥哥 你们别难过了 我将来 长大了学医术 一定会把二叔的腿治好的 长安董事的安慰两个哥哥 等你长大二叔都老了 他还怎么上战 长平驳斥弟弟 话还没有说完 被长生对了一下 立刻进了声 就算我治不好 世上的大夫那么多 总能有人治好他的 叶欣然不想他们太难过 便安慰到 真的吗 三个孩子 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对啊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人 两条腿的骨头都断了 结果被一个神医给治好了 要是有机会碰到神医 你们的二叔也一定能够恢复的 哇 那个神医好厉害 二叔他人那么好 肯定能遇到的 长安又对将来充满了希望 应该会 叶欣然笑着答 他回到自己房间 将带回来的叶子捣碎 又从空间里拿出消肿止痛的药 碾碎了 放进药里 然后带着药去了长生的房间 这个是我从山上找到的草药 你把这些药敷在腿上 明天应该就能消肿 不过最近几日你得好好休息 让二旦帮你告个假 在家休息三天吧 是 经历了这番事 长生也已经不自觉地 把叶欣然当成了主心骨 觉得他说的话都对 我今天带了四叔回来 可以自己在家看 提到看书 长生这才想起了一件大事 沈娘 你快把我的书箱打开 长生不提 叶欣然也差点忘了 这孩子上山是为了追兔子 现在那兔子就躺在他的书箱里 叶欣然去拿放在墙角的书箱 一边拿 一边念叨 我说了 回来以后要找你算账 兔子虽然难得 可是以后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肯定 打开书箱的叶欣然 突然叫了一声 沈娘 怎么了 长平和长安全都凑了过来 长生立刻露出心虚的表情 叶欣然看着手中的小东西 黄色皮毛上有一道道的黑色纹路 脑袋上还有一个没成型的王字 竟然是老虎 这是老虎 长平也一下子认了出来 长安不认识老虎 听见哥哥这么说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沈娘 这老虎活着吗 叶欣然的手 还能感受到老虎的体温和心跳 是活的 他说 然后看向长生 二蛋不是说 你追兔子去了 怎么变成老虎了 长生赶紧解释 沈娘 我本来追的真是兔子 可是兔子跑得太快了 我追了好久都没有追上 眼看着兔子失去踪影 我都快放弃了 忽然又看见兔子跑了回来 我当时太兴奋了 没有注意脚下 一下子踩进了陷阱里 结果这只老虎 就跟我一起掉下来了 那我知道了 兔子一定是碰到老虎 才又跑了回来 结果兔子没有捉到 你和老虎一起掉陷阱了 长平分析的头头是道 叶欣然仔细观察着手里的小老虎 他闭着眼睛 右边的耳朵缺了一块肉 条纹皮毛上还有斑斑血迹 翻开一看 果然有利齿动物撕咬的伤痕 这只老虎看着不大 一定是在虎妈不在的情况下 被别的动物攻击了 叶欣然立刻认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山上不仅有老虎 还有其他凶险的动物 麋鹿山离村里并不远 这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只老虎必须送回去 叶欣然说 是娘 我们不能养它吗 长安摸着老虎的尾巴 恋恋不舍 当然不能 老虎的爹娘还在山上 孩子丢了肯定着急 如果不送回去 老虎的爹娘找来村子里 到时候代价就大了 叶欣然说着 看向长生 沈娘 我错了 长生听见叶欣然这么说 立刻红了眼睛 错哪了 叶欣然的语气也严肃起来 他既然选择留下来 这三个孩子 他就要照顾 但是 照顾也不是无节制的宠溺 必须要把家里的规矩利好 要让他们分得清 谁赎亲赎众 我不应该不顾危险 去山上追兔子 长生小声地回答 还有呢 叶欣然明显不打算轻易放过 还有 还有不应该不告诉沈娘 就偷偷把老虎带回家 既然知道错了 那以后该怎么做 长生脸庞通红 虽然觉得难以启齿 还是说了出来 以后不管是回家 还是去学堂 都会走大路 绝对不上山 遇到事情 会先问沈娘行不行 叶欣然也没想到 长生看着很倔强的一个孩子 转变起来能这么快 看来他之前的想法是对的 想要得到孩子的服从和信任 不是一味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是要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敬佩 你成了强者 还子自然而然地就会服从 对于没有养过孩子的叶欣然来说 包容和宠溺 真的很难一直做到 所以反向操作 让孩子信任 甚至畏惧自己 反倒让彼此的相处 更加容易了 在这个家里 长生是三个孩子的头头 长平和长安遇到事情 全都听他的 搞定了长生 也就意味着 他已经稳坐了家中第一的位置 当然 是萧怀安不在的情况下 行了 今天都累了 早点休息吧 长安 你和我回去睡觉 叶欣然吩咐道 是 沈娘 长安动作迅速 迈着小短腿 蹭蹭跑了回去 上床之后 他立刻缩到靠墙的一脚 沈娘 我今天晚上睡觉 一定老老实实 嗯 快睡吧 叶欣然看着他入睡 他得等长安睡着了 才能去处理老虎身上的伤 等长安睡着后 他立刻进入空间 拿出双氧水和针线 帮助小老虎缝合了伤口 伤口有些深 还好没有伤到内脏 但是看小老虎的样子 应该是失血过多 叶欣然又给老虎吃了消炎药和不屑的药 也许是要起了作用 小老虎很快睁开了眼睛 叶欣然看着他淡蓝色的眼珠 也新生喜欢 可惜这东西野性难逊 母老虎也许会顺着气味寻过来 所以叶欣然一定要尽快把他送回去 小老虎醒了一会儿 就开始东闻闻 西秀秀 好像有些饿 叶欣然这才想起来 长生还没吃饭 他打算去厨房热饭 到了之后 才发现灶坑里的火 还没有完全熄灭 看样子 长平已经给长生热过饭了 叶欣然感到欣慰 这三兄弟十分有爱 长生关心两个弟弟 御事会为两个弟弟出头 长平像个老妈子 关心完弟弟 又关心哥哥 长安虽然小 却也知道 为别人着想 都是懂事的孩子 他看了看自己给长生留的饭菜 饭都吃光了 菜却只吃了一半 叶欣然正好把剩下的肉端着 拿进屋子里 给了小老虎 这会儿好像才真正缓过来 瞪着蓝汪汪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叶欣然 直到叶欣然 把装肉的碗 往他跟前推了推 他闻到香味 眼神这才有了变化 动物的开心十分直观 叶欣然眼看着小老虎 吃了一块肉后 原本瞪大的眼睛 又大了一圈 两只耳朵 也直直地立了起来 他好像是对眼前的食物 十分惊喜 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肉 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净 吃了我家的肉 以后可不许来找我家的麻烦 叶欣然提了提他圆圆的耳朵 又忍不住说道 等回了山里之后 要学会保护自己 没事别到处乱跑 听见没 小老虎懵懂地看着叶欣然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又好像真的听懂了他说的话 第二天 叶欣然早起做了烙饼 又拔了几颗白菜 煮了一锅汤 长生不再抗拒吃饭 碗里的汤喝得呼噜呼噜直响 长平和长安 被哥哥喝汤的声音吵到了 一起停下动作看着他 长生喝了半碗 这才察觉到空气中的安静 抬起头看着两个弟弟 你们怎么不吃 都看着我干什么 大哥 你喝汤的声音太大了 长平说 长安赶紧附和 对呀大哥 你之前还叫我们 吃东西要注意礼仪 我也注意礼仪了呀 长生试图解释 长安却指着他的脸说 大哥 你嘴角还有白菜叶 快别说话了 长安和长平全都笑了起来 长平还故意气长生 怎么样大哥 我就说 沈娘做菜好吃吧 你昨天晚上还说 猪肉谁煮都香 沈娘的这个白菜汤 也很好吃吧 长生文言红了脸 用眼角偷偷看了看 叶欣然的脸色 这才轻轻点头 嗯 真香 吃过了饭 叶欣然让长平和长安收拾碗筷 自己准备进山去送老虎 顺便看看 自己昨天发现的草药 还没等出门 就发现隔壁的陈氏 在门口探头探脑 陈大嫂 有什么事吗 叶欣然问 陈氏本来还在犹豫 听见叶欣然叫自己的名字 吓了一跳 赶紧回头 笑着答道 没事 没事 陈大嫂有事就说 不用不好意思 叶欣然快言快语 这 陈氏犹豫一下 还是说道 其实 我就是想问问 昨天你给我家的那个紫山药 要怎么吃 我没吃过这个东西 今天早上切了一块 发现甜得很 所以过来问问 怕糟蹋了好东西 这个啊 叶欣然笑 凉拌生吃 煮菜做粥 怎么吃都可以 这样啊 陈氏搓了搓手 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看陈氏还不离开 叶欣然有些疑惑 还有事 陈氏像是决定了什么 坦然说道 昨天当家的和我说了 你们一家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让我没事多和你说说话 有什么用得到 你尽管开口 叶欣然说了口气 他昨天帮助张大力家 也是临时起义 并没有想要什么报答 没想到无意之间 竟将这一家人交了下来 倒也是好事一件 既然陈氏主动说了 叶欣然便把陈氏拉到自己院中 一人一个凳子坐下 开口问道 那陈大嫂可知道 村子里的人为什么见了 我们都躲着走 之前长安就说过 村子里就两个孩子 肯和他们一起玩 所以叶欣然知道 这些人这么做 绝对不是因为自己 提到这个 陈氏叹了口气 叶娘子不知道吗 萧淮安据说是杀了人 才被流放这边的 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乡下人 谁敢和这样的人家交往呀 这样啊 叶欣然沉思起来 他以前只知道 萧淮安是流放过来的 却不知道 是因为杀了人 可萧淮安看着冷酷无情 却也不像是草菅人命的坏人 那陈嫂子 可知道他为什么杀人 陈氏摆摆手 那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从旁人那里听来的 据说当初县城来了一批流放的犯人 要分配到各个村落里落户 别村的李正都简直能干的人挑 到了我们李正 看见萧淮安带着三个孩子 坐在角落里 没人肯收 就主动把他们带回来了 因为这事儿 村民们还埋怨了他好一阵呢 说完这话 陈氏赶紧看向叶欣然 像是怕他不高兴 又解释道 大家都是想好好过日子 不想惹事 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叶欣然点头 对于老老实实种田的人来说 根本承受不了一点意外 所以他们本能的排斥 能带来意外的人 这也是人之常情 可人是群居物种 想要在这里过得好 就要和李正他们搞好关系才行 谢谢陈大嫂 孩子也和我说了 来村里这段时间 只有小花肯和他们玩 唉 邻里邻居的 孩子之间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做主 不光是我们 那张家大娘 不也帮着照顾孩子 她 叶欣然冷笑一声 她和陈大嫂你不一样 孩子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送走了陈氏 叶欣然也不再耽搁 她从墙根找到一个破了洞的竹框 里面铺上就床单 把小老虎放进竹框里 摘了一些树叶遮上 然后又揣了一块饼在身上 主妇长平道 长平 早上烙的饼还有三张 中午你们饿了就热着吃 我天黑之前肯定能回来 师娘 你带着我吧 我力气大能保护你 长平放心不下 现在是白天 山上不会有危险的 你在家里照顾哥哥和弟弟 说完 叶欣然就上了路 她沿着昨天的路 一直往村外走 走到昨天上山的路口 这才停下来 朝着山上看了一眼 昨天晚上 她就是在这座山上 发现的冰零花 没想到 后世早已绝迹的草药 在这里这么快就找到了 背楼里的小老虎 似乎是闻到了熟悉的气息 开始不安地扒着框檐往外看 叶欣然走进山里 找到一块平整的地方坐下 这才把老虎从背楼里放了出来 你好好认认路 认好了路 就赶紧回家 可别再让别的猛兽给发现了 叶欣然摸摸她受伤的小耳朵 虽然这老虎养不起 但是路过老虎 她至少比一半的活人都要强了 小老虎也真配合 叶欣然放手之后 她竟然赖着不走 还不断地用头去蹭叶欣然的裤腿 一点也没有百兽之王的样子 看她不走 叶欣然干脆又从空间里 掏出两粒补血的药 给她塞了下去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 一粒都要几千块钱的 你昨天吃两粒 今天又吃两粒 就给你算一万两银子 我看你也没什么能力偿还 等你长大了 记得捕猎来还我 听见了吗 小老虎哪里听得懂 更不知道自己小小年纪 就欠下了巨额债务 她只觉得 强塞下去的两粒药实在太苦 苦得她撑着脖子想要吐 又被叶欣然死死掐住了嘴 老虎晃着脑袋摆脱控制 终于逃命似的跑开了 看着老虎跑远 叶欣然这才重新背好背楼 开始寻找草药 她记得 昨天晚上是去戈藤湾的时候 偶然碰到的一株 便沿着昨天的路 找了过去 麋鹿山在云边村和东多村之间 因为场面迷雾笼罩 山上又有猛兽 所以很少有人过来 不过近半年 周边山里能吃的东西都被找得差不多了 所以 陆陆续续也会有两边的村民过来觅食 叶欣然爬到了半山腰 就看见两个人妇人从山上下来 筐里装着半筐野菜 还有一块黄疙瘩 梁子他娘 你筐里装的 这是什么东西 能吃吗 我也不知道 我何际回去 找人给看看呢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他们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叶欣然一见 就知道 他们筐里装的是隔根 不仅能吃 还有药效 可叶欣然并没有说话 他挪开目光 错开两个人继续往山上走 走到昨天的陷阱旁边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要找的冰灵花 三朵冰灵花的花蕊里 还乘着晶莹的水珠 随风微微摆动 叶欣然以为自己 发现了冰灵花的大本营 立刻用目光扫尸周围 可是转了两圈 这一片地上 也只找到这三朵冰灵花 叶欣然略微失望地叹了口气 不过 虽然少了点 但是三朵花能够产生两瓶血烟糕了 他这种程度的伤疤 不会完全康复 却也能好上一半 有了总比没有强 而且 这些花朵的出现 也说明了 这个时代 是有冰灵花存在的 等他把冰灵花繁育起来 就可以生产无穷无尽的血烟糕 这么好的东西 他一瓶卖十两银子 一百瓶可就是上千两了 发家了 叶欣然 心潮澎湃 有钱了 他就可以买种款式的衣服 各色首饰 各种糕点 再买上几个铺子 躺在家里收租 过上咸鱼一样的生活 正做着美梦 叶欣然忽然被一道叫喊声打断 他看看手中的贝勒 这才意识到 家里现在连肉都买不起 还谈什么铺子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钱是一点点赚出来的 他得先想办法 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再说 叫声是从前面传出来的 叶欣然往前走了两步 发现一个中年书生 躺在昨天长生躺过的陷阱里 正哀悠哀悠叫个不停 这个陷阱是专门猎人的吧 怎么不见动物掉到里面 倒是天天能在坑底发现人 叶欣然从草丛钻出去 被下面的人喊道 喂 需要帮忙吗 中年书生没想到 这山里竟然有人在 看见叶欣然 他一下子就热了盈眶 要要要 麻烦姑娘搭把手 把我拉上去 二两银子 叶欣然道 什么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一遍 我说 拉你上来可以 需要二两银子 叶欣然道 助人为乐的是 他前半生没少干过 不过那是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 现在这书生的衣服 一看就是精致细做的上等料子 让他花二两银子 自己把他从坑里拉出来 价格还是很公道的 可以 书生答得干脆 你把我拉上来 跟我回家去取 我给你十两 不去 叶欣然拒绝道 万一跟你回去 你坑我怎么办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救人 书生摸了摸腰上有些为难 并非魏谋想要赖账 只是刚才在山里被刮掉了荷包 现在身无分文 秉承着安全至上的原则 叶欣然只好道 那用你头上的簪子也行 那书生头上的簪子 虽然款式简单 但是欲制洁白银亮 一看就是好东西 未尽知进山寻耀 没想到药没找到 一进山 就被毒蛇咬了一口 跌跌撞撞下山的时候 又不小心掉进陷阱里 现在他神思已经有点恍惚 只能把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眼前的这个小娘子身上 行 别说是欲簪子 我身上所有的东西 小娘子都可以带走 只求小娘子一会儿拉我上去后 再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馆中 我被毒蛇咬了 耽误了 可就性命不保了 成交 叶欣然答应下来 看来 自己这趟没白来 书生这一身衣服 应该也能置二两银子 正好昨天拉长生的藤蔓还在 叶欣然把藤蔓放下去 让书生缠在身上 按照昨天的办法 又把书生拉了上来 书生浑身乏力 这一活动 身上的毒性散发得更快 等他爬上来时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只看见就自己的小娘子毁了半边脸 下一刻就晕了过去 叶欣然掐住他的脉搏 看出他身上蛇毒 已经快要进入心脉 他立刻从空间 拿出解毒血清 给书生注射进去 算你运气好遇到了我 换一个人来 就算是把你送到附近医馆 也就不了你的命 所以 你多付我一些报酬 也是应该的 说着话 要已经打完 为了确保安全 叶欣然又拿了两粒日日安 给他喂了下去 又等了一会儿 书生还是不行 叶欣然只好自己动手 把他头上的簪子拔了下来 这是你答应我的报酬 可不算我抢的 拔下簪子后 叶欣然又检查了一下 把他腰间的玉坠也拿了下来 眼看着身上 已经没有了其他值钱的东西 叶欣然想了想 又把他的外衫扒了下来 这衣服质地柔软 上面的绣花也精致 正好长生没有像样的长衫 带回去改一改 可以长生穿 扒了衣服 叶欣然又看上了书生的鞋 这鞋子用料考究 垫个垫子 长生应该也能穿 可是想到等书生醒来 没有些很难下山 叶欣然又大发慈悲 放过了鞋子 他站起身来 看着头发散乱 又衣衫不整的书生一眼 抱歉说道 刚答应你 带你去医馆 可是我一个女子实在拖不动 但是我帮你解了毒 也算是超额履行了承诺 这报酬我就拿走了 你最好早点醒过来 一会儿遇到猛兽 可就不归我管了 说完 叶欣然就抬步离开 去采他的冰灵花去了 离开这一片地方 叶欣然又 顺着刚才两个妇人 下来的方向 往上走了一点 果然发现了一大片 隔根的藤腕 隔藤结实 可以用来编制框楼 可看刚才那两个妇人的样子 明显不知道 隔根也是可以实用的 这一大片隔藤 足足有十几个平米 下面的隔藤挖出来 得有上千斤 有了这上千斤的隔藤 还用愁饿肚子吗 绝对不能让别人得了先手 主意已定 叶欣然挖了一块 回到家中 长平和长安立刻上来迎接 看着夜心染筐中的衣袍 嘖嘖称奇 沈娘 这是从哪里来呢 这衣服看着很漂亮 长安说道 沈娘刚才在山上 救了一个掉进陷阱里的人 那个人没有银子 只好脱了外衫 用作泄礼 我看这衣服不错 带回来改改给你大哥穿 太好了 长安眼睛亮晶晶的 轻轻抚摸着柔软的衣衫 大哥终于有漂亮的衣服穿了 我带去给大哥看 长生正在房间里读书 看见长安登登登抱着一堆衣衫进来 迈过门槛的时候 差点被垂落的衣袖半斗 赶紧迎上去扶了一把 干什么跑这么快 长生责怪 大哥你看 沈娘给你带回漂亮的衣服 以后你去学堂就可以穿了 长生这才仔细去看他手中的衣服 这衣服确实是上好的料子 连纹绣都是花了心思的 可是长生不知道 为什么总是有一种熟悉感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这衣服太好了 我穿了会不自在 不如让沈娘卖了钱 买些粮食回来好 长生说道 他的话正好被走过来的叶欣然听到 叶欣然觉得有些道理 现在家里条件有限 光靠着一件衣服撑门面 好像也没太大的用 便说道 那行 回头我把衣服卖了 给你们三个都买身新衣服 哇 谢谢沈娘 长安的记忆里 自己就没穿过新衣服 所以沈娘一说有新衣服穿 他立刻拍起了小手 沈娘 你给弟弟买新衣服就行 我这身衣服还能穿 长生把挂子上的破洞 又往身后藏了藏 你是读书人 基本的体面还是要有的 沈娘也不是没有算计的人 新衣服的事 我会看着安排的 不过沈娘 长生还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 送您衣服的人 说自己是谁了吗 我总觉得好像见过 嗯哼 叶欣然清了清嗓子 不是他不问 对方也没机会说出他是谁 就是一个普通的过路人 他答道 既然你不穿 那我就先收起来 等下次到县城的时候 一起卖掉 同簪子和玉佩一起 叶欣然并没有说出来 他接过衣服回屋 随便把衣服一塞 就开始检查起自己采回来的冰灵花 空间不能带东西进去 就算有冰灵花 又怎么把药做出来 叶欣然正在发愁 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冰灵花凭空消失 竟然全都出现在空间里 原来不是空间不能储存东西 而是不能储存无关的东西 这就好办了 叶欣然十分高兴 把三朵冰灵花都拿到空间里 然后按照配料表 在仓库里找到其他的草药 搭配之后 还剩下一朵 叶欣然把剩下的冰灵花 放进冷藏室 程序开始运转 系统显示成品出来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他退出空间 又看着矿里的一小块隔根 开始思考起来 那么一大片的隔根 他自己家肯定吃不完 而且看今天的情况 那几个妇人若是发现隔根能吃 很快就会上山去挖 那他就需要抓紧时间才行 想到这里 他去外面把隔根洗干净 然后削了皮 切成小块 放进碗里 长安 你带我去李正家里 我有事情要和他说 他道 好 正好我也想遇凤姐姐了 长安拉着叶欣然手 一蹦一跳地 往李正家里走 路上看见别人 长安都会勃勃省省地打招呼 村民们乐呵呵地喊着长安 带抬头看见叶欣然 又别扭地转过头去 装作没有看见 既想接近 又想保持距离的姿态 还挺别扭的 叶欣然也没往心里去 一路跟着长安 就到了李正家里 李正家在村子的最东边 有五间泥坯房 院子也比萧家大了不止一倍 叶欣然刚走到门口 就听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 一天天就知道 把家里的粮食往外面给给给 知道的晓得你是李正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村里的尼菩萨呢 这个声音刚落下 又传出李正不紧不慢的声音 哎呀 村子里的这些晚辈 哪个不是沾亲带故的 我身为长辈 还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卖孩子不管 那也得你自己家富裕了才行 女人接着说道 咱们家的周西的 都快要能照出人影来了 你倒是能忍 可我遇凤宝贝 还在长身体 眼看着吃食跟不上 瘦得跟棍子似的 你做爷爷的 也心疼心疼自己的孙女 娘 爹是好心 我明天再去山上找找看 有没有野果子 带回来给玉凤吃 李正的儿子劝慰道 行行行 这好人都让你们也俩做了 就我一个是坏人 我自私自利 我不顾及晚辈 李正老婆李氏 越说越激动 也欣然有些尴尬 站在门口静也不是 不静也不是 玉凤从屋子里跑出来 看见长安 忙招手 让他进来 小声说道 奶奶又发脾气呢 那你怕不怕 长安眨眨眼问 不怕 奶奶就是脾气不好 骂完就忘记了 两个孩子正说着话 李氏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看见叶欣然和长安 他一扭头 又转了回去 没好气地对着李正说 门口又来个讨债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拿什么去可怜别人 要不你就把我脖子嘎了 从我胃里往外套 李正愧对老伴 也不还嘴 只乐呵呵地从屋里走出来 看见是叶欣然 倒是愣了一下 怀安媳妇 你怎么来了 看见叶欣然手里捧着个碗 李正以为是他家没吃的了 主动问道 是萧怀安走的时候 没给你们留够粮食 叶欣然赶紧说道 不是 我家里现在还有吃的 今天来找李正叔 是有别的事 那快进来吧 别在门口站着了 叶欣然走进院子里 长安和玉凤 早就跑到了墙角 叽叽咕咕咕地玩到了一起 不借粮食 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李正又问 全然忘记 刚才被老婆骂了个狗血淋头 叶欣然把手中的碗往前递了递 我从山上找到了这个 特意拿来给李正叔尝尝 哦 李正大为惊讶 今年年头不好 村子里二百多户人家 还没有一个来给自己送过吃的 反倒是萧家 这个外来的 先来给自己送食物了 他往碗里看了看 是切成一块块黄白色的食物 有点像地瓜片 但又和地瓜片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东西 李正拿起一片来仔细看 叶欣然也给他解答 是隔藤的根 可以生食 李正叔尝尝看 这碗衣能吃 李正很是意外 隔藤他是知道的 有时候家里的筐坏了 还会去山上割一些回来边框 就是没听说过这碗衣的根还能吃 他把那块隔根放进嘴里 嚼着清脆 竟然还有点甜 嗯 还挺好吃 他把一整块隔根放进嘴巴里 面露喜色 有了这个东西 咱们能挖的食物 就又多了一种 怀安媳妇 你可是帮了大忙 我这就去告诉大家 以后在山中看见隔藤 就把下面的根挖回来吃 李正说 可不是以后 咱们现在就得去山上挖 怎么呢 李正露出迷茫的神色 我昨天在山上看到一大片隔藤 少说也得有几亩地 所以才特意来告诉李正叔 带着大家伙一起去挖 几亩地 这么多 我怎么没见过 李正有些不敢相信 要说别的东西 他可能不太懂 但要说这村子里 以及村子周围的山上都有什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楚 这么大一片的隔藤 他不会没有印象 是在麋鹿山 也欣然说 我听张大哥说 村子里的人 不怎么到那山上去 麋鹿山啊 这下李正知道自己 为什么没看见了 那麋鹿山在云边村和东沟村之间 山上时常雾气缭绕 据说是山里有精怪 早些年 有好几个村民在山里试了踪迹 从那以后 大家很少往那山里头去 后来有人在山脚下 听见了狼的叫声 就更没人敢进山去了 长生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敢往麋鹿山里走 要是出了事 可怎么办 李正第一时间反应道 不过也亏了有这一遭 不然 还发现不了这好东西 淮安媳妇 你说那山上的隔根 真的有那么多 千真万确 叶欣然说 而且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还遇到了几个妇人 好像是隔壁村子里的 虽然现在不是挖隔根的时候 但咱们要是不挖 没准就被别的村给挖走了 那可不 一听说有别人也发现了隔根 李正立刻急了 我这就召集村民 今天下午 咱们就去挖 有了这好东西 咱们村可就饿不死人了 李正高高兴兴 进屋去寻找铜锣 李正媳妇一直在后屋 偷偷听两个人说话 听到后来 她也激动起来 从后面跑出来问 淮安媳妇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还能有假 叶欣然让李正媳妇 也尝了一块 我是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有了这好东西 就赶紧来告诉李正叔了 哎呀 这下可好了 李氏喜上眉梢 咱们云边村 这是走了大运了 当当当 三声罗响过后 村民陆陆续续 都聚集在了李正家的门口 李正说 发生什么事了 是啊 怎么敲锣了呢 我正在地里拔草呢 听见罗声就赶紧过来了 该不会 是上面又家睡了吧 真的呀 这日子 可就真的没法过了 李正看见人道的 差不多了 大声喊道 安静 大家都安静 众人全都闭了嘴 李正这才说道 今天 召集大家来 是好事 刚刚萧怀安的媳妇和我说 她在山上发现了粮食 那麋鹿山上 有好几亩的隔根 你们大家伙 把手中的活全都放一放 全村老少 只要能干活的 全都跟着 我上山去挖隔根 李正说 那碗衣真的能吃吗 有村民提出了质疑 就是啊 李正说 咱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要是那碗衣能吃 咱们早就发现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怎么不能吃 我刚才都尝过了 肉口甘甜 和地瓜差不多 李正白手压下了 人群中的质疑声 你们刚才也说了 咱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全村上下 包括我自己 连府城都没去过 坐井观天 见识短浅 不知道这碗衣能吃 不是很正常吗 现在怀安媳妇好心好意 把这能吃的东西告诉咱们 你们自己想想 家里的米缸里面 还有多少米 家里的钱 还能再买多少粮 我云边村有累死的 不能有饿死的 一会儿能走路的 都跟着我上山 众人心中虽有疑惑 谁也不敢不去 去了 若是这碗衣不好吃 或者没有 顶多是浪费了半天的时间 不去 等周围邻居家里 都有粮食的时候 自己家里却没有 那个时候 后悔都没地方哭去 李正书 那是不是挖了多少 都归自己啊 有人问道 对 挖的都归自己 到时候 每家上交两斤 放在咱们村中宫的仓库里 行 都听李正书的 村民们都回家拿了家伙事 叶欣然也把长安带回家 让长平跟着自己一起上山 长生十分过意不去 挣扎着也想去 叶欣然赶紧阻止道 行了 你脚还没好 乖乖留在家里 等我们的好消息 他和长平一人 背着一个被笼 拿了一把砍刀 和一把锄头 跟着云边村的大部队 一起往迷路山走去 到了山脚下 众人全都停住了脚步 等着叶欣然 在前面给大家带路 这山上有狼 可危险着呢 咱们这么多人呢 怕什么 就是 咱们这么多壮汉子在呢 真有狼也能把他打死 再说了 人家萧家小媳妇 自己一个人都不怕 你难道连个娘们都不如 众人互相调侃 倒也没真的 让叶欣然走在前面 二旦爹和张大力 在前面开路 按照叶欣然的指示 一路走到了 隔根所在之地 一大片隔藤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李正看着眼前 互相缠绕的隔藤 心跳也不由地快了击拍 脑子里想象的场面 哪有直接看到来的震撼 李正立刻吩咐道 你们分一下宫 妇人负责 把藤蔓砍断 孩子们把藤蔓拖得远一点 男人负责挖 大家动作要快 今天已经有东沟村的人 发现这里了 听说别的村的人 也发现了这里 众人身上护食的血脉 立刻觉醒 这可是他们村子先发现的 不能让别人抢了去 隔藤的藤蔓很坚固 特别是沉年的老藤 砍一下 胳膊立刻被弹回来 需要不断地 砍同一个地方 才能砍断 有的男人力气大 直接上手把细小的藤蔓先拔出来 让孩子把带出的隔根 就装进了筐里 听说这玩意生的也能吃 有人挖出一块后 立刻放进嘴里去啃 呸呸 除了皮上的沙子 有点割牙 还真挺甜的 一时间 收割的场面 立刻变得热火朝天 叶欣然让长平先砍一些藤蔓 自己则悄悄走远了一点 去查看那个 被他扔在陷阱边的书生 要是他还没醒过来 叶欣然决定做点好事 让李正安排人把他搬回去 不过他到了地方一看 那里早已没有了书生的踪影 看周围没有拖拽的痕迹 倒是有一六脚印通往山下 看起来书生醒来后 自己下山了 叶欣然也放下心来 他回到挖个藤的地方 准备让长平给自己帮忙 结果看见 长平一个人连砍带挖 已经挖了一大块出来 长平 你这也太快了 叶欣然蹲下身子 帮着长平 把一大块隔根拉出来 长平用小女手擦了擦鼻子 立刻变成了小花脸 沈娘 这种小活我一个人就行 不用你出手 你在旁边看着 这哪行 你还是个孩子 去旁边歇一会儿 叶欣然道 不歇了 长平道 那我们赶紧把框装满 然后送下山去 再回来挖一趟 行 看见长平这么有干劲 叶欣然也动力满满 旁边张大力家三个孩子 也干得起劲 家里的砍刀只有两把 陈氏和儿子两个人砍 两个女儿就把砍下来的藤蔓 拖到一边去 张大力搞脱一挥 一大块隔根被挖出来 桃花和小花就一起上去 把挖出来的隔根捡起来 装进竹筐里 娘 你看这块隔根好大 小花笑得灿烂 举起来给陈氏看 陈氏看着女儿也温柔地点点头 大 快放进筐里 你爹又挖新的出来了 哎 小花把这块装了 又去捡另外一块 娘 咱们多挖一些 今天晚上煮一大块吃行吗 怎么不行呢 李正说了 挖的都归自己 咱们多挖点 能吃好酒吗 三个孩子一听这话 觉得身上有使不玩的力气 就连被藤万镇的生疼的手掌 也一点都不疼了 自打开春以来 他们就连吃红薯 都不敢一次吃太多 挖这么多隔根回去 他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不光是张大力家 所有上山挖隔根的人 此刻都充满了干净 隔根根系发达 每吨挖出来 都有个十几二十斤 照这个架势 他们每户人家 都能囤个几百斤回去 这样的灾荒年头 他们村就可以靠着这些隔根熬过去了 大家正干得起劲 在一个角落里 两个妇人吵了起来 我说张婆子 你自己有手有脚 这隔根在地上长得 不不会自己挖吗 你动我家挖出来的干什么 李大嫂 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 我以为这堆 是我挖出来的呢 张婆子给自己解释着 手中却抱着一大块隔根 不肯撒手 你挖出来的 你从上山到现在 砍断了几根 疼外你心里没数吗 还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哎呦 不就是几个隔根吗 你看这漫山遍野这么大一片 你和我计较什么 张婆子先发制人 可李大嫂 也不是软柿子 她上前一把 抢过张婆子手中的隔根 嘴里继续骂道 就你这厚脸皮 开水烫了都不带掉的 这满山遍野的隔根 都在你面前了 你倒是哇 舔着个大脸拿人家的 也不怕吃了烂肚肠子 张二家的你别过分 张婆子脸上有些挂不住 想要上去和李氏撕吧 张二却往前一站 张嫂子 你往旁边靠靠 别耽误我家干活 对付女人张婆子 是有两下子 可是对上身强力壮的男人 他立刻了就服了软 人家都是一家几口人 出来挖个根 他一个人出来 要是真动其手来 肯定一分便宜都占不到 你们别仗着人多欺负人 回头我告诉李正 让他给我平脸 你就是皇帝跟前告欲状 今天也是 你偷了我的 我劝你 也别费这个力气 有这个时间多挖几根 回家好给你儿子多吃几口 此话一出 旁边干活的人 全都哈哈笑了起来 张婆子两口子 养了个废物儿子 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 张大山从小到大 好吃懒做 十里八村说起轻事 只要提起他家 没一个不要投的 长平看着这一幕 眉头紧皱 回头对着叶欣然说道 沈娘 我没偷过东西 他才是小偷 叶欣然知道 长平还在意这件事情 便说道 对 他这样的才是小偷 爱占小便宜 偷拿别人东西 早晚有一天 会有人收拾他的 嗯 长平点头 张婆子脸上早就挂不住 拿着自己挖出来的 几块隔根 又去另外一处挖了起来 到了晚上 一大片的隔根 也挖得差不多了 村民们背的背 扛的扛 开始把隔根往家里运 叶欣然和长平 已经送了一趟回来 后来这次挖的有点多 幸好张大力家里 推了手推车过来 把他们的隔根 放在车上 一起拉了回来 陈大嫂 你家的隔根都装回来了 路上叶欣然问 陈氏看着装的满满的车 一脸笑容 都装回来了 孩子他爹说 明天早上再去山里 找找剩余的隔根 估计能弄个二百来斤 这老些 可够咱们吃挺长一段时间了 那挺好的 能挺到新凉下来 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叶欣然复合 谁说不是呢 陈氏笑呵呵的 一会儿回去 我就把昨天的紫山药 和这个隔根 弄一起煮上一大锅 让孩子们都吃个饱饭 嗯 一会儿回去 我也用隔根做个 汤来吃 叶欣然本来想说 做个隔根骨头汤 转念一想 自己家里哪有骨头呀 唯一的一点肉 都让他给做完了 如今家里也只剩下素菜了 对了陈大嫂 你们平时怎么去城里 叶欣然觉得自己 也该去城里 吃半点东西了 陈氏立刻答 村里牛二家 每隔一天 都会去一趟城里 一个人三文钱的缴费 你要是想去 就早上跟着车去 傍晚的时候 再跟着车回来 那行 明天我跟着去看看 叶欣然到了县 到了家 长平和叶欣然一起 把挖回来的隔根 放到了厨房的角落里 然后叶欣然洗了手 开始准备晚饭 有了从空间里拿出的米 还有储存在空间的面 家里的粮食 暂时是不用发愁了 急需改善的是 家里的肉食 秦淡 叶欣然一边做饭 一边做着打算 三天两头的 去城里买肉 不太现实 一次性买多了 又放不住 所以 他得买几只鸡鸭鹅 这些家禽养大了 可以下蛋 不下蛋的 又能吃肉 能完美解决营养配餐的问题 要是地方大 养头猪其实也可以 但是现在 这个院子 若是弄尽一头猪来 就得天天闻猪死胃过日子 还是等房子大一些的时候再说 晚上做的白米饭 用隔根切块煮了汤 又速炒了一盘紫山药 虽然不如前两天的伙食好 但是几个孩子 都吃得很开心 就连长生也和弟弟们又说又笑 变得开朗了一些 吃了饭 长生和叶欣然商量 沈娘 我感觉我腿已经好了 明天可以去学堂了 这才休息了一天 怎么可能好 再在家待两天 叶欣然不同意 我带回来的功课都做完了 想去学堂跟着父子学点新东西 长安还试图说服 二旦不是每天都去学堂吗 晚上等他回来 让他来家里跟你讲 知道了 长生欲言又止 见叶欣然坚持 也只好答应下来 夜幕降临 原本热闹的村子 立刻进入静谧的状态 这年头 没人舍得点灯 所以天刚擦黑 就都收拾睡下了 叶欣然等孩子们都睡着 又进入了自己的空间 昨天的出现的大米和白面给了叶欣然很大的信心 看起来 他与现在这个生活融入的更多 空间的东西就会出现的更多 他先检查了一下生产中的血盐膏 机器运转正常 等所有流程运转完成 他就能得到成品了 接下来 就到了碰运气环节 他现在总想时不时进来查看一下 空间里的浓雾到底散了多少 事实与他预料的一样 食堂里的浓雾果然又散了一些 把灶台的地方漏了出来 那里是油盐酱醋 各种各样的调料 还有菜刀 勺子 和各种厨房用具 用具还好说 调料却是夜星染 现在十分需要的东西 有了这些调料 他就可以把红烧肉做得更好吃 汤里也不用只放盐了 呜呜 日子真的有一天天在变好 他先拿了一袋盐和一包糖出去 准备明天倒进罐子里 至于其他的调料 得等他从集市上买回来一些 再让他们名正言顺的出现 巡视完空间的夜星染 心满意足地上楼洗漱睡觉 洗澡的时候 又贪婪地在镜子前欣赏自己身材 雪白的肌肤上 淫润着水珠 一头绣发乌黑浓密 衬托的脸蛋十分娇小 白皮 柔顺的头发 这些都是夜星染前是十分向往的 上一世 他的发质又干又硬 甚至还带着点自来卷 拉直后贴头皮 不拉直 又像炸毛的狮子 从来没有这样柔软又顺贴的时候 他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了 即便是毁了半边脸 他也还是喜欢 正欣赏的入迷 空间外面却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这么晚了 是谁敲门 不能让人发现他的秘密 夜星染脑子一热 顺手把穿进来的裙子 往身上一披 就从空间里退了出来 他刚刚回到屋内 房间的门已经外面打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也出现在门口 谁 夜星染回头 看到了一脸震惊的萧怀安 男人也在看清夜星染之后 立刻转过头去 你 把衣服穿好 夜星染低头 这才发现刚刚出来的太极 衣服带子没有记号 胸前空出了一块 两半魂圆都各自露出了一半 再往下 因为水珠上在 薄薄的裙脚粘在大腿上 两条白嫩纤细的小腿 也都暴露在空气中 天杀的 夜星染哀叹 怎么一见面就被占便宜啊 可这么好的男色摆在面前 他却是一点好处都没占到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夜星染又重新找了一条裙子穿上 平静地问道 萧怀安站在门外抬头望月 努力把刚才的那一抹雪白身影 赶出脑海 可是月亮的颜色 和刚刚的身影太接近 他脑子反而更乱了 直到夜星染开口 他才收回了视线 声音恢复了以往的冷淡 冒犯了 我不知道你在屋里 偶然得了大猎物 所以提前回来了 也是回来看看 孩子们有没有受婚事影响 他心里想 在推门之前 他从没想过 夜星染还会留在这里 这会儿 夜星染的衣服 虽然穿戴整齐 可是在萧怀安看来 他卫尸粉带 楚楚先腰 一头绣发披于脑后 更衬得肌肤胜血 仿佛黑夜中走出精魅 最会勾人心魄 他不是宁死都不愿意嫁吗 怎么还没有走 你身上的毒应该解了 怎么还留在这里 萧怀安冷声问 夜星染上前一步 扮声道 你这话问得奇怪 我可是花轿抬进来 你明媚正娶的媳妇 我不在这儿 又能在哪 男人深夜回来 身上带着露水的清凉 和淡淡的青草香 他面容冷峻 看过来的眼神 依旧带着探究意味 夜星染不知怎么 就想起当天 他磕了额头那一下 心里起了调笑的心思 更何况 你三番两次占我便宜 我还没看回来 又怎么舍得走 萧怀安万万没想到 他又提起了这件事 当日的情形 与刚才看到的景象 在脑中融合 他的脸色变得更冷了 姑娘若是不嫌弃 那就留下吧 这间房子给你住 我给孩子居住另外一间 辛苦了 夜星染也不客气 说完话后 两手一合 啪的一声 把萧怀安关在了门外 晨光微息 村里人就开始起来劳作 夜星染也起得很早 不过他起来的时候 萧怀安已经在厨房了 按照之前的惯例 他回来的这天张省不过来做饭 他生了火 准备煮个白粥来吃 夜星染出去的时候 就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 长平正好也起来了 他闻着熟悉的糊味 再看看在院子里愣神的夜星染 脑子里灵光一闪 二叔 是二叔回来了 说完他哒哒哒地跑过去 看见萧怀安果然在厨房里做饭 萧怀安身姿矫健 长胳膊长腿 一个人站在厨房里 就站了很大一块地方 可他此时 表情却有些难看 看见长平来了 那双冷淡灌了的毛子里 竟然还带着点歉意 你闻到味道了 萧怀安看着长平 我好像又把饭给做糊了 没事二叔 反正我们都吃习惯了 长平试图安慰 但这句话 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 算了 你们可以少吃一点 我去市集回来 给你们带肉包子吃 萧怀安反过来哄劝长平 往常他这么一说 孩子们都会高兴地大跳 这次长平却很平静 他看了看后面 转过来小声地说 二叔不用买肉包子 沈娘做饭很好吃 叶欣然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着被萧怀安弄得一团糟的厨房 不由皱了皱眉 锅里的白粥已经变黄 也不知道萧怀安烧了多久的火 才出现这个情况 下次煮粥 可以多添点水 这样就不会糊了 叶欣然好心提醒 长平却拉了拉他的一脚小声说道 沈娘 多放水 也不行 上次二叔煮粥水放多了 我们喝了一天才喝完 叶欣然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让你煮粥没让你拿米煮茶 这么大的锅天半锅水 那是灌水宝呢 可见萧怀安是一点做饭的天赋都没有 看见叶欣然笑了 萧怀安的神色也不在紧绷着 倒像是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我实在不擅长这个 要是你会做饭 那就麻烦你了 小事 叶欣然挽起袖子走进厨房 你先把锅里做的东西给弄出去 把锅刷干净 再把灶台里的火调的小一点 叶欣然边拿面边吩咐 萧怀安没有任何意义 按照叶欣然的指挥就干了起来 长平在外面看得呆住了 那可是他们二叔呀 那个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二叔 如今竟然愿意在厨房给人打下手 不过看见两个人配合得有点默契 是怎么回事 长平立刻跑回屋 把还在睡觉的长安和看书的长生 全都叫了出来 大哥 长安 你们快点出来看 长安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懵懂着问 看什么呀 长生也是一脸的疑问 大早上的 你又抽什么疯 唉呀 说也说不清楚 你们自己来看就知道了 长平拽着兄弟二人来到厨房外 三个小脑袋排成一排往里面看 只见他们严厉冷漠的二叔 正坐在灶台前看火 娇小的沈娘站在灶台旁边 正在往锅里贴饼子 看到了吗 长平小声地问两个兄弟 长生默默点头 看见了 长安则高兴地回头 看着两个哥哥 我就说吧 沈娘才不会走呢 沈娘最喜欢二叔了 叶欣然早上做的是葱油饼 面案子离灶台有两步的距离 他都是压好一个饼后 直接就把饼甩到锅里面 听见长安说 自己喜欢萧怀安的时候 叶欣然突然一阵紧张 手上的饼也湿了准头 朝着萧怀安的脸就呼了过去 萧怀安眼明手快 看见有东西飞过来 立刻伸手去阻挡 怎料的 这饼十分柔软 虽然抓住了一块 剩下的部分 却继续朝着他飞过去 呼了一头一脸 三个孩子都吓了一跳 叶欣然也十分尴尬 慌忙上去摘沾在 萧怀安脸上的面团 抱歉抱歉 我一时失手 无妨 萧怀安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我自己去洗洗就好 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 他看了三个孩子一眼 长生几个立刻心虚地低下头 谁都不敢再吱声 直到萧怀安走远后 长安才重重吸了一口气 凑到叶欣然身边 奶乎乎地问 沈娘 你今天做的是什么 怎么这么香啊 今天沈娘给你们做葱油饼 好香好香 沈娘做的饼一定很好吃 长安又开始了彩虹屁环节 好在叶欣然已经有了抗体 不会一被夸就上头了 我刚才和你们二叔说好了 吃完饭 我们一起去集市 长安要跟着 一起去看病 长生和长平待在家里 中午饿了就吃饼 好的沈娘 听叶欣然已经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三个孩子全都点头英语 等叶欣然烙好了十几张饼 炒了一盘山药丝 用白菜简单煮了个汤 便招呼孩子们过来吃饭 长安也跑去前院 把二叔拉了过来 刚出锅的葱油饼冒着热气 叶欣然先吃了一口 几个孩子这才开始动手 嗯 真香 沈娘的手艺真好 长安吃了一口 夸奖就停不下来 看见二叔坐在一旁还没有动手 他便从盘子里抓过一张饼来 塞到萧淮安的手中 二叔 你来吃这个 可香了 这是萧淮安来到云边村后 第一次与三个孩子之外的人同桌而食 总觉得有些别扭 他接过长安递过来的饼 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长安赶紧问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 萧淮安点头 嗯 很好下咽 一听这话 长生长平也分别给二叔加了一张饼 萧淮安默默地吃完三张饼 又喝了一碗汤 这才放下筷子 脸上的表情 好像都被这温热的食物融化了一些 不那么冰冷了 我吃好了 一会儿 我们去县城 长安 你吃完饭过来找我 说完 他便第一个离开桌子 三个孩子看着二叔的背影 一致看向叶欣然 沈娘 你听见了吗 二叔夸你做的饭好吃 叶欣然 我耳朵没聋 他明明说的是很好下咽 这也能叫夸 你们二叔评价食物好吃 就说很好下咽 叶欣然一脸疑惑地 看向三个孩子 不是 长生连连摇头 二叔从来不评价食物的好坏 长安听了大哥的话 立刻点头硬核 对对 长平一看 气氛到这儿了 也跟着说道 二叔从来不挑吃的 就算是猪食也一样能吃下去 但他从来不会说 好吃还是不好吃 此话一出 其余两兄弟全都看向长平 小声点 别二叔听到 长平立刻用双手捂住嘴巴 心虚地看见外面 长生又总结道 反正二叔对吃的不太在意 以前他煮糊的粥可难吃了 可二叔照样可以面不改色地吃下去 我们只能跟着他一起吃 听了这些描述 叶欣然大概知道了 三个孩子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怪不得简简单单的食物 就把他们给收买了 叶欣然立刻决定 以后把食物做得更好吃一点 今天沈娘去城里买肉 回来给你们做更好吃的 太好了 听见这话 三个孩子已经开始猜测 晚上要吃什么了 吃了饭 叶欣然去房间收拾好自己的小包袱 出来的时候 萧怀安已经带着长安在门口等他了 三个人一起走到村口 发现原本应该等在那里的牛车却不在 我之前打听过 今天应该有牛车啊 叶欣然自言自语 正好李正经过 看见三个人主动问道 你们这是要坐车去城里 是 叶欣然答道 李正摆摆手 快别等了 今天大家还要去山里挖个根 我刚才看见牛儿一家也去了 今天没牛车了 叶欣然这才想起 昨天的阁根还没有挖干净 今天大家还想去找一找剩余的 萧怀安一直没有说话 他有些惊讶于叶欣然的适应能力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就能和李正这么熟悉了 可李正的热情显然远不止如此 看见叶欣然面露遗憾之色 他又主动说道 你们是不是去县城有什么急事 要是着急的话 我家里有板车 让萧怀安拉着你们两个走一趟也行 那太麻烦了 叶欣然也有些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麻烦的 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李正说完 引着三个人去自己家里拿了板车 板车很重 木头轮子有磨盘那么大 不过车上的地方倒也宽敞 放了萧怀安的被篓 坐下叶欣然和长安 车上还剩下好大一块地方 看着石木坐成的车身 叶欣然又有些担心 这玩意儿会不会太重啊 来回十几里地 能行吗 行 萧怀安言简一该 抬起车把就向前走去 他走的速度不慢 可脚步一瘸一拐 很难让人相信他真的没有问题 要不还是算了 我们等明天有牛车了 再去也不迟 叶欣然劝道 无妨 我往人去山上 走的路比这难多了 猎物放一天就不值钱了 今天一定得去成立 长安看着二叔的样子 心里有些难过 二叔 长安不吃药了 把钱留下来 给二叔治腿吧 萧怀安转头看了一眼长安 你的病治不治 什么时候轮到你决定了 长安又低着头不肯说话 叶欣然拍拍他的手 准备自己下车走 谁知萧怀安又说道 你那么瘦 还没有我的猎物重 上上下下能有什么影响 叶欣然只好坐在车上 一边陪长安说话 一边欣赏萧怀安的背影 他宽肩 窄腰 翘臀 长腿 妥妥的完美身材 握着车把的手指修长 上坡时 手背会有一条条青筋浮起 身材这么好 他在流放之前 是做什么的呢 也是猎人吗 叶欣然忽然对这个男人的过去 产生了兴趣 七八里的路程 萧怀安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到了县城 他要先去熟试的店铺 把自己猎来的猎物给卖了 叶欣然正好也要卖东西 就和萧怀安约好 办完事 在街头的永乐唐衣馆会面 叶欣然的包裹中 是昨天从书生那里得来的衣服 簪子和玉佩 这些东西找个当铺 就能一起当出去 他沿着主街往前走 看着门口插着的一面 写着质字的红色大旗 抬脚走了进去 店铺伙计一看叶欣然的打扮 便断定他手中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懒洋洋开口道 姑娘是要典当什么东西 衣服还是绣品 叶欣然打开自己的包袱 拿出书生的衣服 麻烦掌柜的给我看看 这件衣服可以当多少钱 伙计拿起衣服 见只是一件普通的警服 便懒洋洋的开口道 五十文 五十文 这也太少了吧 也欣然想 他把衣服收进包裹 又拿出那枚玉簪 问道 这个呢 伙计原本不耐烦 看见玉簪之后 却立刻来了兴致 这玉簪通体晶莹剔透 玉质温润 一看就是好东西 他接过玉簪仔细观察 又对着阳光看了半晌 这才开口道 这玉是好玉 就是做工粗糙了点 给你十五两银子吧 十五两银子 不算小数目了 按以前看书的经验来看 这十五两银子 都够普通农家一年的嚼用了 可叶欣然把簪子接了回来 包袱一记 说道 谢谢掌柜的 我再去别处问问 伙计连忙问 不卖 那你是嫌少了 要不你出个价我听听 叶欣然 哪知道要卖多少 他本来想的是货币三家 看看别家给多少 可是看伙计的这个样子 仿佛有戏 就试着开口道 一百两 一百两 你这是皇帝带过的 还是娘娘带过的 这小小一根簪子 也敢要一百两 伙计显然来了气 叶欣然却觉得 他这气声的莫名其妙 我这不是给你 留出砍价空间了吗 你倒是砍啊 先砍一半 试试我能不能接受 然后咱俩再还个价 你一个做伙计的 总不能这种事 还让我教你吧 行行行 咱们没工夫搭理你 这簪子我们不收了 你愿意送哪去 就送哪去 伙计朝他直摆手 叶欣然也懒得和他再说 正要离开 忽然又从里面 跑出了另外一个伙计 喊道 姑娘请留步 我们少爷说 想要看看姑娘的簪子 他能给得起一百两吗 给他看也不是不行 还请姑娘把簪子交于我 我带进内室 去给我们少爷赏见一下 不行 簪子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这种事 叶欣然可不同意 他把簪子拿进去 万一掉包怎么办 伙计正在为难 忽然听见里面喊道 那就让他一起进来吧 伙计立刻点头哈腰 为叶欣然指路 把他带进了内室 内室 就在典当柜台的后面 空间比柜台大了好几倍 里面装饰的古香古色 香炉里的熏香鸟鸟生起 看起来很有韵味 叶欣然正在心上 呼听的一道男声在身后响起 叶姑娘为了见我 真是费尽心机 叶欣然回过头 看见一个玉面公子站在身后 他身上穿着绣云纹的白色颈袍 腰间竖着汉白玉的腰带 薄红的唇 漆黑的眉目 看起来倒是风姿俊秀 只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看着叶欣然的眼神 也带着一股子厌恶 叶欣然发现自己 认识这个人 这就是园主 心心念念的紫玉哥哥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见到了 这是你家的当铺 叶欣然第一时间反应道 明知故问 你不是已经打探好了 不然街上这么多间当铺 怎么就偏偏进了这间 这一点 叶欣然觉得 必须要帮自己辩白一下 我确实不知 撒谎 乔子月昂着头 根本不看叶欣然一下 你手中的玉簪 明明只值十五两银子 你却故意开口要一百两 还在柜台面前 与伙计胡搅蛮缠 目的不就是为了 引起我的注意吗 叶欣然 这人是不是有病 还没等他吐槽完 又听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话 你想把簪子送我 没必要非得用这样的手段 啊 叶欣然十分震撼 他这么自恋 是不是没遭受过 社会的毒打 算了 见叶欣然不说话 乔子月又自顾自说道 我知道你对我的一份心意 但是如今婚约已经解除 你又已经嫁做人妇 我最后一次接受你的心意 你把簪子放下 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簪子放下可以 你给一百两吗 叶欣然自动掠过其他的话 只听到了 把簪子放下这一句 你 乔子月没想到 叶欣然竟然还和自己提前 不过几天的时间 你怎么变得如此失快 他厌恶地说道 大哥 你要我的簪子 还不想给钱 你要白嫖啊 叶欣然这才反应过来 乔子月的意思 不是他反应慢 实在是长这么大 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粗鄙至极 乔子月像是再也忍受不了叶欣然 只朝他挥手道 你走吧 以后都不要来了 叶欣然气笑了 虽然你是县令家的儿子 那也不能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吧 他想起曾经的园主 把这位少爷 当成是神志一样的存在 每次精心准备了荷包 袖帕之类的小物件 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送给他 虽然不值什么钱 却也是原生能拿出最好的了 本来也没想象乔公子讨要 不过既然今天见到了 乔公子就把我以前送你的东西 一并还给我吧 我已经嫁人 我怕日后见到这些东西 我的夫君会生气 乔子月痴笑一声 那些东西 早就不知被丢到了什么地方 叶娘子请放心 绝无可能被别人见到 丢掉了 叶欣然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 乔公子可知 那是我花了几个晚上 差点熬瞎了眼睛才做出来的 乔公子既然不想还 那就折了银钱给我 以后就算是见到了 也当是你在外面买的 绕来绕去 还是想要钱 乔子月对叶欣然的鄙夷更甚 他以前只觉叶欣然长相丑陋 因此看都不愿多看他一眼 可不管怎么说 他性情上算是温顺 母亲曾经说 因为是贵人止婚 他这个婚约推不掉 那就多看看叶欣然身上好的地方 日后能够相近如宾也是好的 可如今看来 他不光是相貌丑陋 性格更是粗鄙不堪 你想要多少钱 乔子月忍着厌恶开口 既然是熟人 那就给你打个折扣 连这根簪子 加之前送你的东西 一起算你一百两银子 怎么样 乔子月气节 又是一百两 原来叶欣然把这一百两银子 看得这么重要 甚至不惜和他翻脸 你以前说 一针一线即相思 希望我不要嫌弃你送的东西 如今又口口声声来向我讨要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他忍不住质问 叶欣然嘴角一勾 轻描淡写地说道 算我倒霉啊 我要是不倒霉 怎么会眼瞎到看上你 要是不倒霉 又怎么会有那样的父母 行了 不就是一百两吗 就算是十个一百两 本少爷也出得起 小二 去柜台取一百两的银票 这个簪子我们收了 掌柜的一听这话 赶紧上来劝道 少爷 这簪子 可不值一百两银子 这笔银子出去了 夫人会找我查账的 我说一百两就一百两 母亲那边我会解释的 至于叶娘子 给了钱后就请出原胜 以后永远不许她 踏入原胜档铺的大门 乔子玉冷着脸说道 掌柜的见乔子玉坚持 只好摇摇头 去账上取了一百两的银票 而叶欣然为了花着方便 又让掌柜的 把银票换成十两一张的 其中一张又换成了碎银子 等走出档铺 叶欣然觉得腰杆质直 连外面的天都格外蓝了一些 有钱的感觉就是好 她深深胳膊 沿街找了一处绣房 把那件衣服换了五十文钱 至于玉佩 等手里钱花完了再说 收好钱 叶欣然直奔医馆而去 正好在永乐堂的门口 看见了萧淮安和长安两个 长安手中拿着一块桂花膏 应该是萧淮安刚刚给她买的 看见叶欣然 长安高兴地咬手 沈娘 这里 我们在这里 叶欣然立刻走了过去 问道 看完大夫了吗 还差一位 下一个就到我们了 萧淮安道 叶欣然点头 等医馆里的伙计喊到他们的时候 叶欣然便和两个人一起走了进去 医馆的大夫是个小年轻 圆脸 小眼睛 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看起来脾气很好 看见萧淮安三个人进来 立刻招呼道 长安来了 快来让我看看 有没有好一点 长安似乎也与她熟识 主动爬上岸前的凳子 开口说道 李叔 我觉得我好多了 是吧 那是肯定的 你李叔的医术没得说 他说着 枕上长安的手腕 片刻之后 那仿佛长在脸上的笑容 突然消失了 我不是和你们说了 这次的药顶顶要紧 每天睡前熬煮后 趁热服下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了 他看向萧淮安 萧淮安则垂着眼睛 看向长安 二叔 长安每天都乖乖喝药 长安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咬着手指 可怜巴巴的解释 那大夫怎么会说 你吃的药有问题 萧淮安进一步追问 他好像对这件事很生气 见长安委屈的都快哭了 叶兴染开口帮他解释道 我在萧家的这几天 每天都看是看着他吃药的 孩子没有撒谎 沈娘 长安红着眼睛叫了一声 却一直忍着 没让眼泪流下来 这位大夫 麻烦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之前叶兴染 虽然诊断出长安的问题 但是因为药材缺乏 长安的病又不算严重 就一直没有给他吃别的药 听大夫的意思 叶兴染也有些紧张起来 是他大意了 他应该再给长安仔细检查一下 听见叶兴染这样说 大夫又把手重新放在长安的手臂上 闭着眼睛整了半天 直到再次睁开眼睛 他才开口道 确实是吃药了 淤质的现象有了改善 但是进步的程度却差了很多 会不会是药效不够 萧淮安猜测 圆脸大夫听完 一下子就炸了毛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开的药都是按照最精准的搭配来的 怎么可能药效不够 一定是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吃 叶兴染皱了皱眉头 那麻烦大夫 把您之前开的药方再写一遍 怎么 你懂医术 大夫有些不懈地看向叶兴染 我写了 你能看懂 简单的药方可以看懂 大夫年纪轻轻 难免会有纰漏 多一个人 可多一份保障 这话叶兴染以前 对着实习的学生说过 因为说到了最擅长的部分 他差点忘记了 自己现在也只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我年纪轻轻 你好大的口气 一句话戳到了圆脸大夫的痛点 小大夫二话没说 拿过纸笔刷刷刷写下药方 递到叶兴染面前 诺 你看 我倒是想看看 你能看出什么纰漏来 叶兴染仔细看着药方 子单身十五钱 白扣人六钱 钱壶八钱 红葱服十二钱 谢白八钱 何手乌十钱 先调淤堵 再补兴器 倒是一个好方子 按照这个方子吃半个月 脉象上会有明显变化 你的药方 真的是这么开的 叶兴染问 圆脸大夫对别人的质疑十分不耐 立刻道 当然 我柳真言的药 还能有假不成 既然如此 那就再开一副吧 这次我看着孩子吃 叶兴染说道 不过 这药方虽然好 却缺少一个药饮 若是用三前灵芝做饮 药效会更好一些 柳真言听了叶兴染的二话 愣了片刻后 仿佛醍惯灌顶 对啊 灵芝与谢白互为虚实 确实是好方子 他立刻拿起笔来 笔走龙蛇 很快就重新写下了一副方子 交给小二道 按照这个方子 去给萧公子抓药 萧怀安和叶兴染起身要走 柳真言忽然伸出手来 等一下 敢问这位叶娘子 可是学过医术 他眼神热切地 看向叶兴染 叶兴染只淡淡地道 没有 因为家中有人身体不好 只看过几本医书 却一无所成 柳真言文言 以一副古怪的神情 看向叶兴染 我只是年轻 并不是傻 你连药影都说得这么准确 却告诉我只看过一点医书 叶兴染怂怂间 确实只看过一点 柳真言横 雷医生 还要与他理论 萧怀安却上前一步 挡在叶兴染面前 柳大夫是不是问得太多了 就算他真的学过医术 又当如何 柳真言气急 我就是想问问 从哪里学的 又不想做什么 你们这对夫妻 还真是小气 不说就不说 我还懒得知道呢 这时候 小伙计也包好了药 拿到萧怀安面前 萧公子 一共是二两八钱 萧怀安点头 一手接下药 一手从腰间的荷包里 拿出一把碎银子 叶兴染扭头看过去 发现他荷包里的银子 分量都很小 里面还掺杂着几枚铜钱 看样子 卖猎物的收入并不多 萧怀安付了账 察觉到叶兴染的目光 他没有说什么 却在走出医馆后 从腰上解下荷包 递给叶兴染 今天卖猎物 得了四两一千银子 买完药 还剩下一两三千 全都在这里了 叶兴染没接 反而看着萧怀安 给我做什么 萧怀安神色不变 家里的吃穿用堵 我也不懂 这些银子都放在你那里 看看需要买些什么 都给我了 叶兴染有些意外 萧怀安之前 还口口声声让自己离开 怎么这会儿 就将全副身家 都交给自己了 嗯 萧怀安解明恶药的 吐出一个字 叶兴染 那行 一会儿我要去买些东西 把这些钱都花了 你不能有意义 萧怀安 可以 不过张沈的工钱 需要留出来 萧怀安不提 叶兴染一时半会儿 倒没想起这个人来 你倒是还惦记着 那个张婆子 你可知道 他在你家里都做了什么 叶兴染冷笑 萧怀安皱眉 他做了什么 他看向长安 长安对萧怀安又惊又怕 有些事情他不问 长安不敢主动提起 见萧怀安看着自己 他忙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还添油加醋 描述了张婆子摔倒的惨样 沈娘特别厉害 多亏了沈娘 这些事 为什么不早点后说 萧怀安脸色明显冷了下来 长安看得害怕 连忙躲在叶兴染身后 只敢露出半张脸 小声道 我们怕你生气 不敢说 见萧怀安还是脸色难看 叶兴染也护着长安道 你那么凶 孩子当然怕你了 冷冰冰的一张脸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面瘫呢 萧怀安忍住脾气 大手罩住长安的脑袋 轻声道 你们怎么没想过 你们若是不说 我会更生气 长安低着头 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只好使劲抵着衣精 二叔 我们错了 我以后有事 都会和二叔说的 这次就算了 我不希望有下次了 长安仰起头 睫毛上还沾着金银的泪花 不会有以后了 我们有沈娘了 沈娘不会让人欺负我们的 萧怀安的神情 有些不自然 三个孩子 明明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更长 可是为什么这么轻易的 就相信了叶欣然 并且和他相处得更好 难道是他身上 有什么不同常人的特质 萧怀安又重新打量了一下叶欣然 并没有看出来 行了 孩子都知道错了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 不过我怀疑长安的要出了问题 也是那个张婆子搞的鬼 回去之后得好好查一下 他要是敢做这种缺德事 一定不能让他好过 萧怀安点头 我会找他加算这笔账 那我们就去集市上买东西吧 叶欣然高兴地提议 这次来 他最盼的就是去市集买东西了 什么水晶肘子 酱牛肉 麻辣兔肉 烧土鸡 每一样对他来说 都有着极大的诱惑 不过 钱不能一次性花完 得有长远的算计 肉不能一次买太多 但是可以买几只鸡鸭回去养着 养大了可以下蛋 馋了还可以吃肉 猪仔就算了 猪吃得太多 粪便的味道也大 他们的小院子根本养不下 还有就是 买一点米面 油和调料 各种调料都要来上一些 叶欣然一边看着街边的东西 心里一边做着打算 最后在粮油店买全了油盐酱醋 又买了八个瓷碗 两口大锅 一袋米 一袋面 五斤肥瘦相间的猪肉 一副猪内脏 又去集市的最东头 买到了三只老母鸡 两只小鹅 叶欣然负责买 肖怀安就负责 把叶欣然买的东西 不断地搬到车上 眼见着叶欣然 把一两一千银子都花完了 又从自己兜里掏出别的钱来花了不少 肖怀安不得不阻止到 家里的东西可以慢慢添置 你自己的钱 自己留着应急 买完面的时候 肖怀安给的银子全都花完了 可买这些家用小东西真的很上头 买了这个又想买那个 总想要把家里的东西 都一次性置办齐了才好 直到肖怀安开口 叶欣然才看看停手 其实还缺很多的东西没有买 桂花糕 核桃糕 新出锅的糯米粽子 家里新的棉被 孩子们的新衣服 新鞋 还有别的用具 这么一想 叶欣然又觉得自己兜里的一百两银子 根本就不够用了 先买这些吧 其余的 等下次再来买 肖怀安再次相劝 叶欣然恋恋不舍地说道 行 那我们就回去吧 空空的车子 一下就填满了 肖怀安最后把锅扣在了米袋子上 这才挪出了叶欣然和长安座的地方 他俩的身边 就刚买的母鸡和小鹅 母鸡瞪着豆粒大的眼睛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小鹅们却是一脸呆滞 他们身上黄色的绒毛还没有褪去 就连嘴角都是黄的 长安看得十分欢喜 沈娘 我们家要养鸡了吗 是啊 以后 你就要每天去割草回来喂鸡和小鹅 怕不怕累 长安赶紧摇头 不怕 玉凤家里也养鸡了 我以后每天和他一起去 带上你二个 叶欣然提醒 对 还有二个 长安一脸稀奇的表情 我要把鸡味得胖胖的 这样我们以后就有鸡蛋吃了 说着 他忍不住巴搭了一下嘴 嗯 有了鸡蛋可以做鸡蛋羹 鸡蛋饼 糖水鸡蛋 还有炒鸡蛋 以后保诊让你们吃得够 叶欣然也吞了吞口水 他以前觉得自己 算是个挑食的人 没想到来了这边 竟然连鸡蛋都成了美味 一车的东西分量不轻 可肖淮安回去的速度 却丝毫没受影响 叶欣然仔细观察了一下 肖淮安在走路的时候 左脚的脚跟并不落地 整只脚就靠着脚掌和脚尖用力 看起来是跟剑那里出了问题 若是陈旧性的损伤 恐怕要手术才能恢复 可空间三楼的手术室和储藏间 现在都没有放开 就算是想制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实现的 太阳正当头 肖淮安脸上的汗珠 像豆粒一样滚落下来 经过修长的脖梗后 慢慢地引入衣衫之中 叶欣然以手作善 扇了扇风 倒不觉得太热 因为腹中饥饿的感觉更明显一些 刚才在市集只顾着买买买 竟然忘了要垫垫肚子 一家三口就这样饿着肚子走回来了 他是买东西太上头 忘记了吃饭 那肖淮安呢 也想不起来吗 叶欣然看着长安 是不是饿了 长安摇摇头 长安不饿 沈娘饿了吗 长安把桂花糕给沈娘吃 说着 他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掏出桂花糕来 赫然就是他之前啃的那块 上面还有两个明显的牙印 你吃吧 叶欣然摸摸他的头 一会儿回去了 咱们做好吃的 长安的那块已经咬过了 肖淮安听见两个人的话 停下车 从被楼里掏出一个油纸包 打开油纸包 里面还有四块桂花糕 肖淮安拿出一块递给叶欣然 吃这个吧 谢谢 叶欣然不好意思地接过来 没想到自己的话被他听到了 一炷香的时间后 他们终于走到了村口 在那里碰到好几个回村的村民 他们或背或报 全都拿着隔根 肖淮安没有打算理会他们 他在这里早就习惯了独来独往 谁知道其中一个村民 却主动打了招呼 你们一家三口 这是去市集了 还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叶欣然看见说话的是张大力媳妇 就回道 是 刚卖了猎物 买点粮食回来 嫂子 你们今天收获怎么样 陈氏把身上的被楼往前送了送 略显失望地说道 你看 就这些 今天东沟村的人也来了 跟在咱们身后挖个根 这片山没主 咱们也不能赶人家走 不过他们弄得也不多 大头咱们昨天都弄回家里来了 幸亏昨天下手快 嫂子 要不你把贝勒放车上 我们给你带回去 叶欣然还记得昨天张家帮他们带了隔根 不用不用 你们车上都装满了 快点回去吧 陈氏朝他们摆摆手 萧淮安便拉着车子走远了 眼看着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远 跟着陈氏一起走的两个妇人 立刻说道 看见没看见没 那车上放着米活面 还有三只母鸡呢我看 怎么没看见 那两口铁锅一看就值不少钱 这大小姐 是把萧淮安的家底都花光了吧 听说他们家那个最小的 一直要吃药 这不得 把孩子的买药钱也给花了 陈氏听着两个人越说越离谱 开口道 我看这个叶娘子人不错 不会不给孩子看病 你怎么知道 你虽然住得近 也不能连人家自己的家的事都清楚吧 反正啊 这女人还是得会过日子 萧淮安虽然有点本事会打猎 可在能赚钱的爷们 也架不住有个能败家的娘们 还得是咱们这样会过日子的才行 你们两个再会过 那也得有东西给你们过 要不是人家叶娘子 你能吃上这隔根呀 陈氏听不下去 加快脚步离开了两人 另外一边 叶欣然三个人到了家 萧淮安立刻把车上的东西卸了下来 我去把车子还给李正 萧淮安说道 等一下 叶欣然说 咱们用了别人的车子 哪能空手还回去 一会儿我蒸好了包子 给李正叔他们带几个过去 萧淮安立刻被提醒了 他只想着 借了人家的东西要快点归还 却忘记了 用人家的东西要有谢礼的道理 想起以前送礼的人都在府外排成一排 只要与他沾上点关系的 都高兴地感恩戴德 萧淮安早就忘记了 与人交往 是要礼尚往来的 行 那我一会儿再去还 说着 他拿了把刀出门 我去砍几根竹子 回来做炸了 萧淮安去安置买回的鸡和鹅 叶欣然便把注意力放在做饭上面 这个时间不晚不少 吃饭的话时间上有点尴尬 所以叶欣然才决定做包子 这样晚上饿了 稍微热一下就行 空间厨房里自发粉 做起来十分方便 叶欣然把买来的面和米 放入缸中 从空间里拿出大半盆的自发粉 用水活匀后 在面盆上加上盖子 放在锅台上 长平何长生在外面 看了好半天的鸡鹅 这会儿才凑了过来 看见叶欣然在和面 立刻问道 沈娘 需要生火吗 生 一会儿我先把汤给煮上 叶欣然答 家里有隔根 正好配买回来的桶子骨煮汤喝 好 我这就生火 长平痛快地答应 沈娘 那我做什么 长生赶紧问道 你去外面拔一棵白菜 把白菜洗干净 一会儿我要铺在锅里 我呢 长安也不甘示弱 你和哥哥一起去洗白菜 一会儿让两个哥哥剁肉馅 你负责给他们端盘子 好 长安也立刻兴致勃勃 三个孩子全都行动起来 叶欣然也把隔根削了皮 切了块 多次冲水后 去掉表面的淀粉 又把骨头焯水 去掉了血沫 然后 把隔根和骨头一起放进锅里 添水后 放入生姜 料酒 和一点点冰糖 用文火慢慢地煮着 面还没有发好 趁着这个间隙 他又把厨房里所有的调料罐子 全都刷干净 倒扣亮水 等罐子干透了之后 把买来的盐 糖 花椒 八角等各种调料 全都放进了罐子里 这会儿没人注意 叶欣然一边装 一边又从空间取了调料出来 放到了一起 反正当着萧淮安的面 把调料买回来了 至于以后怎么用 用多少都是他说的算 空间里的调料 可以不断地补充进来 买不到的海鲜酱油 和鸡精等调料 可以浑水摸鱼 出现在他们家的厨房里 没多一会儿 馅料全部都剁好了 再看看盆里的面 也出现了一个个的小洞 叶欣然把豆腐 切成豆粒大小的 开始调馅包包子 这次的包子 有两种馅料 一个是猪肉大葱馅 一个是豆腐馅 其实他更喜欢吃辣白菜馅的 不过现在条件有限 退而求其次 豆腐馅的包子也很不错 叶欣然包包子的手艺很好 每个包子都是皮包馅大 十八个折 锅里的水很快烧开 让长生把帘子放进锅里 上面铺满白菜叶 他先把猪肉馅的包子 放进了锅里 锅底的火很旺 没多一会儿 丝丝缕缕的热气 就沿着锅边冒了出来 热气裹挟着面粉和猪肉的香味 一点一点地散发出来 长生三个人 全都被香气吸引 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锅盖 师娘 包子什么时候能好 长安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还要一会儿 叶欣然在心里掐算着时间 大概十五分钟后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 好了 他一把掀开锅盖 闷在锅里的热气猛的一下 全都钻了出来 更加浓郁的香味 立刻在空气中蔓延开 三个孩子全都把目光 聚集在了锅里的包子上 包子一个个能有拳头大小 一个挨着一个 白白胖胖的 在遇到冷空气后 膨胀的身子迅速地缩小了一点点 彼此之间都有了空隙 等热气散得差不多了 叶欣然立刻将包子 从锅里捡了出来 包子的馅料很足 蒸制的过程中 馅料里的汤汁 已经顺着面皮渗透出来 浸润了包子的表面 看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 叶欣然叮嘱道 现在还热 稍微凉一下再吃 他说着又把猪肉包子放进锅里 继续蒸下一锅 等他盖上锅盖 看见三小只 还没凉吗 我看看 说着 他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 馅料的油水很足 一大块紧实的肉馅 夹杂着灵性的葱花 一口下去 肉香混合着包子皮的麦香 在口腔里蔓延开来 香的人恨不得连舌头一起吞下去 嗯 好吃 叶欣然点头 然后对三个孩子说道 吃吧 先颠颠肚子 等下一锅好了之后 我们就开饭 孩子们早就忍不住了 叶欣然一声令下 他们立刻一人拿了一个包子 上去就是一大口 魏蕾带来的满足 让人精神愉悦 长安被烫的呲牙咧嘴 甚至忍不住剁了剁小脚 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咬了下一口 看三个孩子 吃得满嘴都是油 叶欣然笑着提醒 慢一点 可这么好吃的包子 谁能忍住 长平很快又吃了第二个 师娘 这包子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他边吃边说 长生也说道 这包子比我们学堂的包子好吃太多了 吃过这个包子 觉得以前吃过的全都是浮云 比桂花高好吃 长安也补充道 叶欣然笑着说 哪有这么夸张 不过是普通的包子 你们要是喜欢 沈娘以后可以经常给你们做 谢谢沈娘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你们先吃 我去前院看看 你们二叔回来没 叶欣然想起 家里还有一个大活人没有吃到 便捡了两个包子 往前院走 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回来了 叶欣然边走边想 等走到前院 却看见肖怀安已经脱光了上半身 正站在太阳下擦身子 男人肩膀宽阔 身姿挺拔 小麦色的肤色 在阳光下 泛着温柔的光 他手中的软布 擦在蜜色的脖梗上 晶莹的水珠 立刻从尖头滑落 沿着一束束雕刻般的肌肉 逐渐向下 划过静瘦的腰身 往更深处滑落 这是什么美男出于途 叶欣然觉得十分扬眼 吃了两次亏 总算补回来了半次 他挪动脚步 正准备换个角度继续看 肖怀安突然转过身来 冷力的目光 像利剑的一样的望过来 吓得叶欣然一个哆嗦 见来人是叶欣然 肖怀安的神色突然变了 从冷力一下 变成了慌张 还没等叶欣然开口 他一把扯过放在一旁的衣服 给自己裹了个岩石 你怎么来了 他问 我来给你送包子 叶欣然把手里的碗 往前递了递 我等下再吃 肖怀安神色还是有些不自然 叶欣然无所谓的开口 行啊 一会儿在一起吃 说完他抬脚要走 刚走出一步 又像是想起来什么 转过身来 肖怀安见状 把身上的衣服裹得更紧 叶欣然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紧张什么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要洗澡 可以回自己的房间洗 不然在外面被人看到了 吃亏的可是我 他带着笑容回到后院 三个孩子看他这么高兴 都凑上来问 沈娘 怎么了 没事 叶欣然把手中的包子放下 正好锅里的豆腐也好了 便打开锅 把里面的包子剪了出来 豆腐包子是纯素馅的 里面放了切碎的木耳 用豆瓣酱调味 此时辣油已经浸润了包子皮 一看就是又辣又香 他拿来的大竹盘 一半装猪肉包 另外一半装豆腐包 又成了五碗隔根骨头汤 便招呼孩子吃饭了 开饭了 过来吃饭 我去叫二叔 长安刚想去叫二叔 就看见二叔也已经换好了衣服 屋子里走了出来 二叔快来 沈娘包的包子特别好吃 长平大声喊 萧淮安神色自然地走了过来 已经完全没有刚才被看光时候的别扭 叶欣然故意在他身上 从上到下看了一眼 眼神在腰间盘旋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吃饭吧 骨头汤很鲜 隔根自身的甜味被炖煮出来 加上没有其他调味料的影响 食物本身的鲜味就更加的明显 叶欣然拿起一个豆腐馅的包子 咬一口 红色的腊油就沿着包子皮渗透出来 又辣又香 他把这一口包子咽下去才说道 豆腐馅的包子有点辣 你们不能吃辣的就吃肉馅的 辣味的我喜欢 我想尝尝 长生吃完了手里的肉包 又从盘子里拿起一个豆腐馅的包子 萧淮安皱了皱眉头 长生这个孩子向来恪守礼节 虽然只比长平大两岁 但是一直都是小大人的样子 看今天吃饭的驾驶 怎么倒好像变得幼稚了 长生没有注意到二叔的目光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包子上面 辣味混着这豆香和面香在嘴里蔓延 不断地刺激的舌头 又辣又饮的人忍不住去吃下一口 二叔 你吃 长安把一个肉包子塞进了萧淮安的手中 萧淮安漫不经心地咬上一口 下一刻就不自觉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当年在边塞吃过用羊肉烤制的包子 也没有现在这个来的香 二叔 好吃吧 长安摇头晃脑 高兴地问 嗯 萧淮安点头 下一刻就提醒道 行止有礼 吓得长安又立刻规规矩矩做好 接下去没有人说话 剩下的就是嘶哈嘶哈被辣到的声音 还有咕咚咕咚喝汤的声音 叶欣然自己吃了四个包子后 起身拿起一个盘子 装了四个肉包 四个豆腐馅的包子叮嘱道 一会儿 长安和二叔一起 把这些包子送到李正家 我要回房间休息了 说着 他就起身离开了厨房 刚才吃饭的时候 叶欣然好像看见空间的浓雾又淡了一点 他急着回去 查看空间里面有什么变化 关好房门 他立刻进入空间里 顺着楼梯走下去 发现厨房里的雾气 竟然全都消散了 大厨最宝贵的冰箱也显露了出来 叶欣然知道 里面存着很多好吃的食材 有从国外空运回来的鱼子酱 有先储的个头最大的海参 还有他们大厨最宝贝的火锅底料包和烧烤酱 以前他想和大厨要底料上火锅 大厨都只舍得切一块给他 如今这些东西 全都整齐的码放在冰箱里 简直像是精心准备的一样 这时候 叶欣然又开始感激大厨的吝啬 要不是他舍不得把东西送人 自己怎么有机会 享用这么多的食材 想到这里 他站在原地高兴地转了个圈 他拿了一桶大厨精心熬制的葱油 又上二楼检查了一下仪器设备 这才退了出去 长安和二叔已经送完东西回来了 李正家的御凤还追在后面 手里端着一个小盆 走到门口 他已经气喘吁吁 长安 爷爷说 让我把小鱼给你们送过来 你怎么就不等我呢 二叔说不让我收别人的东西 那么大的包子 给了八个 怎么还不让别人回里呢 你们要是不收 我们也不敢要呀 叶欣然觉得 御凤很可爱 自己走过去 接下他手中的盆子 那就谢谢御凤了 家里还有包子 要不要吃一个再走 御凤赶紧摇头 不吃了 我回家去吃 说完 一溜烟的跑掉了 哎 叶欣然端着盆喊他 可御凤早就跑远了 这孩子 可真是的 他低头笑笑 却听见肖怀安问道 听说你帮着村民找到了隔根 是啊 叶欣然答 偶尔发现的 麋鹿山上有老虎 还是少去的好 肖怀安道 你是在关心我 叶欣然反问 放心 我会小心的 不过 你去打猎 不是在麋鹿山上吗 叶欣然好奇的问 这附近的几座山 好像也就麋鹿山更大更深 想要打猎 那里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是 肖怀安一边检查 激榨栏的坚固程度 一边回答 我去山里也是迫不得已 但是不希望你们去冒险 好呀 叶欣然笑呵呵地道 那以后 我想去山上的时候就和你一起 你和我一起做什么 肖怀安皱了皱眉头 他抬头看向站着的叶欣然 他个子娇小 自己即使蹲着 也比他矮不了多少 这样的小女人还想进山 万一遇到猛兽 岂不就是去送死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叶欣然笑盈盈的 危险与机会并存 越是没人去的地方 才越有可能找到好东西 你是说药材 经历了医馆的那件事 肖怀安也确定 叶欣然肯定懂一点医术 他没有本事捕猎 那就肯定是要去山上找药材了 是 叶欣然也不打算隐瞒 如果方便 下次我想和你一起进山 肖怀安检查完了栅栏 站起身来离去 走出几步之后 这才回头回答道 再说吧 再说 就是有戏 叶欣然本来也没打算 他立刻就能答应下来 预奉送的鱼 是几条小白鱼 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看起来像是打算做来吃 因为有了包子 便又拿来做回礼了 叶欣然笑笑 东西什么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在和村里的理政 打好了关系 以后就不怕在村里被欺负 没人主持公道了 毕竟是外来户 总要做点什么 让自己站稳脚跟 叶欣然把小鱼用盐 稍微腌制了一下 然后锅里烧油 小火烘烤 让小鱼在锅里 慢慢地变硬 变得酥脆 直到两边都变成金黄色的时候 一小碟炸酥鱼就做好了 炸鱼的味道传了出去 顺着风飘到下院 飘到了张大山的鼻子里 张大山今天坐在院子里 已经闻到了好几次食物的香味了 中午是肉香 晚上是鱼香 他就不明白 萧淮安一个外来的流放饭 凭什么过得这么好 这种事 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 娘 我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吃肉 我想吃鱼 张婆子正在往地窖里 放挖来的隔根 他们家就他一个人上山 才挖了十来斤 不过这十来斤 也够吃几天的了 听见张大山又在嚎叫 张婆子也来了气 你这天天要吃肉 吃肉 老天爷下肉 给咱们吃吗 我不管 凭什么萧淮安家里有肉吃 咱们家里却没有 张大山继续嚎叫 都是夜家那个小蹄子不干好事 来了之后 三天两头地做肉吃 他们不做 哪有肉味来馋人 张婆子从地窖的梯子爬上来 抖了抖身上的土 儿子 你别看他家这几天总吃肉 那萧淮安一次能挣几个钱 买了药 还能剩几个大子 这肯定是他新娶的那个丑婆娘 把他手里传的银子 全都给花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过两天 他家连粥都喝不上了 我不管 我不管 他们有肉 我们怎么没有 那肉以前都是我们吃的 娘 你得想办法 把肉拿过来 我怎么拿 萧淮安还在家呢 那你想办法呀 张婆子看着自己 一百七八十斤的儿子 满眼心疼 这几天 儿子不肯好好吃饭 都饿瘦了 都怪那个叶欣然 得想办法 把他赶出去才行 主意已定 张婆子起身走到门外 正好看见走出来的萧淮安 他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萧公子 这次回来没着急进山啊 萧淮安冷着脸点了点头 他审视这张婆子 以前竟然没觉得 他的嘴脸这么丑了 可惜张婆子 只顾着吃肉的那点事 并没有注意到 萧淮安此刻的表情 他故意叹了口气 继续言道 萧公子 按理来说 我一个外人 不该插手你家的事 可是咱们农家人过日子 谁家不讲究个细水长流 今年年景不好 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你家还有长安这个病人 更应该省着点过 我看叶娘子 这是根本没打算和你好好过日子 不然怎么会上炖肉下炖鱼 他是不是打算 把你的钱全都花光了 然后再跑啊 当初叶欣然聚婚的事情 谁都知道 张婆子 觉得自己这么说 萧淮安肯定会发现 叶欣然的坏心思 他抬起头 果然也看到了 萧淮安阴沉着的脸 又连忙接着说了下去 听说他原来那个相好的 可是县令家的公子 长得又好 他一直惦记着也正常 就是可怜了 你们这一家 萧淮安看着他不断张合的嘴 耳朵里逐渐听不见任何声音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想把他那堆满褶皱的脖子 从中间掐断 这样 他就能闭嘴了 最后 他搓了搓手指 眉尾微微上扬 我家的是不需要你操心 我也是为了孩子好 张婆子紧跟了一句 听见这句话 萧淮安的脸色终于又变了 他双目阴沉地盯着张婆子 你为孩子们好 张婆子觉得后背发凉 身上的汗毛根根直立 我不是 我真的是为孩子们好 他语无伦次 不知道该说什么 生怕萧淮安动手 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我真的是为了你们家好 就在他软了腿 即将跪下去的时候 张大山听见动静 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娘 你干嘛呢 他大叫一声 喊回了张婆子的心智 张婆子突然想起来 萧淮安是流放到这里的罪人 他一个犯了事的人 还敢跟他们这些当地人动手不成 想到这里 张婆子的语气又硬了起来 萧淮安 我看你也是是非不分 听了那个女人挑拨的话 就开始怀疑 我了是不是 可怜我一年来 辛辛苦苦帮你照顾孩子 最后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我真是倒霉啊 说着说着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哭腔也越来越重 萧淮安自从来了这边 孩子一直是张婆子在照顾 就冲这一点 萧淮安心中对他还有几分感激 不过经过这件事后 那点感激已经全都消失殆尽 你对长安和长平做的事情 我先记上一笔 以后希望你们老是本分 若是再敢在外面说我家里人的闲话 我绝对不会侵扰 萧淮安道 张大山看见他竟然敢威胁娘 立刻扶着老太太喊道 萧淮安 你可真是羡慕杀驴的小人 我娘为你们家做了这么多的事 你竟然还想打他 就你们这样的人家 我们村子里绝不能留 大家说是不是 这会儿周围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村里人 张大山立刻对着周围说道 这个时候就显出同宗族的好处了 就萧淮安这样的外来人 还想在村里逞威风 他想得美 想在他们村里住着 还不夹着尾巴做人 张婆子听了儿子话 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 反正有别人在 萧淮安又不敢跟自己动手 大家伙都看一下 我帮着萧淮安照顾孩子这么久 他们就这么对我这个老婆子 李正当初是不是瞎了眼 怎么会收了这么一家子毒蛇回来 他们是要害了咱们村啊 大家本来就对萧淮安的身份有益 听见张婆子这样说 也全都议论纷纷 我当初就说了 这可是杀人犯 留在这里早晚都是问题 谁不说呢 李正就是烂好人 你看他那么高大 要是真的打起来 咱们村子里有几个能打得过他的 哎呀 要不还是找李 正把他们早点赶出去的好 这会儿功夫 已经有腿快的去找了李正过来 李正听见众人的议论 山羊胡子立刻翘了起来 你们几个还真是痴性大 妄性也大 忘记昨天吃的隔根是谁发现的 是谁带着你们挖的 人家好好的在这里过日子 怎么就想害你们了 家里连一袋米都拿不出来 害你们能攒攻的 老头善良是真善良 脾气火爆也是真火爆 他这样一说 原先几个说话的立刻都闭了嘴 李正书说得对 我看萧家来了一年多了 一直多安守本分 不像是那会惹事的人 二蛋爹率先开口 是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另外 有人附和道 谁让他们吃人的嘴软呢 眼看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李正干脆说道 我看大家伙 今天也来了不少 那我就和你们说一下 这萧家在咱们村 已经生活了一年多 经过了 我对他们的观察 以后萧家人就正式成为咱们云边村的村民 正式成为我们村的村民了呀 李正不再考察一下了 村民们虽然不反对他们留在这里了 但是对于这件事 还是持怀疑的态度 我这双眼睛越人无数 还能看错不成 再说了 人家萧家娘子 发现格根有功 光冲着这件事 就得给人家一个正式的身份 好好 李正说的算 虽然小事上对李正有些意见 但是在大事上 大家还是都听李正的 还有张宗家的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正 你听我说 张婆子一听李正问起 立刻说道 大家都知道我给萧淮安家的孩子 做了这么久的饭 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 结果那个新娘子 也不知道吹了什么枕头风 现在这萧淮安莫名其妙的就要打我 你说说 咱们办事也不能这么办吧 你说呢 李正打算听听萧淮安的意见 萧淮安没有开口 叶兴染从院子里走出来说道 张婆子 你说话怎么只说一半 萧淮安是雇你给孩子做饭了 但是一个月五百文的工钱 你怎么不说 不要总提什么功劳苦劳的 这活你要是不愿意干 我相信村子里很多人都这么想做 什么 一个月五百文 这么高的工钱啊 张婆子以前总说给萧家孩子做饭麻烦 我还骂过他 多管闲事 他也没提过 还有五百文钱的事啊 哪能跟你说 你做饭不比他好吃多了 说了 万一活被你抢了怎么办 叶娘子说的对 这事儿 只要萧公子说一声 咱们都想去做 男人去城里扛一个月的大包 也就一两银子 这给孩子做两顿饭 家里活还不耽误 大家听得都红了眼 张婆子 你不厚道呀 就是 这种好事你怎么不说一声 眼看着大家伙开始指责自己 张婆子气得冷笑一声 现在听见说有钱 你们一个个的都红眼了 当初萧家刚来的时候 一个比一个躲得远 你们自己都忘记了 被张婆子这么一对 大家也都不说话了 他说的是事实 那个时候 他们对萧怀安一家四口 可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可没听说钱的事啊 要是知道这么多钱 那个时候也能同意 眼看着张婆子又直冷起来 叶欣然又继续说道 其实钱不钱的倒也不重要 张婆子收了钱 就应该好好做事 我们也没什么挑剔的 可他拿了钱不办事 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灵巡 不说 他竟然还污蔑孩子偷东西啊 这么小的孩子啊 懂什么 吃一口家里的饭都能被说是小偷 眼睁睁看着坏人 把家里的粮食拿走 也不敢说话 这事放谁身上 能受得了这个气 我们外来人懂得守本分 但是你们这一族的 也不能总是捏软柿子不是 随着叶欣然的话 大家全都看向了三个孩子 孩子们都穿着补丁衣服 一个比一个瘦 真的如叶欣然所说是三个小可怜 他萧淮安每次都买那么一点粮食 家里三个孩子当然吃不饱 这事能怪我吗 谁看见我偷了他们家的粮食 总不能凭着空口白牙就污蔑我 举头三尺有神命 我要是偷了萧家的粮食 就让我不得好死 张婆子说的唾沫横飞 举着右手诅咒发誓 众人看了都嗤之以鼻 其实村子里都知道 张宗这两口子爱贪便宜 只是这事儿非得当场抓住了才能算数 现在说出来根本没办法证实 叶欣然也不指望张婆子承认 反正事情闹出来了 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不是坏事 这个哑巴亏我们认下了 他说 不过我好心提醒一句 那粮食吃了就吃了 我只当是喂狗了 可是孩子的药药室也拿去吃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医馆的大夫都是辩证开放 有病的人吃了能治病 没病的人吃了用不上半年 就会长穿肚烂而死 啊 这么严重 你胡说 张大山听见叶欣然的话 和众人的议论立刻反驳 那明明是荷守屋 根本就不会死人 是吗 你只吃了荷守屋吗 叶欣然追问 张婆子却立刻觉察出了不对 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 你别听他胡说 医生开药都是救人的 哪会害人 什么长穿肚烂 明明是他下边的 张大山也立刻清醒了过来 对 我们根本就没吃 管他是什么药呢 娘 我们回家 以后离这家人远一点 说着 两个人互相搀扶着 回到院子里 村民们却从刚才的对话中 听出了端倪 连孩子的药都偷 这家人也太不要脸了 就是 这不是给咱们云边村丢脸吗 以后可少和他们家来往 这家人占便宜没够 这萧怀安也够倒霉的 怎么找上这样的人家 议论声中 众人纷纷退去 李正也叫住萧怀安 要和他商量 给他画地的事情 长安瞪大眼睛看着叶欣然 担心地问道 沈娘 那要吃了真的会死人吗 不会 叶欣然摸了摸长安的头 他就是故意说出来吓唬他们的 没想到张大山一下子就露出马脚来了 虽然暂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但是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也好 以后 张大山只要不舒服 就会想起今天这件事 让他日夜怀疑自己中毒了 这就是叶欣然的目的 小刀割肉 他们吃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打发三个孩子进了院子 叶欣然来到李正和萧怀安的身边 李正用手指着西边的方向 说道 那边有一块薄田 算是咱们村里比较好的 能有两母左右 回头我带你去看看 虽然也不是好田 但适中点什么下去 总能长出来不是 萧怀安对田地的事可有可无 他本来就不会种地 这田给他了 用处也不大 但是有了地 成了正式的村民 至少孩子以后 读书要方便许多 也能去好一点的书院去 叶欣然听见两人的话 凑上去说道 李正说 我不要这块地 能不能把东边的那座山都画给我 李正听见这话 吓了一跳 东山 山上的荒地可不好开 山上土质肥沃 重东西长得快 叶欣然道 李正一脸你啥也不懂的表情 你就没想过 山上都是树根 光袍树根都能累死个人 如果我坚持要那座山呢 叶欣然问 李正的山羊胡子又翘了起来 你坚持要也不行 那座山值二百两银子呢 我不能说送就送出去了 那算了 我先要那块地吧 一听说要二百两的银子 叶欣然立刻就松了口 不过李正说 那山你要给我留着 等我有钱了我再买 李正莫名其妙地看了叶欣然一眼 这姑娘也是咒 有那钱买山做什么 明天吃了早饭 记得找我去凉地 说完 他又背着手慢慢走远了 天已经彻底黑透 四周都安静下来 叶欣然走回院子 看见鸡鹅都趴在篱笔里面睡着了 肖怀安倒是细心 给他们搭了一个简易的窝棚 五只小东西挤在一处抱团取暖 叶欣然回到房间 发现长安并没有回来 立刻出门去喊 长安 要吃完了吗 吃完要回来睡觉 过了好一会 长安才别别扭扭地 从另外一个房间里出来 我来了 回到房间 叶欣然觉察出长安的不高兴 问道 怎么了 怎么不高兴 长安咕噜一下爬上床 说道 哥哥说 我要和他们一起睡 这是二叔和沈娘的房间 可是 我喜欢这个房间 这里香香的 那明天 沈娘和他们说 以后你都和沈娘一起睡 沈娘最好了 长安笑眯眯的 眼睛弯成了月牙 叶欣然帮长安盖好被子 看着他睡着后 又一次进入空间 反应府里的药品 还在发酵之中 叶欣然打开药匣 从里面找到了几块 炮制好的核手屋 这次去药店 大概观察了一下 他们的中药 发现 现在中药的炮制方法 还没有后世那么惊细 自己的这几块核手屋 应该能卖得上高价 不过这核手屋 自己日后还要用 若是现在卖了 又怕找不到这么好的 叶欣然一时也陷入了两难之中 还是得研究一个别的赚钱方法才行 他退出空间 试着把一个包子 放入一楼的厨房之中 没想到 这次还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说 他的空间也是分工能区的 二楼能够收入药材之类的东西 食物却不行 但是一楼却正常可以收纳食物 可别的呢 他把被子下面的银票拿出来 往空间里放 发现没用 根本放不进去 这就有点鸡肋了 他还需要有一个能储存贵重物品的地方才行 叶欣然想着想着 就进入了梦乡 没想到半夜长安又开始翻腾 他迷迷糊糊的进了空间里 才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起床后 萧怀安已经开始在院子里劈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更趁得他眉眼间风姿夺人 叶欣然看着他身边小扇一样高的柴火 不由的张大了嘴巴 你这是一宿没睡 怎么批了这么多的柴 我看家里柴不多了 就多准备出来一些 免得我走了 你们用柴不方便 萧怀安边说边又落下斧头 他的斧头描得很准 正好落在了木头的正中间 木柴归归整整地从中间裂开 批成了两半 叶欣然惊讶于他的力气之大 这样的木柴 他至少要批个四五下 才能成功 你今天又要进山吗 叶欣然问道 如果按照长生他们所说 他应该是睡一晚上就走 果然 萧怀安答道 嗯 一会儿合理正 看完田地就走 哦 叶欣然应了一声 走了挺好 免得家里睡不下 那我一会儿烙点饼 给你带着吧 叶欣然好心地说 本来吃了好几天的饼 他打算今天早上吃米饭了 不过米饭不方便携带 想了想 还是做饼更快一些 那就有劳了 萧怀安也点了点头 通过这两天的相处 他发现 叶欣然和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 虽然个子很小 但是看着一点也不娇气 脾气不小 却也很讲道理 特别是他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让孩子和李正对他改观 这件事实在让人佩服 叶欣染糊了一大盆面 分别做了糖饼 椒盐饼 葱花饼 还有芝麻饼 各种饼在盘子里落得老高 等孩子们起来了 都迫不及待地挑了自己最喜欢的来尝 这个糖饼真好吃啊 我这个也好吃 芝麻的可香了 那也不如我这个 又咸又香 你们都没吃过 师娘 你这手艺比酒楼的大厨还要好 长生绞尽脑汁 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夸赞词 叶欣然却笑着问 酒楼的大厨 做饼是什么味道的 我都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长安小声地说 还有我 长平也附和 长生挠了挠头 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味道了 快吃吧 剩下的一会儿 都让你们二叔带走 啊 三个孩子都看向叶欣然 怎么了 长生这才说道 沈娘 二叔以前上山都不带粮食 就是 以前没人给二叔做这么好吃的饼 长平也说道 可是现在有沈娘了 长安乐呵呵的 嘴里的糖饼还没咽下去 就急着说道 沈娘对二叔最好了 因为沈娘喜欢二叔 你们别瞎说 叶欣然正要纠正他们 就见萧怀安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想到刚才的话他都听到了 叶欣然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就红了脸 他不会当真了吧 他看了看萧怀安的神色 后者倒是面色如常 我刚才和李正去量了一下地 那块地也挺好 就是石头多了一点 等我有时间收拾出来 可以种点菜 行 叶欣然也稳住了心神 把碗往萧怀安那边推了推 先吃饭吧 谁知萧怀安并没有坐下来 反倒盯着叶欣然的耳朵问道 你耳朵怎么红了 叶欣然的脸 刷得一下更红了 就是 自己好好的 为什么要脸红呢 萧怀安也是讨厌 为什么要盯着自己看 还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哦 可能是刚才锅太热 好的 他堵着气回答 辛苦了 萧怀安安慰一句 几个孩子 这次似乎也看出两人之间的不自然 一个拉着一个跑了出去 叶欣然则把剩下的饼包好 递给萧怀安 盘子里的两个给你做走饭 剩下的给你带着去山上吃 我一会儿还要去隔壁和陈大嫂学裁衣服 就不送你了 好的 家里的事就辛苦你了 萧怀安又到了一句辛苦 你若是真的心里过意不去 我倒也有事求你 哦 说来听听 叶欣然立刻就从怀里拿出了上次做药剩下的一朵冰铃花 这朵花他一直保存在冷仙柜中 还是刚才想到要用才拿出来的 你经常在山里跑 帮我看看有没有这种花草 要是有 你帮我采一些回来 太深的山他不敢去 只能暂时求助萧怀安 小事 萧怀安并不问他打算做什么 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他接过冰铃花塞进怀里 看得叶欣然一阵心痛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找到的 要是萧怀安找不到花 他又损失了这一朵 那可就亏大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叶欣然只好安慰自己 一朵花而已 怎么把你心疼成这样 我看你的脸又红了 萧怀安开口打断了他的思路 有些玩味地说道 你还挺爱脸红的 叶欣然一口气 差点没喘上来 谁爱脸红了 你全家都爱脸红 他没理萧怀安 直接转头离开了厨房 萧怀安嘴里咬了一块糖饼 看着叶欣然匆匆离去的背影 不由地弯了弯嘴角 竟然生气了 怎么这么爱生气 叶欣然害羞是真的 但是离开的理由 也不是随便瞎说的 他回屋从箱子里拿了块布 争去了隔壁的张大力家 陈大嫂也已经在院子里等他 看见叶欣然 立刻迎了上去 快来快来 我都准备好了 叶欣然顺着陈大嫂的视线看过去 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线婆罗 婆罗里面放着好几种颜色的线球 陈大嫂拉着叶欣然一起坐下 才又开口道 你昨天和我说过之后 我连夜把这些家伙事都找出来了 就是好久都没做衣服了 有些手上 叶欣然也是无意中听人提起 陈大嫂以前也是做衣服的一把好手 她给孩子做的衣服 大家都觉得好看 以前还有人找她裁剪过衣服 只是这两年年景不好 也没人舍得做新衣服穿 你看我这料子能行吗 叶欣然说着 便把自己带的料子递过去 陈大嫂看着这么整张的料子 心中羡慕不已 哎呀 这么一大块料子 能做好几件衣裳呢 这颜色虽然暗沉点 但是近脏 适合孩子穿 那就麻烦陈大嫂了 我一会儿让孩子们过来量尺寸 你看着给做就行 就是不知道 做衣件得多少钱 提到钱 陈氏也有些不好意思 家里条件不好 她也想着帮衬一把 可叶娘子可是帮过他们家的人 她怎么好意思收钱呢 她心中计较了一下 说道 叶娘子要是不嫌弃我手艺差 做衣服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我也不收钱 就拿当初 你家借我家的那一瓢米顶了 行吗 这也太便宜了 叶欣然想 不行 那 陈氏听见叶欣然说不行 立刻局促起来 自己是有些贪心了 人家看得起 自己让帮着做衣服 怎么能收钱呢 那就顶半瓢的粮食 她又试探着问道 我是说太便宜 不是太贵 叶欣然道 这样吧 你把衣服做好之后 如果孩子们都喜欢 除了那瓢米 我再送你两瓢怎么样 叶欣然知道 这个时候的米并不便宜 与其给她铜钱 让她自己去买 不如自己直接将米换成粮食 再给两瓢 陈氏一激动 立刻咳嗽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她的咳嗽终于平息下来 不好意思地对叶欣然道 我这老毛病了 叶娘子不要介意 你刚刚说 能再丢两瓢米 嗯 叶欣然答 手指却伸过去 摸上了陈氏的脉搏 陈氏吃了一惊 你还会看病 稍微懂一点 叶欣然两根手指交错用力 发现陈氏脉搏紊乱 寸脉太弱 一看就是体内弹热 加上淤质不通导致的咳疾 看着陈氏期盼的眼神 叶欣然安抚道 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你心气欲竭 凡是网开了想 身子就能好一半了 改日去医馆买些桑白 平日里多喝一些桑白水 有助恢复 陈氏连连点头 之前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我以后一定网开了想 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行 叶欣然答 那我去叫孩子们过来 三个孩子一听说要做新衣服 都有些不敢相信 沈娘 要不给大哥做吧 大哥读书 要穿好衣服 我和二哥穿过的就行 长安还在精打细算 叶欣然却不由分说 把三个孩子都赶了过去 让你们做就做 别那么多废话 把孩子们送到隔壁 他自己却背着一个被篓 腰间跨着一把砍刀 也往麋鹿山的方向去 都说那麋鹿山上危险重重 可是在叶欣然看来 财富从来都是与风险并存 若是像周围的山这样 谁都能去的 上面肯定不剩什么东西 反倒是麋鹿山上这样人际罕至的 才有可能发现好东西 路上遇到村民去田里干活 大家都有些无精打采 有的蹲在地头 看着田里倒苗叹气 好不容易把水稻栽了下去 这一连半个月不下雨 河里的水都快干了 这样下去 今年的收成又完蛋了 叶欣然也知道农民的不义 却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快走到村口的时候 叶欣然看见李正带着十几个人 也往这边来 李正看见叶欣然 先开口问道 叶娘子 你这是又要上山去 叶欣然点了点头 李正气得山羊胡子抖动起来 你这个女娃子 都和你说了山上危险 你怎么就不信呢 那萧怀安上山 人家有九尺高的个子 还有一身的力气 你看看 你自己 还不到人家脖子高 又长得这么瘦 要是遇到点什么东西 你怎么办 李正说 你别生气 我心里有数 叶欣然赶紧劝道 您老都这个岁数了 气大伤身 哼 李正傲娇地转过脸 谁心还为你生气 我只是不希望 我村里的村民无故丢失 到时候 还要带着一群人去找 不会 我不去深山 只在挖个根的附近看一看 叶欣然解释 李正 你也别怪我老头子多管闲事 我就是怕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分寸 叶欣然欣然笑道 知道了李正书 我会注意的 他看见李正后面跟着的 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他们手里拿着搞头和锄头 各个脸上还带着怒气 便也问了一句 李正书带着这么多人 是要去干什么 难不成要去打架 李正一听 立刻提高了声音 打什么架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打什么架 那东沟村在上游拦了我们的水源 我这是 和他们说理去 说理还带着这么多的打手 是为了震场子吗 叶欣然心想 那李正说 你们也小心点 我先走了 叶欣然说完 继续往麋鹿山的方向而去 经过前两天的扫荡 麋鹿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神秘和可怕 叶欣然在山脚 还遇到了好几个人 在继续寻找隔根 不过就村里人那强大的战斗力 恨不得把隔根的孙子都挖回家 这会儿再找 也找不到什么东西了 他绕着山脚走了一圈 发现人多狡杂 地面已经被踩得乱七八糟 半颗草药的踪迹也没有 便只好继续往更深处走去 这次他选择了与陷阱相反的方向 刚走出几百米远 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不过不是草药 而是又大又肥的牛肚菌 还真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这么好的蘑菇竟然没人来捡 就只好便宜我了 叶欣然蹲下身子 把一块块牛肚菌放进筐里 因为很长时间没下雨 菌子的散面都有点干 不过这样正好 若是雨水充足 这么大的菌子 怕是要烂掉了 牛肝菌成片的生长 叶欣然的注意力 完全被菌子吸引 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越走越深 直到地上的菌子 都被他捡完 筐里装了半满 他这才直起身子来 却发现什么都看不见了 怎么这么大的雾 眼睛看不清楚 耳朵就变得格外的灵敏 在这一片浓雾之中 叶欣然忽然听到了 潺潺的流水声 水声虽然不大 但在这寂静的山林里 却显得格外的突兀 叶欣然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山上有泉水 叶欣然顺着声音 慢慢地走过去 他走得很小心 每一步都是试了之后 才会踩实 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斜面有点湿 就知道自己到地方了 他蹲下身子 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支流 支流沿着地面弯颜下 冲出了一条浅浅的小沟 叶欣然有些惊喜 一般在山上出现这样的支流 就说明 山上一定有地下水源 这会儿他也终于想通了 为什么山上的雾气会这么大 都是因为地下水源啊 他沿着支流继续往上走 直到走到一块大岩石的地方 才停下来 这水就是从岩石里面流出来的 根据叶欣然的经验 岩石的缝隙中有水流出 意味着岩石下面 很可能就是水的源头 看雾气浓重的程度 这山里的地下储水量应该很大 若是能把山上的水引到水下 是不是就解决了村民们用水的问题 想到这里 他也顾不上剪蘑果 背着贝楼 就朝山下走去 随着太阳一点一点升起 山上的雾气也越来越淡 等叶欣然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山上雾气已经完全消散 他回头看了看清脆的麋鹿山 觉得这一片大山 在自己眼前脱去了神秘的色彩 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他直接来到李正家里 却听见李正老婆又在骂人 你说说你 多大岁数的人了 你还敢跟那些小年轻动手 幸亏你祖上积德 这辈子让你想到了庇佣 这一搞头 要不是跑歪了 就彻底给你脑袋开了瓢 我看你这里正还做不做了 听说李正受伤 叶欣然立刻推门走了进去 李正审 李正书他怎么了 李氏看见叶欣然 就像是看到了救星 一把抓住叶欣然的手 把他拉到李屋去 你看看 你看看 他一个老头子 伤成这个样子 跟个血葫芦似的 一回家 差点把我吓死 我都说过他多少次了 他这个人 脾气比年纪还大 那浴室就不知道收连点 叶欣然往李正头上看去 见他头上缠着好几层细部 脸上脖子上 还有没擦干的血迹 不过他好像并不在意 还一直笑呵呵的 听完老伴的控诉 为自己辩解道 我让柱子去把他们拦的石头给扳开 结果那帮小王八蛋 竟然要对柱子动手 这几个孩子 可都是我带去的 我能看着他们受伤吗 还好我动作快帮他拦了一下 李氏气的伸手在李正脑门上点了两下 你啊 心疼这个 心疼那个 你就不知道 心疼心疼你自己 我跟你说 我这伤不白受 李正抓住了老伴的手 安抚地说道 赵福生那个老家伙 还想躲在后生后面不出面 结果我这一受伤 他就不敢躲着了 就我这一头的伤 往县令前头一站 他赵福生就得跪下来 给我认错 现在为了不让我去县令面前告状 他只好答应我 再也不再上游览我们的水 最起码村里还有水用 是不是 叶欣然看出来了 李氏虽然生气 但更多的是心疼 现在李正一服软 一解释 他立刻就没了脾气 只顾着拿软布帮着李正 擦拭脸上和脖子的血迹 就算他不在上面拦着 这河里的水也是越来越熟 再过一个月 自然就断流了 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李氏也为村里的用水发愁 忍不住说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李正叹了口气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万一老天垂帘 到时候给咱们送个救星来呢 哼 你还真当你自己是命理大夫呢 云通县里十几个村子 都没有水用 凭什么就让你遇到救星 李氏忍不住挖苦 李正也不恼 做梦还不让人做呀 看他们两个讨论的认真 叶欣然一时也没有插眼 直到李正哄好了老伴 才问叶欣然道 淮安家的 你来找我是什么事 难道又在山上 发现了什么能吃的东西 说到这个 李正眼中有金光露了出来 叶欣然不又觉得好笑 李正说 你真当我是福星呢 一上山就能发现食物 啊 李正神色不变 还安慰起叶欣然来 没事没事 没发现也没关系 上次的隔根 还够大家吃一段时间 那你说说你的事 叶欣然正了正神色 说到 虽然没有发现吃的 但是我在山上发现了水源 李正说 那麋鹿山上可能有山泉 李正听见这话 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 你说的可是真的 叶欣然吓了一跳 李氏也狠狠拍了李正的后背 埋怨道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看把叶娘子吓得 李正立刻道歉 怀安家的 你别害怕 我就是这个性子 你仔细和我说说 那山上有多大的泉水 够咱们村子里人用 叶欣然歉意的笑笑 具体多大的泉水 我也不知道 水源隐藏在岩石后面 得把那岩石刨开了才能知道 不过李正说 你也看见了 那麋鹿山 常年雾气缭绕 特别是一早一晚 山上雾气特别浓 那都是地下水源充足的表现 还有这个说法呢 李正兴奋地直搓手 我就说 咱们村肯定有救星 你还不信 他对着李氏说道 救星不就在咱们眼前吗 李氏听了这话 也十分高兴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叶娘子 你说的可是真的 是真是假 李正书派人上去挖一下就知道了 这下可好了 咱们要是从山上挖到了水 是不是就不用和东沟村蒸水源了 也不用怕河流干涸了 李氏满眼期待地看向李正 那还用说吗 事不宜迟 我这就带人去山上看看去 李正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的时候 就带了七八个年轻人 他们手里都扛着锄头和稿头 和早上一样的装扮 李正说 这次要是再动手 您老就别往前上了 躲在我们后面 就是 您要是再受点伤 我们就得去跪祠堂了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张牙锁向来都是以德夫人 最烦打打杀杀 李正挺直腰杆 哼 几个小伙子心里不服 嘴上却不敢再说什么 上午一直嚷着 要和对方拼命的事 这么快就忘了 一行人匆匆而行 往山上走去 下午的麋鹿山 已经没有那么浓的雾气 叶欣然走在前面 几个撞小伙走在后面 却越来越心虚 李正说 咱们不是去找水源吗 到山上来干什么 这山上的老虎 可不听咱们讲理啊 李正书 真要是遇上了 你也别往前冲 我背着你跑 打小我娘就说 不让我往这山上来 李正书 回家我娘要是打我 你一定要帮我说情 看几个大小伙子 都打了退堂鼓 李正笑话道 你们这大个子 真是白掌了 你们看看人家夜娘子 这么个弱女子 都敢独自到山上来 你们跟着我还觉得害怕 那能一样吗 李正书 小家嫂子 一定没听过麋鹿山的那些传说 听完之后 保准她也不敢上来 所以我说什么来着 人啊 还是得多读点书 多读书才能明视里 夜娘子在家的时候 肯定是读了很多的书 要不然她怎么知道 这山上雾气多 是地下游水的征兆 夜欣然在前面走得好好的 听到李正突然提起自己的名字 赶紧解释道 李正书 其实我读的也不多 你看看 只读过一点 就这么厉害了 那要是读的那多了 那还得了 年轻人听了李正的话 忍不住回嘴道 我们倒是也想去读书 可是李正书 学堂那么远 我们去了还要受欺负 这书也不好读呀 李正听完哑口无言 孩子们说的没毛病 村子里一直都没有先生 孩子读书都要去东沟村去 这些年 他年年去给东沟村的李正送礼 就希望他能同意 让自己村里的孩子 也去他们的学堂读书 结果那个老家伙 表面上是答应了 实际上总是区别对待 头两年去读书的人还不少 到了今年 就只剩下长生和二旦两个了 算了 你们也不用着急 等二旦和长生两个学好了 我就让他们两个 在村子里当先生 把学的东西全都交给你们 还是李正书有办法 我听二旦说 他也学了不少东西了 说着话 他们已经到了流水的岩石那里 叶欣然指了指岩石的缝隙 顺着这里砸开 里面一定有水源 刚才被李正讽刺了 几个年轻人心里都憋着劲 听见叶欣然的话 他们立刻找到了施展的地方 走上前去道 李正书 萧家嫂子 你们往后站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年轻人身上有始不完的劲 特别最近吃了几顿饱饭 干起 活来更有力气 比两个磨盘还要大的大岩石 在他们的敲打下 缝隙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大 等上面的碎石被清理掉 大家全都发现 下面的水涌得更快了 真的是水源 太好了 这山上有山泉水 快快快 把这里再清理一下 我再挖深一点 叶欣然看着他们五个人 一起合力把大岩石彻底的挪开 大谷的水流立刻从下面涌了出来 向山下流去 太好了 这个坑很深 水源看着很充足啊 有了这些水 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和东沟村抢水了 以后 他们要是再敢在咱们面前装逼 我上去就打得他头破血流 可这里离咱们村里还很远 怎么把水运过去啊 总不能一桶一桶挑过去吧 那怎么可能 得想办法让水自己流过去啊 说到这里 几个人都停下手来 开始研究挖沟饮水的办法 个头最小的二网 却揉揉鼻子 说道 不是 李正说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 这山也不是咱们村里的 有了这水源 东沟村又该来和咱们抢水了 是啊 李正还沉浸在找到水的兴奋中 一听这话 立刻给二网来了一击暴力 平时也不见得 你多聪明 这会儿倒是聪明起来了 二网立刻双手抱头 李正说 你到底是夸我聪明还是 嫌我笨啊 这打得也太疼了 李正指了指自己的头 再疼 能有我疼 不过你说的这件事情 确实有点难办 一旦找到水源的事情 被别人知道了 这附近的几个村子 全都得过来凑热闹 到时候 赵福生那个老家伙 又要来找我的不痛快 我这次可不能让他高兴了 那我们将这座山买下来 叶欣染提议 买下来 李正一听这话脸就绿了 你这个丫头 你知道这座山多少钱吗 你就买下来 吐槽完 李正忽然想到 叶欣染之前 还说要买东山 于是一点笑容地看向他 要不买然你把东山买下来 我用那笔银子 再来买这座山 我没有 叶欣染脸上写满了拒绝 我现在可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那还真是没办法了 李正心中那点 因为找到水源 而兴起的兴奋境 消失殆尽 其实挖水渠 饮水下山 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们村子里这么多口人 大家使使劲 总能做好 就是怕到时候有人捣乱 毕竟这山现在没主 到时候被赵福生看到了好处 先下手把山买了 他们可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我去想想办法 前几年那个赵福生 不是看上我们村头的 那一大片地了吗 不行 我把那块地卖给他 再凑点钱 把这麋鹿山买下来 李正说 那可不行 那是咱们村子里最肥的地了 要是卖给东沟村 以后咱们靠什么产粮食 就是 东沟村的人 本来就瞧不起咱们 说咱们穷 要是连那片地都卖给他们 他们就该更过分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李正愁的眉毛 都皱到一起了 要不回村里 让大家凑凑钱 毕竟水弄下山了 人人有份 有人提议 哎 李正常叹口气 村民们的情况 他还能不清楚吗 这几年地里不出粮食 大家都是勒紧了裤腰带 寄一顿 饱一顿 筹几五十两银子都费尽 还能筹出二百两 于是他只好说道 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咱们就先回去 二主 你们几个把石头搬回去 别让别人看出来 等我想到办法了 咱们再接着来吧 一行人诚信而来 却又败信而归 还没到家中 李正心里已经有了成算 实在不行 就直接去挖 万一真有人买了这座山 他们在和买山的人 商量商量用水的价格 哪怕他豁出这张老脸 去奢欠赖账 也不能掩开着水在眼前 还把庄稼汗死 叶欣然不知道李正的想法 他回到家的时候 也有了自己的主意 他知道这个村子里很穷 但是没想到 会穷成这个样子 若是这笔钱拿不出来 那以后村子里用水的事情 还得处处被人拿捏 他以后想种点什么 岂不是十分不便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他放弃原来的目标东山 直接将麋鹿山买下来 但在这样一个朝代 他手握麋鹿山 这样一个招眼的地方 恐怕不太安全 还是得背靠大树 云边村三百多户的力量 总比他一个人大得多 主意已定 叶欣然在孩子睡着之后 就进入了空间里 仓库里的草药 都切得比较碎 值钱的人参 也都打成了粉 唯一还能卖钱的 就是那几根 还没来得及处理的核手屋 他前几天就打过 这几只核手屋的主意 那时候没舍得卖 如今看来 是非卖不可了 他把核手屋 从空间里拿出来 放进陪家的箱子里 想着过几天 李正若实在想不出办法 他就去卖核手屋 筹银子 主意已定 他便也不再着急 招呼几个孩子 和自己一起洗 蘑菇 准备晚上炒个军片炒肉 三小只都没吃过牛肚菌 看着肥厚的蘑菇 一边流口水 一边不放心地问 沈娘 听说蘑菇有毒 吃了会把人毒死 这个蘑菇没有毒吗 当然了 沈娘知道 什么样的蘑菇有毒 什么样的没毒 你们跟着我吃 不会出问题的 沈娘真是太聪明了 对啊 沈娘 怎么什么都知道 比学堂里的先生 知道的还多 提到先生 叶欣染看了看长生的脚 长生 你的脚好的差不多了 明天可以去学堂了 真的吗 长生十分高兴 太好了 二旦给我讲的东西 我根本就听不懂 我还有好几处不明白的 想明天去问问先生 嗯 注意不能蹦跳 叶欣染叮嘱 好 晚上的炒蘑菇 味道十分鲜美 叶欣染炒了满满一大盘 却被吃了得干干净净 最后剩下一小块 粘在盘子边上 也被长瓶剪了去 沈娘 明天你还上山吗 把胃带去吧 我们一起去捡蘑菇 行 叶欣染一口答应下来 发现山上没有那么危险之后 叶欣染的胆子 也放开了一些 现在的孩子 本来就不是温室的花朵 他也没有必要把孩子们 关在家里 带他们去山上 认识多认识一些草药和植物 万一以后能用得上呢 剩下的几天时间 长生每天去学堂读书 长安和长平 则跟着叶欣染上山去捡蘑菇 捡蘑菇的过程中 叶欣染也一直注意 寻找自己想要的草药 结果山上除了七叶草 等一些不值钱的草药外 竟然一点濒临花的踪迹都没有 很快 五天的时间过去 李正到底是没想到 什么筹钱的好办法 而村里缺水的情况 越来越明显 他干脆心一横 打算带着大家 直接上山开挖 叶欣染这事劝阻道 李正书 若是你实在筹不到钱 我可以把我的嫁妆卖掉 来帮大家买这座山 真的 李正头上的纱布已经拿掉 头上的伤口还截着家 看着又可怜又好笑 真的 不过我有条件 李正书要不要听一听 叶欣染说 听 怎么不听 只要你把这件事 给咱们村办了 再多的条件我都答应你 李正赶紧应道 我想出钱买下咱们村里的东山 李正书再拿着这笔钱 去买迷路山 不过 李正书要给我打个折扣 东山的价格便宜一点给我 便宜多少 李正看着叶欣染 一百两银子 叶欣染道 这也太便宜了 那哪里是便宜点 这不是便宜一半吗 李正捏着自己的胡子 满眼心痛 那算了 叶欣染转身做事要走 李正赶紧伸手拦住 等下 等下 他一脸为难地 看向叶欣染 其实一百两银子 也不是不能卖给你 只是一百两去买迷路山 根本买不下来 那我再出一百两银子 算作是入股 以后迷路山上有什么收入 我要分三成 叶欣染道 真的 李正眼睛一亮 这是怎么看 都是他被这个丫头给拿捏了 原本能卖二百两的东山 他出一百两就想买下来 可是谁让村子里着急呢 这个时候不是被他拿捏 将来就要被别人给拿捏 李正不用多想 立刻就分析出了其中的轻重 就按你说的来 一百两就一百两 你什么时候交银子 我好让人去县衙 给你做地窃 我一会儿去县城换银子 下午就能把钱带回来 叶欣染知道李正着急 所以他也打算迅速解决这件事 要是合手屋卖的钱不够 他就把玉佩也给卖了 再加上自己手里的存的一点钱 二百两总能凑上 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 肖怀安突然从山里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 他已经听村里人说起了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 叶欣染要回自己爹娘那里 取钱回来买山 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只有肖怀安有些奇怪 因为他知道 叶欣染已经和家里人决裂 就算是回去 又怎么可能拿得到钱 你要去县城 肖怀安问 叶欣染没想到肖怀安在这个时候回来 本来打算说点什么隐瞒过去 没想到肖怀安下一句却说道 听说你要用钱 我这里有二百两 给你拿去吧 二百两 这么多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叶欣染诧意开口 他上次不是说 把钱都给自己了吗 卖一次猎物 也就挤两银子 这一转眼 就有二百两了 是这次猎物卖的钱 运气好 猎到了一只银狐 刚下山 就被一个园外给看上了 给了二百两银子 肖怀安解释 叶欣染抱着怀疑的态度 听他说完 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二百两银子 倒是正好挤了他的燃眉之急 你之前说过 给我的银子 就随便我处置 我要拿二百两的银子去买山 你会反对吗 不反对 肖怀安没有太多的情绪 只是有些诧异 叶欣染的爽快 这么多钱花起来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其实叶欣染之所以不心疼 一方面是因为 他买下东山实在有用 另一方面 他初来乍到 心中对银子的概念 还不是很清晰 只知道 二百两银子是挺多 但是这些银子 到底能做哪些事情 反倒没什么概念 好 那等我买山赚了钱 分你一点 叶欣染说完 头也不回的 就去找李正了 肖怀安嘴角微扬 还没怎么样 就想着赚钱 太心急了 他环视一下院子里 看见院子里 都是叶欣染晒的蘑菇 看样子 他是真的打算住下了 另外一边 叶欣染找到李正 直接把二百两的银票 往李正的桌子上一拍 李正说 银子我拿来了 咱们现在就把第七转让签了吧 李正心中本来还有些担心 担心叶欣染带不回钱来 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结果转回头 叶欣染就把银票 拍在自己面前 这姑娘 还真的是说到做到 好好好 叶娘子真是爽快人 你帮了咱们 这么大的一个忙 这样 事不宜迟 你现在就跟我一起 去县衙 咱们直接在县衙 把手续办了 我也正好 把麋鹿山买下来 行 那李正说 咱们这就走吧 李正叫了二牛家的牛车 拉着他和叶欣染 一起奔着县衙去 云通县的县令 通常都是上午办案 下午在后堂处理文书 或者休息 李正带着夜心染道的时候 乔政山乔县令 刚喝完养生茶 在闭目养神 听说云边村的李正来了 乔县令皱了皱眉头 他侠下十几个村子 最穷的就是云边村 每次收脚睡凉的时候 云边村都要拖后腿 偏偏云边村的李正 还是个滚刀肉 粮食实在收不上来 他就说 让全村人来 自己家做工抵债 乔县令不同意他们进门 他曾经带着几十个人 把自己家门前 和衙门门前的石砖 都擦得反光 对此 乔县令记忆犹新 看他们实在是难 擦得少的时候 他就干脆自掏腰包 给他们补上一点 因此 听到云边村的李正来了 乔县令立刻警惕起来 他怎么又来了 县令问身边的师爷 最近云边村 可是又遭了什么灾了 遭灾倒是没有 师爷快速运转着自己的大脑 不过最近好几个礼 正都来抱村子里 快要断水了 我猜这云边村 应该也是为此事来 我让你去找几个能人艺事 会五行八卦能看风水的 你找到了吗 县令文言问道 天不下雨 他们也不能干等着 找几个会巫术的求求雨 也算是进了人事 他也是没有办法了 才想出这么一招来 师爷耳朵一热 立刻回道 还没有 要抓紧时间啊 汉秦不等人 我可不想我管辖的地界 出现大批流迷 说完之后 县令也知道 则被师爷没用 还了还雨气道 让张牙锁进来吧 师爷文言 立刻去喊人进来 结果在偏厅里 不仅看到了张牙锁 还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这不是大公子 原来都未婚妻吗 他怎么来了 师爷假装 没有看见叶欣然 直接叫了李正去那堂 不过 趁着李正和县令说话的功夫 他又偷偷喊来县令身边的下人 快去通知大少爷 就说叶家大姑娘来县衙了 不知道要做什么 让他提防着点 下人听完 立刻就去报信了 坐在屋里的叶欣然 百无聊赖 又开始思考 萧淮安这笔钱的来路 按理来说 萧淮安如果有这个本事 不至于来村里一年了 家里却穷成这样 至少穿得要好一些吧 总不能是以前 都没有猎到之前的动物 偏偏这一次猎到了吧 那也太巧了 正百思不得其解 门外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叶欣然以为李正这么快就办完事 高兴地站起来迎接 谁知一抬头 却看到了乔子玉那张 让人晦气的脸 按照叶欣然以前的审美 乔子玉这样的白兽类型 他也十分喜欢 可自从上次亲眼目睹了 萧淮安那恰到好处的肌肉 那手背绷起的青筋 乔子玉这种弱鸡 就再也入不了他的眼了 而且乔子玉不仅弱鸡 还总拿鼻孔看人 他实在不想一抬头 就看见两个鼻孔子 看见乔子玉 叶欣然脸上的笑容 立刻消失 而乔子玉看见叶欣然 突然变了脸色 脚步也不由得一顿 这个女人 现在都敢对自己冷脸了 你来干什么 乔子玉的声音 也冷了下来 叶欣然往周围看了看 为什么我不能来 叶欣然 乔子玉大喝一声 你不要没完没了的纠缠了好吗 你都已经嫁人了 我也和你的妹妹有了婚约 你三番两次故意接近我 到底想干什么 乔子玉 这次叶欣然对乔子玉的臭不要脸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也很快反应过来 你别自恋了好吗 我来衙门市来办正事的 谁有时间接近你 就凭你 乔子玉冷然一笑 叶家的窝囊肺大小间 竟然还有正事 要不然呢 叶欣然也冷笑一声 堂堂县令家的大公子 家里没有镜子 难道还没有水吗 乔子玉 你什么意思 叶欣然 我的意思是 你该好好照照自己 真以为自己冒塞攀安 在我看来 你连我家相公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胡搅蛮缠 面对乔子玉这样的人 根本不用顾及颜面 反正话说不透 他是不会懂的 你 乔子玉气急 叶欣然竟然把他和一个流放的犯人做对比 实在是太恶毒了 你们两个 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废物 给我提携都不配 有什么资格和我比较 乔子玉还要发作 方门一下子被推开 李正兴冲冲走了进来 叶娘子 成了 成了 他面上带着喜色 看见屋子里的乔子玉 李正吓了一跳 你是谁 跟在他后面的师爷赶紧解释 这是县令家的大公子 听说是县令的儿子 李正立刻就明白了 这不是叶欣然之前的未婚夫吗 可他们两个怎么会凑在一处的 而且看脸色还有些难看 难道是吵架了 不对啊 他们有什么可吵的 难道是旧情未了 你们这是 李正觉得自己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 看李正意味深长的表情 乔子玉气的跺脚 好你个叶欣然 这就是你的目的吧 故意引人看见我和你待在一处 叶欣然 他怎么又来这死出 这个朴姓男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都是园主当初对他太过殷勤了 男人真是会被惯坏的 他不会因为你惯着他而感激你 反而会觉得 这些都是他应得的 妈的 真想敲开他的脑壳 给他洗洗脑 看着乔子玉愤怒地离开房间 叶欣然转而问李正 李正书 怎么样了 你刚刚说都成了 对 李正被他的问话 转移了注意力 东山的转让文书 已经盖上观影了 这个给你 以后咱们村里的东山 就是你的了 李正说着 递给叶欣然一张文书 文书用牛皮纸做成 左边写明了转让的情况 右边有李正和叶欣然的签名 现在 名字上盖上了县衙的观影 这座山 正是归叶欣然所有了 看着叶欣然 精心把地契收好 李正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将来种不出粮食 你看别说我坑你 我之前劝过你了 叶欣然抬头欣然一笑 放心吧 李正书 肯定不怪你 那麋鹿呢 也买完了 李正笑呵呵地 向叶欣然展示另外一张文书 上面写明 从今日起 麋鹿山归云边村所有 山上的物资 也都由云边村进行支配 多少两银子 叶欣然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李正伸出了五根手指 五百两 叶欣然吓了一大跳 李正说 原来你这么有钱 李正赶紧摆了摆手 我哪里来的钱哦 咱们村子里的钱早就花没了 这不是有你给我的二百两银子吗 另外的三百两 是我朝县令借的 县令他这么大方 叶欣然对此没有太大印象 他也没有钱 我就先欠着嘛 我欠他的 他欠公价的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的 也升不上去 我和他说了 这钱在他升迁之前 一定给他补上 李正说 你就这么确定 这钱你能赚得回来 他给李正提醒道 但凡投资都有风险 抱着必赚的心态去投资 难免会有落差 况且 目前发现的 只是一个水云而已 这你就不知道了 李正黑黑一笑 这附近的村子里啊 数咱们云边村最穷 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咱们土地稀薄 没有东沟村和西沟村的土地肥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在咱们上游 那有个什么肥啊 水啊的 等他们都占完了 咱们就没了 这些年 我可是没少因为这事 和他们生气 这下好了 有了这麋鹿山上的水源 我张牙索 终于也能扬眉吐气一把了 叶欣然恍然 原来李正式打的这个主意 可若是过几天开始下雨 你这算盘可就落空了 叶欣然提醒 没事 这麋鹿山这么多年了 没人上去 上面指不定存着什么好东西呢 赔不了 李正信心满满 对此 叶欣然倒也是赞同的 都说靠山吃山 背靠这么大一座山 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 就算最后村子里确实用不上 他也有其他的用途 办完了事 两个人打算赶紧回村里去 刚走出偏厅 县令又走了过来 张牙索 你这次可别和我打马虎眼 你年后能把钱还上来 话没说完 县令就看见了李正身边的叶欣然 叶家丫头 你怎么在这里 乔政山可以说是看着叶欣然长大的 当初叶欣然毁容 夫人还和他埋怨过 明明门不当户不对 陆大人为什么要给他们指 这门婚事 他那风光济月的儿子 日后要与一个毁了容的女人 为伴 实在是太委屈了 不过乔政山觉得 叶欣然品行端正 又有恩师的话在 便从没行过退亲的心思 谁知道 他家没有嫌弃叶欣然 那叶欣然却嫌弃起他家来 眼看着到了一婚的年龄 叶家夫人突然来说 叶欣然相中了乡下的猎户 并与其有了首尾 叶家觉得对不起县令家 为了履行婚约 叶家愿意把小女儿嫁过来 这件事 夫人和子玉都应承下来 因此 县令并没有过多的过问 只是见到叶欣然的面 县令突然有一个遏制不住的念头 他想问问叶欣然 他儿子难道比不上一个猎户吗 这种话实在问不出口 乔政山只好问道 叶家丫头 你现在过得可还好 想不到叶欣然听到问话 立刻红了眼睛 乔叔 当初爹娘逼我改嫁他人 他们对我这个女儿 实在是太过兴奋了 短短一句话 叶欣然既没有说自己过得好不好 也没说当初为什么要毁婚 却给乔宪令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 叶欣然嫁人 原来不是自愿的 那叶家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见宪令眼神中出现犹豫之色 叶欣然便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于是拉着李正 对县令道 乔叔 我们先告辞了 要不然一会儿没有车回村里了 李正随着他一起往外走 从刚才的直言片语间 已经知晓了很多事情 看叶欣然的样子 还以为他是愿意嫁给肖怀安的 没想到 他还惦记着从前呢 哎 李正叹了口气 转过头去看叶欣然 却发现他眉毛上扬 嘴角勾起 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与刚才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叶娘子 你这是 高兴什么 难道刚才伤心欲绝的人不是他吗 迷路山都被我们买下来了 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兴吗 叶欣然看着李正 嘴角含笑 不是 我就是不太明白 刚才你不是再哭 不是我多管闲事 叶娘子 你现在也是成了家的人了 对以前的人 还是应该避讳一些的好 叶欣然知道李正误会了什么 于是说道 李正说 我不是就情不忘 我刚才那样说 纯纯的就是想给我爹娘找点不痛快 他们那么对我 我也得适当地回报点什么 李正这个年纪了 怎么能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合着他是想借着县令的手 报复他爹娘呢 这孩子心眼真多 以后可得罪不得 说着话 两个人已经找到牛儿的牛车 叶欣然让李正在原地等他 他又去买了些猪肉 和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这才坐车往回走 李正看着叶欣然买的鸡 心中的疑虑又少了些 村里人养母鸡都是为了下蛋 要不是为了敷小鸡 大家都不爱养公鸡 淮安媳妇买了公鸡 那就是准备敷小鸡呢 看来是要好好过日子 回到村子里 一群人都等在村口 有些人早就打探到了消息 知道李正要去买弥露山 现在大家都焦急地等结果 也不知道李正到底买下来没 看见牛车 一群人立刻围了上去 牛儿不得已把牛车停了下来 李正 你真的把弥露山买下来了吗 咱们村哪来的钱啊 李正说 买弥露山要不少银子吧 那些银子分给大家伙多好 大家就有钱买粮食了 李正说 今天河水又断流了 再这样下去 我家今天就颗粒无收了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听着此起彼伏的声音 李正摆了摆手 从车上站了起来 你们这什么急 这种事 等我回家再告诉你们 也来得及吗 不过 既然大家也都来了 那我一件一件和你们说 他看了一圈继续说道 弥露山 我确实是买下来了 花了二百两银子 还欠县衙三百两 啊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花了这么多的钱 这些银子看着很多 但是你们想一想 村里三百多户人家 二百两银子要是分下去 一个人能分到多少 这个我不会算 二柱你会吗 大柱敲咪咪地问道 我哪会 我就会算十个大钱以内的账 那你不如我 我会算十二个大钱的 见没人回答 李正自己答道 我算过 分到每户手中 也就六百多文钱 你们想想 这六百多文钱 你们能买多少米 这些米够 你们家吃多久 那是买不了多少 现在一斗米 可要二十三文钱呢 多倒是不多 可是也能吃段时间 买山能有什么用啊 众人 还在小声议论 李正继续说道 河里的水 马上就要干河 田里的稻子 马上就要断水 这个时候 要是找不到新的水源 这一年 你们自己要损失多少钱 这个账你们算过吗 李正说 人群中的二望爹说道 我听二望说 在山上找到了水源 可是麋鹿山那么远 咱们怎么把水引下来啊 这么多年 我们从来没见过 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那水不等 留下山就没了 怎么可能够我们用 是啊 二望爹的话 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说是在麋鹿山上 找到了水源 可那点水 够不够吃都不一定 怎么能指望用来浇田 你们不懂 麋鹿山上那个 叫什么地下水 是可以源源不断地 供给咱们用的 至于以前 为什么没有留下山 那个 淮安媳妇 你给大家讲讲 叶欣染没想到 李正说着话 突然就提到自己 幸好他当才 一直听着大家的讨论 知道现在说到哪里了 他也从牛车上站了起来 虽然个子比较小 但是站在车上 还是比村民们 高出了半个身子 这还是他第一次 看见这么多的脑瓜丁 大家一起望着 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子 本来是个普通 甚至有些丑陋的人 却因为阳光 从背后照过来 仿佛给他 镶上了一层惊变 让他整个人都闪闪发光起来 李正书之所以买这座山 肯定是为了大家着想 叶欣染开口 嗓音温润 我们知道 李正书是为了大家着想 可是山上的水 根本流不下来 就算是有水也没用啊 二望爹继续问道 叶欣染不紧不慢地解释 水之所以流不下来 是因为分布的太分散了 不聚集 就很难形成水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叶欣染说着 朝牛二借来了水囊 下车带着水囊 来到了众人之间 我把水这样洒在地上 他们可能很快就不见了 说着 他打开水囊 随手扬洒出去 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可我若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把同样的水倒进去 水就会形成一个浅窝 说着 他随手在地上挖出一道 把水倒进去 果然在地面出现了一个小水坑 叶欣染站起身来 这就是聚集和分散的差别 麋鹿山上以前虽然也有水 但是没有沟渠 水流分散 很难流到山下来 只要我们沿着山上的泉沿 往山下开出一条沟 就能让泉水沿着沟渠 一直流到山下 流到我们的田里 有些道理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众人纷纷点头 可在山上开渠 那可是很大的工程 需要费好多时间 又有人提出了异议 虽然费时 却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 叶欣染语气坚定 李正也说 有谁不想费时间的 可以现在和我说 到时候山上下来了水 就把他家的田堵上 一点谁也别想用 那怎么行呢 那可不行 没有水金年的稻子 可就全完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从明天开始 村子里所有的青壮年 都跟着我一起上山开渠 有不能去的 都来我这里告假 怀安媳妇 你帮我记个账 就记一下 每天都有谁来上工了 好的李正说 叶欣染答应下来 紧接着李正又宣布到 村里的东山 已经被我卖给了消价 这麋鹿山买的时候 叶娘子也投了一百两银子 所以说 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 这麋鹿山的一半是消价的 这点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我晚点时间 也会给叶娘子出一个文书 在咱们的祠堂也存一个 对于云边村的村民来说 从来没有一个外来的人 能够在村里享有这么高的地位 自己就占了一座半的山 不过叶娘子帮着村子里找到了水 大家对他是感激的 李正说 那什么时候 能把山上的水引下来 那不得看你们干得快不快吗 李正回答 只要大家记住 咱们有进往一处使 这水啊 肯定很快就能用上 与李正定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 叶欣染提着东西回到家里 他先把两只鸡放进栅栏里 然后才提着肉去后院 肖怀安正在修厨房的窗子 看见叶欣染回来 破天荒地主动打了招呼 回来了 叶欣染有些意外 只点了点头 嗯 你明天还去山里吗 叶欣染问 肖怀安愣了一下 问 有事 嗯 叶欣染想了想 还是说道 明天村里要修沟渠 从山上饮水 我想着 你要是有时间 就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干活 肖怀安知道叶欣染的意思 他们刚刚成为村里的正式村民 是应该和大家搞好关系 他不太擅长这个 他以前只会命令别人 不过 既然叶欣染提了 他便点头道 行 叶欣染没想到 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下来 原先准备好劝说的词 都堵在了唇边 那就好 叶欣染甜甜一笑 晚上 叶欣染又做的红烧肉 之前的一顿 因为调料不全 他没发挥好 这次他决定 找回自己的厂份 猪肉被切成了大小一致的肉块 用冰糖炒了糖色 并下入花椒大料等调味料 还倒入了一点料酒去腥 叶欣染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 肉味在厨房散发出来 并慢慢地融入空气中 住在上院的张大丽家 还有住在下院的张婆子家里 全都闻到了肉香味 张全喜坐在院子里咽了咽口水 娘 长安家里的肉味可真香啊 陈氏捏了捏儿子干杯的小脸蛋 等娘病好了 也拿钱去给你买肉吃 张大山闻到肉味后 又摔了手中的筷子 娘 这萧家怎么又吃肉了 你当初还说 要把那个小娘子赶走 现在怎么样 我看李正书 对她是越来越好了 儿子 张婆子把筷子捡起来神秘一笑 你觉得那个夜市长得好看不 张大山想了想 个子又瘦又小 脸上还有一块疤 有什么好看的 这样的女人 要是你给做媳妇 你要不要 娘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张大山气得不轻 娘没有老糊涂 张婆子拉着儿子的手 苦口婆心地说 我知道你看不上那个夜市 她也配不上你 可娘觉得这个夜市有点本事 而且她还有个那么好的婆家 自从她来了萧家 那萧家哪天没吃肉 要是把这么个人弄到咱们家 以后你可就不愁肉吃了 一听说有肉吃 张大山立刻来了精神 可是娘 她不是萧怀安的媳妇吗 张婆子撇撇嘴 娘可是看得清楚 这个女人根本看不上萧怀安 她虽然进了萧家的门 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洞房 只要你先下手为强 得了手 这女人肯定没脸在萧家待下去 到时候咱们家收留她 她还不得感恩戴德的 那娘 我娶她可以 可她太丑了 以后我还得再娶个漂亮的 张大山勉为其难地说 那是当然 她到咱家都是二嫁了 哪配得上你 以后啊 让她娘家多补贴点 娘做主给你娶个漂亮的 行 张大山黑黑笑了起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云边村就开始热闹起来 女人们生火做饭 男人们顶着露水 去田里抢点农火 因为一会儿 他们就要一起去山里挖石头了 长生从厨房拿了个馒头 准备路上吃 临出门之前 她还特意伸头回来问叶欣然 沈娘 咱们村里真的挖到薪水源了 叶欣然一边炒菜 一边答 是 山上的谁可不少呢 长生眼睛一亮 这下好了 看东沟村那帮家伙 还怎么招摇 你吃些菜再走 还来得及 叶欣然利落地 将锅里的红烧肉炖紫山药盛了出来 不了 我有馒头吃 就挺好了 长生说着又要走 叶欣然一把抢下她手里的馒头 光吃馒头 有什么意思 她把馒头掰成两半 用筷子夹了肉和菜 放在馒头中间 又把馒头重新合在一起 吃吧 这样才有滋味 长生看着叶欣然做好的馒头夹菜 眼中露出笑意 还是沈娘有办法 送走了长生 长安和长平也都起床了 他们先去外面割了草 回来喂鸡和小鹅 然后又乖乖洗手 准备吃早饭 肖怀安砍了两根竹子 把鸡窝和鹅窝 从中间分开了一点 我看他们总是打架 分开会好一些 她解释说 虽然肖怀安厨艺不行 但是家里其他活蹈干得像那么回事 明天再做个鸡下蛋用的窝吧 叶欣然提议 昨天母鸡下了三个蛋 一个被踩碎了 另外两个鸡蛋皮上 沾的都是鸡屎 好 这个活肖怀安不会 但她还是答应下来 早饭过后 李正召集村里的人 一起去山上干活 走之前 她让叶欣然帮自己寄上 肖家四人 张栓柱家四人 张二牛家三人 所有的人里 正都记录在则 出多大的力 想多大的优待 谁出的力多 我不光要记在本子上 也会记在心里 李正说 你就放心吧 我虽然一个人来的 但是能使出两个人的进来 李正说 我爹没来 他的那份活我给带出来了 有了水源 大家的心情都很好 往山上爬的时候 也格外的有干劲 等到了上次的沿边 李正一声令下 那就开挖吧 早一点挖到村头 咱们的田里 也好早点有水 好嘞 大家聚在一起 你挖你的 我跑我的 没多一会儿 从山上往下 勾都挖成八字了 停停停 李正大喝一声 这些人积极倒是积极 就是干活的水平差了点 你们这么挖可不行啊 李正还想说什么 就听见一个低沉的男生说道 做事要讲究个规矩 先把规矩立好 就不会乱了 李正抬头一看 原来是肖怀安 他立刻道 来来来 怀安 你给大家讲讲 这个规矩要怎么立 肖怀安只是看不惯这乱糟糟的场面 随口提了一句 没想到 李正竟然把这件事 送到自己头上来了 他本不欲开口 但是抬头看见叶欣染 正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只好继续说道 挖曲不能盲目进行 要先研究好线路 按照线路分开几段 每个人负责一段 各自把自己负责都挖好 自然就成一段水渠了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谁让你们凑一起的 李正立刻说道 那我先和怀安去研究线路 等我们划好了路线 你们再挖 肖怀安和李正一起又重新走了一遍 在合适的位置上做好记号 一路又走了上来 现在大家都拿起家伙事 一个一个地往下排 每个人挖一丈远 挖好之后再往下走 都按李正书说的来 有了指挥的 这活就更好干了 山上草木茂盛 石头也多 真要挖一段水渠 十分的不容易 每一段都是一家人配合着上阵 男人们砍树挖钩 女人和孩子 就帮着把挖出来的东西清理掉 把钩渠收拾干净 肖怀安拿着一把锄头 虽然不太顺手 但是挖的速度 就要比别人快不少 叶欣然和长平长安 都帮着他收拾碎石头和草根 等他们挖完一丈 左右两边的人都才挖了一半步道 肖怀安收拾东西 又继续去挖下一段 叶欣然领着两个孩子 也慢慢地往下走 绕过一棵大树 他忽然发现了一株熟悉的植物 藏在大树后 叶欣然揉揉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是罗嗦子 罗嗦子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一根细杆上面 分出三根叉 每根叉上面 又长出三片星形的叶子 而罗嗦子 就是果实的名字 它通常是五月开花 八月成熟 这株罗嗦子 就藏在一棵大树后面 紫色的花苞 含苞待放 随风轻轻地摇摆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之前他专门来找 连罗嗦子的踪影都看不到 如今歪打正着的 就被他给碰见了 叶欣然也不顾地去追销淮安 蹲下身子 就开始挖起来 沈娘 你喜欢紫色的花花 长安不解地问 叶欣然 对 但是沈娘只喜欢这一种紫色的花花 那边还有一株 我去挖来给沈娘 长安看到不远处有一朵一样的 立刻跑了过去 长平也跟着过去 和他一起挖起来 周围村民们 看见叶欣然在山上挖草 立刻被吸引了注意 问道 叶娘子 你挖这个做什么 这个也是能吃的 叶欣然也不隐瞒 说道 这个不是吃的 是一种药材 长安身体不好 我想挖了来给长安治病用的 给孩子治病的呀 让我看看长什么样 一会儿我要是看见了 也挖了给你 二代娘主动凑上来看 谢谢 那她好了 叶欣然十分高兴 她把手中的罗嗦子 递给二代娘看 二代娘翻来覆去的 看了一遍 点点头 行 我记住了 左边东子爹听见他们的话 也凑上来看了一眼 然后说道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见了一颗 回头你这要是不够 我再帮你们找 谢谢张三个 叶欣然也连声道谢 这个时候 她忽然意识到 以后可以让村民们 帮着一起找草药 那样的话 速度就快了很多 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不知不觉 山中的雾气散去 也开始闷热起来 男人们一个个累得汗流加倍 女人们也开始不停地 用手绢擦脸上的汗 朱子东子 你们几个去泉水那里 打凉桶水 给大家分一分 让大火歇一歇 喝口水吃口干粮 再继续干 李正擦了一把头上的汗说 人群中 早就有人坚持不住了 听见李正的话 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哎呦 可累死我了 李正说 这沟什么时候能挖完呀 只要你们不偷懒 肯定很快就能挖完 李正说道 没偷懒 没偷懒 可不敢偷懒 朱子几个 拎了四桶水下山 大家都去咬上一点 咕嘟咕嘟直接喝了起来 叶欣然虽然习惯喝开水 但是这会儿实在是渴了 他拿出两个碗 一个给长平两兄弟 另外一个咬了一碗水 自己喝了起来 山泉水入口冰凉 很好地 驱散了身上的热浪 叶欣然喝了半碗之后 就把碗递给了肖怀安 出来干活没那么讲究 只能两个人用一只碗 叶欣然没想到 肖怀安接过碗 没有倒了重药 而是直接把他剩下的 半碗水给喝了 这个操作 看得叶欣然直接呛住 嗨嗨 肖怀安却没事人的似的 抬起头来 怎么了 没 没怎么 叶欣然觉得 自己想多了 肖怀安只是懒得去重新装水 并不是有意 和自己喝一碗的 他低下头去 从竹楼里拿馒头 没有看到肖怀安嘴角微扬 请起一丝笑容 馒头是纯白面做的 不过为了不让自家的食物那么招眼 叶欣然在空间里拿南瓜打了汁 揉进面里 这样从外观看 他的馒头就和玉米面一个颜色 他给每个人分了一个馒头 长安和长平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馒头里都夹了一大块肉 他们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 看着叶欣然 叶欣然笑笑 吃吧 两个狼吞虎咽地吃下馒头 看样子吃得非常香 有几个妇人注意到了这边 窃窃思语道 你看 那肖家的小娘子 好像很会做饭 看两个孩子 是吃得挺香的 当初谁说 人家这日子过不长的 大小姐又有钱 又会做饭 萧家父子是跟着享福了 女人们谈论着八卦 男人们听了却有些羡慕 萧怀安的命真好 能娶到原外家的大小姐 关键这大小姐 还没什么架子 他们怎么就没这么好的命呢 人群之外的张婆子 看见几个孩子吃得喷香 心中又是气又是狠 要是没有这个女人 萧家的好处就是自己的 这会儿 她啃了一口主树的隔根 又喝了大半碗水 心中忍不住想到 回去得和儿子商量商量 早点下手才行 短暂的休息之后 大家又开始了重复的劳动 树根石头还算好清理 最难弄的 其实是拦在路上的大树 树根盘根错节 想绕都绕不开 得费好大的劲 将树根清理了 才能挖出钩来 这活虽然比重地累 但是大家伙都没有什么怨言 这可是救命的水 直到太阳偏西 李正才在山头喊了一句 好了 大家收拾收拾 今天就到这儿吧 唉 终于完事了 可不是吗 这可比仲田累多了 我的腰都快断了 李正听见这些话 笑呵呵道 腰断了可不行 明天还得继续干呢 那大家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 晚上可不能折腾了 张凤霖你要不要脸 都这样了 还想着那点事呢 我一个光棍 我想什么 我就是提醒你们这些 有家事的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叶欣然被欢快的情绪感染 也微微一笑 却正好对上了 萧怀莫名的眼神 她什么意思 看我干什么 叶欣然收起笑容 回瞪了一眼 拎起被篓 带着两个孩子下山 一行人说说笑笑 走到山脚下 发现路边竟然停着一辆马车 马儿在路边的草丛里寻找嫩草 车上的人却一直盯着这边 好像等候多时了 走在前面的村民没敢搭话 还是李正从山上下来 走到马车前面问道 这位公子等在这里 可是在等什么人 我们住在前面的村子里 要是有能帮得上忙的 你尽管说 车上的年轻人见有人搭话 立刻从车上跳下来 双手抱拳 这位大叔 我想找一个姑娘 年纪约莫十六七岁 个子不高 左脸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 别的特征还不好辨别 但是说到左脸上 有一块很大的伤疤 李正立刻就想到了叶欣然 你找她是有事 大叔认识她 少年露出一丝欣喜 话到这里 李正突然长了个心眼 这个年轻人只说要找人 却没说找人做什么 万一要是坏事 岂不是给叶娘子惹了麻烦 嗯 好像没见 过 过字话音未落 叶欣然和两个孩子 却已经从后面走了上来 少年人一下子就从人群中 看到了叶欣然 他绕过正在说话的李正 走到叶欣然面前 朝着叶欣然抱拳行礼 敢问这位姑娘 前几天可在山上救了一个人 这个人面生得很 叶欣然立刻摇头否认道 没有 少年人文言愣了一下 错了吗 主人说的是 左脸一块很大的伤疤 还住在这附近 看样子错不了呀 他上前一步 想要继续确认 谁知一个高大的身影 却忽然出现 挡在他面前 少年人无奈之下 只好大声问道 那姑娘可在山上遇到一个读书人 扒了他的衣服 还在他身上扎了两针 什么什么 村民们仿佛听到了惊天大瓜 目光立刻看了过来 叶欣然心中一梗 这位少年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姑娘对我说的可有印象 见叶欣然没有说话 少年追问道 一点印象也无 叶欣然否认的干脆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不会啊 少年愣在原地 女子 身材瘦小 左脸伤疤 和主人描述的一模一样啊 麻烦让开 见叶欣然否认了 萧淮安上前一步 把叶欣然和少年人隔开 眼看叶欣然带着两个孩子越走越远 少年着急的想要跟上 男人却挡在他身前寸步不让 请不要打扰我家人 他已经说了 你认错人了 不应该啊 少年见萧淮安人高马大 气势也弱了起来 可是我家主子明明说 萧淮安 你若再向前 别怪我不客气 我 萧淮安的表情明明没变 可少年人却突然觉得背后一凉 身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到了嘴边的话 最终还是咽了下去 一场热闹就这么散了场 大家一路回到村里 还能干得动的 都趁着天还没黑 赶紧烧火做饭 太累的 干脆在锅里煮点隔根和土豆 糊弄糊弄就是一顿 叶欣然也累了一天 白天干活的时候还不觉得 这会儿洗了手才发现 指尖有好几处都割破了 他从空间拿出点副擦了伤口 又给两个孩子都擦了一下 想着吃点馒头 随便糊弄一下 走到厨房 这才发现锅里有刚刚煮好的粥 哎哟 这是哪里来的田螺姑娘 把饭都煮好了 叶欣然故意调笑 长生文言一下子就红了脸 沈娘 是我煮的 长生可真能干 长生拿脚蹭着地 就是随便煮一下 我今天回来的早 又没去山上干活 这做饭的事情 自然是应该我来做 大哥真厉害 大哥煮的粥比二叔煮的好 长安灌汇捧场 长平也附和着道 二叔煮的 狗都不爱吃 有了粥 又有早上剩下的馒头 叶欣然从空间的厨房里 拿出大厨自己做的八宝咸菜 乘在盘子里 便招呼大家一起吃饭 沈娘 这个咸菜好吃 是城里买的吗 长安咬了一根脆黄瓜 边吃边问 叶欣然也顺波就想 对 你要是喜欢吃 下次沈娘还买 萧桓安却默默回忆了一下 上次什么时候买了咸菜 天刚擦黑 村子里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这一晚 大家都睡得格外的沉 身体是累的 心里却是开心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 盐聪里就开始冒起了烟 叶欣然照旧在上山前负责记录 意外发现 今天去山上的人竟然多了一个 是张婆子家里的张大山 看见张大山出来 村民们都怯怯私语 这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张大山都出来干活了 张婆子终于舍得让他的宝贝儿子出门了 你看他那一身肉 一会儿也不知道能不能爬动 一路上大家议论纷纷 到了山上 却全都投入到挖曲之中 其他都顾不上了 开山比他们之前想得要难一些 照现在这个情况 他们还得两天的时间才能挖完 萧怀安照就比别人挖得快一些 叶欣然拿着工具往山下走的时候 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喊自己 叶娘子 叶娘子 叶欣然回头一看 竟然是张大山 这半天都没有注意 他什么时候跑到自己后面去了 张大山没有在意叶欣然冷冷的目光 而是举着手中的啰嗦子 一脸见笑 叶小娘子是不是最喜欢这种紫色的花 我刚刚在那边找到的 故意拿来送给你 谢谢 不用了 叶欣然冷冷抛下一句 转身就走 你不要吗 他们说 你喜欢这个花 张大山切而不舍 又跟了两步 叶欣然冷笑一声 花是好花 就是被脏手拿过 太脏了 你 张大山还没被别人这么骂过 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他把花扔在地上 用脚狠狠地碾碎 狠狠地看着叶欣然的背影 转身离去 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但是看见张大山走了 也都没放在心上 毕竟大家的心都在挖渠上面 今天的比昨天的又难挖了一点 一个上午 已经放到七八棵大树了 大家齐心协力 把树根拦腰斩断 才通出一条通道出来 这边正干的热火朝天 忽然听见有人喊道 李正书 你快过来看 声音里夹杂着些慌乱 听见喊声的 全都往那个方向看过去 只见王铁树的稿头下面 赫然出现了很深的一个洞 这个洞是从哪里来的 往旁边挖挖看 在众人七嘴八舌之下 王铁树又往旁边挖了挖 还是一个洞 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洞 旁人又在左边和右边分别挖了挖 下面都有一个深坑 眼看着这坑有两尺宽 七八尺深 延伸了几十丈远 这下可糟了 想要绕过这个洞 我们水渠就得改到 这得改出多远去啊 改了也不一定行 没准这洞已经绕到山后面去了 挖得浅一些行不行 有人提议 对 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这个洞 只要挖得浅一点 不让洞露出来不就行了 挖浅了也没用 等水一下来 立刻就将下面的下层 薄土给冲散了 还是要留到这个洞里 我说 山脚下 怎么没有水呢 合着全都流到深坑里了 那我们不是白兽类了 一时间 迷茫 慌乱 委屈 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他们费了两天的时间 结果就是 这山上的水 根本下不去 李正说 你的二百两银子 是不是白扔了 就是 那可是二百两银子啊 我们种一年的粮食 也攒不下那么多钱 就不应该听大小姐的话 大小姐连地都没种过吧 哪懂得这些东西 李正说 现在这个情况 你看看怎么办吧 就在场面一片混乱时 一道低沉沉稳的男声传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看见肖怀安 原本抱怨的那些人 全都静了声 李正指着前面的洞 给肖怀安看 怀安 你经常上山经验多 你来看看 这个洞是什么情况 肖怀安上前 先把锄头把伸下去 量了量坑洞的深度 又沿着坑洞延展的方向 走出七八十米远 然后站定 一个地方说道 来几个人将这里挖开 再挖深一点 这是要干嘛 难道还嫌这坑不够深 就是 这活干得让人摸不到头脑 村里的富人议论纷纷 几个年轻人却立刻跳下去 按照肖怀安的指示挖了起来 直到把那一块的坑洞 又挖上了五六尺 肖怀安才喊他们停了手 他吩咐几个人爬上来 把之前的几处洞口 拿石头盖上 他自己却按着地势找到一处 用锄头重新挖了一个洞口出来 一群人看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肖怀安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肖怀安却不理会大家的疑问 嘱咐刚才的几个小伙子 盯好他们挖出深坑 你们几个一会儿在这边守好 不管有什么东西出来都不要怕 直接拿手里的家伙事 肖怀安拍拍他的肩膀 好东西 说着肖怀安在人群中找到李正 对他说李正书 让大家都靠后一点 李正看得正好奇 急于知道 一会儿洞穴里会跑出来什么东西 于是赶紧招呼村民 大家都往后退 离远一点 肖怀安从旁边找了一把干柴 又搂了一堆树叶 全都扔到他自己挖好的坑里 然后拿出随身带的火折子 啪的一声打开 吹着之后也扔了进去 火苗一下子窜起来 干枝和树叶烧得噼里啪啦 看着火烧得越来越旺 叶欣然以为他要用火烧什么东西 却又见肖怀安扯了一捆带着绿叶的树枝 扔进去盖上火苗 浓烟瞬间就从洞口冒了出来 肖怀安动作麻利的 用石头堵住洞口 慢慢的 浓烟就在洞里蔓延开来 村民们还是看得糊里糊涂 这是在干什么呀 谁知道呢 别说话 就看着吧 村民们都伸长了脖子 往这边看 忽然听见地下传来了啪哒声 声音一开始不大 后来竟然渐渐成了轰鸣 人们面面相去 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看见刚才挖出的洞口处 掉出来一只四只粗壮 身材矮小的动物 他鼻子平 眼睛小 一身棕色与白色混杂的短毛 掉到洞里后 嘴里发出呃呃呃的叫声 守在前头的二主 紧记肖怀安的嘱咐 没等这个家伙挣扎 一搞头下去 直接就给开了瓢 欢子 欢子 村民们有认识的 兴奋的大叫起来 他们也没想到 挖个水渠 还能挖出欢子来 不过没等他们看仔细 紧接着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整整九只欢子掉进了洞里 被几个年轻人利落的收拾妥贴 萧哥 果然是好东西 二主兴奋的朝着肖怀安大喊 没注意脚下一滑 竟然从上面掉了下去 正在这时 洞里又跑出一个庞然大雾 朝着二主就撞了过来 二主 二主娘发出一声惨叫 眼看着二主躲闪不及 空中突然飞过来一块大石头 正好打在野兽的头上 咣当一声 野兽的身体落了地 掉在二主的脚下 二主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吓出一身冷汗 吓死我了 大家这才看出来 掉在地上的是一头野猪 野猪皮操肉后 被石头打蒙后 翻了个跟头 起身就想逃跑 他的獠牙又尖又立 朝着二主的脑门就要撞过来 这时候 和二主站在一起的几个小伙子 才反应过来 石头速度最快 跳下坑一把薅住野猪的尾巴 野猪吃痛 转身将獠牙对准了石头 又被大壮的稿头 打中了耳朵 野猪发了风 昂着头发出一声嚎叫 就在野猪不变方向 准备横冲直撞的时候 忽然一把锄头 从鞋子里伸出来 对准野猪的脖子 就刨了下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一锄头之下 野猪那又厚又硬的皮 竟然被划出了一道伤口 紧接着锄头一用力 从伤口又刨了进去 一道热血喷了出来 撒了石头一脸 刚才还奋力挣扎的野猪 扑通一声 就倒在了几个人的面前 事情发展得太快 村民的注意力 全部在野猪的身上 谁也没有注意到 萧怀安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等他们反应过来 之后才后知后觉 那七八十米的距离 他怎么一瞬间就过来了呢 先上来 离洞头远一点 萧怀安只是几个年轻人 经过刚才的一幕 大家已经不自觉地 把萧怀安当成了命令者 所以他这话一出口 几个人立刻离开了那里 凑到了萧怀安的前面 空气中充斥着鲜血的味道 现场诡异的安静 萧怀安不说话 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又过了一炷香之后 确定坑洞里再也没有动静 萧怀安才摆摆手 大家把下面的东西抬上来吧 人群顿时顶沸起来 野猪啊 这么大的野猪 我可是头一次见 谁不说的呢 以前总听人说 有野猪有野猪 想不到今天终于见识了一回 萧怀安刚才是怎么过来的 你们看见了吗 没啊 但是你刚才注意了吗 他拿着锄头 就杀死了一头野猪 就这速度 以后谁还敢说他腿脚不好呀 李正刚才吓得不行 到了这会儿 才终于缓了过来 他偷偷擦掉头上的汗 一脸淡定地指挥着大家 热闹看完了 你们也都别愣着了 大家去把下面的猎物 都给抬上来 吩咐完后 李正又看向萧怀安 怀啊 你看这个该怎么 既然是大家一起猎到的 当然是大家一起分 萧怀安语气平淡 好好好 李正高兴地硬下来 这件事处理最多的 就是萧怀安 他没想到萧怀安 能这么痛快地 就同意把这些猎物 给大家分了 你们几个 先把猎物放到一边 都给我寄好了数量 回去少了一根毛 我就拿你们试问 李正吩咐自己身边的几个人 几个汉子 本来高兴地上手去搬 一听这话 立刻停住了动作 李正说 这掉毛的事情 我们可担待不起 就是 李正说 这里又是树又是草的 刮掉毛了 也很正常吧 再说 这毛也没什么用呀 李正气的鼻子一歪 我就是打个比方 比方你们不懂吗 谁和你们说 这毛有用了 算了 你们也没读过书 这话你们听不懂 你们赶快搬 大家伙的眼睛都盯着呢 出不了什么岔头 解决了这件事 李正暂时放下 对花子和野猪的关注 将大家伙的心思 又拉了回来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个洞 就是这些花子和野猪 弄出来的 没挖开钱 谁也想不到 地下还有这玩意 事已至此 现在我们得想办法 怎么越过这个坑洞 让水流下山去才行 刚你们不是都说 自己经验多吗 谁能想出办法来 听完李正的话 刚才还一脸兴奋的村民们 全都漠不作声 这洞这么深 这么长 看不见的地方 不知道通往何处 若是凭着水流下来 把洞填满 还不知道需要多少水 就算是拿个竹子躺住 也没有用 竹子只能顶住一时 哪能受得住 这天长日久的 这个事情可不好办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叶欣然开口道 李正书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李正立刻问道 萧淮安本来也一直 在旁听着大家议论 听见叶欣然的话 眼中也闪过一丝好奇 看了过来 我们可以架桥 让水流过去 架桥 听见这句话 李正一脸疑惑 从来只听说在水上架桥 让人通过 没听说给水架桥的 这个桥要怎么的架法 其实也简单 回头我画个图 李正书一看便知道了 叶欣然道 那真是太好了 李正捏着胡子 笑得开心 那我们之后研究桥的是 今天把剩下的水去挖完 都听李正书的 听说这栋有了解决的办法 大家又多来了尽头 甩开膀子使劲地干 摊了点碗 终于把水沟挖到了山下的河沟旁 今天收获的猎物 也全都从山上带了下来 不过这次谁都没有着急回家 而是磨磨蹭蹭地 等着李正发话 看村民一个个眼睛里都冒着绿光 李正让大家伙点上火把 连夜把花子和野猪都包了皮 切了肉 给大家伙分了下去 花子一只最肥的 一只能有三十斤 瘦的也就有十斤 野猪将近二百斤 连骨头带肉 分到每家手里的肉 能有二斤左右 对于长时间 没有吃过肉的村民来说 这样的日子 简直和过年一样 今天挖去都辛苦了 这些肉拿回去煮上 都补补身体 李正喊道 谢谢李正爷爷 我都好久没吃肉了 桂花捧着肉说道 李正呀 老太太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是第一次吃猪肉里 你可比你爹能干多了 村里的李老婆子 张开没有门牙的嘴 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哪是我能干 这可都是萧家的功劳 李正看着萧淮安和叶欣然两个人 越看越满意 越看越觉得般配 你们吃着肉 可别忘记了这家人的好 而这功劳最大的萧家 也没多要什么 分了肉后 叶欣然只朝里 正要了一些欢子油 当天晚上 云边村的上空破天荒的 在晚上升起了吹烟 家家户户的厨房里 都传出一股肉的香味 有麻辣的 清炒的 还有用水煮的 而与这些香味都不同的 是萧家院子里 传出的烤肉的香味 叶欣然想要吃烤肉挺长时间了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他让萧淮安 把分得的野猪肉和欢子肉 全都切成了薄片 然后从空间里 拿出两盒冰箱里冷藏的 雪花牛肉片 趁着他们不注意 全都掺和在了一起 萧淮安刀工很好 切的肉片薄厚均匀 他们用来烤肉的工具 是一片薄薄的石头片 石头放在火上烧得滚烫 把肉片往上面一放 滋拉一声 就打了卷 再给肉片翻个身 另外一面便也熟了 烤肉蘸料 是麻酱 糖 酱油 醋调成的料碟 叶欣然 又拿出孜然粉 花生粉 芝麻粒 孜然粒 辣椒粉 调了一个干碟 他喜欢吃干碟 孩子们更喜欢麻酱碟 烤好的肉片 沾上一点料汁 放嘴里一放 肉的香味 混合着芝麻的香味 立刻在口腔里炸开 让人欲罢不能 肉的表皮 已经变得硬脆 里面却还是软的 充盈着肉汁 在牙齿咬开的那一瞬间 肉汁一出 让人即使烫着舌头 还是忍不住想吃下一块 几个孩子吃得酣畅淋 盆里叶欣然又去准备了山药串 蘑菇串 野菜卷 装了小半盆 一边烤着肉 一边还有蔬菜解腻 吃到后来 几个人都吃得半饱了 盆里竟然还剩下一半的肉 这下别说是萧淮安 就连孩子们都觉得奇怪 沈娘 我记得肉没有多少 怎么吃了这么久 还有这么多啊 叶欣然也懒得着理由 干脆破罐子破摔 我也不知道啊 这肉怎么总也吃不完 沈娘是不是先法 能把肉变得又多又香 长安瞪着大眼睛 一本正经地说道 长生和长平和附和 应该就是这样的 沈娘最厉害了 月亮慢慢地爬上树梢 院子里的火 也终于快要熄灭 三个孩子吃得肚子溜圆 一边拍着肚皮 一边欣赏天上的月亮 叶欣然从火堆里 扒出烧好的土豆 给美人分了一个 萧淮安没吃 把土豆包了皮 递给叶欣然 想要说什么 最后没说出口 只是说了一句 辛苦了 叶欣然心想 辛苦是有些辛苦 不过现在的日子 他过得还算是满意 辛苦点就辛苦点吧 希望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他到 萧淮安抬头看了看天空 放心 会的 第二天天刚刚亮 叶欣然就带着自己画好的图 去找李正了 昨天说了 要给山泉水架个桥 他按照心中所想的水渠的样子 简单地画了一个图 我们可以用石头 把下面垫起来 上面用竹片铺满 山上的渠道 最好也用竹片加固一下 不然溪水冲刷得很容易它 这块用石头也行 叶欣然说完之后 李正豁然开朗 侄女说得对 就按照侄女说的来办 叶欣然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但反应过来后 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侄女 我吗 李正笑呵呵的 对啊 你不是也应该叫我一声书 那我就叫你侄女 这个合理吧 行 李正说 那以后有事 我就不客气了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这回的事 我都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好呢 定好了方案 李正便开始安排人去干活 村里的人分成了三部分 二柱带着一对年轻的 去山里砍竹子 修竹片 萧怀安带着一对人 去给渠道加固 李正自己则带着几个人 去坑洞那里填埋 架小桥 为了防止再有动物将这挖开 他们搬了好几块的大石头 将桥两侧的通道 都给堵得死死的 经过昨天的事情 很多人都见识了 萧怀安的本事 跟他一起干活的年轻人 不停地往跟前凑 萧大哥 你好有本事啊 昨天你一出头就杀了野猪 能不能教教我 是啊 萧大哥 你昨天怎么跑那么快 萧大哥这么有本事 能不能交给我们一点 萧怀安自从来了这里 还没怎么跟村民交往过 面对这么多问题 他只冷着脸回答 以后再说吧 叶欣然去替萧怀安答应下来 以后我家当家的有时间 会教大家的 当家的 这个词说起来又新鲜又好玩 叶欣然说完之后 萧怀安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就按照我娘子说的办吧 他道 大家干活都十分卖力 太阳快要落山前 所有的渠道都已经铺满了竹片 水桥也架好了 李正一声令下 山上的人将堵住泉水的大石头扳开 泉眼里的水立刻奔涌而出 水流如同一条银龙 一路咆哮着流到山脚 长平长安和其他孩子 看见水流就拔足狂奔 想要赶在泉水到达之前 给大人们送去好消息 下山后 水流速度开始变慢 阳光映着晚霞照在水面上 照在一个个笑脸上 也照在了干涸多天 终于喝上了水的稻田里 干渴了许久的土地 如同一个无底洞 一开始灌进来的水 都被吸到地底 好久之后 田里的水才慢慢积满 从流出的缺口 流到了另外一块田里 看着田里的稻子 都喝上了水 人们仿佛 自己吃到了美味的食物一样 脸上都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太好了 这回终于有水了 李正真的有办法 还是淮安家的 有办法呀 娘 等今年有了新米 能做一顿干米饭吃吗 吃 等米下来了 管饱吃 谁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大家享受这一刻的喜悦时 一个人影匆匆离开 往村外跑去 村里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萧淮安收拾了东西 第二天就去了山上 临出发的晚上 萧淮安犹豫了很久 终于找到叶欣然 迟一着开口 有劳 上次做的饼 这次还能给我做一些吗 喜欢吃 叶欣然有些意外 长安不是 说他不在乎吃食吗 嗯 萧淮安侧过身子 点了点头 叶欣然看着他 略显局促的样子 有些好笑 看来是想了好久 才说出来的 笑归笑 第二天 叶欣然还是早早起床 给他做了二十多张饼 有葱油饼 麻酱饼 牛肉馅饼 为了表示 对那二百两银子的感激 叶欣然慷慨地 从空间里 拿出鲑鱼大虾 早饭后 萧淮安带着这些饼 没有直接去山上 而是多走了几里地 去镇上的王家饼铺 买了十张洲际的驴肉火烧 等他到了山上的木屋 一个人早早地等在了那里 林叔看见萧淮安来了 一把夺过他的包裹 就翻了起来 我说萧大爷 你怎么才来 三天了 你知道这三天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带的干粮 第二天中午就吃完了 你要是再不来 见到的就是我干瓣的尸体 放心 再饿三天也死不了 萧淮安面 无表情地夺过林叔手中的葱油饼 把装有驴肉火烧的袋子 递给林叔 林叔吃了一口火烧 眼睛还盯着萧淮安手中的葱油饼 淮安 我拿我手里的肉饼和你换 怎么样 不行 萧淮安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上次你都分了我一半 怎么这次这么小姐 你要是不喜欢你手里的 下次我不带就是了 萧淮安吃了口葱油饼 面不改色地说道 林叔一听 赶紧把手中的烧饼 往怀里揣了揣 算了算了 我还是吃我的吧 不过 你这次怎么这么久才上来 我还以为你那边出了什么事 帮村子里找水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村子里的人了 林叔大吃一惊 举手之劳而已 萧淮安显然并不想多做解释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 林叔说着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银票 我说兄弟 别怪我没提醒你 之前你可是说 这笔钱先不能动的 现在刚成亲 就把之前说过的话给忘了 你不会是个怕老婆的吧 林叔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萧淮安听见这话 丝毫不为所动 你当初说娶妻娶嫌 若是妻子不嫌 休了便是 为什么现在流落在外 连家都不敢回 林叔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手中的驴肉火烧都不香了 别提我家那个母老虎了 不对 你是故意的吧 我只是提了一句 你至于吗 萧淮安吃完手中的饼 拍了拍手 东西送来了 你便回去吧 我还要去山里看一看 折什么急 林叔伸手拦住 让我看看你的腿怎么样了 这次萧淮安倒是没有反对 他重新坐下来 让林叔给自己看腿 林叔挽起他的裤脚 不断地按压腿部的穴位 等检查完 面露担忧之色 怎么看起来比上次还差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看来南疆之行 应该早做打算了 见萧淮安低头不语 他又说道 上次你不是说嫂夫人挺可靠的吗 之前你是不放心伤的孩子 现在孩子有人照顾了 你还有什么顾虑 萧淮安叹了口气 不慎在意地开口 陈年旧急 连你都没有办法 又何必多此一举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林叔文言突然就红了眼睛 我早就和你说了 南疆那边有一秘书 能够接断骨 续经脉 我带你去 一定能找人看好你的腿 当年驰骋沙场的龙渊将军 无论如何 也不该是今天这个样子 萧淮安 我会考量的 你会考量个屁 林叔突然就发了脾气 成大事者 必须当断则断 你是不是带孩子 带得久了 也开始变得婆婆妈妈 萧淮安并不生气 怎么林大夫 也开始妄自菲薄了 你不是自称天下第一胜手吗 如今为什么觉得 你治不好的 别人能治好 放屁 林叔气笑了 老子当然是天下第一胜手 不过谁能治好你的腿 我愿意称他一生祖宗 我的腿 我心里有数 就算是一直这样 该做的事情 我也会去做的 萧淮安放下裤脚 整理了一下衣衫 竟然又问道 墨北那边来信了吗 还没有 林叔摇了摇头 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 李末他到底会不会 不会 萧淮安知道他要说什么 断然否决道 李末他不是那样的人 人心难测 林叔还是不放心 如果他真的没问题 为什么这么久了 那边却一点消息 都没有传回来 萧淮安道 除非他战死 否则 他一定会丢我来消息的 说完 他又重新站了起来 我要去打猎了 你要是没事 就先回去吧 林末 差不多得了 这山中的老鼠 看见你都得绕着走 你还真打算 一只都不放过呀 没办法 要养家吗 只能如此 萧淮安说完没有停留 直接走出木屋 他说的打猎 并不是为了应付林叔 自从来了云边村后 他确实一直靠着打猎为生 只是因为腿脚不那么方便 他便很少去追赶野兽 而是在野兽 经常出没的地方 挖了十几处陷阱 除了陷阱外 还有绳套 夹子 好在这里比较偏远 否则有人闯到这里 也很难逃到便宜 今天的收获一般 萧淮安查看了几个陷阱 里面连一根动物的毛都没有 等他再次回到木屋 林叔已经走了 他却在木屋 准备明天再去山林 更深处看看 而云边村里 却在他离开之后 来了一伙不速之客 早上 村民们在李正的指挥下 挖一处水坝 准备把山上流下来的水 先储存起来 然后按照需要 调节放出水流的大小 活刚干到了一半 一伙人就 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带头的是一个 又矮又肥的小老头 大老远地看见李正 就喊道 张压索 我说你怎么不去村里 找我乞讨了 原来是被地里 找到了水源 有这种好事 也不和兄弟我分享一下 他嗓门很大 声音都落下去 半天了 人还没到跟前 李正不用抬头 听声音就知道 说话的是 东沟村的李正照夫声 他放下手中的稿头 假意笑着迎上去 今天刮的是什么缝啊 怎么把您照理 正刮咱们云边村来了 赵福声一副 趾高气昂的样子 如今这世道不好 刮的估计是邪风 要不然 怎么能让你们 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我可听说 你们从麋鹿山上 找到了水源 说着 他看向远处的稻田 田里水光灵灵 和他们村里 稻田半干不干的样子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李正顺着他的目光 看过去 笑呵呵地道 可不是吗 多亏了这救命的水 要不然 田里的稻子都干死了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能吃毒神呢 这麋鹿山 可是在咱们两个村子中间 有了好东西 也得咱们两个村 共同分享不是 这样 也不劳烦你们村里的人 我带人 从你们挖的那个水渠的旁边 开出一条支岔来 把你们的水 给咱们分一半就行 这水是我们找到的 凭什么要分你们一半 王铁柱听见这话 顿时就怒了 他把稿头往地上一顿 对着来人怒目而视 而东沟村的人 显然是有备而来 王铁柱这个动静一出来 他们立刻扛起稿头 摆好了架势 赵福生皮笑若不笑地摆了摆手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 怎么脾气都那么大呢 咱们有事好商量 张李正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 你说是吧 张李正 张亚索看了赵福生一眼 眯眼笑道 当然了 咱们都多少年的老交情了 这样 我算你便宜一点 你们用我们的水 就按每个月无两银子来交费 十分合理吧 一听说还要收钱 赵福生的脸色 立刻就变了 张亚索 你别得寸进尺 这山区虽然是你们开出来的 但是这麋鹿山 可不是你们村的 这山上的谁你们用的 我们自然也用的 我是瞧得起你 才来通知你一声 要不然 我就是直接把水都 引到我们村 你又能耐我何 你可别忘了 一直以来 是你有求于我 而不是我有求于你 说完这句话 赵福生给带来的几个人 使了个眼色 动手 几个人立刻就要动手刨钩 见对方撕破脸皮 张李正也不再虚伪应付 我看谁敢动手 他的山羊胡子又翘起来 赵福生 亏你活了这么大的岁数 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张亚索做事 什么时候像你这样 顾头不顾定吗 我能挖这山渠 那是因为 我早把这麋鹿山买下来了 什么 赵福生吃了一惊 你真的买下来了 那是当然 张亚索得意一笑 心中畅快得很 多少年了 他终于在赵福生面前 占了把仙基 不信你就去县令那里问问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今天 要是敢动我们村的水 我立刻就去县令面前 告你带人抢劫 张亚索 你 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赵福生起得脸色发白 张亚索却黑黑一笑 这可不是 我要做绝的 明明是你好好的理政不做 非要打家结社 好 赵福生举起颤抖的手指 既然如此 你们村里的孩子 以后休想去我村里的学堂读书 赵福生 这下轮到张亚索变脸了 你怎么不讲武德 我们在谈用水的事情 你怎么又扯到孩子身上去了 再说 当初县令将学堂设在你们村里 明明说好了 大家都可以去那里读书的 那又怎么样 学堂是县令大人命人见的 先生可是我请的 我花了大价钱 去城里的青山书院 请先生来学堂讲课 自然就有筛选学子的权利 县令大人还能向我问罪不成 好啊 你 张亚索没想到赵福生这么下作 一时间气得语色 可是考虑到 还有两个孩子 在他们村的学堂读书 李正又不敢 把话说得太狠 难道真的要把村里 辛辛苦苦饮下山的水分 一半给东沟村 就在张亚索心中为难时 忽然听见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 我青山书院的先生 去各个地方讲学 从来都是免费的 不知道这位李正 你是花了多少钱 请的青山书院的人 听见说话声音 大家这才发现 两个书生打扮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人群之外 年长的那人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一看就是高雅之人 年纪小的那个 看起来像是他的书童 他们身后几十米外 还停着一辆素雅的马车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青山书院的先生 都是免费讲学 赵福生听见书生的话 心中不由的一尘 却还是硬着头皮问道 在下不才 正是青山书院的院长魏靖之 那位先生从容答道 什么 青山书院的院长 是云通县最大的那个青山书院 他怎么来了 就是啊 他怎么跑到咱们村子里来了 难不成是迷了路 不对 你看院长身边的那个书童 是不是有点眼熟 嘶 好像是在哪里见我 咦 那不是前几天来找 萧娘子的少年人吗 云边村的村民议论纷纷 赵福生的背后 却出了一层冷汗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 青山书院的院长 据说这位院长 十七岁就考上状元 二十岁就成为了 汉林院的学士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皇帝跟前的红人 只是他为人正直 不喜阿谀奉承 结党淫私 因此得罪了不少京中的官员 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些事情 于仕途上也不十分上心 后来他的夫人厂后落下了病根 长年卧床不起 他便辞去了官职 带着夫人回到了老家养病 县令得知自己管辖的地盘 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 便三天两头地上门 邀请他办一所书院 为县里培养人才 魏靖之倒也没有拒绝 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县令的请求 召集了一群读书人 办了书院 不过魏靖之并不亲自教书 而是日常与书院里的先生们讲坛 再由先生们将所学传播下去 曾经有大户人家 拉着挤车的礼物上门求教 想让自己的孩子败入门下 做他的入室弟子 都被这位院长给拒绝了 一些得不到甜头的人 便在背后说魏靖之的坏话 说他孤名钓鱼 并不是真的想教书 不过魏院长并不在意这些闲言碎语 每年都会派出两位学院里的先生 去乡下的学堂讲学 费用由书院来出 金额比书院里执教的先生们 还要高一些 因此 听见赵福生说的那句 花了大价钱 去城里的青山书院请的先生 他立刻忍不住问道 请的是谁 我 我可能是记错了 赵福生汗如雨下 我这就回村里问问去 说着 便落荒而逃 这位院长虽然没有什么权利 却万万得罪不起 青山书院的先生十分难求 若是得罪了魏院长 以后书院再也不派先生来村里教学 那他可就成了村里的罪人了 现在赵福生只希望自己跑得够快 那位院长忘心够大 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是哪个村子的才好 谁知道他一转头 张压锁就喊道 赵福生 那你们东沟村 还收不收咱们的孩子 不收 赵福生气的牙根都快咬碎了 不收就不收 大不了让孩子走远一点 去别的村子读书 李正小声嘀咕 又突然想起 眼前的人是青山书院的院长 这个院长 你们书院能不能 收我们的孩子去读书啊 少收点咱们的书修 张压锁是讲价讲惯了的 反正不管是县令 还是眼前的院长 都是有钱人 他们少收点银子 对于他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你们村里的孩子 没地方读书 魏靖之问道 李正趁机卖惨 是啊 我们村穷 修不起学堂 但是我们村的孩子 个个都聪明好学 都说伯乐和千里马 那是缺一不可 咱们村这千里马可多的事 就是少一个 能欣赏他们的伯乐 魏靖之 如果确实有可造之才 可以让他们去书院读书 不过 不过什么 李正赶紧追问 他刚才说的时候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 没想到魏院长 这么容易就答应下来 不过需要通过我的考核才行 考 考核 那 考就考呗 李正的声音小了下来 村里没几个孩子读过书 一考试 他刚才吹的牛 可就全都漏陷了 可对方既然提出来了 这事肯定糊弄不过去 李正心想 试试就试试 哪怕有一个能进书院的 那也是 自己村里赚到了 主子 那天我看到的 就是这位小娘子 魏靖之和李正说着话 身边的小书童 突然指着远处走来的 叶欣然提醒道 魏靖之 朝着书童所指的方向一看 果然是 那日帮自己解读的人 此时 他正一脸和善地 与村里的老大娘说着话 只有魏靖之知道 他可不是看起来这么善良 是他 魏靖之顾不上正在说话的李正 连忙紧走了几步上前去 这位娘子 魏某有礼了 魏靖之抬起双手 深深意礼 把围观的众人都给看呆了 院长为什么要给叶娘子行礼啊 就是啊 难道他们原来就认识 不对 你忘了吗 上次 院长身边的那个小书童 问叶欣然 是不是扒了别人的衣服 还给人来了两针 难道说的就是这位院长 对哦 上次我听着还以为是什么风月市 现在看来也不像啊 叶欣然被这一依吓了一跳 待他看清眼前的人 心里更加紧张了 这不是那天被自己扔在山上的人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等等 难道是因为收的费用太多 来找他算账的 可衣服和发簪都被自己卖了呀 嗨嗨 叶欣然咳嗽两声 稳定了一下情绪 然后开口问道 这位公子 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位小娘子可还记得在下 魏靖之很是高兴 不 太记得 叶欣然故意装糊涂 小娘子真的是让我好找 魏靖之却没有理会叶欣然的拒绝 继续高兴地说道 我来找小娘子 是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听见他不是来找自己要东西的 叶欣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位娘子医术高超 我家娘子缠绵病态已久 不知道能不能请你上门去帮我家娘子看一下 弄错了吧 叶娘子会医术 是啊 真没看出来 他还有这本事 人群中的张婆子听见这个消息 眼中的神色变得晦暗不明 叶欣然听说是要帮着他家娘子看病 心中犹豫了一瞬 他并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医术 可是如今看来 这件事怕是瞒不住了 而且眼前的这个人好像身份不低 若是借着他的手 把自己会医术的事情宣传出去 对自己以后的打算 应该会有些帮助 他刚要答应下来 就听见李正开口道 我们叶娘子虽然医术了得 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给治的 听见这话 魏靖之皱了皱眉 问道 那要什么人才可以 李正想了想 故意掐了个文周周的词 有缘人 何为有缘人 李正笑道 这个缘分 一方面靠上天注定 另一方面 也靠自己争取 比如说 你和叶娘子之间本没有什么缘分 但你若是能帮助我们村子 让村里的孩子都有疏毒 或者干脆在村子里建个学堂 这个缘分 不就有了吗 小叔同听见这话 立刻上前斥责道 我家先生身份金贵 岂是你们说请就能请得到的 魏靖之身手拦了拦他 没有回答李正的话 反而看向叶欣然 你也是这个意思 李正怕叶欣然没这个想法 一把将长安长生揽到怀中 朝着叶欣然眨眨眼睛 叶娘子 你说呢 叶欣然笑了笑 对着魏靖之道 这确实也是我的意思 若是我能治好尊夫人的病 还希望魏院长 帮着我们村 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 好 魏靖之赞许地看向叶欣然 他还以为叶欣然会开口要银子 没想到 真的将条件定位了开学堂的事 那就有老娘子了 事不宜迟 请娘子和我一起上路 今天不行 诊病这件事可大可小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安排 魏院长明天派车来接我 我安置妥当了再过去 也好 魏靖之立刻答应下来 等他们两个走后 村民们还未在村口 一直没有散去 他们看着叶欣然 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样 叶娘子 你真的是医术高手 略会一点 叶欣然谦虚 怎么可能 那位魏院长 可是专门从京城回来养病的 若是略懂一点 怎么能治好他夫人这样的毛病 就是啊 这么说起来 叶娘子的本事 难道比京城医馆里的大夫还要厉害 众人嘖嘖称赞 李正却伸手感人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围着了 叶娘子如今有众人在身 需要回家好好准备明天看诊的事情 大家伙都散了吧 散了吧 待众人散去 李正这才小声问道 叶娘子 你真的会医术啊 叶欣然笑了 李正说 你现在才问我 是不是晚了点 李正搓了搓手 哎 我刚才不是太激动了吗 一心想着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可是你真的行吗 实在不行 我去城里找个大夫 明天和你一起过去 咱们也别硬撑着 叶欣然看了看远处 不用了 我明天自己过去看看吧 好好好 李正不放心的嘱咐 那你好好准备 叶欣然也没什么可以准备的 不过来到这个世界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出诊 因此有点紧张 在叶欣然的计划里 他要等药丸生产出来之后 再找个机会将名声打出去 不过 事情发展得出乎意料 他要先抓住这个机会 晚上 三个孩子都对叶欣然 明天要给人看病 表示担忧 师娘 你真的会看病吗 不然你明天不去 我去和他们说 卫院长得真是我扎的 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长安自告奋勇 看着他们一个个担忧的小眼神 叶欣然安抚道 放心吧 沈娘心里有数 第二天 他早早起来蒸了包子 够三个孩子一天的量了 简单收拾一下 便提着一个篮子去了村口 篮子里只装了两个包子 不知道主人家管不管饭 所以他自己带着食物 再就是 这个年代 医生出门看诊 都拎着医乡 他觉得两手空空的不好看 等到了村口后 昨天的那辆马车 早就停在了那里 小树童见到叶欣然 立刻从车上跳下来 我家先生让我来此等候叶娘子 那我们就出发吧 叶欣然说完登上马车 跟着树童一起 往魏靖之的宅院而去 魏家的宅院 在县城的东郊 那里依山傍水 地势开阔 远离热闹的人群 很适合敬仰 马车到了之后 书童请叶欣然下车 叶欣然这才看到 院长家的房子 布置得很是雅致 三进三出的院落门厅开阔 院子里种着梅花 养着鲸鱼 回廊处 还有戏竹摇曳 书童引着他 走到后面的院子里 一个圆脸的小丫鬟 立刻迎了出来 这就是先生说的那位神医 小丫头打量着叶欣然 一脸都不可置信 这时 魏靖之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叶娘子到了 请敬 但是发现屋子里收拾得十分干净 前后屋的窗子都开着通风 屋里散发着淡淡的橘子香味 一点也没有酒病 在床那种死气沉沉的景象 魏靖之像是看出了叶欣然的讶异 解释道 我家夫人向来喜欢明亮 所以不允许我们在屋子里挂为慢 医生虽说不让他吹风 可是他必须得每天通着风 才能进行休息 叶欣然听着魏靖之的解释 无奈的语气中 又带着丝丝宠密 便随口应道 这样很好 有利于病人身体恢复 随着魏靖之的脚步 叶欣然走到内室 看见了病床上的病人 这是我的夫人 姓王 魏靖之开口 床上的冷夫人听见动静 开口问道 是大夫到了吗 是 魏靖之回答 引着叶欣然走到床前 叶欣然这才看见冷夫人的容貌 只见他眉眼如墨 生得十分美艳 只是这样的眉眼 却更衬得他脸色蜡黄 唇色苍白 看见叶欣然后 冷夫人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亚异 不过 他很快将那份亚异藏在眼底 主动伸出手来让叶欣然诊治 口中还说着 想不到是这样年轻的一位女医者 我病得太久了 医者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也不必自责 叶欣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病还没看 患者倒是安慰起他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 冷夫人是个善良之人 只是病得久了 对于恢复健康这件事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夫人也不必过于悲观 叶欣然一边诊脉一边说道 夫人这是崩漏之症 加上包工脱锤 想治好也并非难事 他说着 抬起手来 把手伸进自己带的篮子里面 在伸出来的时候 手中却是一包银针 叶欣然摆弄着银针说道 夫人若是信我 我就先用银针帮助夫人止住血崩之症 然后再开出脊肤药给夫人服用 等夫人身体恢复之后 我再帮助你解决下锤的问题 冷夫人抬头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看了这么多的大夫 其中也有人说对了他的症状 却没有一个人说过 他这个是小问题 特别是从身体里脱锤出来的东西 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怎么到了这个小姑娘口中 倒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真的可以好 看叶欣然娴熟地摆弄着银针 冷夫人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希望 可以 叶欣然点头 面上表情十分肯定 那 那真是太好了 冷夫人不知道为什么 眼角忽然有些发热 这些年 他失望了太多次 一次一次充满希望 又一次一次失望 他以为自己 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 可是看见叶欣然的样子 他忽然又觉得 或许还可以再试试 全程旁观的魏靖芝 也有些激动 他就知道 这个小姑娘不走寻常路 与他以前见过的大夫都不同 肯定有一好夫人的方法 那就请其他人先出去 我为夫人施针 待结束之后 其他人再进来 听见叶欣然这么说 魏靖芝连忙给小丫鬟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赶紧出去 丫鬟连忙退出 下一刻 叶欣然就看着魏靖芝道 你怎么还不走 魏靖芝 我也不能留在这里吗 叶欣然 我有个习惯 时针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在旁边 魏靖芝只好退了出去 叶欣然摆开银针 让冷夫人退下衣服 找到他背后的三十六处穴位 快速刺了上去 他的银针针尾纤细 每个穴位扎好之后 叶欣然伸手一扶 银针在空气中 发出清脆的争鸣声 冷夫人还从来没有听过 这样的银针声音 一时间觉得十分有意思 姑娘这一手银针出神入化 想来 是经高人指点 叶欣然摁了一声 然后道 不过 我师父他老人家 几年前就杳无音信了 冷夫人连忙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没关系 夫人若是累了 就休息一会儿吧 冷清心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听见叶欣然这句话后 忽然觉得一阵困意袭来 竟然瞬间入梦了 趁着他入睡 叶欣然从空间里 拿了专制妇科的药物 扯去包装 拿了桌上的一张宣纸 包了起来 好在是中药 看着倒也不算突兀 然后 他便取下银针 等着冷夫人醒过来 他这个针 一般能让人睡上两克钟 结果快半个时辰了 冷夫人还没醒过来 叶欣然百无聊赖 想起自己还有两个包子 没有吃 一会儿还得带回去 就干脆坐在那里 啃起了凉包子 结果刚啃了两口 冷夫人就醒了过来 他不好意思地 朝着叶欣然笑笑 抱歉 刚才竟然真的睡着了 没什么 是我让你睡的 叶欣然毫不在意 明明睡了没多久 冷清新却觉得 自己的精神好了许多 他穿好衣服 看叶欣然吃完了 最后一口包子 竟神识鬼差地问道 你的包子 是自己做的吗 闻着很香 叶欣然很大方地 拿起篮子的另外一个包子 递给冷夫人 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给你 冷夫人接过包子 重新打量眼前的姑娘 不知为什么 忽然觉得她有些眼熟 请问姑娘 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 叶欣然摇头 没有 我从小到大很少出门 没有吗 那可能是我认错了 冷夫人看着她 有些熟悉的眉眼 失望地说道 听见里屋 有了谈话的声音 魏靖芝和丫鬟 立刻开门进来 像过 冷夫人微笑着 朝着魏靖芝招了招手 看见自家夫人的笑容 魏靖芝立刻激动地 上前抓住夫人的手 夫人 我好久没见你这样笑过了 刚刚睡了一小会儿 这会儿觉得精神还好 那实在是太好了 见两个人分隔这一会儿 就跟分隔了很长时间似的腻挽 叶欣然决定 这个电灯泡她不当了 这是我给夫人开出的药 一天两次 一次两完 先服半个月 半个月以后 我再来复查 叶欣然嘱咐道 这段时间不要受累 不要着凉 保持心情愉悦 有利于身体恢复 是 是 魏靖芝赶紧应了下来 回头想和夫人再说两句 却看见 她将一个包子递给了丫鬟 嘱咐丫鬟 帮她温好了送过来 这包子是 魏靖芝满脸诧异 是医者的午饭 夫人有些欠然 我说闻着有些香 叶大夫便送我了 叶大夫 中午在寒舍吃顿便饭吧 不用了 我刚吃了一个包子 已经吃饱了 叶欣然拒绝 她不习惯和不熟悉的人一起吃饭 魏靖芝挤挽留不住 便送叶欣然出去 快到门口时 魏靖芝开口道 叶娘子最近若是有空 能不能多来看看我家夫人 我看她还挺喜欢你的 叶欣然看她一脸关切的样子 心中倒是为她夫人感到高兴 都说闻人清高 想不到像魏靖芝这样一位有名的学士 竟然把夫人的位置放得如此之高 她也好言安慰到 夫人的问题不大 不需要经常探看 半个月一次足够 好好 魏靖芝吩咐书童将叶欣然送回村子 临走前还拿了五十两银子的酬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若是夫人病好了 魏某定有重险 叶欣然没有推辞 虽然当初说好了用看病换村子 孩子读书的事 但是没有说不负诊金啊 他将银子收好 随着书童走出大门 刚想上马车 书童忽然说自己忘了东西 跑回去去 叶欣然便站在马车前面 等着书童出来 他四处张望 发现这会儿虽然已经过了晌午 魏宅的门前却停着五辆马车 这几辆马车都很豪气 最大的一辆 马车上叼着繁复的花纹 连装饰的锦缎 也都是最上层的料子 每辆马车下面都站了人 眼睛盯着魏宅的大门 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 叶欣然正挨个看过去 却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欣然 欣然 叶欣然有些疑惑 看见一辆马车上有妇人朝着他招手 他仔细地打量了半天 这才看出来叫自己的人 是园主的娘 邹氏 这会儿功夫 邹氏已经来到了叶欣然的跟前 邹氏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叶欣然 开口问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他一脸疑惑地打量叶欣然 又撑着脖子向里面看 直到确认院子里没有人再出来 这才重新把目光放在叶欣然的身上 我过来办点事情 叶欣然懒懒地答 你来这里能办什么事 问完这句话 邹氏眼中突然冒出惊光 难道你和魏靖之认识 阿然 你要是认识魏院长 一定要帮帮你弟弟啊 你把事儿推荐给魏院长 让他收事儿做弟子 你弟弟这么聪明 得有个好的先生教他才行 叶欣然冷笑一声 娘 你是不是太高看你女儿了 你忘了 我只是个猎户的妻子 魏家和我订了猎户 我是来送货的 他随口应付道 一听说叶欣然是来送货的 邹氏眼中的神采立刻消失不见 刚刚抓着叶欣然的手也松了开来 哼 我就说呢 一个草包能有什么大出血 怎么可能攀上魏靖之这样的人家 是啊 我本来就是无用之人 叶夫人还是离我远一点的好 叶欣然凉凉地说 邹氏 你少在这里和我阴阳怪气 你本来就是草包 我有说错吗 你不如你妹妹漂亮可人 也不如你弟弟冰雪聪慧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女儿 叶欣然不说话 只看着邹氏冷冷地笑 如果是园主的话 听见这样的话 一定会伤心吧 同样是父母的孩子 他却这样不受待见 只是可惜了 他并不是邹氏的孩子 所以根本不会伤心 只是觉得邹氏的嘴脸十分可恶 邹氏像是被他的冰冷的态度刺激到了 又恶狠狠说道 以后魏家的货你就不要来送了 免得不知李树在弄出什么差错 惹得魏院长对叶家不满 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叶欣然淡淡道 我家里也是要吃饭的 送不送货 你说的不算 谁说和我没关系 邹氏提到声音 是关事的前程 我不能不小心 除非你和我叶家断绝关系 叶欣然回头 早在我出嫁的那日 不是已经断绝关系了吗 邹氏双手插腰 好好好 以后出门在外 你不要再说 自己是叶家的女儿 叶欣然懒得理他 回头打算上马车 就看见书童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书童形色匆匆 众人看见一拥而上 童管是 魏夫子是怎么说的 他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我已经再次等了三天了 魏夫子能赏脸见一面吗 我先来的 我已经等了五天了 书童十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都和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我家主人不见客 你们刚才在外面大声喧哗 是犯了主人的大忌 以后都别来了 别吵到我家夫人休闲 不是我们喧哗的 是他 对 就是他 几个人无端受了牵连 同时指向邹氏 邹氏立刻就变了脸色 不是 不是我 我没有大声喧哗 明明是你 就是 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 真的不是我 是他 看见站在对面的叶欣然 邹氏 像是终于抓住了发泄的对象 是他在卫院掌门前大放厥词 我只是 帮着童管是 教训这个不知理书的粗鄙村妇 你骂谁是粗鄙村妇 听见邹氏的话 书童立刻就炸了毛 这可是我家主人的贵客 你在主人家门口喧哗也就算了 竟然还对主人的贵客不敬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求我家主人召见 想都别想 神 什么 邹氏当场实话 他是你家贵客 他怎么会是贵客呢 他不是来送货的吗 谁说他是来送货的 书童转身用眼神询问叶欣然 见叶欣然点头 他又立刻转了回去 对 他就是来送货的怎么了 送货的 也是我家主人的座上宾 开玩笑 他家夫人可就指着叶娘子给治病了 书童虽然平时有些傲气 但是这件事情他 可是看得明明白白 这叶娘子 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不光不能得罪 还得好好捧着才行 听说叶欣然 是未尽知的贵客 邹氏立刻一拍大腿 哎呦 你看这事闹的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 我是阿染的娘亲 既然阿染是贵客 那我家事 是不是也能跟着他姐姐沾沾光啊 她是你娘亲 书童吓了一跳 刚才他不是骂叶娘子 是粗鄙村妇吗 怎么会是他的娘亲 叶欣然点点头 他本来是我娘亲 可是刚才 我们已经断亲了 没有没有 没有断亲 邹氏连练白手 我们怎么能断亲呢 阿染 我含辛茹苦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扯这么大 如今你攀上高枝 竟然连娘都不认了吗 刚才明明是你说断亲的 声音那么大 我们在旁边都听见了 就是 就是 你自己说断亲的 旁边几个人看不过去 纷纷出声指责 有你们什么事 邹氏此刻再也不顾之前 辛辛苦苦维持的戴夫人的形象 对着众人斥责道 这是我们的家事 与你们有何干系 有这个时间 管好你们自己 真是个泼妇 就是 有这样的娘 还真是倒霉 议论声中 书童亲自拿下马凳 扶着叶欣然登上马车 态度之恭敬 让众人都看得羡慕不已 要知道 魏院长这个书童 虽然年纪小 但是架子一向不小 对他们这些人 从来都是爱搭不理的 他能对这个女子这么恭敬 说明这个女子 真的是魏院长的贵客 想到这个 大家再一次 将目光放到了邹氏的身上 这个邹氏 也来过好几次了 身边有这么好的关系不用 还和女儿闹得这么僵 真是一手好排打的稀烂 见书童离开了 众人一个个的 也全都散了 路上 叶欣然想着 刚才邹氏吃瘪的样子 心中还是觉得痛快 忍不住笑容浮现在嘴角 书童坐在叶欣然的对面 看着她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叶娘子 方才的那个妇人 真的是你的娘亲吗 是 叶欣然答 那我刚才 是不是冒犯她了 书童还是有些不放心 没关系 我和她早没关系了 记住 千万不要看在我的面子上 答应她什么事情 要是真的看我面子 也一定要让她不痛快得好 那是当然 书童一副包在我身上的样子 哎 叶欣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开口问道 刚才他们 为什么要喊你童管事啊 因为你是书童 所以这么叫 叶欣然好奇地问道 当然不是 书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叶欣然 他们叫我童管事 当然是因为我姓童啊 叶娘子可以叫我童俭 哦 原来如此 叶欣然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小小年纪 就能做管事了 还真是厉害 童俭表情别扭了一瞬 不是我厉害 是主人不想用那么多的人 只能让我替代 马车很快到了云边村 书童将叶欣然送回家中之后 才回去复命 几个孩子看见叶欣然回来 全都围了上来 沈娘 怎么样 那个姓卫的有没有为难你 长平问道 沈娘 你害不害怕 长安也问 沈娘 那个卫院长 她夫人病得重吗 长生关切地问 叶欣然看着三个孩子 分别在他们头上点了点 放心吧 沈娘的医术 还是很厉害的 沈娘好厉害啊 长安一脸崇拜的表情 叶欣然随手从袖子里 拿出了几块糖果递给他们 沈娘有些累了 你们去吃糖 沈娘要休息一下 一听说叶欣然要休息 长生立刻就要带着两个弟弟离开 别吵了 哥哥带你们出去玩 让沈娘好好休息 那我们去看他们修水坝吧 听说他们昨天在水里捉到了鱼 行 那你把脚上的鞋换一下 三个孩子很快离开院子 叶欣然独自回到房间 他倒不是真的想休息 而是想到空间里查看一下情况 不管是萧怀安的腿 还是冷夫人的子宫脱锤的情况 后面都需要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只是手术室还一直没有放开 时至今日 叶欣然也没有抓到空间开放的规律 不知道要触及到哪个点 空间的雾气才会散去 叶欣然进入空间 顺着台阶 慢慢地走上三楼 今天的情况和之前一样 眼前的雾气依然浓重 看来冷夫人的病 也只能暂时保守治疗 好在她的身体恢复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叶欣然重新退了下来 二楼 心肌丸是昨天刚刚开始生产的 而反应服里的血盐膏 已经到了最后的生产阶段 三天后 她就能拿到最新生产出来的血盐膏 为自己恢复容貌了 想到这里 叶欣然忍不住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疤 自己治疗没有问题 需要生产更多的血盐膏 就需要找到更多的冰灵花 可冰灵花不好找 目前 她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 这对她来说 是一大难题 她当初买下东山 就是要在山上种药材的 现在几颗药材 根本满足不了她的需求 看来 她得找个机会 和萧淮安到更深的大山里面 看一看才行 孩子们回到家的时候 叶欣然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他们手中拿着一个编好的花环 递给叶欣然 沈娘 这个花花送给你带 叶欣然接过来 看见花环是用柳条边的 上边插满了蒲公英的花朵 谢谢你们了 她很高兴 可是这个花花 还没有沈娘好看 长安叹气 以后 我要给沈娘做更好看的花环 就你最会哄人了 叶欣然忍不住捏了捏 长安日渐红润的小脸蛋 吃晚饭的时候 叶欣然总是走神 就连长安喊她 也是两声之后 她才反应过来 沈娘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长安问道 哦 没什么 叶欣然笑笑 收敛了心神 沈娘 是不是白天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担心了 长生看着叶欣然的脸色 试探地问道 叶欣然本来没想把白天的事情 和几个孩子说 但是考虑到叶家人 不会这么轻易地就罢手 早做准备总是好的 于是说道 这几天 叶家人可能会过来闹事 我在想 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赶走呢 沈娘 你家里人又打你了 长平激动地扶着桌子 就站了起来 长安也一把抓住叶欣然的手 仔细检查起来 没有没有 叶欣然安抚他们 只是今天在路上又碰到了 他们看见 我去了卫宅 想接着我八届卫院长 但是我不想理他们 不但不想理 甚至想狠狠地打他们一阵出气 不理他们就对了 沈娘 你别怕 我们会保护你的 长生说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 要是那边来人了 你们都在屋里不要出来就行 那可不行 沈娘 我有办法让他们进不来 只要你别觉得 冒犯了你家里人就行 长平一脸自信 你有什么办法 长平最会做机关陷阱了 长生道 长安也捏着拳头激动道 二哥和二叔学的 很厉害 复杂吗 难不难 叶欣然一听 立刻来了兴致 一点也不难 长平信心十足 叶欣然 好 那我们就布个陷阱 只要他们赶来 我们就狠狠地冒犯 嗯 三个孩子盲点头 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 吃完饭 几个人就开始忙活 三个孩子是主力 看得出来 他们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情了 叶欣然想不出 以前他们什么时候 会用到陷阱 毕竟从他来到村子里 还没见过他们做这个 你们把这个绳子埋起来 我去打两桶粪水 长平对弟弟和哥哥道 还弄那个 那个也太恶心了吧 长生有些反对 长平却攥紧了小拳头 谁让他们以前 欺负沈娘的 粪水都是清的 要是有机会 我想用铁水 把欺负沈娘的人 都变成渣子才好 叶欣然在屋里 记着麻绳 听见三个人的话 心中不由一惊 他一直以为 长平是个乖巧的孩子 想不到下起手来 会这么狠 晚上的布置没有做完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 三个孩子就爬了起来 继续做之前 没有做完的事情 叶欣然做好了早饭 招呼三个孩子来吃 长平却拉着叶欣然 看见这个吗 这个不能踩 还有这里 这里要绕着走才行 他们把几处机关 所在的位置 都标注出来 让叶欣然记住 又带着他 在院子里走了几遍 确定准确无误后 这才跟他一起 去后院吃饭 沈娘 记住了 只要不碰那几处地方 肯定没问题的 长平说 好的 我记住了 叶欣然点头 这陷阱工程 他只参与了一小部分 具体的威力 他还真有些好奇 早饭之后 叶欣然趁着没事 把之前和李正要的 欢子油拿出来 放在锅里慢慢地熬 这个东西治疗洞窗 有奇效 制作方法也简单 熬煮之后 再放凉储存就可以 他一边熬油 一边等着叶家人过来 谁知叶家人没等来 却等来了李正 李正在外面敲门 一边敲 一边喊道 叶侄女在家吗 大白天的 怎么还把门插上了 长生 去看看李正爷爷有什么事 锅里的油还没熬好 叶欣然暂时离不开 只好吩咐长生 长生走到门边 李正爷爷 你有什么事情 我有事情 要找你沈娘商量 不行 沈娘现在有事 不能出来见你 长生打 不出来也行 那你把门打开 我进去找他 你也不能进来 李正 哎 你这孩子 今天怎么还犯起轴来了 我找你沈娘 真的有事 你不想读书了 李正爷爷 读书的事情 先往后放一放 我们要先对付坏人 然后才能开门 坏人 哪里来的坏人 李正二丈和尚摸不着头 你小子是不是糊涂了 李正爷爷 我没骗你 不让你进来 是为了你好 长生话音刚落 村口那边就有一辆马车急驰而来 马车在路上停了一下 像是在问路 然后便直奔着肖家这边过来 马车在门前刚刚停稳 车夫便从车上跳了下来 指着李正问道 这是肖怀安家里吗 是啊 你们是什么人 李正有些纳闷 肖怀安什么时候 有这么阔气的朋友了 车夫得到肯定回答 没有搭理李正 而是立刻回到车边 对着车帘里面小声说道 老爷 是这家 车里传出一道尖客的声音 去敲门 告诉那个不孝女 他爹娘亲自上门来看他了 还不赶紧出来迎接 是 车夫把李正挤到一边 用马鞭敲打着大门 喊道 叶大小姐 叶老爷和叶夫人来看您了 请您出门迎接 几声之后 院子里没有任何反应 车夫这才看向李正 这院子里没有人吗 李正吃笑一声 我又没进去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 既然没人回答 那就是不在家呗 李正算是看明白了 长生那个小子 刚才还有动静 这会儿却连个声都不出 他口中说的坏人 指的应该就是叶家父母 看他们这个样子 也是来者不善 这是到村子里 给女儿找不痛快了 不行 这家里现在除了妇人就是孩子 肯定要受欺负 他得去找人来帮忙才行 车夫见李正一副 看热闹的表情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什么都不知道 就离远一点 别耽误了我家老爷的正事 然后车夫转头恭敬地 对着马车道 老爷 家里好像没人 要不我们等一等 邹氏一把掀开了车帘 等什么等 我家老爷是堂堂园外爷 怎么能在路上等个破落货 那 车夫一时间犯了难 把门撞开 我们进去等 邹氏吩咐道 这 这不就是私闯民宅了 吗 车夫说到后面 连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邹氏冷哼一声 我是他娘 老爷是他爹 私闯的哪门子民宅 再说了 就这破房子 连府中的茅房都不如 里面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们愿意进去等 那是给他澎壁升辉 车夫还在想 澎壁升辉是这么用的吗 马车后面的隋从已经上前 用力一踹 将柴门从外面踹了开来 老爷 请 隋从立于门边 等着车上的园外进门 一直没吭声的夜园外 终于动了动身子 懒洋洋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夜园外黑面无虚 大腹翩翩 穿着一身银灰色对筋窄绣长袍 衣巾和绣口处 用银色的丝线绣着腾云祥纹 脚下还蹬着一双灰色的高筒靴 那配色和模样 活像一副行走的猪大肠 夜大成昂首望天 尽量摆出一副 有钱老爷家的样子 谁知道是有不顺 下车刚走了两步 就踩上一泡狗屎 脚下滑腻的感觉 让他愣了一瞬 等他看清脚下踩着什么东西的时候 脸色立刻变得如锅底一样黑 夜北 他大喝一声 车夫听见老爷 喊自己的名字 吓得一哆嗦 老爷 放着我来 夜北从地上捡了两根树枝 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将老爷的鞋底刮干净 又用自己长衫的一脚 使劲擦了擦 夜老爷这才满意地 把脚重新放到了地上 他站在破旧的院门前 看着院子里的土坯墙 茅草屋顶 有些不可置信地 回头看自家夫人 你确定没有看错 欣然现在这个条件 真的能成为魏夫子的座上宾 千真万确 邹氏俯身达道 他那张脸 就是化成灰 我都能认得出来 只是不知道 他使了什么狐媚子手段 竟然让魏夫子 对他另眼相看 就连一直目中无人的同管事 都亲自送他出门 既如此 那我们就进去等一等 看看这丫头 到底长什么本事 夜大成抬脚往院子里走 一边四处看 一边嫌弃 这地方也太破了 事儿就应该自己来求他解解 而不是劳烦我亲自跑一趟 邹氏连忙安抚道 如今那小妮子 翅膀也硬往 胜自己来 他如何能放在眼中 还是老爷说话有力度 只要一句话 他马上得乖乖照办 夜大成瞅着最大的一间屋子 就要往里面去 结果刚走两步 脚下又是一滑 他以为自己又踩到了狗屎 口中大骂了一句晦气 这穷酸地方 脏死 死字刚说到一半 就见对面的屋顶上 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 朝着自己扣了下来 老爷 小心 随从眼急手快 一把将闭了眼睛的夜园外推开 躲开了迎面来的一块木板 他自己的脑袋 却被结结实实地拍了一下 随从立刻被拍得眼冒惊心 心中却还在庆幸 还好自己这次动作比较快 不然回去又要扣月钱了 谁知心刚放到了一半 夜园外那边却大叫一声 一个水桶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 正好扣在了园外的脑袋上 老爷 老爷 邹氏吓得大叫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手忙脚乱 去帮夜园外拔扣在头上的木桶 还没等拔下来 扑通一声 又一桶水掉了下来 哗啦啦 将邹氏从头到脚淋了个透 啊 尖锐的叫声在院中响起 惊得围栏中的几只鸡 都扑扔着翅膀 从里面飞了出来 随从和车夫都傻了眼 最后还是车夫反应快 上去一手扶着老爷 一手拽着桶底的边缘 终于把木桶从老爷的头上拿了下来 咳咳咳 哦 叶大成俯身呕吐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臭 老爷 这 这好像是粪水 车夫小心翼翼地回答 快扔掉 扔掉 哦 叶大成和邹氏吐得更起劲了 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前面闹得不可开交 叶欣染锅里的欢子油 也终于熬好了 他小心翼翼地 把油盛进坛子里 然后从墙边随手拎起一把锄头 走到前面 见狼狈不堪的邹氏和叶大成 叶欣染面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爹 娘 你们怎么来了 来了也不喊我一声 怎么直接就闯进来了 哎呀 我这院子里 都是防小偷的机关陷阱 你们这样闯进来 很容易中招的 叶欣染 邹氏气急败坏 强撑着已经吐得天昏地暗的身子 伸手就要来打他的脸 你个不要脸的小仓夫 你就是故意的 你竟然这样 对你的亲生父母 你枉为人子 叶欣染往旁边一个闪身 轻易地就躲过邹氏的袭击 而邹氏用力过猛 前倾的身子根本停不下来 往前一步 一下子踩进坑里 脚下立刻传来尖锐的疼痛 啊 尖叫声再次响起 叶欣染伸出两根手指 塞住自己的耳朵 却又看着叶大成奄然一笑 爹 你刚才听见了吗 娘行我叫小仓夫呢 我要是小仓夫 那你是什么 你不是云通县人人敬仰的袁外爷吗 堂堂袁外爷 怎么会送自己的女儿 去做仓夫呢 爹 娘在骂你 邹氏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他刚才踩到了钢钉 车夫扶着他 才将他脚下的钉子拔出来 好大一根钉子 扎进去有小半指身 老爷 你看见了吗 我和你说过了 这个丫头 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性子了 他仗着嫁了人 就敢对我们不敬 老爷 你现在要是不教育他 他以后要蹲在我们头上拉屎的 闭嘴 叶大成狠狠地瞪了邹氏一眼 自己的夫人粗鄙不堪 早就和他说了 在外面要注意言辞 结果一说话就暴露他的本质了 老爷 邹氏嚎叫 今天你要是不好好收拾他 咱们叶家的颜面何存 叶大成被自己身上的臭气熏的 都快过去了 再加上邹氏的哀嚎 他也顾不得叶胜读书的事情 对着随从喊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养你的废物 有什么用 还不去把大小姐给我绑起来 绑回府里 我再好好收拾他 是 随从解下身上的麻绳 立刻走向叶欣然 叶欣然也警惕地举起锄头 准备与他一战 不许碰我沈娘 不许欺负我沈娘 想欺负我沈娘 先过我这关 三个孩子看情是不对 全都从房子后面跑了出来 叶欣然立刻呵斥道 你们出来干什么 快回去 几个小娃娃 拳脚无眼 给我躲远一点 随从也威胁道 跟他们废什么话 邹氏喊道 不过是几个野孩子而已 直接打断腿扔出去 你敢 叶欣然挥舞起了锄头 随从觉得机会来了 今天的差事没办好 只能指望这会翻身了 他躲开锄头 伸手抓向叶欣然的脖子 叶欣然看清他的动作 将锄头把转了个方向 正好挡住他袭来的手 随从就是转身 朝着叶欣然就扑了过来 叶欣然瞅准空荡飞起一脚 准确地踢中了随从的命根子 随从痛得额前轻轻抱起 用手捂住下身 向后退了好几步 他的身后就是 三个孩子站着的地方 随从还从来没有 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吃过这种亏 眼看着叶欣然并不好对付 他决定从孩子身上下手 逼着叶欣然就范 只是可惜 他选错了对象 眼看着长生抓着长安往后退 长平还一个人傻傻地站着没动 随从立刻伸手抓长平的肩膀 把锄头放下 不然我就对这个孩子不客气了 随从朝着叶欣然喊 叶欣然却朝着他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从心说不好 待他要收回自己的手臂时 手臂上忽然传来一阵剧痛 紧接着一股大力袭来 拽着他的胳膊 让他绕着长平在原地转起了圈 一圈 两圈 十圈 二十圈后 长平用力一甩 随从脚步亮腔地朝着院墙撞去 轰的一声 院墙被撞出了一个洞 随从两眼一翻 晕死过去 李正带人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叶大成和邹氏浑身湿透地站在院子中间 头上还沾着黄绿色的不明物体 邹氏浑身颤抖 一只脚金鸡独立 蹦来蹦去 叶大成一直捂着鼻子 一副要晕过去的样子 他们的带来的两个人 一个半个身子插在墙里 另外一个一脚踩进坑里 拔不出来 二柱看着这些人的样子 转头诧异地问李正 李正说 您不是说 让我们帮萧家打坏人吗 这 好像用不着我们出手啊 李正脸色变了变 他看着这几个人气势汹汹 还以为叶氏带着孩子 一定会受欺负 谁想到 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啊 好像确实不用 我们出手了 看见院子外面来了人 叶大成终于找回了一点神志 他伸手指着叶欣然道 叶欣然 你罔顾人伦 殴打父母 企图要我们的命 我要去县衙告你 那就去告呀 叶欣然毫不在意 正好我也要去道状 青天白日 你们带人私闯民宅 企图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要不是家里 设下房贼的陷阱 我们四个人 现在小命都不保 你们行此强盗之事 我要宪令大老爷讨个公道 村民们听了叶欣然的话 纷纷喊道 就是啊 你们什么人啊 闯到我们村子里心胸 报官把你们都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 这和强盗有什么分别 听着众人的议论 周氏心虚地拽了拽叶大成的胳膊 老爷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去见关 那不是让亲家看我们的笑话吗 一句话 把愤怒的叶大成拉了回来 他平生最怕的就是丢脸 特别是在熟人面前丢脸 那就这么放过这个死丫头 他还是觉得自己心中恶气难出 怎么可能 他敢干出这样的事 那就是不敬不孝 下次我们多带几个仆人过来 把他抓回去 在叶家祖宗面前谢罪 我们走 哼 叶大成和邹氏 起身往外走 一直昏迷在墙里的侍卫 也扑朗一声站了起来 他帮着车夫 把脚从地下拔出来 几个人互相搀扶着 就要往外面去 叶兴染却在身后喊道 谁让你们走了 叶大成回头 怎么 青天白日 你还敢对我们动手不成 谁说要对你们动手了 叶兴染一手支着锄头把 一手指着破掉的墙 你们把我家墙砸坏了 赶紧拿银子给我赔 你做梦 邹氏顾不得脚上的疼痛 又跳着转了回来 你把我伤成这样 还没有赔我的医药费 你竟然敢和我要钱 邹氏觉得 叶兴染一定是疯了 我说了 那是你们私闯民宅自己弄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服我们就去报官啊 看看县令大人怎么说 你 邹氏气得浑身颤抖 可是他知道 绝对不能报官 县令夫人本来就嫌弃他们出身低微 若是看见他们现在的样子 只会更加厌弃 这样一来 星瑶和乔公子的婚事就危险了 叶兴染 算你狠 邹氏从头上拔下一根玉簪子 扔在地上 这根簪子 足够你们修补破墙了 这怎么能够呢 叶兴染上前 用手帕垫着 捡起地上的簪子 举到邹氏鼻子边 你看 这都被粪水浇过了 谁会要呀 邹氏一脸厌弃地闪开 却又看着眼前的簪子 肉疼得不行 那可是花十两银子买的玉簪子 如今就这么给出去了 还是给了叶兴染这个 他最讨厌的人 叶兴染见邹氏闪躲 又趁机从他头顶上 拔下了另外一根簪子 你 你大胆 邹氏伸手捂住自己的脑袋 叶兴染看向叶大成 爹 你看 娘舍不得赔给我 那只能报官了 叶大成气急败坏地看向邹氏 几个破手势能值什么钱 你都给他 怎么不值钱 这可是好几十 嗯 叶大成闻言看向邹氏 之前邹氏说他的手势都是样子货 看起来好看 实际上都很便宜 叶大成信以为真 还一直认为邹氏勤俭持家 殊不知 邹氏的手势 都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真货 但是邹氏勤俭持家的主母形象维持了这么多年 绝对不能毁于一旦 他临时改口道 这可是花了好几十钱买的 几十钱的东西也值得你这样 我们这么大的家业是摆上吗 赶紧拿下来给他 叶大成一声令下 邹氏不情不愿地把耳朵上的耳环拿了下来 还有这个呢 叶兴染指了指邹氏手上的戒指和镯子 叶大成不知道 但是叶兴染却知道 邹氏身上的都是好东西 园主曾经听见邹氏和叶兴尧说 这些东西都是他攒下的提起钱 将来等叶兴尧出价 邹氏要拿一半的首饰给他添价状 邹氏心里滴着血 在叶大成的注视下 只好把手上的戒指和镯子全都摘了下来 叶兴染用手中的圈帕一一接住 嘴里还十分嫌弃地说 哎 几十钱的东西被粪水浸泡后更不值钱了 也不知道够不够补强了 要不是看在你们是我的爹娘 这是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 叶兴染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怪 邹氏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行了 你别废话了 赶紧走 叶大成受不了这么多人盯着自己的狼狈样 陶冶似的登上了马车 车夫紧随其后爬上马车 叶大成连声催促 走走走 快点走 此时邹氏的脚也才登上了一半 马车一动 他赶紧像个球一样的滚进车里 脑袋撞上了车厢边缘 裙子挂在了车员之上 那模样真是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他们的样子 好好笑啊 就是 像傻子一样 村民们指着远处的马车指指点点 李正遣散众人 这才看向叶兴染 这两人真的是你的父母 嗯 叶兴染点头 但现在也是我的仇人 哎呀 都是一家人 何必弄成这个样子 日后再见面 怎么办哟 李正还试图劝和一下 谁知叶兴染却答道 怎么办 只能见一次歹子了 你这个孩子 李正无奈 笑着指了指叶兴染 以他对叶兴染的了解 他绝对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能让他做到这种程度的 这对父母 肯定是猪狗不如 当然 他承认 自己这么想 是因为偏心 见李正不再说话 叶兴染主动问道 李正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 李正这才想起 自己早上过来的目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 卫院长那边怎么样了 他能同意在咱们这里办个学堂吗 叶兴染 冷夫人的病 现在还没治好 所以我也没有深问 若是他说话算话 应该没有问题 李正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就知道 你是个厉害的 侄女啊 你放心 只要你把咱们村孩子 读书这件事给办了 以后我就在祠堂空出个位子 专门给你留着 叶兴染 这就不用了吧 怎么不用 李正小声嘟囊 这可是咱村们的大事 多少仙人都办不了的大事啊 李正背着手慢慢走远 上院的陈氏趴在墙头 朝着叶兴染招了招手 叶娘子 你过来一下 看看这衣服做成这样可还行 已经做好了吗 叶兴染惊讶陈氏的速度 连忙去了张大力的家里 下院 张大山看见叶兴染走后 才敢大力地呼出胸口的那口气 娘 这个叶娘子也太厉害了 我可不敢打她的主意了 张氏一听这话 难得地对儿子板起了脸 儿子 你不知道 越是这样的女人 降服了之后 才越会对你死心塌地 你看见叶兴染他娘家的马车了吗 只要你能搞定她 那马车将来就是你的 想起刚才那辆华丽的马车 张大山又兴奋起来 娘 那马车不错 就是车帘的颜色有点丑 将来我要把车帘子换成红色 红色才好看 行 张氏绽开菊花一样的笑容 你弄它七八种颜色 天天换都行 张大丽家 叶兴染举着一件宽秀的袍子 嘖嘖称赞 嫂子 你的手太巧了 我看这件衣服比店里做得还好 陈氏有些不好意思 拿着针挠了挠头 我这手艺怎么能和城里的比 只要叶娘子不嫌弃就行 我喜欢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呢 叶兴染说到高兴处 便隔着院墙 招呼三个孩子过来试衣服 三个孩子都快速跑了过来 看见叶兴染手中的新衣服 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 他们来村子里住了这么久 长生的衣服是二叔穿破了改小的 长平就捡长生的衣服穿 长安就只能捡长平的 去年过年 二叔说要给他们买新衣服 结果三个孩子都没舍得 央着二叔把买衣服的钱都买了粮食 只是最后进到他们肚子里的粮食 还没有进到张婆子一家人肚子里的多 你们试试衣服合不合适 要是不合适 再让陈大娘给你们改 叶兴染说 好 三个孩子都把旧衣服脱下来 小心翼翼地穿上新做好的衣服 长生的衣服是两件 白色的贴身礼料 外面罩着一条青色的长袍 长平的衣服是一件窄袖短打的上衣 和一条裤子 看起来十分干净利落 长安的也是一条长袍 只是他个子小 长袍穿起来更显得他像的小萝卜头一样 没有儒雅 只剩下了可爱 三个孩子互相看着对方 一边称赞对方衣服好看 一边又有些紧张 新衣服可真好看啊 上面一个补丁都没有 三个孩子都红了脸 我要去河边照一照 我穿上这件新衣服 一定好看 仰头看向叶欣然 两个哥哥也有些扭捏 沈娘 我们也想去照一照新衣服 去吧 叶欣然满眼微笑 这三个孩子的衣服都很合适 看来陈氏是花了心思的 我也没什么感谢的 上次不是说你可极厉害吗 我去城里的时候 就顺便带了一些中药 给你留着吃吧 叶欣然拿出准备好的药丸 其实药不是城里买的 是叶欣然在空间配出来 用了穿备 拌下白戒子等二十几味中草药 陈氏知道这些药材一定很贵重 连忙退却道 这我怎么收得起 我也没有钱付给你 叶娘子快收着吧 叶欣然只一把药包塞进了陈氏的手中 这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我家里没有人有这个毛病 留着也是浪费了 你先用着 要是有用 我下次再帮你买 这可让我怎么感谢你好 陈氏热泪盈眶 手里拿着药包坠坠不安 叶娘子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 叶欣然摆摆手 没什么 其实我也有一事和陈大嫂商量 什么事 陈氏赶紧问道 陈大嫂可能知道 我包下了咱们村子里的东山 我想在上面种点东西 不过我家里没有会种田的 到时候 还希望陈大哥能帮帮我 当然 我会按日付工钱 陈氏一听 立刻摆手 付什么工钱 就这点事 你放心 只要你山上有活 你大哥肯定随叫随到 那就好 叶欣然说着 站起身来 孩子们都去了河边 我也去那边看一看 陈氏连忙道 那你快去吧 这几个孩子 还真是命好 竟然有你这么贴心的沈娘 叶欣然回到院子里 把刚才用圈帕包好的 四样手势 全都放进了竹框里 这个竹框编织得很密实 只漏水 不漏东西 正好用来冲洗手势 等他走到河边的时候 几个孩子还在站在那里 乖乖地照着水面 大哥 你这身衣服 穿着像个状元 长安看看左边 又转头向右边 二哥 你这身衣服 像个侠客 是像二叔那样厉害吗 长平看着水里的自己 兴奋地问 嗯 长安想了想说 没有二叔厉害 但是二叔数一 你数二 你们是数一数二厉害的 长平被哄高兴了 也夸长安道 你这身衣服也好看 长生嫌弃他们两个幼稚 不舍得看了一眼水中自己的倒影 便转头要走 一回头 看见叶欣然 也往这边来了 他连忙迎上来 接过叶欣然手中的竹框 沈娘 我来 长生小心翼翼地 把竹篮放入水中 在流水的冲刷下 篮子里的首饰 被洗得干干净净 长生站了起来 将竹框拿给叶欣然看 沈娘 你看 都干净了 好 过几天我去把首饰卖了 等卖了钱 沈娘带你们去市集逛逛 好 长生和长平 都高兴地围着叶欣然转圈 这一幕 恰巧被回家的肖怀安 看了得正正 流水轻盈 四个人站在水边 笑容灿烂 三个小的 都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 面色红润 精神头比一个月前要好了很多 还有那一抹娇俏的身影 从远处看 他白得发光 杨柳细腰 堪堪一卧 不过最吸引人的 还是他脸上的笑容 那笑容如同和煦的春风 让人忍不住 也跟着翘起嘴角 肖怀安忽然觉得 当时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 叶欣然忽然转过身来 看见肖怀安之后 朝着他奄然一笑 这抹笑 深深地印尽了肖怀安的脑海 让他一记就是一辈子 另外一边 叶元外府中 邹氏和叶大成到家之后 立刻叫嚷着 让人烧水给他们洗澡 丫鬟们平住呼吸 忍着熏天的臭气 伺候老爷和夫人 邹氏洗澡出来 在头上抹了半瓶桂花油 又往身上铺了半盒的香粉 却依然觉得自己身上臭烘烘的 他怒火中烧 一把夺过小丫鬟手中的香粉 全都扣在了丫鬟的脸上 口中大骂 你给我用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香粉 我买回来的时候 明明是香的 现在为什么一点香味都没有 是不是你们这些 吃里扒外的东西 动了手脚 夫人 我没有 这就是您上次买回来的 小丫鬟吓得浑身发抖 眼中流出的泪水 将脸上的香粉 冲出了两条小沟 还敢顶嘴 邹氏扯住丫鬟的腮帮子 用指甲使劲地掐了上去 叶星瑶听见动静 匆匆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 娘 别为了一个丫头气坏身子 把她打出去不就好了 叶星瑶回头 示意自己的身边丫头采云 采云立刻上前 和另外一个婆子一起 把小丫头拖了出去 等屋子里安静下来 叶星瑶才拉住邹氏的手 娘 你和爹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去找姐姐商量 试尔读书的事情了吗 怎么会弄得这么狼狈 还不是你那个姐姐干的好事 提起叶星染 邹氏就恨得牙根痒痒 要不是她 我们怎么会这么狼狈 什么 叶星瑶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娘 姐姐怎么敢对你们这么无礼 邹氏冷哼一声 眼中现出恶毒之色 她有什么不敢 她这是仗着背后有人撑腰 想要翻天呢 娘 叶星瑶嘲笑道 她那个男人算什么靠山 不过是个破落户罢了 邹氏看着眼前漂亮的女儿 心中的怒气终于消了一些 她摸着叶星瑶的头 道 娘当初没有看错 叶星染就是个养不熟的小狼崽子 幸好这些年娘 没有把心血浪费在她身上 还是瑶瑶最贴心 叶星瑶扶住邹氏的胳膊 轻轻将头靠了上去 娘 都是你太心软 还特意给她找了护人家嫁出去 当初不如听我的 直接将她灭了口 也省得现在的烦心事 那还不是因为 邹氏脸色变了变 还不是因为你爹从中间拦着 他说 那位贵人隔个三年五载的 会问一句叶星染的情况 要我说 只要他活着 对我们家早晚都是个危险 爹就是胆子太小了 叶星瑶继续靠在邹氏的怀中 爹只看中手中的金银 却不懂得富贵险中求的道理 说完 他直起身子看着邹氏 等我嫁到乔家 我一定会给咱们家 求到县令的庇佑 让爹娘从此高枕无忧 听说紫裕哥哥 很得卫院长的赏识 我找机会和紫裕哥哥商量一下 让他在那位卫院长面前 帮着弟弟美言几句 好孩子 瑶瑶真是个好孩子 邹氏感动得眼睛红了 萧怀安和叶星染 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家里 看着满怨的狼藉 萧怀安不由皱紧了眉头 有人上门欺负你们了 嗯 长安用力点头 是沈娘的爹娘 上门欺负沈娘了 萧怀安闻言 立刻看向叶星染 有没有受伤 叶星染摇摇头 没事 长平说道 二叔 我们在院子里设了陷阱 把他们都打跑了 长安也附和道 二哥的陷阱可厉害了 啪的一下 给这个人浇一桶水 啪的一下 又给那个人拍了一板子 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五体投地 长安说得会声会色 叶星染看着又笑了起来 长生却看着萧怀安的脸色说道 二叔别生气 我们也是为了保护沈娘 才在院子里弄这些的 我知道了 萧怀安并没有生气的神色 只是对着几个孩子道 你们把院子收拾一下 尽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知道了二叔 我们去换了衣服 立刻就干 几个孩子纷纷去干活 叶星染看着萧怀安带回来的筐中 有三只兔子 便问道 这次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顺利吗 萧怀安摇了摇头 他掀开另外一个被篓 让叶星染过来看 叶星染赫然发现 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筐的冰铃花 这 这么多 叶星染看傻了眼 我昨天在一处峡谷处看见的 记得你说要用 我就连根一起挖回来了 萧怀安面上带了一丝得意之色 叶星染这才注意到 筐里面的冰铃花 果然都是连着根带着土的 太好了 这么多的花 可以全都种到山上了 你买那个东山 就是为了种这种花的 萧怀安问 是的 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 叶星染给他解释 这花看着不起眼 却是一种很重要的药材 我要用来它做一种药 治疗脸上的伤疤 原来如此 萧怀安看着叶星染脸上的伤疤 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是有些触目惊心 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 他都已经看习惯了 叶星染不说 他也觉得没什么 可能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不在乎吧 他自己坦坦荡荡 周围的人便忽视了 他这个小缺点 萧怀安没有问叶星染 怎么会医术 长安却急着在一旁说道 二叔 你知道吗 沈娘可厉害了 魏夫子邀请沈娘 去他家里 给他娘子治病了 哦 还顺利吗 萧怀安看向叶星染 叶星染怂怂肩 还好 不是什么大毛病 吃一段时间的药 就能好了 那就好 萧怀安点头 叶星染觉察到 萧怀安的目光 一直在自己身上 便有些尴尬的没话找话 那你 这次会在家里 住几天吗 没什么事的话 我住一天就走 萧怀安收回了 自己的目光 叶星染 倒是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带着几个孩子 去县城逛逛 他们说来了这么久 还没有去城里逛过 是啊 二叔 咱们一起去逛逛 长安小生 祈求道 长平和长生 虽然没有说话 也都用满含期待的目光 注视着他 萧怀安 只好说道 行 那我们一起去城里逛逛 哦 太好了 三个孩子高兴的原地转圈 他们觉得 今天是最幸福的一天 沈娘给做了新衣服 就连一向冷着脸的二叔 也同意带着他们去市集 这样的日子 以前想都不敢想 几个孩子 跑到了院子里 萧怀安这才从怀里 掏出了两张银票 这是二百两银子 上次的银子 你不是拿去买杀的吗 这个银子你收着 就当做是家用吧 叶欣然被吓了一跳 萧怀安这么有钱吗 上次的银子 还说是卖猎物得的 可这次 明明没有卖猎物 难道他是隐藏的富豪 带着孩子们 来乡下体验生活 叶欣然赶紧摇头 把不切实际的想法 从脑子里赶出去 想到了萧怀安 被流放的原因 他忽然又想到了 另外一种可能性 这该不是他抢来的吧 萧怀安看着叶欣 染遍了几遍的神色 主动解释道 不是偷的 也不是抢的 你可以理解为 是我出事之前存下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叶欣然放心笑了起来 谁能不爱钱呢 有了这些钱 他又可以给家里 添置一些东西了 被褥全都换新的 衣服也得准备两套夏天的 厨房里的东西 还可以添一添 想了一圈 叶欣然 看着外面破了的洞的围墙 决定先把钱攒下来 还是想办法 先盖一间房子吧 现在的房子 好像随时要他的样子 这次的兔子没有卖 叶欣然和萧怀安 确认了一下 这三只兔子 就留下来自己吃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 能吃到二叔的猎物 实在是难得 他们都有一种错觉 觉得沈娘嫁过来之后 二叔都变得 比以前温和了一些 三只兔子都不算大 萧怀安破了兔子皮 洗干净了血水 然后看着叶欣然 这个兔子该怎么做 你会吗 叶欣然不会做的话 他只能把几只兔子给烤了 不过叶欣然有自己的想法 绝对不能让他这种厨房杀手 祸害食物 兔肉可是好东西 兔子腿和胸铺上的肉 可以用来做麻辣兔丁 剩下的肉和骨头 就炖个汤 刚刚好 想到这里 他指挥着萧怀安 把兔子都剁成小块 然后用清水洗净 飘出了肉里面的血水 这边长平已经生着了火 他先淘了米 把饭做到锅里 然后用里面的小锅烧了水 把带骨头的肉全都倒进锅里 待水开之后 撇去汤上面的浮沫 放入切好的姜 山药 一人米和料酒 接着便盖上锅盖 直接炖汤 趁着炖汤的功夫 他又把剩下的兔肉装进盆里 依次放入盐 花椒 料酒 白糖 生姜 洋葱和豆瓣酱等调料 用手抓匀后 放在旁边腌制一回 今天他要做的是麻辣兔肉 麻辣入味香浓 就米饭吃香辣开胃 光是想想 就要咽口水了 半个时辰后 等兔肉腌的入味了 叶欣染在外面的锅里放了油 把油烧开后 把兔肉放在里面不停地翻炒 调味料混合着肉的香味 在入锅的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不断地充斥着人的味蕾 站在门外的萧淮安 闻见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炒了一会儿后 兔肉开始有一点粘锅 叶欣染快速放入刚才切好的辣椒 又继续翻炒了一会儿 他才拿着漏勺 把锅里的兔肉全都捞了出来 原本切得很大的兔肉都缩成了小块 兔肉表面都变得金黄酥脆 叶欣染用筷子把兔肉里的生姜 葱等调料都挑出来扔掉 然后便等着兔肉冷却 冷了之后 加入一点鸡精 花椒粉和香油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麻辣图丁便做完了 萧淮安一直站在厨房外面 看着叶欣染有条不紊地坐着坐那 不知不觉就看到了现在 他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竟然会把看别人做饭 也当成是一种享受 叶欣染夹起一小块兔丁尝了尝 鲜美的味道和当初大厨做的几乎一样 他不由地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 尝完兔肉一回头 看见萧淮安站在外面 他很顺手地用刚才的筷子夹了一块兔肉 递给萧淮安尝尝吗 看着叶欣染微笑的样子 萧淮安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巴 等他把一块肉吃下去 两个人才同时想起来 这好像是叶欣染刚才用过的筷子 有点在暧昧了 叶欣染心想 萧淮安却脸和脖子全都红了起来 不光是红了 他还不停地咳嗽 咳嗨嗨 不就是用了同一双筷子吗 我还没怎么样呢 你干嘛这么敏感 叶欣染翻了个白眼 萧淮安摇了摇头 咳嗽的间隙终于挤出了一句话 水 水 叶欣染回头 看见萧淮安的头上都开始抱青筋了 这是辣道了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拿着碗去接了一大碗的凉水 递给萧淮安 看着他几大口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喝完水的萧淮安终于停止了咳嗽 脸上的红色也稍微下去了一点 叶欣染有些不好意思 他不确定地问 你不能吃辣 记得之前做豆腐包子的时候 也没发现有这个毛病啊 想了想 叶欣染又有些不确定 那豆腐包子包得少 可能他没吃到 缓过神来的萧淮安开口道 抱歉 我不是很能吃辣 不能吃就不能吃 什么叫不是很能吃 我为了照顾孩子 根本就没有做得很辣 叶欣染也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嗯 确实以前都没吃过辣 萧淮安也老老实实地承认 那真是可惜了 不能吃辣 这天下的很多美食 你就享受不到了 叶欣染不无遗憾地说道 晚饭的时候 萧淮安发现 叶欣染果然没有骗他 那兔子肉确实不是很辣 因为三个孩子都吃得很香 长安吃的嘴角都是油 吃光了一碗米饭后 立即又添了一碗 萧淮安慢慢喝着兔肉山药汤 鲜甜的汤味非常适口 可他看着叶欣染 他们吃饭的样子还是馋了 他犹豫了一瞬 慢慢把筷子伸向麻辣兔肉的盘子 长平却在他的筷子碰到兔肉前 将盘子拉远了一点 二叔 你忘了 你不能吃了 嗨嗨 萧淮安冷着脸咳嗽了两声 偶尔吃一点也无妨 真的吗 长平手上的动作顿了顿 叶欣染却一把把盘子拉得更远 怎么无妨 你今天明明辣得不行 这个你别吃了 哦 萧淮安收回筷子 默默地扒着碗里的米饭 三个孩子莫名的都觉得 二叔好像是委屈了 二叔委屈了 他因为一块兔肉不高兴了 这可真是稀奇 都说半大小子撑死老子 家里三个男孩一个男人 胃口都大得很 麻辣兔肉全部被吃干净 只有兔肉汤剩下了半盆 饭后长平和长生收拾碗筷 叶欣染已经开始催着长安洗漱 好早点睡觉 长安爬进被窝后 睁着亮晶晶的眼睛问道 沈娘 哥哥他们今天又和我说 不能和你一起睡了 长安真的不能和沈娘一起睡吗 叶欣染摸摸他的头 现在长安还小 当然可以 等长安长大一点 就不能和沈娘一起睡了 那长安不想长大了 小长安眨眨眼 好像也不行 他们说 要是我一直和沈娘睡在一起 沈娘和二叔 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这都谁和他说的 虽然我想和沈娘一起睡 但是 我也想要沈娘 给我生个小妹妹 我要好好保护她 天天陪着她玩 孩子 你想的也太远了 就算是我和你二叔睡在一起 也不可能有孩子 因为你二叔根本就不行 长安说一句 叶欣染就在心里吐槽一句 没过一会儿 他就沉沉睡去了 叶欣染看着他熟睡之后 进入到空间里面 楼下厨房的雾气 已经全部散开了 仓库里面储存着几十袋的米 和十几袋子的白面 叶欣染拍拍着扎实的粮食袋子 心里无限感慨 以前过得真是好日子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一天为粮食发愁 不过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随后来到二楼 打开了养颜膏的反应符 里面的养颜膏 已经终于生产完毕 草绿色的膏体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叶欣染刚刚想上手去捞 忽然想起 实验室里 没有合适的器皿装这个东西 要用那种常用的 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器皿来装 叶欣染想 忽然他想到了 上次买的厨房的调料罐 还有两个是空着的 调料罐体积不大 用来装养颜膏刚刚好 想到这里 叶欣染退出空间 穿过院子 向厨房走去 刚刚转过后院 忽然听见一道 很有压迫性的声音响起 谁 叶欣染吓了一跳 他连忙往声音方向看去 结果又看到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 月光下 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站在那里 他背部宽阔厚实 沟壑分明 每一束肌肉 都恰到好处的隆起 叶欣染的目光由上而下 经过没有坠肉的腰部后 最后定格在 男人皆是挺翘的臀部上 叶欣染礼貌地多看了两眼 忽然见到有东西一闪 萧怀安迅速把一块 白色的布巾拦在了腰间 叶欣染想要解释自己 不是故意看到的 萧怀安却在他之前开了口 抱歉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哦 我是打算睡了 可是突然想起 要到厨房拿点东西 叶欣染一边说着话 一边又看了看 萧怀安结实的手臂 这男人绝对属于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类型 平时穿着衣服 绝对看不到这么好的身材 一想到这么好的身材 只有自己看得到 叶欣染心里就美美的 只是可惜了 他有影集 萧怀安察觉到了叶欣染的目光 他没有继续折挡 而是问道 拿什么 我帮你拿 就想拿个小罐子 装点东西 叶欣染小声说 好 你等在这里 萧怀安说完 迈开长腿 向厨房走了过去 看着他的背影 叶欣染内心越发的满意 虽然只能看看 但到底是美男扬眼 正想着 厨房里忽然传出了哗啦啦的声音 好像什么东西被碰掉了地上 怎么了 叶欣染急着上前两步 萧怀安在里面回应 没事 你别进来了 没一会儿 他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要的是这个吗 萧怀安举着一个词评问 对 就是这个 叶欣染连忙接过 谢谢 麻烦你了 你刚才 是碰到什么了吗 有没有受伤 他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萧怀安 没有 萧怀安说着 攒了攒左手的拳头 叶欣染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拉过他的左手一看 手心里竟然有血流了出来 这是怎么弄的 萧怀安 刚才不小心 只是小伤口 都流血了 还什么小伤口 叶欣染有些着急 下意识地就从空间里拿出了点符和止血的纱布 他一边帮萧怀安处理伤口 一边说道 以后要小心一点 这次也怪我了 我不该这么晚到厨房找东西 说到这里 叶欣染忽然停顿了一下 不对 是我今天晚上做完菜 以后没有把刀放好 你是在住案的边缘碰到刀了是不是 叶欣染想起自己做菜的时候 随手把刀放在了那里 后来就忘记收 一定是厨房里光线昏暗不清 萧怀安没有看到 我皮糙肉厚的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幸好不是你自己进去拿 萧怀安说道 听见他这么说 叶欣染心里更愧疚了 他小心翼翼地帮萧怀安处理着伤口 最后还在萧怀安的手背上 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萧怀安低头 看着月光下他卷翘的睫毛 如蝴蝶阵翅般胡闪 不知不觉 就看入了迷 嗯 这些东西 我平时都是随身带着的 处理完了 叶欣染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太着急 竟然随手 把空间里的东西拿出来了 谁知萧怀安并没有追问 而是说道 幸亏你随身带着 不然我这伤口就处理不了了 叶欣染有些尴尬 一手拿着罐子 一手指着自己的房间 那 我先回去了 嗯 叶礼良 你快回去吧 萧怀安目送着叶欣染回了房间 直到看见他关上了房门 萧怀安这才举起自己的左手 对着月亮照了照 他刚才穿着请衣 请衣里面 怎么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呢 不过叶欣染不想说 他也不想问 他们两人各自有各自的秘密 现在这样互不干涉 好像也挺好的 想到这里 萧怀安又看了眼手上的蝴蝶结 好像 还有点可爱 叶欣染回到房间 他锁好了房门 又一次进入空间 刚才萧怀安一定察觉到了不对 可为什么他没问呢 叶欣染想不明白 他摇摇头 将这件事情先放到脑后 重新来到反应府前面 将里面的药膏一滴不剩 全都呈了出来 上次生产的有点少 这些药膏装进去 也看看才把罐子的底铺满 不过这些药膏 已经够让他的脸恢复一半了 等下一批生产出来 再用上一点 自己的脸就能恢复到正常 清洗完生产仪器 他把萧怀安今天带回来的冰灵花 拿了一半出来 重新配料 装进反应府之中 设定好生产时间 按下开关 机器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这次的材料足够生产出 十瓶这样的血盐膏 能够治他的脸 只二十多个来回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终于可以在这个朝代 有了赚钱的门路 叶欣然走进自己休息的地方 打开花洒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然后把血盐膏薄薄地 涂在了左侧脸颊上 血盐膏质地细腻 味道很香 还有安神的作用 叶欣然收拾完没一会儿 就倒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 他是被闹钟叫醒的 他一股路爬起来 快速走出空间 正好看到 长安又在床上翻跟头 从床尾翻到了床头 一头撞在了床边的木栏上 你这个孩子 睡觉就不能老实一点吗 叶欣然心疼地将长安拉过来 安置在枕头上 长安却因为刚才的疼痛 睁开了心松的睡眼 沈娘 谁欺负你了 你脸上怎药有屎 他迷迷糊糊 伸手抚摸上叶欣然的脸 然后缩回手闻了闻 咦 这屎 怎么还是香的 胡说 叶欣然拍掉他的手 指着自己的脸道 这明明就是药 原来是药啊 长安松了口气 他刚才做梦梦到 又在用粪水做陷阱了 都怪这个梦 才让他看错了 沈娘 我们今天去城里吗 经此一闹 长安再也睡不着了 他睁着大眼睛 问叶欣然 去啊 叶欣然点点他的鼻子 那你赶快起来洗漱吧 好 长安一咕噜就爬了起来 另外一个房间内 长平看着二叔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左手 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二叔 你的手怎么断了 嗯 萧怀安转身冷眼看着他 长生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别瞎说 二叔的手什么时候断了 可是 你看二叔的手 包裹的那么严实 长平指了指萧怀安的手 长生看见他手上的纱布 也有些意外 二叔 你的手受伤了 很严重吗 不怪两个孩子担心 主要是在他们眼里 二叔是那种 铁骨蒸蒸的硬汉子 之前伤了胳膊 他也只是随便擦点药 从来没有包的这么严实过 没事 面对他们担心的眼神 萧怀安只好把受伤的纱布 拉开一条缝给他们看 我说了 是小伤口 二叔 你 长生不解的 看向萧怀安 这么小的伤口 至于包的这么严实吗 他心里想着 却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很快想明白了 这个手是谁给包的 可长平却没有哥哥反应快 毅然不依不饶的追问道 二叔 你一定是骗我们的 你伤得很重是不是 长平 长生又一次捂住他的嘴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二叔没事 这肯定是沈娘给二叔包的 这样啊 长平擦了擦 差点流出来的泪水 沈娘的手可真巧 包的还挺好看 出乎两个孩子意料之外 萧怀安竟然回了一句 确实 两个孩子对视一眼 用眼神交流着那种诡异的感觉 早饭后 萧怀安去了牛二家里 今天不是牛二赶车去市集的日子 他便和牛二商量 专门帮他们跑一趟 这要是别人我未必能同意 可是你们萧家 给咱们村里解决了那么大的事情 这事我必须得办好了 牛二笑呵呵地答应下来 这还是兄弟几个 第一次一起去市集 以前萧怀安经常带着长安去买药 偶尔带着长生去买书 却从来没有带长平去过 所以一路上 长平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奇 不停地问这问那 长生只要是知道的 都给他们一一解答 到了城里 和牛二约好了等待的地点 萧怀安和叶兴染 就带着先带着三个孩子去逛市集 长安虽然来的次数多 可以前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以看病为主 这次时间充裕 又有沈娘在 她也终于可以好好逛一逛了 进了市集 她就朝着垂涎已久的泥人摊位走去 捏泥人的老汉 一看有声音上门了 连忙招呼着 小公子 你想要个什么 我不要 我就是来看看 长安往后退了两步 正好撞到了叶兴染的腿 叶兴染低头朝着她笑笑 温柔地说 挑个你喜欢的 沈娘给你买 那我想要那个猴子 可以吗 长安指着一个猴子 你人说道 多少钱一个 叶兴染问 不贵不贵 只要七文钱 老汉笑呵呵地答 我买三个 你给算便宜一点 叶兴染砍价 那二十文 老汉比出两根手指 还是贵 你给我们算十八文吧 叶兴染说 现在赚钱不容易 能省一文是一文 老汉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 生怕到手的生意再飞走了 点头答应下来 好 十八文就十八文 屎娘 我不要 长生又甭起了小脸 这是小孩 才玩的 我不喜欢 叶兴染早就注意到 长生盯着一个小老虎的倪人 盯了很久了 嘴上说着不要 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过 应该是很喜欢吧 于是他故意悄悄地对长生说 买三个才便宜呢 买两个要十四文了 一个七文 三个十八文 一个六文 不买三个 我们就亏了 长生想了想 只好勉为其难地说道 那好吧 我想要这个 他指向小老虎 长平呢 叶兴染又问另外一个 我想要那个龙的 长平指着龙形的倪人说 好 那我们就要这三个吧 三个孩子 一人拿着一个倪人 比划着谁的更厉害 很快 又被路边的其他玩具吸引了 里面小孩子玩的东西有很多 竹蜻蜓 木剑 木刀 九连环 陀螺 风筝 皮球 叶兴染看着都想买 后来还是肖怀安阻止了他 小孩子贪玩 只买两样给他们玩吧 最后三个孩子经过商讨 一致决定买了九连环和皮球 这两样玩具 他们可以一起玩 比买竹蜻蜓 或者木剑什么的 有用多了 孩子们挑玩具 叶兴染的眼睛 却一直盯在厨具上面 没走到头 他就又给家里 添置了几个盘子 和几个海碗 改善住的地方太费钱 可改善一下吃饭的条件 就简单多了 再加上叶兴染以前 也喜欢收集一些漂亮的餐具 所以 看到这些东西 总是停不下来 肖怀安什么都不买 他只负责 跟在叶兴染的后面 默默地接过他买的东西 放进身后的被楼里 这个好看吗 挺好 这个呢 也行 那应该怎么选 都买 每挑一个盘子 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对话 三个孩子乖乖地跟在后面 只听着肖怀安说了几次都买 长平悄悄地对长生说 刚才买九连环的时候 二叔可不是这么说的 嗯 长生面无表情地点头 长安也听见了 一脸得意对长平说道 早就和你们说了 二叔喜欢沈娘 沈娘也喜欢二叔 你们还不信 那你还站着二叔的地方 长生斜了弟弟一眼 我就是喜欢沈娘嘛 长安低头不接这个话查了 经过一家成衣店的时候 叶兴染忽然退了退肖怀安 你也去买一件新衣服穿吧 肖怀安摇了摇头 我穿什么都一样 现在的衣服实在和你有些不相衬 叶兴染再次打量了一下 肖怀安身上破了几处衣服 颜色太土也太旧了 我常年在山上 穿了新衣服也会刮坏 肖怀安提醒他 那倒也是 叶兴染想了想 那就买一件结实点的 肖怀安还想拒绝 店铺里忽然传出一道讥讽的声音 我说 不就是买件衣服吗 用得着这样磨磨叽叽 姐姐 你现在不会连件几十文的新衣服也买不起吧 叶兴染听见这个声音 就感觉一阵恶寒 现在的身体 对这个声音实在太敏感了 当初叶兴尧和原主炫耀抢走了他的未婚夫 用的就是这种语气 这还真是冤家路窄 随便逛一个铺子就能遇到 声音落下 叶兴尧果然从铺子里走了出来 跟着他一起走出来的 竟然还有乔子玉 子玉哥哥 我就说 这个人是我姐姐吧 你刚才还不信我 叶兴尧一副娇称的语气 好像在埋怨 又像是在撒娇 你买完了吗 买完我们走 乔子玉的语气倒是很不耐烦 子玉哥哥 我刚才看见一件衣服想买 你能再陪我看看吗 乔子玉的想要拒绝 抬头看看肖怀安和叶兴尔 又神识鬼差地跟了过去 叶兴尔懒得搭理两个人 指着刚才看好的衣服 对肖怀安说 就是这件又结实又好看 你觉得怎么样 肖怀安一改刚才的态度 痛快地答道 不错 那就买这件吧 小二 这件衣服多少钱 叶兴尔询问 一个圆脸的小伙 立刻跑了过来 您好客观 这件衣服八十文钱 八十文 叶兴尔又要讲价 谁知小伙子立刻说道 不贵不贵 您看 这布料虽然用的棉线 但是做工精细 这可是我们店里 最好的裁缝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青色 与您的相公很配 穿在身上一定好看 伙计把衣服 比在肖怀安的身上 确实好看 好看的他都忘记了 要讨价还价 那让他去试穿一下 合适我们就买了 好嘞 伙计拿着衣服 痛快地把肖怀安引进内堂 还不忘记 把三的孩子也带到一边 让他们在凳子上坐着等候 出来见叶兴染 在看女装 小二又热情地招呼道 客官 一看您就是实货的 不如您自己也买一件 正好与您夫君相配 叶兴染 正好也相中了一条 樱桃红色的白褶裙 便对小二道 这条拿来我看看 客人真有眼光 这件衣服最适合这个季节穿着 花红配柳绿 客人皮肤白 这条裙子更能显出您的气质 小二把裙子取下来 叶兴染刚要去接 却听见叶兴尧在一旁道 这条裙子我要了 客官 这条裙子是这位姑娘先看上的 若是她穿着不合适 您再看可以吗 小二十分礼貌地劝道 那不行 我看上的东西 怎么能让别人染指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二楼走下来一个中年伙计 她面白无虚 脸上涂着脂粉 看身上的衣服 明显比楼下的年轻伙计高了一等 她指着那条红色的裙子说道 这位叶小姐 可是我们楼上的常客 她能相中一楼的衣服 已经是给你们赏脸了 你怎么还敢推脱 伙计听了中年男人的话 赶紧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十分歉意地对叶兴染道 姑娘 要不然 您另外再选一条 好 叶兴染不想为难伙计 便又指着另外一条藕色的裙子说道 那我看看这件 伙计连忙道 这条也好看 这条裙子上的牡丹花 都是绣娘一针一针绣上去的 穿在身上十分大气 姑娘气质端庄 很适合这种浅色的料子 这条我也要了 不等伙计伸手去取衣服 叶兴尧又开口道 对不住 伙计连忙对着叶兴染鞠躬 有些艰难地说道 这位是二楼的客人 我们得罪不起 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好呀 叶兴染趁着转身的功夫 问小二道 你们卖一件衣服 会有奖钱吗 卖一件没有 但是每个月买够一两银子 老板会额外给十文钱 那我今天就帮你挣着十文钱 叶兴染嘴唇微动 轻轻一笑 小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见叶兴染指着最高处一条 做工繁复的月华裙说道 这条很好看 我看与我也很相称 姑娘眼光真好 这是我们一楼最贵的一件衣服了 要一两半银子呢 您看 这裙子从上到下都是绣娘缝上去的蝴蝶 穿在身上 蝴蝶翅膀会随着姑娘的脚步轻轻震动 就好像活过来一样 姑娘穿着 肯定是偏若惊鸿 飘飘欲鲜 其实这裙子的做工并没有小二说的那么好 蝴蝶看起来很假 粉红的颜色也有点土气 不然也不会挂在一楼 但是叶兴染还是指着裙子说道 就这条 这条我也要了 叶兴染的话还没说完 叶兴染就得意洋洋的抢着道 姐姐 你现在不是生活在村子里吗 穿这么好的衣服 岂不是糟蹋了绣娘的手艺 更何况 刚刚你那个瘸腿相公 连一件二十文的衣服都不舍得买 你买这么贵的裙子 回去不怕挨打吗 你家男人好穷哦 说完 叶兴染捂着嘴咯咯笑了起来 叶兴染 你 他挽起袖子 想上去山叶兴尿一巴掌 这种嘴贱的人 真的就是欠打 夫人 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叶兴染回头看 是换好了衣服的肖怀安 一身普通青涩的 在他身上竟然穿出了高贵的感觉 就连身着属紧的乔子玉 在他身边都黯然失色 果然是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赏心悦目的 叶兴染美滋滋的想 怎么了 肖怀安开口询问 没怎么 叶兴染轻轻笑着 仿佛一点也不在意 妹妹不会挑衣服 我帮着她选两件而已 现在选完了 我们走吧 她付了钱 就要拉着肖怀安出门 她可不想让肖怀安 听见叶兴尧那些恶毒的话 我看事情并非如此吧 肖怀安还没开口 门外却又走进来了一位妇人 妇人穿着一身素雅的淡蓝色衣裙 往门口一站 却端地是闲尽素雅 气质非凡 我刚巧在门外看到了一点 妇人开口道 这位穿粉色衣裙的姑娘 好像一直在抢另外一位姑娘看上的衣服 你说我说的对吗 子玉 师娘 乔子玉惊慌失措地喊道 你说我说的对吗 冷夫人看着她 严肃地问道 乔子玉毕恭毕敬 对 那她是和你一起来的 是 是的 乔子玉念如着开口 她想说不是 可是叶兴尧面对师娘的质问 已经挑衅似的站到了她的身边 师娘 您怎么有空出来了 竟然是你搭好了吗 看见冷夫人面色沉郁 乔子玉连忙嘘寒问暖 企图转移话题 谁知道冷夫人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继续说道 子玉 夫子收了你 是因为你聪颖好学 你还记得 进门第一天夫子和你说过什么 乔子玉如芒在背 攥着全是汗水的拳头达到 老实说 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 冷夫人 朴玉可拙 朽木不可雕 光天化日 你和傅家小姐在一起 欺负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 这也是 你老实教你的吗 听见这话 乔子玉立即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师娘 学生不敢 不敢 难道刚刚是我看错了 乔子玉此刻十分后悔刚才的决定 刚刚她就应该一走了之 而不是陪着叶星瑶在这里 看着她胡闹 此时 叶星瑶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跟着跪在乔子玉身边 娇滴滴的求情 师娘 都是我的错 求您 不要怪罪子玉哥哥 我家夫子没有收你这个学生 我也受不起你这声师娘 冷夫人冷冷地道 乔子玉一把把叶星瑶推到了一边 西行两步上前 师娘 刚才是这位叶姑娘 自己任意妄为 学生不曾开口相帮 学生谨记老师的教诲 绝不敢忘 子玉哥哥 叶星摇眼中 全是诧异之色 她连忙低头掩饰 在抬头时 眼角含泪 悲伤自责的模样 我见犹怜 子玉哥哥 对不起 可乔子玉看都不看她一眼 只低头和冷夫人认错 听说县令大人的儿子 在自己店里给人下跪 店老板扔下手中的活计 集三伙似的都跑了过来 这位夫人您消消气 小店衣服很多 您看乡中了哪件 我一定优惠给您 听说你们家二楼的客人 要比一楼的客人 尊贵数倍 冷夫人文言 抬头看向了店家 老板分析了一下眼前的情况 看出冷夫人 是在给那位姑娘出头 连忙白手否认 没有 没有 所有到店的客人 都是我们的财神言 我们可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客人 是吗 那我刚才听到 你家伙计可不是这么说的 是 夫人教训的是 掌柜的陪着笑 对着刚才还趾高气昂的中年伙计冷声道 陶谦 你无故得罪店里的客人 还不快点给客人道歉 干了这么多年 却一点眼力价都没有 从今天开始 让小六接替你的位置 啊 默默站在一旁的小伙计傻了眼 什么情况 他这是升到二楼去了 要知道 二楼每个月的工钱是五百文 可是他现在的好几倍呢 谢谢掌柜的 小六立刻就给掌柜的鞠了一躬 然后又转过身 给冷夫人和叶欣染 分别鞠了一躬 谢谢姑娘 谢谢夫人 夫人 要不这就让小六陪着您二位上楼去选衣服吧 掌柜的陪着笑 冷夫人轻轻点头 对着乔子玉说道 你起来吧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希望你以后能好自为之 然后便拉着叶欣染的手 转身去了楼上 到了二楼 叶欣染才开口说道 谢谢夫人刚刚帮我出头 冷夫人微笑 我也不是帮你出头 只是乔子玉是我家父子的学生 我理应看过一些的 对了 你和刚刚那个姑娘可是有什么仇怨 不然她为什么总是针对你 叶欣染苦笑 愁怨倒也谈不上吧 可能她从小抢我的东西 抢习惯了而已 从小到大 冷夫人惊了一下 她是你的 我的妹妹 叶欣染答 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 她处处都要比我好 最后连我从小定亲的乔子玉都抢过去了 没想到现在遇到 她还是这样 你的父母 难道就不管管她吗 冷夫人大为震惊 父母 叶欣染冷笑 我父母只会帮着她一起欺负我 但凡我反抗一点 得到的非打即骂 太过分了 虽说为人父母 很难一碗水端平 可都是自己的孩子 怎么能这么如此的黑白不分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人父母 冷夫人手扶着胸口 痛斥道 夫人别动气 别气坏了身子 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深在意 叶欣染赶紧伸手扶住冷夫人 另外一只手帮她顺着后背 然后说道 我看夫人今天的精神 比上次见面好多了 冷夫人闻听此言 脸上立刻浮出笑容 何止是强多了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出过门 这还是今年第一次 多亏了你啊 她感激地看向叶欣染 叶欣染立即说道 夫人吉人自有天相 不过还是要注意 不要过度劳累 我知道 冷夫人回答 我就出来散散心 顺便拿点药 准备马上回去的 夫人身边的丫鬟 也赶紧给她作证 我家夫人确实要回去了 在对面药铺看见了姑娘的身影 这才说 要过来看看 夫人拿的什么药 叶欣染问 她记得 现在还不到半月之期 按理来说 冷夫人不必吃别的药 见叶欣染疑惑 冷夫人解释道 不是我吃的药 她伸出手 指了指窗外对面的顺一糖 对叶欣染道 不知道叶姑娘知不知道 顺一糖有一个祖传的药方 叫做双心茶 专门用来治疗上火 食欲差 这双心茶酸甜适口 又没有什么忌讳 我家那不成妻的儿子 每年到了夏天 就会吵着要喝这个茶 今年夏天 她要到这里来避暑 我便早早地把这茶给备下了 轻火消失 叶欣染灵机一动 看着冷夫人的药包道 夫人这样 能给我看看吗 怎么不能 给你看看 冷夫人示意丫鬟将药包放到了桌子上 叶欣染打开药包 里面满满当当一堆药材 但是仔细分辨 里面就只有陈皮 山楂 沟腾 和淡竹叶 见叶欣染看得认真 冷夫人说道 姑娘若是喜欢 这包就送你了 回去之后 用水煮上一个时辰 放凉之后 加点糖给孩子们喝 孩子肯定喜欢 谢谢冷夫人 不用了 这双欣茶不好买 您还是给孩子留着 不过日后 我要是有别的清热解暑茶 一定带过去给夫人尝尝 看着这双欣茶 叶欣染心里忽然有了主意 她知道那么多凉茶的配方 以后 或许可以在这上面想下功夫 好好好 冷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叶欣染这个孩子 就觉得越看越喜欢 不过看着看着她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才情绪太过激动 没有注意到 叶欣染脸上的变化 这会儿她一侧头 冷夫人突然发现 叶欣染左脸的伤疤 要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颜色浅淡的许多 女子最是爱美 特别是叶欣染这个年纪 上次见面的时候 她没好意思 直接问人家姑娘 她的脸怎么了 这次见面 冷夫人倒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叶姑娘 你这个脸上的伤疤 看着比上次好了一些 是的 出乎冷夫人意料 叶欣染对这个问题 丝毫没有避讳 她还把脸特意侧过来 给冷夫人看个仔细 夫人您看 是不是颜色浅了些许 是啊 冷夫人又看了看 问道 姑娘是用了什么药吗 嗯 叶欣染点头 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药膏 等确认有用之后 我给夫人带一罐 哎呦 那怎么使得 冷夫人赶紧摆手 怎么使不得 夫人这么帮我 这都是小意思 叶欣染看着冷夫人笑 大大的眼睛眯起来 像月牙一样 看见她这副样子 不光是冷夫人 就连她身边的丫鬟 也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笑了一会儿 冷夫人这才犹豫地问道 那我能问问你 这脸上的伤疤 是怎么弄的吗 烫伤 叶欣染脸上的笑容 立刻消失不见 五岁那年 我娘让我去厨房 和陈妈妈要炖的鸡蛋羹 结果陈妈妈正在烧水 她一回身 滚烫的壶身 正好贴在了我的脸上 死 冷夫人听完后背一凉 手指也不自觉地 抚上了自己的脸颊 那种画面 光是想想 就已经觉得很痛了 一个五岁的孩子 该疼成什么样 看着冷夫人满眼的心疼 叶欣染好颜安慰道 当时是挺疼的 但是时间太久 早就不记得了 夫人也不用为我感到难过 毕竟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家 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好好好 冷夫人抬起手 试了试眼角的泪水 又关心道 好孩子 你在家里的日子过得这么苦 这一身医术 又是和谁学的 擦 叶欣染还沉浸对叶家 从上到下的咒骂中 没成想 冷夫人一个问题 就把她给问愣住了 对啊 她这一身医术 是和谁学的 父母培养的 肯定是不可能 自己钻研医书学到的 哼 这妖牛掰的事情 连她自己不都敢信 好在叶欣染看过的 奇闻一时比较多 脑子反应得也快 她立刻想到一个绝佳答案 这件事说来也巧 她娓娓道来 小时候我没人看管 经常偷偷跑出去玩 有一次从狗洞偷爬出去玩的时候 正好在外面碰到了一个昏迷的老人 那位老者是饿婚的 我只是回家给她拿了干两河水 她醒来后 就非要把自己的医术传给我 我说我不学 她就闹着要自尽 哎 叶欣染像模像样地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后来 我跟着她勤勤恳恳学了三年 三年后 她说我已经把她的本事都学完了 第二天就消失不见了 则啊 竟然有这么离奇的事情 冷夫人听完 唏嘘不已 这世间之大 还真是无奇不有 不过 这也算是你的造化 如今 你有这一身医术 不光能给他人治病 还能解决自己的难题 可能是老天 看你太可怜了 补偿你的 叶欣染嘴角弯了弯 我的医术和正统的医术不同 竟是一些旁门左道 所以 治病救人的事情就算了 除非是夫人 这样的有缘人 能够真心相信我的 我才愿意一事 冷夫人了然 叶欣染的医术 确实和其他大夫有所不同 不过这医术和学问一样 不应该是个有所长吗 就算是有极大成者 那也是极少数 人个有志 你不愿意行医也好 冷夫人安慰她 趁着年轻 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若是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你尽管开口 谢谢夫人 两个人谈完心 冷夫人执意在楼上买了两身衣服 送给叶欣染 一条是浅蓝色的掐腰金丝绣花长裙 还有一条是粉白 相间的百花叶地裙 你的皮肤白净 穿这样的裙子 最衬气质 冷夫人左右端向 高兴地说道 可惜我自己没有女儿 姐姐家里的女儿 也不肯与我亲近 但凡她能像你一样 与我有半分的亲近 我愿意为她买下这天底下 所有好看的裙子 可是我 蜈蚣不受禄 这两条裙子我还是不受了 叶欣染推剧 怎么救蜈蚣了 你治好我的病 就相当于救了我的命 我适当表达一点感激 不是很正常吗 冷夫人非要叶欣染收下 她如此健谈的模样 与之前在病床上寡言少语的样子 简直天差地别 叶欣染也觉得冷夫人言语间很有趣 两人间虽然差了一个辈分 却很是谈得来 小六子热情地帮她们包好了裙子 对自己的两位女金主 毕恭毕敬 您二位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小六一定把最好的衣服给您留着 随后 她跟在两人身后 把包好的裙子送了下来 叶欣染刚转过楼梯 就看到了正在角落里 陪着三个孩子的萧淮安 冷夫人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微微点了点头 这个就是你家相公 是 叶欣染脸上不自觉地浮上一层红蕴 冷夫人便不再打趣她 只是说道 看起来端庄正直 应该是个好男人 还成 叶欣染随即笑了起来 送走了冷夫人 萧淮安接过小二手中的裙子 问道 接下来去哪 去对面的顺一趟 叶欣染指了指对面 我们去问问那里有没有双心茶 买一点 回去给孩子喝 使娘 我没生病 长安养着头不解地说道 不是苦的 是甜甜的 去火气的 叶欣染笑笑 哦 二叔可能需要喝一点 有一次我看到二叔晚上流鼻血了 长平认认真真地说道 是吗 叶欣染连忙问 什么时候的事 萧淮安面色有一瞬间的古怪 替长平答道 无妨 很久之前的事了 好像也不是很久 长平歪着脑袋 认真地想着时间 萧淮安朝着他的头上拍了一下 别想了 快走 哦 长平只好懵懵懂懂地跟了出去 到了顺一堂 叶欣染终于知道 为什么冷夫人说 双心茶不好买了 光是排队的 就有十几人 有的人还要买两包 三包 后面的人都伸长了脖子 朝前面看 生怕轮到自己的时候 就卖光了 萧淮安让叶欣染 带着三个孩子 在门外的回廊上坐着等 他自己去站着排队 排了好久 等他回来的时候 手中提着一包药道 运气好 正好是今天最后一包了 多少钱 叶欣染问 二百文 萧淮安答 二百文 这么贵 叶欣染在心里默默吐槽 要么怎么说 有什么别有病呢 但凡是跟致病沾边的 都不便宜 不管是哪个朝代 何况这双心茶里 还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 卖二百文 应该能赚不少 那 见叶欣染嫌贵 萧淮安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总不能再退回去吧 叶欣染也看出了他的为难 盲开口道 抱歉 不是说你买贵了 只是说 顺一堂的要卖的 还挺贵的 不过贵点也好 有这个底子在 我以后没准可以多赚点钱 萧淮安不知道叶欣染心里的主意 听叶欣染说 要贵点也没关系 他悬着的那颗心 终于放了下来 他在这种事情上向来糊涂 好在懂得讲究规矩 既然家里的事 都归叶欣染管 这花钱的事情 当时得有他来做主 买完了双心茶 叶欣染又带着三个孩子 去买了心鞋 买了云片刀和桂花糖 然后陪着长生去挑了两本书 买了一个瓦罐火炉 又买了两床夏天盖的薄贝 和一大包的棉花 原本东西都是萧怀安背着的 可是到了后来 萧怀安两只手都站满了 叶欣染只好把棉花 扛在自己身上 今天的东西都买得差不多了 趁着天色还早 我们快点回去吧 叶欣染看了看 走到天空正中的太阳 长平赶紧伸手去接棉花 沈娘 让我来 我的力气比你大多了 可是你个子小 这么一大包棉花 压得你人影都看不到了 叶欣染不肯 长生和长安都在一旁劝道 沈娘 你就听长平的吧 他可有力气了 是啊 沈娘 二哥 能背起比你还重的棉花 那就让他背着吧 萧怀安也在一旁开口 并且从叶欣染的肩上 把棉花拿下来 递给了长平 叶欣染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长平虽然力气大 但是个子矮 这么一大袋子的棉花 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小身板 立刻就看不见了 离得远的 还以为是一个袋子 自己在地上行走 好在牛车亭的地方 也不算远 他们很快就到了地方 把东西归制到牛车上后 一家人又匆匆往回赶 昨天萧怀安带回的冰灵花 还有一半放在那里 叶欣染得抓紧时间 把他们种在东山上 时间长了 就怕会难活 牛车走到麋鹿山 前面忽然传来了闹哄哄的声音 赵福生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这麋鹿山 是我们村子里的 谁准许你们到我们山上来挖去了 叶欣染听出是李正的声音 这麋鹿山 本来就在我们两个村子中间 而且 山上的谁也不少 给我们用点又怎么了 赵福生也理直气壮地喊道 而且我们不用你们挖好的渠 我们自己从山上再挖一条下来 这样还不行吗 你问我行不行 李正冷笑 那我问你 你家的米放在那里吃不完 我去拿一些行不行 我也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装 想装多少装多少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赵福生道 李正斜了他一眼 这就是一码事 那你说怎么办吧 赵福生也知道自己弄不过这个张牙锁 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咱们都是一个镇上的 总不能你们这边吃饱喝足了 让我们这边活活饿死吧 那还不容易 掏钱啊 李正一正言辞道 你知道我买这座山花了多少银子吗 他伸出一只手 在赵福生眼前晃了晃 五百两银子 我花五百两银子 就为了这一口水 你们村就想免费用吗 门都没有 那你说 挖一条渠去我们那里 你要收多少钱 赵福生问 一个月一两银子 李正像是早就算好了账 张口道 我知道你们村子里有钱 一个月一两银子 一年也才十二两 这山上的谁你们用上三十年 都不够我买山的费用 你就偷着乐吧 一两银子也太贵了 跟在赵福生身边的村民立刻道 这一个月两个月的还行 时间长了 谁受的了 哎 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 李正看向他 为什么不贵呢 你听我给你算个戏长 他看着的人说道 你们村有二百户人家 一两银子分到每一户 那就是五文钱对吧 村民点了点头 五文钱 用三十天 你自己算算 一天才需要多少钱 村民一脸呆滞 我 我不会算 李正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会算就对了 我也不会算 因为分到每一天的钱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我才说 你们是占了大便宜 李正说好厉害 还是得多读书 你看李正读了两年书 懂得东西就是多 就是啊 这么一大串的钱 我光是听着脑袋就晕了 李正享受着人生中 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心里美滋滋的想 我这可是算了七八天 天天点灯熬油算出来的 能不厉害吗 赵福生皱着眉头听了半天 都没理清头绪 干脆不想了 行 不就是一两银子吗 我同意了 不过 我把钱给了你 你必须立刻就允许我们 上前去挖去 农石不等人 再耽误下去 今年的收成可就完了 成 李正也十分痛快地答应下来 当天下午 赵福生就派人把钱送了过来 不过 带人上山挖渠的时候 却又出了问题 东沟村的人 看着离村子七八里远的麋鹿山 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李正 我家只有两亩地 挖渠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少出一个人 李正 我家田可是最后一个才能用到水的 这活得 让他们先用上水的 多干一点吧 田里的草长的 都比苗高了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我哪有时间去挖渠啊 李正说 你可怜可怜我 就别让我去了呗 赵福生没想到 在云边村没受的气 自己村里的村民 却全都给他找回来了 你们这些人 都这个时候了 还计较这些东西 谁多干一些 谁少干一些 能掉一块肉 还是怎么的 李正 凡是得讲的公平 既然想用这水 咱们就得干活 是不是 怎么还有人想浑水摸鱼呢 摸你大爷的鱼 我看你找打 东沟村里吵吵嚷嚷 这挖渠的事 到了太阳落山 都没商量出来一个眉目 云边村这边 叶欣染他们刚到家里 李正就乐颠颠地跑来了 大侄女 我跟你说 咱们村今天收了一两银子 虽然当初说 这山有你的一半 但是分成得等 还完欠献令的钱再说 我和你说一声 你可别着急啊 叶欣染笑笑 知道了李正说 我不着急 哎 李正捏了捏自己的胡子 这挣钱的好事 怎么能不着急呢 你看看你们 又买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不是我说你啊 大侄女 这过日子 还是要省着点好 好的 叶欣染笑咪咪的没有反驳 两辈子都没享受过父母疼爱的她 觉得有长辈这种唠叨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李正说 我一会儿还要去山上种草药 可就没时间招呼你了 种草药 李正疑惑地看着叶欣染 以前只听过 有专门靠采药为生的人 倒是没听过自己种草药的 你这草药种哪 种东山啊 李正问 对啊 要不然我买山干什么 叶欣染笑笑 好你个小妮子 我说呢 当初我劝你不要买 你说什么都不干 我还真以为 你要开荒种地呢 种地的事情我不擅长 但是种种草药还是可以的 叶欣染答 李正说 要不你也帮着 我去种种 一个人每天给二十文钱 不过今天只剩半天了 就给十文 我需要两个人 你这个活事 就干这一次 还是以后经常有啊 李正文言来了兴趣 以后经常有 叶欣染答 只要我能挖到草药 就种到山上去 李正 什么样的草药 我看看 叶欣染把冰灵花拿了出来 给李正看 就是这样的 要带根带土 不然不好活 那要是有人挖到这样的草药 你收不收 李正眼中闪出金光来 叶欣染看着他那个样子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李正说 你刚才还说 让我省着点花钱 现在又想从我手里赚钱了 李正黑黑笑了一声 这不也是帮你想办法的吗 叶欣染也笑道 那我就收 两文钱一刻 怎么样 好 李正副长 有你这句话 今天这事 我来给你想办法 保准让你满意 叶欣染还没明白 李正这个让他满意是什么意思 就见李正又召集村民开了村会 村会就开在了萧淮安家门口 李正把叶欣染要种的药 拿出来给大家伙看 大家都看看 都认仔细了 这种草啊 是一种药材 现在淮安家的 需要这种药材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大家平时上山的时候 都帮着留一点 要是看见了 就连根带土都挖回来 他们要种到山上留着用 行 李正说 不就是个药草吗 又不占多大地方 看见了 我们就给带回来 几个经常去山里 找吃食的妇人说道 其他人则心不在焉 反正 他们也不去山上 这种事情 应该是和他们没关系 谁知下一刻李正就说道 人家淮安家的说了 不白药 挖到一棵 就给两文钱 什么 一棵给两文钱 那我挖到十棵 不就是二十文钱了 去山上捡山货的时候 顺便找一找 这不顺手的是吗 可不吗 多好呀 张婆子凑上去 看了看冰临花 冷笑一声 这草我平时都没怎么见过 要是那么好找 哪能给你们两文钱一刻 肯定是他自己都找不到 这才让你们帮忙的 才两文钱 这么点好处 就让你们动心了 真是没见过世面 谁能有你见的世面多 不光偷人家的肉 还偷人家的药 当然是看不上 这一文两文的 我们这些本本纷纷 过日子的人家 可不敢小瞧了这两文钱 三文钱 我就能买两个鸡蛋 十文钱 我就能买半斗米 你瞧不上这钱 到时候可别去山上 和我们抢啊 二柱娘出言讥讽 立刻有人附和道 就是 你爱去不去 李正说 你把那草再给我看看 我明天就带我家大鸭 去山上找找去 众人又纷纷往前靠了靠 还故意把张婆子 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大家看好看仔细了 到时候挖错了 可不给钱啊 李正再次举着冰铃花 给大家看 等看得差不多了 他又接着说道 除了挖草药有钱赚 种草药也有钱赚 燕娘子说了 想要雇两个人 帮着把草药种到山上去 一天就是十文钱的工钱 这个人选呢 我就给定下来了 一个是张大力 还有一个是张二柱 你们两个要是行 今天下午就上山去干活 要是不行 那我再换个人 行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李正书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这种好事 啥时候能闻到我头上 有人着急了 李正看了人群一眼 为什么选他们 上次挖渠的时候 大家也都看到了 张大力和二柱 可是非常能干 什么都冲在前头 特别是二柱 对付野猪的时候 多勇猛 所以 有这种好事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们两个 当然了 别人做得好的 我也都记在心上了 等下次再有这机会 我肯定就想到第三能干的 第四能干的 你们说是不是 话倒是这么个话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 有人小声抱怨 这个机会啊 还不是说来就来 李正眼珠子转了转 就比如说 你们大家都去山上挖草药了 一挖挖回来了几百棵 这个时候 张大力和二柱两个人 肯定是忙不过来了 对不对 那华安家就得增加人手 多花点钱雇更多的人 这样一来 大家不就有机会了吗 对啊 李正说的有道理啊 挖得越多挣得越多 没准还能挣到种草药的钱 这不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多吗 那还等什么 明天就去呗 那我就不等你们了 我准备 今天就去山上看一看 二蛋跌倒 你这个人 着什么急 挣钱不着急 那是脑子有问题 哈哈哈哈 还有一件事 看着一脸笑意的村民 李正很严肃地说 你们谁也别给我起那歪心思 人家好不容易种下去了 你又给挖出来 想要卖钱 我告诉你们 我张牙所带出来的村民 就没有这么确得的 不过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从今天起 大家互相监督 除了种草药的人 谁上了东山 我就罚他的钱 罚的钱 奖励给举报的人 李正说 那我明天什么都不干了 就围着东山转圈算了 算我一个 没事的时候 我也去 你们都去了 赚谁的钱 那谁知道呢 哈哈哈哈 众人笑声在村子里响起 传出了很远很远 叶欣然也没想到这么件小事 让李正弄得这么隆重 不过 李正确实比他想得周全 看起来 这位张牙所里 正很有给人洗脑的前置 要是放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没准是个金牌销售员 人群慢慢散去 只有二主和张大力留了下来 他们看着叶欣然和肖怀安 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们以前只中过庄稼 没中过草药 这个东西 要怎么个中法 其实 叶欣然想了想 我也没中过 啊 两人都大吃一惊 叶欣然接着说道 不过我看人种过 而且我们这顶多 就算是遗址 山上还是他原本的生长环境 只要不伤到这冰灵花的根系 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行 那我们试试 张大力背着草药 和二主与叶欣然一起到了山上 东山上的土质 没有麋鹿山那么肥沃 而且地下水源不足 山上的植物 也没有那么生机盎然 不过叶欣然当初相种的是 山上的一处山谷 山谷向阳 因为地势较低 储存了相对多的水分 所以显得比较有生气 叶欣然选好了地方 就指挥着张大力和二主 将带来的半篓子 濒临花种在这里 坑不要挖得太深 只要能盖住 它现在的根部就可以 种下去之前 要先把这片地上的一些 枯败的叶子清走 一些矮小的草 也都清干净 只保留比较高的树就行 小大嫂 那我们先把地清出来一片 然后再种草药吧 反正草药只有三十多棵 一会儿就种完了 二主提议 好呀 叶欣然点头 反正这片都归你们两个种 你们想怎么弄都行 张大力看了看 日头照射的方向 对二主道 今天有点晚了 我们先收拾出来一小片 敢明儿地里没活的时候 再上来收拾也不晚 行 二主痛快答道 都听大力歌的 两个人说干就干 先把齐腰身的杂草小树 全都砍掉 然后拿起耙子 把地面上的枯叶 清出了一大片 枯叶下面 全都是黑色的肥土 张大力见了 立刻夸叶欣然的眼光好 叶娘子可真会选地方 我前些日子 在山脚下开出的那一片点 就比这儿土质差远了 这里是山谷 和你山脚下的 肯定不一样 而且 这里光源不足 种粮食不行 像冰灵花这种喜鹰 却又需要一点阳光的 种在这里才合适 叶娘子说的对 张大力连连点头赞同 两个大男人干活很快 等他们把冰灵花 全都种进土里 太阳也还没有落山 二位辛苦了 一会儿随着我去家里 找取今天的工钱 下山路上 叶欣然说 张大力摸摸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倒也不用这么着急 可以攒着一个月一块给 那怎么能行 叶欣然不同意 那样的话 我还得记账 多麻烦 说的也是 张大力想说 其实不给也行 他嘴唇捏如了几下 到底还是没能说出口 他家里确实需要钱 就算说出来了 那也是假客奖 等回了家 叶欣然果客进屋拿了钱 按照说好的 每人十文钱付给了他们 等做完了这边的事情 准备去厨房做饭的时候 发现萧怀安已经带着三个孩子 把今天买的菜 全都给洗干净了 看见叶欣然回来 一大三小全都眼巴巴地看着他 是娘 你说的那个火锅 是什么东西 你之前说要用肉片 这肉我已经切出来了 萧怀安给他展示自己的刀工 看着那薄如馋衣的肉片 还有已经刷好的小泥炉 叶欣然对萧怀安说道 你把炭火升上 给两个你炉里添上水 我去请李正他们过来吃饭 请李正两口子吃饭 是他们在路上就商量好了的 因为叶欣然这次想和萧怀安 一起去山上找药材 孩子自己在家放心不下 叶欣然想干脆 将他们托付给这个村子 最有发言权的人 叶欣然到的时候 听见李正老婆 又在数罗自家老头子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走路的时候 不要用脚踢石子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新鞋还没穿两个月呢 前面又破了一个洞 以后你就穿漏脚趾的鞋出去吧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 哎呀 我也没注意 这脚怎么就不听话呢 我打他两下 你就辛苦辛苦 再给我补补呗 叶欣然听着两人的话 莫名的有点害臊 只站在院子里喊道 李正叔 你们在家呢 在呢 李正笑呵呵的 从屋里走了出来 大侄女 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 请你和沈子去家里吃饭 这怎么好意思 你们来了这么久 都没来家里吃顿饭 我一个李正 还能去小贝家吃饭 请您吃饭 是感谢您帮我解决了一件大事 再说 我有事求李正叔呢 有什么事 你就说呗 不用去吃饭 现在家家都不容易 李正老婆 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现在和李正一样 每次见夜欣然 都是满脸笑意 这女娃子 又聪明又能干 要是自己的闺女就好了 沈子 我来都来了 你们就别客气了 就是一顿便饭 也省得你做了不是 我想去长安家里吃饭 李正的小孙女 在一旁听了半天 突然说道 长安说 她沈娘做饭可好吃了 你这个孩子 我做的饭不好吃 李正老婆揪着孙女的小辫子 不能随便去别人家吃饭 和你说的 你都不记得了 夜欣然见小姑娘 被扯得呲牙咧嘴 便一把把人拉了过来 沈子 孩子们平时玩得好 也应该多走动走动 我先带妞妞回去了 一会儿 你们两个都赶紧来啊 李正的儿子和儿媳妇 都没在家 现在家里 这会儿 见夜欣然像绑架似的 把小孙女给抓走了 李正老婆为难地看向李正 这怎么个弄来 去还是不去 去吧 李正看着夜欣然的背影 他家现在条件好 吃一顿也吃不垮 那行 我进屋换件衣服 你也把你那破鞋脱下来换一双 李正和老伴在家稍微收拾一下 才往萧淮安家里这边来 刚进院子 就闻到了鸡肉的香味 和长安长平他们 正蹲在角落里 不知道研究什么 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片云片膏 小心翼翼地 吃得津津有味 说 沈子 你们来了 李正看见夜欣然 将一个锅从厨房搬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原本放好的小泥炉上 立刻开口道 都和你说了 过日子要节俭一点 早知道杀鸡招待我们 我就不来了 李正说着 转头要走 夜欣然却伸手拦住了他 李正说 这鸡是城里买的 我家的鸡留着呢 买的 那不是更贵 哎呀 不贵 夜欣然拖住李正 把他按到了桌边的小凳子上 然后说道 贵点也值得 咱又不是天天吃 主要是为了给孩子们解解馋 您就等着吧 李正无奈只好坐着不动 夜欣然让陈氏也做好后 又去后院端菜 很快 萧怀安又端来了另外一口锅 锅里面红油漂浮 传来了丝丝缕缕的辣味 李正看着傻了眼 这是弄傻呢 怎么两口锅 一只鸡做了两个味道呀 萧怀安没答 结果更让李正傻眼的东西 就被端来了 夜欣然一下子端来了三个盘子 三个盘子 满满的全都是肉 哎呀 你们这可真是的 这腰多肉 留着慢慢吃多好 李正媳妇也惊讶得合不拢嘴 他们家这一年到头的 也没吃过这么多的肉 看来萧家这生活 比他想的还要好嘞 李正说 别管吃多少 至少我这个吃法 你以前是没见过 夜欣然又去后面端菜 李正看得心惊肉跳的 好在这次端出来的 不再是肉 而是两盆的素材 里面有白菜 青笋 土豆 豆腐 冬瓜片 和一些南瓜煎 这 怎么都是生的 李正媳妇大为震撼 刚才的肉是生的 现在的菜也是生的 桌上还有两口锅 这夜娘子 不会让他们自己做吧 是生的 不过 烫一下就熟了 孩子们 都过来吃饭了 他招呼几个孩子过来吃饭 然后 先夹起一片肉 放到锅里 等肉片在锅里滚了个开 他便把肉从锅里夹了出来 把肉烫熟了就可以吃了 菜也是 不过土豆冬瓜要煮得久一点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不容易熟的下进去 哎呦 真是长见识了 还有这种吃法呢 李正和李氏 还沉浸在震惊的情绪中 四个孩子 却已经端起了碗 跃跃欲试 这里有辣的和不辣的两个锅 能吃辣的座上面 不能吃的座座下面 两种都能吃的座中间 叶欣染安排好座位 然后又指着调料说 这里有芝麻酱 还有香油 你们喜欢吃哪种料 就成哪种料 把菜夹出来 放在料里沾一下才好吃 李正多少能吃点辣 所以他坐在了上面 肖怀安还没开口 就被叶欣染安排在了下面 其他人围着他们而坐 坐好之后 谁都没有动筷子 七双眼睛 齐刷刷地看向李正 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看着我干什么 李正莫名紧张 这里你备份最高 大家都等着你动了手 才肯伸筷子呢 你快吃一口 李氏催道 众人的热切期盼下 李正终于伸手 夹了一筷子肉 他学着叶欣染刚才的样子 把肉放进锅里 结果刚放进去 肉就不见了踪影 他赶紧找了找 把肉夹了出来 夹出来的时候 李正的手微微有些抖 吃个饭 有这么多人盯着看 实在是太别扭了 万一吃错了 还得被人笑话 紧张 他的料碟是香油的 他把肉在里面沾了沾 然后放入口中 用眼睛示意大家 我都吃了 开始吧 大家刚拿起筷子 就听见李正在那边 N了一声 在看过去的时候 就见李正黄脑的赞叹道 好吃 好吃呀 李氏看着他那副样子 忙对叶欣染笑 太久没吃肉了 少见多怪的 你们别见笑 叶欣染也赶紧说 没事没事 大家快吃吧 等李氏自己把菜 吃到嘴里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刚才老头子不是夸张 这玩意是真好吃 把水芹菜 往锅里这么一趟 鲜润的底汤 划过菜叶 微辣中带着鲜香 再配上料汁 这滋味 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吃到过的 原来菜还可以这么吃 叶欣染带着长生 和李正夫妇吃的辣锅 而萧淮安 则带着另外三个孩子 吃的清汤锅 清汤锅用的鸡汤做汤底 虽然没有辣锅那么香 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一开始李正和李氏 还有些拘谨 吃得很慢 吃到后来 愉快的气氛 让每个人都放开了手脚 开始大吃大喝起来 一顿饭从太阳快落山 吃到月上柳梢 到了后来 实在是吃不下了 大家才停了筷子 吃完饭后 几个孩子们 跑到一边去玩藏猫猫 叶欣染 则对李正两口子 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李正书 明天我打算和淮安 一起去山上找药材 这三个孩子不会做饭 能不能让他们去 你们家吃几天 一天吃两顿饭 晚上让他们自己回家 来睡觉 行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李正很痛快的 就答应下来 李正书答应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几天 他们要是不听话 李正书尽管收拾他们 哎 我看这几个孩子 向来都比较听话 特别是长生 读书又好 又懂事 我喜欢还来不及呢 叶欣染又看向李氏 男孩子能吃 我打算给他们带五斗米 要是不够 我回来再补上 李正书尔看行吗 哎呀 哪里用得了这么多 两斗米就足够了 李氏连连摆手 李正却用手对了对他 要什么米 我家有米 吃我家的就行 李氏有些尴尬 也赶紧说道 对对 不用带 不用带 那怎么行 叶欣染拒绝 让你们帮着照顾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这米 你们必须得收 李正书也不用担心 我们过不好日子 我还是挺会 精打细算的 哼 李正本来没想说什么 听见这话 不由得又翘起了胡子 反正我没见过 你们这样过日子的 淮安 你说他说的对吗 萧淮安听到这个问题 犹豫都没犹豫 立刻说道 对 好好好 这下李 正彻底没了脾气 反正你们家的家务事 我也管不着 你们上山都给我小心着点 早点回来 听见了没 放心吧 李正书 叶欣染痛快答应下来 第二天 叶欣染早早就起床了 昨天晚上临睡前发了面 今天正好蒸包子 这样既有了早饭 又有了去山上带的干粮 比较省力气 包子还是两种馅料 一种是猪肉白菜 还有一种是笋丁肉馅 每个包子都有拳头大 蒸出来白白胖胖的 十分可爱 等孩子们都起床后 叶欣染又招呼他们 把家里剩下的青菜钱 都收拾到一起 和五斗米 装进一个被楼里 一会儿有长瓶背着 送到李正家 面对即将离开的二叔和沈娘 三个孩子 都生出了难舍之情 之前二叔一个人走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正常 也不十分想念 现在沈娘一离开 他们就好像是生活中缺失了什么 沈娘 你可要早点回来啊 长安奶生奶气的吸吸鼻子 长瓶也说 沈娘 你放心 我们会听话的 你早点回来 面对孩子们的离愁 肖怀安虽然没说什么 心里却难免有了一点失落 原来孩子很舍不得你 是会表现出来的 等吃完了早饭 叶欣染把剩下的包子 用油纸全都包起来 肖怀安又装了点米 带着去山上要用的工具 两个人便出了门 晚上去李正爷爷家里吃饭 要是中午饿了 长生就煮点粥 我在厨房靠近菜板的 那个罐子里放了咸菜 你们可以拿来下饭 沈娘 我们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或许真的是 但是已经习惯了离别 到了叶欣染和肖怀安离开的时候 三个孩子倒也没有出言挽留 叶欣染身上穿的是一套旧衣服 他让陈氏帮着把一条裙子改短了 配着裤子穿 走路比较方便 肖怀安带着他一路朝村外走去 经过东山的时候 发现真的有村民在那附近晃悠 叶欣染又想起了 昨天和李正说过的事情 我已经和李正说过了 这两天 让他帮我收冰零花 所有收上来的和种下去的 都先记在账上 不过李正说还挺有办法 想出了让大家监督这一招 简单有效 肖怀安也往东山那边看了看 李正是只老狐狸 叶欣染赞同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一路无话 走了很远 才开始上山 上山的路倒也还算好走 叶欣染抬头 发现从山脚到山顶 有一条踩出来的小道 路边有结实的草木 遇到陡峭的地方 叶欣染就拉一下树枝 或者草根界里爬上去 肖怀安走在前面头也不回 就像一块木头 这么好的一个互帮互助 促进感情的机会 他却好像根本不稀罕 只顾得走自己的路 就你会爬山 明明是个瘸子 还爬得那么快 叶欣染边走边赴飞 谁知道脚下一滑 刚刚扯住的枝条不堪其重 咔嚓一声 舌断了 啊 叶欣染惊呼一声 身子向后倒去 这里是斜坡 若是摔倒 头和手不知道哪个会先着地 也不知道倒下的地方会有什么 若是尖锐的竖刹 他这一张小脸恐怕不薄 急切间他也来不及细想 只挣扎着伸手乱抓 祈祷能抓到结实的树藤 就自己一命 正惊慌间 忽然觉得自己的腰部 被什么东西缠住 一股大力袭来 将他的身子拉了回来 不偏不倚 落入了一个坚实的怀抱之中 这怀抱带着温度 萧怀安肌肉结实 像石头一样硬 撞得叶欣染面上都红了一块 他来不及喊疼 第一时间先向萧怀安倒了谢 谢谢 萧怀安看着他惊魂未定的神色 感受到身上贴着的一抹柔软 轻轻嗓子说了两个字 小心 好 叶欣染重新站定 却发现自己的腰 还被萧怀安手中的藤蔓缠住 不得不开口提示他 这个 给我解下来 抱歉 萧怀安手忙脚乱地解开了藤蔓 问道 要不要休息一下 第一次走了这么远的路 叶欣染的腿 确实有些沉 不过他举目似望 周围除了草木就是草木 连一块干净平整的石头都没有 便摇摇头道 不必 可以等一会儿再休息 萧怀安文言 便转身继续前行 不过这一次 他脚步明显放慢了一些 和叶欣染的距离 也拉近了不少 两人就这样 又走了一个时辰 直到遇到一个小木屋 萧怀安才停了下来 去里面休息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叶欣染有些好奇 看萧怀安的态度 应该对这里很熟悉 难道这山上的房子 也是他建的 萧怀安先进到屋内 伸手扫了扫门上的珠网 这才转头 对叶欣染说 没人 进来吧 他把被篓放到地上 先麻利地生了火 然后从被篓里 掏出两个包子 用棍子穿在一起 放到火上烤 看叶欣染还在四处观察 他开口道 这里是猎人们上山歇脚的地方 不过因为此处距离山脚下比较近 用的人不多 所以看着比较破旧 叶欣染抓住了其中的重点 立刻问道 你的意思是 山上还有这样的房子 嗯 有几处 萧怀安点头 叶欣染这才明白 怪不得他们能在山上住这么久 原来也不是风餐露宿来的 萧怀安把烤好的包子 递给叶欣染一个 两个人吃完包子 简单地休息之后 又继续朝着山里走去 叶欣染的表现 有些出乎萧怀安的意料 没想到他一个弱女子 看着小小的 竟然一点也不落下风 天黑之前 两个人终于到了另外一个落脚点 路上萧怀安给叶欣染解释了 这些山上的房子 都是大家一起用的 有的时候 碰上几个人同时到达 就会一起住一晚 第二天再各自分开 好在他们到的时候 房子里没有其他人 这次就他们两个 房子后面有一处泉沿 萧怀安先烧了水 两个人都简单洗漱了一下 又吃了包子 就准备休息了 走了一天的路 叶欣染都是咬牙坚持 真正休息下来的时候 他觉得 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山上房子陈设简单 床也只是一张单人床 虽然两人是夫妻 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同床共枕过 到了睡觉的时候 就遇到了难题 这样一张床该怎么睡 萧怀安以前偶尔遇到别的猎户 也会和人挤一挤 如今带着身材娇小的叶欣染 挤一挤这种话 他倒是说不出口了 你睡床吧 夜里山风凉 他说 那你呢 叶欣染问 我在地上随便将就一下 那怎么行 你的腿本来就不好 要是受了凉 就更难恢复了 叶欣染道 我们在床上挤一挤吧 这话由叶欣染说了出来 萧怀安却没有回答 怎么 怕吃亏 看他犹豫的样子 叶欣染忍不住问道 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萧怀安睡床 他睡在实验室里 可萧怀安不如长安好糊弄 他要是半夜消失了 萧怀安一定会察觉的 我一个男人 怕什么吃亏 萧怀安道 那你睡里面 我睡外面吧 好 叶欣染说着 就拖鞋上了床 床真的很窄 他上床之后 尽量靠向里面 谁知下一刻 萧怀安的手就伸了过来 床边有风透进来 你把被子抬高一点 遮挡一下 说着 他就帮叶欣染 向上提了提被子 做完这些后 萧怀安将还着着火的炉子挡住 屋子里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黑暗中 叶欣染睁大了眼睛 听着耳边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好半天之后 身边忽然有人靠近 萧怀安也躺到床上 通过他的动作 叶欣染猜测 他应该是侧着身子 并且靠着床边躺着的 他尽量和叶欣染保持着距离 一张窄小的单人床 两个人之间 竟还隔出了距离 即使这样 萧怀安身上的温度 还是在他上床的那一刻 就传了过来 这种温度 驱散了叶欣染 对于山上黑暗的恐惧 不知不觉的 就进入了梦乡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在这样一个四处漏风 又不安全的环境中 竟然能睡得这么香甜 更何况 身上盖着的 还是不知道被多少人盖过的被子 但就是那样神奇 他睡着的时候 什么都没想 还做了个美美的梦 梦中 他被一朵柔和的云朵包围 又暖又安全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这云朵好像不那么柔软了 还有点个人 他挣扎着想要换个姿势 找到之前那种舒服的感觉 一伸手 就摸到了什么扎手的东西 叶欣染一下子惊醒过来 眼前赫然就是肖怀安 那被放大了的俊颜 而扎手的东西 就是肖怀安下巴上 刚刚冒出的胡茶 啊 刚刚睁眼的叶欣染 还有些不清醒 不知道自己的手 怎么就摸到了别人的脸上 他挣扎一下 想要离开 谁知 一脚就踢在了一个不明物体上 嗯 肖怀安闷哼一声 随即咚的一声 滚落在地 叶欣染哪里想到 会有这种变数 他情急之下 要去拉肖怀安的手 却忘记了两人之间的身高体重差 他拉住肖怀安的胳膊 不仅没把人拉住 反而被带着 也掉落下来 正好趴在了肖怀安的身上 这下 叶欣染终于知道 刚才踢到的不明物体 到底是什么了 不对啊 肖怀安不是不行吗 他自己亲口说的 肖怀安显然也没想到这个变故 他后背贴着冰冷的地面 身上却是一具胶软火热的身躯 在冰火两重天的双重夹击之下 他的身体有了更明显的反应 我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叶欣染感受着他身体的变化 面色通红 解释的声音越来越小 肖怀安却猛地翻身 把叶欣染压在了身下 叶欣染的身上还裹着被子 所以感觉不到地上的冰冷 但是肖怀安的眼神却有些吓人 让他忍不住浑身打颤 你 你先起来 虽然先前他多次在言语上挑逗 还表明要看光肖怀安的身体 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 他却恨不得自己有个壳 这样他就能把头缩进自己的壳里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没有壳 他却把头埋在了肖怀安的胸口上 来一个眼不见为惊 肖怀安大清早就被人踹到了命根子 现在又被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在胸口蹭来蹭去 就算他克制得再好 这会儿也难免有些把持不住 别动 他暗哑出声 伸手按住了叶欣染那颗不断作乱的小脑袋 下一刻 他就站起来 把叶欣染直接裹着被子 放到了床上 我去外面洗漱 你休息一下再起来 说着 他便转身走出了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叶欣染才敢把自己的脑袋 从被子里伸出来 实在是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 这让他们两个 以后怎么平静地相处 想到这里 叶欣染突然意识到 不对啊 我们两个本来不就是夫妻吗 刚才的情况 要有个早安稳 或者其他更深入的交流 才正常吧 他这是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之前嘲笑别人 不懂得把握时机 轮到他自己了 更是只会做缩头乌龟 不过肖怀安真的好帅啊 他早上起来 怎么连严实都没有 叶欣染想到这 慌忙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还好 他也没有 很快 外面传来了匹柴的声音 肖怀安又准备生火 吃了两顿烤包子的叶欣染 实在不想再吃第三顿 于是 在肖怀安进门的时候问道 这里可以做饭吗 我看有锅和碗 可以 肖怀安答 不过 我手艺不大好 我来 叶欣染抢着说 我想煮点粥 好 肖怀安并没有立即生火 而是看着叶欣染 半赏之后试探着开口 你要不要出去 方便一下 他说的有些艰难 不过因为叶欣染是第一次进山 他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接着说道 山上没什么人 稍微走远一点 好 我懂了 叶欣染的脸上浮现出一片红玉 摆出一副你别说了 我都懂的表情 他抬脚往外就走 临出门前 肖怀安还是嘱咐道 别走太远了 山里危险 叶欣染脚下一个亮枪 他走出屋子 逃离了那个让人尴尬的地方 呼吸着山里新鲜的空气 走到一处小木屋看不到的地方 这才疏忽一下钻进了空间里 此时他无比庆幸自己有随身空间 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个人问题 匆匆上了厕所 刷牙洗脸 叶欣染才从空间里钻出来往回走 肖怀安显然等得有些急了 叶欣染从树林里钻出来的时候 看着他正在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直到看到他 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早餐是热乎的粥和包子 配的是叶欣染从山下带上来的咸菜 咸菜是用黄瓜和玉根头腌制而成 脆脆的 很爽口 叶欣染买咸菜的时候 肖怀安也跟着进去看了 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买了这种 不过这咸菜吃着是真好吃 比新炒的菜还好吃 肖怀安一向在吃得上不太计较 因为这爽口的咸菜 还是多喝了一碗粥 两人吃了饭便把灶堂里的火用水浇灭 床上的被子叠整齐 检查了一圈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这才继续往山里走去 肖怀安的目的地还有很远 但是叶欣染的目的地 其实在进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我们需要走多久能够到下一个据点 叶欣染问 按照昨天的那个速度 午后就能到达下一个 若是摊点晚 天黑之前能到更远的那个 肖怀安显然想早点到更远的那个 不过这次叶欣染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们今天慢点走 可以吗 我想边走路 边在山里看看 有没有我想找的药材 不同的药材 喜欢的湿度和温度都不一样 不一定非要到山顶了 才找药材 可以 肖怀安想了一下 同意了 有了找药的目的 这次两个人走得就慢了下来 这个山上 至少有十几个猎户在山上打猎 为了防止误伤 猎人们坐陷阱的时候 会在隐蔽的地方留下标志 不过作为外行人 是看不懂这些标志的 肖怀安并不放心 叶兴染自己往山里去 所以都是他在前面带路 叶兴染跟在后面 走了没多远 叶兴染还真的发现了一株 比较值钱的药材 他边挖边交给肖怀安 这个是和手屋 一般来说 他的枝叶越粗壮 年头可能就越长 不过还要看挖出来的大小 即使年头短的 也有药效 就算是不卖 给长安多吃一些 也有好处 肖怀安上前帮忙 一边挖和手屋 一边默默地记下了 和手屋叶片的形状 这次 他们挖的和手屋不大 看着也就五年以下的年头 叶兴染随着肖怀安 继续往前走 每走几步 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草木眼印中 一株顶着宏观的植物 十分引人注目 叶兴染心中一血 走近一看 果然是颗人参 人参的叶片 随着年头的增多 而逐渐增多 每年生出一柄 每一柄上 长出五片叶子 生出六柄之后 叶柄不会增多 但是金杆和叶片 会随着年头的增多 而逐渐变粗 叶兴染发现的这株 叶片肥大 颜色也深 估计能有二十个年头了 他招呼肖怀安过来看 这株人参 你们以前打猎的时候 没有发现吗 肖怀安看了看 不敢置信 这是人参 他以前见过人参 切片的 切断的 整颗的 做成汤的 泡进酒里的 放进药里的 就是没见过长在土里的 所以他也不认识 人参的叶子 是 叶兴染这下知道了 这颗人参之所以没被发现 就是因为猎户们不认识 若是被采药的人看见 估计早就没有了 两个人蹲下身子挖人参 野生的人参 根须很长 特别是这种年头多的 下面的根须 更是生得错综复杂 挖的时候 不能太暴力 得把土一层 一层的剥开 才能避免伤到人参 两个人差不多挖了半个时辰 才终于挖了出来 叶兴染把人参提起来看了看 长长的颅顶 手指一样粗细的身子 下面两根 大须向左右两边分开 恰好与上半部分 组成了一个人字 不错 是个好猜 叶兴染从旁边的石头上 包了块苔藓下来 把人参包在里面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 保证人参的新鲜度 把这些都做完 萧淮安看了看天色 时间不早了 我们家快点绞成 你还能坚持吗 我没问题 叶兴染摆摆手 早上起来的时候 腿还疼 却不至于到受不了的程度 两人稍微加快了速度 叶兴染一边走一边 继续查看周边的植物 希望能在里面发现 自己想要的药材 人参合手屋 这种贵的 可以拿去卖钱 冰零花 罗梭子 却是他现在最想要的 可惜后来这段路上 什么都没有发现 两人在太阳偏西前 就到了萧淮安所说的落脚点 有了昨天的经验 叶兴染对现在看见的东西 都不觉得惊讶了 正如萧淮安所说 下面的那个木屋 因为平时去的人比较少 所以看起来比较破旧 他们今天到的这个 里面的东西要齐全很多 这里有米缸 水缸 木盆 甚至连油和调料 也都有一点 萧淮安放下贝罗 去后面打了水 两个人先洗了手和脸之后 叶兴染提议 时间还早 我们去旁边找找看 有没有野菜吧 虽说在外面应该一切从简 但是他还是希望 在有限的条件内 让日子过得更舒服些 好 我带你过去 萧淮安擦了擦满是水珠的脸 然后拿起一个贝罗和砍刀 带着叶兴染 往木屋后面走去 往那边不远的地方 有一小片竹林 萧淮安曾经看见 有人去那里挖竹笋 两人一路朝着竹林而去 叶兴染走走停停 到达竹林之前 就已经弄到了很多吃的 有祭菜 香春芽和艾草间 这些东西要是同源 叶兴染在医书上都看见过 萧淮安丝毫没有怀疑 这些东西的可食用性 因为叶兴染 已经用他的能力证明了 他说能吃的 就肯定能吃 挖了两根竹笋后 叶兴染看了看篮子 就提议两人回去了 木屋里 只有一只铁锅 这些菜又很杂 叶兴染想了想 最后焖了个米饭 做了个香春季菜 爱煎炒鸡蛋 各种菜混在一起 却又意外的很好吃 萧淮安在山上 从来没有吃的这么好过 忍不住把剩下的米饭 全都吃光了 叶兴染很高兴 自己的手艺得到了肯定 不过他还是问道 你就不好奇 鸡蛋是从哪里来的吗 萧淮安想了一下 好奇是好奇 你不想说 我便不问 叶兴染笑了 你这个人还真是 经过昨天一天的共患难 两人的关系 无形中增进了很多 叶兴染便把话题 聊得更深入一点 其实你早就发现 我有些奇怪了吧 可是你从来不问 你不会觉得 我是来害你的吗 害我 萧淮安嘴角 不自觉地浮现出 一抹讥讽 害我一个身无分文 又毫无用处的瘸子吗 其实你也不是毫无用处 叶兴染小声的辩解 萧淮安眼中 露出一丝温柔 我看得出来 你对孩子们的好 都是真心的 如果你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只是为了害我 那我只能说 这是我的命 我甘之如頤 叶兴染从来没想过 萧淮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 算是一种变相的表白吗 他觉得脸上有些热 盲转一话题道 你平时来山上的时候 都不做饭吗 萧淮安点头 做饭太麻烦 何况 我那个手艺实在是 叶兴染了然 他那个手艺 自己都难以下咽吧 萧淮安 饿了的话山上有野果 或者捕到的猎物烤一烤 也可以吃几天 但是以你的条件 应该不用这么辛苦吧 叶兴染想到了 萧淮安前前后后 拿给自己的四百两银子 能拿出四百两银子的人 不需要补猎 活得也不会太差 甚至比村里大部分活得都要好 你这样 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吗 以叶兴染目前的经验来分析 所有看着不合理的背后 都是另有隐情 萧淮安捏入了一下嘴唇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叶兴染潇洒地摆摆手 不想说算了 反正我们各自都有秘密 只要不是想害对方 可以不说 萧淮安有些动容 他真的不在乎吗 如果知道真相 他会不会被吓跑了 那如果我的秘密 有一天 可能真的会伤害到你呢 他有些犹豫 是你故意的吗 叶兴染问 不是 不是就好 叶兴染捋了驴耳边的碎发 只要不是你想害我 其他的事情 我们可以共同面对 他想过 叶兴染知道真相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溜之大吉 还是愿意留下来同甘共苦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这样的淡然 甚至是 无所畏惧 他的胆子竟然这样大 你放心 我会尽量处理好 我自己这边的事 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 好 叶兴染微微一笑 那为了奖励你 我教你做一个 好吃的竹筒饭吧 以后你自己上山的时候 也不用饿肚子了 叶兴染说着 咬出一条米 放进锅里 添了水泡上 想要做竹筒饭呢 要记得提前一天把米泡上 不然做出来的饭不好吃 肖怀安点了点头 然后呢 然后 叶兴染故意卖了的关子 然后才说到 然后就是休暇 等到第二天米 泡好了再做饭 记住 至少要泡一个时辰 肖怀安乖乖点了点头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肖怀安出门去方便 顺便擦洗身子 叶兴染就趁着这个机会 回到了实验室里 冲了澡 给脸上涂上了药 等肖怀安敲门进来的时候 叶兴染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肖怀安只觉得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 一时间不知道是叶兴染脸上的 要散发出来的 还是叶兴染身上散发出来的 既然两人已经互相透了底 叶兴染便不再藏得那么严实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拿出了自己实验室里的小花被 对肖怀安说 两个人睡一床被子太挤了 我还是睡我自己的被子吧 看到鸡蛋的时候不太震惊 但是看到叶兴染 竟然变法术一样的 便出了这么大一床被子 肖怀安彻底傻眼了 他之前以为叶兴染不过是会一点障眼法 把小东西藏在身上 别人看不到 可就是再厉害的障眼法 也不可能藏下这么一大床被子吧 肖怀安以一种莫测的眼神 看着叶兴染 心中开始怀疑 叶兴染是山上下来的精怪 可若是精怪的话 他既不吸食人的洋气 又对几个孩子这么好 甚至带着村民们着水 给大家帮了很大的忙 难道他是来报恩的 肖怀安闭上眼睛 开始想自己这些年来 到底心慈手软 放走了什么猎物 想了半天没有想起来 结论就是 没有一个猎物 能逃过他的掌心 叶兴染不知道肖怀安在想些什么 见他眼睛时闭时睁 还以为他是困了 便催促道 困了 就快点来睡觉 还愣着干什么 肖怀安灭了火 听话地走到床边 经过昨天一晚 今天再次同床 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尴尬了 叶兴染已经擦掉了脸上的药 把被子紧紧裹在身上 就像是一个大沙包 两人很快地就入睡了 只是到了半夜 盖着自己小花呗的叶兴染 觉得冷风刺骨 睡梦中不断地寻找热源 没过多久 就从自己的小花呗里钻出来 钻进了肖怀安的怀里 肖怀安在叶兴染冻的那一刻 就睁开了眼睛 昨天晚上 这个小家伙 就在睡着之后 不停地往自己怀里钻 今天换了被子 肖怀安本来还有些失落 但是看着此刻乖乖 蜷缩在自己怀里的人 他微微勾了勾嘴角 叶兴染睡着的时候 脑袋喜欢不停地蹭啊蹭 把肖怀安的心都给蹭化了 这么温柔又赖皮叶兴染 与白天那个理性又能干的他 完全不同 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吗 肖怀安想 这样的人 就算是精怪 肯定也是精怪里面最勾人的那种 肖怀安揉揉叶兴染的脑袋 帮他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 他又在叶兴染睁眼之前醒来 为了避免发生和昨天一样的尴尬情况 肖怀安提前把自己的下半身往外撤了撤 叶兴染被吵到了 睫毛如蝴蝶振翅般慢慢张开 一睁眼 便再次对上了那张让人心跳加速的俊颜 深邃的眼窝 高挺的鼻梁 左眼下方 还有一颗小小的红质 真好看呀 看了之后 心情能愉快一整天的那种 叶兴染偷偷去着肖怀安 见他闭着眼睛还没睡醒 便偷偷凑了上去 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亲自己的夫君 这不算是好难色吧 叶兴染窝回去后偷偷想 见肖怀安纹丝不动 继而又大胆起来 好难色怎么了 上天有好色之德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想了一堆之后 看肖怀安眉醒 他又一次凑上去 这一次 吻在了对方红润的唇上 叶兴染小心翼翼如蜻蜓点水 一触之后 又立即退回 出乎意料的 肖怀安的唇 竟然是软软的 叶兴染仿佛是做坏事上瘾的孩子 见肖怀安还是没动 他便又上去啄了一口 只是这次停留的时间比上次长 他甚至作了那么一下 这人睡得也太沉了 被人占了便宜都不知道 叶兴染撤回去的时候 心里想 却冷不防 后脑被一只大手圈住 想要撤回去的动作无法进行 反倒被人压了回来 下一刻 刚刚占人便宜的小嘴 就被人含住 肖怀安可不是简单的一处急分 他贪恋着唇上的温暖 继而撬开背驰 继续攻略城池 叶兴染惊愕地瞪大双眼 嘴边一出根的一声 他想转头逃跑 脖子却被肖怀安 用一只大手固定住 半天之后 肖怀安终于抬起了头 看着他的眼神有些危险 声音也暗哑得不成样子 不要用这种方式试探我 我会难以自持 叶兴染愣愣地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看清男人眼睛里的预设 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聊起了什么 这男人 还真是禁不住撩搏 可是 他现在的眼神 真的好诱人 想让人沉溺其中 叶兴染唇边 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微微抬头 朝着男人泛着水光的唇 再一次吻了上去 二人的身体紧紧相拥 肖怀安粗糙的大手 在叶兴染的颈尖妈撒 引起他阵阵站立 恍惚间 他又感受到了一个火热的东西 叶兴染的脸 瞬间更热了 肖怀安看着叶兴染沉醉的神态 瞳孔中 好像有一团火在烧 理智告诉他 时间不对 地点也不对 可是身体却更加诚实 他揽住叶兴染纤细的腰肢 一个用力 将人狠狠地靠向自己 女人的曲线 与他的身体完美贴合 这一刻 肖怀安想 时间永远停留 看 前面不就是歇脚的地方吗 昨天都是你瞎带路 要是按我说的走 昨天晚上就不必住在树上了 昨天你也没说往这边走啊 再说 要不是你耽误时间 我们怎么会那么晚了 还在山里转扬 房子外面 传来说话的声音 肖怀安神色异朗 抓起掉落在地上的小花呗 将叶兴染裹了起来 叶兴染的脸像红透的苹果 在被子里慢慢地平复自己的情绪 听见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原来有人在啊 是个年轻的声音 这不是肖大哥吗 你昨天住这里了 肖怀安腻了两人眼 嗯 昨天山上到的 哎呀 都怪李哥 要不是他弄错了路 我们昨天就能到这和你一起睡了 他这边话音刚落 那个被叫做李大哥的 立刻拉了拉他的袖子 用下巴指了指床上的小骨包 年轻人立刻反应过来 肖大哥 你这次上山还带人来了 他声音里充满惊讶 因为以前肖怀安都是独来独往 从不与人搭办 肖怀安回头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人 伸手掖了掖背脚 是我家娘子 特意陪我过来的 娘子 肖大哥你成亲了 年轻人问题还真不少 旁边的老李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把他往外面拖去 行了行了小柴 没看人家 娘子都害羞了 我们去外面站着去 说着不由分说 就把人拽到了外面 叶兴染躲在被子 听着外面没动静了 才把被子掀开一条小缝 用口型问肖怀安道 走了吗 肖怀安见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弯了弯煤烧 没事 都是路过的猎人 你起来吧 叶兴染心中一股怨气 无处发现 他能不知道是猎人吗 只是这两个人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这不是 坏他的好事吗 还有就是 肖怀安为什么不生气 他磨磨蹭蹭地起了床 把花呗再一次收进了空间里 然后起床去看锅里的米 全程都没有搭理肖怀安 肖怀安不知道叶兴染是怎么了 只能他干什么 他也跟在后面干什么 叶兴染洗脸 他就在一旁给递帕子 叶兴染淘米 他就在一旁给接水 两个人漠不作声地在屋子里绕河 好像完全忘记了 外面还有两个人 外面那两个也不着急 直到叶兴染端着淘好的米走出屋子 年轻人小柴才开口道 嫂子好 肖哥真有福气 娶了这么漂亮的嫂子 就知道油嘴滑石了 老李拍了小柴的脑袋 让他规矩点 叶兴染朝这边看过来 看到年轻人也就十六七岁 另外一个老李能有三十多岁 两个人蹲在屋子外面 身边放着他们带来的被褂 叶兴染朝着两人点了点头 他刚才在屋子里 已经把米用酱油和其他调料办过了 现在端出来 就是要把他们放进竹筒里 肖怀安也跟了出来 站在一旁 看叶兴染装了第一个竹筒 看完之后 将叶兴染手中的竹筒拿过来 剩下躲来 叶兴染也不说话 将手中的勺子交给了肖怀安 看着他一点点把竹筒装满 然后提醒道 七分满就可以 不然米饭熟的时候会把竹筒撑开 这边叶兴染教肖怀安做竹筒饭 那边老李和小柴看得兴趣盎然 看见没 成亲后 再冷的男人都会变成老婆奴 小柴说 你懂什么 老李看了看叶兴染雪白的手腕 又不好意思地收回目光 这叫铁汉柔情 男人的胸襟都是朝着外面使的 在家里就是要懂得疼女人 你还小 说这些你也不懂 趁着这个机会多学学 对你没坏处 小柴不以为然 不过看两个人默契的配合 还是忍不住心生羡慕 昨天泡的米一共装了八个竹筒 都装好后 肖怀安在地上挖了一个浅坑 然后把八个竹筒 一个挨着一个放进土坑里 把土坑埋好后 又在上面升起一堆火 并添了许多柴 让火燃烧得旺一点 做完了所有的活 叶欣然进到屋里 肖怀安才有时间 理会另外两个人 你们也是刚刚上山吗 肖怀安问 老李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 答道 是 我们昨天上来的 结果天黑后找不到路 只能在林子里休息了一个晚上 等会你们走了 我们要在这休息一会儿再走 肖怀安点头 我们吃过早饭就走 行 那我们就着你的火 把我们的饼子也烤一烤 老李掏出两个杂粮面的饼子 用棍子串起来 放在火上烤 这是他们身上最好的干粮了 本来没打算 现在就吃 可火堆里的竹筒饭 不断地散发出香味来 让他忍不住 也想吃上一口好的 火慢慢熄了下来 肖怀安把还在发热的火炭 移到了一边 用一根棍子 把刚才埋着的竹筒 全都挖了出来 竹筒滚烫 外皮却还是碧绿色的 叶欣然端来凉水 肖怀安把竹筒饭 全都用凉水凉过后 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 竹筒饭的盖子一打开 米香混合着竹子的香味 一下子就飘了出来 清晰 又忍 老李瞬间觉得 自己手中的饼子不香了 不光不香了 还有些叶人 他咕嘟一下 咽下最后一口饼子 又赶紧拿起水囊 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一旁的小柴 更是被香得直迷糊 他长这么大 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米饭 小哥 嫂子 这是用什么做的 怎么这么香 只有白米 放了一点盐等调味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米怎么会有这种香味 小柴连连摇头 不信 叶欣然笑笑 是不是要亲自尝过了之后 才肯相信 叶欣然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 小柴一点也没有被戳破的尴尬 挠了挠头 笑道 都被嫂子看出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 叶欣然竟然真的分了一个竹筒饭给他 给 尝尝吧 嫂子 真给我 小柴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叶欣然 就见叶欣然 又拿了一个竹筒饭对给老李 这个给你吧 这 这怎么好意思啊 老李受宠若惊 可是竹筒饭的魅力实在太大 最终他还是半推半就地收了下来 没事 遇到都是缘分 今天正好做了饭 就给你们尝一尝 见叶欣然是真的舍得 两个人这才把竹筒打开 小心翼翼地吃起了竹筒饭 叶欣然和肖怀安也每人吃了一个 泡过的米里放了酱油 颜色微微发红 里面还有些许的肉粒和笋丁 为米饭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香味 叶欣然刚吃到一半 小柴就已经全部吃完 并且开始舔竹筒了 老李虽然尽量控制 也还是小心翼翼地 把每一粒米都吃干净 叶欣然虽然知道大家苦 却从没有面对面地看见别人 把饭吃得这么虔诚 他有些愚心不忍 又从背楼里 拿出两个竹筒饭递给两人 这两个也给你们吧 不不不 这实在不能要了 这一下不光是老李 就是小柴都被吓到了 嫂子太善良了 又好看又善良 小柴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小哥 你娶的是仙女吧 肖怀安看他一眼 没有说话 脸上却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骄傲 对于叶欣然送两人竹筒饭 肖怀安并没有阻止 而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给你们你们就拿着 然后又提醒叶欣然 该走了 今天你再坚持一下 用不了多久就到了 肖怀安说 叶欣然点头 我没问题的 对于两个人的离开 小柴依依不舍 非亲非故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生出了 这样不舍的感情 要是能再多留几天就好了 西六 老李看他馋的那个样子 忍不住又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别看了 人影都没了 一顿好吃的 把你的魂都吃没了 可是真的很好吃 小柴为自己便捡 老李也不得不点头 确实不错 这手艺可比一般开馆子的都要好 姓肖的 是个有福的 叶欣然和肖怀安 还像昨天一样边走边找草药 今天的运气 没有昨天那样好 只挖到了一根小的和手屋 还是肖怀安发现的 我好像记起来了 我挖的陷阱旁边 也有这种和手屋 等到了之后 我们去看看 肖怀安说 嗯 叶欣然点头赞同 零到五十 距离他们的目的地 已经越来越近 可是肖怀安却感受到一种危险的气息 他停下脚步 侧耳倾听 叶欣然看见了 忙问道 怎么了 好像有什么不对 肖怀安轻声说 出于对危险的感知力 他很想停下来 自己先上去看一看 可是想到把叶欣然一个人留在这里更不安全 最后还是决定两个人一起走 你离我近一点 肖怀安不再放任叶欣然 自己走开去找药材 这种做法 让叶欣然也感受到了压力 又走出二里多地 肖怀安终于发现了端倪 路边躺着一只狐狸的尸体 尸体的内脏被掏干净了 但是肉却没有吃完 一般的动物不会这样捕猎 唯一会这样捕猎的 这山中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柴 柴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是成群结队 它们捕食比自己体型小的猎物 也不会放过比自己庞大的猎物 因为它们够狠 够坏 会偷袭 也会围攻 它们通常盯着猎物的腹部和肛门 这些柔弱的地方进攻 一旦咬住 就不会撒口 所以 即便是老虎猎豹 也很容易在柴的手底下吃亏 肖怀安沿着狐狸尸体 向四周查看脚印 很快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群柴 少说也有七八只 应该很难对付 他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退了两步 走到叶兴染的身边 这里有危险 我们先退回到原来的木屋去 找机会再上来 好 叶兴染没有问为什么 而是听话 跟随肖怀安的脚步 往山下走 没走两步 肖怀安就停住了 叶兴染也感受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他朝左右两边看去 看见不下四五只红棕妇的动物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 这是什么 叶兴染有些害怕 肖怀安已经抽出了腰间的砍刀 做好防御姿势 试柴 最让人恶心的动物 看见肖怀安的动作 叶兴染也从空间里 拿出自己的棒球棍 读书的时候 他学过一段时间的棒球 后来虽然不学了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 打人很顺手 他便一直留在了身边 想不到 今天在这里用上了 除了棒球棍 他还从空间里 拿出了两把锋利的手术刀 递给了肖怀安一把 这个给你 防身用 肖怀安已经习惯了叶兴染 这种随手套的动作 他接过手术刀 一手指砍刀 一手指手术刀 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柴的动作 这些东西 像是看出了两人在做准备 忽然间 前面的柴动了 他朝着肖怀安的面门扑过来 力齿对准了肖怀安颈部的动脉 肖怀安身体未动 右手一挥 砍刀在柴的肚子上 一片 熬的一声 那只柴躺在地上不动了 可血的气味 刺激了这些野兽的凶性 更多的柴 从树丛后面冒出了头 肖怀安大概数了一下 有十多只 小心一点 他提醒身后的叶兴染 此时 叶兴染与他背靠着背 彼此充当对方后面的眼睛 你也小心 叶兴染盯着眼前的柴 尽量让自己 抛却心中的恐惧 突然 一道尖利的叫声响起 十几只柴 同时从四面八方 朝着两人扑了过来 肖怀安长刀飞舞 每一次出手 都能狠狠命中柴的身体 可这些东西 像是根本不怕死 就算是断了腿 也还是继续冲上来 叶兴染手中的棒球棍 到底还是有些吃亏 只要不打中脑袋 基本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到了后来 他干脆把棒球棍一扔 又从空间里 拿出一把手术用的锯子 迎上柴的进攻 已经有七八只柴兽重伤 躺在地上起不来 可是树丛背后 还有他们的同伙 不断钻出来 就在两人应付的吃力的时候 那只一直在高处 坐镇的柴洞了 他狡猾地绕了半圈 走到叶兴染侧面 瞅准叶兴染 正在砍另外一只同伴的空荡 朝着他纤细的驳梗 飞扑而来 此时的叶兴染 已经杀红了眼 他用余光看到了 朝着自己袭来的柴 举起另外一只手去遮挡 可是这只柴反应很快 躲过了叶兴染手中的刀 朝着他的手腕咬来 回撤已经来不及 叶兴染觉手腕 传来一阵剧痛 忍不住哼了一声 肖怀安被身后的动静惊叨 回一身劈刀 帮助叶兴染挡住了 头柴的又一次进攻 那只头柴就地一滚 口中发出熬的一声 原本躺在肖怀安脚下的两只柴 突然又睁开眼睛 盯着肖怀安的腿 就狠狠咬了上来 原本勉强维持的平衡被打破 叶兴染只剩一只手可以拿刀 肖怀安虽然砍掉了 那两只柴的脑袋 却也脚步踉枪 差点跪倒在地 头柴再次回到圈外 观察两人的弱点 面对他们的来势汹汹 肖怀安不得不对叶兴染说道 你不是会法术吗 一会儿我杀出一条空档 你赶快跑 不要管我 叶兴染却紧了锦绣口 减缓血流的速度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 肖怀安有些着急 我的腿受伤了 没办法保护你 我不需要保护 叶兴染态度坚决 血腥浓重 风雨欲来 肖怀安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第一次带叶兴染进山 就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早知道 他不该带他上来 早知道 他们在山下的时候 应该对他再好一点 如今只能拼了自己这条命 尽量护他的安全 群柴又一次冲了上来 这次 那只头柴钉准了肖怀安的腿 一次又一次找准机会 撕下一大块血肉 肖怀安身体一个踉呛 叶兴染伸手去扶 却被肖怀安带着 两人齐齐倒了下去 肖怀安反应迅速 身体倒地之后 立刻翻转过来 将叶兴染压在了自己身下 几只柴啃咬他的后背 头柴看准机会 朝着肖怀安的颈侧扑了过来 小心 叶兴染惊叫一声 他想将肖怀安带回空间 可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能进 别人根本进不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左边树丛里 突然传来一声咆哮 转眼间 一头掉金白鹅的老虎 从后面扑了出来 头柴被老虎咬住了左腿 哀嚎声断断续续 从他的嘴里发出来 老虎用力一咬 他的左腿就与身体分离开来 紧接着老虎转移方向 力齿搭上他的喉管 咔嚓一声 头柴彻底没了气息 眼见头目被杀 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柴裙 立刻四散逃窜 地上只留下七八只柴的尸体 局势变化得太快 叶兴染没反应过来 看着眼前这只笔柴 大出三四倍的老虎 他不由瞪大了眼睛 肖怀安已经翻身做起 他将手中卷了刃的刀 对准老虎的方向 时刻准备抵御老虎的攻击 谁知那只老虎盯着两人 看了半晌之后 突然前腿直立 屁股朝后坐了下去 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 似乎有些委屈 肖怀安都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 猎人在山上最怕老虎 因为老虎体型庞大 杀伤力惊人 遇到老虎的猎人 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来以为 他们是逃过柴窝 又入虎口 可这只老虎是怎么回事 带着心中那种怪异的感觉 肖怀安忍着没有动作 最后 还是叶欣然发现了端倪 眼前的老虎体型庞大 可是他右边的耳朵却缺了一半 与当日他救下来的那只 有些相似 叶欣然不敢相信 试探着喊道 胡子 老虎动了动前肘 昂着头 又呜了一声 真是他 叶欣然眼眶有些热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老虎竟然长这么大了 没想到 当初自己的一个善念 竟然为自己带来了一线生机 更没想到 老虎还能记得自己 他从地上爬起来 凑到老虎跟前 去摸了摸他的头 老虎只是晃了晃脑袋 接而又往他身上贴了贴 前世叶欣然养猫的时候 也会和猫这样互动 可是猫换成了老虎 这样的场面 在肖怀安的眼中 就显得格外的怪异 他觉得自己对叶欣然 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他能隔空取物 能在身上藏下很多东西 如今又能将百兽之王 当作爱宠 究竟还有什么惊喜 是他不知道的 难道叶欣然 真的是天女下凡 叶欣然与老虎的互动 越来越亲密 等肖怀安缓过神来的时候 他已经抱住老虎的脖子 用自己的脸 在上面蹭啊蹭 肖怀安看得心里不舒服 他昨晚明明是在自己身上蹭的 老虎任由叶欣然摆弄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向肖怀安的眼神 却好像带了一点冷酷和挑衅 娘子 我的腿好痛 受到挑衅的肖怀安 突然开口 叶欣然这才从见到 胡子的巨大惊喜中 清醒过来 刚才肖怀安的腿受了重伤 他放开老虎 立刻跑到肖怀安的身边查看 只见肖怀安的两条腿 鲜血淋漓 亏他还能坚持这么久才出生 你忍一忍 我先帮你止血 叶欣然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从空间拿出消炎止血药 以最快的速度洒了上去 又拿出纱布 将肖怀安的腿包了起来 做完这些之后 他又从空间里找出真戒 吃药来得太慢了 我现在必须给你打针 放心 不疼 说着他就伸手去解肖怀安的裤带 等一下 肖怀安握住叶欣然的手 你的手也受伤了 先把你自己的伤处理好 叶欣然这才感觉到 手腕上传来的疼痛 刚才那只头柴 想要把他的手咬断 好在叶欣然反应快 只受了点皮外伤 肖怀安拿起刚才叶欣然拿出的药 细心地帮他冲起伤口 将药粉撒上去 疼的话你就叫出来 这里没人会听到的 肖怀安有些心疼 伤在自己身上没关系 可是伤在叶欣然的身上 要比他腿上的伤还要疼十倍 叶欣然欣然接受了肖怀安帮自己处理伤口 然后给肖怀安打了消炎凝血的针迹 你这个腿伤需要尽快处理 最近的木屋还有多远 网上大概不到一里地 肖怀安说 虽然很近 但是他们两个现在伤成这样 怕是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 山下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脚步很快是跑着上来的 在看见叶欣然和肖怀安的那一刻 两个终于停下脚步 松了一口气 吓 吓死我了 我们在下面闻到了血腥味 还以为你们两个出事了 小柴气喘吁吁 说起话来也是断断吁吁 眼睛里却盛满了惊喜的神色 是受了伤 但是没什么大案 叶欣然回答 哎哟哟 你看这地上这七零八落的尸体 那些柴遇到你们 也算是倒了霉了 这玩意是真恶心 每次见了他们 哪怕是一只 我也转身就 卧槽 老孙的声音戛然而止 须须抬起右手 指着眼前的老虎道 老 老虎啊 啊 要死了要死了 小柴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看见了老虎 萧大哥 快 我背你 尽管腿肚子都在抖 小柴还是蹲下身子 要把萧怀安背起来 不用怕 这只老虎不咬人的 叶欣然十分平静 不 不咬人 小柴牙齿打颤 看了一眼老虎后 又转头看向叶欣然 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老虎 你认识 算是吧 叶欣然点了点头 老孙也收回了 刚刚迈出去的右腿 老虎能不吃人 他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是第一次见 可这只老虎 就是一动都不动 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叶欣然见来了帮手 便对两个人说道 孙大哥 小柴 夫君的腿受伤了 没办法行走 你们两个 能不能帮我把他抬上去 荒郊野外到底不安全 萧怀安的腿 需要到安全的地方做手术 见老虎 确实不像要攻击他们的样子 小柴终于稳住了心神 好 我来背萧大哥 但是嫂子 你得看好老虎 千万别让他咬我屁股 放心 不会的 最终 叶欣然没有让小柴背着萧怀安 而是让他们用树藤和木棍 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 将萧怀安抬了上去 木屋的位置果然不太远 走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到了地方 叶欣然也顾不上礼貌不礼貌 对小柴和老李说了一句抱歉 就转身 把两人关在了外面 小柴 李大哥 你们可以先去找一下猎物 我现在要给我家夫君之腿 天黑之前 你们记得回来吃饭 一听说要回来吃饭 小柴顿时什么都不计较了 没想到这么快 又能吃到萧大嫂做的饭了 他心里美美的 老虎蹲在门口 目中无人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两人确定老虎不会攻击后 才退着走进山里 屋子里 叶欣然第一时间就去空间里 查看了手术室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的想法 被空间听到了 三楼的浓雾竟然全部散去 不光是实验室 就连库房现在也是清晰可见了 到了今天 他这个空间才算是完全能用 叶欣然检查了一下手术设备 确定里面的东西全部能用之后 拿了麻醉剂出来 对萧怀安说 现在我要帮你治腿 但不保证一定能成功 这个药打下去之后 你就会人事不知 你会害怕吗 不会 萧怀安坚定地说 好 那我要退药了 叶欣然让他伸出手臂 萧怀安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脆弱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事吗 叶欣然点了点头 将麻醉药打了下去 空间不能带人进去 叶欣然已经做好了 准备要在外面给人手术 可等萧怀安昏迷后 叶欣然突然发现 能够带着他随意进出了 事不宜迟 叶欣然立刻用意念 将萧怀安挪到病床上 点亮手术室灯 插上氧气管 一场复杂的手术 就正式开始了 等萧怀安再次醒来时 已经回到了木屋的床上 他的双腿 已经被固定住不能动 外面还缠着一层纱布 举目似望 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安静的有些吓人 然然 萧怀安脱口而出 下一刻 叶欣然就抱着木柴 从外面走了进来 醒了 叶欣然没想到 他会醒这么快 萧怀安的情况 要比他原来想象的好很多 他本来以为 他跟进后面的经脉 已经坏死 直到手术的时候 才发现 那条经脉竟然还能用 经过仔细修补 血管和经脉 已经重新构建了新生 再静养一段时间 就能恢复了 你刚才出去了 看见叶欣然回来 萧怀安肉眼可见地 松了一口气 天快黑了 要准备晚饭了 叶欣然答 竟然过去这么久了 萧怀安觉得自己 只是睡了一小会儿 没想到 竟然过去这么久 他见叶欣然手臂 也用纱布包砸好了 问道 你手上的伤 没事了吗 没事了 我已经处理过了 叶欣然说 他点着了火 将半盆米下到锅中 然后在米里倒入油 少量盐 味急鲜 上面铺了一层豌豆 一层腊肠 一层切碎的西红柿丁 这些都弄好之后 才将锅盖盖上 这些东西 都是萧怀安没见过的 而且 他们刚才与柴战斗的时候 带来的贝罗 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萧怀安已经接受了叶欣然 能够凭空变出食物的这个现实 但是对于这些红红绿绿的东西 还是很感兴趣 老李和小柴 也从山里回来了 他们没有找到别的猎物 后来又去山下 把那些被砍的七零八落的柴 都给捡了回来 虽然不能卖钱了 萧大哥 刚才我们去山下 把你们砍死的柴 都给搬上来了 这几天有时间 让嫂子处理一下 带回家里慢慢吃 这些猎物 是萧怀安和叶欣然砍死的 理应该归他们 猎人们有自己的原则 就是不能碰别人的猎物 我不会处理 等你们下山的时候带走吧 叶欣然说 不过要给胡子留下两只 那可是上百斤的好肉啊 嫂子 你就这么给我们了 小柴有些不敢相信 就当是我感谢你们 帮我把萧大哥抬上来 叶欣然说 萧大嫂做事干脆利落 实在是太霸气了 小柴对这位萧家嫂子的印象 好得不得了 看人的时候 眼里都是抑制不住的笑意 老李却偷偷把她拉到了外边 小声说道 看你那个傻样 是不是觉得萧家嫂子 好得不得了 小柴连忙点头 要是我以后 也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就好了 老李却给她一记暴力 说道 这样的媳妇看看就行了 你还真想娶回家 你也不想想 要是你娶了这样的媳妇 把你辛辛苦苦打来的东西 都送人了 你自己的日子怎么过 是啊 小柴恍然大悟 不解地问道 那我看萧大哥 怎么好像一点也不在意 觉得这样的媳妇挺好的 你能和姓萧的比 他那个气度 看起来就和咱们不一样 没准手里不缺银子 小柴懵懂得点了点头 觉得老李说的有道理 可是 当回到屋子里 吃到叶欣染做的晚饭时 他又重新推翻了之前建立起来的信念 萧家嫂子做饭 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样的媳妇 就算是败家一点 也要娶 晚上 因为床太小 屋子里没办法睡下四个人 他们只好围在床边 开启了夜谈 老李和小柴 都是善谈的人 从今年的收成 说到了这几年百姓的不义 从兔子的价格 说到了娶媳妇的礼金 后来又开始谈起山间的精妹 说到最后 老李往外面看了两眼 小声说道 弟妹 别怪我多话 我怀疑啊 外面那只老虎 就是来找萧老弟报恩的 你可要把萧老弟看住了 不能让他被这些精妹迷了心智 叶欣染笑笑 根本没往心里去 一旁的萧怀安 却把话听了进去 对啊 这只老虎的样子 看样子就像是报恩的 不过不是向他报恩 而是向叶欣染报恩 他不会用什么迷魂计 迷惑冉冉吧 萧怀安本来不相信 这些民间怪谈 可是叶欣染的存在 又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 想到这里 萧怀安看了看自己的双腿 不由地担忧起来 说到半夜 老李两人已经头昏眼花 后来实在支撑不住 就靠在墙边瞇了一下 叶欣染坐在床边 也靠着床头睡了一小话 这个朝代本也讲究男女大房 可是山里危险 生死面前 其他的一切 又都显得不重要了 第二天天刚亮 老李和小柴 就开始起来收拾东西 他们连着吃了 萧怀安夫妇两顿饭 今天又要把人家 拼了命打到的猎物给拿走 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于是便把这次 上山唯一的收获 两块蜂窝拿了出来 弟妹 这蜂蜜是我们昨天弄到的 虽然不多 但是这玩意可甜可好吃了 你们两个在山上 也没什么好吃的 这个就给你们留下了 叶欣染还是第一次见到 带有蜂巢的蜂蜜 见两个人十分懇切 便收了下来 领导要走 老李又有些不好意思的 这猎物我们就不带走了 萧老弟腿伤了不方便 你又没办法出去打猎 这个你们就留着慢慢吃吧 见两个人确实是善良之人 叶欣染说道 不和你们客气 你们带走吧 这些东西并不算多 但是我想求二位 下山之后 能不能再叫上两个人来 帮我把夫君抬回家中去 使得 使得 老李一拍脑门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萧兄弟这腿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 你们两个若是在山里待久了 怕是会饿死在这山上 有了这个嘱托 两人便把那些柴的腿啊 头啊 半截身子什么的 哗啦哗啦 全都绑在一起 拖下山去 村里的人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只要分他们一条后腿 肯定有大把的人愿意来帮忙 两人走了之后 屋子里一下就静了下来 叶欣染看看萧怀安 问他 早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萧怀安摇了摇头 把身子往里边挪了挪 昨天没有休息好 过来躺一下 叶欣染确实有些头晕 他点了点头 转身出门 稍微洗漱了一下 又带了个便携的尿壶出来 你要方便吗 他举着尿壶给萧怀安看 萧怀安的脸 瞬间就红了 我 叶欣染 没事 人有三级 我不会消化你 萧怀安确实有些忍不住了 结果叶欣染手中的尿壶 却不知道该怎么用 这里朝下 然后 对准这里 叶欣染给他讲解 萧怀安忍着难堪点了点头 直到叶欣染再次出去 他才解决了早上的大事 处理完这些 叶欣染重新进了手 钻进了被窝里 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体 尽量不碰萧怀安的腿 闭上眼睛说道 我是真的困了 睡醒了在考虑吃什么 说完 便进入了梦乡之中 萧怀安也很困 但是他没舍得睡 经历了昨天的事情 特别是早上的事情后 他觉得自己和叶欣染的关系不一般了 似乎是有了一种 除了两人之外 与别人不会再有的亲密关系 他盯着叶欣染的睡颜 看着他小巧的鼻子 卷翘的睫毛 越看 越觉得心里软得厉害 这女人 是他黑暗日子里 唯一的一束光 以后 不管到什么时候 他都要保护这魔光 让他不受到一点伤害 叶欣染醒来时 已经过了午时 萧怀安一直没睡 就那么看着他 睡了一大觉 他觉得身上疲惫感消散了不少 特别身边一直有一个暖乎乎的靠垫 让人睡得又踏实又温暖 饿了吗 叶欣染伸了深懒腰 没有 萧怀安轻轻回答 如果能一直看下去 他可以一直不吃饭 算了 你刚做完手术 我不能亏待病人 一会儿做个骨头汤给你喝吧 叶欣染说着翻身下地 背对着萧怀安在那里摆弄了一会儿 地上瞬间就出现了一盆骨肉 半袋米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菜 萧怀安叹为观止 叶欣染拿着一块骨头出去找老虎 却发现老虎已经没了踪影 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还以为他会一直留在这里呢 要是他肯留下来 我倒是不介意养着他 他转身回屋 点火 煮汤 你是有百宝囊吗 男人终于忍不住好奇 算是吧 不过里面的东西 需要提前放进去 并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 叶欣染回答 原来如此 萧怀安好像明白了一点 我的腿 需要多久能好 他有些担心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难道他真的要在床上养一百天 才能回去 那家里的三个孩子怎么办 你放心 我早上和李大哥他们说好了 让他和小柴回家之后 再找两个人上来 一起把你抬回家里去 萧怀安终于放下心来 骨头汤里放了藕片 清甜干润 萧怀安忍不住多喝了两碗 叶欣染也只吃了一些藕片 看着剩下的一大盆骨头发愁 老虎说走就走 连个招呼都不打 可睡觉前 叶欣染惊喜地发现 胡子竟然又回来了 他嘴里叼着两只被咬死的野鸡 大摇大摆地走到房前 放下野鸡后 这个样子叶欣染突然想到之前说过 要收他治疗费的事 难不成老虎真的听懂了 现在来还钱了 他收下野鸡 从厨房拿出四五块煮好的骨头 装进木盆里 放到老虎面前 老虎看着眼前的食物 顿时流了口水 低头咔嚓咔嚓吃了起来 看他贪吃的样子 叶欣染又怀疑起来 难道你不是还债 而是相中了我的手艺 打了猎物送来 让我做免费的厨师 老虎吃了骨头后 心满意足地舔了舔爪子 老虎给守门 叶欣染更加放心 就远晚上睡觉都香了一些 第二天天气很好 萧怀安不能出门 叶欣染就让老虎 陪着自己去木屋周围转一转 有了上一次被柴群工的阴影 叶欣染现在对这座大山打心眼里 感到害怕 好在上天对他不薄 他一个上午就挖到了 三十多颗冰铃花 和十多颗罗嗦子 不过他不敢在外面担得太久 挖好了草药 又匆匆忙忙赶回去 看萧怀安是不是安全 三天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过 这三天的时间里 萧怀安吃到了软乎乎的面包 喝到了黑色的刺激的快乐水 还吃到叶欣染凭空 变出来的很好吃的烧鸡 好呀 叶欣染也不再掩藏空间里的东西了 反正已经暴露了 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第四天早上 两个人正在喝牛奶 屋子外面忽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我说李大哥 这次总到了吧 你总说快了快了 这都说了几次了 这次是真快了 你们看 那不就是木屋吗 雇主就在里面呢 啊 老虎 来人突然大叫起来 他吓得跪在地上无法动弹 用手指着老虎道 李 李大哥 你 你安的什么心 你是要带着我们来喂老虎 大家别怕 胡子不吃人 叶欣染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老李和小柴真的很能干 竟然又叫了四个人上来 这四个人 各个身高体壮 肩膀宽阔 一看就有一把子力气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抬着一把躺椅上来 这一下带人下山就更方便了 嫂子 我们来得快不快 小柴见到叶欣染 立刻向他邀功 叶欣染笑着点点头 辛苦大家了 大家进屋休息一下吧 喝点水 吃口饭 休息好了 我们就下山 众人见叶欣染站在老虎身边 这才相信了老虎不吃人的话 小心翼翼地跟着往前凑 老李和小柴第二次见老虎 依然有些腿软 可是为了乡亲面前争面子 硬着头皮走在前面 路过老虎的时候 小心翼翼连大气都不敢出 等几个人都进到屋内 叶欣染这才发现屋子太小 人太多 他自己进不去了 嗯 那个 不好意思 屋子里好像没有坐的地方 要不大家来外面坐 晒晒太阳 不了 外面太空旷了 还是屋子里好 其中一个人说道 其余人立刻跟着点头 是的 还是屋子里好 开玩笑 那么大一只老虎在外面呢 谁敢出去 万一老虎一个不高兴 小命就没了 见大家都不肯动 叶欣染只好自己留在外面 一时间 小小的木屋里 充斥着男人的汗味 脚味 肖怀安躺在床上直委屈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还我香香老婆 好在叶欣染的饭 准备得挺快 食堂的冰箱里面 有速冻的包子 他拿出三十多个速冻包子 在外面生了火 把包子放在火上烤 包子烤到外皮 微微发焦的时候就熟了 烤熟的包子 散发着特有的香味 屋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待不住了 甚至有人开始不怕死 想出去尝一尝 包子里有肉馅的 和野菜馅的 大家自己拿 大家吃了包子以后 我们就下山吧 叶欣染拿了六个包子 放众人出去 把老虎带进了屋子里 剩下的包子 全都堆在一起 一共六个人 每人也能分到五个 众人这时候 也顾不上客气 每人抓了五个包子 拿在手里吃 没吃之前 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吃到肉馅的 可吃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野菜馅的 和肉馅的一样好吃 五个包子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 他们一致认为 这活干得太值了 吃完后 叶欣染简单地收拾一下 招呼大家早点下山 几个人合力把萧怀安 抬到堂椅上 轻轻松松就抬了起来 六个人抬椅子 正好三班倒 下山的时候 大家都没觉得累 胡子跟了他们一段时间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叶欣染回头 发现老虎已经没了踪影 到底是野兽 还是要生活在这座山上吧 叶欣染有些遗憾 走到云边村村口的时候 正好有村民干完活回家 看见堂椅上的 萧怀安全都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了 是啊 怎么竖着去 横着回来了 难道是在山上被野兽攻击了 不应该啊 萧怀安不是一直很厉害吗 来村里这么久 没一次伤得这么重 说到这里 大家不由的 又把目光转移到了 叶欣染的身上 怎么一起上山 救出这样的事 该不会是 怎么可能 叶娘子可是有大福气的 众人摇头 却还是凑上来 给大把手 大家七手八脚的 把萧怀安抬回院子里 几个猎人放下人 就准备离开 萧大哥 嫂子 我们走了 小柴看了一圈院子说 之前老李还说 萧大哥可能是有钱人 可是看家里这个样子 还不如自己家的破房子 这怎么看 都不可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他们之前还收了 萧大哥那么重的礼物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都别走 留下吃了饭再走 叶欣染招呼他们 几个人连连白手 这么破的院子 家里还养着三个孩子 现在家家粮食都不多 他们要是留下 得吃了人家半个月的粮食去 可不能留下吃饭 几个人连忙收起主意就跑了 长生几个 看见二叔这个样子 全都红了眼睛 二叔 你这是怎么了 二叔 你这下是不是觉得更严重了 再也走不了路了 呜 长平哭得尤其伤心 乌鸦嘴 别乱说话 长生一副老成的样子 却掩饰不住眼中的担忧 萧怀安想说自己没事 可孩子们 没有一个相信的 我们在山上 遭遇了野兽伏击 叶欣染给他们解释道 还好你二叔比较厉害 把野兽全都赶跑了 但是腿上受了伤 需要养一段时间 养了之后 能和之前一样吗 长安养起小脑袋问 当然能了 叶欣染信心满满 不是和上山之前一样 而是和受伤之前一样 因为萧怀安受伤 几个孩子 好像变得更懂事了 他们主动照顾起 萧怀安的饮食起居 家里的小事 更是一点都不让叶欣染担心 叶欣染便利用这个时间 把挖回来的草药整理一下 一半种在了山上 一半留下来做药 这段时间里 正也帮着叶欣染 收了一些冰龄花回来 早就安排种在了山上 叶欣染看着山里 一排排活下来的冰龄花 心里无比爽快 这段时间 大家可勤快了 没事的时候 就到山上去看看 所以这花是越来越多了 李正笑呵呵的 给叶欣染交代 我本来以为这种花不好找 想不到乡亲们这么有办法 主要你是钱给的好吗 李正笑呵呵的 找一根草 大家都没兴趣 但是找钱 那你说谁能不掩红 就是这草种下去这么多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用啊 再找下去 你兜里的银子还能够吗 李正不无担心 够 怎么不够 越多越好 草要越多 将来挣的钱才越多 到了给冷夫人复查的日子 叶欣染早上刚刚收拾好 卫府的马车就已经到了门前 村民们对叶欣染会治病这件事 已经能够接受 但是看见有这么豪华的马车 接他去看诊 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这叶娘子还真是医术高超啊 是啊 你没看见 那可是大户人家的马车 专门派车来接的 要是医术不好 能来接吗 那你说 要是医术这么好 为什么不去医馆里给人看病啊 医馆里看诊的都是男大夫 你看见几个女医抛头露面呢 我估摸着 叶娘子也就是会一些女子方面的齐荒之术 就算是医术差了点 这女人给女人看病到底是方便 那大家大户的都讲究男女大方 所以才让叶娘子这个女医去的 有道理啊 听完刘灵的话 大家纷纷赞同 应该就是这样 要是她的医术真的那么厉害 又怎么可能窝在她们一个小村子里 车上的小童管家 看见叶欣染的第一眼 就觉得她和之前不一样了 可是哪里不一样 她还是端向了一会儿才发现 叶 叶大夫 你脸上的伤疤怎么没了 叶欣染摸了摸自己的左脸 笑道 是没有了呀 摸着还怪不习惯的 这 这么大的伤疤说没就没了 叶大夫 你是用了什么神药 叶欣染摇头 哪有什么神药 我自己随便配的草药 随 随便配的 童俭傻了眼 随便配能配出这么好用的药 她到底知不知道 京城去疤痕的药有多抢手 马车很快到了卫府 夫人身边的丫鬟老早就在门口等候 见到叶欣染下马车赶紧迎了上来 丫鬟眼间 第一眼就看出了叶欣染脸上的不同 不过她没有疏童那么胆大 不敢直接问出来 只能一边走 一边偷偷拿眼睛描着叶欣染的脸 这叶娘子脸上的伤疤好了之后 看着更是貌美不凡 甚至有点夫人的神韵了 叶欣染也不理会丫鬟的眼神 一路跟着人来到冷夫人的卧房 冷夫人坐在前厅煮茶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立刻站起来出门迎接 看见叶欣染的第一眼 她就待住了 冷夫人 叶欣染笑着朝她打招呼 冷夫人赶紧收敛了心神 也笑着硬喝道 可算是把你给判来了 夫人最近的身子可是大好了 叶欣染问 大好了 大好了 冷夫人高兴走过来 拉住叶欣染的手 仔细看着她的脸 上次我见你的时候 你脸上的疤痕还在 怎么今日 就只剩下一点痕迹了 我闲来无事 在家配置了一点草药 没想到抹了之后能有奇效 叶欣染说着 从随身的备楼里 拿出一小瓶血盐膏 这个是送给夫人的 夫人若是喜欢 我下次再给夫人带 冷夫人赶紧接了过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特别是看见叶欣染 从原来的样貌 变成现在的样子 冷夫人更是十分心动 这一瓶药配置下来 需要多少银子 我让丫鬟去取 夫人 这是我送您的 叶欣染把罐子 又往夫人手中送了送 虽然确实很贵 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这点投资 她还是出得起的 夫人本就角色 用这个血盐膏 不会有去疤痕的作用 但若能坚持用一段时间 也会使得皮肤 如煮熟的淡青般滑嫩 连皱纹都看不见了 照你这么说 那我要一直用 岂不是成了老妖怪 冷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心里却想着 若真能成老妖怪 倒是好了 家里有花不完的银子 能拿银子换漂亮 这是多划算的买卖 怎么会呢 叶欣染也笑 夫人那是永保青春靓丽 不会老的 两人聊得热闹 冷夫人对叶欣染的喜欢 又多了几分 还是叶欣染提醒后 两人才来到后面 由叶欣染为冷夫人 把脉试针 夫人的脉相 较之前已经有利了许多 脸色也看着比以前好了 我这次为夫人试针之后 夫人再吃半个月的药 然后 我要再为夫人好好做一份检查 叶欣染不敢直接说出 手术这样的词 说了他们听不懂 真的听懂了 也会难以接受 反正到时候 是直接全麻拖进手术室 一觉醒来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听你的 冷夫人宽衣趴在床上 他侧着头 看叶欣染为自己施针 叶欣染一派轻松自得 好像做这样的事情 完全没有难度 这个自信的神态 让他不由自主想起一个人 就是自己的姐姐冷清语 怪不得自从见你第一眼 就觉得有些眼熟 现在才想起来 你这个样貌 倒是和我姐姐小的时候 有气氛相似 夫人的姐姐 亦乃是富贵人家 我一个乡村粗妇 怎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叶欣染淡淡地回答 能长得相似 那都是缘分啊 冷夫人转过头 男男道 我那个姐姐 也是身子不好 平时连府门都不出 不然我还真想 让她来这边见见你 夫人 这一针下去 你可就要昏睡过去了 一会儿醒来的时候 今天的治疗就结束了 叶欣染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提醒道 好好 你扎吧 我觉得你失针后 我睡得最香了 冷夫人闭上眼睛 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 叶欣染下针十分干脆 三个数结束 冷夫人已经入梦 这次失针的时间比较短 半个钟后 她把针取下来 同时把冷夫人叫醒 夫人 醒醒 冷夫人微微张开双眼 看见叶欣染的时候 立刻微微一笑 我刚刚做了一个好美的梦 是吗 叶欣染笑着回应 梦到了什么 梦到我回到十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 真的是又年轻又漂亮 小脸嫩的 就像是刚爆了壳的鸡蛋 我家夫人来找我 还叫我夫人 我立刻让下人把他赶出门去 这人都老成这样了 叫谁夫人呢 冷夫人说的会声会色 叶欣染污了嘴笑 冷夫人这是为夫子担心了 下次我给夫子 也带一瓶血盐膏 让她也用着 千万不能和夫人 拉来太大的差距 她那个老骨板 才不肯用吗 冷夫人笑着说 她这个人 最是骨板讲究礼仪 衣服要穿运烫得体的 食物要吃清淡雅致的 就连走路 也一直都是一个姿势 这么多年 我唯一一次见她失忆 就是那次她出门找药 回来像是被打劫了一样 衣服丢了 簪子没了 就连我送她的班纸 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不过好在人没事 又是去为我找药材 弄成那副德行的 所以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起此事 哦 哦 叶欣然这下笑不出来了 要是冷夫人知道 魏夫子那次事宜是因为自己 不知道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笑得出来 她的说的那个班纸 还放在家里 但是衣服和簪子都被卖掉了 夫人 叶欣然低头小声说 其实这件事是我做的 夫子没和您说吗 听夫人的意思 夫子好像没和她提过 罪魁祸首是谁 不过那个铜简都知道 夫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 你做的 冷夫人果然不知道 叶欣然也露出迷茫的神色 夫子是怎么和您说的 她说自己上山中了蛇毒 后来被你救了 醒来之后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那个样子了 原来当初魏夫子深感叶欣然医术高超 只是形势上有些走偏门 魏夫子也是为了让夫人放心 才不和她说的 冷夫人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 不仅没有怪罪叶欣然 反而笑得前仰后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有了这件事 我更要对姑娘另眼相看了 能让夫子出囚的人 这世上可不多 叶欣然干大的笑笑 冷夫人和夫子之间还真是奇妙 之前见她对夫子十分的维护 今天又这么乐于见到夫子出囚 这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笑够了之后 冷夫人终于收敛了情绪 恢复了日常那种端庄大气的样子 可惜你不是我家的女儿 不能日日陪在我身边 若是能够留你在身边 这日子该过得多有意思 那冷夫人的儿子 不喜欢与夫人说笑吗 叶欣然想到 冷夫人曾经提起 自己儿子还在京城 他才不喜欢与我说笑 他和他爹一样 也是个小骨板 我那个外甥 倒是能说几句 哄我开心 可惜也是个病秧子 身体没比我好哪去 外甥女倒是康健 只是与我并不亲近 对了 我那个外甥女 和你一般大 今年也十八岁了 说着 冷夫人又开始打量叶欣然 不过要我说 若是你和他站在一起 我倒是觉得 你更像是我姐姐的女儿 夫人又说笑了 叶欣然微微笑了一下 他也想生在富贵之家 比如说 生做冷夫人的女儿 有这么可爱的娘亲 还有花不完的经营 那种日子不要太舒服 可惜他没有那个命 能怎么办呢 还不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 好在他算是有作弊的手段 只要血盐高卖得好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也能成为有钱人 夫人 既然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这段时间 注意不要着凉生病 免得影响日后的治疗 好 冷夫人点头答应下来 还有这个血盐高 叶欣然不忘叮嘱 每天睡觉之前涂抹 只需要薄薄涂上一层就可以 下次 我要来看夫人用的效果 到时候变得太美可怎么办 冷夫人双手无脸 有些娇羞地说 那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三十多岁的夫人 一定是从小到大都生活得顺遂 才能养出她这样的性格 反正到时候 需要紧张人的 不是我 叶欣然也跟着打去了一句 你先等等 我让丫鬟去取了好东西 冷夫人叶欣然 已经在收拾东西 连忙说道 没过一会儿 丫鬟回来 手里拎着一个木箱 我看你每次来的时候 都背着一个被笼 有身份的大夫 怎么能这么随意 所以 上次我出门的时候 特意为你挑选了一个衣箱 叶欣然 看着那个小巧的衣箱 宽约七寸 长约十八寸 外面叼着雪莲花的图案 四角用薄银包边 看着很是贵气 最重要的是 这箱子是用金丝南木雕刻而成 谢谢冷夫人 这箱子这么贵重 我不好意思收 她细细端详 时不时发出赞叹 这么贵重的木料 在后世可是很值钱的 我挑的 肯定错不了 冷夫人压住叶欣然 将要打开箱子的手 说道 我给你的东西 一半是因为感谢 还有一半是因为欣赏 我与你投缘 愿意多给你一些 反正我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 就一些静音之物 叶姑娘不要觉得冒犯了就好 不冒犯 不冒犯 叶欣然赶紧答 怎么会有人觉得 给钱是一种冒犯呢 她收起箱子 放入贝篓之中 冷夫人见了 有些惊讶 还以为她会丢掉贝篓 直接背着箱子离开 叶欣然也解释道 这贝篓虽然不适合带出门 但是放在家里 还可以装东西 留在夫人这里 也没什么用 我就一起带走了 好 冷夫人也觉得 眼前这个姑娘 越发的直白可爱 叶欣然离开魏宅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让童俭 将自己送到了 县城的永乐堂 上次与永乐堂的大夫 有过接触 叶欣然觉得 这个年轻的小大夫人还行 便想来碰碰运气 小大夫见到 叶欣然的时候 没认出来 只不冷不热地问道 客人是哪里不舒服 我家长安的身体 最近没什么变化 我来问问大夫 是否要调整药方 叶欣然故意提到长安 来帮着李大夫 想起自己 长安 大夫果然对长安的 印象更深刻 她眯起眼睛 端向着眼前的女子 看了好一会儿 才恍然大悟 哦 你是 你是那个 是我 叶欣然笑着点头 你脸上的伤疤 怎么不见了 李大夫也终于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了 上次见到的时候 这个姑娘脸上的伤疤 十分显眼 长安的病是胎里带来的 现在也没什么好方法 只能维持 能一直维持在一个 稳定的状态 已经可以了 李大夫看着叶欣然说道 你自己也是大夫 这点你肯定清楚 说吧 今天来找我是什么事 看来她挺聪明 上次李大夫不是问我 愿不愿意在这里行医吗 叶欣然说 李大夫闻言 眼睛一亮 对啊 姑娘这是又愿意了 叶欣然摇头 小大夫脸上的笑容 马上收脸回去 不愿意还问什么 多此一举 虽然不愿意在此行医 但是我却有个合作 想和掌柜的谈一谈 什么合作 李大夫神色迷茫地 看着叶欣然 叶欣然指了指自己的脸 关于我的脸的 我想谈的 就是能去疤痕的药膏 李大夫闻言又来了兴趣 你是说 你会做一种药膏 能够将人身上的疤痕 全部消除 叶欣然点头 我这个药膏效果很好 大的疤痕需要的时间久一点 但是小疤痕的话 只需要三五天便能见效 能否给我看看 李大夫双手紧握 使劲搓了搓 他以前也见过去疤痕的药 不过那种是要在疤痕形成之前 涂抹才会有效果 像叶欣然这种沉年的疤痕 还能去掉的 他还真是没见过 叶欣然放下被篓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罐子 罐子也是之前 买来装调味料的 显得有些不上档次 李大夫打开盖子 看着绿色的质地 闻着里面淡雅的香味 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又看向叶欣然的脸 你的脸 真的是这个东西治好的 当然 那这可是好东西 李大夫又看了看药膏 嫌弃地说道 就是这罐子有些不上档次 需要换个罐子 而且 我得亲自试一试 才能决定卖不卖 你可以试 叶欣然点头 不过 我这么好的药膏 要是真的放在你这里卖 需要谈一个 我看得上的价格才行 叶欣然见李掌柜的动了心 直接说道 要是掌柜的觉得价格不妥 就不必浪费 我的药膏去试了 要是以前有人这么和李掌柜的说话 他肯定直接就把人赶走了 想和他合作 还这么嚣张的人不多见 只是叶欣然的脸 实在是个好招牌 这么好的东西 要是跑到别人那里卖 他可是要损失不少 听姑娘的意思 你心里已经有了成分 不如说出来我听听 李掌柜道 掌柜的觉得我这一罐药膏 能卖多少银子 叶欣然先问道 李大夫看了看 我看二十两银子没问题 叶欣然摇了摇头 二十两银子太少 要是药效真的有那么神奇 二十两银子确实不多 可是 你这个药膏 现在还没到一药难求的地步 得先让人们用上 大家口口相传觉得好的时候 你再提高价格吗 李大夫见叶欣然什么都不懂 便好言提醒道 哪有一口吃个胖子的 做生意的事情 也要讲究个循序渐进才行 李大夫觉得 能买我这个药膏的 是什么样的人 叶欣然也不争辩 继续问道 当然是身上有疤痕 想要去掉的人 错 叶欣然说 怎么错了 李大夫不服气 应该是身上有疤痕 但是想要去掉的有钱人 没钱的人 难道就不爱美吗 这一点 李大夫不服气 叶欣然道 没钱人当然也爱美 但是在吃饱饭和变美之间 他肯定会优先选择先吃饱饭 在实现保暖之前 其他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叶欣然一点一点分析道 既然是卖给有钱人 那就不需要考虑 他们是否能买得起的问题 而是尽量把这个东西 做得上当次一点 让他们舍得花钱 愿意花钱去买它 李大夫听得云里雾里 卖个药 需要考虑这么多吗 不过听起来有点道理 原来的这个罐子 确实不好看 那你要订多少钱 李大夫直接问道 一百两银子一罐 叶欣然算过 一百两银子一罐 想要治疗 他脸上这样的伤疤 十罐药差不多能解决 小一点的伤疤 一两罐药就能解决 在云通县 这个价格 对一般大户人家来说 有点贵 却又不是贵得那么离谱 毕竟叶欣尧一个月的月银 还有十两银子呢 属于咬咬牙能买的价格 一百两 李大夫翻了个白眼 你这个价格和抢钱 有什么分别 我平时看着 开出去的最贵的药 也不过六两银子 你这么一瓶药膏 就想卖一百两 做梦 李大夫要是不想合作 就算了 我也觉得永乐堂似乎小了点 有钱的客人很少往这边来 要不我还是 去顺一堂问问吧 叶欣染做事要走 李大夫一听顺一堂 立刻皱了皱眉头 在云通县 顺一堂可是处处压他家一头 不光是店面比他家大 要还比他家贵 要贵也就算了 人还比他家多 就因为顺一堂东家家里出了个御医 就成了他家的活招牌 凡是有点身份的人 都喜欢去顺一堂 根本不把他们这些小医馆放在眼里 如今叶姑娘手中的要确实是好 这玩意儿 要是在顺一堂卖出了名声 那岂不是又给顺一堂张了脸 那还万万不行 想到这里 李掌柜连忙伸手拦住了叶欣染 姑娘请留步 要么我们再商议一下 怎么商议 叶欣染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李掌柜连忙解释 我知道你这个是好东西 可是这毕竟不像是致咳嗽利己的 一般人都能用得上 而且 你这个价格定这么贵 我是怕我进来之后卖不出去 这样 我能不能就先要一罐 卖出去了 我再找你进货 李掌柜的是怕压祸 叶欣染问 嗯 李掌柜不好意思地点头承认 十罐就是一千两银子 够他们家去西北进一次货了 掌柜的想多了 我刚才没说 要让你把货从我这里买下来 然后再卖 叶欣染道 啊 李掌柜有些猛 他刚才听叶欣染说 要卖一百两银子 以为他是要以一百一罐的价格出给自己 竟然理解错了 他不把药出给自己的医馆 那和他来谈什么 正疑惑间 就听叶欣染说道 我做生意 不喜欢 让别人帮我承担风险 只要李掌柜能看好我这个药膏 愿意为我的药膏做宝 我来说个合作的方法 掌柜的听听 李掌柜忙说 姑娘请讲 我想在柜店单独辟出一个柜台 里面只卖血盐膏 价格就是一百两银子一贯 掌柜的只负责卖 无论卖不卖得出去 这些货都算我的 掌柜的 只要让人熟记我这样的药效 来了客人能给讲解就行 当然 我也不能白用掌柜的名声和店面 每卖出一盒 我给掌柜的五两银子的分成 五两银子 听起来也不少了 只是比起药的价格来说 利润确实很低 这 李掌柜有些犹豫 叶欣染不得不提醒他 掌柜的要想清楚 人不能既要又要 想要低风险 又想要高额的利润 这个恐怕很难吧 是是是 李大夫频频点头 如果只是出租了店里的一块地方 这个价格很是划算 但是 还需要用永乐堂的招牌 来为他做饱 这就有风险了 虽然他自己比较相种这个药 但是关名声的事 他还是要小心一些 李掌柜想了想 这件事情 自己做不了主 还是要问东家才行 叶良子 你稍等片刻 正好东家在此处休养 我去问一下 说完 李掌柜便穿过后堂 往后院而去 叶欣染也不着急 在外面找了个凳子就坐下去 没多一会儿 李掌柜从后面跑了回来 叶姑娘 实在是对不住 我家东家说 他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 这单生意 我们不能见 李掌柜说这话的时候 面上全是惋惜之色 东家与家族中有矛盾 一直想要凭着永乐堂 扳回一局 若是这个要卖出名声 对他们永乐堂来说 不失为一件好事 只是东家近日 一直在忙着筹备 要出远门的事 对这些事情并不上心 既然无缘 那就不能强求了 叶欣染也有些失望 他也不是非要和永乐堂合作不可 只是上次随着肖怀安一起过来 觉得肖怀安对这家店挺信任的 心想着 做生不如做熟 才在第一时间想到了他家 没想到竟然这么不顺 不过 他原本也没把希望 都寄托在永乐堂上 既然此路不通 那就另外再找一家 叶欣染转身要走 门外匆匆忙忙跑进来了两个人 男人怀里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 冲着李掌柜大喊道 掌柜的 掌柜的 快救救我家孩子 怎么了 李掌柜吓了一跳 立刻将人迎进了那室 叶欣染看着那个浑身是血的孩子 也心中一震 看着孩子的出血量 像是割到了动脉 要是不紧急缝合 很可能会死人 叶欣染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站在那里 看着随后来的孩子母亲 紧张的瑟瑟发抖 没多一会儿 屋子里面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不行 这孩子的血止不住啊 大夫 你得想想办法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这血还是止不住 这样不行 你快带孩子走 去顺一堂看看吧 李大夫并不是不想给他治 只是他确实不善于应付这样的病症 大夫 我们就是从顺一堂那边过来的 那边的伙计看见孩子这个样子 根本就没让我们进门 李掌柜大慈大悲 您就叫叫孩子吧 李乔内心十分为难 就 凭自己的本事 很可能就不回来 到时候 孩子死在医馆 孩子父母大闹一通 对医馆的名声有损 不就 有被自己的医德 救死扶伤 本就该是他们分内的事 由于片刻后 李乔咬了咬牙 对孩子的父亲道 你去外面等着 不要在这里影响我 能不能救活我不敢保证 我只能尽力救治 孩子的父亲 本来担心掌柜的会赶他们走 一听这话 立刻乖乖退了出去 同时 李乔也对身边的小要同说 去后面 喊东家过来 东家的应该能应付 叶欣然 看见要同往后院跑 考虑了一下 刚才李掌柜 从后面回来的速度 叶欣然分析 这个东家 不会来得那么快 而屋里的孩子情况紧急 如果处理不当 怕是撑不了多久 叶欣然没在犹豫 就进了内室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此时床上的被单 已经被鲜血染红 李大夫满手是血 还在为孩子进行止血 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立即怒吼道 不是告诉你们 不要进来 他回头 看见叶欣然 剩下的话 都卡在了喉间 你怎么进来了 叶欣然没有解释 他看着床上的孩子 纠正道 他这是大臂动脉出血 你这样是止不住的 先把他的胳膊抬起来 举过头顶 李大夫想说 你别添乱了 可是手下的动作 却按照叶欣然的指示 做得分毫不差 叶欣然上前两步 将李乔挤到一边 口气自然地吩咐道 你去准备热水一些止血的药 剩下的事情我来 说着 他将手伸进背楼里 拿出一盒银针 将七根银针 扎在男孩伤口周围 怕男孩一会儿会醒 又给男孩注射了一支麻药 然后拿出了消毒棉球 和手术用的剪刀针线 找到伤处 清理窗面后 迅速缝合起来 李乔看着叶欣然的后背 见他动走麻利 有条不紊 虽然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但是能看得出来 他对现在做的事情很有信心 这位叶姑娘 果然是个医术高手 外面 李墨从后院匆匆赶来 看见堂屋里 抱成一团正在哭天抹泪的夫妻俩 李墨心里暗暗咒骂了一句 该死的顺一堂 把好治的病人全都抢走了 遇到这种棘手的 就全部推出来 他走进内室 意外发现 屋子里除了李乔 竟然还有一个人 而且是个女人 此时 叶欣然已经缝好了最后一针 将缝合线用剪刀剪断 正要朝李乔要止血的药 一回头 正好和李墨看了个对眼 李乔 这是怎么回事 李墨开口问 李乔赶紧回答 东家 这就是我之前和您提过的 那个医术很好的姑娘 今天正好他来店里 见病情紧急 就来得帮忙了 是吗 李墨走上前去 查看男孩的伤口 只见伤口表面处理得十分干净 缝合的线也十分整齐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手做的 可是在云通县 又是这样 一个年轻的姑娘 怎么会有这么熟练的手法 李墨再次打量着叶欣然 你的医术是和谁学的 叶欣然没有理会他 再次朝着李乔 要了止血的药 轻轻撒了一层 在男孩的伤口上 然后嘱咐到 他这个肌腱受损严重 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待伤口窗面完全恢复后 再适当锻炼 孩子年纪小 有可能恢复到之前一样 也有可能无法达到原来的状态 这个你一会儿 和病人亲属交代一下 李乔连连点头 但是看见叶欣然 和李墨之间的氛围 有一点尴尬 他不得不说道 东家 叶姑娘医术高超 做出的血盐膏也有奇效 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 想要和咱们合作的那个 李墨又看了看男孩的伤口 然后说道 我说回刚才说的话 我想再和姑娘 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好啊 叶欣然在要同端来的水盆中 洗干净了手 看着孩子的父母冲进来 抱着孩子 对李乔点头哈腰 千恩万谢 等几个人都出去了 他才重新说道 要想和我合作 就要按照我的方法来 我并不想把我的要交给任何一家 虽然在你们店里卖 但是用的 还是我自己的招牌 李墨开口道 姑娘 你既然找到了我们 肯定是前期需要我们店的名声 给你做宝 这样才会有人肯花银子 如若不然 姑娘拿着药膏 站在街上吆喝 能卖得上这么高的价格吗 这也正是叶欣然考虑的问题 他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店面 帮着他提高药的身价 见叶欣然不说话 李墨又开口道 既然是要背靠 我们永乐堂 那药品就需要经过我们检验 同时 利润还需要加上一成 利润好说 那我就给你们加一两银子 说着 叶欣然从空间又拿出了一瓶药膏 递到了李墨的手上 这个就是我的药膏 你尽管是 不过 你若是是好了 需要把这瓶药膏的钱付给我 一百两银子 好说 李墨呵呵一笑 这姑娘还真是会精打细算 要不是 看他真有两把刷子 这件事情 李墨肯定不会同意 目的达到 叶欣然起身告辞 临走之前 又向李墨打探道 不知道 附近哪有卖这种罐子的 叶欣然指着永乐堂货架上 摆放的漂亮的小瓷罐问道 就在东间那边的玉泥坊 姑娘一打听便知 李墨伸手指了个方向 好 那我去那边看看 七天之后 我再过来 叶欣然转身离去 李墨看着她的背影 心里却思绪万千 这个姑娘的手法 好像很熟练 她的医术 到底伸到什么地步 她行医手法这么特别 那淮安身上的伤 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可是 云通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好人物 这个人信个过吗 叶欣然没有察觉到 身后打探的目光 她按照刚才李墨所指的方向 一路打听过去 快走到街的尽头了 才看到那个玉泥坊 玉泥坊门面很大 店里面各种大小款式的淘气 玉气都有 全部分门别类 暗列排放 越是网礼 就越是贵重 一些有瑕疵的 被放在两个浅浅的大木匣子里 放在门口处 任人挑选 叶欣然先在瑕疵品堆里挑选了一番 挑中了几个漂亮的瓷碗 家里没有大汤碗 这个只是花纹有问题 二十文钱一个 还是很划算的 不过装药膏的罐子就不能用这样的了 叶欣然往里面走 看来看去 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蒙尘的小药罐 药罐能有胭脂盒的大小 上面涂着彩色的柚脂 颜色一般 但是大小正合适 店里的小二间叶欣然转了半天 只挑了这样一个小罐子 顿时就失去了介绍的性质 小二 同样大小的罐子 还有别的款式吗 叶欣然问 没有 小二懒洋洋地回答 若是想专门定制 你们这里给做吗 专门定制 你知道这么大小的一个药罐 专门烧也要多少个吗 多少个 这个叶欣然 真的不知道 最少也得五十个 小二以为说出这个数量 这位客人就会知难而退 大户人家 也用不了五十个这样的药罐 再说 看叶欣然的穿着 也不像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多少钱一个 叶欣然没理会她的态度 又问 这个就要看质地的要求了 你手上拿着的这个 三十文一个 那我要一百个 叶欣然答 什么 一百个 小二瞪大眼睛 能定制吗 叶欣然追问了一句 小二赶紧说道 能能能 客官稍等 我这就叫 我们掌柜的 没一会儿 芋泥堂掌柜的 就从后面走了过来 掌柜的年过半百 留着胡须 看着倒是一派和气的模样 这位客官 你想要定做什么样的陶妾 叶欣然举起手中的小罐子 就要一个和这个差不多大的 颜色要通体的红色 上面用金色写上三个字 血盐高 罐子底部写上同样的字 不过 要写在内部 掌柜的把叶欣然的要求 一一写在纸上 心中盘算了一番 然后说道 客官的要求还算简单 不过 做这样小的罐子虽然省料 但是工序却一样都不能省 有的时候 甚至比做大的罐子还要麻烦 而且 客官要的这个烫金字 需要烧制两遍 所以这个价格吗 叶欣然听他说了一堆 原来只是要提价 便问道价格多少 五十文一个 这么小的罐子 需要五十文钱 叶欣然觉得价格不低 不过 为了提升档次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于是点头道 掌柜的先给我做一个 我看看样品 若是合适了 我便来找你定制 那好 掌柜的立刻答应下来 当下就叫来了 做罐子的工匠 详细说明了 叶欣然的一系列要求 我什么时候过来看样品 叶欣然问 两天后 两天后 我就能做出来 工匠说道 好 叶欣然答应完 就起身离去了 今天要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 叶欣然感觉身心舒畅 一想到自己前世 研究出来的产品 竟然在这个朝代 能够派上用场 他还有一种 老母亲看见孩子 功成名就的满足感 时间还早 他打算去集市上 买点糕点带回去 上次买的云片糕 孩子们好像都挺喜欢吃 还有那个栗子糕 李正书说 味道十分纯正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应该都带一点回去 可天不遂人愿 他沿着东街 往回走的时候 迎面碰上了 最不想遇到的人 姐姐 智妖巧 今天又碰到了 怎么今天自己来城里了 是不是家中的钱不够 不能带着相公 和孩子一起出门了 叶欣尧笑盈盈地 看着他开口 叶欣然看他一眼 说道 你这么关心我 不如你拿出 几两银子来给我花 你 你不要脸 叶欣尧没想到 叶欣然面对挖苦 竟然这么风轻云淡 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叶欣然 先撩着剑 是你主动问的 我看是你不要脸 叶欣尧文言 立刻摇着 乔子鱼的胳膊道 子鱼哥哥 你看看 姐姐就是这样 瞒不讲理 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是这样欺负我的 乔子鱼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一直盯着 叶欣然的脸 看得恍神 叶欣尧这才注意到 叶欣然左脸上的伤疤 竟然消失不见了 原本紫红色的 盘根错节的伤疤 此刻竟然变得 无比顺滑 你 你的脸怎么了 叶欣尧颤着声音问道 他每次都故意 让乔子鱼看见叶欣然 就是要让乔子鱼 看见他那恶心的脸 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好 没想到这一次 他脸上的伤疤 竟然没了 没有了伤疤的叶欣然 看起来神清秀骨 立刻就把他比了下去 我的脸怎么了 当然是好了呀 难道你瞎了 叶欣然冷笑一声 然后 看向乔子鱼 乔大公子 又和心爱的姑娘 出来欺负人了 小心遇到你师娘 再被师娘教训一顿 叶欣然一句话 轻而易举的 就唤起了乔子鱼 对上次事情的记忆 上次被师娘训斥 他担心了好久 还好夫子没有当着他的面 提起过这件事 叶欣尧听见这话 也变了脸色 叶欣然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因为那件事 子鱼哥哥生气了好久 他这不是给两人添赌吗 姐姐 你这是故意给我找不痛款 我给你找不痛款 叶欣然冷笑 不是你们先招惹我的吗 乔子鱼 叶欣然 摇摇毕竟是你妹妹 你让着他一点 又能怎么样 叶欣然对他怒目而逝 你愿意让着他 就带回家里 关上院门自己让 别大白天的 在街上对着别人躲觉 你 你猝鼻 乔子鱼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作是狗 他脸红得 像是着了火一样 好狗不挡道 你们两个站远一点 别葬了我回家的路 叶欣然横冲直撞 继续往前走 叶欣尧故意偷偷伸出脚去 企图将叶欣然绊倒 让他出丑 谁知叶欣然走过的时候 一脚踩在叶欣尧的脚面上 还故意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 引得叶欣尧尧肩声惨叫 啊 叶欣然扭头淡淡地说 这这腰宽的路 你怎么非要把脚放在我的脚下面呢 下次小心一点 乔子鱼看叶欣尧腾的眼角含泪 伸手拦住了叶欣然 你明知道 我们两个十天之后就要澄清了 现在故意踩伤他的脚 是想破坏我们两人的婚事吗 叶欣然 你为什么还不死心 你已经嫁人了 就算是用尽手段 我也不可能再喜欢你 呸 叶欣然忍无可忍 一口催在渣男的脸上 乔子鱼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别以为你有个县令老爹 就了不起了 你爹是万人敬仰的县令大人 也掩盖不了你 就算是个垃圾的事实 就你这样的 连给我家夫君擦鞋都不配 还天天妄想我惦记你 有空就去治治脑子 别在这癞蛤蟆爬脚背 不咬人 隔应人 街上往来的人 早就被这边的动静吸引 人们纷纷驻足看热闹 乔子鱼被叶欣然骂得昏了头 举起手来就想打下去 谁知道叶欣然躲也不躲 竟然还往前凑了凑 既然你想动手 那就让大家伙看看 县令家的公子爷是怎么打人的 也让大家看看 我这被妹妹抢走的未婚夫 是怎么和妹妹一起狼狈为奸的 叶欣然深知人们喜欢八卦猎奇的心理 越是狗血的故事 才越有资格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 他本来也没想拿两个人做文章 既然他们两个主动送上门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眼见着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乔子鱼的手最终还是没打下去 他盯着叶欣然咬牙切齿地说道 泼妇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说完他拉着叶欣然就要离开 叶欣然却突然夹起了嗓子道 喜欢人家的时候叫人家冉冉 不喜欢的时候就叫人家泼妇 乔公子 你也太狠心了 叶欣尧本来已经准备和乔子鱼离开 一听见叶欣然的话 立刻转头喊道 你这个丑八怪 你胡说 子鱼哥哥根本就没喜欢过你 叶欣然擦了擦眼睛 一脸无辜 妹妹 虽然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 你这个长相 凭什么说我是丑八怪呢 难道 我不长得比你美吗 说着 叶欣然看向四周凑热闹的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眼前的两个女子 一个穿着华柜 但是皮肤黑 眼睛小 显然没有另外一位穿着朴素 但肤白胜血的姑娘漂亮 大家立刻指指点点 还是这个姑娘更好看一些 就是 你看那个姑娘 就像是没展开的冬瓜一样 还好意思说 人家是丑八怪呢 哪里来的自信啊 不是的 叶欣尧崩溃大喊 她从小就处处要强 哪能受得了这种气 她拼命地向围着的人解释 我姐姐以前很丑的 她脸上有很大的一块疤 看着十分恶心 她长得那个样子 乔公子可能有人会喜欢她呢 叶欣尧跃解释 众人越是对此津津乐道 还真是妹妹 抢了姐姐的未婚夫啊 泽泽 这未婚夫的眼光 也不怎么样 我看这个妹妹是胡说 我们这么多人 眼睛都看着呢 姐姐脸上哪有疤 要是真有什么大的疤 就算是拿胭脂盖 也是盖不住的 就是 高原外家的夫人 也是脸上有一块伤疤 用了很多方法都去不掉呢 听见人们的话题 逐渐转向了脸上的伤疤 叶欣然立刻放过了 这对渣男贱女 转而说道 她说的是真的 我的脸上 本来真的有很大一块疤痕 什么 姑娘 你也不用太善良了 你妹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帮她遮眼说谎的事 不是帮她遮眼 是我的脸上 真的有一块伤疤 叶欣然抚摸着脸颊说道 小时候被家里的管家婆 拿开水壶烫了脸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一块疤痕 又红又紫 从这里 一直到这里都是 叶欣然从眉毛笔划到了下巴 众人一阵唏嘘 这么大一块伤疤 怎么好的呀 就是啊 怎么一点不看不出来 叶欣然 是因为用了永乐糖的一种药膏 坚持涂抹了一段时间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什么 永乐糖还有这好东西呢 就是啊 没听说过啊 那药膏叫什么名字 叶欣然 叫血盐膏 哎呀 这个永乐糖 藏得还挺深 一会儿我也去问问 行 我和你一起去 众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神奇的药膏吸引 谁也没注意 叶欣然和乔子玉 什么时候离开了那里 给大家介绍完后 叶欣然十分的心满意足 骂了渣男贱女 还趁着这个机会 提前宣传了一把自己的药膏 真是赚到了 只是说的太多 耽误了时间 叶欣然看看天色 决定抄小路去买糕点 前面一条胡同 正是通往中街的 他走进了小胡同 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忽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 叶欣然立刻提高警惕 顺手从空间 拿出一把手术刀防身 前面有一个胡同口 叶欣然决定 先从那里出去 只要拐出胡同就安全了 他加快脚步 刚一转弯 迎面突然出现 一个高大的男人 紧接着 叶欣然眼前一黑 鼻子传来一股奇异的香味 叶欣然心到不好 瞬间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叶欣然经身处 一个柴房 环境似乎有点熟悉 正在想这是哪里 就有脚步声走了过来 吱压一声 柴房的门被打开 叶欣然和邹氏 从外面走了进来 发现叶欣然一醒 叶欣然立刻上前吃笑了一声 这不是我那能说会到的姐姐吗 怎么这么惨啊 叶欣然瞪了他一眼 光天化日 你们竟然敢行绑匪之事 没有王法了吗 王法 谁看见我们绑你回来了 叶欣然面色难看 娘 就是这个小贱蹄子 他在街上骂我不要脸 骂子余哥的是狗 还说咱们家对他不好 娘 我们不能放过他 邹氏听说叶欣然将人绑回来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慌张 摇摇怎么能如此没有轻重 可是当他看清叶欣然脸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样的叶欣然不能让他在外面招摇 叶欣然 你上不敬父母 下不爱幼妹 是我从小没有教导好你 邹氏仿佛痛心疾首 你也不用吓唬你妹妹 你是我生的 我教训教训你 那也是为了你好 今天既然回府了 那就在府上住上几日吧 说着 邹氏转头吩咐身边的婆子 看好他 别让他乱动 也别让他死了 是 婆子硬了下来 娘 你就这么放过他了 叶欣然满眼的不可思议 他之前在你和爹的身上浇满粪水 给你们挖陷阱 今天就应该包了他的皮 让他谢罪 叶欣然的话 让邹氏又想起了自己那天的狼狈想 他恨得牙根痒痒 朝着叶欣然的脸 就打了下去 啪啪两巴掌下去 叶欣然的脸上 立刻就见了红 邹氏收回手 又嘱咐道 别让他跑了 然后便转身离去 两巴掌不足以让他泄愤 可这件事情 他还需要找老爷商议才能处理 叶欣然随着母亲离开 临走前 故意在叶欣然的脚面上 狠狠踩了一脚 还用脚跟黏了黏 暂时先放过你 叶欣然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说完 他得意地笑了笑 王婆子点头哈腰 送走了两位主子 嫌弃柴房里全是尘土 紧了紧叶欣然身上的绳子后 便找了个凳子 坐在柴房外面 守着 反正只要人不死就成了 叶欣然在里面缓了半天 真是太不小心了 他们竟然还玩绑架这一套 他试了试 被反绑着双手 也能进入空间里 但是进入空间之后 自己还是 现在这种被绑着的状态 叶欣然费了好大的力气 好不容易挪到自己的医疗箱旁边 从里面拿出一把小刀 正在这时 门突然又响了起来 叶欣然立刻退出空间 疼得他呲牙咧嘴 婆子探头看了看 见叶欣然还在原地 立刻凶巴巴道 你给我老实点 别想弄什么幺蛾子出来 叶欣然抬起自己被绑着的双脚 对婆子说道 劳烦你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 我要上茅房 不行 婆子毫不犹豫地拒绝 并且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喂 我可是这家的大小姐 你们别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只认夫人 不认识什么大小姐 可是 我真的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也得憋着 反正憋不死人 婆子嘴上说着无情的话 心里却爽得不行 大小姐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乖乖地听她的摆弄 柴房里的声音 好像更急了 叶欣然焦急地喊道 你要是再不给我解开 我可就就地解决了 那你就就地解决吧 婆子哼了一声 重新坐在凳子上 听见屋子里 好像有嘻嘻书书的声音 婆子又想开门去看 但是一想到此时 柴房里可能 一屋子的是尿味 她又抑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反正跑不了也死不了 随她去吧 叶欣然嘴上说着话 手上的动作 却一刻都没敢停 她反手握着刀柄 不断地切割手上绑的绳子 还好刀刃锋利 不久之后 她终于割断了绳子 活动了一下手腕 她又把脚上的绳子解开 站了起来 重获自由的她第一时间 就是透过门缝往外面看 柴房门外 婆子靠在椅背上 半眯着眼睛 正昏昏欲睡 除了这个婆子之外 外面不再有走过的人影 叶欣然知道 柴房在院子的西北角 除了做饭的时候 厨娘会来那边拿柴盒 平时很少有人会来这边 本来她是决定 此生不再踏入这个院子 可既然邹氏和叶欣然 邀请她回来 那就不得不让他们高兴高兴了 叶欣然从实验室里找到迷药 亲手亲脚地打开门 在婆子反应过来之前 将迷药盖在她的鼻子上 婆子眼睛一翻 瞬间睡了过去 叶欣然把婆子的姿势摆正 做出她正在睡觉的姿势 然后从柴房里拿出一捆柴 大大方方地向前院走去 叶大成出身贫苦 但是以往那个平民的身份 是他一辈子都不想提起的过往 为此 他要求院子的下人 要对他绝对地尊重 下人们看见主人 必须下跪行礼 下人平时在院子里行走 不可以平视主人的眼睛 因此 叶府的下人们都有一个习惯 平时走路只低头看路 绝对不敢四处张望 这给叶欣然的行动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他一路用木柴遮挡住自己的脸 顺利地来到了厨房外面 叶欣然瞅着没人注意 将柴草扔到了柴房的墙边 然后一闪身 拐进了叶大成的书房之中 叶大成十字不多 但是为了附庸风雅 他的书房做得又大又漂亮 别人的书房里 放的都是笔墨纸验 金石子集 他的书房里 却是琴棋书画 账本银票 琴棋书画放在表面给人看 所有的账本银票 却被他锁进了柜子里 每次他在书房里待很久 都是为了一遍又一遍地数自己积攒的银票和金条 叶欣然小时候 一次误闯进来 看见叶大成匆忙把东西塞进柜子里 还为此挨了一顿打 此刻 书房里没有人 叶欣然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眼前的字画 古玩全都收进了空间里 自从上次空间雾气全部散去之后 楼上的库房可以用了 库房里面什么都能放 当然对外来的东西也都不会排斥 叶欣然只要轻轻碰触 动了收的念头 手下的东西就会立刻出现在空间里 装着金条和银票的柜子被锁了起来 叶欣然也不开锁 直接把柜子收进空间 见空间地方绰绰有余 叶欣然干脆将书房里所有能移动的东西 全都放了进去 书架 书桌 放古玩的架子 甚至连墙上装饰的玉石都没有放过 只留下斑驳的墙面 打扫书房的书童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面 原本归整干净的书房变得更加干净 仅仅上的茅厕的功夫 屋子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不翼而飞 有鬼啊 书童夏的浑身发抖 连滚带爬的去向邹氏报告 而此时的邹氏 还在和叶欣尧商议 如何处理叶欣然的问题 叶欣尧 娘 别犹豫了 她活着始终是个祸害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让她不声不响地消失 只怕贵人那边交代不过去 邹氏还是叹了口气 叶欣尧摇了姚母亲的肩膀 娘 你忘了 姐姐如今已经嫁人了 她不在叶家 出什么问题 就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了 等她消失一段时间后 我们就去云边村 找那个瘸子要人 她交不出来 我们就去报官 贵人若是追问起来 我们就推到瘸子身上去不就行了 邹氏听得眼前一亮 点了点女儿的脑门 救你是个机灵的 等你爹回来 我就和她商量这件事 两人正为自己的计策高兴 就听见院子那边来报 说是老爷的书房丢了东西 让夫人前去做主 邹氏闻言立刻变了脸色 家里养一群废物也就算了 竟然还养出吃里扒外的东西 告诉张妈 把府里所有人都给我交到书房来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敢动老爷的东西 院子里罗声响起 到书房 集合地喊叫一声高过一声 下人全都往书房跑 而叶欣然 却错过人群 到了邹氏的房间里 邹氏的房间里 藏着他的首饰和私房钱 叶欣然也没挑挑拣拣 把屋子里凡是能挪动的东西都收进了空间 不过看来看去 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 他要找的是叶府库房的钥匙 想了想 那种东西 邹氏应该会随身带在身上 叶欣然便没有再找 直接转身去了隔壁叶欣尧住的院子 不得不说 邹氏把所有人叫走的行为 确实给叶欣然行了很大的方便 他如入无人之境 把叶欣尧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搬空了 唯一留下的 就是一面挂在墙上的铜镜 叶欣然很贴心 希望叶欣尧一会儿能够通过铜镜 看见自己绝望的表情 收完叶欣尧的房间 叶欣然直奔库房而去 路上捡起一把斧头 到了库房面前没有丝毫犹豫 拿起斧头就朝着锁头砸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咣咣咣咣的声音在院子里显得格外突兀 书房那边 软了手脚的夫人听见声音立刻缓过神来 她挣扎着站起来 慌张地吩咐下人 快 快去库房 此时 叶欣然已经砸坏了门锁 进入库房里面 叶家的库房分为两部分 左边一侧堆积着成坯的礼盒 布匹以及玉器百件 都是这些年来别人送给叶大成 或者叶大成买来准备送人的好东西 右边一侧则是堆满了稻子和骨子 足足有上百代 叶欣然小手一挥 随着不断的碰触 库房很快被洗劫一空 就连堆积了快二十年的陈年旧物 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远处已经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 叶欣然立刻退出 准备顺着墙根摸回后院 眼见着跑得快的 已经快到跟前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进入了空间 谁也没有注意到 原地消失的叶欣然 看到敞开的库房大门 管家就心知不好 他第一个冲进库房 看着空空的库房 管家双膝跪地 失了心神 察觉到周围没有声音了 叶欣然再次从空间出来 他急忙奔向柴房 路过厨房的时候 又顺便把里面的米面油 全都装进空间 就连家里装调料的罐子 也一个都没放过 看管的婆子依旧睡得香甜 进门之前 叶欣然先拿出解药 在看管婆子的鼻子前晃了晃 然后才大大方方地走进柴房 把绳子缠到自己身上 伪装成刚才被绑的样子 周围看到库房被搬空的一瞬间 仿佛被抽空了力气 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吩咐家丁 都给我四处去看看 贼人搬着那么多东西 肯定走不远 给我去追 家丁们如同无头的苍蝇一样 在府内乱窜 直到确定府里没有藏人的地方 才开始往外面去找 可是能搬走这么多东西 绝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 叶府四个方向 根本就没有人带着东西流窜的迹象 这一切就像是一个谜 让所有人都摸不到头脑 夫人 我们四处查过了 没有找到贼人踪迹 养着你们一群废物 有什么用 周氏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叶欣尧便代替他吩咐管家道 叶管家 快去找老爷回来 就说家里净贼了 让老爷去报官 一定要报官 邹氏的身体像一旁倒去 管家婆子看见了 一把扶住邹氏 连声劝道 夫人 您可要撑住啊 咱们府里 可全都靠您做主呢 叶欣尧此时 也已经乱了心神 他伸手扶住邹氏的胳膊 对着婆子说道 张妈 扶着我娘进屋去歇歇 哎 管家婆子擦擦眼睛 和叶欣尧一起 掺着邹氏进了主屋 结果不进来还好 一进主屋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邹氏眼睛一翻 立刻晕了过去 叶欣尧口中呼唤着母亲 心中却有了更不好的预感 叶欣尧放下邹氏 起身跑向自己的院子 进了屋子一看 发现自己的房间 就和母亲的房间一样 里面被搬得干干净净 唯有一面铜镜被挂在墙上 上面映出了他惨白的一张脸 叶欣尧也终于支持不住 眼睛一闭 晕了过去 叶欣尧坐在柴房里 听见外面热闹极了 一会儿 有人喊道 快 快去找大夫 夫人晕倒了 一会儿又有人喊 快 再去找大夫 小姐也晕倒了 下人们惊恐地四处乱跑 看门的婆子 也终于坐不住了 她趁着脖子往外面看 想要离开 却又不敢 好一会儿 总算有个家丁路过这里 婆子一把抓住家丁 扯着她的领子问道 怎么了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家丁一脸菜色 咱们府里进了贼 把府里的东西 全都搬空了 搬空了 婆子如遭雷击 扯着家丁的衣领晃了晃 再次问道 都哪里搬空了 下人的院子呢 我们的院子 有没有遭殃 家丁被晃得头昏眼花 没有没有 再说 这哪有时间回去查看 现在在到处搜寻贼人呢 夫人晕倒了 小姐也晕倒了 乱了 全乱了 婆子听见这话 再也不敢耽误 她扔下家丁 转身就回了自己住的房间 主人家里被窃 他们这些坐下人的 肯定跟着遭殃 她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存了五两银子 要是被贼人给顺走了 她可就白干了 婆子跑回自己的屋内 从墙边的地缝里 挖出一块砖 看见自己的银子还在 这才放下了心 院子传来的哭声 让人难安 婆子把银子揣在了怀里 这才稍微放下点心来 这时 外面有人喊 跑了跑了 别让他跑了 婆子以为是 叶欣然跑了 想起自己的任务 又一溜烟地跑回了柴房 直到打开门 看见叶欣然还乖乖地呆在柴房里 这才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原来下人们 刚才喊的是家里的猫 跑出去了 大夫很快被接了过来 夫人和小姐 全都是急火攻心 一口弹堵在胸口上不来 所以才会晕倒 大夫开了活血化瘀 降火润肺的药 主妇一定不能再受刺激 这才离开叶府 走出叶府的大夫 摇了摇头 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叶府 竟然转眼落败成这个样子 以前进他们主屋 屋里陈设是琳琅满目 晃得人眼花 这回再去 连凳子都没有一个 那叶夫人 就躺在临时搭起的小床上 她也是蹲在地上 给病人把他卖 知道的 他们家是被抢劫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家被抄家了 很快 街头巷尾也传出了 叶家被神秘人搬空的传言 听说连床和被子都给搬走了 主人家没有床住 只能睡在地上 真的是连个毛都没给留 也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就被盯上了呢 叶大成在商行 听说家里出了事 就急忙往回赶 到家之前 他只以为家里是出了内贼 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没到家门口 就已经从外人口中得知了 家里被搬空的事情 简直是一派胡言 叶大成心想 直到他走进院子 才知道原来传言说的都是真的 他辛辛苦苦二十年攒下来的宝贝 全都不见了 叶大成如同旋风陀螺一样 在书房 主屋和女儿的房间之间 来回奔波 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 他喃喃自语 壮似疯癫 幸好官差过来了 才勉强被拉回了一点神志 青天大老呀 求求你们给做主 我这家里 被贼人给洗劫一空了 叶大成也顾不得什么身份和脸面 拉住官差的手 就想跪下去 李捕头看见他这个样子 不觉得心疼 反而觉得有些舒爽 叶大成平日里 自诩是县令大人的亲家 从来不把他们这些半差的放在眼里 想不到 还有今天这一出 叶元万 好说了 你把家的情况 细细和我们说一下 李捕头伸手扶住叶大成 叶大成脸上的汗 说道 我在外办事 听闻家里出了事 就急忙赶回来 结果到家一看 这家里的什么都没了 就连书房门上的把手都不见了 那当时谁家家里 夫人在吗 李捕头问 在 我夫人在家 我这就让他出来 邹氏早就已经魂不守舍 叶大成让人去请 他这才挣扎着 好不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 李捕头 夫人 家里失窃的时候 你可在家 邹氏点了点头 那你可看见 是什么人行妾了吗 邹氏摇了摇头 叶大成在一旁看得心急 冲头说道 我每日在外面奔波不停 就让你们在家里 守个家都守不住 要你们有什么用 邹氏本来就急火攻心 又听见丈夫指责 心中的那根弦彻底断了 他嚎啕大哭 边哭边扯自己的头发 我也不知道啊 我在家里做得好好的 谁能想到 这东西说没就没了 一定是邪碎 一定是邪碎作怪 是邪碎偷走了我们家的东西 叶大成看着邹氏的样子 心生厌恶 大白天的哪里来的邪碎 你们这么多人在家 难道连贼人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吗 管家上前一步说道 老爷 此事真的十分蹊跷 家里没有任何动静 就是东西突然消失 夫人听说 老爷书房被窃 召集大家去书房集合 这前后脚的功夫 主屋里的东西 还有小酒屋里的东西 就全都不见了 我当时立即吩咐家丁去 四处查看 可是一点贼人的影子 都看不到 官差也听得云里雾里 他们办案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听说过这种事 就算是这伙贼人数量多 也不可能消失得无声无息 李补陀心中 隐约有了一个想法 这种情况 除非是坚守自盗 否则绝不可能 叶元外 你们家里可有什么密道 或者密室之类 他试探地问道 没有 叶大成肯定地回答 那最近可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也没有 有 一旁的邹氏突然开口 什么人 李铺头立刻追问 叶大成也一脸疑惑地 看向邹氏 在他印象里 最近可没和什么可疑人打过交道 是我的大女儿和女婿 邹氏神情坚定 亏他在这个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 还不忘坑自己的女儿一把 你女儿和女婿是做什么的 官差文言立即来了兴趣 女儿的女婿是家里熟人 正好与他刚才的推断相吻合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他们的女儿女婿做的 那这两人的背景一定十分深厚 保不歧视官府正在追查的江阳大道 这可是能升迁的大案子 我女儿女婿 邹氏看着官差兴奋的眼神 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弄巧成拙了 怎么 你还想包庇他们不成 李铺头见邹氏欲言又止 便冷了脸问道 叶大成见状赶紧替邹氏回答 大人 我们绝不会包庇他们 但是我那个女儿和女婿 也不是什么有本事的 他们就是 就是云边村的一户猎户 猎户 李铺头狐疑地看向邹氏 既然只是猎户 那应该不是我们要找之人 你们可还有别的怀疑对象 邹氏和叶大成互相看了看 都露出为难的神色 叶大成这些年做生意得罪的人不少 可要说谁有这个本事 他们还真想不出来 既然想不出来 那就先问问你的女儿女婿 李铺头始终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他们住在哪个村子 云边村 云边村里 叶大成赶紧道 既如此 展云 你立刻带两人去云边村 将那对夫妇带来 李铺头吩咐手下 又转头对叶大成说 为避免打草惊蛇 你派个人给我们带路 是 老爷 老爷 邹氏想要上前阻止 老爷还不知道 叶欣然被抓来了府里的事情 若是因为这件事 再牵扯出来 他们偷偷绑了叶欣然 反而会增添麻烦 又干什么 叶大成此时对邹氏的十分不耐烦 见李铺头盯着两人看 叶大成不满道 官差大人在这里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邹氏一听 又立刻闭上了嘴 先前派出去的人 一批又一批地回来 全都禀报 没有任何发现 李铺头皱了皱眉头 他在云通县办案十几载 还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神奇的案子 家里的东西离奇失踪 所有人却连嫌烦的毛 都没看见一根 这可能吗 怎么想 这都不可能呀 难道还真有鬼不超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事儿一定有什么内情 问题就出在这个邹氏身上 他一直吞吞吐吐的 肯定有问题 叶大成派了车夫 随官差们一起去云边村 刚走出没多久 守门人就跑来禀报 老叶 外面有一个男人 带着三个孩子 自称是大小姐的丈夫和家人 来咱们府中要人 什么 李铺头一听这话 立刻察觉有什么不对 这个男人是刚才说的大女婿 怎么会自己送上门来了 叶大成也是一脸猛 是不是我也不清楚 得看过了才知道 去 把那个男人和三个孩子 给我叫过来 下人去外面请人进来 过了好一会 才见三个孩子 拉了一辆车走进来 车上铺着棉被 被子里 躺着一个男人 叶原外一看男人的脸 心道 坏了 之前没见过面 就算看了他也不知道 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大女婿 你是 叶大成求助似的 看向邹氏 邹氏也一脸恍惚 女婿是他让媒婆随便找的 具体长什么样 他也不清楚 但是 瘸子这一点是符合的 叶大成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婿 李捕头越来越觉得不对 追问道 邹氏正要回答 就听见身后 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姐夫 你怎么来了 我姐姐呢 原来是叶新尧醒后 听见前面混乱不堪 也强撑着走了出来 他与萧怀安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对于这个长相帅气的男人 印象很深 对 大人 这就是我之前提起的大女婿 叶大成也赶紧说道 你女婿行动不便 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李捕头看得心头火起 这么一个摊子 连路都走不了 他们竟然把自己的怀疑 往一个摊子身上引 到底是何居心 萧怀安看见了院子里的官差 也看见这一家主仆慌乱的神情 不过这些他都不放在心上 他现在最关心的 是叶新染的下落 叶新染整整一夜没有回家 他也是多方打听之后 才知道 叶新染昨天在街上 和叶家人发生了矛盾 然后就消失了 有人说 曾经看见叶家几个家丁 带人进了府内 萧怀安断定 叶新染一定是被叶家给绑了回来 叶元万 我不是来和你拍什么亲戚的 我来找我家娘子 请把我家娘子放出来 我要带她一起回家 欣染 叶元万也大吃一惊 叶新染他根本没回家 我怎么把人交给你 萧怀安 昨天有人亲眼见到 我家娘子被带了回来 他怎么可能不在府中 这里是叶府 也是我女儿的家 这个家他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谁还能绑住他的腿不成 邹氏心虚的不行 怕被人看出来 也连忙说道 夫人说得轻巧 我家娘子向来不被娘家人待见 恐怕不是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 正好官差大人在这里 就劳烦官差大人 帮我们在这个家里搜一搜 李捕头一听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他是来查失陷案的 怎么变成人口失踪案了 而且是嫌犯变成受害人 见李捕头面色犹豫 萧怀安又说道 求官老爷为草民做主 我一个瘸子 家里还有三个不懂事的孩子 若是夫人出了事 我们四个就全都活不成了 李捕头看着萧怀安 他一脸的悲切 好像快要哭出来了 谁知下一刻就听哇一声 三个孩子 齐齐坐到地上嚎啕大哭 口中喊着 沈娘 我们要沈娘 这 看着面色苍白的男子 和地上的三个孩子 李捕头不由心生怜悯 他家里也有两个这样大的娃娃 这小娃娃 肯定是得要娘的 没了女人 这日子 还能叫日子吗 况且这男人 还是个瘫子 看起来一脸卑切 要活不起的样子 可怜 实在是可怜 想到刚才 差点把这样的人当成嫌犯 李捕头对叶氏夫妇的不满 到达了顶点 栽赃陷害 那可是要坐牢的 你们刚才去院子里搜查 可发现了什么可疑之人 李捕头问手下 未曾发现 手下人回报 但有一处 刚才并未查看 什么地方 李捕头逆了他一眼 手下看见捕头的眼神 心里一凸 连忙说道 是柴房 叶家吓人说 柴房里面关着一个疯子 看见人就会扑上来撕咬 并且一直有人看守 不可能藏人 所以 所以你们就没看 李捕头发了火 他抬起脚 迈开大步向前走 手下人快步上前 在前面引路 看门的婆子 一看来了这么多人 第一时间是捂住自己的胸口 那里 藏着他的五两银子 官 官爷 婆子声音发抖 里面是什么人 李捕头问道 里面 婆子回头看了一眼柴房 正要回答 又看见了跟在人群之后的邹势 支支吾吾道 我 我也不知道 来人 去把房门打开 李捕头吩咐手下 是 两个官差立刻上前 将柴房的门打开了 门开的一瞬间 叶兴染立刻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看见外面的三个孩子和肖怀安 拖着身子向前爬了一点 口中喊道 相公 长生 长安 长平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娘子 肖怀安满眼心痛 一眼就看到了叶兴染脸上红肿的一片 他握紧了拳头 因为力气太大 手中的石子瞬间化为粉肌 缓了缓 他忍住心中的怒气 轻声说道 娘子 都是为父没用 要不是因为我是个瘸子 他们绝不敢这么欺负你 你放心 就算是爬 我要也把你带回家里去 叶兴染连连摇头 不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惹娘和妹妹生气 我以后乖乖听他们的话 他们就不会为难我们了 三个孩子扑到叶兴染面前 抱着叶兴染就哭了起来 长平的声音尤其大 搂着叶兴染的脖子 仰头哭得撕心裂肺 沈娘 沈娘 你要是出事了 我们可怎么办呀 他这一嗓子 把叶兴染好不容易挤出的泪水 又给吓了回去 这一家四口 全是戏精了 怎么比我还会演 特别是肖怀安 看他那一脸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 真是我见优廉 这边叶兴染和肖怀安各怀心事 可是在外人看来 这一家子男人瘫了 女人被绑了 孩子们哭天磨泪的 好像天都塌下来了 怎一个人间惨案 离捕头指着叶兴染手指发抖 这就是你们说的嫌犯 你们把人绑在家里 还和我说 他们可能偷走你家的东西 叶大成 邹氏 你们到底盘算了什么阴谋诡计 叶大成看见叶兴染的时候 都傻了 叶兴染怎么会在家里 还被绑成了这个样子 邹氏到底背着自己干了什么 面对老爷那恶狠狠的眼神 邹氏不由的心里发慌 他怎么能预料到会是这种局面 他只是想教训教训叶兴染 谁知道会闹成这个样子 大人 此事都是我夫人所为 草民从头到尾 全部知情 叶大成先把自己摘了出来 邹氏 你有何话说 离捕头转头看向邹氏 邹氏下的双腿发软 大人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 只是觉得他言语不敬 想把人带回来教训一下 我 他编排不下去了 既然如此 叶老爷 你家里财务丢失的事情 我们会继续追查 但是你夫人绑架名妇的事情 现在证据确诊 我们必须 把他带回去进一步的审问 好 好 叶大成恭敬的英语 邹氏文廷此言 已经神魂俱飞 他朝着叶大成喊道 老爷 老爷 你帮帮我 你救救我呀 我没有绑架人 我怎么会绑架他呢 他是咱们的女儿呀 叶大成恶狠狠地瞪他一眼 人在这摆着 你怎么解释 那不是我 那是 娘 他正要解释 一直躲在人群后的叶星尧 突然开口 娘 您别担心 等你去了县衙 我和爹爹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叶星尧安抚母亲 他怕邹氏情急之下 说出事情是自己做的 如果那样 被带走的 就会是他 女子出入县衙牢狱那种地方 紫玉哥哥以后 肯定会瞧不起他的 邹氏看着温柔懂事的女儿 冲血的大脑 终于冷静了一下 对 瑶瑶是乔公子的未婚妻 就算老爷不帮忙 只要女儿去求乔紫玉 乔公子也一定会帮忙的 瑶瑶 你一定要帮娘啊 邹氏握住女儿的手 直到官差过来把她拉走 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 邹氏被带走 李捕头将叶大成叫到了一边 小声说道 叶元外 你家这次失窃疑点重重 案发时 您夫人一直在家 我很难不怀疑 这次的案子 和你夫人有什么关系 叶大成文听此言 仿佛醍醐灌顶 他就说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原来不对的地方在这里 家里的东西放在哪 摆在哪 只有家里人最清楚 光天花日之下 好好的东西 又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 如果是邹氏里应外合 仿佛一切都有了突破口 叶大成双手抱拳 朝着李捕头作一 此事就劳烦李捕头了 他眼神示意管家拿银子 可管家双手一摊 现在家里空空如也 到哪去拿银子 无奈之下 叶大成将手上的班纸取了下来 硬是塞到了李捕头的手中 此事就全仰仗李捕头了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李捕头把戒指装进怀里 两人还在客气 就听见邹氏那边传来一声惨叫 原来邹氏被官差带走后 还没等走出院子 膝盖忽然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等他再次站起来时 左边脸上不知道怎么弄的 竟然亲子一片 什么情况 李捕头开口质问 头 这夫人对自己太狠了 他为了不和我们走 竟然把自己的脸打伤了 牙医们不知道眼前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直觉是邹氏自己弄的 邹氏肿着半边脸 想要辩解不是自己弄的 是刚才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个石子 谁知牙医们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反而架着他的胳膊 口中威胁 别把后宅那套手段拿来对付我们 有什么冤情 去了县衙再说 邹氏就这样连哭带喊的被带出了夜府 另外一边 萧怀安竟然真的从车上爬了下来 他拖着双腿 爬到叶欣然的身边 帮他解开身上的绳子 然后伸出右手 轻轻地抚上了叶欣然受伤的脸颊 娘子 你受苦了 还好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快回车上去 你的腿不能着凉 叶欣然丝毫没有把自己挨的这巴掌 放在心上 若不是萧怀安提醒 他甚至察觉不到疼 他扶着萧怀安的胳膊 和三个孩子一起 又帮着萧怀安回到车上 他在眼中 既然人也找到了 你们就赶紧回家吧 他朝着萧怀安扬了扬手 谁知萧怀安却说道 我娘子无缘无故受了这么多的苦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要去县衙击鼓鸣冤 为我娘子讨回个公道 邹氏已经被押去了县衙 他若是有罪 县令大人自有决断 那邹氏再怎么说 也是你娘子的母亲 哪有女儿去指人母亲犯罪的 李捕头劝道 老不贤则子不孝 我相信县令大人 会得还我们一个公道 见萧怀安态度坚决 叶大成又看向叶欣然 欣然 那可是你的亲娘 他怀胎十月生下你 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难道真的要和他对不公堂 做个不孝女吗 叶大成并没有把邹氏放在心上 只是现在 他一心想要追查财物的下落 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节外生枝 更何况 家丑不可外养 他堂堂叶园外 绝不允许这种被戳几两骨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家里 叶欣然丝毫不为所动 爹 不是我想做不孝女 只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娘犯的错 这件事情必须有个了断 你 叶大成被气得胸口直疼 你要是去状告你的母亲 你这辈子都会因为不孝 被人指指点点 你自己也就算了 可是你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难道要让这件事 成为孩子将来的污点吗 叶欣然通过原主的记忆已经知道 在这个朝代 儿女若是与自己的父母对不公堂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父权社会 是绝对不允许有子女 做出大逆不道之事的 叶大成见叶欣然犹豫 以为自己刚才说的话起了笑 他得意一笑 想要进一步拿捏叶欣然 就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们家的孩子不需要那些虚名 也不会让冉冉为了这虚名 忍气吞声 这个状 我们是非告不可 叶大成气得蹊跷生烟 丢失的东西 还没有一点着落 他又被困在这家室里 抽不开身 早知道 当初就不该让叶欣然嫁人 都怪他瞻前顾后 心慈手软 可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只能想尽办法安抚住眼前的人 他将目光看向李补头 企图让李补头 用自己的身份 压住这两个相巴佬 可是李补头 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把脸转向了一边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叶大成没办法 只好咬咬牙 将腰间的玉佩解了下来 递给叶欣然 我知道你一直气你母亲 给你安排了这门亲人 这段时间 你确实受了苦 可是你母亲 也有她的苦衷 你就算不能理解你的母亲 你至少应该心疼一下为父 这些年 我除了养育你 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个玉佩 是为父的心爱之物 价值百两 你把它拿去 换钱多买些粮食 就不要与你母亲计较了 叶欣然翻了个白眼 表面上你是什么都没做 实际上 你却一件都没落下 要不是有你的默许 叶欣尧和邹氏 能有那么大的胆子 不过叶家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他伸手接过玉佩 既然父亲这么说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 忍下这口气 我可以不去县衙 状告母亲 也算是尽了女儿最大的孝道 叶大成一听 高兴地来抓叶欣然的手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就是家里 那个最听话懂事的 有我叶家的大家风范 好呀 真是太好了 叶欣然在叶大成 碰到他之前 厌恶地 将手收回袖子里 然后说道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可以不去状告母亲 但是我需要父亲 给我出一份断清书 从今天开始 我叶欣然 就不再是叶家的女儿 从此以后 我们生死不论 互不相干 叶大成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要和叶家 断绝关系 十八年啊 十八年的亲情 怎么能说断就断 叶欣然看着叶大成的样子 只觉得恶心 我和你们的亲情 早在嫁出门的那一刻就断了 又何必在乎这一张纸 等断了清 以后邹氏 若是再将我绑来 叶猿外 也不能再用亲情这种事压我 叶欣然道 叶大成不知道 那个胆小懦弱的叶欣然 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 现在的叶欣然 早就没有了当初那种 战战兢兢 谨小慎微的神情 叶大成甚至从他的脸上 看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 他突然觉得心中不安 不 叶大成想要否决 萧淮安在一旁好心提醒道 要么去衙门明渊 待县老爷主持公道后 断绝关系 要么就现在签下断清书 叶猿外 你选一个吧 李补头看着叶大成满眼算计的模样 也催促道 叶猿外快点做个决断 若是苦主想要去县衙明渊 那我现在必须将他带回去 叶大成骑虎南下 尽管心中万分不愿 还是咬咬牙说道 好 那我就签下断清书 但是欣然你要记得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的父亲 你有了难处 一定要来找我 希望叶猿外有难处的时候 不要来找我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叶欣然淡淡地回了一句 这个朝代 断清书只能长辈这边出具 一群人盯着叶大成写了断清书 叶大成和叶欣然分别盖了手印 李补头作为官府的人 立刻让手下拿着断清书去县衙盖章 这样就能正式生效 做完了这一切 李补头哈哈一笑 此事已了 这下你们可以回家了吧 作为半差人 李补头当然希望事情越简单越好 况且 他还收了叶大成的好处 总不能一点事都不给他办 现在把叶欣然夫妇劝走 再找个机会把邹氏放出来 他这事就算办得圆满了 叶大成虽然不情不愿 但是一直站在角落的叶欣尿 却正中下怀 叶欣然终于不再是叶家的女儿了 她才是叶家真正的大小姐 既如此 那下官就先告辞了 叶府失窃的事情 我还要回去奏明县令大人 辛苦李补头了 李补头带人离开 临走前看了萧怀安几人一眼 叹息地摇了摇头 叶欣然拿到了段亲书 也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背楼 将东西装在萧怀安的车上 招呼三个孩子和自己一起离开 见叶欣然要推车 长平忙将车前的绳子套在自己身上 把沉重的推车推得飞起 叶欣然想要给他帮忙 都被他连声拒绝了 直到所有人都离开 叶大成才蹲在地上 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叫什么事啊 府里失窃 他们叶家本来是受害人 结果邹氏却被当作犯人押走了 他已经丢了那么多的东西 可是最后又不得不把自己身上 最贵重的两样饰品拿去送了人 流年不利 他一定是冲撞了什么了 不行 他明天要去大贝寺 让寺里的方丈帮自己看一看 只要过了这个坎 他们叶家会好起来的 叶大成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 他示意管家将自己扶起来 然后吩咐道 开饭吧 晚上不用做得太复杂 两道菜就行 老爷 管家一脸为难 不知道怎么对老爷说 怎么了 叶大成问 家里现在一道菜都烧不出来了 老奴刚才去厨房看过了 别说菜了 就连做饭的锅 都被那火强盗给偷走了 叶大成愣在当场 好半天都没有反应 老爷 管家知道 叶大成一定是被气坏了 试着伸手去帮老爷顺一顺气 谁知刚碰到叶大成的后背 叶大成就站立不稳 朝着侧面倒了过去 老爷 老爷 叶府再次乱了起来 仆人们心急如焚 白天去叫大夫的下人 再一次飞奔出府 去医馆找大夫去了 另外一边 长平将车拉到路口 叶欣染老远就看见 前面有一辆熟悉的牛车等在那里 牛二坐在车边 他的对面 还坐着李正 李正见一家五口过来了 赶紧跳下车来帮忙 侄女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没事吧 他们没为难你吧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真是把人急死了 他一手扶着车把 眼睛却一直在叶欣染身上打量 见他确实没受什么伤 这才放下心来 李正书 让你担心了 叶欣染有些心酸 又觉得心里暖暖的 几个人合力将肖怀安挪到了牛车上 又把手推车绑在了牛车后面 保证能随着牛车一起走 然后牛二鞭子一扬 走上了回家的路 李正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叶家的 牛车走出一小段距离 叶欣染先开口问道 李正看了看肖怀安回答 是怀安托人打听的 也不知道他瘸着一双腿 去哪里找的人 反正打听了一宿 才查出你被叶家的人给绑走了 得到消息之后 肖怀安就要带着孩子来找你 可一个瘸子 带着三个孩子能顶什么事啊 叶家既然敢绑人 那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我就说 在村里找几个年轻人 陪着他们一起来 可是肖怀安这个将种 说什么都不同意 说什么不能拖累村里人 这件事情必须他自己解决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我陪着他们一起过来 在这里等你们 李正一口气说完了事情的经过 然后问道 那叶家人绑你干什么 他们是不是打你了 邹氏那一巴掌打得挺狠的 印子到现在都能看出来 没怎么打 叶星染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然后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绑我 可能是白天在街上发生了口角 叶星瑶不肯吃亏 想要教训我吧 李正捏了捏胡子 要我说 你这娘家人也太狠毒了 不过是几具口角 竟然干出这种事来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初你嫁到咱们村子 就不肯走了 村里虽然是穷了点 但是至少是人过的日子 你在家里 过的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吧 那不是我家了 叶星染嘴角一弯 眼睛带上了笑意 怎么就不是你家了 你找到亲生父母了 他们不是你亲生的 李正立刻问道 叶星染笑得更开心了 想不到李正书年纪大 脑洞更大 这种桥段也能被他想到 不是找到亲生父母了 笑完之后 叶星染解释 我和叶家断亲了 以后我们就各不相干了 断亲了 李正又讶异 虽然经常听到这家儿子不孝 那家老人不行的事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 有人和家里断亲 想不到叶家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来 侄女啊 李正书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正想了想开口道 我听你这样说 总觉得那叶家夫妇 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亲生父母 怎么会和孩子断亲 你该不会是他们捡来的吧 亲事我要断的 叶星染说 不过叶大成夫妇这么自私的人 我可不信 他们能捡别人的孩子来养 除非有利可图 面对义愤填膺的李正 叶星染还耐心地劝慰了几句 李正说 您就别生气了 这世上奇葩的父母多了去了 又不是只有我遇到了 反正都已经断亲了 以后就当没有他们就好了 牛车走得不慢 不到一个时辰 几人就回了村子 叶星染昨天一夜未归的事 村里人都知晓了 现在见李正和肖家人将人接回来 大家也都放心 原来是被他爹娘给关起来了 听说还打了一顿 这爹娘真不是东西 上次他爹娘来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那两个人一看就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不是什么好人 逮竹出好损 这女儿还是不错的 那是 那是 村民们对这一家人都很关心 只有张大山母子对这些言论嗤之以鼻 这么好的出身不好好利用 还弄什么断亲 以后家里的钱一分都花不着 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隔壁的张大力见肖怀安行动不便 还特意过来帮忙 把肖怀安从车上背下来 放到了床上 看着肖家狭窄的木床 破旧的屋顶 张大力叹了口气 明天我去山上卡两块木头 再给你们做张床吧 孩子都大了 这么窄的床 哪里住得下 那就麻烦张大哥了 需要多少钱 我给张大哥付工钱 叶欣然赶紧说 哎呀 这不就见外了吗 张大力摆了摆手 这些日子 已经赚了你家不少钱了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千万别和我客气 那都是 你种草药的工钱 是你应得的 一码归一码 张大哥也别太客气了 两人研究着 要做多大的一张床 一旁的长安突然开口 沈娘 要不让二叔和你睡吧 我和哥哥们挤一挤就好了 叶欣然看着他心中无比诧异 长安 你为什么不跟沈娘睡了 因为二叔受伤了 需要更好的休息 沈娘的床是最香的 我可以把最香的沈娘让给他 长生和长平看着长安 一脸孩子长大了的欣慰表情 萧怀安也看了看叶欣然 没有说话 只有张大力有些尴尬 他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连忙起声告辞 我明天去砍木头 床的样式等 回来再研究 我先走了 看着张大力匆匆离开的背影 叶欣然说道 你们二叔的腿 现在不方便 睡觉的时候 怕被压倒 这样 你们晚上都去我房间睡 把这个床 留给二叔自己吧 萧怀安看着叶欣然 很想说自己其实不怕被压倒 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几个孩子互相看了看 觉得叶欣然说得很有道理 全都听话地点了点头 晚饭之前 叶欣然趁着大家都没注意 进到空间里面 查看在叶家的收获 有了收藏空间就是爽啊 要是时间够用 他还能装更多东西回来 等他来到三楼 发现自己胡乱装进空间里的东西 竟然自动分门别类的马放在一起 食物和粮食 占据仓库左上的角落 说话笔墨 占据左下的角落 右上是各种礼物 和贵重饰品 右下是锅碗瓢盆 和一些便宜的家具 所有的东西 都排列得整整齐齐 井然有序 完全不需要叶欣然自己动手 这竟然是一个 能够自动收纳的库房 对于不善于整理的叶欣然来说 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从叶家搜刮来的菜品肉类不少 最近都可以不用买菜了 至于那些贵重的东西 有模有样能叫得出来名字的 现在肯定不能动 万一被查到蛛丝马迹 就会惹来麻烦 但是那些金银饰品 却可以动动手脚 用高温把那些饰品给融掉 再弄成小块 就可以当做钱来花 正好可以用这笔钱 先把房子带起来 叶欣然打定主意 心满意足地从空间里退了出来 顺手带了几样菜 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八宝鸭 炒盒菜 蒜香芙蓉茄子 还有冬瓜酿排骨 这几个菜之前都没吃过 孩子们喜欢得很 叶欣然简单吃了两口之后 就端着菜和饭进了肖怀安的房间 他还有一件事 要和肖怀安商量 我昨天去县城 其实是想做一件事 叶欣然边看他吃饭边开口 什么事 肖怀安问 我想要卖药 就是治我脸上伤疤的这种药 叶欣然说着 指了指自己的脸 这个药的效果不需要多说 肖怀安是全都看在眼中的 挺好的 肖怀安点头 想好怎么卖了吗 开店需要钱吗 这是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事 开店花费不少 他手上能动的钱还有一些 若是叶欣然想用 他可以想办法取出来 叶欣然摇了摇头 我不打算开店 开店费用太大 想先在别人的店里代卖 我已经和永乐堂的东家 谈好了合作 永乐堂 肖怀安有些意外 不过听见这个店的名字 他又放下心来 挺好的 想来永乐堂的老板 也不敢坑你 你怎么知道他不敢坑我 他要是敢坑你 我出面帮你教训他 肖怀安一脸淡然 眼尾却是微微翘起 你不反对吗 叶欣然问他 毕竟一个家里女人 要是太能干 男人就会被别人说成是吃软饭的 这么好的计划 我为什么要反对 我说了 永乐堂的老板要是敢坑你 我还可以帮帮忙 叶欣然对肖怀安的态度 很是满意 还好 一百两的价格 给他六两银子的提成 这个分配是我提出来的 他也同意了 叶欣然把自己的计划 与肖怀安说了一遍 这种合作的方式很特别 李默竟然同意了 肖怀安更是意外 不过 六两银子的提点 似乎高了点 这个永乐堂的东家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要白得六两银子 要我说 给他二两足够 二两 他会同意吗 叶欣然皱了皱眉头 没有可观的利润 别人不会愿意冒险的 肖怀安却给了他一个心安的眼神 等下次见面 我来和他说 好 叶欣然高兴地点了点头 他起身收拾碗筷 然后说道 不过你的腿要想站起来 最少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这已经算是好得比较快的了 毕竟关系到后半生 你还是别着急了 叶欣然说完要走 肖怀安却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 你 真的不考虑和我睡一个房间吗 他眼中带着一点西剂 毕竟两个人已经成亲 在山上的时候 他们明明已经那么亲近了 还是不了 叶欣然摇了摇头 我不想自己动 自己 动 呢 肖怀安愣了一下 等想明白之后 瞬间实话 在当场 连手都忘记了松开 夫君 我要去厨房收拾一下了 叶欣然示意他松开手 肖怀安这才惊觉 自己失了态 松开了握住的衣袖 叶欣然走出房间 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现在知道后悔了 谁让你当初说自己的不行的 自己种下的苦果 必须自己吃完 当天晚上 三个孩子都留在了叶欣然的房间 他让三个孩子都睡在床上 自己在地上打地铺 却趁着他们都睡着了之后 进入空间 睡了个天昏地暗 唯一的问题是 第二天早上 他要早起 要在三个孩子都醒来之前先起床 第二天 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 张大力起早干完了田里的活 就拿了斧子去山上砍树 叶欣然却来到李正家里 和他商议买地盖房的事情 盖房子啊 这可是大事 你们一家五口人 要是考虑到将来三个孩子取亲的话 最少得盖五间房 李正帮他算了算 既然盖房子 那就一步到位 我想要个大一点的庭院 堂屋大一点 房间也大一点 三个孩子一人一间房 加上一间主人房 还要再背上两间客房 前面的院子里种几棵果树 架上的鞦韆 再有个下棋和看书的地方 后院要有专门的厨房 玉房 再加上两间茅房 还得有专门养鸡鸭的地方 和种菜的地方 叶欣然大概描述了一下 自己心中想要的样子 然后问李正 李正叔觉得 村子里哪块地比较合适 要这么多间房子 那地方小了可不够用 李正心中盘算了一下 东山脚下的那块荒地 我看就挺合适 不过那块地的面积可不小 有五十多亩 而且前后都没有人家 你们自己住在那里 是不是偏了点 偏僻不是问题 我看那里挺好的 后面不正好是东山吗 以后上山采药 也方便了许多 叶欣然道 李正点头 方便是方便 你们住在山脚下 想要上山 就得路过你家门口 还省得人去看守了 我先带你过去看看 你若是相中了 我们再考虑别的 东山的那块荒地 叶欣然有印象 只是以前没好好看过 这次随着李正来看之后 才发现 这里前面不远处是河道 后面背靠大山 倒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而且 这里土质夯实 不是那种松软的沙土地 还挺适合盖房子的 就选这里吧 叶欣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再看看别处了 李正询问 不看了 叶欣然回答 那行 李正从怀里 逃出了自己的小本本 这块荒地 是村子里的列等地 给你算便宜点 就按六千银子一亩 全算下来差不多要三十多两银子 你看可还行 行 叶欣然点头同意 三十多两 比他买山的价格便宜了不少 那我一会儿就带人去账量 量完之后算下价格 给你出个文书 要是没问题 明天我就带着文书去县城给你盖个印 这块地就是你的了 有了上次买山的经验 这套流程 叶欣然已经熟悉了 李正书给做主就行 您量好了 告诉我多少银子 说到银子 李正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当初说好了那麋鹿山的收入 有你的一半 不过现在还不能分给你 你不会怪我吧 叶欣然笑笑 又没有多少收入 我怪您干什么 哎 谁说没有多少收入的 我这个月就收了快三十两银子了 李正得意洋洋的说 怎么这么多 叶欣然也没想到 还不都是靠了你 李正说 上次那个东沟村想要挖渠 结果村民一个比一个懒 那赵福生倒也会想办法 又联系了他们旁边的槐花村 两个村子开一条渠下来 下来之后 再把水分成两半 引到各自的村子里 两个村子用水 那我肯定得收两份的钱 后来 附近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都愿意花钱从山上饮水 最有钱的是野猪沟村 他们花了五两银子 说啥都要自己在山上单独开个渠 就这样一个加一个的 我就收了这些钱了 叶欣然听得心里高兴 想不到这钱回收的还挺快 照这个速度 再有两个月 李正就能收回来一百两银子 就算每年只有三个月能收到钱 三年后 也能把欠县令的钱给还上了 等我把县令的钱还上之后 一定费一半的收成给你 李正说 这事还得好几年呢 我不着急 叶欣然说 不着急好 不着急好 李正看着那一块荒地 我一看 你就是个有本事的 你跟咱们村子里的人不一样 和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一样 我也说不出来 到底哪不一样 反正啊 你想干什么就去干 在你李正说的地盘上 我肯定不能让你受魁 多谢李正说 叶欣然连连道谢 那就走吧 我这就回去叫人去 李正回村里叫人来凉地 叶欣然就先行回家等着 还没到家门口 就看见一辆马车停在门边 不知道又有什么人来了家里 叶欣然开门进院 发现长安正坐在门口等他 看见叶欣然 小家伙马上就迎了上来 屎娘 家里来客人了 来的是什么客人 叶欣然问 我也不认识 但是二叔见到他以后 把我们都赶出房间了 让我们在外面玩 看来是个挺重要的客人 叶欣然说着 往萧淮安的房间走去 不管是什么人 既然能来家里 叶欣然觉得自己 没有回避的必要 身为女主人 他还应该去打个招呼 他敲开萧淮安房间的门 下一瞬 叶欣然和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 竟然是他 他 坐在屋里的 正是永乐堂的东家李默 李默看着叶欣然 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指着眼前的女人 有些语无伦次 怀安 这 这就是你的那个媳妇 这 也太巧了吧 相比而言 叶欣然就要镇定得多 他知道萧淮安 经常去永乐堂抓药 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 他和永乐堂的东家 是认识的 李老板 好巧 叶欣然打着招呼 李默也稳定心神 站起来打招呼 嫂子 别客气 以后 教我李默就行 说完话 李默又看向萧淮安 满眼都是埋怨之色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刚才你怎么不说 害得我像个傻子一样 还一直在向你推荐 我遇到的女神医 萧淮安挑了挑眉梢 露出一抹嘲讽 早点说 从你进门之后 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李默这才想起 原来刚才他进门之后 一直在向萧淮安 推荐他无意中发现的女神医 怕萧淮安拒绝 他甚至用了两个钟的时间 来描述这个女神医缝合的手法 是多么的精湛 与他见过的所有大夫都不一样 既然你们是一家人 那有些事情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李默看了看萧淮安的腿 又看了看叶欣然 后知后觉的道 你这腿 不会是 已经治过了吧 萧淮安一脸冷漠 你说呢 李默没有理他 直接转向叶欣然 那他这个腿有救吗 能治好吗 李默很是兴奋 要不是因为叶欣然是女的 他甚至想把对方抱起来 让他赶紧回答自己的问题 叶欣然看了看 萧淮安被包裹的 严实的双腿 说道 应该没问题 他好了 李默两掌相机 我就说 你是我见过的 医术最邪门的大夫 没准就有办法能治好 那你还挺有眼光的 对于这句赞赏 萧淮安听的倒还挺顺儿 等你的腿恢复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 李默想到了什么 话说一半 看清萧淮安冰冷的眼神 他又立刻闭了嘴 也不知道 你这腿能不能恢复到原来一样 嫂子 这期间需要什么药材 你尽管开口 只要我那里有的 我一定给你送过来 谢谢李老板 怀安这腿 暂时还用不到什么药材 不过 如果你的药铺能收到冰铃花 我倒是能用得上 冰铃花 行医这么多年 李默还真没听过这个名字 叶欣染从空间拿出一朵 尚且完整的花枝 给李默看 李默立刻将花枝的样子 系了下来 我回去之后 就让人收集 我们药部在南北两方都有分店 等收集到了 立刻给嫂子送过来 一定要新鲜的花枝才可以 若是路途遥远 但是量大的 你可以帮我记下来 我找时间亲自去一趟 叶欣染说 有了李默这层关系 叶欣染觉得自己的生意 又能做大一点了 见两人说完的话 萧怀安又提起了另外一件事 听夫人说 你和他谈的生意 一百两银子的药 你要抽六两银子 他看向李默 李默一脸疑惑地看向萧怀安 是啊 听你的意思 你是觉得多了 才六两啊大哥 要不是看在嫂子医术高超的份上 当初这门生意 我是不会接的 你若是不接 那是你的损失 萧怀安说 这药高你既没有配方 也不需要制作 白白得了六两银子 还不够多吗 什么叫白白得了六两银子 我那可是 用我店铺的名声在做宝 我永乐堂的名声 就不值钱吗 李默不服气 比起顺一堂 还是差远了 萧怀安挑了挑眉 萧怀安 李默激动起来 你要是敢跟顺一堂合作 我们两个就绝交你听见没 不合作也可以 你把提点再往下降一降 你这个人可真是 李默已经猜到了萧怀安的目的 听他亲口说出来 还是气得要命 这个药膏一旦上市 很快就会提高永乐堂的名声 这样的好处 以后很难遇到 你以前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李默觉得 萧怀安现在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见色忘义 有了媳妇就忘了朋友 现在关心也不晚 萧怀安淡淡地说 他也不是一定要压李默的架 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叶欣染身边的人来说 看着他脸上的伤疤 一天一个样 每天以极快的速度在恢复 他知道 这个药膏 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一旦被人发现 那些爱美的人 将会把这个药膏 凤若至宝 李默虽然不情不愿 但到底是习惯了听从萧怀安的安排 最后只能降低了自己的体点 从六两银子 降到了三两银子 嫂子 你这个药膏除了我之外 可就不能再给别人卖了 李默毕竟是生意人 放心 我也没有这个打算 不过有件好事 我要提前和你们说一下 他又想起了一件 让人高兴的事情 这几天 已经有好几个人和我打听 这个血缘膏的事了 那你是怎么回的 叶欣染临时在街上宣传 事后是想和店里通个气的 只是没想到 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这件事就被耽搁了下来 我告诉他们 都卖完了呀 这个东西十分难得 下一批还要很久才能到 到的时候 店里会贴出告示通知大家 不错 叶欣染对他的处理很是满意 看得出来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期望很高 叶欣染说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销量 李默也满怀期待 三天后 叶欣染去县城看烧制的陶罐 对烧出来的样品十分满意 那就按照之前说好的 先做一百个吧 一百个就是五两银子 按照规矩 客观需要留下三两银子的定钱 我们才能烧制 好 叶欣染留下定钱之后 又去城里的石材铺子 挑选盖房子用的石材 村里的房子大部分用的都是土砖 这样的砖可以自己做 能省一部分钱 但是缺点就是不结实 容易倒塌 叶欣染想想 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还是决定花穴本盖个好一点的 青砖石材也有好有坏 同样是两尺长 一尺宽的青砖 材质好一点的要八文钱一块 材质差的只要三文钱一块 叶欣染决定买便宜的 李正邦叶欣染算过 他那么多的房间 需要差不多八千块的青砖 光是青砖这一项 就得二十四两银子 虽然不少 但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他与商家订好了数量 交了一两银子的订钱 其余的钱 在送货后再支付 等这些事情都忙完 已经差不多到了晌午 叶欣染找了个街边的摊位 要了一壶茶水 又要了一碗祭司面 打算随便吃一口再回家 面刚上来 他就被隔壁的聊天给吸引了 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城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事 什么事 据说那夜园外家里 大白天的 屋子里的东西 凭空就消失了 那刑弃的贼人 连个脚印都没有留下 和府上下 没一个人看见那盗贼的影子 你们说 奇不奇怪 人只要走路 就会有脚印 怎么可能连脚印都没有 同桌的时刻嗤之以鼻 真的没有 据说啊 那个夜园外 第二天就去寺庙里祈福了 说是自己冲撞了什么东西 瞎胡说 就算是冲撞了东西 那也应该晚上出来 那玩意儿 哪有大白天就出来作乱的 说的就是呢 哎 我可是听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另外一桌的时刻 听见这边的热闹 也凑了过去 你听说什么了 我听说啊 那夜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被什么贼人给偷走了 是夜园外的老婆 在外面有了人 勾结外面的人 把府里的东西都给搬空了 真的假的 几个人目瞪口呆 一个被窝睡了这么多年 还能干出这种事 真的 夜园外的夫人邹氏 现在还在县衙关着呢 你们说 要是没她什么事 那官差抓她干什么 那倒是 那这婆娘 胆子 可真够大的了 夫妻本为同龄鸟 大男临头个自飞 这夜园外也是个倒霉的 怎么娶了这个婆娘 别说了 都是面 叶欣然一边吃着面条 一边听这些人说话 心中也有些诧异 邹氏竟然到现在也没放出来 难道叶大成真的怀疑 是他干的 叶府 叶大成对邹氏的不满是有 但是后来他冷静地想了一下 又觉得邹氏干不出来 这里应外合搬空员外府的事 女儿马上就要嫁进县令家里 儿子又在书院读书 准备考取公民 他就算是不看自己的面子 也要为这一双儿女着想 不过 邹氏竟来的胆子太大了 竟然敢背着自己 把叶欣然绑到家里来 叶大成决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 以后不管什么事情 都不能自己随便拿主意 所以他没有急着去接邹氏 打算让他吃两天苦 常常记性 而叶欣尧 因为自己的嫁妆和私房钱 全都被搬空了 这几天忧思过度 天天躺在床上抹眼泪 根本就想不起来 自己的娘还在牢狱里面受苦 可怜邹氏日盼夜盼 始终没有盼到一个家人来看他 他还以为是县老爷定了自己的罪 不允许家里人来探望 吓得他晚上不敢睡觉 一直盯着牢房的房顶 等三天后叶大成来接他的时候 邹氏竟然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不过 这些都是叶家的事情 外人并不知晓 叶欣然只想着 生意能够尽快开张 他拿了定制的桃罐后 找到无人之处 装了一罐药膏 然后送到了永乐堂 李末十分客气 亲自出来迎接 弄得李乔莫名其妙 还以为自己的老板赚了心 萧大哥说的话 我从来都不会怀疑 既然他都说 这个药膏好用 那我永乐堂就可以放心地 大胆地把整个药膏推出去 嫂子你放心 只要你把药膏送来 就安心等着收银子吧 本来我打算先在你这里寄放十罐 等十罐卖了之后 再送货过来 既然有这层关系在 那我下次生产好五十罐 就直接送过来了 叶欣然说 没问题 我一定收拾出来一个显眼的地方 来摆放我们的血盐膏 临到要出货的时候 叶欣然忽然有些紧张起来 本来法因福利的东西 不需要看管 可叶欣然这几天觉都不睡 天天晚上在实验室里 等待成品出来 好在在这个过程中 护欣宁的成品被做了出来 叶欣然把本来很苦的药汁液 浓缩成了小药丸 又在药丸的外面 包裹了一层糖浆 她把护欣宁 装在一个大罐子里 交给长安 长安 这是沈娘给你做的药 你要记得 每天早晚都吃一粒 不可以偷偷多吃 谢谢沈娘 我记住了 一定不会多吃 对于叶欣然给的东西 孩子向来是来者不拒 她伸出舌头 舔了舔药丸 沈娘 这药居然是甜的 只有一层是甜的 里面是苦刀 叶欣然提醒她 不过长安还是贪图糖衣的甜味 她把药丸放进嘴里 迟迟都不肯咽下去 直到品尝到刺激的苦味 她这才灌了一大口水 把药丸吞了下去 好苦 长安的小脸缩成了一团 已经告诉过你了 真的很苦的 叶欣然说 我知道了沈娘 下次不敢了 长安赶紧认错 又过了三天 叶欣然去县城 把桃冠取了回来 等她做好了晚饭 端来和肖怀安一起吃饭的时候 发现肖怀安已经从床上坐到了床边 跃跃欲试的 想要站起来 叶欣然见状赶紧阻止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现在还没到时间 欲速则不达 见叶欣然面有韵色 肖怀安有些愧疚 我只是想要下地给你帮帮忙 你最近太累了 叶欣然一边放下碗筷 一边扶着肖怀安又坐回了床里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 但是以后日子还长 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真的不急在这一时 而且家里的事情 长生他们都能给我帮忙 做药的事情 你就是想帮 也帮不上 现在你养好身体 就已经是给我最大的帮助了 肖怀安叹了口气 就算是腿刚瘸的时候 他都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希望自己的腿赶紧好起来 叶欣然准备了三天的时间 终于把所有的药 都装进了药罐里 小药罐做得十分精致 把罐子填满 里面正好能装二百克的量 工匠在烧制的时候 留一个小空隙 等装满药 盖上盖子 空隙里的残留的空气 会让盖子有了天然的吸附力 这样一来 如果不用力拔 盖子是不会打开的 叶欣然把五十个小罐子 整整齐齐的码放在贝楼里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坐牛车去了永乐堂 嫂子 我们不用选个黄道吉日 再开始卖这个药膏吗 李末一边让人把罐子摆在柜台里 一边问道 不用选了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叶欣然道 那时辰呢 等他们摆好了 就是最好的时辰 听完这句 李末才知道 叶欣然是真的不在意 回头看见李末无语的表情 叶欣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用紧张 我对我的东西有信心 叶欣然的自信不是靠玄学 而是这药膏的效果 切切实实 是经过了他那个年代几千人验证的 药膏摆上没多久 就有人来店里询问了 来人是怡红院的丫头小翠 掌柜的 上次说的那个血盐膏 到底来货了没有 来了 来了 这不刚摆上吗 李乔朝着两人眨了眨眼 是一生一来了 快拿来我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药膏 被吹得这么喧呼 给 掌柜的随手 从下面拿出了一瓶 这么小一瓶 就要卖一百两的银子 小翠一脸的惊讶 这养颜膏的食物 离他想象的 差得太远了 虽然是小小的一瓶 但是他的效果好啊 李乔赶紧说 这种药膏再精而不再多 一百盒胭脂 也顶不上这一关的效果 你说是吧 效果都是别人说的 我又没有亲眼见识到 小翠有些犹豫 虽然他只是个跑腿的 但是姑娘的钱也是钱 不能扔进水里 连个响也听不到 叶欣然察觉到了他的犹豫 立刻走上前去说道 这位姑娘 你是要自己用 还是给别人用的 是给我家姑娘用的 小翠说 方便说一下 你家姑娘 是要用这个药膏来治什么吗 多大的伤疤 伤了多久 有些事情是隐私 所以 他尽量问得模糊一点 是在手腕上的一个伤疤 是姑娘年少时留下的 伤疤大概有这么长 小翠在手腕上笔划了一下 这种伤疤的话 涂上药膏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叶欣然估算了一下说 每天睡觉的时候涂抹 白天若是方便 可以再涂一层 若是不方便 就可以不涂 真的能好吗 听完叶欣然的讲解 小翠又相信了几分 因为他问的详细 又说出了用法和时间 比李乔刚才那种空口的保证 可信多了 真的能好 我脸上之前的伤疤 比这还严重 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叶欣然指着自己的脸 给小翠看 小翠看着他那雪白滑嫩的脸蛋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有些不好意思 那我就帮姑娘买一罐吧 小翠掏出了银票 这些年 三姑娘试了很多种方法 加在一起 花掉的银子 也有好几百两了 虽然都不管用 可三姑娘并不死心 每听说一种新药 她都想试一试 希望这次的药能有用 要不是顺一堂的药膏 买不到 我一定劝小姐 攒钱买顺一堂的了 小翠小生嘟囔 回去把用法交给你们姑娘 敷药之前 可以先用温水敷一下伤疤 这样吸收的能更快一些 叶欣然没理会她说的话 而是又嘱咐了一下 直到小翠离开 李末才舒了一口气 这个药膏 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其实讲究并不多 李大夫只是对药膏不熟悉而已 我详细地给李大夫讲一下 您记住就行了 叶欣然说着 把药膏的用法用量 以及多大的伤口 对应恢复的大致时间 全都仔仔细细地给讲了一遍 李乔听得频频点头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我现在越发觉得我们这个药膏厉害了 刚才 那个客人说的顺一堂的药膏 是怎么回事 叶欣然问 说到这个 李末又哼了一下 顺一堂那个药膏 就是个噱头 普通老百姓连剑都见不到 却偏偏相信传言是真的 什么药膏这么神奇 叶欣然也来了兴致 传说可以去俯生机 但实际用处 就是能够驱除陈旧性的疤痕 和我们的血盐膏差不多 但是嫂子 你这一做 就做出来五十罐 可那个顺一堂的预计膏 一年才做五瓶 只有达官贵人提前预定 才买得到 顺一堂靠着这个 笼络了不少关系呢 一年才做五瓶 那一瓶要卖多少钱 叶欣然问 李末伸出一根手指 不愤的说 一百两 黄金 一百两 黄金 饶氏叶欣然有了心理准备 还是被价格给惊到了 他们凭什么卖这么贵 据说 药膏里面有血帘 人参 麒麟血等各种珍惜名贵的药材 特别是那个麒麟血 每年只能取一滴 所以只能生产出来五瓶 李末一方面对那个玉姬膏嗤之以鼻 一方面又对相关的事情如数家珍 看他那个样子 就差把羡慕两个字写在头顶了 一百两黄金 这个生意听起来不错 我们把他们的生意给抢了吧 叶欣然淡淡地开口 李末先是震惊 接而狂喜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们顺一堂的玉姬膏 再有名算什么 只要我们的血盐膏打出名声 早晚把他比下来 他看着叶欣然一脸激动 嫂子 之前是我狭隘了 我竟然还嫌弃我们的血盐膏卖的贵 我们的血盐膏 可是能与顺一堂的玉姬膏相媲美的呀 只要能把他比下来 嫂子 我愿意一分钱都不赚 你和顺一堂有仇 叶欣然问 当然有 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永乐堂做大做强 把顺一堂踩在脚下 对 踩他压的 李乔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叶欣然看着两人的样子 有些好笑 既如此 那就好好卖我们的血盐膏吧 分成我还找原来说好的给 嗯嗯 李乔点头 没问题 看我的吧 他们把告示贴了出去 宣告血盐膏已经正式开售 李乔摩拳擦掌 心中默念叶欣然刚刚交给的内容 打算在客人来了之后大展身手 随之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他们等了半天 一个来买的客人都没有 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不是有好多人来问价格吗 怎么今天货到了 反而没人了 李乔不解 李莫也眉头紧皱 难道是因为县城太小 凑热闹的人多 而实际需要的人不多 叶欣然 那就得想办法让我们这个药膏有名气 一旦卖出名气 别的县城的人也会过来买的 可是 都没人用 怎么卖出名声 李乔又低头看了一下药膏 没人用 就打不出名声 打不出名声 就更没人肯用了 他抬头看着叶欣然 死循环啊 这是 万事开头难 我有心理准备 叶欣然道 血烟膏无人问津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不过店里来问的人没有几个 外面看热闹的可是不少 大家围着红指指点点 讨论着这药膏到底行不行 永乐堂的信誉倒是挺好的 可这玩意卖得这么贵 万一真的没效果 那可怎么办 说的就是啊 要是一两二两的 我还能买来试试 这也太贵了 人家顺一堂玉姬膏比这贵多了 还供不应求呢 那能一样吗 玉姬膏可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这血烟膏能有吗 叶欣然听见大家的议论 从店里走了出来 各位 你们说的玉姬膏我没见到 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们店里的血烟膏 绝对能够把每个人身上的疤痕去掉 说是这么说 之前还传说的那个女子脸上疤痕消失的事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叶欣然道 因为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女子 你 你这脸上也不像是有疤痕的样子 就是 反正你脸上现在什么都没有 之前的事 还不是随便你怎么说 你们想亲眼看看吗 叶欣然环视一圈 好多人点头称是 他又接着说道 那好 明天 有谁想免费去除疤痕的 可以来我们店里报名 我们将在所有报名的人里面 挑选一个最合适的 让他每天用药 将用药的效果给大家看 免费用药 这个好 我要报名 我也要报名 你们可别瞎报名了 别到时候再毁容了 就是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到时候用坏了 人家在说 是你自己想用的 也没收你钱 看你怎么办 那应该不能吧 人家要靠着这个赚钱呢 怎么可能砸了自己的饭碗 哎 谁知道呢 反正我不是 大家分分散去 到了第二天 叶兴染早早地来到了铺子里 店铺门前果然排起了长队 我想试试可以吗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问道 她的手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 看样子已经有些年月 叶兴染刚要回答 后面一个绑大腰圆的妇人挤上来道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来是这个做什么 别浪费这机会了 还是把机会让给我吧 她将老妇人挤到一边 又接着道 店家 我想试药 不过咱们先说好了 给我是坏了可不行 我这脸就算是不治 看着也挺美的 叶兴染朝她脸上看去 看见她眉毛上面 有一个月牙形状的小伤疤 你的伤疤太小了 不符合要求 叶兴染直接拒绝 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 不是伤疤太小了 就是伤疤的位置隐蔽 一时间竟然没有太合适的 要不就从这里随便选一个吧 李默看着乌乌泱泱的人群提议 再等等 叶兴染说 又过了会儿 店外走进来了一个妇人 她身后跟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胆子很小 脸上还附着一层青纱 店家 我家姑娘想试试你这个药 你看可以吗 叶兴染看着小姑娘 小姑娘眉眼弯弯 看着是个漂亮的 她怎么了 都怪我 小时候没看住 在外面玩的时候 脸被树枝给刮伤了 妇人说着 要去截小姑娘脸上的面纱 小姑娘却转身避开了 叶兴染道 她的年纪符合要求 只是我们这次用药 需要每天给客人展示 伤疤恢复的效果 她这样怕人看 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 妇人有些急了 桃花 你把你的脸 给这掌柜的看看 万一被选上了 你以后就不用蒙着面纱见人了 你躲什么啊 妇人说得又快又急 小姑娘直捂着脸 不停摇头 叶兴染仰手示意 妇人闭嘴 然后用双手扶住小姑娘的肩膀 我的脸上 以前也有一块伤疤 你想像我一样 把脸治好吗 小姑娘看着叶兴染 眼中充满稀迹 小声问 我的脸真的能治好吗 那你要先让我看看 你的伤疤什么样 叶兴染说 小女孩低下头 由于片刻后 她抬起头来 我想试一试 她说着 伸手解开自己的面纱 她果然很漂亮 水汪汪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只是从脸到脖子 有一条又红又长的伤疤 就像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 趴在了女孩的脸上 叶兴染看见她脸上的伤疤 也是吃了一惊 听孩子母亲的描述 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我的脸 能治好吗 女孩捏着自己的面纱 十分紧张 只要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治好 叶兴染按住她瘦弱的肩膀 你愿意相信我吗 谢 女孩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不过 我对你也有要求 叶兴染又说 虽然我可以帮你治脸 但是我需要你用你现在的这张脸 去面对别人的目光 我要让你的脸 在大家的注视下 慢慢地恢复 你受得了吗 我 女孩有一丝犹豫 她害怕别人的目光 因为别人看见她的脸之后 会指指点点 骂她丑八怪 可这个血盐膏这么贵 要一百两银子一贯 她爹娘一辈子都赚不来这么多的钱 如果她不抓住这次的机会 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 想到这里 女儿依然朝着叶兴染点了点头 我不怕 那就好 女孩的条件 还有伤疤的大小 在众多待选的人里 确实是最好的 叶兴染最后定下了她 再次与女孩确认之后 叶兴染拉着她的手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女孩的这种伤疤 属于成年的旧疤 面积大 窗口深 在所有的伤疤里 属于最不好恢复的那种 人群中立刻意论纷纷 这么大的伤疤 好丑啊 我要是有这么大的伤疤 真的没脸见人了 这样的都能治好 那我都不是更容易了 面对各种疑问 叶兴染再次开口 我们就以一个月的时间为限 一个月之后 我一定能还她一张细嫩无暇的脸 一个月就能好 这也太快了 她的钥匙能治好 我也买来用 贵点就贵点 这不比顺一堂的便宜多了 顺一堂的你也买不到吧 这玩意儿能和顺一堂的比 做梦 女孩在众人的目光下 瑟瑟发抖 她很想转身逃跑 可是想到叶兴染对自己的保证 她又强掐着自己的手心 让自己留下来 今天就先这样吧 感谢大家对我们雪岩糕的支持和关心 这次我们就选桃花 做我们的幸运客人 大家若是对雪岩糕的效果感兴趣的 可以每天上午开店之后 来我们店里 看一下桃花恢复的情况 说着 叶兴染示意 桃花可以跟自己 一起回后堂了 看着两人背影 李乔对李莫道 东家 我怎么感觉 咱们这里 现在不像是一管 那像什么 李莫也觉得怪怪的 像 李乔想了半天 然后一拍脑壳 像不像是街头卖一堂 卖什么夜 我看你像卖一堂 我们这可是 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说完 李莫甩手去了后面 后堂 叶兴染将药膏涂抹在女孩的脸上 一边涂抹 一边告诉她使用的方法 交完之后 叶兴染叮嘱她道 这段时间 你每天早上都要准时来店里 让大家看到你脸上伤疤的变化 我每天给你的药 只够你用一个晚上的 第二天的药 必须第二天来取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束 女孩点头 现在的叶兴染 就是她的救星 她怎么说 她就怎么做 送走女孩后 叶兴染也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李莫等在门口 直到她出来了 才凑上前道 嫂子 你这个方法太好了 你这都是和谁学的 身为这个店的东家 李莫这一天的心情 也可以说是起起伏伏 她没想到 叶兴染会想出这样的方法 更不敢相信 她会有这样的魄力 一百两银子的药膏 说送人就送人了 不像是她这种出身的人 能做出来的事 学吗 倒也没怎么学 可能是以前耳濡目染多了吧 叶兴染想到了 以前看过的广告 不过 要想快点打出名气 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嫂子英明 我现在觉得 你比肖哥还要厉害 以后你就取代 肖哥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少评吧 叶兴染笑了笑 你们看好店 我要去木齐行取拐杖 嫂子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店的 李莫答的顺口 说完之后才想起来 不对啊 我才是这家店的老板 叶兴染去了县城最大的木齐行 拐杖是之前就订好的 上次她还看中了一组柜子 今天正好去和老板订下来 正在她检查拐杖质量的时候 叶兴尧从外面走了进来 叶兴尧面有玉瑟 进了店 从怀里掏出一个单子 小二 我的那套箱子不要了 你给我退一下吧 事业大小姐啊 你那套箱子都已经做好了 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掌柜的忙赢了上去 我不想要了 不行吗 面对老板的询问 叶兴尧很是不耐烦 如果你真的不打算要 那也只能退一半的钱给你 掌柜也不再废话 退一半 凭什么退一半 这箱子可都是新的 连你们店门都没出呢 叶兴尧提高了嗓门 叶小姐 这箱子的款式和尺寸 都是按照你喜好的样子来做的 您要是留着 那就是新的 您要是不要 这一转手 可就成二手的了 这箱子虽然是好东西 可别人未必看得上 就算卖 我也得折了价往外卖 你们这是不讲规矩 叶兴尧一听 真的要折钱 立刻急了 叶大小姐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您可以随便出去打听 看到底是你不讲规矩 还是我不讲规矩 你 叶兴尧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要是让别人知道 叶家小姐 连装架中的箱子都卖了 还不知道要怎么编排它 她心中堵着一口恶气 一抬头 却看见叶兴尧正盯着她 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 叶兴尧 你怎么在这里 你连这里的桌腿都买不起 你有什么资格笑我 叶兴尧像以前一样 盛气凌人 还没等叶兴尧开口 掌柜的就连忙挡在叶兴尧面前 一脸不悦 叶小姐 你怎么能这么和我店的贵客说话 就她 贵客 叶兴尧满眼的嫌弃 她还能成为你们的贵客 你们的生意也太差了 掌柜面色严肃 小店的生意 就不劳叶小姐替我们操心了 况且 这位客官买下的柜子 可比叶姑娘 你买的贵多了 什么 叶兴尧瞪大了眼睛 为了装嫁妆 她在这里订了三十六个箱子 足足花了六十两银子 现在掌柜的和她说 叶兴尔比她花的还要多 这怎么可能 叶兴尔家的瘸腿相公 家里还有两个拖油饼 嫁过去的时候 一分嫁妆都没有 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 掌柜的 你竟然和她 和其伙来骗我 无理取闹 掌柜呵斥 生意人也是翻脸无情 叶家的情况 掌柜的有所耳闻 这回叶兴尧来退货 她更是懒得搭理 一心直想 把叶兴尔这单生意给做好 贵客就是贵客 我没必要骗你一个不相干的人 叶兴尔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可叶兴尔却觉得 你骂了她一百句还难受 她可是叶家最受宠的小姐 这个叶兴尔 凭什么爬到自己头上来 这个掌柜 凭什么只招呼叶兴尔 去冷落她 按照她以前的性子 一定会很砸一笔钱 让掌柜的知道 谁才是贵客 可是现在 她急需用钱 爹只顾的铺子里的生意 娘又一直卧床不起 叶兴尔觉得 自己的日子从来都没有 还有叶兴尔 凭什么过得比自己好 叶兴尔一直冷冷地看着她 不得不说 叶兴尔现在这种惨兮兮 又只能忍气吞声的样子 看的人真是舒爽 掌柜的 这人吵得我头疼 这柜子 我是没法选了 要不 我还是改天再来看吧 叶兴尔做事要走 掌柜连忙拦住了她弯腰道歉 又转头 冲着小二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送客 小二看到掌柜的眼神 忙连拉带扯 把叶兴尔赶了出去 见叶兴尔离开 掌柜又满脸陪笑 这位客官 现在没人吵闹了 咱们继续看柜子吧 你看 这种抽拉式的柜子 放在床头 里面可以放一些常用的东西 这样取用起来 也会方便许多 还有这个章目的箱子 用来放衣服再好不过 不仅不用担心虫子 放久了 衣服上还会自带一股香味 你们这除了箱子 有没有那种立室的柜子 可以放衣服 叶兴尔问 立室的柜子 掌柜想了一下 有是有的 不过这种柜子看着大 却放不了多少衣服 衣服放多了 想取的时候又不方便 不如用箱子 这个 我倒是有些办法 叶兴尔说着 让掌柜拿来纸笔 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衣架 柜子里堆放不方便 若是把衣服挂起来 就方便许多了 这个是衣架 掌柜的看着叶兴尔笔下的图 又看看店铺角落横 在那里的巨大衣架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这种是简易的 叶兴尔说 我想把衣服挂在柜子里 这样既容易翻肘 也不会落灰 妙啊 姑娘真是心思巧妙 掌柜的又看看图 赞不绝口 叶兴尔 我想要五个衣柜 再配上一百个这样的衣架 一共需要多少银子 柜子嘛 姑娘若是也用这种张目的 那就二两银子一个 至于衣架吗 掌柜的没做过这个东西 看起来很省材料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做 见掌柜的犹豫 叶兴尔开口道 我也是因为能有这个衣架才买的柜子 掌柜的要不要考虑一下 以后的柜子里面都打一个衡量 再给配上十个衣架 这样也能吸引更多和我一样的人 嗯 有点道理 掌柜点头 至于我这个 因为主意是我出的 你们正好多做几个衣架练练手 这一百个衣架就别收钱了吧 这个 掌柜刚想拒绝 叶兴尔又补充道 以后要是有什么新的点子 我再告诉你 行 掌柜立刻答应下来 他确实觉得叶兴尔刚刚出的是个好主意 一百个衣架而已 还是挺值的 这位客官 那你以后也要经常光顾咱们小店 给我们蓬蓬场呀 好说好说 上次姑娘说家里要七张床 那床什么时候定啊 等房子该好再说吧 叶兴尔急匆匆离开木器行 就带着拐杖去赶车 牛二的车等在那里 就差他一个就能回村了 叶兴尔跳上牛车 大家看着他手中的拐杖十分好奇 叶娘子 这两根棍子是做什么用的 看着还挺精致的 有点像拐杖 不过 我以前见的拐杖跟着不一样 是我让掌柜的在上面包了皮子 这样用起来能舒服一点 叶兴然解释 萧淮安腿上的皮肉已经恢复的差不多 既然他着急下地 那就买一副拐杖 免得他伤了自己 呦 这一看就是费了心思的 看得出来 叶娘子和萧公子感情是真好呀 是啊 你看叶娘子对萧公子这么细心 连拐杖都给买最好的 要是我儿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儿媳妇就好了 叶兴然被夸得红了脸 心里却也有些得意 就是 我这样的媳妇 打着灯笼都不好找 牛车很快到了村口 叶兴然还没下车 李正就在那里喊着 你总算回来了 快下车 快下车 我找你有事呢 叶兴然左右看看 确定李正在叫自己的时候 还有些疑惑 李正说 你叫我 对啊 我不叫你叫谁 李正语气焦急 叶兴然赶紧从车上跳了下来 看向李正道 什么事啊 李正输 好事 李正一脸的兴奋 然后拿起叶兴然的拐杖 去你家里说 叶兴然一头雾水 什么好事 让这个老头这么兴奋 老爷子这会儿 倒也沉得住气了 直到进院之前 他都没吐露一点信息 直到进了院子 李正招呼几个孩子 和他们一起进了萧淮安的房间 房间里没有凳子 孩子进屋就蹲在床边 叶兴然和李正两人则站在一旁 李正亲了亲嗓子开口道 你们猜 今天谁来找我了 猜不到 您就别卖关子了 叶兴然懒懒地答 他在路上都猜半天了 没一个是对的 你不会猜 让其他人猜一下 李正一脸稀奇地看着三个孩子 沈娘不猜 我也不猜 长安摇头 对 我也不猜 长平也跟着摇头 只有长生试探着问道 该不会是书院的人吧 对了 李正伸手拍了拍长生的脑袋 还得是小长生 果然是块读书的料子 书院那边有幸了 叶兴然倒是意外 冷夫人还没有完全好呢 魏夫子就开始张罗这件事了 李正笑眯眯地看着叶兴然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呀 侄女 你配想咱们云边村的祠堂 不了不了 叶兴然连连搬手 我不太讲究这个 你不喜欢 那淮安呢 你们外乡人 进了祠堂 以后就能享受云边的香火 萧怀安 夫人说得对 我们还是不需要了 李正 这可是大好事啊 别人想求都求不到 你们 李正还想劝说 叶兴然赶紧插开话题 那位夫子是怎么说的 让村里的孩子 进他们的书院吗 书院是进不去了 李正被转移了注意力 人家书院里的孩子 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 有底子 咱们村的孩子 除了长生 大字都不是几个 那是怎么说的 叶兴然问 李正笑得见牙不见眼 书院咱们虽然进不去 但是卫夫子给咱们村里 安排一位先生过来 只要我们有能上课的地方 先生随时都可以过来 先生到村里来啊 三个孩子听见这个消息 全都一蹦三尺高 那我是不是也能和大哥 一起读书了 长安歪着头问 对 还有你二哥 一起去 全都一起去 李正挥了挥手 萧怀安静静地听着 看孩子们高兴 他也跟着微笑起来 李正又接着说道 这学堂呢 我打算就先定在祠堂 那里地方大 能坐得下三十多个孩子 就是这夫子来了 该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着和你们商量商量 李正说 我家的房子这么破 夫子总不能住我家里吧 叶兴然指了指房顶 不住你这里 李正摇头 我是想着 把祠堂旁边的那个旧院子 收拾一下 顺便把祠堂房顶的瓦片 也换一下 再加上 还要弄一些客桌 是吧 这都得花钱 我前些日子 刚把收上来的银子 都还给了县令 现在再去找他要 怕他不高兴 看李正那扭捏的样子 叶兴然脱口出 李正说 你就说你用多少钱吧 我还没说 你就看出来了 李正做出惊讶的样子 我算了一下 里外还差十两银子 你能不能先借我 等我收上来银子了 我再还你 这才是他今天的主要目的 本来犹豫了 半天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可是村子现在 唯一有点钱的 就是萧家了 行 我这就去给你拿 叶兴然没有犹豫 立刻硬承下来 李正 侄女 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下来 不用和淮安商量商量 叶兴然一听 自己倒是忽略这个问题了 他看向萧淮安 还没开口 就听萧淮安道 都听夫人的 嗯嗯 好 李正朝着叶兴然会心一笑 偷偷竖起大拇指 他果然没有看错 这萧淮安 看着人高马大的 其实也是个气管炎 叶兴然去房间里 拿了银子 让几个孩子 送李正爷爷回家 他自己则把买来的拐杖 递给了萧淮安 你不是想下地走走吗 这个拐杖给你试试 好 萧淮安早就已经心仰难耐 结果叶兴然的拐杖要下地 可他到底是高估了自己 现在的身体 双脚着地后 就好像是踩在云端 一种血运感直冲脑门 因为受力不均 身子一歪 往地上盗去 小心 叶兴然一直盯着这边 见他差点摔倒 立刻上前 用自己的肩膀挡住男人的身体 可他也高估了自己的力气 萧淮安身材高大 力气都泄掉的时候 真不是他一个小女子能挡得住的 还是萧淮安反应快 他一只手还住叶兴然的腰 借着叶兴然扶来的力气 努力扭转了自己倒下的方向 一回身 两个人就这么齐齐地 倒在了床上 沈娘 我们把李正爷爷送回家了 三个孩子跑回来 到门口就齐齐杀住了脚 长安跑在最后面 没想到两个哥哥会急刹车 他咚的一声 撞在了长平的背上 见两个哥哥都不动 他只好挤着脑袋往里看 怎么了 怎么了 等看清了屋里的情况 长安出声询问 沈娘 二叔 你们这么早就睡了 晚饭还没吃呢 吃什么饭 就知道吃饭 长生一把捂住长安的嘴 拉着长安就往外走 长平跟在后面 嘴里小声念叨 不睡觉 怎么躺床上去了 叶欣然的脸红白参半 一方面是刚才突然摔倒 吓得不轻 另一方面 这暧昧的姿势 怎么会被三个孩子看到 实在是太丢人了 他撑着胳膊 想要站起来 可萧怀安的一条胳膊搭在身上 他根本动不了 孩子们都看着呢 叶欣然推了推萧怀安 可萧怀安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偏偏趴着一动不动 再不动我可就要生气了 叶欣然将手撑在萧怀安的腹部 企图再次起身 谁知身下的男人却吸了一口气 口中低音 疼 疼 我刚刚弄疼你了 叶欣然紧张 赶紧去掀萧怀安的衣服 哪里疼 这里 萧怀安指了指胸口 刚才也没碰到这里啊 叶欣然疑惑 不过 他还是抬手拉开了萧怀安的上衣 露出了他坚实的胸膛 不得不说 萧怀安的肌肉 是有视觉冲击力的 远观的时候 只觉得赏心悦目 如今凑近了看 越发能感觉到 肌肉下面蓬勃的力量 这紧实的肌肉 一定很好摸 手比脑子快 叶欣然还在一想的时候 手就已经上去就摸了一把 摸完之后 叶欣然愣住了 他抬眼去看萧怀安 却见萧怀安眼角 有一丝藏不住的笑意 哪疼 我怎么看不出 哪里受伤了 叶欣然有些窘迫 萧怀安却笑得越发得意 察觉到萧怀安的小心思 叶欣然干脆上下起手 将他的胸膛摸了个遍 片刻后 萧怀安按住叶欣然 一直作乱的手 声音低沉的不像话 娘子 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会一辈子对我好 不会嫌弃我 当然算数 叶欣然脱口而出 那好 我以后乖乖听你的话 萧怀安说得缠绵 他的眼神 让叶欣然想起了 两人澄清当天的情景 也明白了萧怀安此时的意思 你 等你腿好了再说吧 敌进我退 叶欣然直接怂了 这男人 也太不会找时机了 你先把你的腿锻炼好再说 好 萧怀安终于放开了叶欣然 让他站起来 然后在他的搀扶下 自己也站了起来 长久的腿伤 让他在迈开第一步的时候 犹豫了很久 他不怕疼 可是怕再次走路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腿 还是那么的无力 会有一点疼 坚持一下 挺挺就过去了 叶欣然安慰道 萧怀安深呼一口气 坚定地迈出第一只脚 刺骨的疼痛 从脚踝一直蔓延到大腿 但是 能感受到身体对脚腕的控制力 萧怀安快速地迈出了另外一只脚 步伐和速度 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种对身体完全掌控的感觉 真的是久违了 他终于找回了腿伤之前的感觉 娘子 我的腿好了 我的腿真的好了 澄清这么久 萧怀安脸上第一次露出激动的神色 他脱离了叶欣然的搀扶 拱着拐杖在屋子里越走越快 慢点 你慢一点 叶欣然被萧怀安的情绪感染 心中有些激动 却不忘记提醒他 你的腿刚好 还不能剧烈运动 走一会儿就要上床休息 好的 萧怀安嘴上答应着 却在话音落下之后 直接去了院子里 灯 灯 灯 拐杖落地的声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三个孩子又从后院跑过来 围观萧怀安走路 二说 你的腿好了吗 长安关心地问 好了 萧怀安回答 二说 那你以后要一直靠着这两根棍子走路吗 长平不解 好了 为什么还要支这棍子 不用 再过几天就可以把棍子扔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孩子们高声叫着 围着萧怀安转圈圈 这笑声在隔壁那对母子听来 却格外的刺耳 娘 他们笑什么 听这意思 萧怀安的腿是要好了 张婆子 他的腿都伤那么久了 怎么好 可是你听 张大山压低了声音 长安他们在说 二叔的腿要好了 娘 他腿要是好了 咱们之前的计划 是不是就泡汤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 张婆子第一次对儿子有了脾气 要不是你一直畏畏缩缩 没准现在早就得手了 现在可倒好 等萧怀安的腿一好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这事怎么能怨我 你说给我找机会 到现在 我也没见到什么机会 我还不是看你胆子小 两个人互相抱怨 到了最后 张大山一个用力 将张婆子推倒在地 主意是你出的 别什么都推到我身上 张婆子没想到 儿子真的怒了 又连忙站起哄他 都怪我 都怪我 乖儿子 别生气了 娘不再提这件事了 一个叶欣染算什么 咱们能找到更好的 两个人闹得互相无话 与一怨之隔的萧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天 叶欣染早早起床 收拾了自己的药箱 因为今天是之前约好 给冷夫人治疗的日子 她坐着马车来到魏宅 冷夫人的丫鬟 依旧早早等候 等她来到后院的时候 看见冷夫人神采异议 正在往花瓶里插花 叶姑娘 你来了 你看这只牡丹好看吗 冷夫人向她展示 一只紫色的牡丹花 好看 叶欣染点头 冷夫人今天好兴着 身子好了 这精神就跟着好了许多 而且锦衣她们就快来了 我想先把院子里收拾收拾 见叶欣染没有什么反应 冷夫人又赶紧解释道 锦衣 就是我那个不成妻的儿子 还有她表兄长青 也一同过来 长青身子一直不太好 等她来了 若是有机会 还请叶娘子也帮她看一看 好说 叶欣染随着冷夫人来到内室 再次帮冷夫人检查了身体 冷夫人的身体 要比之前预想的好了很多 叶欣染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再吃两次针 吃上两副药 就能全好了 真的 吃药就能好吗 不需要做你之前说的那个切除了 冷夫人有些惊喜 在此之前 她一直有些担心 毕竟叶欣染说过的那种手术 她连听都没听过 不需要了 叶欣染笑着安抚她 夫人身体底子好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条理 脱锤的部分 回去了很多 这种情况 只要多加注意 好好保持就行了 哎呀 真是太好了 冷夫人的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是个有真本事的 要是我姐姐也能来这里就好了 一定让你给姐姐也看看身体 只要你出手 她也一定能好的 等夫人身体好了 可以多邀请亲人过来 叶欣染道 我姐姐看见你也一定喜欢 谁能不喜欢和自己长得相似 又这么有本事的姑娘呢 冷夫人脱了外衣 躺在床上等待失真 这是叶欣染第二次听见冷夫人提起自己和他姐姐长得相似的事了 于是停下手中的动作问道 我和夫人的姐姐 真的有那么像吗 像 真的很像 冷夫人转过头去看她 特别是这一双眼睛 和姐姐年轻的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眼熟得很 夫人这样一说 我都有些好奇了 叶欣染回应 随后将银针稳准狠地刺入穴位 针尾在叶欣染的手下 睁然作响 待冷夫人进入梦乡 叶欣染看着夫人熟睡的脸庞 突然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 世上真的有这么相似的人 冷夫人总说 我和她的姐姐长得很像 难不成这具身体 和冷夫人的姐姐 有什么血缘关系 叶欣染在原主的记忆中搜索 没有搜到任何与冷家有关的信息 不过在邹氏和叶大成的口中 他们在京中有一位贵人 叶家能够有今天 也是得贵人相助 难道那个贵人 是冷家 叶欣染摇了摇头 觉得自己有点异想天开 可这世上 不可思议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万一呢 叶欣染想着 从熟睡的冷夫人头上 拔掉了一根头发 又从自己的头上拔掉一根 趁着冷夫人还在熟睡 叶欣染将两根头发 都放进实验室里 有数据能证实的事情 就不必靠猜测去判断 到底有没有关系 做个DNA对比不就行了 冷夫人不知道 自己睡着之后发生的事情 她睡了半个时辰 醒来之后更是神清气爽 叶姑娘 我刚才做了个梦 梦见你真的是我的外甥女 是姐姐家丢失的孩子 要不是姐姐只生过两个孩子 我都快以为这是真的了 虽然我不是您的外甥女 但是冷夫人对我 比我的亲姻母还要好 叶欣染说道 冷夫人的性格如此好 又有为夫子那一层关系在 无论如何 这大腿叶欣染都报定了 快别这样说 冷夫人已经穿好了衣服 自从认识以来 都是姑娘在帮助我 我什么都没帮到你 姑娘这么说 我心中有愧 怎么没帮到 叶欣染笑 夫人上次特意给我做了衣箱 走的时候 还在里面放了200两的银子 这些我都记在心上了 更何况 当初来给夫人医治 条件就是 为夫子能够让村里的孩子有疏毒 我这算是旅行交易 实在算不上是对夫人好 你这个孩子 冷夫人突然俯伤叶欣染的额头 眼睛里全是温柔的神色 你怎么这么善良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依赖你的医术 这个时候 你哪怕提出点过分的要求 我们也是会答应的 你现在什么都不提 还对我这么关心 我那外甥女 要是能有你半分的心性 我都要去烧高厢了 夫人过奖了 叶欣染将配好的药 从衣箱里拿了出来 这是两个月的药 夫人吃了 这两个月的药 我再来给您诊卖 冷夫人忙问 上次 你给我带的那个血盐膏 还有吗 有啊 叶欣染随手掏出一瓶 问冷夫人 那次那瓶 冷夫人觉得 用着怎么样 怎么样 冷夫人得意地在叶欣染面前转了转头 让她看清自己的脸颊 你看 这脸上的印子全没了 我觉得这脸一天比一天滑嫩 连我家夫子都说我比以前看着更年轻了 我进门第一眼 也觉得年轻了 叶欣染笑 那你怎么不夸我 冷夫人假装生气地问 哦 我知道了 你不说 是不是怕别人以为 你在故意吹嘘你的药膏 这么好的药膏 肯定要说出来啊 我不告诉别人 那是因为 我怕别人把药膏抢没了 我自己 就没得用了 不然 我真的要把整个药膏推荐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叶欣染觉得 冷夫人这副天真的样子最是可爱 便笑着说 别人知道了也没关系 我的药膏还有很多 还打算在永乐堂售卖呢 在永乐堂售卖 那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罐 冷夫人文言来了兴致 一百两银子 我先订五百罐 冷夫人轻飘飘地说出一个数字 五 百 叶欣染不敢相信 不行吗 太多了吗 那我少要一点 一百可以吗 冷夫人和叶欣染商量 不是不行 叶欣染连连摆手 只是没想到 夫人您会要这么多 五百罐 那可是五万两银子 太多了 区区五万两而已 冷夫人笑道 我记得之前和你提过 我娘家很有钱的 提倒是提过 叶欣染说 可是贫穷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她没想到 有钱人的银子是这么花的 现在她也能明白 为什么顺一堂的药膏 能卖到一百两金子一瓶了 因为有钱人 那是真有钱 我和我姐姐 算是出身富商之家 家里没有什么大的本事 但是银子确实是用不完的 嫁人的时候 家里给的嫁妆不少 这些年 铺子租出去 也赚了一些 冷夫人说的轻描淡写 叶欣染 却听得热血沸腾 大腿啊 大粗腿啊 一定要报牢了 万一将来的生意 能和冷夫人家里的生意沾上边 那可就赚大了 夫人若是喜欢 我下次就多送过来一些 不过一下子买五百瓶 确实是太多了 放久了 怕用着效果不好 不如一个月送来食瓶 夫人若是不够用 我再送过来 冷夫人扶掌 那自然是好的 本来也不必你特意来送 不过我想 每个月多见你几次 你要是能来 就更好了 只要家里没事 我会亲自来送的 叶欣染和冷夫人这边正商量着 外面有丫鬟急急跑来禀报 夫人 夫人 少爷和表少爷已经到了 到哪了 冷夫人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刚才少爷的书童来报 少爷离这里只有五里地了 这会儿 她是快到门口了 这孩子 不是说 还有两天才能来吗 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冷夫人也有些慌神 看得出来 是因为儿子到来 而涌上的欢喜 叶欣染见状 立刻起声告辞 她可不想在这里 打扰了人家母子团圆 马车早早地背在那里 叶欣染正准备登上马车 就见路口有两匹骏马 急驰而来 马上的青年一黑一白 军士身姿挺拔 风神骏朗 马鞭高高扬起 骏马如同离弦的剑一样 转瞬极致 白衣少年风度翩翩 温润欲如 黑衣少年先姿欲色 冷淡疏离 好俊俏的两个少年了 叶欣染只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她低头上车 没有注意到 那个身着黑衣的少年 在路过时 转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喻 直到魏宅门口 两人踩了一柱缰绳下马 白衣少年笑着 朝着黑衣少年喊道 掌青哥 你输了 我在最后一刻 超过你了 她得意洋洋地炫耀着 自己的胜利 黑衣少年却并没有理会她 反倒是目光深沉 盯着那辆刚刚离去的马车 看什么呢 白衣少年撞了她一下 我刚才好像看见 上车的是个姑娘 陆掌青沉下了脸 没有理会魏锦妮的话 转头向院子里面走去 冷夫人已经迎了出来 看见黑衣少年 她快走两步上来 抓住少年的手 掌青 你又长高了 娘 她两年前就这么高了 白衣少年随后而来 口中有一丝丝抱怨 她前几年像是拔了结的竹子 一下子就窜得比我高了 你们两个都够高 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快进屋 我让人准备了双星茶 喝一点姐姐薯 冷夫人喜笑颜开 陆掌青向冷夫人施了一礼 乖顺地说道 姨母多年不见 你看这气色好多了 是吧 冷夫人听了这话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也觉得 我现在比之前好看了许多 锦衣 你看呢 娘 魏锦衣伸手抱住母亲 我娘最好看了 永远都是小姑娘 没一句实话 冷夫人称怪地点了点她的额头 然后招呼两个人道 快 进屋吧 外面热 丫鬟把正好的西瓜端上来 两个少年春风得意 随着冷夫人一起进了门 走在后面的陆掌青 进门之前 又回头看了一眼 看见马车已经拐过路口 不见踪影了 两个人一边喝茶 一边说着路上的见闻 冷夫人看着这两个少年人 越看越是喜欢 待他们喝了茶 吃了西瓜 这才开口问道 掌青 你母亲近来可好 还是老样子 陆掌青放下茶碗 面上表情愈加严肃 药方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 只是总不见有什么起色 只是近来虽然懒洋洋的 但总算是不卡写了 也是个好兆头 我之前写信 想让你母亲来我这边小住几日 她总是推托说 身子不爽力 不肯来 那么大的侯府 就算是离了她 家里人也一样该吃饭吃饭 该休息休息 她怎么就不肯 让自己轻松一下呢 姐姐现在在府里 学着帮母亲处理账务之事 有姐姐帮忙 母亲也能轻松一些 陆掌青说 冷夫人听完哼了一声 长雪那个丫头 一向都是只肯听你爹的 如今能帮你母亲处理账务 怕也是听了你爹的吩咐 他们两个 该不会是惦记你娘的嫁状了吧 冷夫人话音刚落 魏锦依旧连忙开口 娘 你说什么呢 冷夫人看了看陆长青的表情 见她还是那样淡淡的 并没有难堪或者愤怒 便叹了口气 你和长雪明明是双生子 可怎么差了那么多 她斤斤计较争强好胜 你就总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说你们两个长得不像也算了 性子也是天差地别 真的是一个随了爹 一个随了娘 还好你还有几分像你娘 要不然我还真替你娘觉得委屈 娘 别说了 刚见面就说这些不高兴了 回头长青哥再也不来了 魏锦依又在一边抱怨母亲 冷夫人的说的事情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谁都不愿意提起来罢了 陆长青和陆长雪 是陆侯爷和夫人唯一的一对子女 可陆侯爷好像并不喜欢陆长青 这些年 她对女儿越发的浇惯 对她这个儿子 却越发不上心 冷夫人看在眼中 每次提起都会抱怨几句 但是别人的家世 到底不好参与太多 陆侯爷对陆长青不太喜欢 对夫人却是极好的 长青的母亲 虽然心中有些不痛快 但是到底是多年的夫妻 有时候见侯爷不高兴 也会责怪长青几句 久而久之 陆长青的性子 便变得阴冷了许多 只有在冷夫人和锦仪面前 才能流露出几分真性情 听出儿子的埋怨 冷夫人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说道 现在正是真子成熟的季节 还有一些山梨野果也都成熟了 你们年轻人腿脚勤快 回头去山上玩的时候 帮我摘一些回来 娘 我们进山也是去打练 谁要帮你摘野果子呀 你让父亲去吧 魏锦仪拒绝 冷夫人不满 你父亲每天都忙着书院的事 再说 我都这个岁数了 想得儿子服怎么了 魏锦仪无奈 行 那我改天和表哥山上 给你摘一些 要是你能爬得动 我们带你一起去 我不能去 叶姑娘说了 我现在的身体不能太过劳累 得好好养着 冷夫人拒绝 叶姑娘 娘 你这是又结识了哪家大小姐 魏锦仪问 什么大小姐 那是给我治病的大夫 冷夫人得意洋洋 女医 是啊 冷夫人看着儿子 你小子不会是瞧不起女大夫吧 我告诉你 叶姑娘不光医术高超 心地善良 而且人长得漂亮 还十分有经商的头脑 只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魏锦仪追问 可惜她已经嫁人了 不然啊 我还真想让她做我的儿媳妇 这可不行 魏锦仪吓得连连白手 娘 你不是说了吗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你不会强迫我娶哪家姑娘的 我又没说非要你娶 冷夫人挟了儿子一眼 再说 就算人家姑娘没有出嫁 也未必看得上你 魏锦仪不服气 那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这姑娘有什么特别的 母子俩相谈不悦 一旁的陆长青突然开口问道 姨母 你说的那个夜姑娘 是不是刚刚离开的那位 你们看到了 冷夫人有些惊喜 没有 只看见一辆马车离开 陆锦仪答 冷夫人 那就对了 夜姑娘刚刚为我诊治完 要不是她坚持离开 我还真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魏锦仪 倒也不必 陆长青 好 说完后 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魏锦仪后知后觉 哦 我就说 你刚才一直盯着那辆马车 你说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 胡说什么 陆长青矢口否认 两人说着说着 闹到一处 一个追着一个 就朝着后院跑去 冷夫人看着他们两个笑闹的身影 宠溺的摇了摇头 长青这孩子难得活泼 长这么大 身边也就锦仪一个聊得来的朋友 过几天 真应该让夜姑娘帮她看看 要是能把长青身上的病治好 那也算是解决了一件姐姐的心事 往后两天 叶欣染还是每天往返于永乐堂和家里 桃花脸上的伤疤已经日渐消退 先是颜色变淡 接着是面积变小 就算是天天来这边看效果的人 也一眼就能看出她脸上的变化 这个药膏 好像真的有些用处 不是好像 是真的有用 你看那个小姑娘脸上的疤痕 都已经小很多了 我第一天来看的时候 好家伙 那个吓人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报告小姐 这个药膏可以买 急什么小姐还没催呢 再等两天看看效果 万一过两天效果没这么好了呢 到时候就是咱们俩办事不力了 两个大户人家的庸人决定再等等看 但有的人已经等不及了 赵云外家的夫人 从一开始就在关注这个血盐膏了 看了五天桃花脸上的变化 宋夫人决定先买一瓶回家 掌柜的 劳烦问一下 血盐膏是只能涂抹在疤痕上吗 如果不小心涂抹到了其他地方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宋夫人身边的丫头 按照主子的意思 要把注意事项都问一遍 没有问题 不管抹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问题 李乔连忙解释道 这个药膏金贵 所以咱们对外只说 能去除疤痕 实际上 这血盐膏的用处多着呢 要是不心疼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这药膏往脸上一涂 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脸都跟包了壳的鸡蛋似的 可滑嫩了 掌柜的 你说得这么清楚 你自己用过吗 人群中有人打去 李乔 这药膏这么珍贵 我这张脸哪里舍得用 再说了 我长这么丑 用了不是浪费吗 说得再脸 你也不丑啊 掌柜的还挺有意思 哈哈哈哈 大家被李乔逗得哈哈笑 在这热闹的气氛中 血盐膏又卖出去了两瓶 叶欣然对李乔很是满意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已经对血盐膏的功效了如指掌 以后 店里售卖的事情 就可以放心交给他来管理了 晚上一结算 今天一共卖出去了七瓶 李乔很是高兴 这才是第七天 一天就能卖出七瓶血盐膏了 若是再过几天 等桃花脸上的伤疤好的差不多了 大家见到效果 他们就能卖出去更多了 等大家都用好了血盐膏 那他们永乐堂 就会随着血盐膏 一起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对象 李乔越想越兴奋 已经开始盘算永乐堂出名以后 要和东家说一说 让东家给自己涨点工钱 另外一边 同一条街中间的顺仪堂内 蔡掌柜把桌子上那瓶普普通通的膏药 拿起来仔细端向 这就是最近风头很盛的血盐膏 是 小二立刻回答 这就是他们传得很神的那个药膏 蔡掌柜再次端向 这罐子 看着倒是一般 小二点头赞同 非常一般 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 竟然敢卖一百两银子 买的人多吗 蔡杰又问 买的人不多 我在的时候 一共也就卖出去了五罐 虽然围着的人多 但那群人都是闲着没事看热闹的 小二赶紧答 五罐 蔡杰吃笑一声 五罐已经不少了 你要知道 咱们顺一堂的玉姬膏 一年也就只能做出五罐 他们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怎么能和咱们顺一堂的玉姬膏比 小二讨好的说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听到有人说 这个血盐膏和咱们玉姬膏的效用一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二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是永乐堂 借着咱们的名称吹嘘呢 他们可真不要脸 蔡杰嘴边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他们不是还选了一个姑娘 天天用药在那里展示效果的吗 这么多天了 看热闹的人就没察觉 他们是吹牛的 这 小二沉默下来 蔡杰追问一句 这两天你每天都去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 小二绞尽脑汁 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措辞 蔡掌柜却不耐烦地催促道 肇实回答 是 小二赶紧道 小的听他们说的 效果还不错 你自己没长眼睛吗 小二瑟瑟发抖 小的看见 那个姑娘脸上的伤疤 比第一天小了不少了 真的有人能够做出来这种又便宜 好用的养盐膏吗 蔡掌柜伸出手指 轻轻地敲击在血盐膏的瓶身之上 片刻后 他把手中的血盐膏扔向店小二 你也去找个脸上有伤疤的人 让他把这瓶药膏用了 我倒要看看 效果是不是和他们展示的一样 小二连忙结果 生怕药膏摔到地上 这可是一百两银子买来的 要是真的摔了 拿他的身子 底都不够用 顺一堂开始偷偷研究血盐膏 永乐堂的人则一心想着 怎么把药膏多卖出一些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东西 已经被人惦记上了 而叶欣染 因为村里修辞堂 正用了牛二的牛车 今天并没有去城里 要不我们自己买辆车吧 早上叶欣染扶着肖怀安锻炼的时候 和他商量道 自己有车 去哪都方便 况且 他们现在做生意了 以后要跑的地方 也许更多 肖怀安的额头上 已经见了汗 他抬手擦了擦汗 然后说道 那就买辆马车吧 马虽然贵一点 但跑得快 叶欣染点头应允 那就马车 等你腿好了 我们一起去挑马 嗯 肖怀安点头 又挪布走了起来 叶欣染则扶着他 充当他的人行拐杖 三个孩子在房檐下 坐成一排 看着两个人亲密无间 眼里都是满意的神色 自从上次他们白天睡觉后 二叔和沈娘的关系更好了 长平感叹 长安纠正 二叔和沈娘 一直都很好 没睡觉之前也很好 是你看不出来 谁说我看不出来 我又不瞎 长平反驳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 长生严肃地开口 你们仔细看二叔的腿 我怎么感觉他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长安和长平 立刻担心地看了过去 长生继续认真道 昨天二叔腿 没有这么瘸 我昨天亲眼看见 他扔了拐杖 自己也能走得很稳 是啊 大哥不说 我还没注意 二叔的腿 好像比昨天严重啊 二叔的腿 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三个孩子死死盯着肖怀安的腿 开始紧张起来 不知道是走得累了 还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倒 肖怀安的身子 突然朝着叶欣染的身上靠过去 小心 叶欣染一句话刚出口 三个孩子已经飞奔来 扶住肖怀安 二叔 你怎么了 二叔 你的腿伤是不是又复发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昨天走得稳啊 昨天你扔了拐杖 还能走啊 孩子们你一眼 我一语 把肖怀安那点牢底 全都给抖了出来 肖怀安耳根发红 生怕叶欣染听出什么问题 而叶欣染 早在孩子们说 昨天走得稳的时候 就已经觉察到不对了 他早上给肖怀安检查 情况明明比昨天好了不少 怎么可能 今天还不如昨天 你们三个是没事做吗 鸡草割了吗 马不扎了吗 书都读过了 肖怀安出声质问 三个孩子一见二叔发火了 立刻一哄而散 我们这就去做 等到院子里只剩下两人的时候 叶欣染推开 还靠在自己身上的肖怀安 抱着肩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怎么 就这么想和我贴贴 肖怀安 想贴也不是不行 先养好你的腿 说完后 叶欣染直接转头 背起贝勒去山上了 肖怀安一个人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 才自嘲地笑了笑 无奈地摇摇头 他现在怎么回事 怎么总是无缘无故地 就想往人家身上靠 心里这么燥热 看来 是该洗个凉水澡了 叶欣染顺着小路 往东山而去 路过祠堂 看见好多人在那里忙活 祠堂的瓦片 已经换得差不多了 新买的桌子椅子 也已经送了过来 堆在外面 见到叶欣染 忙碌的村民们 都放下手中的活 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叶娘子 这是要去山上 叶娘子最近忙得很 倒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叶娘子 咱们村的孩子 终于有学上了 多亏了你啊 叶欣染也停下脚步 学堂的事儿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大热天的 大家都辛苦了 这有什么辛苦的 咱们每天都这么干活 早就习惯了 改天叶娘子家里盖房子 我们也去给帮忙 好 等绣完祠堂 就差不多到我们了 到时候就辛苦大家了 打完招呼 叶欣染便继续往山里走 盖房子的时间 他和李正商量过 七八月份 正是最热的时候 不适合盖房子 最好进入九月份再动工 赶在秋收之前 把房子盖起来 村里的劳动力还都在 故人也方便 这段时间 他就把盖房子 要买的材料都给买好 到时候 也能加快一些速度 心中想着事情 不知不觉的 就来到了山上 天气虽热 可进入山中之后 一种凉爽的感觉 还是扑面而来 去山沟里的路 已经被踩出了一条小道 叶欣染顺着小道往里走去 发现种下的冰灵花都 已经快要铺满了半个山沟 虽然花出的银子 他心里有数 但是亲眼见到这生机盎然的冰灵花 还是让他小小的惊喜了一下 这可都是他的财富呀 这么多的冰灵花 要是放在他原本生活的时代 他们实验室 将成为国内最有钱的实验室 他也会随之跨入富婆的行列 不过现在也不差 一瓶一百两银子 只要冰灵花是一直有 他的血盐膏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靠着这个发家 也是绰绰有余了 叶欣染把所有种下去的冰灵花都 查看了一遍 长得差一点的 都被他收进了实验室 下山的时候 叶欣染老远看见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鬼鬼祟祟跟在他后面 始终没敢靠前 他以为他藏得很隐蔽 不过他那硕大的身形 在一开始就出卖了他 在云边村 还没有一个人 能养得像张大山一样 长得那么矮 吃得那么胖 叶欣染上了心 他快走几步 在静村第一个拐弯处停下来 他要在这里等着张大山 如果他跟上来 就要好好质问一下 他到底想干什么 谁知道叶欣染等了一会儿 并没有看见张大山的身影 他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向后看去 只见张大山并没有进村子 而是从另外一条路走了 这个张大山 鬼鬼祟祟 想要干什么 叶欣染暗倒 叶欣染急忙回家 进门之后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萧淮安 我觉得 那个张大山绝对不是偶然路过 他一定是想到 山上去看什么 或者是一路跟着我过去的 张大山 他还真是死性不改 萧淮安又想到了 那对母子欺负三个孩子的事情 当初放过他们一马 他竟然还敢凑上前来 萧淮安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 他安慰叶欣染道 你别怕 张大山这边我会留心 好 叶欣染稍微放下了心 我现在倒是不怕别的 就是怕他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不过仔细想来 他也没有那个本事 他确实没有那个本事 萧淮安道 最好连那个心思也没有 否则 他会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之后的几天 叶欣染留意起了张大山的动向 张大山倒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也没有再出现跟踪叶欣染的情况 也许是我多虑了 叶欣染说 几天后 萧淮安的腿已经彻底恢复 两人决定先去县城把马车买回来 当萧淮安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惊讶到了 一开始大家只是觉得有什么不对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有人指了指萧淮安的腿 众人这才明白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 萧淮安的瘸腿 竟然好了 腿好之后的萧淮安 更加欲数凌风 气度不凡 之前还偷偷替叶欣染惋惜的妇人 立刻就转变的态度 开始羡慕起来 我当初就说 萧淮安唯一的缺点就是腿瘸 现在腿也好了 在咱们村里 实在是数一数二的好狼 你当初不是还想把女儿嫁给他的 现在后悔了吧 后悔有什么用 咱家姑娘又没有叶娘子这本事 你看俩人现在 狼才女貌的 还是他们两个更般配线 就是 你看看这一对 走在一起多好看 那是男剧女俏 惹眼得很 人家还有钱呢 新房子都要盖起来了 在村民的羡慕的赞叹声中 两人坐上牛车 一起往县城去 到了地方 两人先是到了马行去挑马 掌柜的指着一匹早红马说 二位要是想买马 就买这匹早红马 高大健壮 力气还大 叶欣然看了看 觉得还不错 萧淮安却摇摇头 这马虽然看起来高大 却年岁已高 腿上还有伤 跑不快 最后 萧淮安自己进马场 挑了一匹很精神的马 马的通体都是黑色 唯有额前的一缕棕毛 是白色的 眼睛又圆又亮 看起来十分帅气 叶欣然一看见 便喜欢上了 客观真是好眼烈 这可是我们这里 最好的一匹马了 掌柜的奉承道 他的上一任主人说 这匹马还上过战场呢 这种马都特别的有耐力 还认主 只要他认了你们做主人 不管你把他放到任何地方 他都能自己找到家的 那他怎么没有回去 找他的上一任主人 叶欣然随口问道 这 我们这里关的烟 他当然跑不掉 那我们马回去 他岂不是要跑掉了 我们的银子就白花了 叶欣然有些担心 这 这倒也不是 他都离开上一任主人这么久了 肯定都不记得了 马的记忆没有那么好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 一个月 足够他忘记前面的主人了 萧淮安见叶欣然问得认真 也觉得十分有趣 他看了看马走路的姿势 然后说道 这匹马连马掌都没定过 掌柜的 你和我说 这匹马上不战场 掌柜的没想到 今天竟然遇到董行的了 马没卖出去一匹 却被这夫妻俩对得哑口无言 只好放弃似的说道 行行行 你们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便宜一些吗 五十两 不还价 想要 你们就拉走 五十两 贵吗 叶欣然问萧淮安 萧淮安看了看马 说道 不算贵 那就行 叶欣然捏了捏荷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银票 又对掌柜的说道 你们这里有合适的马车吗 我想顺便再买一辆马车 可以 马车扒两银子 掌柜懒洋洋地答道 看见萧淮安再次点头 叶欣然交出了手里的银票 那就一匹马 一辆马车 掌柜的 你再送我们一些车上的软店 虽然这一单没赚到多少钱 但蚊子腿也是肉 掌柜叫来了小二 带着两人去选了一辆合适的马车 又牵着去给马定了掌 叶欣然选了一个最大的垫子 放在车里 两个人这才赶着马车离开马行 叶欣然本来还想让萧淮安和小二学一学怎么驾车 哪知道萧淮安根本就不用学 他勒紧缰绳 拿起马鞭 好像很熟练一样 直接赶着马车走到了街上 叶欣然看着匆匆而过的街景 壮似无意地问道 原来你还会赶马车啊 嗯 萧淮安只点了点头 然后扬起马鞭 加快速度 将马车赶到了永乐堂 李掌柜看见有马车过来 还以为是又来了客人 直到两人从马车上跳下来 他才惊讶到 您二位今天怎么一起来了 哎 不对 萧公子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了 萧公子 你的腿怎么好了 你的问题是不是太多了 萧淮安面无表情 不打反问 李沫呢 东家在后院 我这就去请 李乔说着就要往后院去 萧淮安摆了摆手 我自己去 说着便带着叶欣然来到了后院 李沫算了一上午的账 两人进来的时候 他正好走到湖边喂鱼 顺便醒醒脑 看见萧淮安走进来 李沫不敢相信的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淮安 你的腿真的好了 你能正常走路了 他快走几步上前 按住萧淮安的胳膊 从上看到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说 嫂子是神医 萧兄的腿 全都是靠了你才能好 叶欣然微笑摇头 示意他太客气了 萧淮安却勾了勾嘴角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叫什么嫂子 叫祖宗 叫 叫什么 李沫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萧淮安好心提醒 你当初不是说 谁要是能治好我的腿 愿意叫他一声祖宗吗 要不今天你就叫一个 去你的吧 李沫一把推开萧淮安 嫂子治好的 这事儿 嫂子说的算 嫂子 你说这声祖宗 我能叫吗 他一脸委屈地看向叶欣然 希望叶欣然 能为自己说句话 哪知道叶欣然却道 都听夫君的 行 你们两个全都是我祖宗 行了吧 李沫心里高兴得很 这声祖宗 他喊得毫无负担 两位祖宗来我这里 可有什么指教 来看看 我家的要卖得怎么样了 叶欣然说 我算是看明白了 合着你们就是 把我当赚钱的工具人士吧 谈好的利益分成 何来的工具人一说 李老板别忘了你得到的好处 萧淮安提醒 李沫这才笑着说道 这两天卖得挺好的 嫂子你这两天没看到 桃花姑娘的脸 现在是越来越好看 那可是咱们店铺的活招牌 大家看见 他恢复的好了 就都想买了试试 挺好的 照着这样下去 五十瓶的血盐膏 也卖不了多久 我得再回去做出来一品 叶欣然说 李沫赶紧附和 嫂子 你做药用帮手吗 要是没有得力的人 我店里的伙计 可以先分出两个给你用 不用 现在这个量 我还不需要别人给我帮忙 叶欣然拒绝 不过李沫也给他提了个醒 看来他需要有一个加工的作坊 不然药膏越来越多 却没有个作药的地方 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行嫂子 店里的药膏还有三十罐 等剩下十罐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送货过来的 好 叶欣然答应下来 眼见着没什么事 叶欣然和肖怀安决定先回去 刚走出店门口 就看见叶欣尧 怒气冲冲而来 叶欣然 你终于来了 我可在这里等了你好几天了 叶欣尧咬牙切齿 话里充满着一股怨气 叶欣然淡然道 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也不必特意来和我打招呼 叶欣尧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说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让子虞哥哥和我退亲的 叶欣然听了这话 倒也有些吃惊 县令家里竟然和叶家退亲了 你的子虞哥哥不是最喜欢你了吗 怎么会和你退婚呢 原来 他不喜欢你啊 叶欣然故意拿叶欣尧以前说过的话来戳他 叶欣尧更是气得血气上涌 叶欣然 你臭不要脸 你都已经嫁人了 还勾引别人的未婚夫 你就是个贱人 叶欣尧说着 就要来扯叶欣然的头发 还没等碰到 肩膀突然传来剧痛 啊 他回头去看 原来是肖怀安出手 制住了他的肩膀 让他上前不得 叶欣尧挣扎了几下 没有症脱开 面上已出现癫狂之色 肖怀安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娘子 其实心里喜欢的是别人 姐姐她从小就喜欢子虞哥哥 怎么可能嫁你之后就转变新兴 就因为子虞哥哥讨厌她的脸 她曾经许下心愿 愿意用二十年的寿命 换一张漂亮的脸蛋 现在她变美了 很快就要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 到头来 你什么都不是 哈哈哈哈 啪 一个巴掌 让叶欣尧的笑声 戛然而止 肖怀安也松开手 叶欣尧立刻贪婪在地 看着很多人上来看热闹 叶欣然说道 叶欣尧 你退婚是你自己的事 不要牵扯到我 没错 我是与乔子虞有过婚约 可那装婚事 不是被你和你娘 费尽心机地抢走了吗 为了让你嫁给乔子虞 你娘还给我下药 逼我嫁给村里的猎户 这些事情 你难道都忘记了 围观人群听了这话 开始窃窃私语 原来是妹妹 先抢了姐姐的未婚夫婿 这事我听说过 县令家与叶家有婚约 定得好像是他们家的大女儿 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换了 现在竟然退婚了 肖怀安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只有眼皮微微跳了跳 叶欣然接着说道 喇成像我运气这么好 周是他想让我跳火坑 可我嫁的 竟然是个比乔子虞 强百倍的男人 叶欣然 你真的以为谁 都会把你那个子虞哥哥 放在眼里 乔子虞给我夫君提鞋都不配 你和他解除婚约就去找他 别到我们面前哀眼 叶欣然 你胡说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子虞哥哥 子虞哥哥那么好 你现在说的都是骗人的 你把子虞哥哥还给我 叶欣然边哭边喊 那样子 好像快要疯了 叶欣然不再理会他 拉起肖怀安的手 就往人群外面走 肖怀安就任他拉着自己 两人一同上了马车 听着身后依旧传来的哭声 叶欣然叹了口气 这家人还真像苍蝇一样 甩都甩不掉 你以前真的那么喜欢那位乔公子 肖怀安驾马离开 像是随口问道 愿意用二十年的寿命搏 对方的欢心 那应该是很喜欢吧 可能是吧 叶欣然想了想措辞 全然否决显得很假 倒不如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和这个人有婚约 所以在计划未来的时候 不管什么事 都会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久而久之 就慢慢地把他放进了心里 希望他能对自己好 说到这里 他看了看肖怀安的脸色 又接着说道 不过嫁人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我喜欢的不是他 只是一个我想象出来的 能够保护自己 对自己好的夫君 而这些想象 正好和你完美的契合 所以 我最喜欢的肯定是你了 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肖怀安心头一跳 他握着姜绳的手不自主地收紧 引得马引颈思鸣 肖怀安赶紧放松了姜绳 吻了吻心神说道 想不到我竟然这么符合夫人的要求 实在是荣幸之志 叶欣然原本坐在车厢里 打开帘子 与肖怀安说话 听见肖怀安这么说 他故意探出了半个身子 贴在肖怀安耳边 怎么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你以前有没有过别的婚约 有没有过心上人 给我从事招来 这个问题问出来 叶欣然以为肖怀安会像之前那样 直接说没有 谁知道 他这次竟然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说道 婚约没成 心上人也没有 那就好 叶欣然拍拍胸口表示放心 然后说道 那以后也不许有 嗯 肖怀安声音低沉 就只有你一个 这 听着让人有点脸红 叶欣然有些不自在地缩回了身子 一路无话 到家之后 肖怀安先去山上砍竹子 准备给马弄个简易的围栏 叶欣然直接钻进屋里 进入空间 之前弄来的冷夫人的头发还没做DNA对比 今天叶欣尧出现的时候 叶欣然又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所以 他趁乱从叶欣尧的头上也弄了根头发 两相对比 答案就更明显了 叶欣然将三个人的头发先后送进了检测仪 一个时辰后 叶欣然和叶欣尧的结果掀出来 两人的DNA镜完全不匹配 面对这样的结果 叶欣然只觉得诡异中又透着一丝丝合理 他不是叶家的亲生女儿 那就能合理解释 为什么从小到大 叶家人一直都不喜欢他 他在叶家的地位 甚至连个管家婆子都不如 也能够解释 邹氏母女俩 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抢走他的亲事 可既然他不是亲生的 叶家为什么要把他养这么大 邹氏那么讨厌他 为什么不从小就把他赶走 或者干脆堵死他 现在想来 邹氏好像总是用一种嫌弃又狠毒的眼神 看他 每次折磨完叶欣然 又好像从中得到了满足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变态吗 冷夫人的检测结果还没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叶欣然竟莫名的有些紧张 不会这要求 在确定自己不是叶家人之后 立刻就让他找到真正的家人吧 叶欣然正在想着 萧怀安已经围好了围栏 将马关在里面 院子里没有地方 马车被停在了外面 我已经将马刷好了 一会儿去山上搁点草回来喂他 叶欣然在空间里 听见萧怀安说话 他赶紧从空间里退出来 正好萧怀安也开门进屋 见叶欣然表情有些不自然 萧怀安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有些高兴 叶欣然说 和叶家彻底没有关系了 这确实让他心情舒畅 我们晚上吃烤肉庆祝一下吧 他提议 庆祝什么 就庆祝 我们买了马 叶欣然说 行 那一会儿我去准备探火 萧怀安积极硬喝 虽然家里现在没有肉 但只要叶欣然想吃 他知道 一会儿厨房里肯定会出现很多肉 三个孩子去山里摘野果子回来 第一时间在门口看见了马车 他们三个搞不清楚状况 直觉家里有事 全都飞奔而入 二叔 沈娘 你们回来了吗 在屋里呢 叶欣然回答 长生带头 三个人一起朝着叶欣然所在的房间 跑去 沈娘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什么 长生说着 炫耀式的把长平背上的背篓拿下来 给叶欣然看 叶欣然低头 在里面发现了半筐带着绿壳的针子 现在山上的针子熟了 可好吃了 一会儿 我们把里面的针子人扒出来 给沈娘吃 行啊 你们请我吃针子 我请你们吃烤肉 好嘞 一听说晚上要吃烤肉 他们的干劲更大了 五花肉一烤 就会滋滋冒油 想想 就香得不得了 再配上沈娘调出来的料汁 简直绝了 沈娘 二叔 院子外面的马车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家的车啊 怎么放到我们这里了 其余两个只惦记吃 只有长生还记得 刚才要问的事 那是咱们自己家的车啊 叶欣染笑着答 咱们自己家的 这不是马车吗 咱们叫买马了 长生语气里带着雀跃 对啊 马在后院呢 一匹小黑马 你们看看去 一听说家里真的有马 三个孩子全都朝着后院飞奔去 肖怀安看着他们离去身影 说道 自从不去读书 长生的性子 怎么和他两个弟弟 越来越相似了 这才是孩子的本性啊 叶欣染目光追随着几个孩子 小孩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活泼天真的 你看他以前那个样子 像你一样 整天板着个脸 多累啊 我有吗 肖怀安摸了摸自己的脸 有 我劝你平时多笑笑 免得以后变成冰块脸 就笑不出来了 叶欣染说 孩子们围着马圈嘖嘖称赞 长平好像很懂马 竟然还给哥哥和弟弟们 讲起蚂蚁巴的长短 对他们奔跑速度的影响 叶欣染来到厨房准备菜 听他们说的认真 也觉得有趣 冰箱里储存的食物 已经被他搬得差不多了 好在旁边冰柜里 还有满满的食物 他拿出冷冻的青虾 鱿鱼 鲍鱼 鸡翅 牛肉 从墙角拿出了黄瓜 生菜 又从叶家搬来的食材里面 选出豆腐 土豆 花生米 猪肉 趁着肉解冻的功夫 他先是做了一盘凉拌黄瓜丝 一盘小葱拌豆腐 一盘油炸花生米 一盘小酥肉 然后又指挥萧淮安 把猪肉和牛肉都切成薄片 很快 萧淮安生的炭火 已经全都着了起来 叶欣染摆好两个小烤炉 招呼孩子们 把所有的菜和小料都端出来 放在烤炉的旁边 等大家都做好 看着这满桌的菜肴 叶欣染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想了半天 他才想到 对啊 吃烧烤 怎么能没有酒呢 他又从休息室里 拿出一瓶葡萄甜酒 他不喜欢喝又苦又色的甘红 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甜丝丝的酒 口感好 又能体会到 喝酒的那种 晕乎乎的朦胧感 来到这边一直都没有喝 今天总算是有机会了 家里没有喝酒的杯子 叶欣染干脆把酒倒进小茶壶里 端着茶壶 先给自己倒了一杯 然后看看三个孩子 你们还小 不能喝酒 这个就不给你们喝了 说完 他又转头看肖怀安 你呢 来一杯吗 好 肖怀安声音低沉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叶欣染总觉得 肖怀安在说好的时候 那双冷清清的眼睛 有了些意味深长的神色 他拿起另外一个茶杯 给肖怀安倒了一杯 你尝尝 这酒的味道又甜又香 完全没有白酒的辛辣味 也没有苦涩的味道 是我最喜欢喝的 肖怀安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 确实很甜 不过不能多喝 我就只剩下几瓶了 叶欣染有些小气的收回了茶壶 铁板上的烤肉 已经开始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 鸡翅也滋滋冒油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三小只已经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开始吃叶欣染刚刚炸出的小酥肉 小酥肉外酥里嫩 吃的时候沾着旁边的椒盐 一口下去 满满的幸福感 五花肉已经熟了 长平用筷子翻动着烤肉 着急地说道 牛肉也熟了 二叔 沈娘 你们快吃 三个孩子同时给叶欣染加了一块肉 肖怀安健了 自己默默地加了一块肉 也放到了叶欣染的碗里 大家一起吃 叶欣染拿起一片生菜叶 将五花肉沾满料汁 包在生菜里面 一口下去 有肉有菜 真是肥而不腻 人间美味 几个人还是第一次看见叶欣染这种吃法 他们纷纷效仿 也拿着生菜叶包肉吃 果然领略了不同的风味 师娘 你们负责吃 我们来烤就行 长生负责下肉 长平负责翻肉 两个人倒是勤快得很 把烤肉的活泉包了 其余人只负责吃就行 这边长安也不闲着 不停地往叶欣染碗里 一会儿就把他的碗装得像小山一样高 够了够了 我吃不完这么多 叶欣染连连白手 长安却很执着 直到肖怀安瞪了他一眼 他才默默地收回手 自己吃了起来 长生 长平 你们吃吧 我来烤 叶欣染已经被投喂得差不多了 便主动懒过烤肉的活 吃烤肉不用着急 我慢慢烤 你们慢慢吃 两人一听这话 便乖乖点头硬下来 之前他们烤的都是肉 叶欣染上来 便铺了满满一层海鲜 由于和大虾 是孩子们第一次吃 叶欣染细心地教会他们 由于烤到什么样的算是熟了 虾要怎么扒皮才能吃 等教会了他们 叶欣染才找到自己的节奏 他一边烤肉 一边时不时地吃上一口 然后再喝一点酒 慢慢地品味一下 肖怀安在一旁看着他悠闲的吃法 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看叶欣染两只手都在忙 他学着叶欣染刚才的样子 用生菜包了五花肉 送到叶欣染的嘴边 叶欣染并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 他欣然接受肖怀安的投胃 一口肉 一口酒 吃得宜然自得 享受着当下的快乐 谁都没有注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叶欣染烤肉的动作慢下来了 肖怀安还按照原来的节奏 给他投胃 当他包好了一只虾递过去的时候 叶欣染确理都不理 他这才发现了问题 他抬起叶欣染的下巴 慢慢转过他的头 看见叶欣染的两颊上 都染上了红韵 眼睛里波光炼焰 轻轻一眨 鲜长的睫毛 仿佛蝴蝶振翅般颤动 喝醉了 肖怀安声音低沉 叶欣染轻轻摇头 我才没醉 我只是有点 开心 肖怀安用另外一只手 踢起了茶壶 这才发现 茶壶里面的酒 已经被叶欣染喝得干干净净了 肖怀安不由地择了一声 看他那么糊时 还以为他酒量有多好 这种甜甜的果子酒 叶欣染对三个孩子说道 你们几个慢慢吃 我带你们沈娘回去休息了 好的 三个孩子还在大块躲移 眼睛和注意力全都在食物上 我不要回去休息 我没醉 叶欣染身子虚软 步子却一点都不肯挪 肖怀安没有办法 一手抄到他的膝弯 打横向人抱了起来 这下 三个孩子的目光 全都被吸引过来 沈娘好像真的喝醉了 长安小声说 那他们要进屋休息了吧 对 二叔要照顾喝醉的沈娘 今天只能我们三个一起睡了 长生也小声告诫两个弟弟 肖怀安将叶欣染 抱进了他自己的房间 叶欣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还觉得自己十分清醒 可是在肖怀安将他抱起的那一刻 他忽然觉得头晕目眩 好像真的醉了 失重的感觉 让人有些害怕 他紧紧搂住肖怀安的脖子 将头靠在他的胸前 感受着肖怀安那有力的心跳 突然觉得无比安全 肖怀安把叶欣染 放在床上的那一刻 叶欣染好像怅然若失 他紧紧拉住肖怀安的衣袖 说道 你别走 肖怀安便坐了下来 他并没打算走 只是想去打盆热水 帮他擦擦脸 可是现在 他又舍不得去了 叶欣染乖乖地坐在那里 双手抱息 乌黑的长发散落在肩头 盖住些许粉嫩的脸颊 那双总是活泼灵动的眼睛低垂着 仿佛受了委屈的样子 肖怀安看得心疼 沉声问道 怎么了 叶欣染眨眨眼 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还没有吃饱 那明天再吃 肖怀安轻声哄劝 又是一阵沉默 要是我骗了你 你会怪我吗 叶欣染突然开口 肖怀安一下愣住 他以前见过别人醉酒的样子 有的人喜欢哭 有的人喜欢笑 有的人会变成话牢 拉着别人说一宿的心事 还有的人干脆什么都不做 直接倒头就睡 像叶欣染这样 喝醉了就想坦白的 好像并不多见 骗我什么了 肖怀安嗓音醇厚 带着点诱惑的味道 道德上 他觉得自己 不应该趁人醉酒 探听别人的秘密 可是情感上 他又忍不住好奇 骗什么了 是骗他 最喜欢他 实际上 还是喜欢乔子瑜 还是骗他 要一辈子在他身边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不能告诉别人哦 叶欣染忽然凑到眼前 肖怀安的心呼的漏跳了一拍 叶欣染伸手抓住他的衣领 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你知道吗 其实 我不是叶家的女儿 原来是这个 肖怀安紧绷的神经 瞬间放松 又有一丝丝失落 怪不得他们不喜欢你 原来是这样 他淡定的说 你都不奇怪吗 叶欣染有点失望 他坐了回去 堵起嘴巴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竟然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这件事情 真的很诡异啊 反正都已经断绝关系了 是不是轻生的 也不重要了 肖怀安安慰说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那你知道 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吗 这哪里知道 叶欣染有些丧气 片刻之后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兴奋拍拍肖怀安的肩膀 说道 你等等我 没准有结果了呢 然后 就原地消失了 人 饶是肖怀安那么淡定的人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吓得不轻 我那么大一个活人哪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他揉了揉眼睛 回身四处查看 却在一转头的功夫 看见叶欣染 还坐在原来的地方 他神态如常 仿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难道 自己刚才眼花了 肖怀安凌乱了 叶欣染丝毫没有注意到 肖怀安的表情 他正认真看着手中的白纸 指着上面一堆密密麻麻 像蚂蚁一样的鬼话腹嘴里 嘀嘀咕咕 看到最后 像是被惊到了一样 他围张着嘴巴 看着肖怀安 半天都没有说话 肖怀安勉强让自己的心跳稳定下来 沉深问道 怎么了 叶欣染睁大眼睛 嘴唇如动了几下 才终于发出声音 你敢信吗 我和冷夫人 竟然有相同的线粒体DNA 肖怀安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敌人 你们相同的敌人是谁 看见肖怀安露出懵懂的表情 叶欣染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使劲摇了摇 不是敌人 是DNA 我的意思是说 我和他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他可能是我真正的亲人 就凭这张纸断定出来的 肖怀安指了指叶欣染手中的检验报告 嗯 叶欣染点头 这上面说得清清楚楚 肖怀安虽然不懂那些字到底代表着什么 可是看到叶欣染认真的表情 他相信了 但是 据我所知 这位冷夫人只有一个儿子 肖怀安提醒道 可是 冷夫人不止一次说过 我长得很像他的姐姐 而他的姐姐 是有女儿的 他还说 那个女儿和姐姐长得不像 而我 却与他姐姐年轻的时候十分相像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才是那位冷夫人真正的女儿 叶欣染说出心中的猜测 虽然这个猜测太过匪夷所思 以至于他说出来的时候 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只要瞧吗 京中的那位冷夫人倒是有一双儿女 肖怀安又道 只是 我们怎么去证明 你才是他亲生的女儿 凭你手里的这张纸吗 陆家门归森严 想来也不会允许自己家的女儿流落在外 叶欣染本来兴奋的上头 能和那么可爱又和蔼的夫人成为亲人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可肖怀安的话却像是一盆冷水 当头浇了下来 对啊 他怎么去证明 跟他们说DNA匹配 我是你们家里走失的女儿 别人会不会把她当成怪物 而且他连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叶家都弄不清楚 现在尚赶着去认清 会不会被人认为是攀权富贵 一心想要巴结上位 万一 当初是陆家不想要他的呢 于是 他又恢复成了刚才那个双手抱息的样子 算了 算了 认不认得也不重要 只要我心里知道就行了 见叶欣染脸上有些落寞 肖怀安又有些于心不忍 他摸了摸叶欣染的头 如果你真的很想认回自己的亲人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心愿 只是陆家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 我不认为 现在是认清的好时机 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认回他们 叶欣染小声说 我在想 如果他们真的是我的父母 那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叶家呢 总不能是叶家把我偷出来的吧 也许 是我那对父母本来就不想要我呢 我现在有家 有自己赚钱的本事 也不一定非要找什么爹娘 可能 他就是命里父母元宝吧 上一世 他从小就失去双亲 到了这一世 仍然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 都是命 想通这一切 叶欣染好像是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他乖乖地坐在那里 不哭不闹 也不说话 萧怀安见他半天没动静 便劝道 早点休息吧 好 叶欣染乖乖躺下 萧怀安起身要走 叶欣染却再一次拉住他的衣袖 不是说休息吗 你怎么不躺下休息 萧怀安笑得无奈 我去打水 帮你把脸洗一洗 嗯 叶欣染又乖乖不动了 萧怀安弄不清叶欣染 现在到底是醉着的 还是清醒的 若是醉着的 他说话的思路十分清晰 可若是清醒的 他为什么变得这么乖巧 听话 萧怀安端来温水 将水中的帕子凝干 沿着叶欣染的眉眼 轻轻地擦拭 叶欣染则睁着漂亮的毛子 一直看着他 他擦到哪 他就看到哪 被那样一双练燕的眼睛盯着 萧怀安手上的动作 都变得越发的温柔 他这样 是满心满眼都是我吧 想不到在他心里 我竟然这么重要 好容易洗完了脸和手 叶欣染又拉着萧怀安的衣袖说道 现在可以休息了吧 嗯 萧怀安将手中的帕子扔进水盆 吸灯 拖鞋 上床 一气呵成 叶欣染扯过整张被子 将自己包成团子一样 又往萧怀安的肩头蹭了蹭 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终于可以睡觉了 然后 就进入了梦乡 天边渐渐泛起霞光 叶欣染从以你的睡梦中醒过来 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睡得好吗 他开眼 心情大好的 朝着身边的男人问了个好 身边的男人 却没有那么好的心情 昨天晚上睡觉没有被子就算了 叶欣染还一直不停地往他怀里拱 弄得他上不上 下不下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挺好的 他顶着黑眼圈 微心说道 你还记得昨天的事 萧怀安有些意外 他昨天一直很克制 就是因为叶欣染是醉酒的状态 他不想趁人之危 更不想叶欣染醒来后悔 可是看起来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酒后谈心他知道 非要人陪睡 他也知道 记得啊 我不是跟你说我的秘密了吗 叶欣染把玩着萧怀安的头发 将发烧伸进他的耳朵里 养得他转过了头 记得就好 萧怀安面对墙壁叹了口气 心中暗暗后悔 昨晚表现得太过君子 今天去山上看看吧 之前的那块地种满了 我觉得 还得找一处合适的地方 叶欣染突然转移了话题 萧怀安感慨 染叶欣染的想法 跳跃得实在是快 却不知道 叶欣染是故意用这句话 来摆脱两人间尴尬的氛围 好 萧怀安欣然应允 两人各自起床洗漱 来到后院 却见米粥已经在锅里 咕噜咕噜冒着泡 见两人出来了 长安快步迎上去 抱住叶欣染的大腿 是娘 我昨天和哥哥们一起睡了 我是不是太乖了 叶欣染摸摸他的头 确实很乖 长平和长安 不堪直视地转过了头 长安最会撒娇了 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叶欣染问另外两个孩子 往常他们虽然懂事 但不会在这个时间就起来 因为学堂的先生 今天来 长生有些紧张 先生今天就来了 叶欣染有些惊讶 没听李正叔说过 李正爷爷昨天晚上过来说的 那个时候 你和二叔都回房休息了 叶欣染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都怪他昨天晚上不小心喝多了 本来只想喝一半的 乃成想肖怀安根本就没动手 全都被他自己给喝了 那一会儿吃完饭 你们都换上新衣服 我送你们一起去学堂 好 三个孩子纷纷点头 吃了饭 他们换上了叶欣染 给他们买的青衫 三个人排成一个姨字 倒真的很有小学童的风范 除了新衣服之外 叶欣染还给他们 每人准备一个书箱 里面装的是新买的笔墨纸验 这些东西早就买回来 现在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叶欣染和肖怀安 带着孩子们来到书院的时候 书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 大家都站在书院门口 等着教书先生的到来 没一会儿 一辆朴实的小马车 从村外的小道慢慢跑过来 好半天才跑到众人面前 马车刚停下 就从车上下来一位 穿着白底青衫的先生 先生约莫三十多岁 个子很高 身板挺直 一脸严肃的样子 看着就像是一个有学问的学者 先生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围观 下车之后 他脚步踉跄了一下 然后才站稳 他随身带了一个很小的包袱 先是伸手从兜里摸出了五文钱 递给赶车的车夫 然后才看向众人 让大家久等了 谢某愧不敢当 谢夫子 您太客气了 您带到我们这里教书 已经是受委屈了 我们就是等上一天一夜 也是心甘情愿的 李正赶紧失礼 不委屈 教书遇人 不管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 谢夫子道 他看着李正 那我们 现在就去学堂里面看看吧 对对 我们先去学堂 这是村子里 第一次来了教书先生 村民们面上 全都是敬仰之情 见谢夫子往前走 大家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让他过去 谢夫子看见祠堂的环境 点了点头 环境虽然简陋了点 但是足够了 他转头看向李正 村里有多少学童 李正立刻到 村里一共有63名学童 最大的16岁 最小的只有4岁 他们之前 可识过字 李正汉言 只有三四个孩子识过字 其他的孩子 都没进过学堂 李正原本怕谢夫子 嫌弃这些学生 谁知谢夫子 却感慨一句 原来都如蒲玉一般 只要夫子不嫌弃就好 书院旁边 就是我们给夫子 准备的休息的院子 夫子可以先把东西放过去 若是还有什么家事 没有搬过来的 我让牛二赶着牛车 帮您去搬 谢夫子却拒绝到 谢某 只有这么一点家当 其余的 也自不必取了 李正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那夫子把东西放下 休息一下吧 不必休息 我刚才在车上 已经休息过了 一会儿就让孩子们都进来 我先见一见 李正一听 更高兴了 连忙招呼孩子们 都进入学堂 学堂里的桌椅 都是李正东拼西凑凑上来的 有买的旧的 有定做的新的 还有村里的木匠 赶工做出来的 所以这些桌子高的高 矮的矮 夫子先让他们 按照大小个 去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 然后才问起话来 村民们都留在祠堂外面 听夫子讲话 这位谢夫子 倒也不敢人 反而叫 大家都进来听 我听魏院长说了 这里的孩子一心向学 却苦于没有人能够教导他们 谢某一介秀才 恐怕不能担当大任 只能把简单的东西 交给孩子们 若是有人才 谢某会推荐给魏院长 到书院去读书 秀才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秀才 谁不是呢 咱们村里 好像就没出过秀才 李正可真厉害 竟然能请到秀才 来给孩子们上课 你不知道吗 那可都是夜娘子的功劳 要不是夜娘子 哪有这个机会 我好像是听说了 想不到夜娘子 竟然是咱们村里的福星啊 那是 嘘 小声点 不要吵到夫子讲话 李正朝他们使了个眼色 人群这才安静下来 谢夫子继续说道 稍后我会对孩子们的情况 进行了解 以后让他们分成贾以良等 贾等跟着我学四十五经 一等就从十字开始学习吧 先生这么安排 大家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以前 村子里的孩子想要读书 都得去东沟村 可是云边村村子穷 东沟村的数修费又不低 慢慢的 就没愿意去了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虽然家里都没有什么余粮 大家还是愿意让自己 挖出来认两个字 会写自己的名字 能够看明白契约文书什么的 万一家里有个啥事 也能照应上 不用全都找李正给解决 只是不知道 这谢夫子的数修费 要多少才能够 多了他们也拿不出来 少了就怕好不容易来的先生 再跑了 李正也把大家心里的难题 问了出来 卫院长没和你们说吗 谢夫子听了大家问题 有些诧异 我们外出教书的先生 数修费一个月 只要一两银子即可 多少 一两银子 平均到每个孩子 一个月也就是十几文钱 一年到头 也就是一二百文钱的事 这个价钱 可比出去外面读书便宜多了 书院外放我们出来 自然也会有一定的补贴 谢夫子解释 其实他们外出教书 月前和在书院里是一样的 出来之后 又额外能赚上一两银子 为了这一两银子 才有夫子愿意来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教书 要是找到了好苗子 推荐给书院 书院里面还会有额外的奖励 那卫院长他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李正感慨 院长他自然是心善 他回到家乡 也是希望能为家乡的学子们尽一点力 那夫子既然不嫌弃咱们 我们就不打扰了 还请夫子为孩子们讲课 李正说着便招呼村民们一起离开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夫子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出声问道 你们这里都有谁读过书啊 长生 二旦还有一个叫灵奇的孩子站了起来 你们既然上过学堂 那我来考考你们 夫子看着三个孩子 子曰 傅在 观其智 傅眉 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傅之道 可谓笑意 一 你们谁来和我说说 这句是什么意思 夫子 我知道 灵奇第一个举手 那好 你来说说 灵奇摇头晃脑 傅在观其智 就是说 父亲在的时候 观察一个人的志向 傅眉观其行 就是说 当他父亲不在的时候 就观察他的行为 三年无改于傅之道 就是 就是 他晃着晃着 突然答不上来了 夫子看向长生和二旦 问道 你们可有人能帮他答一下 二旦赶紧摇了摇头 长生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三年无改于傅之道 可谓笑意 是说 如果他长期坚持父亲之前 那些正确的原则 就可以说是静笑了 好 先生问道 你觉得 你可能做到这样 长生摇了摇头 学生认为 为人子女 虽要以父为尊 却也不必事事 都按照父亲的准则去做 孝心体现在很多方面 并不一定要研习父亲的一致 而且孔子曾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 除了向父亲学习之外 我们更应该虚心向更多人求教 有更远大的志向 谢夫子听得饶有兴致 等长生说完 他并没有对他这番言论做出批评 反而说道 好 好 内容既得牢固 又有自己的见解 放学之后你留下 为师要单独考一考你 说完 谢夫子又提出了其他的问题 对二旦和林奇进行了考教 叶兴染和肖怀安在外面听了听 听到夫子开始给孩子们讲签字文后 才离开了学堂 这位谢夫子看起来有些本事 又挺认真 村里的孩子们有福了 叶兴染说道 肖怀安点了点头 若他能安心在这里交上三年 孩子们就能跟着学到不少本事 那要看卫院长那边的安排 还有谢夫子自己的志向 两个人离开学堂 想要往山上走 老远的 看见一辆马车急驰而来 那马车上的装饰 看着有些熟悉 叶兴染多看了两眼 肖怀安却已经认了出来 是永乐堂的马车 永乐堂 难道是李莫来了 他有什么急事 竟然将马车架得这样快 没多一会儿 马车已经来到了两人跟前 认出站在路边的叶兴染 赶车的小二赶紧拉住缰绳 玉 马车还没停稳 他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叶姑娘 我家掌柜的请您去医馆 十万火急需要立刻动身 十万火急 叶兴染心上一颈 出什么事了 小二摇头 姑娘请上车 小的在车上和您戏说 叶兴染不再迟疑 立刻登上了马车 肖怀安放心不下 也跟着一起坐了上来 小二调转马头 又往县城的方向急驰 这才开口和叶兴染 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叶姑娘 掌柜的说 这两天药膏卖得非常快 昨天一下就被人买走了二十瓶 他本来还想和您打个招呼 让您再做一些 可是今天早上突然有人说 顺一堂那边也出了一款药膏 他们的药膏要卖三百两银子一瓶 但是好多大户人家都争抢着去买 就连之前要取药的两个小姐 都退了咱们这边的单子 要买顺一堂的玉绒膏 掌柜的心下怀疑 已经让人去顺一堂买了一瓶回来 他说 那个药膏闻起来 就和咱们的一模一样 现在掌柜的已经把柜台的药膏 全都收了起来 想让姑娘去鉴别一下 正好让姑娘给拿个主意 若是他们用的 真是咱们的药膏 下一步 我们该怎么办 小二将整件事描述的磕磕巴巴 但是叶欣然还是听懂了 就是顺一堂买了他们的药膏 又转手去卖 而且还卖了高价 瞬间就涨了二百两 如果李掌柜的 说和我们的药膏一样 那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 叶欣然说 顺一堂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等叶欣然两人到永乐堂的时候 李侨正在后院围着柿子 竖转圈圈 地上被他留下了印子 看来是走了不少圈了 李沫坐在廊下的茶几前喝茶 一边品茶 一边看李侨转圈 看着倒是悠闲 看着叶欣然到来 李侨坚持把最后一圈转完 才迎了上来 叶娘子 萧公子 你们可算是来了 怀安 嫂子 快过来喝茶 我让刚欺了上好的碧罗春 李沫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和伙计说的不一样 叶欣然对萧怀安眨眨眼 萧怀安却适宜叶欣然去看他的手 他就是这样 心中越是没底 表面上却越是装得无所谓 不信你看他的手 抖得杯都快端不稳了 叶欣然按照他的指示去看 还真是那样 李沫端着的茶水 溅出了好几滴 可他恍若未决 叶欣然走到桌前 伸手直弧 先倒了两杯茶水 然后才坐下来 笑着说道 李老板 货卖的多了是好事 我怎么看你 好像一点也不高兴吗 我高兴 李沫一张口 就暴露了心中的怨气 那货家就是不讲规矩 仗着自己财大是大 处处都想要压咱们一头 我们的血盐膏 他改个头面 就变成了芋绒膏 嫂子你来看看 他们卖的这个芋绒膏 到底是不是咱们家的血盐膏 叶欣然打开李沫递过来的小罐子 罐子是翠绿色的 和血盐膏用的罐子不一样 甚至里面膏体的颜色 鼻下闻了闻 里面好像加了当闺粉 所以颜色没有那么绿 但是底子 确确实实就是他的血盐膏 是血盐膏没错了 没想到改头换面之后 竟然能卖这么贵 我们是不是卖便宜了 叶欣然盯着罐子 若有所思的说 李沫不可思议的看着叶欣然 不由的说道 嫂子 你不会是后悔和我合作了吧 你难道想去和顺一堂合作 重新卖个高价 这件事刚刚出来的时候 李沫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 毕竟商人逐利 谁不想多赚点钱 幸好做出血盐膏的是嫂子 不然 他真是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嗯 叶欣然也大方承认 若你和傅君不熟 我确实会有这个想法 选谁都一样 我肯定选择价格最高的 所以说 你现在不会选他们了是吧 李沫又确认了一下 直到叶欣然点头 他才放下心来 嫂子 我们得想个办法 顺一堂这是在偷我们方子去卖钱啊 霍九山这个小子 什么都不做 就凭他祖宗留下来的名气 就能反手赚上这么多 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 有了他们 咱们的血盐膏 不是卖得更快了吗 叶欣然语气淡淡的 好像不以为意 李沫终于绷不住了 他站了起来 原地转了两圈 刚想张口 却听肖怀恩说道 注意你的态度 别吓到我家娘子 李沫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只好重新坐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嫂子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不管血盐膏被谁买去 别人怎么用 反正一百两银子是到手了 多卖出几瓶 就能多赚几瓶的钱 这是好事 可是你不了解货家 他们甚至可以花几万两 十几万两银子 买你的血盐膏 可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绝对不是几瓶血盐膏能满足的 他们最终想要的是你血盐膏的方子 等他们确定了 玉蓉膏能赚大钱 一定会想尽办法得到方子 一旦血盐膏的方子到了他们手中 价格就是他们来掌控了 到时候 轻轻松松把现在买血盐膏的钱赚出来 趁着我们的血盐膏 现在还有一战之力 一定要把玉蓉膏的势头打下去 李沫说的也并非威严耸听 叶欣然也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商业竞争中 为了得到对方手中的东西 会先以类似的产品抢占市场 直到把对方逼得没有竞争力了 再去低价收购 除非不想赚钱直接退出 否则强势的那一方总是能成功的 在这样一个弱弱强势的朝代 恐怕想要全身而退 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来的路上 叶欣然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你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打算 可我现在想的是 为什么我们卖一百两银子 还卖得这么辛苦 而他们卖三百两银子一贯 却能轻轻松松 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声响 李乔心有不甘的开口 既然有名声就能赚大钱 那我们也去提高自己的名声 只要我们能达到他们那种程度 我们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了 叶欣然说 听叶欣然侃侃而谈 李莫叹了口气 哪有那么容易 霍家的顺一堂已经传了三代 他们家老爷子霍启明 现在还是宫中御医 就这背景 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赶得上 本来可能有点费劲 叶欣然转着手中的杯子 但是谁让他们惦记我的东西呢 我现在突然有了个主意 也许我们可以 借着他们的力 往上爬一爬 什么主意 是方子吗 自家的生意 他心中有数 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一下就比得过顺一堂 若是想打点什么主意 就只能从药方上下手 叶欣然点了点头 只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我要回去试一试 若是能行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那顺一堂来买血盐膏 我们还卖吗 李乔问道 卖 当然要卖 顺一堂现在是我们的客人 对待客人就要客气一点 正好我车上还带了50瓶血盐膏过来 待会儿一起拿进来 若是顺一堂来买 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卖给他们就好 要不要提价 李乔提议 既然他们卖300两 那我们也卖300两 有本事 他们涨到600两去 你能分得清 那个客人是顺一堂的人 哪个不是吗 叶欣然问 李乔摇了摇头 既然不分清 这个价格就不要随便改了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赌气而调高价格 反而伤了我们自己的客人 叶欣然说 行 是你的方子 我们都听你的 李莫道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顺一堂 到底想怎么样 另外一边 顺一堂的后堂内 菜掌柜正在拨着算盘 核对这几天日的收入 账房奉承时的说道 掌柜的 还是你有办法 把永乐堂的血盐膏买来 变个身 转手就能卖到300两银子 这笔生意 真的很划算啊 100两银子买一贯 这算什么划算 等咱们把方子弄到手了 自己去做药膏 那才是真正的划算啊 到时候 我们就把价格提到500两银子一贯 想买的人 还是要抢货头 账房先生 可永乐堂一向和咱家不对付 他们肯把方子卖给咱们吗 他们现在肯定是不想卖 可这个也不是他们能说的算的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想了想 还是觉得得意 便说道 等咱们攒够500瓶的血盐膏 你们就去放出风声 说永乐堂的血盐膏 是偷的咱们的方子 但是 他们偷的不全 因为缺少了其中一味很重要的药材 用过之后 可能会对脸上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到时候 再找两个人上门去闹事 他们永乐堂 这生意 就别想好好做下去了 想要继续开店 他们就必须得把方子卖给我们 不肯卖 那就逼到他们关门为止 反正 东家认识的人多 搞他们一个小小的永乐堂 还是轻而易举的 账房赶紧恭维道 掌柜的果然有办法 他嘴上这么恭维着 心里却在嘀咕 这永乐堂还真是倒霉 怎么就这么被盯上了呢 蔡掌柜又开始拨动算盘 看着账上的数字 心中已经对未来的圣景 有了美好的期待 他们顺一堂的玉姬膏虽然好 但是每年只能做出五瓶 实在是太少了 现在 他为东家找到了这么好用的玉绒膏 作为替代品 东家会怎么奖赏他呢 真是越想 心中越是得意 云边村 叶欣染到家之后 和肖怀安打了个招呼 直接就钻进了房间 我要在房间里研究一下药 你和孩子们说一声 就先别过来找我了 放心 肖怀安应了一声 叶欣染回房间做药 他是信的 但要是怎么做出来的 肖怀安至今也不知道 可能就像那天一样 先是从房间消失 等做完药再回来 这些事情 肖怀安不敢往生了想 将来的某一天 叶欣染会把事情告诉他吗 肖怀安摇了摇头 自己还有秘密没有说 凭什么要求别人 把秘密全都说出来呢 排除过去这些不想说 不能说的 两人倒是相处得很好 想到这里 肖怀安又释然了 二叔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 肖怀安还在想着心事 突然看见放了学的 长安跑了过来 歪着脑袋问他 怎么了 你一定是做了错事 不然沈娘为什么 不让你回房间 长安指了指 肖怀安身后的门 沈娘再忙 不让人打扰 你们都不许进去 听见了吗 肖怀安对着随后来的 两个孩子嘱咐道 知道了 等未完马合机 我就带着弟弟 回房间去读书 长生懂事地说道 肖怀安点头 叮嘱完孩子 他也不再守在门口 而是走到后院去匹柴 肖怀安匹柴的动作 十分熟练 每一斧子下去 不管多粗的木头 都会裂成整整齐齐的两半 这一次 每批一下 他都会试着从丹田调用 好久都没有用过的内力 内力的组织感越来越弱 他的内力 好像也逐渐地恢复了 这一点 是肖怀安没有想到的 他以为自己只是腿伤好了 没想到身体里 常年累积的瘀伤 好像也慢慢地消失了 难道是因为腥染的药 不光是他自己 肖怀安的身体 也是越来越好 这么长时间了 他的心急 好像再也没有发作过 想到这里 他手中的斧子 突然就劈歪了 他突然想到 小的时候 娘曾经和他说过 若是他虔诚地 向观音菩萨许愿 观音菩萨 或许就会听到他的心声 帮他实现愿望 小时候不懂事 他曾经天天跪在那里许愿 将来能有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 难道观音真的听到他的愿望了 肖怀安摇摇头 觉得自己想法过于荒谬了 实验室里 叶欣然正在认真地研究着 生产血盐膏的各项数据 他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模仿 若是在后世 或许可以通过申请专利 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只能靠个人的算计和本事了 他将脑中的计划 又盘算了一遍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他试验着 往配方里面 加上了一味药材 药材加进去之后 药膏整体的颜色 就变成了紫红色 放置五分钟之后 紫红的颜色全部消失 药膏又恢复到了原本的草绿色 叶欣然挖出一些药膏 涂在自己的小臂上 药膏很快就被皮肤吸收 只有一层淡淡的绿色留在上面 冲洗之后 小臂又恢复成了原来雪白的模样 不过 若是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在皮肤的肌里之间 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紫色 那点紫色太过微小 若不是叶欣然有意去寻找 根本发现不了 叶欣然很是满意现在的这个结果 看样子 应该是成了 叶欣然把调好的药膏全部盛出来 装进红色的罐子里 这一次 他没有直接盖上盖子 而是用圆珠笔 在盖子的内侧做了个记号 才把盖子封起来 十天 他只需要十天的时间 就能验证新药膏的效果 而这十天之内 顺一堂从他们这里 买走多少药膏 也决定着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想到这里 叶欣然倒是开始期待 顺一堂能够多买一些 人心不足舌吞向 他们不肯本本愤愤赚钱 那就要承受贪心带来的后果了 叶欣然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 萧怀安正在厨房里面生活 他手中拿着一瓢讨好的米 想下进锅里 却又好像在犹豫 怎么了 叶欣然问 萧怀安有点尴尬 我在想 放多少水比较合适 我来吧 叶欣然知道 萧怀安不擅长这个 于是伸手去接他手中的瓢 萧怀安并没有松手 而是说道 要不 你教教我 现在家里的活都是你在忙 我会感觉自己是个吃软饭的 以前 他还觉得自己给叶欣然拿了钱 他至少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 可是现在 叶欣然一天就能赚上几百两的银子 他的那点钱 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他得主动一点 你想学做饭 也可以 免得以后我没时间的时候 你们都吃不上饭 叶欣然依然接过萧怀安手中的瓢 把锅里的水全都咬出去 又重新添了一点水 把米放进去 你来用手量一下 记住手指插进米里的高度 再用这个高度来量水 只要水和米的高度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的 萧怀安按照叶欣然的说法 把手指伸了进去 水少了 他又添了一点进去 水多了 他又咬了一点出去 直到水和米的高度一致 他这才直起身子 问叶欣然 然后呢 然后就把锅盖盖上 记住下面的火不要太旺 看着水开之后过一会儿 就把柴火抽出去 让火小一点 好的 萧怀安信心满满 原来做饭这么简单 之前怎么没有人这么详细地告诉他 饭都进锅了 叶欣然干脆一鼓作气 决定让萧怀安把晚上的菜也给炒了 你很少做饭 这次就不要做太复杂的了 我们来做个西红柿炒鸡蛋 再炒个土豆片就好 好 那你教我 萧怀安虚心求教 他按照叶欣然教的办法 一步一步去做 叶欣然则在旁边一直盯着 油不需要放那么多 再放一点糖 快点翻炒 不然就糊了 一顿饭下来 叶欣然觉得比自己做饭紧张一百倍 现场一片狼藉 但是好在两道菜全都安全出锅了 好像有点难 萧怀安伸手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嘴里 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 但是味道还好 他又夹了一筷子给叶欣然 叶欣然也尝了一口 确实还行 晚饭上桌 三个孩子像往常一样端起碗就吃 不过第一口菜下去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看 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怎么了 萧怀安有些紧张地看着三人 没什么 长生企图掩饰 长平却已经说了出来 今天的菜好像有一点咸 但还是很好吃 他又找不了一句 我也觉得很好吃 今天的菜 可是你们二叔亲手做到 叶欣然吃了一口说道 二叔 三小只都不敢置信地 看着桌上的菜 这真的是二叔做的 没糊 熟了 而且味道还不错 这都是你们沈娘教我的 萧怀安第一次在三个孩子面前 这么紧张 好像是马上要被烤焦的学生 虽然不如沈娘做的好吃 但是味道真的不错 长安熬屋吃了一大口 二叔真的好厉害 长生也附和着吹捧一句 到了长平 他有模有样地说道 虽然二叔很厉害 但是最厉害是沈娘啊 你们都忘了 二叔以前做饭是什么样的了吗 能让二叔把菜做成这样 沈娘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所以最厉害的是沈娘 长平很少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 兄弟两个听了 纷纷表示赞同 一顿饭 照样吃的是干干净净 肖怀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从这种事情上找到了满足感 不知道是不是在山中待得太久了 也许也该和外面联系联系了 十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这十天的时间里 叶欣染一共给永乐堂送去了两百罐的血烟膏 这些药膏很快就被人买走了 云通县的购买力有限 这么多的药膏要么是被人存起来了 要么就是消到了别的地方 叶欣染想 事情好像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而另外一边 因为京城那边来信询问方子的事情 蔡掌柜也决定不再等下去 打算提前动手 这天永乐堂刚刚开门营业 还没几个客人的时候 突然来了两个妇人 妇人都用黑纱遮住脸颊 进门就说要找掌柜的 你们找我 两位 之前来过咱们永乐堂吗 李乔打量两个妇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己认识的 你就是这一管掌柜的 你不认识我们 你总认识这个吧 一个妇人拿出两个红色的罐子 这罐子 李乔最是熟悉 正是血盐膏的罐子 这是咱们店里现在卖的最好的血盐膏 两位可是想要买这个药膏 李乔热情地问 还买 你可知道 你这个药膏 把我们害得有多惨 高一点的妇人啪的一声 把罐子拍在了柜台上 害你们 不可能啊 两位可以随我来那趟 仔细地与我说说情况 李乔心说不好 这恐怕是来了闹事的了 她一面将两个妇人往后堂里面引 一面给店里的小二打手势 让他们赶紧去后院找东家 两个妇人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恐怕不是她一个人能应付的 妇人看出李乔有些害怕了 胆子便越发大了起来 我们都是妇人家 怎么好随着掌柜的去那堂 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几个客人 咱们就在这里说吧 她字字句句听得清楚 来店里买药的人 也立刻意识到是出了什么事 大家全都竖起耳朵倾听 有好事的 甚至快步跑出去 叫家里人一起来这边看热闹 说什么 见他们不走 李乔只好问道 掌柜的 我来问你 我们是相信了你们店里的说法 才花重金买了你家的药膏 可是现在不但没有把脸上的伤疤治好 反倒把脸给治烂了 你们打算怎么赔偿我们 治烂了 怎么可能 李乔下意识地反驳 店里小二听见了 也围上来说道 来我家里买药膏的客人 脸上的伤疤全都治好了 你们这怎么可能烂了呢 对啊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两个妇人像是被激怒了一般 伸手扯下脸上蒙着的黑纱 一大片红色的皮肤就露了出来 只见他们脸颊上红红的一片 仔细看 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我们放着好日子不过 特意把自己的脸弄伤了 来诬陷你们 你们才是胡说八道吧 听见这边真的吵起来 原本的客人也都为了上来 哎呦 好吓人啊 是啊 这怎么弄的 这还能好吗 要是一直这样 这以后可怎么见人啊 大家七嘴八舌 两个妇人更加来劲 大家都看清楚了 我们脸上的伤 就是用他们家的药膏用的 他们这哪是养颜膏啊 毁容膏还差不多 可是不对啊 我看他们店里的那个桃花姑娘 脸上的伤疤 不是已经快好了吗 有客人质疑 那可是他们自己的人 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手脚 高个子妇人道 我也买他们家的药膏了 我用着也没事啊 又有人开口 没事 你现在觉得没有问题 可谁知道过段时间会怎么样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也挺好的 不然 我也不会用这么大一片地方 高个妇人说着 走到说话的客人跟前 你一定是用的少吧 我看看 你涂抹的地方在哪里 客人指了指自己的下巴 妇人仔细地看了两眼 说道 你回家仔细看看 我怎么看你这块地方 有点泛红了呢 千万要小心 不要再涂了 万一将来变成我这个样子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他这边说的阵阵有词 原本不相信的人 也开始起了疑心 你这个妇人 不要在这里妖言获重 我们家的药膏 可是精心调制的配方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李乔被弃的不行 你是掌柜的 当然说 自己家里的东西好 高个子的妇人 插腰站在李乔面前 可是你们也不能黑着良心 办这种事吧 你知道这张脸 对我们女人来说 有多重要吗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家里的相公 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甚至已经叫媒婆 帮他物色小妾了 你们这是在害人啊 李乔明知道 这个妇人是在诬陷自己 可是他现在有理说不出 他的脸一看 就不是用自己家药膏用的 可怎么能证明这件事呢 正在他为难的时候 李莫终于来了 他已经听小二 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见到前面围了这么多人 他皱起了眉头 走近之后 他开口说道 诸位 大家不要听信片面之词 要想证明 我们的药效其实很简单 不知道两位夫人 愿不愿意留下来 涂我们的血盐膏 治疗脸上的问题 本店愿意免费帮你们治疗 你们可以像桃花一样 每天来店里涂抹血盐膏 直到你们的脸好了为止 我只有一个要求 脸治好之后 你们要为我们证明 你们的问题 绝对不是血盐膏引起的 两个夫人 被李莫这番操作弄迷惑了 他们不是来闹事的吗 还帮他们证明 这老板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你在一想天开什么 高个子夫人十分生气 我的脸都这样了 你还让我用你家药膏 你是嫌害我害的还不够吗 李莫正色道 你们只拿了两个空瓶子 就赶来诬陷我们家的血盐膏 将你的脸弄坏了 我想请问 你怎么证明 你除了血盐膏 没有用其他的东西 这 我们为什么要证明 你家血盐膏 就是织坏了我们的脸 矮个子的夫人开口反驳 胡搅蛮缠 李莫面色冷俊 两位不是向我们讨说法吗 我刚才说了 小店愿意免费帮你们治脸 如果你们不愿意 就只能去县衙讨要说法了 我愿意与二位去县衙进行对质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原因 一切由县陵大人定夺 一听说要去县衙 两个夫人先是色缩了一下 他们没有见过官 听说这个县陵大人脾气暴躁 对犯罪之人一律严厉惩 他们有些心虚 不敢去 可他们嘴上却不肯服软 去县衙就去县衙 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 你们卖害人的药膏 就你们这样的一管 就应该让县陵大佬爷严格管制 让你们开不了门 害不了人 我们是不是害人 自有客人来评说 用不着两位夫人来这里主持公道 倒是两位夫人 你们家里人知道 你们用这么贵的药膏治脸吗 在场的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两位夫人的 若是有认识的 可否帮着通知一下他们的家人 就说他们的家人来这里闹事 让他们家里人也帮忙过来看一看 免得出了什么事 没有人照顾 咦 掌柜的这么一说 这两位夫人倒是衍生得很 之前确实没见过 没见过不是很正常吗 这云通县的夫人多了去了 你还能都见过 再说了 能买得起血盐膏的 肯定也不是你我这样身份的人 我们上哪里认识去 众人还在义润纷纷 双方也僵持不下 李莫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 两位既不肯 让我们永乐堂给你们医治 又不肯和我去县衙讨个公道 那两位夫人倒是说说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 我们不想要什么 我们只是想讨个公道 高个子的夫人说道 对 我们就是要讨个公道 另外一个也附和 你们想到的什么样的公道 不妨说来我听听 李莫询问 听见李莫这样说 夫人还以为他这是服软了 脸上不由地露出欣喜的神色 我们要的公道也很简单 你得给我们道个欠 然后给我们每人三百两银子 为什么是三百两 李莫吃笑 最近怎么和三百两银子杠上了 有了三百两银子 我们就可以去顺一堂 买他家的芋绒糕来治脸啊 原来重点在这儿 听见夫人这么说 人群中果然有人喊道 顺一堂的芋绒糕确实是好用 效果可比血盐糕好多了 我听说顺一堂做的不是玉姬糕吗 一年只做五瓶 一瓶要一百两金子 而且一般人还买不到 那芋绒糕是什么东西 有人不知所以 这里都不知道 芋绒糕是他们家新做出来的糕药 效果不比玉姬糕差多少 但是价格却便宜很多 只要三百两银子一贯 谁都可以买 三百两银子 好贵啊 血盐糕也要一百两银子呢 这芋绒糕虽说是贵了二百两 可到底是顺一堂出的 用起来也放心啊 说得倒也是 反正能买得起血盐糕的 都是大户人家 多花二百两银子 也能买个放心 原本看着桃花的脸 一天比一天的好了 我还想凑凑钱买一瓶呢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看来 还是得再多攒点银子 等攒够了 直接买顺一堂的吧 用着放心一些 就是 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万一真的把脸给毁了 那可就后悔 都来不及了 也是那么的道理 就是顺一堂的 有能再便宜一些就好了 听着众人的议论 李墨心中早已明白 今天这个局 是谁的手笔 原以为他们会晚一点再下手 想不到他们 这么沉不住气 这些人真会踩低别人 捧高自己 不过顺一堂这么大的店 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对付他们 一个小小的永乐堂 还真是枉费了 他们自己的名声了 李墨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看着两个妇人 听见众人的议论后 露出满意的笑容 嘴角又不由地露出一抹嘲讽的笑 她没有理会众人的话 转而问 两个妇人道 两位妇人身上的衣服看着漂亮 不知道是出自城中 哪位裁缝之手 妇人被她问得一愣 心想这人没毛病吧 我们这在这说脸呢 她又在那说上衣服了 不过 哪个裁缝做的 他们确实不知道 我们喜欢在哪里买 就在哪里买 关你什么事 衣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蝴蝶 这两身衣服都是出自胡迹布装吧 我都说了 我们穿什么衣服 与你何干 确实与我无关 不过 二位妇人答不出来 恐怕不是不想说 而是不知道吧 被戳破了心事 两人面上有一瞬间的尴尬 我们在说脸的事 你不要再说其他的了 一个妇人企图转移话题 谁知李莫却没有如她所愿 而是继续说道 我看二位穿的衣服和鞋子 都是价值不菲 可是二位的气质 却与你们身上的衣服 一点也不大 你们的衣服 难道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被说中了事实 两人又愣了一下 李莫继续说道 我刚才仔细看过 二位的手上 都布满了厚厚的茧子 这是常年劳作 才会留下的印记 那我想问问二位 既然你们平时这么辛苦 又是哪里来的钱 买我们的血盐膏呢 李莫这句话 说得虽然无情 却也是事实 大户人家的姑娘夫人 是从来不需要做粗活的 他们有钱有闲 时间都用来谈论女工或者诗词 而干活最累的那些人 反而是最没钱的人 他们一年到头不得休息 赚的钱 却连虎口都勉强 这样的人 又怎么舍得花一百两银子 买血盐膏呢 李莫声音落下 围观众人立刻将注意力 全都放在两人的手上 两人心中一紧 赶紧将自己的手 藏在了袖子之中 不过李莫的话 给大家提了个醒 大家又朝着两个妇人的脸上看去 之前只被他们脸上 红色的伤处吸引 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容貌 可是现在看来 两人的样子 是太过潦草了点 虽然他们梳着整齐的发际 脸上也涂着粉红的胭脂 可是这一切都盖不住 他们因为常年劳作 而留下来的皱纹和斑痕 胭脂没有盖住的地方 他们的脖子和耳朵 都粗糙不堪 这一切都昭示着他们的身份 不像是能穿得起 这一身衣服的人 更不像是能买得起 血盐膏的人 你们两个 该不会真的是来诬陷永乐堂的吧 是啊 你们的脸 真是用血盐膏用坏的吗 看见大家质疑 两人有些慌神 他们往人群之中看了看 好像收到了某种信号 又突然坚定地说道 当然是用血盐膏用坏的 一百两银子又不贵 我们怎么就买不起 就是 掌柜的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你赶紧把三百两银子拿出来 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你们的生意 也别想做下去 看见身份被拆穿 两人干脆也不装了 坐在地上做起了托付 反正 只要永乐堂的生意做不下去 他们的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东家说了 他们要到的三百两银子 都归他们自己 等这件事办成了 东家还免费给他们治脸 让他们的脸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这样一来 他们就白白得了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 这可是他们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 今天这钱 他们是要定了 两人刚刚坐下 人群中就有人说道 掌柜的 你就别和他们两个一般见识了 反正你们卖血盐膏 赚到了不少钱 就当是打发要饭的 把钱给他们两个得了 要不多耽误做生意 是 这样围着一群人 想要买药的人都进不来了 知道的 知道这里是医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是茶楼呢 怎么时不时的 就为这么多的人 谁说不是呢 医馆里还乱成一团 李末听着这些人的言论 都快被气笑了 结果外面又有人喊道 永乐堂害人啊 这药膏绝对有问题 得了 怎么又来一个 李末心头一跳 没想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顺一堂到底给他们准备了多少惊喜 转顺 又有一个妇人 进到了他们永乐堂 李掌柜的 你们这不是害人吗 来的人 是赵元外家的管家婆子 这位管家婆子 是夫人身边的人 在赵元外家里 有些地位 而这个婆子 李末也认识 确实是来给他们家夫人 买过血盐膏的 赵管事 你怎么也来了 李末有些吃惊 我怎么就不能来 听说你们把人的脸皱坏了 这不正好和我家夫人的情况一样吗 我也一起来 跟着讨个说法 赵管事 他们是来闹事的 你就别凑这个热闹了吧 李末劝道 你以为我愿意凑这个热闹吗 那我家夫人的脸怎么说 你家夫人的脸真的出问题了 李末不敢相信 他对血盐膏是有绝对信心的 怎么可能真的出什么事 不出问题 我会来找你吗 赵管事说着 看了看坐在地上准备要钱的两个妇人 不过 和他们的情况倒是不一样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不你跟我到那堂 我们细说 倒也不用那么麻烦 反正今天这么多人都在这儿 我也就在这直说了 你们家的血盐膏 一开始用着 确实是特别好 我家夫人脸上的伤疤 也渐渐消退了 为此 我家夫人特地让我来店里再买一瓶 结果这第二瓶刚刚用了七天的时间 我家夫人的脸上 就清了好大一片 原以为是没休息后 过两天 自己就能恢复 可你们猜怎么着 赵管事望向众人 大家齐齐摇头 表示猜不到 赵管事便自顾自地说下去 结果 脸上清的那一片 越来越重 后来夫人才反应过来 清的那块 正好就是每天涂药的那一块 原本一直好好的 大家都没往那处想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家夫人貌美如花 原本脸上也只是有两个小疙瘩 这一下倒好 整张脸都毁容了 你说 你们这不是害人吗 你们赶快想想办法 要是能把夫人脸上 清的那块消除了 咱们怎么都好说 要是解决不了 我们就只能官府见了 赵管事 到底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说话的时候 底气十足 架子也大 不过他越是这样 越是把地上的两个人 趁得畏畏缩缩 连大户人家的下人 都比他们强 他们 真的能买得起血盐膏吗 地上的两人 见大家都转移了注意力 一时间不知道 是该继续要钱 还是等他们说完了 再解决自己的事 反正只要永乐堂乱起来 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谁知李末 却指着两人对小二道 你们看好他们两个 我要随着赵管事 去看一下赵家夫人的情况 回来 再解决他们的问题 哎 你怎么还想走呢 高个子的妇人 突然找到了由头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要解决 也是先解决我们的事 凭什么先解决他们的事 就是 你先把银子赔给我们 你再走 矮个子妇人也硬喝道 李末不想理会 你们这脸 根本就不是用我家 血盐膏用坏的 我凭什么给你们钱 你们这样胡搅蛮缠 只能等我回来 去县衙说理了 两个妇人却抱住她的腿 说什么都不敢放开 一时间 永乐堂闹得鸡飞狗跳 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人暗暗替李末捏了把汗 有人看着热闹 感叹这钱果然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还有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希望场面再乱一点才好 正在李末焦头烂额的时候 外面又进来了两个人 两人一出现 就制止了医馆里 这闹哄哄的场面 都别吵了 我已经报关了 观察很快就来了 叶欣然语气平静 一听这话 两个妇人立刻没了声音 观差要来了 观差要是把他们带走了 可怎么办 他们在人群中 搜索带自己的来的人 直到他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 两人 这才勉强稳定下来 肖怀安将几人的眼神交流 尽收眼底 李末看见两人 高兴地喊道 怀安 嫂子 你们可算是来了 叶欣然和肖怀安 刚才就到了 听见医馆里面闹成这样 他们没有进来 而是直接叫来小二 让他去报关 辛苦你了 叶欣然看着李末一头的汗水 安抚道 不辛苦 只是这 两个妇人是诬陷 可是他苦于没有证据 没事 一会儿 我随着你们一起到县衙 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你让人把这里重新收拾一下 把地也重新擦一下 不要让这污秽之人 脏了医馆里的风水 叶欣然声音不大 可是医馆这会儿安静 大家的注意力 又都在他的身上 所有在场的人 都能够听得清楚 两个妇人听见叶欣然 这明里暗里的骂他们 也忍不住想要骂回去 你算是那根葱 敢这么说老娘 老娘和这店里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了 是谁在闹事 店外忽然传来的斥责的声音 随着声音落下 两个身穿官服的官差走了进来 回大人 就是这两人在闹事 叶欣然示意了一下地上的两个妇人 他们刚才不光骂我 还骂我娘 大人英明神武 明辨是非 还求大人为民女做主 叶欣然故意说得委委屈屈 两个官差听得却很是受用 他们两个闹事是吧 带走 还有其他相关人等 全都一并带走 是 下面的小丽一拥而上 把两个妇人从地上拉起来 就要绑上绳子 大人 我们才是受害人啊 是永乐堂害了我们 为什么要抓我们啊 就是 为什么不把他们绑起来 别人报案 你们聚中闹事 你们有什么委屈 去和县令大人说去 小丽很不耐烦 把绳子套在两个妇人手上 就拽着人走了出去 李沫和叶欣然紧随其后 赵家的婆子也跟着官吏 一起朝着县衙走去 除他们之外 看热闹的人群 也都三三两两地跟在后面 今天这事实在是热闹 大家也想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升堂鼓想过之后 乔县令头戴乌纱帽 身穿克斯双情官服 不紧不慢来到堂前 等他坐稳朝下一看 下面站着的人里 竟然还有叶欣然 不过叶欣然已经经非西比 恢复了原本容貌的叶欣然 看起来很像一个人 他心中打了个秃 直到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便把金唐木一拍 历声喝倒 唐下何人 所谓何事 李末跪下开口 启禀大人 草民李末 是永乐唐医馆的东家 本医馆从来都是货真价实 恪守着行医的本分 今天早上 这两位妇人不知为何 突然跑来店里闹事 对医馆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草民虽然多方劝倒 但是两人却要敲诈三百两银子 草民只好报官 请大老爷为草民做主 高个子妇人又急又怕 不等他说完立刻喊冤 大人 名妇冤枉啊 名妇用了永乐唐的血盐膏 如今容貌全毁 名妇是到店里讨要公道的 可是这个掌柜的拖延再三 实在不是名妇想要闹事 另外一个妇人听完 也连声复合 却如姐姐所说 名妇冤枉 县令 李末 我问你 这两个妇人脸上的伤 真的是用了你店里的药膏所致吗 李末连连摇头 求大人明见 他们脸上的伤 与我们店里的血盐膏 没有任何关系 县令 你可能证明 大人 名妇可以证明 叶欣染开口 哦 县令抬头看他 就听叶欣染说道 永乐唐的药膏 我用了医院有余 脸上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 医馆里的桃花姑娘 也用了十余天 如今脸上伤疤已经建好 用血盐膏 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用错了方法 或者药膏不适合他们 县令猜测 毕竟不同的药用 在不同的人身上 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大人可以问在场的人 是否有人出现了 和这两人同样的情况 县令将目光 看向了来看热闹的人群 大家纷纷退后 只有赵家管事婆子 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启禀大人 我家夫人用药也出现了问题 不过与这两人不同 是涂药的地方 出现青子之色 不等县令再开口问 叶欣染便说道 大人 出现青子之色 确实是用了血盐膏之后 会出现的症状 那也是为了让伤疤 能够恢复得更好 永乐堂有一种修复的药膏 只要涂抹那种药膏 两天之内 青子之色就会下去 李末听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时候又多出来新药膏了 他不知道啊 不过叶欣染说完 他立刻点头附和 确实如此 好 既然你们说青子之色是正常的 那这两个夫人脸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大人 叶欣染说道 大人可以叫官医过来查看 医官见多识广 想来一眼 就能断定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是 乔县林有些不解 这一会儿 基本都是叶欣染在说话 难道 他现在也是一管的人 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叶欣染的建议 先带两个夫人下去 叫医官给他们看一下 是 两个官立上前 将夫人给带下去了 没多一会儿 医官带着两人重新回来 回复道 大人 下官已经查明 两人脸上的红肿 是前马草所致 前马草 是的 医官有理有据地说道 前马草上有毒素 只要碰触之后 接触的地方就会泛红 并且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疹 两人的情况 确实和这个症状相符 你们两个 可有什么话说 县令一拍金堂木 立声问道 两个夫人没想到这个医官这么厉害 竟然一查就查出来了 连忙说道 大人 名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名副真的没有碰过前马草 是不是他们的药膏里面放了前马草 我们确实 是用了血盐膏之后 变成这样的 他们这是害人啊 大人 求大人一定要为名副做主啊 大人 叶欣染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他们可能不懂 这前马草 不管碰到什么人 都会使碰到的地方起一片红疹 若是我的药里 加入了这个东西 那么所有用药的人 都会出现和他们一样的症状 叶欣染说着问医官道 不知道医官大人手里 可有前马草 有的 那大人可以在我的手臂上一身 这 医官有些犹豫 见他不肯 叶欣染又说道 名副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涂完之后 名副还有办法让红种的地方恢复如初 医官听得有点好奇 他看了一下 坐在上手的县令大人 见县令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便答应下来 那好 这里人证物证俱在 出现任何问题 都是你自己要求的 名副自然不敢反悔 很快 医官将前马草拿了过来 叶欣染挽起衣袖 将自己的手臂 往放着前马草的盘子上 轻轻贴了一下 没过一会儿 他里侧的小臂 很快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小疹子 因为叶欣染皮肤很白 这些疹子更显得触目惊心 叶欣染给堂上的 大人和堂下的人群 全都看了一眼 大家发现叶欣染手臂的样子 确实和两个妇人脸上的伤 十分相似 唯一区别 就是叶欣染的症状 似乎更严重一些 给大家展示之后 叶欣染从自己的兜里 摸了一瓶血盐膏出来 当着大家的面 将血盐膏涂抹在自己的红肿的地方 然后说道 我们家的这个血盐膏 不仅不会让人出现这种 红肿起疹子的情况 反而能够很好地治疗这个问题 大家的目光 全都被叶欣染的动作吸引 等他涂完了药膏 大家全都盯着他的胳膊 想亲眼见证治疗的效果 过了一会儿 叶欣染将手臂上残留的药膏擦掉 再一次将自己的手臂 展示在众人面前 大家惊讶地发现 刚才那种又红又肿的情况 果然没有了 没了没了 真的没了 这是什么药膏 怎么这么神奇 不可能 我之前碰过前马草 后来红肿了四五天才好 又疼又痒 那滋味可难受了 有人对眼前的情况提出了质疑 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怎么不可能了 叶欣染展示完自己的成果之后 又一次向县令大人请求 请大人恩准 准许名副用药膏 为这两位夫人医治 若是药膏涂上以后 能够让他们的脸恢复成正常 就说明 他们是故意陷害我们永乐堂的 名副要求他们 还永乐堂一个公道 若是不能恢复 永乐堂愿意按照他们的要求 赔偿两人 听了叶欣染的请求 两人立刻拒绝 不行 不要用你的药膏碰我们的脸 大人 我们的脸就是被这个药膏毁了的 绝对不能再碰了 两个夫人叫得虽凶 但是在侨县令的事宜下 立刻有四个官差上前 抓住他们的肩膀 将人置在原地 叶欣染将药膏涂抹在他们的脸上 两个人想要挣扎 却正脱不开 过了一会儿 叶欣染用药来了一块金帕 将两人脸上残留的药膏擦掉 众人立刻发现 他们脸上原来红肿的地方 一下子就变得平平整整 干干净净 骗子 他们真的是骗子 这也太黑心了 今天要不是县令大人做主 那永乐堂的名声 可就毁了 他们也是狠的 竟然伤害自己的身体 去诬陷别人 这可不是白诬陷的 你刚才没在意管吗 他们可是张口 就要三百两的银子呢 三百两 天哪 他们可真是好大的胃口 众人意润纷纷 两个妇人也不敢再嚣张 没想到 这个血盐膏竟然这么好用 这么严重的疹子 一下子就好了 大胆刁民 竟然敢恶意诬陷别人 你们两个 可知罪 大人 名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名副真的不知道啊 两人还试图叫躯 还敢嘴硬 来人 上加棍 先令大人怒道 一听说要动刑 矮个的妇人先坚持不住了 大人 名副认罪 求大人开安 他扶下身子 浑身颤抖 是名副的姐姐找到名副 说是有一笔三百两银子的买卖 问名副愿不愿意做 名副财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求大人开恩 大人开恩啊 高个子的妇人 听见妹妹这么说 也连连叩头在地 求大人开恩 名副只是财迷心窍 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人啊 这法子 是你们自己想的吗 难道不是有人背后指使 叶欣然问道 不 没有任何人指使 是名副自己想出来的 高个子的妇人 把所有的事情都担下来 县令又问了几遍 她都不肯改口 最后下了定论 孙无事和赵无事 两姐妹一时贪念 用钱麻草弄伤自己的脸 假作是被永乐堂的血盐膏所伤 到医馆企图勒索钱财 幸而县衙衣冠 寻到两人破绽 又有血盐膏 恢复二人容貌 证实一管清白 故而叛孙无事和赵无事 赔偿永乐堂白银六百两 同时两人各打二十大板后收监 什么时候 家里人将这六百两银子交齐了 什么时候才能放人 至于赵家这边 永乐堂承诺 会上门为赵家夫人 医治脸上的清痕 同时 永乐堂也借此宣扬 若是使用血盐膏 出现青紫色痕迹 全都可以来永乐堂 请掌柜的免费诊治 此种情况 为血盐膏使用中 正常出现的状况 大家无需担心 永乐堂还是不错的 出了事是真负责啊 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 是正常情况 这不叫出事吧 只是再帮忙看一下 他家血盐膏真是没得说 刚才那效果立竿见影的 谁说他家血盐膏 不如顺一堂的 就是 效果多好 还便宜 乔宪令听着堂下的议论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永乐堂 好像在借着他公堂揽课 胆子太大了点吧 案子判完后 一干人等纷纷离去 唯有叶欣然 被县令留了下来 县令看着叶欣然的脸 再也藏不住心底的惊讶 想不到你的脸这么快好了 叶欣然轻轻一笑 劳伯父挂念 都是血盐膏的功劳 这才好起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 县令叹气 紫玉那个孩子 是个没福气的 他当初和你退亲 见县令就是重提 叶欣然连忙出声阻止 乔大人 此事已经过去 还是不要再提了吧 乔县令愣住 半赏之后 才又开口说道 我知道这件事 是我家对不起你 希望你不要记恨 以后还能叫我一声乔伯父 能和县令攀上关系 自然是好事 叶欣然也没有精神洁癖到 非要和他家划分界限的地步 于是点头音韵 都听伯父的 场面一时尴尬 两人都无话可说 县令又突然问道 前段时间 你和叶家断绝了关系 可是因为 知道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叶欣然一脸的迷茫之色 片刻之后 他才想起来 难道乔伯父说的是 我并非叶家亲生女儿这件事 并非 亲生 乔县令也吓了一跳 难道事情真的如他所想 见乔县令的表情 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叶欣然又立刻说道 我都是自己瞎猜的 我以为 他们对我不好 是因为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这个 道也 有可能 乔正山心中虽然有所猜测 却还是不敢定论 于是说道 无论如何 我还是你的乔伯父 日后你 若是有什么难处 尽管来找我 那多谢乔伯父了 叶欣然起声告辞 乔县令却回到书房 提笔摩摩 写了一封信 让人快马加鞭送至京城 叶欣然回到医馆之后 发现大家全都在那堂等着他 除了医馆的人 赵家的管事婆子也在 赵管事 让您久等了 赵管事已经等得不耐烦 看见叶欣然回来 连忙站起身子 哎呦 你可算是回来了 快点和我回去 我家夫人一定急死了 不急 我先和我家掌柜的说几句话 叶欣然安抚住他 示意李莫几人 随自己一起去后院 到了无人之处 李莫才敢开口 祖宗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血烟膏真的会用出问题吗 叶欣然摇摇头 这就是我之前和你们说的 我找到的办法 将紫茄蓝放入血烟膏之中 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皮肤上就会出现青紫色 那怎么解 李莫知道叶欣然一定有办法 还是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我做了解药 只要一抹 那青紫色就没有了 那真是太好了 李莫拍了拍胸口 表示安心 叶欣然调侃道 我既然敢用 肯定是已经想好解决的办法 李老板一定要对我这个合作伙伴 有信心啊 这时 萧怀安开口了 我刚才一路跟踪那人 看见他确实是拐进了顺一堂的后门 叶欣然点头 虽然猜到是他们干的 不过还是要亲眼见证一下 更放心 什么人 你们说谁呢 李莫一脸猛 叶欣然和萧怀安对视一眼 最后还是叶欣然开口解释道 刚才店里太乱了 你们没有注意到 人群中 其实一直有人给那两个妇人做执意 夫君一来就发现那个人不对劲 刚才他没有和我们去衙门 就是去跟踪他去了 结果和我们猜测的一样 果然是顺一堂搞的鬼 顺一堂的祖宗们若是在天有灵 知道自己的儿孙如此的不争气 开始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赚钱 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活过来 李莫还是一肚子的怨气 叶欣然微笑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斩草出根 王已经撒下去 就快要收网了 叶欣然说得轻描淡写 可李莫忽然觉得脖子一凉 他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看了眼萧怀安 忽然对自己兄弟的未来 随后 叶欣然和李莫一起 随着管事来到了赵元外家里 叶欣然拿出修复的药膏 给到赵家大夫人 大夫人用过之后 脸上的青紫之色 立刻削减了大半 这个药膏差不多是三天的量 夫人用完三天 脸上的青紫之色 就会完全消退 到时候 夫人就会发现 脸上的皮肤 要比原来好上百倍 叶欣然说 效果立竿见影 赵夫人也很是满意 若真的能好上些血 那我一定 还买你家的血盐膏用 夫人尽管放心 只要夫人用 我们就负责到底 叶欣然阴运 此事一出 坊间说 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 永乐堂的老板很负责 出了问题就给解决到底 永乐堂家的血盐膏 值得信任 还有人说 永乐堂的血盐膏 是偷了顺一堂的坊子 因为坊子偷的不全 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看似修复了 谁知道以后 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永乐堂真是下座 偷人坊子的衣馆 永远都要遭人唾弃 一开始 还是第一种声音比较多 可是到了晚上 第二种声音 慢慢地就压过了 第一种声音 越来越多的人 怀疑永乐堂 偷了顺一堂的方法 甚至还有用过的客人 来店里询问 自己会不会出现问题 万一连毁了 该怎么办 李莫尽量地安抚这些客人 心中还是难免焦躁 叶欣然却在临走之前 丢了一句话给他 放心 还需要沉淀一些时间 他们现在跳得越欢 将来打脸就越狠 叶欣然说的 打脸很快就来了 三天之后 使用过顺一堂 玉蓉膏的人 脸上也开始出现 亲子之色 一开始 大家还没有注意 有客人不放心 去顺一堂问 顺一堂的小二只 堂色说是正常情况 慢慢就会好了 他们试药的时候 根本没有出现过 这种问题 蔡掌柜还以为 那个赵家出现的问题 只是个例 他甚至还嘲笑过 永乐堂的运气不好 可情况越演越练 越来越多的人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不再相信 慢慢会好的说法 想让顺一堂 快点 给他们解决问题 永乐堂的血盐膏 用完也出现青紫色 当初不是说 他们偷你家方子 偷得不全才会那样吗 为什么玉蓉膏 也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 这样一看 血盐膏和玉蓉膏 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还是有区别的 至少人家永乐堂 出了问题 掌柜的很快 就给解决了 我看赵元外的夫人 只用三天时间 脸上的青紫色就消失了 蔡掌柜 你家的药膏 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会连你也不知道吧 面对众人质问 蔡掌柜已经焦头烂额 在出现三例情况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夜让医馆里的大夫 研究出现紫色的原因 可大夫们看来看去 没发现问题 最后下了结论 患者出现此种情况 可能是身体里有毒素沉淀 需要用一些 书干里气排毒的药物 使这些人将身体里的毒素排出去 书干里气的药可不便宜 可永乐堂那边免费给治疗 他们这边也不能落了下城 蔡掌柜让人准备出两百份的药 发给这些买了芋荣膏的人 可这些人喝了药以后 拉了个昏天暗地 身上的青紫色却一点都没少 蔡掌柜急了 去 派人去永乐堂买他们家那个修复的药膏 不管多少钱 有多少买多少 全都给买下来 他给手下下了命令 可下人去了之后 却无功而返 永乐堂掌柜的说了 他们这个药膏只送不卖 需要用药人带着购买的凭证来店里换药 什么凭证 蔡掌柜轻惊暴跳 他们家说 拿着装血盐膏的罐子就行 血盐膏的罐子 我们换下来的罐子 不是还堆在库房里吗 快 你去仓库里拿罐子 拿罐子去换那个修复膏 蔡掌柜心中大喜 幸亏他当时没有下令毁了这些罐子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正暗自性情 想着这次的事情也是有惊无险 去换药的手下却又无功而返 怎么了 蔡掌柜黑了脸 手下瑟瑟发抖 永乐堂的人说 需要用药者本人去他们店里 或者由永乐堂的大夫登门查看之后 才能用药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这个要是不能随便用的 所以 光拿着罐子没有用 需要本人去 完了 蔡掌柜光当一声 坐在了椅子上 他怎么能让自己店里的病人去永乐堂看诊 那不等于是告诉他们 顺一堂的玉蓉膏和永乐堂的血盐膏是一样的吗 而且永乐堂有办法解决 他们顺一堂却没有办法解决 大家会怎么想 可若不让他们去永乐堂诊治 那些人脸上的青子之色就会越来越重 听说知府家的小妾已经把状告到知府那里了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蔡掌柜眉头紧皱 手中的扇子啪的一声在手中折断了 半天后 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和挣钱比起来 还是顺一堂的名声更重要 万一让顺一堂名声受损 东家一定不会放过他 毕竟主意是他出的 好在他们顺一堂不缺钱 那就用钱解决这件事 他这次大意 着了永乐堂的道 大不了把这段时间赚的银子全都赔出去 以后不碰血盐高不就好了 来人 备车 我要亲自去一趟永乐堂 下人一听这话 赶紧备好了马车 等他们到达永乐堂门前的时候 发现这里也是热闹非凡 大家还在谈论着昨天的风波 为永乐堂名不平 城里认识蔡掌柜的人不少 看见蔡掌柜到来 大家纷纷让出了一条路 并在后面窃窃私语 这个蔡杰不是顺一堂掌柜吗 怎么跑到永乐堂来了 是不是因为玉蓉高的事情 两家要撕破脸了 要撕枣撕了 之前传永乐堂托配方那次 我就以为要撕起来了 谁知道 后来没动静了 你们没听说吗 顺一堂那边也出问题了 有人提醒 什么问题 那人继续说道 我也是听人说的 说是县城家的大小姐 因为用了顺一堂的药膏 满脸浮现青紫色 顺一堂给她开了排毒的药 结果那要吃的大小姐都起不来床了 这么严重 不应该啊 顺一堂不是一项医术高超 谁知道呢 而且不止县城家小姐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好多呢 照你这么说 那菜掌柜的到顺一堂来干嘛的 来要修复高药房 你还别说 还真有这个可能 你们要是这么说 那我可就要大胆的猜测了 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说道 猜测什么 几个人议论的正欢 其他人听得津津有味 听见这话 大家一起问道 我猜啊 之前传出来的消息是假的 不是永乐堂偷了顺一堂的配方 而是顺一堂偷了永乐堂的配方 啊 不能吧 顺一堂可是有资历的老店 在京城都是很有名气的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有人立刻否决了这个观点 不过 也有人持支持态度 我觉得有点道理 之前大家不就是因为顺一堂的名气大 所以认为顺一堂不会有问题吗 可为什么永乐堂有修复高 而顺一堂没有呢 如果是顺一堂偷了永乐堂的方子 如今这些事情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被他这么一说 大家纷纷点头 难道之前的消息是顺一堂故意放出来的 他们用了人家的方子 卖得比人家贵 反过来还要倒打一耙 真是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啊 看客们在门外议论纷纷 全都化身为捕快 开始分析其中的关系 而那堂的气氛 也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李掌柜 你是说什么都不肯 把修复高卖给我了 蔡杰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 李莫哼了一声 蔡掌柜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店里的修复高不能随便给出去 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具体发放的 方便 你这套说辞 蒙蒙别人还行 想蒙我 门都没有 明明都是一样的东西 听他说话这么不客气 李莫干脆也不装了 对啊 我就是不给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 蔡掌柜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在药膏里面下毒 这是犯罪 你知不知道 李莫毫不示弱 犯没犯罪 你心里清楚 你污蔑我们偷你家药方 犯罪的明明是你 再说了 谁告诉你 那是毒药 你连有毒没毒都分不清 这么多年 到底是怎么在这行混下来的 废物一个 李莫骂得爽极了 这么多年 他终于在顺一堂面前 抬起头来了 蔡杰也知道 和李莫已经没有商量 下去的必要了 李莫 你想清楚 现在的药膏 不过事件小事 就算你最后得逞了 也撼动不了 顺一堂的地位分毫 可你得罪了顺一堂 你以后的日子 可不会好过 李莫被他这一番威胁 给气笑了 天下一管这么多 你以为就你顺一堂 是最厉害的吗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不好过的 好 你等着瞧 蔡杰放了狠话 转身从顺一堂离开 围观人群看着他的背影 又纷纷猜测 刚才屋子里面都发生了什么 看样子 好像是没谈拢 该不会真的是 来要修复膏的吧 他们的猜测 很快就得到了李莫的证实 蔡杰回到顺一堂之后 立即找来一管的护院 你不是说 有个兄弟是盖帮的吗 护院赶紧报全称事 好 我给你二百两银子 你找几个可靠的兄弟 今天晚上就去把永乐堂丢砸了 把那个修复膏抢出来 剩下的都一把火烧掉 手脚干净一点 不要让人找到咱们头上来 护院一听立刻应下 掌柜的放心 属下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 看着护院离开 蔡杰一拳砸在了桌子之上 哼 一个小小的永乐堂 还想跟顺一堂斗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只好请他们吃罚酒了 永乐堂内 李莫还在为刚刚骂了蔡杰 而洋洋自得 萧怀安却提醒道 你们最近小心一些 我看那个蔡杰 不像是会轻易罢手的样子 李莫 我知道 不过他能怎么样 我不给他 他还能动手抢不成 萧怀安皱了皱眉头 这几日 你让职业的人都打起精神 防君子不防小人 还是小心点好 到底是顺一堂 不至于这么下作吧 李莫有些不以为意 叶欣然却说道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何况他们原本就是豺狼 夫君说的总是有道理的 你们小心些点好 李莫这才正式道 我这几天 在家派几个职业的人手 叶欣然点头 嗯 情况迫在眉睫 他们要动手 肯定就在这几天 事实证明 萧怀安夫妇的担心是对的 蔡掌柜实在是等不及了 因为他的那些客户 等不及了 就在当天晚上 职业的人就抓到了几个 企图潜入医馆的流浪汉 他们被抓到后 只说要来医馆里面偷钱 可是他们的身上带着油盒火 一看就是有纵火的打算 还好职业的反应及时 根本没给他们放火的机会 李莫下的一身冷汗 若是他掉以轻心 李家几十年的心血 可就毁在自己手中了 被抓到的人咬死了 是来偷钱的 因为永乐堂没什么损失 县衙审问之后 就将人投入大牢之中 这件事后 李莫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又雇佣了五个人首页 并重重赏赐了 抓住罪犯之人 永乐堂这边的麻烦解决了 顺一堂那边的事情 却是彻底压不住了 茶楼里说书的先生 都开始讲起了新段子 影射的就是永乐堂和顺一堂的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师兄弟 他们自小在药王谷 随着药王学习医术 后来 师兄继承了师父的衣钵 成了药王谷的心掌门人 而师弟却云游四方 四海为家 三年后 县城里疫病横行 百姓们纷纷向药王谷求救 可药王谷闭门不开 对百姓们避而不见 就在这时 一个独行的医者恰巧路过 他燃起大火 驱除空气中的病毒 又熬了大锅的药 免费分给百姓治病 病人们慢慢好了起来 一直没有开门的药王谷 也终于打开了大门 同时 一个消息传了出来 他们说 这个独行的医者 原本是掌门人的师弟 是他偷走了药王的丹药 才使得药王谷不得不闭门谢客 百姓的疫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药王在人们心中 有着神圣的地位 听见这个说法 大家对那位独行医者的感激之情 全都化作了怨恨 要不是他偷了药方 他们的父母和子女根本就不会死 要不是他偷了药方 他们也不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从那以后 村民们每见到这位师弟 总是吐口唾沫 或者咒骂一句 甚至有人趁其不备 将这位独行的医者打成重伤 不久后 医者撒手人寰 众人很快将他遗忘 半年后 疫病卷土重来 众人再次来到药王谷 请求药王赐药 可半个月过去了 药王谷的门还是没有打开 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众人再也顾不上什么礼数 撞开药王谷的大门 这才知道 原来药王谷现任掌门是个废物 他根本不会做药 他们之前吃的药 真的是 那位独行医者研制的 可如今人已经被他们亲手打死 再也没有医者为他们治病 村民们只能在悔恨中等待死亡 一个故事 讲了整整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 茶楼里已经是人满为患 坊间也开始流传 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你们听说书人讲的 那个故事了吗 这不就是顺一堂和永乐堂的事吗 顺一堂是废物师兄 永乐堂是好心师弟 现在师兄拿着师弟的药 非说是自己做出来的 对对对 太像了 师弟真可怜啊 恋爱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永乐堂 可不能让他不了那个师弟的后尘 要是永乐堂没了 以后我们要找个靠谱的医馆都找不到了 就是 就是 肖怀安听着人们的议论 微微一笑 他没想到 夜星染编故事的水平还挺高 那些在顺一堂买了药膏的人 也坐不住了 他们原本还寄希望于顺一堂 希望他家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可是等来等去 顺一堂也给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这让他们不得不求 诸于永乐堂 第一个到永乐堂看诊的 是县城家的女儿 孙小姐拿着顺一堂药膏的罐子 态度十分拘谨 她怕永乐堂会拒绝自己 因为自己买的 不是他家的药膏 谁知他想象中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出现 永乐堂的人 非但没有拒绝他 反倒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 姑娘的这个情况很好解决 本来就是用血盐膏 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只要用我们的修复膏 稍微修复一下就可以 店里的大夫 给孙小姐涂上了修复膏 孙小姐脸上的青紫色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退了下去 孙小姐震惊无比 还是忍不住问道 可是 我用的是玉绒膏 不是血盐膏啊 大夫给她一个 懂得都懂得眼神 姑娘可以自己看 我们的修复膏 血盐膏只能和血盐膏搭配使用 结果说明一切 孙小姐也不是蠢笨之人 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关系 原来她一直用的就是血盐膏 只是被顺一堂换了罐子 还加了二百两银子 顺一堂也太黑心了 她呸了一声 孙小姐来过之后 越来越多购买玉绒膏的人 来到永乐堂 开始 店里的大夫还有些不解 这些人之前不肯相信永乐堂 甚至不惜花高价 也要去买玉绒膏 现在永乐堂凭什么 要免费给他们治疗 可叶欣然却说 不管他们之前花了多少钱 但是在我看来 所有用了玉绒膏的人 都有一百两银子 是进了永乐堂的 所以对待他们 要和对待购买血盐膏的人一样 更何况 这些人都是以后的潜力客户 必须要把他们拉拢过来 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 因为菜掌柜的无能 大家已经全都看明白了 顺一堂做出的龌龊事 玉绒膏卖的范围广 这下不光是云通县的人 就连天昌府的人 都知道永乐堂的存在 永乐堂 竟然出名了 李默面对每天 从天昌府赶过来的客人 有些受宠落惊 虽然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来买血盐膏的 有的还是来修复脸上问题的 但这并不妨碍李默 像花孔雀一样自得 骄傲自己永乐堂的名声 已经走出了云通县 这一波 还真得感谢顺一堂了 要不是他们家 咱们的血盐膏 也不会这么快 就被天昌府的人知道 李默这个时候 也不忘记阴阳 李乔也高兴得何不拢嘴 恭喜东家 这一回 也算是歪打正着 顺一堂怎么也想不到 竟然给咱们做了垫脚石 李默看着 还在外面忙活的叶欣然 心有所感 不过说到底 还是嫂子高瞻远主 运筹帷幄 不然 我们还真就拿顺一堂 没有办法 要不要写信 把这件事告诉老爷 让老爷也高兴高兴 李乔提议 提到家里的老爷子 李默的脸色 立刻就变了 他低头想了想 最后说道 算了 这点成就在他眼中 什么都不是 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吧 行 李乔赶紧应下 又紧跟着问了一句 那要不要单独给夫人写一封信 报个平安 李默知道李乔的意思 他瞪了李乔一眼 他就是我娘的跟班 我给我爹娘写的信 他能不知道吗 何必那么麻烦 李乔叹了口气 东家什么都好 就是这内宅的事情不如意 他和夫人都是倔脾气 这次跑出来 两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好 不过东家不着急 他一个外人着急也没用 李乔摇摇头 又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顺一堂这边的事告一段落 叶欣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和肖怀安说好了 今天要去看看之前订的柜子 顺便把孩子们用的书桌订下来 肖怀安看着叶欣然越来越能干 心中隐隐地生起一丝不安 他的娘子这么厉害 那他不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他倒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可他怕时间长了 叶欣然会嫌弃自己 所以订桌子的时候 肖怀安特意选了一款便宜点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那种红木的好 叶欣然和肖怀安商量 但是红木太贵 我怕我的银子不够用 肖怀安说 你没有我有啊 叶欣然说的毫不在意 木齐行内的小二 也是个会看人眼色的 听见两人的对话 赶紧说道 二位手里的预算若是够 还是买这种红木的更划算 能用一辈子呢 以后就不用换了 叶欣然在这方面 也有点小固执 毕竟是新房子 他想把里面的东西 都换成最好的 最后 肖怀安点了头 同意了叶欣然的意见 不过回去的路上 他还是把心里的想法 说了出来 我手头的银子不多 这段时间 让你破费了 叶欣然知道 肖怀安这是想多了 他笑了笑 那你现在吃我的 花我的 你心里要有数 将来一定要加倍还给我 以后家里的事情 都凭你做主 肖怀安道 那就行 反正以后日子长着呢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也不想因为照顾你的情绪 而委屈了我自己 毕竟有了银子 我就想过好一点的日子 放心 以后我会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的 肖怀安以前不爱说这些 可是现在他才知道 当你有心无力的时候 就只剩下这些话可以说了 对了 明天我带你去钱庄开个户吧 可以把用不完的银子存在里面 肖怀安不知道叶欣然 现在有多少银子 但是 看血缘高的销量 怎么也有一万两左右了 这么多的钱放在身上 肖怀安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 叶欣然再一次安慰他 我把钱都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除了我 没有人会知道的 叶欣然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信任肖怀安 所以 空间的事情还不打算和他说 肖怀安听他这么说 便也没有声问下去 两人回到家里 三个孩子却早已等在门口 说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 怎么了 是背书背的好 先生夸赞了 叶欣然看着他们的小脸猜测 是夸了 不过夸的不是我 是大哥 长安得意的说 是长生啊 叶欣然故意托长生印 长生读书本来就很厉害 你们两个要向大哥学习 不光是夸了 比这还要厉害呢 长安挥舞着小手 叶欣然看向长生 用眼神示意他 让他说说是什么事 可长生不肯开口 还是长安抢着说了出来 父子说 要举荐大哥去青山书院读书 能进青山书院的可都是很厉害的人 大哥是村子里第一个进书院的 这么厉害 叶欣然也很意外 他还以为要和夫子学一段时间 才能进书院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这可是大喜事 我们得好好庆祝庆祝 叶欣然提议 庆祝吗 一听说庆祝两个字 孩子们又兴奋起来 长平立刻问道 沈娘 庆祝的话 我们吃什么好吃的 叶欣然想了想 孩子们喜欢吃甜食 不如就做个蒸蛋糕给他们吃 家里的鸡蛋已经攒了半葫芦了 叶欣然拿出十个鸡蛋 让几个孩子把鸡蛋的蛋清分离 并把鸡蛋搅成了发泡状 他自己则负责筛面 然后把筛好的面粉和糖 油等倒进蛋清里搅拌均匀 再把蛋糕糊糊倒入一个大盆中 放入没有水的锅中去烤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做蛋糕 烤的时候 看着灶坑里噼里啪啦的火苗 叶欣然也很紧张 好在最终烤出来的蛋糕 十分成功 大蛋糕又炫又软 十分香甜 咬上一口 棉滑的蛋糕 直接就在嘴里化掉 唇齿留香 三个孩子吃得心满意足 长生还把自己的那份留下了一块 说是明天要带给夫子尝一尝 夫子对你好 你想着 他是应该的 叶欣然说 等你到了书院 就不能像在家里这么自在 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了沈娘 长安硬了下来 第二天 学堂放假 叶欣然和肖怀安赶着马车 送长生和夫子去青山书院 他们既兴奋又紧张 结果刚到书院门口 却意外碰到了两个人 青山书院有一个规矩 只有院长考试合格的学子 才能进入书院读书 到了书院门口 夫子便带着长生 进去找卫院长 叶欣然和肖怀安 则留在外面等待结果 他们到得早 正是学子们出来吃早饭的时间 书院里面也有食堂 不过大家食堂吃得腻了 都喜欢出来吃点别的 门口卖吃食的摊位有四个 其中 馄饨摊位前卫的人最多 馄饨摊的老板 是个打扮朴实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干净的衣服 头上围着一条毛巾 正从准备好的食盒里面 往外数馄饨 一碗十个 不太大 作为早饭还是足够了 七八个学子 围着临时搭起的木桌吃馄饨 大家都穿着款式统一的服装 只有两个青年在这群人中 显得格格不入 两人穿得一黑一白 看起来十分显眼 不知道他们到这里 是要干什么 叶欣然正四处打量 肖怀安问道 那边有卖桂圆粥的 我们去吃一碗吧 桂圆粥 是用红枣 花生 桂圆 和糯米熬成的粥 材料充足 味道甘甜 他们早上吃得简单 正好可以喝粥溜溜凤 路过馄饨摊位的时候 那个黑衣少年 仿佛心有所感 突然抬起头来 盯着叶欣然的背影看 直到两人坐下 他的目光都没有收回来 你看什么呢 魏锦怡也扭过头看去 正好看见了 落座的肖怀安夫妇 他心中也不由赞叹一声 郎才女貌 好一对碧人 不过 更好看的人以前也见过 没见掌青这么上心啊 没什么 陆掌青收回了目光 他低下头继续吃馄饨 却将手中的勺子 捏得格外的紧 是他吧 上次在魏宅门口 见到的人一定是他 为什么每次见到他 总是有一种 心跳加速的感觉 陆掌青抬头 又看了一下叶欣然的侧脸 不禁对自己的取向 产生了怀疑 难道他之前一直不想定亲 是因为喜欢人妻 魏锦怡没有在意 更不知道坐在对面的陆掌青 有了多么炸烈的想法 而另外一周的叶欣然 也同样感到了不适 他摸摸自己的胸口 疑惑地看向四周 萧怀安忙问 怎么了 叶欣然没有发现异常 只好摇摇头 没什么 可能是因为长生的事情 太紧张了 吃完馄饨 魏锦怡问到 天香书院给的假期快结束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 是留在青山书院 跟着我爹学 还是回去 要是回去 我们这几天就得启程了 魏锦怡想留在这里 娘的身体好了很多 爹也同意 他留下来 他觉得 在这里读书更好一些 不过 如果表哥想回去 他也愿意跟着一起回去 毕竟两人 从小就一起读书 在一起 表哥还能帮他抄书 陆长青之前一直在犹豫 魏锦怡以为他这次 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说辞 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那就留下来吧 反正回了京城 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嘛 留在这里多好 魏锦怡很高兴 小时候 我爹还一直夸你聪明呢 你留下来 他肯定高兴 天香书院虽然好 但是论水平 我爹绝对不比那些父子差 你留下来 姨母他们也不会反对的 陆长青点了点头 目光却不由地 又看向了叶欣然 这个女子这么特别 他好想认识一下 长生的考试很顺利 叶欣然他们吃完粥 又坐了一会儿 谢夫子就带着长生 从书院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脸上都是春风得意 叶欣然不用问 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院长说 你什么时候过来报道了吗 叶欣然问 长生睁大眼睛 沈娘 你还没问 怎么就知道院长愿意收我了 你嘴巴里的再大点 路上的人就都知道了 萧怀安邦叶欣然回答 那我不笑了 长生说着又笑了笑 谢夫子开口道 青山书院每年九月份 都会招收一批新的学生 院长说 这几天就让他过来报道了 行 那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还麻烦谢夫子 帮我列个清单 我给他备齐了 就把人给送过来 几个人诚信而来 高兴而归 路过的学子们 都没有注意到几人 除了陆长青 见几人驾车离开 他突然对魏锦怡说道 既然要留下来读书 那我们回去 就和姨母姨父说一声 明天就入学吧 魏锦怡 找什么急 再多玩两天吗 不过表哥 就算是在我爸眼皮子底下 你也得帮我抄书呀 陆长青对此不置可否 抄书而已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不过锦怡这个小子 既然敢留下来 那就得让他爹 好好收拾他一下了 三天后 陆长青和魏锦怡 来书院报道 成为书院里的正式议员 进来两天之后 陆长青才找到长生的身影 当日一见之下 他就记住了长生 这个小家伙 被分到了少年班 与他们有医院之隔 想要熟悉起来 好像并不容易 他想跟长青搭话 却又不想显得太过突兀 于是 有时间的时候 就远远跟在他身后 希望找个机会认识一下 魏锦怡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之前在京城 陆长青两耳不闻窗外事 除了读书 什么人都不关心 可自从进了书院 他总是把目光放在一个少年身上 长青这不会是有什么毛病了吧 于是乎 长青跟着长生的时候 魏锦怡就跟在长青身后 形成了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架势 直到有一天 魏锦怡眼看着前面两人的身影突然消失 他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追上去 却在转弯之后 看见了长生插着腰 站在自己面前 你干什么总跟着我 长生出言质问 魏锦怡一脸猛逼 我不是 我没有 我 他语无伦次的解释 长生立刻生气道 我早就发现有人跟踪我了 这里是书院 不是市井之地 你日日跟在我身后 有什么企图 魏锦怡四处张望 企图寻找陆长青的身影 他明明是跟着陆长青过来的 那小子 怎么一下子就没影啊 这边长生还在与他理论 看你这个心虚样子 一定没安好心 你要是不说 那我们就去找院长对质 看院长怎么处置 长生说着 就来拉他的衣袖 此处在书院的荷花塘边 过往的学子不少 大家看见两人有要吵架的架势 全都驻足观看 魏锦怡正打算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就听见身后传来说话的声音 师弟别误会 这是我表弟 他应该是来找我的 说话的是陆长青 长生抬头看去 见来人一脸和善的笑容 不由地放松了警惕 他真的是来找你的 可他已经跟了我好几天了 我没有 我 魏锦怡刚想解释 陆长青就打断他道 他之前和我提起过你 说师弟你一身风骨 看着是个人才 他倒是有结交之心 我没有 魏锦怡快要哭了 这都什么和什么 长生抬头打量了他一下 看魏锦怡确实不像是坏人 便说道 我从不与人结交 你以后也不要跟着我了 长生说着要走 陆长青又赶紧叫住了他 师弟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长生眯着眼睛看眼前的人 他是谁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他可是院长家的亲戚 你若是能与他结交 休要胡说 长生打断了陆长青的话 就算他是院长家的亲戚 魏院长也做不出训私舞弊之事 我不允许你污蔑院长 长青不说话了 他也知道自己心急了 刚才这句话 他不该说的 看来 从长生这边是打探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朝着长生拱手 说道 打扰了 便拉着魏锦怡离开 魏锦怡简直一肚子的疑问 不是 为啥 什么为什么 陆长青语气不善 你为什么非得要与一个小孩子结交 刚才陆长青为了和长生套近乎 不惜放低姿态 甚至不惜出卖兄弟 魏锦怡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可图的 难道他真的走上了邪魔歪路 染上了什么不良癖好 别乱想 陆长青显然不想和他解释 回去之后 也不要和舅母说 那你得保证 以后不许再跟踪那个孩子 魏锦怡不得不提高警惕 防患于魏然 自然 我以后都不会去找他 陆长青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他也说到做到 再也没有去找长生 甚至都没有去书院 因为当天晚上 陆长青就病倒了 他自小就有心急 这些年虽说好了很多 若是心气不顺 也难免会犯 冷夫人也没想到 陆长青读书读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犯了心急 他连连质问魏锦怡 魏锦怡心中虽有猜测 可因为之前答应了表哥 也只能摇头 连连说自己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天天和他站在一起 他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一清二楚 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表哥在书院里 真的除了读书 什么都没有做 魏锦怡无奈解释 冷夫人听见这话 却理解出别的意思 他除了读书 什么都没有做 也就是说 这病是在书院 读书的时候累的 你爹呢 我要问问你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怜魏夫子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魏锦怡也吓了一大跳 要是让父亲知道 这是自己给他挖的坑 以后父亲还不知道 会怎么收拾自己呢 娘 表哥从小身体就不好 他病了不是很正常的吗 今天大夫也来看过了 就是心急的老毛病 好好吃药 养着就行了 您干嘛非要找出一个负责的 冷夫人终于冷静了下来 锦怡说得对 当务之急 是赶紧给长青找一个好大夫 今天来的大夫 虽说是永顺堂的名医 可是冷夫人 始终是放心不下 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叶欣然 她现在最相信的 还是叶欣然 快 让童管事 去把叶姑娘请过来 娘 今天已经晚了 不管是谁都要休息 表哥吃了药 已经没有大碍了 还是明天再去请吧 冷夫人看了看天色 只好答应下来 陆长青这个孩子 也是在她跟前长大的 因为从小身子不好 冷夫人对她的关心 也总是会多一些 前段时间和姐姐通了信 原以为让孩子 在这边住上一年半载的 对她的身体有好处 谁能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她就病倒了 实在是太让人揪心了 陆长青心急发作后 从来不许别人 留在自己的房间 在京城的时候如此 到了这边 依然是这样 冷夫人放心不下 便与陆长青约好 派两个小厮守在门外 若是两个石城门里 没有动静 小厮们就进屋看一看 陆长青虽然答应下来 但是等小厮们 真的开门进入的时候 迎来的不是花瓶 就是枕头 长青这个孩子 生病的时候和平常 怎么差别这么大 冷夫人也没有办法 小厮们一个个都心惊胆战 在卫家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办过 这么难办的差事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 冷夫人一大清早就派 童管市去云边村 请叶兴染 叶兴染正在合理正商量 盖房子的事情 听说冷夫人要请她过去看病 她立刻将手中的图纸 扔给肖怀安 向公 盖房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去冷夫人那边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童管市没把话说明白 她还以为是冷夫人的病情 出现了反复 直到马车走出了村子 她才弄明白 原来是卫家做客的亲戚 犯了心急 原来如此 叶兴染终于放下心来 不知道是夫人的什么情节 她随口问道 是夫人的外甥 也就是我们家夫人姐姐家的儿子 陆少爷和我们家小少爷感情最好 夫人也十分疼爱陆少爷 昨天夫人就想请叶姑娘过来的 因为太晚了 所以一大早就让我过来请您 叶兴染没听见她后面那些话 她脑中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冷夫人姐姐的儿子 那岂不是她的亲兄弟 马车很快到了卫府门口 童管市在前面引路 带着叶兴染快步往后院走 走到陆掌清房间门口的时候 正好一个枕头从里面飞了出来 里面的人气息奄奄 却还低声喊道 都说过了 不要进我的房间 你们听不到吗 小四们面露难色 他们也不想进啊 可是冷夫人吩咐了 若是里面没有动静 要进去看一眼 这是伺候主子应尽的本分 哪想到这位小爷脾气这么古怪 只要有人进去 就会发脾气 这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啊 众人见到童管市过来 连忙打招呼 童管市 童管市 你看这 童俭也有些头疼 这位少爷的确不好伺候 叶姑娘既是大夫 也是客人 万一冲撞了起来 无论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叶神医 您在这里稍等 我去请我家夫人过来 只有冷夫人能治住这位少爷了 至少在冷夫人面前 她能控制住不发脾气 童俭说完就往前院跑 叶兴染却借着敞开的门 往里面张望了一下 屋子里陈设简单 除了床 就是一张书案 案头放着很多书 也有写了一半 还晾在那里的字画 此时屋子里已经没了动静 轻轻浮动的床漫下 能看得出 里面躺着一个人 看小丝们的神色 里面的人 好像不好应付 她决定听童管市的话 在这里等着冷夫人过来 就在这时 屋子里的人 突然发出一声闷哼 好像十分难受 同一时间 叶兴染的心 也跟着疼了一下 奇了怪了 她的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是因为 刚才听到的那声闷哼 她的医德 什么时候这么高了 心下虽然这样想着 她的脚 还是不由自主地 跨进了房间里 床上的男子脸色苍白 豆大的汗珠 从额头滚落 她双目紧闭 睫毛微颤 仿佛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叶兴染一眼看出 这是心急发作的症状 再耽误下去 可能会出大事 她二话不说 脱鞋上床 跪在路长青的身侧 拿出银针快速扎了下去 八根银针直接没入穴位之中 只剩下针尾轻轻颤抖 护出心脉之后 叶兴染又拿出之前 给长安做的心机丸 撬开路长青的嘴 给她塞了进去 水 她对着外面大喊一声 小四门不敢怠慢 赶紧进来 倒了一杯温水 叶兴染将温水 靠近路长青的嘴边 掰开她的嘴 让她喝下去一点 直到这时 叶兴染才松了一口气 小四门心惊胆战 看叶兴染竟然在路长青的床上 便好心提醒道 姑娘 路公子生病的时候 心绪不稳 要不 您还是离床远一点 叶兴染看路长青没什么大事了 便也放心地应道 好 她起身下床 刚迈出一步 感觉身后好像有什么阻力 回头一看 原来是裙脚被人拽在手里 叶兴染伸手去拽裙脚 却听见路长青说道 别走 别走 叶兴染转头看她 路长青却还闭着眼睛 眉头紧皱 仿佛在做着什么不好的梦 这 叶兴染一时间 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 离得最近的小四 也听见了路长青的那句别走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兴染 用近乎颤抖的声音重复道 陆少爷刚才是不是说别走 我没听错吧 嗯 叶兴染点头 真的吗 外面伺候的小四也激动起来 这可真是奇怪 之前来了两个大夫 都是刚看完诊 就马上离开了 而且是夫人在场 陆少爷才允许大夫进房的 怎么叶神医来了 就成了别走了呢 叶兴染担心吵醒陆长青 便对小四说道 劳烦帮我搬把椅子 我就坐在这边 小四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按照吩咐搬来了椅子 便又退了出去 冷夫人到的时候 就看见叶兴染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床上的陆长青睡得正熟 手中还死死攥着人家的裙脚 冷夫人和童俭面面相去 谁都没想到会出现这个场面 冷夫人抬步走到屋内 不敢大声说话 只用眼神示意叶兴染 叶兴染点点头 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冷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吓死我了 她俯着自己的胸口小声道 我就知道 叶姑娘一定有办法 饶式她的声音很轻 床上的陆长青 还是睁开了眼睛 她看了看说话的冷夫人 又转头看向叶兴染 同时也注意到了 自己手中攥着的衣角 她松开拳头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对叶兴染说道 有劳大夫了 无妨 叶兴染站起身来 你先平躺下 我把你身上的银针取出来 叶兴染靠近 一条腿跪在床沿 越过她的头 将银针一一取出 陆长青看着她血白的皮肤 以及脖梗出淡淡的血管 忽然生出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这种感觉 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不是男女之爱 只是单纯的想要靠近 仿佛靠近一点 就会更安心一点 这么想着 她的头就不自觉地 往叶兴染的方向 又靠了靠 你这心急 应该是老毛病了 稍微不注意就可能会复发 平日若是出现心剂 气短 一定要小心 叶兴染取完针 不忘叮嘱到 陆长青微微点头 那医者能经常来帮我看看吗 她问 叶兴染伸手帮她噎了噎背脚 我这里有治疗心急的药 之前给家里孩子准备的 稍后分你一些 哦 陆长青垂下眉眼 眼中闪过失望的情绪 却听叶兴染接着说道 不过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我需要多看几次 才能确定你用这个药到底能不能痊愈 先暂定七天一次吧 真的 陆长青露出一谋笑容 我这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 确实情况复杂 难得遇到你这么厉害的神医 你要好好帮我看看才行 冷夫人 长青 你什么时候学会对大夫这么客气了 之前来的两个大夫 她可不是这种态度 冷夫人哪里知道 这次看诊的机会是陆长青自己算计来的 第一次见到叶兴染的时候 陆长青就听说 她来府中是给姨母看病 后来她旁敲侧击问了两次 才知道姨母非常喜欢这个叶姑娘 同时也对她的医术赞不绝口 陆长青一直等着姨母什么时候 再叫叶姑娘过来看诊 可是等了好久 姨母一直没叫过大夫上门 那个叶姑娘一直都没来 碰巧这时 她在书院门口又见到了叶兴染 于是便把主意打到了长生的身上 她想通过长生对这个叶姑娘多一些了解 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偏偏对她有不一样的感觉 可惜长生十分聪明 又不好套路 陆长青费了好长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机会 还被长生给误会了 于是陆长青又重新转回到看病这个方法 她习惯了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 更不想让姨母和姨父他们知道这件事 既然姨母身体好了 那她可以自己生病 于是她故意洗了个冷水走 又在睡觉的时候敞开着窗子 果不其然 第二天 她这个废物身子就又犯病了 听见姨母的问题 陆长青弯了弯嘴角 解释道 姨母 我向来知道李树的 只是心急发作的时候实在难过 脾气难免会差了点 她这番话也是解释给叶兴染听的 她可不是一个不知李树的混混 冷夫人听见这话就笑了 对对对 我们长青最是懂李树了 这时 丫鬟拿来了二百两银票递给叶兴染 叶兴染连忙拒绝 冷夫人 用不了这么多 大夫出诊也就一二两的银子 您每次都给这么多 我受之有愧 冷夫人笑 你怎么能和外面那些大夫比 你医术这么高 值得这些银子 快收下吧 只要你每次能来 我看着就高兴 其实冷夫人早就想让叶兴染过来了 可是她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叶兴染那边又在忙着做生意 她也不好意思总打扰人家 夫人若是想见我 尽管派人来叫我 我若是得空 就会过来的 叶兴染说 姨母 我觉得 你要多给叶姑娘一些银子 陆长青在床上开口 刚才若不是叶姑娘救我 我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你这个孩子 瞎胡说什么呢 在姨母这里 姨母怎么会让你出事 冷夫人称怪道 说完她又转变了态度 不过多给些银子 倒是应该的 逐运 再去账上取三百两银子来 叶兴染连连摆手 不用了 已经足够了 夫人若是想给 那就下次再说 自从上次看到鉴定结果 知道了冷夫人和自己 其实是亲人 叶兴染的心态 又与之前不一样了 血缘关系 是一种很神奇的牵绊 怪不得她和冷夫人这么投缘 原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她看看冷夫人 又看看床上的陆长青 其实陆长青和她长的 也有几分相似 两人应该都继承了母亲的优点 有着漂亮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只是陆长青更英气一些 姨母 我想以后 多让叶姑娘来帮我看病 陆长青开口 你想的倒是挺好 冷夫人打去她 你若是留在这里 自然是没问题 等你回了京城 难道还要跑我这边来看病 叶姑娘也可以随我一起上京城 陆长青想了想说 这恐怕不行 冷夫人赶紧打断她 叶姑娘是成了亲的 她相公和孩子都在这边 怎么会去京城呢 她试图第一时间 让陆长青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她知道 长青这孩子是有些执拗的 从小到大 她想得到的东西 想要做成的事情 不管通过什么方法 经历多少曲折 总会想方设法去实现 成了亲又不是断了腿 陆长青轻描淡写地说道 再说 就算是断了腿 也可以坐车去啊 何况只是成亲 可以一家人一起过去 冷夫人有些尴尬 她一脸歉意地看着叶兴染 长青这孩子不太会说话 你别太在意 叶兴染却盯着陆长青 心道 刚才还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突然变病胶了 她笑得温和 话是没错 断腿了还可以坐车 但是心跳若是停了 人可就活不成了哦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危险 从小到大 长青还没有怕过谁的危险 可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血脉的压制 她看着叶兴染的笑脸 忽然就觉得有些害怕 她觉得叶兴染不是威胁 她是真干得出来 我就是随便说说 她是真的希望 叶兴染能留在自己身边 哪怕她全家人一起过来都行 只要能离自己近一点就好 还是叶姑娘有办法治她 她这个小子 动不动就说一些奇怪的话 冷夫人见两人都没有生气 笑呵呵地打着圆场 她看了看两人 又突然说道 我之前总说 叶姑娘和我姐姐长得有些相似 如今一看 叶姑娘和长青也很像 特别是眼睛 还有鼻子 这话不说还好 说完之后 她就觉得两人是越看越像 就连冷夫人身边的丫鬟也说道 夫人说得对 陆公子和叶姑娘真的有些相似 不知道的 还以为二位是兄妹 兄妹 冷夫人听见这话 突然愣住 对啊 她之前怎么从没想过 这两个孩子长得这么像 怎么就不能是亲兄妹呢 可如果他们是亲兄妹 京城的陆之翼又是谁 难道 她突然有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她看着叶欣然声音有些颤抖 叶姑娘 你可知道 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她问得很小心 心中又有些稀静 躺在床上的陆长青听见这话 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猛地抬头看向叶欣然 心中那么奇异的感觉 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下一刻 她就听见叶欣然说道 夫人怎么问起这个 不过我的生辰很好记 八月十六 正好在中秋节的第二天 八月十六 竟然真的是八月十六 冷夫人和陆长青 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惊异之色 最后还是陆长青开口说道 巧了 我的生辰也在八月十六 这妖巧 叶欣然嘴上说着巧合 内心里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双生子骂 生日肯定是一天 冷夫人伸手捂住胸口 一种看透真相的刺激 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他们冷家的孩子 怎么会流落到外面 叶姑娘 你爹娘他们 算了 等等 还要再等几天 冷夫人有些语无伦次 她想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叶欣然 可万一其中有什么误会 那欣然这孩子 岂不是会受伤 她还是决定 先写信询问姐姐 看姐姐那边怎么说 叶姑娘 这几日劳烦你 要是方便 每隔三天过来看一下 长青的身体 行吗 冷夫人看出 陆长青对叶欣然的喜欢 她也想让这两个孩子 多接触一下 这个建议 甚合陆长青的心意 她也道 劳烦叶姑娘了 行 既然你们不放心 那我就三天过来一次 叶欣然答应下来 不过陆公子 这病拖得久了 不是一时半会能治好的 需要长期观察看看 没问题 只要能治好 多久都可以 冷夫人心中五味杂陈 待叶欣然起身告辞后 她转头看向陆长青 想要说什么 却不知如何开口 最后还是陆长青先说道 舅母 这个叶姑娘 才是我姐姐吧 冷夫人终于开口 你也这么觉得 我看她第一眼的时候 就觉得眼熟 只是一直都没敢 往这方面想 可世上 哪有这么多的巧合 舅母 你们看的是长相 我却不是通过长相判断出来的 陆长青打断她的话 那是如何 冷夫人问 凭感觉 陆长青双眼放空 思绪已经飘到 两人初次见面的那一天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觉得这人很特别 想要认识一下 亲近一下 这种感觉 我在别人的身上 从来没有过 这个别人 让冷夫人一下子想到了陆之意 陆长青和陆之意是双生子 本来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可是从强保中开始 陆长青就对陆之意十分排斥 他不仅对他拳打脚踢 还在姐姐抱陆之意的时候 嚎啕大哭 那时候 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不懂事 姐姐还多次与他抱怨 说自己的这两个孩子 简直是前世的冤家 后来 因为陆长青有心急 为了避免他受刺激 姐姐便把陆之意 搬到了另外一个院子养着 只能在陆长青睡着的时候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才偷偷地过去看女儿 因为这件事 陆夫人一直觉得愧对女儿 所以 女儿长大后 与他不亲近 陆夫人都认为是自己的过错 为了弥补陆之意 陆侯爷和姐姐对他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连冷清新这个座姨母的 都觉得他们 把陆之意惯得太过了 我一会儿给你母亲写信 问问他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叶兴染的父母 我也得查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陆夫人说 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 叶兴染一定是我姐 陆长青肯定地说 叶兴染是她的姐姐 这个认知 让陆长青有几分高兴 还有几分安心 原来她是因为这个 才会对叶兴染 有一种别样的感情 原来并不是她喜欢人妇 她只是喜欢叶兴染而已 不知道是刚才吃的要起了作用 还是这个认知 让她心情舒畅 陆长青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样舒服 仿佛那折磨了她 十几年的病痛 已经离她而去了 她又建议到 姨母 除了她的父母 再查一下我姐现在的相公 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觉得她并不像是普通的猎户 我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娶了我姐 冷夫人看着她的神色赶紧道 你可不许乱来 我之前听欣然说 她和她的相公 感情很好的 就算她是一个普通的猎人又怎样 只要你姐喜欢就够了 姨母 你想哪里去了 陆长青道 我不会因为她是猎人而瞧不起她 只要她对我姐好 她是什么都无所谓 可她 要是对我姐不好 别说是猎人 就是王爷也不行 行行 这件事 我会找人去问的 冷夫人答应下来 几天后 冷夫人的下人 送来了打听到的消息 原来叶欣然的父亲 叶大成本是个普通村民 后来不知道搭上了什么人 突然做起了生意 赚到钱后 还捐了个园外 之后一路畅通 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 至于当初发生的事情 因为年代久远 怎么也打听不到 下人将这些消息 报告给冷夫人 冷夫人只叹了口气 看来 还是得等京城那边的消息 冷夫人的信 还在路上 但乔县令的信 却已经抵达京城 陆侯爷看着乔县令 在信中描述的情形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个叶大成 还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一个丫头都养不好 这些年真是浪费了 那么多的钱财 当初还不如快刀斩乱麻 要不是怕夫人这边 察觉到不对 她绝对不会留下 这么个祸患 现在连乔县令 都觉察到了不对 这件事情 就不能再拖了 想到这里 陆侯爷叫了一声 朱雀 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 便突然从隐蔽的角落里 走了出来 主子有何吩咐 你速速去云边村 把叶大成一家无口解决掉 记住 要做得干脆利落 不要让人产生怀疑 是 朱雀得到命令 又立刻隐藏了身形 侯府夫人冷清语人 刚刚算完了这个月的账目 路过书房 正好看见侯爷站在那里 便走了进去 侯爷怎么站在这里 是不是累了 我让丫鬟去准备燕窝羹 不必麻烦 陆侯爷道 我晚上和周大人好了 要去外面吃饭 怎么又出去吃饭 冷夫人称怪道 少喝点酒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侯爷微笑 拉住夫人的手 要是晚了 我就送在书房 夫人不必等我 侯爷拉着夫人坐下 随手将信放在了书案上 冷夫人看着信上 好像有一个云字 便随口问道 是云通县那边来的信吗 他们好像很久都没有来信了 叶家那一家人如今过得怎么样 陆侯爷神色有一瞬间的震恶 他撞似无意的把信塞到一落信纸之下 然后说道 是那边的掌柜来的信 说是最近运通县闹了旱灾 生意不大好 这几年总是闹天灾 生意总归的是难做 要是叶家那边有什么难处 我们就帮扶一下 陆侯爷脸了眉目 这么多年了 夫人还在惦记叶家 当初我生产 要不是叶家人相助 我和两个孩子的性命恐怕不保 毕竟是救命之恩 更何况 掌亲和知义都吃过叶家夫人的奶水 我们帮衬一下 只是举手之劳 我明白 陆侯爷点头 夫人就是太善良了 虽说当初叶家帮了咱们 但是这些年 他们跟着陆家做生意 赚了他们几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我们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对了 冷清语像是想起了什么 问道 叶家那个孩子和乔家的婚事如何了 当初乔先令看你的面子 与叶家连了阴 他们如今也该澄清了吧 侯爷沉吟一下说道 这件事 乔政山倒是我和提过 说是叶家突然毁婚 将新娘子 换成了叶家另外一个女儿 乔家不同意 这门婚事便作罢了 怎么会这样 冷夫人疑惑 那乔政山可说了 叶家为什么突然要换人 并没有细说 陆侯爷突然有点后悔 他不该把事情说出来 为了打消夫人的疑虑 他继续说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咱们都不得而知 况且 我们连自己子女的婚事都做不得主 别人家孩子的轻视 还是不要过多干预了 冷清语觉得 侯爷说的对 却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叶家的那个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挂念着 可能因为他和知义一般大 每次看到知义 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他 够了 侯爷突然发了火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该放下了 女儿天天陪在你身边 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让女儿心里怎么想 冷夫人乃然 是我不对 我以后尽量不去想了 侯爷又立刻缓和了神色 他再次握住夫人的手 刚刚是我失态了 你身子本来就不好 就不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 平天幽丝了 冷夫人点头英语 娘 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 正好陆志义 从外面走了进来 娘 布装的账我都核对好了 但是心里总是没底 娘帮我看看吧 看我算的对不对 冷夫人看见女儿便笑了 你带着账本 去我屋里看吧 好的娘 陆志义挽住冷清语的胳膊 十分亲热地扶着他 往书房外面走 临出门前 他回过头 看见父亲朝着自己点了点头 女儿这么懂事 还知道为自己分忧 冷夫人觉得自己 确实做得不对 他应该花更多的心思 在自己女儿身上 不应该再想其他的 他翻了一遍账本 把算错的地方画出来 又说道 布装的生意有王伯在 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随时问他 等你全都熟悉起来 娘就把布装画到你名下 以后不管嫁了谁 有布装的生意在 你都能有底气 陆志义有些受宠若惊 娘 这布装可是咱们家最大的生意 娘真的放心交给我吗 长青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又发脾气 冷清宇拍了拍陆志义的手 他发的奶门子脾气 你爹说得对 长青那个身子 确实不适合做生意 娘会给他存一笔钱 保证他以后衣食无忧 还是娘想的周到 陆志义将头靠在了冷清宇的肩头 以后弟弟若是有什么难处 我也不会看着不管的 还好有你在 冷夫人安下心来 他以前总觉得 志义太懂事 从来不和自己撒娇 现在看来 幸好他懂事 自己才能安心 不过 他还是有些挂念云通线的情况 陆志义走后 冷夫人来到书房 想翻出那封信看一看 谁知他从上翻到下 都没有找到 刚刚云通线的那封信 难道是侯爷单独收起来了 可他为什么要收起来 冷清宇心中疑惑 云通线 永乐堂的生意 是越做越好 也越来越出名 不过 还是比不过顺一堂 上次的事 虽然令顺一堂名声受损 但他家毕竟有这么多年的根基在 不会一下子被打垮 最近他家说 是为了给云通线百姓做点实事 半价销售双星茶 这让大家对他们的印象 又好了许多 东家 你说 叶姑娘前几天给咱们说的那件事 能成吗 李乔算完了账 忍不住问李莫道 你说清凉茶的事 李莫慢悠悠喝了一口茶 李乔点了点头 李莫放下茶杯 我觉得能行 你不是也喝过了吗 清凉茶的味道 和双星茶别无二致 喝完后 也能起到生惊止渴 消失开胃的作用 就是现熬现卖 我有点心里没底 李乔 我计算过 按叶姑娘的说法 一副清凉茶的成本 是三百文钱 但是熬煮之后 一锅能出二百份 一份十文钱 那就是二两银子 利润还是可观的 就是不知道 一天能卖出去多少 别想了 想也没用 既然嫂子说能行 我们就去试一试 就算是不行 也没多大损失 两人商量之后 也算是定下心来 第二天 叶星染早早地来到永乐堂 不光是人来了 还带来了一车的竹杯 嫂子 这就是你说的竹杯 李莫拿起一个仔细看 这竹杯 其实就是用竹筒做成的 找到粗细差不多的竹子 聚成差不多的长短 就成了一个个的杯子 有意思的是 每一个杯子上面 都配着一个盖子 随后 叶星染又让人从车上 搬下来了一筐结好的芦苇杆 嫂子 这个杯子我知道 可是这个芦苇杆 是做什么用的 李莫觉得自己算是 见多识广的 不过叶星染 捣鼓出来的东西 实在稀奇古怪 稀瓜 喝水用的 叶星染 把一根芦苇杆 放到杯子里 做了一个吸水的动作 还能这样呢 李莫惊讶 嗯 叶星染答得理所当然 很快 他就教会了大家 竹筒杯的用法 竹好的清凉饮 也已经晾凉了 叶星染指挥店火机 装了二十杯 摆在一镜门的桌子上 清凉饮 清凉饮 清热解暑的清凉饮 喝一口神清气爽 喝一杯 回味无穷 十文一杯 你买不了吃亏 十文一杯 你买不了上当 十文一杯 送你心矿 神医一整天 小二把叶星染写的广告词念出来 两遍之后 就已经十分熟练了 路人还真被这叫卖声吸引过来 全都挤在门口问 掌柜的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家特制的清凉饮 可以清热解暑 促进食欲 你要来一杯吗 小二热情地招呼客人 十文前一杯 不要不要 太贵了 路口的大碗茶 才三文前一碗 路人连连摆手 那能一样吗 李乔立刻说道 大碗茶里放的是茶叶 咱们这杯子里 装的可是解暑礼器的药材 清热解暑 强身健体 喝起来还方便 就这么一个杯子 您可以端着边走边喝 怕不方便 没关系 我们这边还给准备了芦苇 不是 准备了吸管 就把管子往盖子上 这个孔里一插 再这么一吸 这清凉饮就被吸出来了 大家看着李乔的演示 都被他的这个吸管吸引住了 还可以这么玩 这什么人想出来的 竹子 芦苇我都见过 就是没想到 还能这样搭配用 行行行 那我来试试 不就十文钱吗 掌柜的 给我来一杯 有好奇的人 已经开始掏钱 等他们把清凉饮 拿到手中后 还真被他的味道给震住了 竟然挺好喝的 好喝有什么用 糖水还好喝呢 十文钱太贵了 这个不是糖水 和我之前喝的双心茶的味道差不多 真的能和双心茶比 大差不差吧 掌柜的 那给我也来一杯 一时间 掏钱买清凉饮的人不少 李乔乐呵呵的 以为永乐堂又出了一方神药 他还和叶欣染商量 多准备一些杯子 没想到两天后 来买清凉饮的人就少了 一开始是凑热闹的人多 过两天 大家失去新鲜感了 就没那么多人买了 叶欣染说 那怎么办 李乔摸了摸头 来的人 已经给他们讲过 咱们这个清凉饮的药理了 讲多了 他们也不爱听 叶欣染沉吟了一下 可能是客户群不对 街上行人大多是匆匆而过 喝了一次后 未必会喝第二次 我们可以找个固定的群体 让他们喝出清凉饮的好处 这样就能口口相传了 什么人 李乔问 又不是为了治病 什么人能固定的 每天喝同样的东西 去青山书院门口试试 叶欣染提议 李乔听到这个提议 豁然开朗 对啊 那些学子每天都在书院 就算出门 也不会走太远 而且 他们手中都有钱 他们的生意 应该不难做 说干就干 中午 李乔就亲自带人 去书院门口卖清凉饮 他一个医馆的掌柜 本来可以不做这些事情 可做整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觉得 现在这样的生意 做起来才够尽 这种新的探索 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实际情况 也没有让他失望 中午休息 学子们三三两两的 出来溜达 有一个买的 其他人就跟着一起买 带过去的三十份清凉饮 很快就被他们买光了 到最后 还有五个人没喝到 约好了第二天 再给送过去 他们都夸你呢 李乔说完了 售卖的情况 又对叶欣染说 夸我什么 那些学子们都说 能有这么精巧的心思 想出如此妙招的 一定是个十分聪慧之人 过奖了 叶欣染微笑 哪里 一点都没过 我反倒觉得他们夸得少了 叶娘子不光聪慧 医术又高 又会做生意 真的非一般人能比 你这么会拍马屁 你东家知道吗 叶欣染看着李乔 去把明天的清凉饮 要用的药材准备出来 好 我这就去 李乔立刻高兴地去安排 叶欣染不是客气 这些东西 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不过是见过后世的繁华 稍微挪用了一些而已 这次清凉饮的方子 是叶欣染送给永乐堂的 因为血盐高赚了很多钱 这个方子就算是额外的分红 至于杯子和芦苇杆 则是叶欣染找李 正让村民们做的 一个竹子杯子 加上一根吸管 李末这边出两文钱 东西很容易得 加工的也不费劲 李正很是高兴 这年不年 结不结的 叶欣染突然给村里人 找了这么个银上 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件喜事 既不耽误田里的活 还能补贴家用 就是量再多一点 就更好了 所有的事情 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京城那边 冷清雨也终于收到了妹妹的信 她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又特意翻看了一下 信上的署名 核对笔记后 她才终于相信了 这封信 真的是妹妹冷清新所写 冷夫人有些恍惚 妹妹的身体 难道更差了 不然 她怎么会出现这种幻觉 自己的一双儿女 从小养在身边 运通线那边 怎么可能又出现一个女儿 可是信的开头 明明写了她的身子 现在越来越好 难道 世上真的有长得那么像的人 冷夫人又把信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她的手指忽然有些发抖 信中说 长青希望那个姑娘 一直陪在她身边 从小到大 长青从来没有对别人 表达过这种亲近 就连她的姐姐 也从未有过 我得去看看那个姑娘 冷夫人心想 冷清雨这一辈子 没怎么出过门 唯一一次出远门 就是婚后不久 陪着侯爷到天昌府公干 本来以为两个月就能回京城 谁知道侯爷的差事遇到了难处 他们辗转于天昌府境内 冷清雨更是给家里写信 动用了冷家巨大的关系网 半年后 事情才终于有了结果 而冷清雨这个时候 也即将临盆 侯爷希望能够在夫人生产前 回到京城 冷清雨虽然不赞同 但还是同意了侯爷赶路的想法 结果 到云通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时 冷清雨的肚子突然发作 侯爷只能求助于附近的农家 说来也凑巧 那天风雨交加 本来是不好亲吻婆的 可他们投诉的叶家的夫人 也正好在生产 老早就请好了接生婆 双生子生产十分凶险 好在吻婆经验老到 才保住了他们母子三人的命 冷夫人十分感激 她当下就赏了 吻婆和叶家一大笔银子 之后休养的几天里 冷夫人没有母乳 叶家夫人 还用自己的母乳喂养这两个孩子 虽说冷清雨已经付了足够的钱 但是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 邹氏的那个小女儿 又特别和冷清雨的演员 回京后 冷清雨便给天昌府商铺的管事 去了一封信 让她去村里寻找叶大成 带着她一起做点生意 这种事情 对于冷清雨来说 就是举手之劳 没想到那个叶大成 也挺有本事 竟然靠着这层关系发家致富 还成了园外 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此就应该结束了 叶家过上了富贵的生活 冷夫人的恩情 也算是还完了 但叶大成怕冷夫人这边 不再提携她 便经常给金钟来信 信中提及最多的 就是她的那个女儿 叶大成知道 冷清雨喜欢这个孩子 所以她每每故意提起 说起孩子的状况 等冷夫人回信询问了 叶大成便拿着冷夫人的回信 去商铺里要点好处 掌柜的不知其中的深浅 但看平凡往来的信间 便判断叶大成 与主人家关系非凡 再加上当初是东家那边 主动提出要提携叶大成 掌柜的更是不敢得罪 每次叶大成拿货 都给她最低的价格 对于冷家来说 这么大的布装生意 有几比亏损烂账很正常 所以这些年来 上面的不追究 下面的便也形成了习惯 叶大成夫妇虽然利用 叶欣然得了好处 心里却明白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见光 一旦让冷清雨知道 事情的真相 他们的现在的一切 都会变成泡影 所以 他们不敢让叶欣然死 也不敢让她活得太好 他们折磨虐待叶欣然 想让她变成 河塘里的一捧淤泥 这样 就算是冷夫人再次见到她 也绝对认不出她的真实身份 而这一切 冷夫人并不知情 她现在想的 就是去看看妹妹说的那个姑娘 再顺便见见叶家的那个女儿 反正掌青也在那边 这次就当是散心了 她以为侯爷一定会同意自己出去 没想到晚饭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侯爷竟然想也不想的 就拒绝了 清雨 是我不好 这些年一直说要带你出门 却一直忙于公务 你身子这么弱 我怎么能放心 让你一个人去云通县 侯爷一脸的担忧之色 冷清雨知道 侯爷是关心自己 笑着解释道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 有管家还有春花秋月他们 我们也不着急赶路 晚上早早的就投诉客栈 等到了那边 就住在清新家里 侯爷完全不用担心 你倒是说的轻松 你一出门 我连觉都睡不好 侯爷好像真的很担心 连饭都不吃了 可是 我真的挺想去的 清新说 那边有一位神医 艺术十分不错 正好帮我看看身体 冷清雨低声商量 你呀 侯爷宠溺的拍了拍夫人的手背 这样 你再等上我几天 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 就和你一起过去 长青不是留在青山书院了吗 我正好过去问问他的情况 冷清雨文言摇头 我们两个都离开 那府中岂不是只有 知义一个人在 知义还小 哪有把女儿一个人留家里的道理 那就让知义 和我们一起过去 侯爷像是下定了决心 知义还从来没有去过云通县 让他过去看看也好 那好吧 冷夫人只好答应下来 这么多年 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差 好像一直在给侯爷添麻烦 好在侯爷对自己一心一意 这些年 就连通房都没有一个 冷夫人总觉得有所亏欠 所以在其他事情上 总是以侯爷的意见为准 那我这两天 催着之意 再把布庄的生意熟悉熟悉 这孩子聪明 很像你 哪里像我 还是像夫人更多一些 陆侯爷说着好听的话 陪着夫人早早的歇下 冷夫人精神不济 很快就睡着了 侯爷却难以入眠 他心中盘算着 五天 他还需要五天的时间 朱雀已经走了两天了 按照他的矫程 再有一天就能到达云通县 叶大成那一家人 有五天的时间 足够朱雀处理了 他再拖延一下 五天后出发 等到达云通县的时候 朱雀早就处理得干干净净 到时候 就算是冷清雨想查 也无从查起 至于神医什么的 侯爷根本就不信 夫人的这个病 已经缠绵了十几年了 哪是一个县城的大夫 能够治得好的 可明知治不好 这趟却还是非去不可 他不能落一个 不关心夫人身体 不带夫人看诊的口实 他们夫妻 永远都要成为 京城人口中的家话 将来就算是夫人不在了 他也一定是 别人眼中的好夫婿 是冷家最好的女婿 至少 比那个魏靖之强 黑暗中 陆侯爷勾了勾嘴角 魏靖之为了张显 对冷清新的关心 竟然辞去官职 去一个小小的云通县交书 他以为他这样做 就能赢过自己吗 可惜 从他离开京城的那一刻起 他就注定要输了 冷家是大梁七大富商之一 冷老爷子 当年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廊做起 一直把生意做到了关外 也算是人们口中的传奇人物 冷千秋与夫人夫妻恩爱 膝下只有一双女儿 在两个女儿集集之后 京中好多大户人家屈之若鹜 想要让自己的儿子 做冷家的上门女婿 但是冷老爷子看得透彻 在大梁 高门嫁女 低门娶妇 这才是长久之计 若是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坠婿 最后受苦的 还是自己的女儿 冷老爷子也不是没见过 有的坠婿看着老实本分 但是在女方高堂去后 不过一年的时间 就开始暗戳戳地露出真实的面目 那新妇 抬窃位 争夺家产 抢夺子嗣 从贫到富 从无到有 会让一个人变得贪心不足 所以 冷老爷子坚决不招坠婿 而是让女儿们挑选自己重力的人选 大梁商人的地位并不比读书人低 最后 冷清宇嫁入了侯门 冷清新也嫁给了当年的新科状元 大女儿善于经营 冷千秋便把家中的生意 慢慢地交予她一部分 二女儿身子不好 相公又是个清高的书生 老爷子就把铺面给他们多分了一些 这样光靠着收租 两人就能衣食无忧 两个女婿都不错 老爷子很是高兴 他以为孩子们过得好了 他便不需要操心 却不知道 有人惦记上了 他留着一仰天年的棺材本 云通县 青山书院的学子们 这几天都喝上了清凉饮 时闻浅一杯 酸酸甜甜的味道 喝完之后 下午不犯困了 就连口臭都没有了 这个清凉饮里面 还真是重要啊 一起喝清凉饮的时候 有人问同窗 肯定有 我都喝出来酸枣仁和甘草的味道了 顺一堂的那个双心茶 喝起来和这个味道差不多 但是没有这种回甘味 又有人说道 对 我每次回家 我娘都给我煮双心茶 你这一说 我也觉得味道很像 而且双心茶的药效 和这个也差不多吧 你们都没听吗 人家小二说了 这个也是清热解暑提神的方子 其实和双心茶的效果差不多 那这次放假 我要回去告诉我娘 以后都别买双心茶了 还是买这个清凉饮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我就不用了 反正每天在书院都能喝到 回家之后就不喝了 你们还别说 这个永乐堂还真会想办法 拿着竹筒把药汁这么一装 感觉喝的就不是药了 是穷姜 正是 学子们各自提着一个竹杯回去 魏锦仪自己报了两杯 一杯是给自己的 还有一杯 是要带回去给长青的 陆长青的身子 已经恢复了大半 按照她在京城的性子 这个时候 早就爬起来读书了 可最近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就是躺床上不起来 魏锦仪到家的时候 陆长青正靠着枕头看书 给 这是你的清凉饮 魏锦仪把竹杯递了过去 今天书院讲了什么 你一会儿给我说一下 陆长青头也不抬 伸手接过杯子 你就不能自己去书院 听先生讲吗 你不去 先生问我问题 我都答不上来了 陆长青终于抬头 你是希望我去听先生讲课 还是希望我去帮你作弊 反正你要是再不去书院 我也不去了 魏锦仪一屁股 坐在了床边的凳子上 没关系 陆长青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反正你又听不懂 回来也讲不明白什么 那你到底打算 躺到什么时候 魏锦仪实在是服气 陆长青眨了下眼睛 等到 我的病全都好起来吧 算了算了 我也不指望你好起来了 魏锦仪摇了摇头 又说道 对了 这清凉饮 今天最后一杯 医馆的小二说 后面几天 他们要去山里中药材 就不过来卖清凉饮了 他们还自己中药材啊 陆长青随口问了一句 魏锦仪等的就是这句 立刻坐到陆长青床边 得以说道 这件事 我还真的问了 你猜我问到了什么 什么 陆长青不喜欢别人 靠自己太近 就算是魏锦仪也不行 他边问话边 一脚把魏锦仪踹下了床 魏锦仪只好又坐回 床边的凳子上 给你看病的那个叶大夫 和永乐堂关系匪浅 这清凉饮 都是那个叶大夫出的方子 陆长青看了看竹杯 唇边浮起一丝笑意 怪不得我觉得好喝 见陆长青感兴趣 魏锦又接着卖弄道 我这两天和永乐堂的小二聊天 他们都说 这个叶家的姑娘 不是一般人 医术好 手段还高 他们医馆掌柜的 都得听她的 所以 这次叶姑娘说 要中药材 掌柜的把店里小二 都派去云边村中药了 她不只是大夫 还要自己中药吗 陆长青心想 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吧 真想去村子里看看 她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这个念头一起来 就再也压不住 陆长青看看魏锦仪 突然倒问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魏锦仪一脸猛争 我刚才说 说那个女大夫很厉害 不是这个 陆长青摇了摇头 你刚才说 你不想去书院 我是说了这句 可我那不是为了 让你和我一起去吗 魏锦仪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突然提这个 该不会是要告状吧 她一脸警惕地 看向陆长青 就听陆长青下一句说道 那就别去了 我们一起去云边村看看吧 啊 啊 魏锦仪伸手摸了摸 陆长青的额头 没发烧 你脑子 没事吧 不去读书 却想去云边村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不想去 陆长青看了看她的神色 那我让顺子和我一起去 顺子是魏锦仪的书童 两人这次从京城过来 只有魏锦仪带了书童 顺子那个笨蛋 怎么能伺候得了你 你要真的想去 还得我亲自陪你走一趟 魏锦仪没办法答应下来 不过你得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去啊 你是不是看上叶大夫了 可人家是有夫之妇啊 滚吧 陆长青没有解释 也没有发怒 只是一声令下 让魏锦仪滚出去 魏锦仪气得半死 偏偏还拿她没办法 一旦和她吵架 她说自己心疼 娘能把自己的耳朵给拧下来 第二天 魏锦仪向书院告了假 又对冷夫人说要带着表哥出去散散心 两人便驾车去了云边村 去云边村的路 铜俭最熟 可铜俭是魏院长的人 为了防止铜俭向爹娘通风报信 魏锦仪特意没让她带路 只叫顺子驾车 带着两人往云边村去 路上 魏锦仪还在叙叙叨叨 陆长青 我可告诉你 我带你去 是怕你在家闷出病来 可不是让你去破坏人家家庭吗 你书读四书五经 应该知道李仪廉耻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是真的没安好心 我娘那边 我可不帮你隐瞒 你娘知道 你这么傻吗 陆长青抬头看了她一眼 懒得和她解释其中的缘由 她看着窗外匆匆而过的草木 心里不禁开始设想 叶欣染这些年的生活 听姨母说 她小时候过得很苦 嫁了人之后 才好上那么一点 虽然姨母没有戏说 那个男人应该对她还不错吧 等娘那边回了信 认回了姐姐 她一定要把姐姐接到城里住 不能让她再受一点苦 一路上 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 在看见萧家房子的那一刹那 陆长青还是破房了 这叫比原来生活得好 那她原来得生活成什么样 房子破成这个样子 这是给人住的吗 早上吃过早饭 叶欣染和萧淮安收拾了东西 准备上山 李末给她从外地运来了一批冰林花 足足有二百多棵 村里这几天农忙 张大力和二助他们都要往家里收粮食 所以山上找不到人干活 叶欣染决定自己先栽一部分 剩下的 等大家都忙完了 再一起栽 一开门 就看见了从车上下来的陆长青 小病娇 你怎么来了 叶欣染很是惊讶 第一次见面 陆长青几句不讲理的话 给叶欣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病娇 叶大夫 最近心疼之症发作的频繁 所以想过来让你给看看 路上 陆长青早就想好了说辞 但是叶欣染出现的突然 她说的时候 还有一点卡壳 怎么会呢 叶欣染皱起了眉头 陆长青吃了好几天的心肌丸 病情应该稳定下来了 见叶欣染露出狐疑之色 陆长青又赶紧解释 也不是很厉害 比之前发作的时候 轻了许多 只是我病得久了 好不容易见到一点希望 总想着 能好得快一点 知道叶大夫很忙 不好意思让你跑来跑去 我就自己过来了 她一边说着 还一边把手捂在胸口 那你进屋 我帮你把把脉 叶欣染重新回到院子 将两人让了进去 魏锦仪看着院中那个高大的男子 心里没来由的 有些心虚 陆长青不会做死吧 叶大夫的男人 一看就能轻松碾死他们两个 叶欣染简单的给萧怀安解释了一下 这是冷夫人的外甥 我之前就是帮他看病的 是他 萧怀安看着眼前这个男子 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几分嫌弃 嫌弃吗 还是嫉妒 萧怀安突然觉得有趣 娘子 外面热 你去房间里帮他看吧 他说着 主动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 萧家的房子和院子都破落不堪 可是屋子里却收拾得十分雅致 桌椅被褥都是新换的 茶具看着也有些档次 看到这些 陆长青的心情才稍微好上了一点 不过一想到屋子能这么干净 肯定是姐姐辛苦收拾的 陆长青的心情又没那么好了 得给他配两个丫鬟才行 陆长青心想 叶欣然把完了卖 有些疑惑地说 看卖相没什么问题 你怎么会心疼得这么频繁呢 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陆长青怕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便顺着说道 对 可能是在床上躺得太久了 所以心情不好 所以表弟才提议说出来走走 让叶大夫帮我检查一下 魏锦仪正在放空 听见陆长青提到自己的名字 赶紧回过神来 说道 是是是 都是我的主意 他一边说 一边斜着眼睛看向陆长青 谁知陆长青并不看他 而是继续说道 既然我这身体没什么事 一会儿我也上山帮着叶大夫种草药吧 魏锦仪 合着你让我请假 是来给人草药来了 叶欣然摇了摇头 陆公子不用客气 我们种草药的人手够用 再说 你这身体不能劳累 还是尽量不要爬山了 叶大夫之前不是也说 让我适当的活动 我一会儿慢点爬 就当做是活动了 看他这么坚持 叶欣然就没有再反对 那我们走吧 永乐堂的伙计们 估计已经到山脚下了 不能让他们久等 嗯 陆长青点头 抬脚走出院子 在门外等候 叶欣然和萧怀安 则拿了上山用的东西 重新锁上了门 只有魏锦仪一个人 还没有融入其中 这什么情况 陆长青莫名其妙地就要上山 这位叶大夫也不拦一下 叶大夫不拦也就算了 这位萧公子 你怎么也不拦一下 你看不出来 陆长青对你家娘子 特别上心吗 他自己在这边 脑补着一出大戏 那边三个人 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 一开始 叶欣然走在中间 萧怀安走在左边 陆长青走在右边 不知什么时候 萧怀安走到了中间 把叶欣然 保护在自己的左手边 陆长青边走边 注意着两人间的互动 萧怀安把所有的东西 都背在自己身上 走路的时候 还会用身体 帮着叶欣然遮太阳 看自己要凑到另外一边 萧怀安总是不拙痕迹地 挡下他的脚步 让他只能走在右侧 理智上 陆长青觉得这个姐夫还不错 可感情上 陆长青受不了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姐姐 竟然有了 比自己更亲近的人 实在是令人生气 一路上 能看见村民们 都忙着在田里收稻子 今年虽然大旱 但是云边村的稻子 却没有受什么影响 稻力都有七八成满 比以往的年头 还要好一些 二住看见叶欣然两口子 往东山方向走 热情地打招呼 萧二哥 嫂子 你们去山上啊 萧怀安点点头 听见声音 大家全都抬起头来 山上的活不用忙 等我们收完了稻子 就去山上帮你们种 叶娘子 我昨天在山上摘了一点葡萄 你让长安晚上去家里取 我用苏子叶腌了咸菜 叶娘子要是喜欢 我给你送一些去 妇人们纷纷和叶欣然打招呼 叶欣然也都一一应下了 陆长青看得心下好奇 又听叶欣然和迎面走来的老人打招呼 李正说 你怎么没下田啊 老人扛着锄头说道 我家的稻子 比别人家要晚两天 不着急收 我先帮你去山上栽冰临花 叶欣然赶紧说 不用 叔 我这边有人手 你的人手 李正把陆长青和魏锦怡 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 说道 你这人手一看 就是没下过地的 能干活吗 叶欣然知道李正误会了 解释道 不是他们 是永乐堂的伙计 他们在山脚下等着呢 我看都不一定比我强 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吧 见李正坚持 叶欣然没有再拒绝 路上 依旧有村民和叶欣然打招呼 陆长青实在忍不住了 感叹道 叶大夫 你在村子里好受欢迎啊 是大家太热情了 叶欣然解释 李正文言说道 你们是萧家的客人吧 你们不知道 欣然在我们村子 可是大家的福星 带着大家一起赚钱 还帮我们解决困难 这孩子心善 是大好人啊 陆长青心底 涌起一丝骄傲 跟着说道 确实是大好人 李正再次看了看两人 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 以前也没见过 你们是萧家什么人 是病人 我们是来找叶大夫看病的 魏锦仪替陆长青回答 陆长青却偏偏加上了一句 也可以是亲人 叶欣然文言一愣 转眼看向陆长青 两人从对方的眼中 好像都看出了点什么 到了山脚下 医馆的人果然已经等在那里 萧怀安带着大家先往山上去 叶欣然则落后一步 和陆长青走在了后面 你刚刚说 也可以是亲人 是什么意思 叶欣然问 陆长青想起了姨母的叮嘱 却还是说道 字面意思 其实 我觉得叶大夫 可能是我的姐姐 你如何断定的 叶欣然问 凭感觉啊 陆长青看看叶欣然 难道 你看见我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感觉吗 好像是 有 叶欣然回忆起自己两次 感觉心脏不舒服 都是他在场的时候 难道双生子之间 真的是有心灵感应的 我们之间的 其实不需要任何验证 只需要看一看 就能得到答案了 陆长青说的十分肯定 叶欣然没有反驳 好像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件事 唯一接受不了的 就是走在两人身后的魏锦仪 什么什么 两人是姐弟 长青那个小子 不是看上人家 而是因为叶大夫是他姐 可这个要是他姐 那侯府里的那个呢 他满脑子问号 恨不得拽着陆长青问个明白 可陆长青这会儿 哪有时间搭理他 他只看着叶欣然道 姐 你这些年过得很苦是不是 等娘那边有幸了 你和我们一起回京城去吧 京城好吗 叶欣然没答应也没拒绝 而是反问道 京城 陆长青想了想 有高大的宅院 成群的仆人 还有各种美食 到了京城 姐姐什么都不用干 吃饭穿衣都会有人伺候 姐姐喜欢什么 我就带你去买什么 那你过得开心吗 叶欣然又问 开心 陆长青顿住了 我的心一直病着 我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感觉 不过见到你之后 我觉得我是开心的 叶欣然这才回答 京城虽然繁华 但是我不喜欢依附别人生活 也不喜欢看人脸色 云边村的日子过得挺舒心的 我还不想离开 可是 那娘要是想见你呢 陆长青急了 她有别的女儿在身边 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 我想 总是能胜过 我这个没见过面的人吧 叶欣然道 娘不会的 如果娘他们不认你 那我也不走了 陆长青急着表态 好男儿志在四方 你一个侯府家的少爷 跟我窝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陆长青 我什么都能干 能帮你种地 还能帮你匹柴挑水 不用急着下决定 你要是真的想留下 就留下来住几日 等住够了 你再回去 陆长青觉得 眼下这个情况 奇怪极了 为什么姐姐知道 自己是侯府大小姐之后 一点惊喜都没有表现出来 甚至 连一点惊讶都没有 她不想要荣华富贵吗 不想要荣华富贵也就算了 她也不想要自己吗 这个认知 一旦在脑子里形成 陆长青又开始难受起来 一定是因为肖怀安 都是肖怀安迷住了姐姐 才让她死心塌地地留在这边 几人上山之后 看见肖怀安 已经在指挥大家分工干活 欣然啊 这一大片也要种满了 再种 是不是要翻过山头去了 见叶欣然上来 李正连忙询问 叶欣然点点头 这片种满之后 我们就去后面种 冰灵花靠根系繁殖 等明年 这片冰灵花 还会长得更茂盛吗 好好 那不是能做更多的药了 好事啊 李正感叹 叶欣然也开始参加到干活的队伍中 只有陆长青和魏锦怡站在一旁 有些无所适从 魏锦怡看着大家的动作 考虑要不要动手种上两颗 一回头 见陆长青的目光 一直盯在肖怀安的身上 好像 还很忧怨 长青 你看什么呢 魏锦怡对了对她的肩膀 没什么 陆长青收回了目光 她弯腰从别人手中 接过几根冰灵花 也有模有样地种了起来 魏锦怡一看 这家伙读书好 不能干活 也比自己强吧 她不甘示弱 也弯腰干了起来 冰灵花种到一半 叶欣然招呼大家休息喝水 陆长青走到肖怀安的身边 姐夫 她故意喊道 想要吓肖怀安一跳 谁知肖怀安并未表现出什么诧异 而是很平静地问了一句 什么事 她也知道了 可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一想到她明明知道 自己是她的弟弟 却保持像陌生人一样相处 陆长青心里就难受得很 姐姐好像真的不想认她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姐的身份了 这些活是不是就不应该让她做了 我姐姐可是侯府的大小贱 她不应该吃这么多的苦 我知道你心疼她 肖怀安停下手中的活 看着不远处还在干活的叶欣然 我比你还要心疼她 以后一定会让她一事无忧的 男人的话最不可信了 陆长青不屑地道 不要总说什么以后以后的 现在就不应该 让我姐姐干这么多的活 看着陆长青眼中的傲气 肖怀安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笑道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她看着叶欣然 眼中盛满温柔 这是她喜欢做的事情 我没有资格不让她做 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了 我也养得起她 这个不需要你担心 可是 我姐她明明可以过更好的日子 都是因为你 她才被困在这里的 陆长青还是希望叶欣然 能跟着自己离开 你们陆家的事 自己处理好了吗 我听说 你在家里 好像不太受宠 肖怀安说的轻描淡写 陆长青却瞪大了眼睛 她怎么会知道自己家里的事 她怎么会知道自己不受宠 难道她调查过陆家 可她一个猎户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本事 还是说 她根本不是个猎户 那她是 陆长青仔细打量肖怀安 确实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你自己过得都不如意 你能保证 欣然回到陆家之后 不会受到伤害吗 你能保证 她会过得开心吗 万一你父亲想要责罚她 你能怎么办 肖怀安连猪炮一样的问题丢出来 陆长青彻底哑了声音 太狠了 处处都往自己的心口上扎 以她现在的能力 确实不能保证姐姐回去之后 过上她想象中的好日子 可是 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陆长青不认输 我姐姐不回去也行 但是我得留下来 看她到底过得怎么样 行 肖怀安一口答应下来 正好长生去书院读书了 你可以和长安和长平挤一下 你到底有几个孩子 陆长青活了 自己这么好的姐姐 没道理进门 给这么多孩子当后娘 不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侄儿 肖怀安替自己解释 这种事情可不能有误会 挤就挤 陆长青愁愁满志 虽然侯府的生活未必如意 却一定比在这里好 不过很快 她就不那么确定了 几人肿完兵临花往家走 肖怀安和叶兴染没什么事 陆长青和魏锦仪 却已经累得脚都快抬不起了 她以为到家后 叶兴染还要洗衣服做饭 忙着做家务 到时候 她就可以让姐姐认清现实 谁知道刚进院子 一个小男孩 就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 二叔 沈娘 你们回来了 快来洗手了 男孩生得漂亮 头上包着一个丸子头 身上穿着整洁的长袍 活脱脱一个小书生的模样 倒是挺可爱 男孩看见陆长青和魏锦仪 与其疑惑 家里来客人了 那我再去给客人打一盆水洗手 陆长青洗完了手 看见院子里另外一个男孩 正在喂家里的饥饿 她的穿着和另外一个孩子差不多 看着倒是高了不少 沈娘 刚才看你和二叔没回来 我已经把米都洗好了 还洗了白菜 青笋 水缸里的水也填满了 沈娘休息好了再做饭吧 长平走过来 也和两个客人打了招呼 听见这话 陆长青有点脸红 她还以为家里的事情 都需要姐姐忙活 姐姐养活这么多孩子 一定很累 谁知道 这孩子一个比一个懂事 她不敢想把姐姐 接出去享福的事了 要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自己会干的 还没有两个孩子多 最后 陆长青什么都没有干上 还和魏锦仪在萧家白吃了一顿饭 饭还很好吃 比她家厨子做的好吃很多 魏锦仪吃过饭 拉着陆长青就要离开 叶大夫 萧大哥 天色不早了 我们就告辞了 趁着天还没黑 赶紧回去吧 叶欣然叮嘱 回去路上小心点 还有长青 你今天累到了 记得晚上把药丸多吃一碗 陆长青觉得自己真没用 没帮上忙 反倒成了累赘 这和她原来设想的不一样 我不走了 锦仪你回去和舅母说一声 我要留下来 陆长青说 魏锦仪吓了一大跳 长青 你这也太任性了吧 你不回去 我怎么交代啊 舅母都知道 她肯定会同意的 陆长青坚持 最后 还是叶欣然劝道 你今天先回去吧 要是家里人同意 你再过来住几天 陆长青本来铁了心的要留下 听见叶欣然这么说 只好委委屈屈答应道 知道了 两人回到魏家 陆长青把白天发生的事 都和冷夫人说了一遍 冷夫人也十分惊讶 欣然这孩子 竟然知道了 嗯 陆长青点头 比我知道的还早呢 所以舅母 你就让我过去住几天吧 姐姐已经同意了 冷夫人只好答应下来 金钟那边还没有回信 她也想什么时候过去 跟叶欣然好好聊聊 第二天 依旧是魏锦仪 陪着陆长青来的肖家 没想到刚到肖家的门口 就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乔子豫第一次到云边村来 他是县令家的大公子 平常除了读书就是读书 爹娘也不允许 他在别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 这次到云边村 他还是偷偷来的 他身边跟着小厮 两人也不敢太高调 让马车等在村口 两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肖家 叶欣然听见敲门声的时候 还以为是陆长青 等开了门 才发现错了 眼前的这个人 既陌生又熟悉 叶欣然愣了一下神才想起来 乔公子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乔子豫没想到 叶欣然嫁得这么差 房顶上还长了很多草 好像随时要倒掉一样 想起叶欣然刚才愣正的表情 又莫名的有些不爽 他把自己给忘了 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的 你叫叶欣尧出来 我要带他走 叶欣尧 叶欣然一头雾水 他怎么会在我这里 乔子豫 你别装了 他没在家 肯定是在你这里 我和叶家已经断清了 叶欣然说 断清了又怎么样 叶欣尧又不会撒谎 他说 回来你这里 就一定在 叶欣然听着这话想笑 他会不会撒谎 不是你来我家门口狗废的理由 叶欣然骂了一句晦气 就伸手关门 乔子豫还没有达到目的 怎么可耐让他关门 立刻伸手将门挡住 你要是不把姓妖交出来 我告诉我爹 派人来 抓你回县衙山 乔子豫话没说完 忽然惨叫了一声 他的手被一颗石子击中了手背 疼得他立刻放了手 你们 你们竟然敢对我家少爷动粗 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小四见状 一脚踏在门里 同时将乔子豫护在身后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了 乔子豫 你们颠东颠婆 有什么事 能不能别来我这里呢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就是当初和你定了亲 沾上了就是一辈子都甩不掉的晦气 你们有事自己回家解决 少来我这里发疯 叶欣然说着 死命将门推上 小四还想用腿别住 却被肖怀安一脚踹了出去 叶欣然 我知道你恨我 可你不能因为我退婚 就想毁了我 乔子豫还在门外大叫 肖怀安皱了皱眉头 又想开门出去 干什么 叶欣然拦住他 去把他的嘴堵上 肖怀安说 叶欣然 他再怎么说 也是县令家的公子 我们还是不要与他 有正面冲破的好 肖怀安的眸子按了按 不起冲动吗 那只有死人才会老实吧 乔子豫见院子里面 没什么动静 还想继续喊人 突然身后传来了 说话的声音 什么人啊 大清早的 就在人家门口大声喧哗 乔子豫回头 看见了两个熟悉的面孔 其中一个 竟然是魏靖之院长的儿子 魏院长的儿子和外甥 来书院里面读书的 是只有部分人知道 魏院长没有特意说 也没给他们两个什么优待 但是知道的人 都希望能够巴结上两人 让两人帮着说上几句好话 乔子豫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魏锦怡和陆长青 一般都是独来独往 很少与人接触 他试好了几次 两人都没有回忆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上了 你们这是 乔子豫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上两人 魏锦怡和陆长青 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上乔子豫 听说乔子豫 是魏靖之收下的 唯一一个入室弟子 不过与乔子豫 接触两次后 魏锦怡和陆长青 都十分不看好他 你怎么在这儿 魏锦怡先开了口 不 我来找这家的主人 有点事 乔子豫 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而他的预感 在下一刻 就得到了证实 院子里的叶欣然 听见两人的声音 立刻把门打开 你们怎么今天 就过来了 陆长青脸上 立刻浮现出笑容 姐 姨母同意 我来这里住了 姐 乔子豫愣在当场 他费了那么多心思 都攀不上的人 竟然管叶欣然叫姐 陆长青不是出身 静安后府吗 他怎么会管叶欣然叫姐呢 而叶欣然对这个称呼 也是坦然接受 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 那快点进来吧 免得被灰气的人 给沾染上了 叶欣然催促两人进门 魏锦怡却停住了脚步 站在门口问道 乔子豫 你不去书院读书 在这里做什么 乔子豫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他今天和书院里告的是病假 现在被他们碰到 谎言就要被拆穿了 要是让魏院长知道他撒谎 会不会责罚他 我 他有些迟疑 叶欣然觉得浪费花时间 便替他答道 他来我这里找人 魏锦怡不知道其中缘由 不由问道 找什么人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叶欣然 找他那个解除婚约的未婚妻 也是我断亲钱的妹妹 叶家的那个妹妹 路长轻问 嗯 叶欣然见两人好奇 知道一会儿 他们也会追问 便当着乔子豫的面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概讲了一下 听完叶欣然的讲述 陆长轻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乔子豫 你这个负心薄信的家伙 有什么脸面出现在这里 真的以为 我姐是可以任你欺负的 我不是 乔子豫有点慌了 若是真有失踪人口 你应该报官处理 而不是 在这里咄咄逼人 让一个无辜的妇人给你交代 陆长轻接着说道 我们来的时候 在村口看见一辆马车 魏锦仪开口 看车上的标识 应该是哪家马行的 所以你们主仆二人 是不敢用府里的马车 雇佣马车到这边的吧 见两人没有否认 魏锦仪又接着说道 你既不敢惊动家里人 又把马车停在村口 不想惊动村子里的人 说明你们这次的行为 见不得光 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 说到这里 魏锦仪站到乔子豫面前 是什么原因 让你非得要偷偷摸摸地找人呢 难道你隐藏什么 见不得人的秘密 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你 你这说得也太牵强了 乔子豫结结巴巴地解释 魏锦仪却又上前一步 不想说吗 还是说 你想去我父亲那里解释 听魏锦仪搬出了魏院长 乔子豫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他对自己的爹娘都没那么怕 最怕的就是魏院长 真的没什么 我只是 乔子豫低头 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却听魏锦仪说道 今天你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了 我可以不告诉父亲 你要是不说 我就不敢保证 我会说出什么了 你也知道的 父亲他最讨厌的 就是无缘无故欺凌弱小之人 乔子豫反复权衡 知道眼前的两人不好对付 只好服了软 我说 但是你要保证 你不会把这件事告诉魏院长 魏锦仪 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尽管说 我自有判断 乔子豫这才说道 我来找叶星瑶 是因为 我已经五天没有见到他了 我派人在他们家院子周围打听 听他们家下人说 叶大成夫妇 带着叶星瑶出远门了 既然下人都说了是出远门了 你又来这里找什么 在场的人都听出了不对 那是因为 因为叶星瑶他 根本不可能走 乔子豫道 你们不是都解除婚约了吗 你为什么知道他不能走 一直都是魏锦仪在问话 其他人听到这个问题 全都把目光投向了乔子豫 我 乔子豫权衡再三 一咬牙 说道 我家是退婚了 可那是我父母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还是想娶他 魏锦仪分析道 那一开始 和叶大夫退婚 就是你自己的意思吧 你那个时候 就看上了叶大夫的妹妹 所以要退婚另娶 没想到自己想娶的人 最后还是没入你父母的眼 陆长青在一旁听得不耐烦 催促道 你非这个话干什么 魏锦仪小声回答 我就是想说 她眼光不好 陆长青又道 问重点 问她为什么觉得叶星瑶不会离开 魏锦仪 你自己不能问吗 她心中埋怨着 嘴上却还是说道 就算你依然心仪叶星瑶 她也没有不走的理由 人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没准是去相看别的人家了 不可能 乔子豫脱口而出 魏锦仪的神情 立刻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为什么不可能 你这么肯定 一定是有原因的 她喜欢我 她不可能走 乔子豫勉强说道 魏锦仪却轻轻一笑 你不肯说实话 那就只能让你父亲问 或者让我父亲问了 乔子豫脑中一片空白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因为 她有身孕了 说完 乔子豫就瘫倒在地 她现在十分后悔来到这里 要不是叶星瑶之前威胁她 三天不见面 就要把他们的事情宣扬出去 她也不会这么着急来找她 都怪叶星瑶那个贱人 她以前是多么傲气的一个人啊 她读书好 是先生们口中的好学生 就连魏夫子都愿意收她为弟子 她明明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她可以娶更好的姑娘 可现在这个样子 却像是落水狗一样 乔子豫又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 那天她心情不好 去街上买书散星 却在街上碰到了叶星瑶 她没想理她 可叶星瑶做出一副可怜笑 非要和她说说话 两人去了酒楼 乔子豫让叶星瑶有话快说 她却偷偷地在茶水里下了药 乔子豫神智模糊 糊里糊涂地就和她一夜春风 爹娘管得言 乔子豫根本不敢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们 只能哄着叶星瑶说 时机还不成熟 等成熟了 她一定会重新上门提亲 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可有一天 叶星瑶突然找到她 说自己怀孕了 他们只有过一次 她竟然怀孕了 乔子豫让叶星瑶打掉 可叶星瑶说什么都不同意 叶星瑶还告诉她说 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姐姐 如果自己消失不见超过三天 姐姐一定会去报官的 到时候就会把他们之间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叶星瑶去过衙门 乔子豫知道她现在很有本事 所以她不敢躲 她每隔两天 就要和叶星瑶见上一面 每次见面 叶星瑶就要催着自己娶她 这一次叶星瑶三天没来找她 乔子豫本来暗暗高兴 可又过了两天之后 她察觉到了不对劲 叶星瑶是不会放过她的 她让人去叶家打听 仆人竟然说 他们一家人出远门了 叶星瑶怎么可能出远门呢 她一定是故意躲着自己不见 然后以自己不去见她为借口 把事情闹大 找不到人 乔子豫便猜测 叶星瑶是到云边村来躲着了 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乔子豫也豁出去了 全盘拖出 说完之后 她几乎要崩溃 求着叶星瑶道 你让叶星瑶出来吧 我带她回去和母亲求情 只要我求 母亲一定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叶星瑶觉得自己真是无望之灾 想不到闹到这种地步了 叶星瑶还是不忘利用自己 我不是什么烂好人 不可能这时候还收留她 另外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 她之前也没有告诉我 叶星然很嫌弃地说 她才不要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她现在只想赚钱 参与别人的破事 只会影响她赚钱的速度 你心里一定很畅快吧 乔子豫看着叶星然 神思恍惚 我当初和你退婚 结果落入现在这个境地 你很高兴吧 你过得好坏 和我有什么关系 叶星然面无表情地回答 是不是你给叶星瑶出的这个主意 就想让我身败名裂 乔子豫突然发疯 叶星然冷笑 你们俩 那是癞蛤蟆配青蛙 长得丑丸的花 恕我没有这样的心思 也想不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不要什么都往我身上攀扯 有多远滚多远 陆长青听完了事情的缘由 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脏了 她面无表情地开口 听见我姐的话没 她让你滚 乔子豫心中不甘 可是魏锦怡和陆长青 她一个也惹不起 不光是他们 萧怀安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压迫感 她原本面对叶星然时候的那种优越感 也杀得单干净净 求求你们了 星瑶若是在这里 你们就让她出来好不好 我真的会带她回去澄清的 你再废话 我们就官府见吧 叶星然说 乔子豫一听这话 立刻缩了缩脖子 她不明白 叶星然如今为什么变得这么粗鲁 动不动就要上公堂 她一个妇人 就不觉得丢脸吗 可她到底是 一句话都不敢说 少爷 我们回去吧 小四知道 少爷这次是不能得偿所愿了 便劝乔子豫回去 这种事情 肯定不能上公堂的 否则 会闹得人尽皆知 少爷的名声就毁了 我们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 魏锦仪说 你也别再来骚扰叶大夫 你们不会说的是吗 你们不会把这件事告诉院长 乔子豫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急切地问道 滚吧 再让我看见你 出现在云边村 我保证你的事情 全城的百姓都知道 魏锦仪踢了她一脚 可怜县令家的大公子 那个原本高高在上的乔子豫 如今却弄得像是落水狗一样可怜 自作孽不可活 肖怀安关上了门 院子里 叶欣然看着魏锦仪和陆长青 你们两个都要来我这里住 姐姐家房间这么少 留下她已经不容易了 怎么能再留一个魏锦仪 再说 魏锦仪和她一样 四体不情 五谷不分 留下来不是给姐姐添麻烦吗 不 她不在这住 只有我一个人 陆长青赶紧说 行 今天还是去山上种冰龄花 你们要是觉得累 就在家里等着 叶欣然说完 开始收拾东西 两人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跟着上山 陆长青觉得 肖怀安说得对 这是姐姐喜欢的事 她有什么权利不让她做 关键是 她不同意也没用 俩人之间 姐姐才是说的算的那个 一天的冰龄花种得很累 下山之后 陆长青就催着魏锦仪回家 可魏锦仪 一定要狗到吃完晚饭才肯回去 肖家的饭菜 比自己家简单了不少 却剩下味道实在是好 魏锦仪突然也想和陆长青一样 怎么可能同意 她推着魏锦仪往外走 在她上马车前 才小声说道 你回去打听一下叶家的事情 我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对 就算有什么不对 也不关我们的事 魏锦仪不解 那叶家以前 毕竟和姐姐有点关系 我只是让你去打听 又没让你插手 陆长青边说边催促她上马车 有了消息 再来告诉我 送走魏锦仪 陆长青又重新回到院中 她留下来倒是没什么问题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却又有了点问题 萧怀安腿好之后 叶欣然只和萧怀安 在一起睡了一晚上 那晚之后 叶欣然嫌和萧怀安 睡在一个房间 耽误她去实验室干活 便又把房间换了回来 她和长安一起睡 萧怀安和长平长生一起睡 长生去书院之后 那个房间就剩下萧怀安和长平两个人 两人一人带着一个 倒也算平均分配 只是陆长青一来 这样睡肯定就不合适了 长青这么大个人 不能和萧怀安挤在一起 就按你之前说的 让陆长青和长安长平一起睡吧 萧怀安偷偷和叶欣然商量 陆长青这小子 一直对自己抱有敌意 绝不能让他看出来 自己和欣然分房睡的情况 恩爱夫妻哪有分房睡的 是我大意了 叶欣然也没想到 陆长青一个公子哥 真的会留下来和他们一起住 这里的条件 连魏家的柴房都比不上 他真的能睡得着吗 估计他也住不上几天 那就让他和长安长平一起睡吧 叶欣然答应下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叶欣然想叮嘱陆长青 小心一点 长安睡觉不老实 可陆长青以为姐姐 是担心自己不适应 不管他说什么都赶快答应 实际上一点都没听进去 直到半夜 他被一个石头一样的脑袋砸醒 他才想起来 姐姐之前对自己的叮嘱 大意了 实在是太疼了 另外一个房间 叶欣然和萧怀安都有些尴尬 两人各自坐着 谁都没有上床 最后还是叶欣然先开口 你想怎么睡 他问 怎么睡 萧怀安低头思考 他想这样那样 我是问 你想睡在里面 还是睡在外面 叶欣然见他竟然认真在想 有些无语 那 我睡在外面吧 萧怀安说 那好 叶欣然说着 先拖鞋上了床 然后规规矩矩的躺在里侧 没多一会儿 他感觉自己身边的部分 他陷了下去 一个温热的身躯靠了上来 我 叶欣然想要说什么 萧怀安却率先开口 我不动你 就抱一下 哦 叶欣然放下心来 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一点失望 耳边又传来萧怀安的声音 我觉得 你弟弟说的对 在给你好更好的生活之前 我还配不上你 他就是那么一说 你别往心里去 叶欣然想要安慰他 萧怀安却说 你已经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不能让你再受其他的苦 如果我们现在有了孩子 你会更累的 不是 等等 叶欣然没想到 萧怀安的思维跳跃的这么快 谁要给你生孩子了 叶欣然转过身子 萧怀安露出不解的情绪 我们是夫妻 生儿育女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可现在家里已经有长生他们了 叶欣然提醒他 那是姐姐家的孩子 我还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属于你的 萧怀安说的情真意切 叶欣然却觉得有些担心 之前是他想简单了 只顾着看美男 忘记了两人在一起之后 还有可能生孩子的问题 美色雾人 确实是美色雾人 第二天 陆掌欣顶着一只轻了的眼睛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叶欣然低下头 陆掌欣以为他是愧疚 便开口劝道 姐 没事的 谁知 下一刻 叶欣然就笑出了声 姐 你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好笑了 叶欣然指着他的眼睛 陆掌欣无语 叶欣然又接着说道 和我当初简直一模一样 陆掌欣这才找回一点好心情 你之前也被砸成这个样子了 长安站在门口 样子有些局促 叶欣然朝着他招招手 长安 过来 你又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长安弯腰道歉 陆掌欣无奈 只好摸摸他的头 没关系 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晚上 一定老老实实睡觉 长安说完 一溜烟地跑向了厨房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叶欣然对陆掌欣说 长安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他和你的病症一样 不过他吃药吃得比较早 现在已经好的 差不多了 他也是这个毛病啊 陆掌欣对长安 又多了几分联系 不过 他转头 看着叶欣然 我们两个都是幸运的 幸好有你 据说前太子家的孩子 也是因为心急没了的 他虽然出生好 命却没有我们这么好 天底下的病人这么多 怎么可能个个都得救呢 叶欣然也感慨 村里的日子过得简单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三天后 村民们差不多收完了田里的稻子 也开始上山帮忙 一天的时间 就把剩下的冰林花 全都种了下去 这下 小家终于可以盖房子了 李正早就给他们找好了人手 村里木匠 瓦匠都有 农忙的时候就回家干活 其他时间就到处去找活干 这下 他们收完地 也不用急着出去了 在家门口 既可以赚钱 又能帮衬家里 这种活可不常有 叶欣然画的图纸里正已经熟记于心 他先带着大家把地基看了一下 然后画出每一间房子所占的地方 在气墙的地方撒上草木灰做记号 两天之后就开始找人过来挖地基了 叶欣然的工钱给的也大方 普通的工人每人每天二十文钱 有手艺的 每人每天五十文钱 富人孩子按每天十五文钱算 这个工钱不管在哪里都算是高的了 村民们都很高兴 干得也起劲 这肖家翻身翻得可真快啊 短短半年时间 人家这新房子都盖起来了 不光他自己家 咱们不也跟着赚了不少钱了 我挖兵林花都赚了二百多文钱了 我砍竹筒也赚了一百多文钱了 是啊 我现在就希望啊 肖家能越来越好 他家最好再弄出点什么赚钱的买卖 咱们都能跟着借点光 谁说不是呢 最好是大生意 这样就不用出村去打工了 大家热热闹闹地干活 陆长青把这些话都听了进去 原来姐姐家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穷 他们不仅有钱 还带着村里的人一起赚钱 反观自己 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却一直花着家里的钱 更别提带着别人赚钱了 叶兴染在村子里 人缘很好 却也不是和谁斗好 那个张婆子 早上要来领公牌 正好被叶兴染看到了 叶兴染立马按住陆长青要发放公牌的手 我家的房子金贵 就不劳你动手了 张婆子听了这话 脸都憋子了 最后只能摸摸头 假装不在意地说道 哼 装什么装 我是看在邻里邻居的面子上 才来给你帮忙的 像谁稀罕 赚你那十五文钱似的 他一口谈吐在地上 其他富人听了却不乐意了 你看不上没关系啊 我们看得上 十五文钱啊 都快够买一斗米的了 赚钱谁不稀罕 有些人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就是 坏事做多了 这报应不就来了 张婆子被众人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 一锁上门 他就在家里破口大骂 一群穷鬼 穷掉底了 捡个芝麻都新鲜 傻子一样 尚赶着给人当棒子使 有听到的 都当做一个乐呵在看 这老婆子 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谁让他当初虐待人家孩子来着 活该 第一天挖地基 来了五十多个人 到了晚上 萧淮安看了一下成果 估算道 估计再有两天的时间 这地基就能挖完了 那明天看谁去城里 就让他帮着给食材铺的老板送个信 让老板把我钉的青砖和石板都给送过来 行 萧淮安点头 晚上回到家 孩子们已经做好了饭 叶欣然简单炒了一个鸡蛋炒韭菜 又做了一个笋烧肉 吃了饭就准备休息了 临睡前 叶欣然却听见隔壁传来了啪哒啪哒的声音 往常这个时候 张大力一家早就休息了 这是在干嘛呢 叶欣然隔着墙往对面一看 看见张大力一家子都在月光下干活呢 张大哥 这是做什么呢 张大力他们在院子中肩放了很大一块布 然后围着这个不做好 每人面前放一块石头 大家都握着倒碎 往石头上砸 脱力呢 张大山抬头看看叶欣然 怕过几天下雨 抓紧时间把倒力脱下来晒干 就能收起来了 他们应该干了有些时候了 张大力和张全喜还好 陈氏和两个女儿好像已经累得不行 举着倒杆的手都快抬不起来了 真是辛苦了 要是着急 你们可以先不用去我家那边帮忙 叶欣然好心地说 张大力却赶紧到 不是啥类活 不耽误白天干活的 去挖地基每天还有二十文钱呢 张大力可不舍得这份钱 行 那你们也别干到太晚了 叶欣然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农家人都是这样 靠着体力赚钱 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 叶欣然已经在想怎么搞个脱力机出来 帮村子里的人减轻一点负担 第二天 继续挖地基 食材铺子的老板得到消息 把叶欣然定下的青砖 全都送过来堆在了空地上 而这一天 魏锦仪那边也终于来了消息 魏锦仪是快天黑了才到的 她看见陆长青灰头土脸的样子 露出嫌弃的表情 陆长青也嫌弃问 干嘛这个时候来 是不是又来蹭饭 魏锦仪一听这话 转身做事要走 叶家那边有了消息 想着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不想知道就算了 陆长青伸手拦住了她 什么消息 魏锦仪这才坐了下来 神情严肃 叶家人都死了 死了 这下不光是陆长青惊讶 就连从两人身边经过肖怀安 也停下了脚步 叶家怎么了 叶欣然也凑了过来 魏锦仪这才把自己打听到的 说了出来 原来 昨天有人到县衙报案 说是在距离县城五里地的秀锦山上 发现了一只人手 县令听见这个消息 立刻派李捕头前去查看 李捕头带人找到了发现人手的地方 发现是局部地面下陷 将尸体露出了一部分 把人挖出来后 大家就愣住了 因为这人他们认识 竟是不久前 被他们送进大牢的邹氏 邹氏脑后 有被顿气砸过的伤痕 一看就是为他人所害 李捕头让手下将邹氏的尸身带回县衙 他自己则带着两个人去了叶家 看尸身的僵硬程度 应该是死了三天以上 叶家大夫人死在外面 叶家人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件事十分反常 他怀疑是邹氏的家人 也就是叶大丞下的手 可到了叶家之后 李捕头发现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因为叶家下人说 他们家老爷夫人早在五天前 就带着小姐出门去了 他们说要去哪了吗 李捕头追问 没 没说 管家意识到情况不妙 磕磕绊绊地回答 老爷出门 没有向我们交代的道理 我们几个只负责洒嫂 真的不知道老爷和夫人的去向 李捕头眉头紧皱 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只对着手下说 全都带回去 叶家仆人全都慌了神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边喊着冤枉 一边叫着委屈 被牙翼绑上双手 拴成一长串 带回了衙门 李捕头将人带回后 简单地将事情 向县令大人做了说明 便又带着人去了绣锦山 既然叶家人是一起走的 那另外两个 很可能也一起遇害了 李捕头让捕快们站成一排 拉了长线 在这面山上做铺网检查 他一边查 一边在心中祈祷 希望这山上 不要有叶大成妇女的尸身 如果全家都被杀了 这个案子会变得更加难查 结果人到了倒霉的时候 就是越怕什么 越来什么 一个下午的探查后 捕快们果然又在山上 发现了一处埋尸的地方 尸体被挖了出来 这个人李捕快也见过 是邹氏的女儿叶星瑶 李捕快一个头两个大 在他管辖的地方 出了这么大的命案 若是不能尽快破案 他这辈子都没了升迁的希望 想起过年的时候 夫人提醒他要穿红袜子 才小人 他十分不懈地拒绝了 若是时光能够重来 他一定要穿上十双红袜子 把那些犯案的小人 全都踩在脚底下 云通县的治安 一向算是好的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知道是哪个嘴快地 走落了风声 第二天 几乎全县城的人都知道 叶家遭了难 大户人家人人自危 怕县城里混进了流寇 叶家是因为路财 被人盯上了 叶家的远房亲戚们 听见这个消息 则很快就将叶家给围了起来 叶家如今没了人 虽然没发现叶大成的尸身 肯定是凶多吉少 唯一一个活着的叶欣染 又嫁做人妇 那叶大成留下的这些家产 就全都归他们这些书百兄弟了 为了分得多一点 几个兄弟争论不休 已经走到互相阶段那一步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魏锦仪说完之后 抬头看了叶欣染和萧怀安一眼 他们说 叶家唯一活着的女儿 就是叶大夫吧 叶欣染点了点头 神情严肃 虽然她也恨叶大成一家人 却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么一个走向 叶大夫 恕我直言 魏锦仪想了想后说道 如果凶手是冲着叶家来的话 你也应该小心一点 你别瞎胡说 我姐都已经和叶家断绝关系了 嘴上这么说 可陆长青的表情却十分担忧 这个叶家还真是阴魂不散 他们自己惹的事情 为什么要牵扯到姐姐呢 话虽如此 可叶大夫毕竟也是从叶家出来的 就是将来县衙问案 也会问到叶大夫的 没事的 叶欣染安慰其他人 我早就不和他们联系了 就算是县老爷查到我的头上 我这几天也都在家里种冰淋花 人证物证俱载 怕什么 没事最好 陆长青担心的道 要不姐姐和我去姨母那里住吧 魏家吓人多 怎么也比这里安全 不必了 现在事情走向还没明朗 还是不要牵扯更多的人进来 叶欣染拒绝 不过你这几天还是先回冷夫人那边住吧 我不 在凶手被抓住之前 我要留在这里保护你 陆长青也拒绝 你一个病秧子 叶欣染笑 出了事 恐怕是我保护你 不是你保护我 可是 陆长青还想再说什么 就听萧淮安开口道 你放心 我会保护欣染的安全 对对对 萧公子一看就很厉害 一个能打八个 比我们两个都有用 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魏景仪也劝 陆长青知道自己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只好答应下来 他决定回去之后 就到县城找个武航 在武航找两个身手最好的来这里保护姐姐 而萧淮安和叶欣染也不得不提高了警惕 送走魏景仪和陆长青后 萧淮安立刻在小院里布置了几处陷阱 并叮嘱叶欣染以后出门 一定要有自己陪同 而正如魏景仪所料 第二天 县衙那边就来人 要带叶欣染去衙门里问话 我陪你去 萧淮安轻抚他的后辈 让他不要紧张 这是叶欣染第二次上宫堂 乔县令坐在上面 脸上再也不见往日的从容 见到叶欣染后 神情更是复杂 几番审问后 发现叶欣染确实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便下令退堂了 临走前 乔县令不忘叮嘱叶欣染 你自己也小心血 好 叶欣染答应下来 现在叶大成生死不明 邹氏母女 又死得不明不白 乔县令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好觉了 不过很快 一个让他更睡不着觉的消息传来 武座检查叶欣尧的尸体 发现他已怀有身孕 叶欣尧和乔紫玉退婚不久 至今尚未出嫁 怎么会有身孕 乔政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要真的是那个孽子干的 乔政山真的想撬开他的天灵盖看看 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叶欣尧怀有身孕这件 事先不要对外声张 免得打草惊蛇 乔政山吩咐下去 然后就命管家去找乔紫玉 让他回家来问话 另外一边 叶欣然和肖怀安回到家里 一路上 叶欣然总觉得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这种感觉 让他心里发毛 回到家后 他又往外面张望了好几眼 发现后面确实没什么人 这才放下心来 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房子地基还没挖完呢 这时候偏偏出了这种事 还让不让人干活了 叶欣然有些丧气 大家都说 让我小心一点 可敌人是谁我都不知道 这怎么小心 难道房子不盖 孩子的书不读了 别怕 肖怀安安慰他 既然那个凶手选择在秀锦山上动手 就说明他很怕被人发现 这会儿 指不定躲藏在哪个阴暗的角落 那他会不会晚上来偷袭 叶欣然又想到了那种 被人盯着的感觉 我在县衙的时候 感觉被人盯上了 心里一直毛毛的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人伤你一根指头 肖怀安眼神坚定 而且院子里有陷阱 真有什么人想进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好 看着肖怀安的态度 他终于放下心来 有肖怀安在 他确实是多了不少底气 肖怀安又说道 一会儿 我把那个房间的床也搬过来 晚上我们四个人睡一个房间 叶欣然立刻点头同意 他不敢自己带孩子睡一个房间 更不敢让两个孩子单独睡 搬到一起 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做好了安排 日子就如往常一样的过了下去 白天 村里人依旧来肖家帮忙 地基挖好之后 瓦将们就开始掉线气墙 叶欣然买的青砖形状规整 房子盖起来也快 短短三天的时间 就已经出具规模了 晚上 叶欣然和肖怀安 带着两个孩子 睡一个房间 叶欣然本来要带着长安一起睡 可长安如今懂事 说什么都不再赖着沈娘了 说是要和哥哥一起睡 哥哥说 如果我一直跟沈娘睡 沈娘就不能生妹妹了 我不霸着沈娘 沈娘能不能明天给我生个妹妹 叶欣然无语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长平 是你吗 叶欣然看向一旁的长平 憨厚的长平立刻摆手 不是 不是我 是大哥告诉我们的 好你个长生 在书院不好好读书 还教弟弟这些乱七八糟的 看你回来我 怎么收拾你 叶欣然脸红 远在书院的长生 突然间打了个喷嚏 他揉揉鼻子 怀疑自己是不是穿少了 却不知道 两个弟弟又把他点卖了 之后的几天 一直风平浪静 村民们一开始还有些紧张 时不时的在后背议论 怕萧家这边有什么情况 后来发现没什么事 便慢慢的没人提了 也许只是一场意外 叶家人出门遇到了山匪 山匪杀人 哪有什么道理 大家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 除了给粮食脱利 就是到萧家帮忙赚工钱 唯一有点变化的 就是张大山家 刚开始盖房子时 张婆子被叶欣然拒绝 不让他来赚这份钱 张婆子气了好久 时不时还要出来骂两句 可这几天 张婆子气也顺了 人也惊慎了 一向抠嗽的他 还去城里买了两个肘子回家 张大哥是不是回来 给你送钱了 有村民看见他 就打趣地问 张婆子切了一声 他那个完蛋货能赚几个钱 指着他 我们娘两个都得饿死 有人听不下去 说道 这几年不都是张大哥出门赚钱 给你们娘俩花吗 我看你家大山 也该懂点事了 我们家大山的本事 可比他爹大多了 张婆子替儿子辩驳 我们大山是赚大钱的人 可不像他爹 还有某些人 说着 他看了看几个围观的妇人 说道 眼睛里只能看到小钱 这一辈子 也就只能赚小钱 说完 他昂着头 得意洋洋地离去 二代娘在地上催了一口 呸 小人得志 就他儿子那大门 不出二门 不卖的样 上哪儿去给他赚钱 还赚大钱 梦里赚的吧 有人附和 大猪娘却说道 你们刚才都没注意吗 我看张婆子手上 好像戴着一个玉镯子 我也看见了 那镯子瞅着橙色不错 难道真的是张大山给他买的 狗屁 你听他胡扯 保不准是张婆子 外面有了想好的 想好的给他买的 你可拉倒吧 就张婆子那张老脸 那个眼瞎的能看上他 众人一番讨论 嘻嘻哈哈的都散了 张婆子回到家里 赶紧关上院门 脸上的笑容还没等消散 就看见堂屋里面坐着一个人 那人面无表情 眼神伶俐 像把杀人的刀 张婆子吓得一个哆嗦 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客 客人 你怎么出来了 是不是地窖下面太凉了 你要是住得不舒服 你就住我的房间 我和大山挤一挤 你又出门做什么了 男人问 我 我就是去地里剪剪刀碎 张婆子心虚地回答 我给你的钱 还不够买你田里的刀碎吗 你这么待不住 看来 我需要换个地方住了 别别别 张婆子慌忙地摇手 他想上前几步 但是男人眼睛一瞪 张婆子又立刻站住 不敢动了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张婆子 张婆子不动声色地 把自己的左手挪到身后 确定没有什么不妥 男人才挥了挥手 滚去做饭 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偷偷出门 你和你儿子就都死定了 张婆子吓出一身冷汗 他连忙逃到厨房 将厨房门锁上 才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前几日 张大山不知道 从哪里请来了这尊大神 这个男人出手大方 说是外地人路过此地 要在这里住上几日 一出手就给了十两银子 还有一个玉镯子 张婆子眉开眼笑地接过银子 以为自己和儿子 碰上了什么圆大头 谁知道 这人却变得越来越奇怪 他不许张婆子 拿钱出去卖肉 还限制他 让他少出门 他给的镯子 更不许张婆子戴 说是等他离开之后 才能拿出来 张婆子哪里忍得住 他偷偷摸摸出去炫耀 又骗大人说 自家平时也是经常吃肉的 这才去城里买上了肘子 就一个过路的 管得也太宽了 本来以为他住两天就离开了 哪知道这人住了五六天 连想走的意思都没有 今天还从地窖里钻出来 威胁他要杀了他们母子俩 张婆子心中十分不安 觉得自己好像招惹了什么 不该招惹的人 佛祖保佑 让这人快点离开吧 张婆子双手合十 不停祷告 祷告完 他把镯子藏在柴堆后面 这才开始烧火煮饭 张婆子不知道 坐在他家堂屋的 正是陆侯爷身边的随从朱雀 朱雀来到云通县有些日子了 一开始 他装作生意人 骗叶大成 有一笔大买卖 要和他谈 取得信任后 就以夫人邀请叶大成一家 到自己家里做客为由 将叶大成一家人 全都骗了出来 叶大成家里刚被洗劫一空 这会儿抓住点机会 就被踩迷了心窍 直到朱雀要动手的时候 他才察觉了不对 他丢下妻女 一个人跑进深山里躲藏 邹氏为了让叶大成逃跑 死死抱住朱雀的腿 甚至死后 都是朱雀掰断了他的胳膊 才摆脱了他 不过 等朱雀再来找叶大成的时候 叶大成早就不见了踪影 朱雀没办法 只好先挖坑 把邹氏和叶星鸟给埋了 然后才去山里找叶大成 他在山里找了五天五夜 直到最后 将叶大成逼到了一处山崖 叶大成怕被捉住 当着他的面跳了牙 朱雀奋力去抓 也才抓住了一片一脚 朱雀恨得不行 因为一个小小疏忽 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叶家一家四口 还有一个人没有处理 他已经没有时间到山崖下去 查看叶大成到底有没有死 而是立刻下山去寻找叶星染 叶星染是侯爷口中必须要处理的人 他必须抓紧时间 不能让人发现端倪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刚下山 就听说邹氏和叶星染的尸体 被人发现了 还被县衙的捕块挖了出来 朱雀心知不好 他怕暴露身份 不敢明目张胆 打听叶星染的下落 正有些为难 却听说县衙叫了叶星染前去问案 朱雀跟着到了大堂 然后一路跟着萧家的马车 来到了云边村 本来想趁着叶深人静 了结了叶家最后一个人 可到了之后他才发现 叶星染身边的那个男人并不简单 可能自己都不是他的对手 为确保万无一失 朱雀敲开了张婆子家的大门 假装自己是偶然路过这里的商人 想在他们家借住几天 按照朱雀的打算 他住在隔壁 能时刻看到叶星染的动向 只要叶星染和那个男人分开 他就可以下手 谁知两个人却像是粘在了一起一样 除了男人上厕所的时候 叶星染不会跟出来 剩下的时间 两人都是双路双出 朱雀一时没了办法 只能等待时机 结果张家这对母子 又贪婪又愚蠢 不仅明里暗里的跟自己要钱 还要出去显摆 朱雀恨不得杀了他们 让他们闭嘴 却又怕被村子里的人察觉到了不对 只能亲自看着张婆子 让他老实一点 时间不等人 侯爷还等着他回去赴命 住了几天后 朱雀决定不再等下去 今天半夜就要冒险一事 晚上 张婆子煮的是野菜糊糊 朱雀看着黑乎乎的野菜糊糊 不由皱了皱眉头 张婆子见状赶紧解释说 家里没有粮食了 新收回来的稻子还没干 你又不让我出门买粮食 所以 只能吃这个了 张大山吃得稀里糊噜 朱雀端起碗 勉强吃了几口 然后问道 隔壁那一家的男人 是干什么的 张婆子早就看出 他对隔壁萧家很是关心 这几天时不时的 就偷偷往那边瞭望 肯定是看上了叶欣然 张婆子眼珠子转了转 以前还想让张大山 对叶欣然下手 哪想到萧怀安的腿 竟然好了 要是这个男人 能跟萧怀安逗个你死我活 自己儿子没准能捡个便宜 寡妇就寡妇 只要他能帮自己赚钱就行 你问萧怀安啊 客人怎么还关心起他来了 他故意问道 问你话你就快说 别那么多废话 朱雀很不耐烦 张婆子这才说道 那个萧怀安 是流放到这边的破落户 原本是个瘸子 靠打猎维持生计 后来娶了媳妇 不知道怎么的 腿也好了 现在也不上山打猎了 就留在家里吃软饭 吃软饭 朱雀重复着这三个字 对啊 就靠他媳妇卖点药材 养活着他 张婆子边说边观察朱雀的神情 朱雀观察了这么多天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 都不会吃软饭 这个萧怀安 萧怀安 朱雀突然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好像是在哪里听过 却一时想不起来 不过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 在朱雀眼中 萧怀安和叶兴染 都已经是死人了 今晚 他们一定会死在自己的刀下 叶兴染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早上起来 右眼就一直在跳 直到萧怀安揪下一个小纸片 帮他贴在了眼皮上 这才好了一点 都说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夫君 今天会不会有事情发生 叶兴染有些担心 天他下来 有个子高的顶着 有我在呢 你怕什么 萧怀安揉了揉他的头 我也怕你出事啊 叶兴染说出了心里话 这几天 他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萧怀安成了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 高兴的时候会想到他 担心的时候也会想到他 特别是面对现在这个形势 萧怀安几乎成了他的心里支柱 那今天等孩子们放学回来 我们就把门锁好 你们晚上早点休息 我来守夜 要是胡子 在就好了 叶兴染突然想起了山上的那只老虎 有老虎在 再厉害的敌人他也不怕了 你是觉得 我比不上那只老虎 萧怀安有些不高兴 老虎打架很厉害啊 叶兴染说 我打架也很厉害 萧怀安仿佛想证明什么 举起了手边斧头 叶兴染赶紧让他放下 以前怎么没发现 萧怀安竟然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还要和老虎争个长短 入夜 两个孩子早早睡下了 叶兴染躺了半天睡不着 看萧怀安还坐在窗下 他有些于心不忍 我白天只是随便说说 也许是我想多了 要不 你也别守夜 一起休息吧 我不累 萧怀安嗓音低沉 这几天 一直有人在盯着我们 这么久了 他也该沉不住气了 叶兴染这才知道 原来萧怀安并不是 因为自己一句话才提高警惕 他早就发现了什么 那你之前怎么没说 叶兴染问 萧怀安垂下眼眸 怕你担心 到底是什么 人 叶兴染一句话没有说完 突然听见萧怀安低声说道 嘘 来了 他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萧怀安轻轻站起来 躲到了窗边的隐蔽处 叶兴染保持躺着的姿势没有动 目光却一直追随着萧怀安 没多一会儿 窗帘上映出了一个人的影子 那个影子静静站了一会儿 捅破窗户指 将一根细细的竹筒伸了进来 竹筒里冒出烟雾 看见这一幕 叶兴染几乎要出声提醒 黑暗中 只见萧怀安伸手 将竹筒的这一头捂住 外面的人瞬间传来呛壳之声 说时迟 那时快 萧怀安趁机打开窗户 一个翻身 从屋子里跳了出去 外面传来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叶兴染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连鞋都顾不得穿 跑到窗子旁边探头查看 院中 两个人影缠都在一起 两个人动作很快 眨眼间 已经打了十几个回合 叶兴染看得心惊肉跳 直到看出萧怀安没有落下风 这才稍微放了点心 萧怀安很久没有和人动过手 看得出来 对面这个人功底深厚 而且招式很辣 他身上还有很多暗器 时不时地出手偷袭 好在萧怀安警醒 才没有着了他的道 而朱雀刚一动上手 心中也十分惊讶 他没想到区区一个猎户 竟然有如此高的功夫 以他的身手 自己今天未必能占得到便宜 为了自保 连压箱底的暗器 都不得不拿出来用 萧怀安边出招 边防着他的暗器 本来想探探他的虚实 但在看见窗边 站着的夜星染后 决定速战速决 他一个扫堂腿横过去 逼着来人后退一步 紧接着伸出左手 去抓他的肩膀 朱雀本能地往后躲 并且趁着这个间隙 想要放出自己的射魂钉 就在射魂钉出手的一瞬间 他的脚下忽然踩到了什么 朱雀心到不好 再想抬腿 却来不及了 他的腿被一根麻绳捆住 拖着他就往后去 朱雀反应迅速 伸手挥刀 将麻绳砍断 可这时 萧怀安的斧头 却已经来到他跟前 想完全避开 已经来不及了 朱雀奋力一滚 左边肩膀 还是被斧头边缘砍到 温热的鲜血立刻蹦践出来 射魂钉已经打飞 左手又受伤不能动 朱雀知道再耽搁下去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他将自己右手中的刀朝着 萧怀安扔去 趁着萧怀安躲避的时机 翻身逃跑 跳过院墙 躲进了张婆子家里 张婆子也一直醒着 在隔壁传来动静后 他就爬了起来 躲在院墙后 偷偷张望 隔壁的动静 让他的心也跟着砰砰直跳 要是能直接 把萧怀安给杀死就好了 张婆子心想 下一刻 一个黑影跳到院子里 张婆子吓了一大跳 眼见着黑影朝着地窖跑去 萧舍身影 紧接着 又一个人跳了进来 完了 张婆子吓得闭上了眼睛 不敢出声 谁知下一刻 一个冰凉的东西 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萧怀安冷力的声音传了过来 人呢 人 什么人 张婆子差点要吓尿了 刚刚逃过来的人 萧怀安盯着他的眼睛 张婆子抖得如同风中的树叶 我就是半夜起来截手 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 那刘你也没什么用啊 萧怀安举起斧头 朝着张婆子的脖子砍了过来 你 你不能杀我 张婆子惊叫 杀人偿命 萧怀安 你不能杀我 我字还没有说出口 张婆子的人头 就离开了身子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仿佛不敢相信 萧怀安竟然真的敢对自己下手 身后传来东的一声 萧怀安回过头发现是张大山 张大山也一直没睡 听见张婆子的叫声才跑出来 一出门就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娘被杀 他吓得腿一软 坐到了地上 萧怀安朝着张大山走过来 张大山立刻喊道 别 别杀我 我知道那个人藏在哪里 哪里 萧怀安眼神冰冷 浑身都是肃杀之气 张大山指着自己家的柴房 声音颤抖 那 哪里 萧怀安抬脚朝着柴房的方向而去 突然身后传来了破风之声 朱雀将最后一根绣剑朝着萧怀安射了过来 月光下 张大山惨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萧怀安上当了 他终于要死了 谁知萧怀安一个转身 一抬手 揪着张大山的头发 将他拉起来 绣剑正好射中了张大山的脖子 你 鲜血从张大山的嘴里涌了出来 你们收留凶手 企图伤我家人 死有余辜 萧怀安松开手 张大山肥瘦的身子躺在地上 又发出咚的一声 你不是个普通的猎人 猎人没有你这么好的身手 也不会像你这样杀人不眨眼 朱雀突然出声 他声音很平 听着没有任何起伏 你也不是个普通的杀手 普通的杀手 不会这么有钱 在身上弄这么多暗器 萧怀安话语间带着嘲笑的意味 朱雀的脸热了一下 这么多暗器 还是未能伤对方分毫 他这是在嘲笑自己吗 你杀了人 就算我杀不了你 你们一家也会惹上官司 朱雀道 以你这不可告人的身份 以后会陷入无尽的麻烦中 萧怀安却低声笑了 谁说人是我杀的 他们明明 是你杀的 朱雀心头一跳 下一瞬 萧怀安就来到了面前 朱雀的暗器已经打空 手中的弯刀也被制了出去 他只能拿着从院边拎起的锄头 与萧怀安一战 此时 两人之间力量的悬殊 立刻显现出来 萧怀安一斧子劈来 朱雀拿锄头去扛 锄头把立刻被削成了两段 朱雀一个亮枪 拿起锄头 把挡在自己面前 却不防萧怀安的斧子 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 斧子的利刃 抵在了朱雀的脖梗上 别动 再动你的脑子 就分家了 萧怀安趁着朱雀愣神的功夫 将他踹倒在地 低声问道 说 是谁派你来的 朱雀脸贴在地上 声音里没有丝毫感情 我不会说的 除非你答应 放我走 不说 那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萧怀安举起斧子 朱雀口中发出痴痴的笑声 杀了我 你就什么都问不到了 萧怀安面无表情 一斧子下去 人手分离 留着你 也照样什么都问不到 这种人他见得多了 想凭着一点秘密保命 最后 什么都不会说的 叶欣然一直站在窗前 仔细辨认隔壁传来的声音 他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出去 只能给萧怀安添麻烦 可心跳得实在太快 快得让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他使劲掐着自己的手指 祈祷着萧怀安能赢 仿佛一个世纪之后 隔壁终于没有了声音 可是 萧怀安没回来 又过了一会儿 外面突然亮起来 还传来了噼噼啪啪的声音 叶欣然再也顾不上危险 他光着脚 从房间里跑出去 看见隔壁王婆子 家里这起了大火 火光冲天中 萧怀安满身是血 如一尊战神般 缓缓走来 叶欣然 一下子扑了上去 你没事 实在是太好了 萧怀安用双手 将叶欣然托起 怕自己身上的血 弄脏了他的衣服 地上这么凉 怎么不穿鞋 就跑出来了 叶欣然这才察觉到了 叶峰带来的冰凉 他 死了吗 叶欣然看着萧怀安满身的鲜血猜测 死了 那张大山他们 叶欣然看着熊熊燃起的大火 犹豫地问道 早死了 都被那个人杀死了 萧怀安缓缓地说 他不畏惧世人的眼光 可是他畏惧 叶欣然会怕他 他不想让叶欣然以为自己是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下一刻 却听叶欣然说道 你快进屋去换衣服 一会儿 村子里的人就该醒了 若是被他们发现 你现在这样 就说不清了 好 萧怀安一直举着叶欣然 直到进屋后 把他放在床上 然后 萧怀安当着叶欣然的面 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他低头 去捡地上的脏衣服 想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叶欣然却催促他说 你去冲得早 剩下的这些 我来处理 萧怀安听话的去了外面 叶欣然也在他转头的一瞬间 将地上血污的衣服 收进了空间 萧怀安洗澡的动作很快 等叶欣然阵定下来 穿好衣服 走到外面的时候 萧怀安也已经穿好了衣服 隔着一个院墙 再往张驼子家泼水了 他把院子里 所有的机关都撤了 看到有来看热闹的村民 就招呼 大家一起灭火 见到萧怀安 这么迈力的灭火 大家有些不理解 萧大哥 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记仇 之前张大山他们家 那么对你 你还愿意帮他们 萧怀安一脸平静 不是帮他们 只是不想让火烧得太大 伤及我家 原来是这样 众人恍然大悟 我们一起来帮你 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李正到来后 立刻指挥着村里的青壮劳力们 一起救火 村民们在萧家院子里来来去去 很快就院子里 踩得乱七八糟 不过火势实在是太大 尽管大家已经尽全力了 还是没能将火势降下来 李正只好让大家 在萧家的院墙那里 做一道防线 阻止火势蔓延 大火一直烧到天亮 才渐渐地吸了下去 李正让大家保护火场 又派了牛二 带着二主 去县衙里报案 他自己则留在了萧家 询问他们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这大火怎么突然烧起来的嘞 你们昨天晚上 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萧怀安答 我们昨天睡得早 没有听见什么响动 两个孩子也是一脸的猛笑 长安说 我们昨天早早就睡下来 睡觉前二叔 还让我背三字经呢 我背着背着就睡着了 而且 外面的声音根本就听不到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 长平也说 叶欣然道 火热起来之后 我和夫君倒是听见了 一开始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 大晚上的放鞭炮 后来突然想到 这不年不节的 怎么可能有人放鞭炮 就让夫君出去看看 他出门之后 才发现着火了 李正说 我们家虽然和张婆子家不睦 但救火 我们可是第一个冲出来的 啊 李正被噎住 地不第一的 好像也没什么重要的 这张宗一年到头的不着家 现在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得着信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李正 还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活 这事儿恐怕有蹊跷 得等捕快们开查看了之后再说 李正叙叙叨叨说了一堆 叶欣然也听不到什么重点 只知道是报案了 希望县衙的捕快 没有那么聪明 查不到他们头上来才好 叶欣然想 李补头听到又出现了命案 感觉自己头上的天塌了一半 流年不利 真是流年不利 他带着人来到云边村 先让人将张婆子家院子围了起来 又派人去火场进行清理 这种案子 要第一时间将里面的尸体找出来 初步判断是意外还是人为 等里面的尸体被清理出来 即使办案多年的李补头 也变了脸色 尸体虽然被烧得面目全非 可是从他们呈现的姿势可以看出来 案发现场一共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里 两个被砍掉了脑袋 而他们的脑袋 却被另外一个人抱在怀中 这诡异的一幕 看得人头皮发麻 李补头脑子里第一想法就是 这人疯了 从李正口中得知 这家只有张婆子和张大力两人 那第三个人又是从哪里来的 捕快们在张家的院子里 交换着意见 围观的村民们 也都站在院子外面一轮纷纷 张婆子家里 怎么还有一个人 听捕快说 好像是个男人 男人 难道张婆子 真的有了想好的 我就说吧 他最近反常的样子 就不太对劲 泽泽 谁能想到呢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现在这情况 难道是和相好的反目成仇了 李补头在里面听见大家的议论 便夺步走了出来 你们刚才说 张婆子有个相好的 村民们本来就是私下猜测 官差这一问 大家就都不敢吱声了 没事 你们说吧 李补头掏了掏耳朵 我就当是听个热闹 听见官差这么说 有胆子大的才开口道 我们也是猜的 主要是最近张婆子很反常 他一直很抠门 却在几天前去街上买了两个大肘子回来 那可是两个大肘子啊 咱村里人过年的时候都不舍得花这么多钱 对对 而且他还说 他儿子给他赚了大钱 村子里谁不知道 张大山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废物 连秋收都不帮着干活 哪来的本事赚大钱 有人附和 听见他这么说 又有人说道 还有啊 张婆子手上还多了一个玉镯子 他这个人我最清楚了 他怎么可能舍得自己花钱买镯子 肯定是别人送的 这边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捕块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手中托着一块丝巾 丝巾里面包的就是一个玉镯子 火烧之后 玉镯已经变得四分五裂 不过仍然能够看出 原本质地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镯子 李补头接过丝巾 托着里面的玉镯 给众人看 镯子的模样变了 但是颜色没变 有眼间的已经认了出来 确实是他带着的那个 收起来吧 带回去让伍座一起查验一下 李补头吩咐手下 很快 捕块们将现场清理完毕 李补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又朝着肖家走去 这一排人家 到了张婆子家里 就算是到了头 离他家最近的 就是肖家了 李补头的问题和李正一样 就是问叶星染和肖怀安 昨天晚上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他们两个 又把之前的答案重复了一遍 李补头示意手下 将肖家的前前后后都检查了一遍 不过因为来过的村民太多 院子里早已辨认不出任何脚印 就连肖家和张家的院墙 也都被水灵湿的 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捕块们没有任何发现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捕块向李正告辞 你们这边要是有了什么新的消息 就及时地通知我们 好的好的 李正赶紧答应下来 那要是张家的男人回来了 这院子里 他能进吗 李正问 他男人要是回来了 让他去县衙报道 我们大人肯定有话要问他 如果像村民们说的那样 是情杀 那这件事情 张宗就脱不开关系 李正记住捕块的嘱咐 一一记了下来 等捕块们一走 叶欣染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普通百姓最怕的就是惹上官司 所谓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更何况是他们这些普通人 还好张婆子之前有一些异常的举动 不然捕块难免要在他们身上花心思 村民们围着张婆子家又议论了好久 有人突然想起 之前好像见过一个陌生男人进村子 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李正报告了 陆长青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 也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到了萧家后 陆长青先是将叶欣染 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 确定叶欣染没事 他才抱怨着说 姐 你们怎么把我雇的武行的人 全都给撵回去了 我听他们说连门都没让进 嗯 这个 叶欣染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太客气 陆长青肯定又要生气 说自己能应付 他又要埋怨自己自打 正犹豫间 萧怀安开口道 有我在 不需要什么打手 陆长青果然说道 你也太自大了 你这是 不把我姐的安全放在心上 这是隔壁家着火 这要是你自己家着火 多几个人 不是还能多几个帮手吗 我自己家不会着火的 萧怀安说 因为我不允许 你 面对过分自信的萧怀安 陆长青无语了 他还想劝叶欣染 自己再雇佣两个人过来 却听叶欣染说道 你姐夫说的对 有他在 我放心 那行吧 陆长青败下阵来 不过 案子还没破 所以我 还是不能过来住吗 陆长青又可怜巴巴的看着叶欣染 嗯 叶欣染点头 陆长青到底还是个学子 有书要读 住在他这里 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不住就不住 我还可以再等等 陆长青有些失望 不过下一瞬 他又提起了精神 姐 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叶欣染问 陆长青 我前几天收到了娘的信 爹和娘 很快就要到云通县来了 他们一定是为你来的 陆侯爷和陆夫人 叶欣染有点意外 他们看来 这边干什么 叶欣染并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陆长青回去后 他又一心忙着店里的生意 和盖房子的事 血盐膏和清凉饮都卖得不错 只是日子 一天比一天凉 清凉饮 很快就要过季了 今年开了个好头 明年一开春 他们就可以把清凉饮拿出来卖 看大家的欢迎程度 李末对明年的销量很有信心 血盐膏则没有这个烦恼 之前用芋蓉膏的人 如今也都成了血盐膏的忠实客户 外地来买血盐膏的人 也越来越多 叶欣染改良了配方 用药期间 不再出现皮肤变色的情况 顺一堂这一次 算是给永乐堂做了嫁衣 要是没他们的宣传和渠道 血盐膏 还不会这么快就传到府城 对他们来说 是偷鸡不成 还十八米 不过顺一堂没有在搞什么动作 叶欣染也听人说 顺一堂换了掌柜的 原来的掌柜的 被调回京城问话 新来的这个 是在霍家做了二十多年的老掌柜 叶欣染没太在意 他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只要他们不来犯贱 叶欣染不介意大家一起发财 说到发财 现在每天都能收入几百两银子 空间里的银子 都落了几十的大箱子了 他不喜欢银票 只喜欢实打实的经营 结账的时候 银子他就直接收起来 收到的银票 他也会找机会 让李末给换成金钉子 或者银钉子 弄得李末都梦了 嫂子 你弄这么多银子 家里不好放吗 就算你家盖了大房子 可是家里存这么多银子 也不安全 还是换一些银票在身上安全 也方便携带 叶欣染哪里能听得进去劝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有怀安在 我们家的银子 放在哪里都安全 为了不让李末起疑 他又补充道 再说 我也不一直放手里 就是拿回家看几天 过段时间就存钱装了 嫂子小时候家里穷 没见过大钱 也就这一点爱好了 李末听得直白手 嫂子 你可别说了 就你这还叫没见过大钱 咱们店里这个月的分城 都有三百两银子 你赚了多少钱 我还是知道点的 嘘 这个可不能说 免得让人听到了 叶欣染故意神神秘密说道 李末也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嫂子说得对 这种事情 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了 他们家里能赚到钱 李末由衷地为肖怀安感到高兴 想不到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如今还能过上这样幸福的日子 老天 终究也有开眼的时候 肖怀安最近一直忙着盖房子的事情 用什么料 盖多高 这些都得他给拿个主意 半个月过去 房子终于出具规模 大家看着新房子宽敞的院落 还有青石板铺就的地面 眼中全都是羡慕 是的 只有羡慕 没有嫉妒 人总是习惯了 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进行攀比 邻居比自己钱多一点 他们会嫉妒 粮食比自己多一点 他们会嫉妒 可是当这个邻居的 达到了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他们反而不嫉妒了 剩下的 只有羡慕 这青石板一铺 就算是下雨 院子里也不会积水了 是啊 在院子走 就不会踩一脚泥了 你们怎么光看青石板啊 你们没看见人家的大房间 有我家两个大呢 他们家的厕所 也盖得十分好看 我听说 还能冲水 有钱就是好 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都没见过 大家你一言 我异于 夸赞萧家的新房子 叶欣然还在和李正商量 要在屋里盘起铺炕 你说的那个东西 我们之前也没见过 二主蝶手艺好 你把你那个东西画出来 告诉他怎么做 让他想办法帮你盘出来 李正给出主意 行 那我和二主蝶研究一下 叶欣然怕冷不怕热 冬天只烧炉子 完全达不到他的要求 只有热炕头 才能让他在冬天 真的获得真正的温暖 他把自己记忆中 土炕的样子画出来 然后给二主蝶讲解 言道要怎么留 怎么走 二主蝶干活是把好手 按照叶欣然的说法 两天的时间 还真就把土炕给研究出来了 这玩意真的能行 二主蝶看着眼前 四四方方的炕 还有点不敢相信 能行 冬天把棉被往上面一扑 能暖和半宿 叶欣然说 行 赶明我给我自己家也弄一个 二主他娘一到冬天就寒冷 今年让他也想想服 那他肯定高兴 叶欣然笑着说 几个屋里盘好了炕 就到了上梁的重要日子 上梁这天 李正找个村子里 八个最有福相的小伙子 到房顶去拉梁 等大梁放稳之后 长平和长生一起站在房梁上 将准备好的洗糖 洗饼 还有红枣 花生等东西 从高处往下抛 村子老老少少 都来凑热闹抢福气 萧怀安则带着几个人 在院子里 噼里巴拉的放起了鞭炮 院子里热闹非凡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谁都没有注意到 新房的院子外面 什么时候来了一辆马车 马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 和一个妇人 妇人有些年纪了 却仍然能够看得出来 曾经的美貌 她探头朝院子里看 眼睛一直追着 那抹淡绿色的身影 娘 那就是我和你说的夜姑娘 她才是我亲姐姐 你能辨认得出来吗 说话的 正是陆长青 母亲昨天刚到云通县 她今天就迫不及待的 带着母亲来看姐姐了 冷清雨 使劲绞着手中的丝帕 自己的女儿 有什么认不出来的 何况 她还和自己年轻的时候 长得这么像 她 知道她是陆家的孩子吗 冷清雨难掩心中的激动和紧张 她当然知道 陆长青肯定地说 因为她和我一样 我们是最亲的人 对彼此是有感应的 冷清雨红了眼睛 那她 有没有说过 会怪我 姐姐她什么都没有说 陆长青眼神灰暗 她没有高兴 也没有不高兴 可是娘 当初你们 为什么会抛下姐姐 去养大了陆之翼 冷清雨被问得有些慌张 我 我不知道 她求助般地抓住儿子的手 今天要不是你带我过来 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的女儿 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那蝶知道吗 陆长青突然问 她 冷清雨愣了一瞬 她肯定也不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 你们那个时候小小的一个 她又怎么知道 是报错了 可是她 一直很喜欢陆之翼不是吗 这些天 陆长青想了很多很多 一开始她也觉得 应该是一场意外 可是回想起这么多年的经历 她很难不怀疑 她爹陆庭恩 知道些什么 冷清雨赶紧替丈夫解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怪你父亲 这些年来对你不好 可是长青 你要理解为人父母的难处 你爹也是 希望你能够早日独当一面 才会对你那么严格 看着面色慌张的冷清雨 陆长青不忍心在说什么 这些年来 爹就是娘的精神支柱 不管是谁 都能看得出来爹对娘的用心 即便那个男人对自己不好 至少他对娘还是好的 我不想争问这件事 她说 现在要怎么办 你们要认回亲生的女儿吗 当然 陆夫人说 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都想让她做回我的女儿 我想要好好地补偿她 这么多年 是我对不起她 那我们今天还是 不要打扰姐姐了 陆长青看了看院子热闹的场面 今天是姐姐高兴的日子 我们改天再来 说完 她吩咐车夫调转车头 两人又回到了魏宅 魏夫 冷清新一直在院子里夺来夺去 她不知道 他们这次去了之后 姐姐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见到两人回来 冷清新一把抓住姐姐的手 看到那个孩子了吗 看到了 冷清雨的手还在发抖 那你怎么说 你觉得她是吗 冷清新追问 她一定是我的孩子 我要把我的孩子认回来 冷清雨语气坚定 只是 今天是他们家的大日子 长青说 不要去打扰 我们明天再去 那侯爷她 冷清新有些不放心 人人都知道 侯爷最宠爱的 就是陆之义这个女儿 从小给她请名师 培养她学习琴棋书画 大一点后 还带着她在外面走动 就连淑妃娘娘都十分喜欢她 这样的女儿 如果和侯爷说 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侯爷能受得了吗 我已经想过了 冷清雨说 认回欣然以后 之义也还是我们的女儿 就当作是家里多养了一个女儿 这不是挺好的吗 娘 那你想过没 家里多了一个女儿 对外面要怎么说 说陆之义不是你亲生的 还是说 我姐不是你亲生的 你能保证 对我姐和对陆之义一样好吗 陆长青渭 叶欣然暴打不平 这 冷清雨显然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听到儿子的问题 她突然愣住了 冷清新看出姐姐的为难 忙打圆场道 欣然肯定是亲生的 这个毋庸置疑 至于对外面怎么说 这个问题 我们慢慢想 不用急于一时 冷清雨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 一个是她养了18年的女儿 一个是出生后 一直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 两个都是好孩子 她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肯定是叶大成夫妇 很难想象他们当初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思 交换了两家的孩子 亏自己这些年对他们这么好 他们竟然敢做这样的事 虽然孩子无辜 可是他们两个人却罪无可恕 那个叶大成现在住在哪里 我要去找他问个明白 这些年 我冷家给他的好处也不少 我要让他全都给我吐出来 他死了 陆长青的话令冷清雨大吃一惊 他怎么会死 之前不是还往经理送信了吗 确实是死了 刚死不久 冷清新也说 事关叶欣然 这件事他一直关注着 所以很清楚 准确地说 叶大成是生死不明 但是他的夫人和女儿 确实是都死了 至今没有找到杀人凶手 还有一件事 陆长青说 我姐姐的邻居家 不久前刚发生了一场火灾 虽然最后 县令判的是情杀 但如果那场火再大一点 很可能姐姐也会有性命之忧 怎么会这样 冷清雨的震惊之情 无法言说 听起来 像是有人对叶家下了黑手 连欣然都不想放过 他道 陆长青点头 确实如此 可能是叶大成 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什么人 冷清雨说道 这些年 他经营布庄 生意场上什么样的肮脏事 都见到过 叶大成贪心不足 惹上了什么人 也未可知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陆长青冷冷地说道 还有一种 是有人想杀他们灭口 能做得这么觉得 肯定是一件很大的事 也许是家中的耻辱 也许是孩子绅士的秘密 那个人 一定是不想因为叶家 影响了他的前程 不可能 他不可能这么做 冷清雨文听此言 双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他知道陆长青话里的意思 可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这种可能性 如果陆长青说的是真的 那说明 从十几年前 甚至从他们刚成亲的时候开始 陆婷恩就一直在骗他 可人心 都是肉做的 他就算是想骗自己 也不可能 骗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破绽 他要是想骗自己 又何必做到如今这个份上 关心是假的 难道这些年的恩爱 也是假的吗 想到这个问题 冷清雨觉得自己的心 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捏住了 疼得他几乎要晕倒 陆长青 我不管你在想什么 以后 都不允许把这种事 怀疑到你父亲的头上 冷清雨看着自己的儿子道 他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父亲 是我的父亲 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他的为人 他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 娘 陆长青还想说什么 看着母亲惨白的脸色 他最终还是住了口 毕竟他也是猜测 因为这个气坏了母亲 他也于心不忍 可若是查出来 这件事真的和陆婷恩有关系 也别怪他不顾什么父子情分了 此时 陆侯爷正在县衙和乔县领 喝茶 朱雀一去不回 如今他人都到云通县了 也没见朱雀来拜见 陆侯爷怀疑 他已经出事了 叶家这面门惨案 乔县令可有什么头绪 陆侯爷撞死漫不经心地问 乔政山文言 立刻站了起来 他双手并拢 弯腰行礼 十分恭敬地道 回侯爷 叶大成至今生死不明 本县捕头四处查访 也没有凶犯痕迹 卑职怀疑 他们一家三口 为山上流寇所杀 嗯 陆侯爷眯着眼睛 手指轻轻地点在茶杯上面 慢慢道 山上的流寇是有可能 可你们云通县治安一向好 这流寇又是从何处而来 你身居官位多年 虽然经历的大案不多 却也应该知道 办案虚严谨 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是 被知明白 乔政山手心冒出了汗 他之所以往流寇上瘾 是因为 其中还牵扯到了他儿子乔子玉 身为父亲 他不希望儿子的一生断送在这里 乔子玉读书那么好 乔家还指望他光要门门 可叶大成与陆家关系匪浅 若是陆侯爷真的过问起来 此事 恐怕不能那么简单 就糊弄过去 他正担心着 就听陆侯爷说道 此事是你们云通县的案子 叶家虽然与我家有些关系 但以我的身份也不好插手 县令只管放手去查 此事中 谁获利最大 谁的嫌疑就最大 乔县令 不妨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多谢大人提点 乔政山提起茶壶 恭敬的给侯爷 蒸了一杯茶 陆侯爷端起茶杯 听乔政山的意思 县衙捕快并没有发现朱雀的存在 这也让他放了一点心 朱雀到底算是有经验的 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纰漏 不过陆侯爷今天来找乔县令的目的 不止于此 说完了叶家的事 他又提起了别的 你上次信里提到的事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又问道 乔政山这才想起 之前给陆侯爷去的那封信 信里面 他向陆侯爷说明了 和叶家退亲的情况 同时也提及了 如今的叶欣然长的 库四路夫人 他赶紧答道 卑职并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那叶家大女儿叶欣然 如今恢复了容貌 长相库四路夫人 卑职那日一见之下 也是十分吃惊 卑职只是怕侯爷被叶大成给蒙骗了 所以才斗胆告诉侯爷这件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乔政山怕退亲这件事 会引起侯爷不满 因此 想要找个对方的错处 使得自己能够置身事外 毕竟他要想升迁 还得靠路侯爷帮着说句话 侯爷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那大姑娘在很小的时候就毁了脸 如今竟然恢复容貌了 回大人 这件事说来也奇怪 叶欣然在闺中的时候 我也见过几次 那时候 他确实是毁了容貌 只是他嫁人之后 不知道从何处寻来了偏方 竟然将脸治好了 看他恢复之后的脸 确实和夫人有几分相似 乔政山说到后面 声音越来越小 侯爷对此 好像并没有很感兴趣 也就是说 他并不认为 叶欣然会是陆家真正的女儿 这样一来 那他说 叶欣然长得像陆夫人 岂不是冒犯了侯府夫人 原来是这样 陆侯爷不懈地说道 想不到区区一个农家女 竟然有这样的心思 她是如何知道夫人长相的呢 乔县令的心猛的一沉 侯爷是说 陆廷恩继续说道 我听闻民间有一种秘书 可以通过削骨磨皮 将一个人的容貌 整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那 不可能吧 乔政山亚裔无比 他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 如果侯爷说的是真的 岂不是有人故意通过这样的手段 想让叶欣然混进侯府 那自己给侯府送信 岂不是成了帮凶 真是细思极恐 可是 以叶欣然现在的家世 他从哪里找来这样厉害的高手吗 乔政山还是不敢相信 这有何难 这件事 本也不需要他去找人 只要等着别人来找他就可以了 竟然是这样 乔政山后知后觉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恨自己 当初为什么要掺和进这件事情里来 还好 没有酿成什么大错 不然他就是有十个脑袋 也不够宝大 那按照侯爷的说法 是否需要卑职 仔细查一下叶欣然 他虽然一直对叶欣然的印象不错 但是在自己的前途面前 他的选择丝毫不会出现偏差 那倒不用 毕竟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只是乔县令不妨想一想 若是叶家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人能够知道叶欣然真正的身份 乔县令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他原本来以为 侯爷说的那个最大受益人 指得的叶家的那些贪图家产的亲戚 却怎么也没想到 侯爷指得最大的受益人 是叶欣然 只要叶家的人都死光了 叶欣然的身份 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说明白 他想投奔侯府 就可以凭着长相 编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可那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乔县令想到 就不自觉地说了出来 如果低血燕青 证实他是假的 那就是故意混淆侯府子嗣的罪名 那可是要杀头的 我说了 这只是猜测 侯爷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不过 我想着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想到万全的办法 乔政山从心底里 佩服侯爷的冷静 遇到这种事情 侯爷竟然能够想得如此周全 没想到 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 如今走向 竟然越来越离奇 他换来守在外面的下属 吩咐他去通知里补快 重点查一下 叶欣染近期的动向 如有一场 速速来报 陆侯爷眼中的杀意 一闪即逝 他也有些后悔 当初以为这个孩子 不过是翻不得身的小玩意儿 有叶大成这边 牵扯着冷清雨的经历 他还能时不时提两句 夫人过分关心别人的孩子 让冷清雨感到内疚 以达到他的目的 早知道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他宁愿早一点 就让叶家 一家四口闭嘴 只是现在 再说这些也晚了 陆婷恩只希望 冷清雨不要固执地 认回那个孩子就好 如果他坚持己见 就别怪自己心狠了 陆侯爷离开了县衙 立刻吩咐手下道 玄武 你去县城各处查看一下 有没有朱雀留下的记号 是 侍卫玄武得到命令 立刻离去 陆婷恩则走进一家点心铺子 精心挑选了一盒核桃酥 一盒枣泥桂花糕 一路拎着回到魏宅 魏家的管事 是个小书童 这让陆婷恩 十分地看不起魏靖芝 家里明明有花不完的钱 魏靖芝 却做出这种两袖清风 悠然自得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做给谁看 偏偏冷清雨 非要住在妹妹家里 她也只能答应下来 回家房间 看见冷清雨 正坐在梳妆台前出神 她轻轻地走过去 将两盒糕点 在冷清雨的面前晃了一下 说道 夫人想什么呢 是不是想吃这里的 枣泥桂花糕了 我刚刚特意去买的 快尝尝 冷清雨勉强一笑 多谢侯爷费心 我现在还不想吃 怎么了 和你妹妹发生口角了 没有 那是谁让我们夫人不高兴 陆婷恩打开糕点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片桂花糕 递到冷清雨嘴边 吃点甜的 心情会变好一点 冷清雨无奈 只好张开嘴 轻轻地抿了一点桂花糕 好吃吗 陆婷恩追问 好吃 冷清雨点头 欲言又止 夫人有什么尽管开口 咱们夫妻之间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陆婷恩伸手抹去了 冷清雨嘴角的残渣 长青在这边 见到了叶家的孩子 那个孩子 长得和我很像 冷清雨刚说到这里 看了看侯爷的脸色 见他面色不渝 又赶紧说到 长青说 他和那个孩子一见如故 有血脉相连的感觉 侯爷皱紧了眉头 他说的话你也信 冷清雨赶紧说 你也知道的 长青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和人亲近过 就连知义也 侯爷叹了口气 壮丝无奈地说道 这件事 是我做得不好 啊 冷清雨不明白侯爷的意思 陆婷恩 是我从小对长青管教太严 又对知义太过纵容 所以才让长青 嫉妒她的姐姐 不和她的姐姐亲近 怎么会呢 长青她不是那样的孩子 陆夫人想为儿子解释 侯爷打断她道 但是我没想到 长青竟然会用 这样的方式欺骗你 她想干什么 想让我们认回 叶家那个孩子吗 夫人 你想一想 如果叶家那个孩子 是我们亲生的 那知义呢 知义怎么办 见夫人不语 她又接着说道 一个月前 淑妃娘娘还试探我的意思 想要给知义和三皇子结亲 如果知义能够嫁进三皇子府中 对我们侯府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件事 这个结果眼上 我们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可是 我真的觉得 叶家那个孩子 就是我的女儿 冷清雨有些失望 这个时候 侯爷心中只有侯府的未来 却没有想过 他们的孩子 在外面受了多少苦 那可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夫人 我知道你以前就喜欢那个孩子 今天我也打听到了 除了她 叶大成一家都出了事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 我们就收她做一女 让她给你承欢西夏好不好 陆婷恩让了一步 义女 冷清雨没想到 侯爷会给出这样一个提议 可那是我亲生女儿 我怎么能舍得 让她只做一个义女呢 侯爷 那毕竟是我们的孩子 这只是你猜测的 陆婷恩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我会让人去查 只要做个滴血认清 就能知道 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不用了 陆夫人一改刚才的态度 突然强硬起来 她肯定是我的女儿 不想要滴血认清 夫人 侯爷劝道 你这是被长青那个小子给蒙蔽了 不是的 冷清雨十分冷静 母子连心 我自己的孩子 我能认得出来 这些年 我对知义不够关心 也是因为 我从心里感受不到 我对她的爱 侯爷 我知道 你怕这件事 影响侯府的未来 我也只是想认回我自己的女儿 我不希望 她连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谁都不知道 你 侯爷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忍住了 好 就算像你说的 她是我们的女儿 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星星吗 她不懂得府里的规矩 没有大家小姐的涵养 你带她回去 她能适应吗 若是从高门大户 突然去到贫穷的山村里生活 还有可能不适应 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环境里 回到锦衣玉石的生活中 有什么不适应的 冷清雨毕竟是个女商人 虽然这些年 她习惯了什么事都听侯爷的 但是真正面对自己想要的结果时 她的脑子是清醒的 只要我对她好 慢慢地教她 她一定会习惯的 陆婷恩没想到 冷清雨在这件事情上 如此执着 执着的 不像是她认识的那个冷清雨 侯爷冷静下来 好 既然你如此坚持 那我明天就随你一起 我们去见见那个孩子 还是我自己去吧 冷清雨竟然没有同意 事发突然 我怕惊吓到她 还是我自己先去见见她 等安抚好了 我们再一起过去 好吗 陆侯爷正想拒绝 一个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爹 娘 你们在争论什么 爹 你明知道娘的身体不好 怎么还和娘吵架呢 陆之义走上前 轻轻搂住冷清雨的胳膊 冷清雨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僵硬 她很快缓和过来 伸手摸了摸陆之义的头发 娘和你爹商量点事情 你还小 就别掺和了 娘 我都已经长大了 什么都懂了 要是爹欺负你 我来为你做主 好 冷清雨微笑起来 这次来云通县 知义好像比以前懂事了 以前 他只喜欢出去 和各家的贵女们聚会结交 很少和他这个做母亲的亲近 这几天 差不多是陆之义长大后 他们母女相处得最融洽的时候了 有这么懂事的闺女 还总是不知足 让我说你什么好 陆侯爷扔下这句话 转身走出了房间 陆之义却缠着冷夫人继续问道 娘 怎么了 你和爹是因为我吵架吗 不是的 冷清雨坐了下来 他看着陆之义 犹豫地问道 知义 你介意家里多一个姐妹吗 多一个姐妹 陆之义转了转眼睛 娘 你要和爹再生个妹妹吗 我当然高兴了 不是 冷清雨懒然 是和你一般大的 娘的意思 是想收养一个养女吗 陆之义靠在冷清雨的肩膀上 娘怎么突然问这个 是觉得我这个女儿 做得不够贴心吗 不是的 冷清雨不知道怎么解释 也怕贸然说出来的话 会伤了陆之义的心 没关系的娘 陆之义突然懂事地说道 娘喜欢让什么人回来 就让什么人回来 我知道 我才是娘的女儿 娘对我最好了 家里多一个人 只是多了一个和我一起孝顺娘的人 清雨轻轻拍着陆之义的手 为她的懂事而感到欣慰 但之义这么懂事 有些话她更没办法说出口 正在这时候 陆长青又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见陆之义靠着冷清雨 她上去就拎起陆之义的衣领 把她拽了起来 陆之义 你忘记 我告诉你的话了 你别靠着娘那么近 陆长青 你放手 陆之义气急败坏地 想要甩开陆长青的手 哪知她抓得紧 不管她怎么扑腾 都正脱不开 娘 你看她 陆之义被陆长青拎到一边 衣服乱了 头发也散开半边 她气得半死 只能朝着冷清雨告状 冷清雨无奈地看着陆长青 长青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姐 你都多大了 她才不是我姐 娘 我讨厌她 陆长青对陆之义的态度 一如往常 她从小就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总是会分走娘 对自己的关心 长大后 她发现陆之义有很多的小心思 会故意在侯爷面前装可怜 还引导自己在侯爷面前犯错 她对陆之义就越发的厌烦 也因为她的原因 陆长青觉得 女孩子心机深沉的可怕 一直都不想娶亲 也不愿意同女子说话 直到见到了叶欣然 她的这种观点 才稍微改变了一些 陆夫人知道 陆长青是说不通的 只能哄着陆之义道 知义 长青就是这个臭皮情 你不要和她计较 你先回自己房间 娘等一下再去看你 陆之义脸上的表情十分委屈 不过她还是忍着什么都没说 顺从地走了出去 娘 她都是装的 陆长青气哼哼地坐了下来 陆之义才没有这么乖巧听话 她曾经亲眼看到 陆之义用一根簪子戳丫鬟的头 戳得丫鬟头发里流出血来 长青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 可是你们毕竟从小一起长大 她也是你的姐姐 我才不要这个姐姐 我只要叶兴染作我姐 那咱们明天就去看她 劝她和咱们回家 好不好 想到叶兴染 冷清雨的嘴角 不自觉地带上一抹笑容 陆长青点头 虽然叶兴染对自己一点也不客气 还不让自己住在她家 但陆长青就是喜欢这个姐姐 她想让叶兴染 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第二天 陆夫人早早地就让下人安排了马车 叫上陆长青一起去云边村 为了不显得突兀 她特意找了一件素色的衣服穿着 和陆长青站在一起 谁都能看得出 两人都是眉眼秀丽的类型 而站在远处偷看的陆之翼 眉眼间却多了一份刻薄 纵然是侯府这么多年好好养着 依然没有冷清雨一半的气质 马车行驶得很快 早晨的凉意 慢慢地驱散得冷清雨 心中的烦躁 让她的心一点一点地安静下来 她不是不考虑侯府的将来 也不是不在意侯爷的安排 可她能有什么错呢 她不过是想认回自己的女儿而已 马车到萧家门口的时候 萧家已经锁上了门 陆长青向人打听 才知道 他们一大早就去了新房那里 昨天才上的粮 应该还不能住 他们这么早是去干什么 陆长青不懂 他重新登上马车 催着车夫又将马车赶到新房那里 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一次 今天新房这里没有那么热闹 但是院子里仍然有不少的人 院子里还摆着一堆柜子和床 众人正研究着要怎么安置 冷清雨看着叶兴染 正在和工人说话 便没有打扰她 还是萧怀安看见了院子外面的人 提醒叶兴染 叶兴染抬头 看见陆长青也有点惊讶 他走到门口 笑着问 长青 你怎么来了 姐 我想你了呗 而且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陆长青说着 让开身子 露出了站在后面的冷清雨 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女儿 冷清雨的眼睛 一下子就湿润了 这孩子虽然穿着朴素 但是看着却是那么的漂亮 雪白的肌肤 清透的眼神 冷清雨透过叶兴染 仿佛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 远没有叶兴染这样的朝气 你是 陆夫人 叶兴染间对面的夫人 一直不肯开口 只好先开口道 陆夫人的眼泪 终于掉了下来 孩子 我是娘啊 她声音哽咽 想要上去摸摸叶兴染的头 可是手刚抬起来 却又停住了 她不敢 她怕叶兴染会躲开 也怕她会拒绝 娘 出乎冷清雨的意料 叶兴染竟然真的叫了她一声 好孩子 都是娘不好 这些年 让你受苦了 她的眼泪速速落下 也因为这一声娘 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味解 看清冷清雨的容貌 叶兴染终于知道 冷夫人为什么一直说 自己长得像她的姐姐了 因为自己和她 实在是太像了 我不习惯叫娘 还是叫您陆夫人吧 下一刻 叶兴染突然说道 冷清雨有些措手不及 你可是怪我 她问得小心翼翼 说不怪 是不可能的 不管事情的原因的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 就是让园主在叶大成家里 受尽了搓磨 最终韩赫死 她虽然代表不了园主 但是面对这样的家人 心中难免也会有芥蒂 不过叶兴染也不想把原因 都归到陆夫人的身上 不是你的原因 她解释说 是我自己 因为从小没有得到过爹娘的疼爱 所以也没办法和父母亲近 她可以欣赏冷夫人 可以接受陆长青 却偏偏不能如冷清雨的意 叶兴染觉得 应该是因为自己 对她这个母亲的身份 有所期待吧 因为有期待 才会有更高的要求 我还是觉得 叫陆夫人更自在一些 行 冷清雨赶紧答应下来 你叫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高兴就行 娘知道 你心里委屈 所以娘想带你回家 想好好地补偿你 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去吗 回去 叶兴染回过头 身后 是她刚刚盖起来的大房子 院子里 还站着一直支持她的肖怀安 肖怀安见她回头 还笑着 朝她摆了摆手 陆夫人 我不否认识你女儿的事实 不过 我对眼下的生活 还是挺满意的 京城太远 那里的人我也都不熟悉 我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听见这话 陆长青和冷清雨 互相忘了忘 虽然他们都希望叶兴染回去 但是这个结果 他们仿佛早就预料到了 叶兴染不是一个 毫无依靠的姑女 她如今已经是一个 有自己的家庭 还有赚钱本事的姑娘 她能够决定 自己人生的路 应该怎么走 娘 既然姐姐不回去 那正好有我在这里 陆长青说 你也不回去了 冷清雨 看着自己的儿子 反正我也要在这里读书 以前还要你为我操心 现在有姐姐在这边了 你也能放心一些 陆长青笑笑 再说 姐姐的医术这么好 我吃了姐姐的药 最近的心急都没有再犯了 好 冷清雨点头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更放心一些 娘 那你呢 陆长青又问 姐姐和我都在这里 娘要不要也留在这里 冷清雨摇了摇头 你爹不久就要回京城 侯府还有那么多的事要打理 我放心不下 母子二人在这边商议 叶兴染只默默地听着 这时 萧怀安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我让人把堂屋布置好了 进屋说吧 她说着 轻轻拢了一下叶兴染的肩膀 陆夫人打量着萧怀安 她身材高大 举止端庄 到一点也不像的乡下人 见她关心叶兴染 冷夫人默默汗手 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倒也算是良配 打量着尚未修缮好的房屋 陆夫人说道 虽然你不肯回去 但是 你既然是陆家的小姐 所有的规制 也要按小姐的来 我明天去找人 给你配两个丫鬟 再去寻一个管家 每个月五百两的月营 我会让人按时给你送过来 五百两 娘 你给我的 明明是三百两 陆长青故意抱怨道 叶兴染也说 夫人不必如此 我们家里的日子 其实还算过得去 我知道 冷清雨也没有反驳 而是说道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更轻松一些 陆夫人 一直没有说话的萧怀安道 我知道 陆夫人是关心欣然 但是她既然不能承欢膝下 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受人恩惠 陆夫人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其他的 还是不需要了 萧怀安开口 冷清雨一时间有些为难 叶兴染也说道 就按夫君说的来吧 冷清雨只好答应下来 她知道 一下子让叶兴染接受自己很难 不过她不着急 余生还很长 她还有很多的时间来 慢慢地缓和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那就按你们说的来 不过兴染 你要是有什么需求 一定要和娘说 好不好 好的 叶兴染点头 既然如此 我看你家正在安排布置房间 我虽然不太擅长 但也还懂得一些 我去帮你看看吧 嗯 叶兴染在前面带路 带着冷清雨 来到了正在布置的正房 正房一共有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里面盘了炕 另外一个房间里放了床 几个人正抬着柜子 不知道往哪里放 我看着柜子放在这边合适 正好对着床 取东西方便 那边地方大 还可以放着桌子 要我说 这柜子还是放在床边合适 双方达不成共识 正好看见叶兴染进来 赶紧问道 哎呦 主人家来了 实在是太好了 刚才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们 弟妹 你看这柜子 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陆夫人看了看房间里的格局 指着西面的墙盗放在那个角落吧 用起来方便 又不会太抢眼 行吗 大家不知道 说话的这位夫人是谁 一时间还有些犹豫 只拿眼睛看着叶兴染 行 就按夫人说放吧 叶兴染买这些柜子的时候 只顾着好看 完全没有想到搭配的问题 现在搭配起来 确实有些难度 不过好在就像冷清雨说的那样 她在这方面 还有点擅长 在她的指挥下 很快 院子里的桌子柜子 全都归了位 冷清雨查看了一下说道 还缺一个梳妆柜 再加上一个楠木的箱子 那箱子你瞧着不起眼 但是平时放的账本 或者一些值钱的小东西 还是挺方便的 行 那我明天去买 叶兴染说 不用 我明天去街上挑了 让人给你送过来 娘没有什么可送你的 这点小东西 你就别拒绝了吧 冷清雨用期盼的神色 看着叶兴染 叶兴染被看得无奈 只好点头 冷清雨十分高兴 她又在各个房间走了一遍 对每个房间用什么颜色的账卖 搭配什么颜色的被子 全都给出了意见 孩子的就要用亮一点的颜色 我看草绿色和湛蓝色都不错 你们两个人就用喜庆典的颜色 红色 鹅黄色 都搭配一套 客房就素雅一点 听到后来 叶兴染实在记不住 只好让陆长青帮着自己记下来 这些东西 你都不需要准备 冷家在这边有布装 我会安排布装的掌柜的 把东西都送过来 冷清雨又露出了和之前一样期盼的眼神 她发现了 自己这个女儿吃软不吃硬 你可怜一点 她可能就会让步一点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冷清雨赞叹 等全部看完 连枕头的样式都给出了好几个意见 冷夫人终于起身告辞 看得差不多了 我这就去县城安排他们准备 让他们早点送过来 叶兴染却看了看太阳说道 都晌午了 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我能留下来吃饭吗 冷清雨有些意外 一顿饭而已 夫人不必太放在心上 叶兴染笑 这一上午的时间 虽然叶兴染知道 陆夫人是故意留下来 想要与自己拉近关系 但也确实如陆夫人想的那样 她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格 看见自己的亲娘 用那种小心翼翼 又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 即便心中有什么隔阂 也都消散得差不多了 新房子 现在还不能做饭 几人先是回了老房子那边 但看老房子样子 冷清雨又心疼得不得了 长青和知义两个 从小就锦衣玉食 特别是知义 床上的垫子 恨不得铺上十层 才能睡得安稳 可是眼前的这个房子 窗子是破的 屋顶是漏的 厨房就更别说 连个门都没有 还好他们新盖了大房子 不然冷清雨说什么 也要让女儿带着女婿一家 跟自己回去 我早上煮了绿豆水 先给你们盛一点解解渴 虽然已经进入秋季 但是秋老虎实在是厉害 每到中午 太阳恨不得要把人晒得冒油 叶兴染喜欢甜的 于是每天早上都会煮一锅绿豆水 放上糖 晾在那里 他盛了四碗绿豆水 萧怀安帮着他 一起端到了桌子上 陆长青先是喝了一口 感觉甜津津的 又凉又甜 分外爽口 口中赞了一声好 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冷夫人原本不想喝 但这是女儿给端来的 她便也低头喝了几口 软糯微甜的绿豆入口即化 长期不吃绿豆的冷夫人 倒也觉得不错 便多吃了几口 叶兴染喝掉了自己碗里的绿豆汤 就起身去煮饭 萧怀安也跟着去帮忙 冷清雨本来也想去 却被陆长青拦住了 娘 你就别凑热闹了 姐做的饭可好吃的 你要是一插手 不一定要变成什么味道 你这个臭小子 冷清雨心下高兴 故意捏着陆长青的鼻子说 你忘了 你当初夸我煮面煮的好吃的时候了 我那都是为了安慰你 强撑着吃下去的 陆长青终于说了实话 冷清雨倒也不气恼 只拍拍儿子的肩膀 告诉他以后休想吃自己做的饭 两人不能去厨房帮忙 就在院子里看叶欣染家里养的鸡鸭鹅 那些鸡一看见人 就立刻扑腾着围了过来 冷清雨看得好奇 抓了一把玉米粒 扔在栅栏里 看着鸡争抢着着实 陆长青在后面看着母亲 觉得她好像比在侯府的时候 开心了不少 娘也喜欢这里 要是娘能留下来就好了 陆长青心想 很快 午饭就端了上来 菜的样式简单 一盘肉炒山野菜 一盘韭菜炒鸡蛋 还有一碗奶白色的鲫鱼汤 陆长青熟门熟路的去成了饭 就催着母亲道 娘 快尝尝姐姐的手艺 在家怎么不见你吃饭这么积极 冷清雨瞪了儿子一眼 陆长青毫不在意 先是成了汤 喝了一口后 立即赞不绝口 姐 你这手艺真的是绝了 要是你回京城 一定要让厨房里那些人 都来和你学一学 冷清雨对了对自己的儿子 朝着叶欣然解释 欣然 你别在意 她就是这样的 总是喜欢胡说 拿叶欣然和厨娘相提并论 这要是换作陆之意 早就哭哭啼啼地闹开了 可叶欣然毫不在意 我都是随便做做的 要是真的教别人 还未必能教得好 一顿饭吃得干干净净 陆长青还用最后一点鱼汤泡了饭 冷清雨刚想说她没有规矩 忽然觉得头疼得厉害 只好忍了下来 陆长青没有发现母亲的异常 还在炫耀着 娘 鱼汤泡饭真的很好吃 要不下次你也试试 冷清雨一手支着头 一手捏紧了手中的丝帕 叶欣然最先发现了她的不对 陆夫人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只是头疾发作了 她摆了摆手 陆长青这才反应过来 她扔下手中饭碗 来到母亲身边 要呢 要带了吗 忘 忘记了 冷清雨的额头已经见了汗 她怕叶欣然担心 还安慰道 没事 都是老毛病了 一会儿就好了 叶欣然哪里肯信 她一手抬起冷清雨的手腕 一手按住脉搏 低声说道 脉搏很乱 长青 把娘抱到房间里 陆长青哪有这个体力 最后还是 萧怀安出手 把冷夫人抱了进去 此时 冷清雨已经疼得晕了过去 叶欣然拿出银针 先帮冷夫人止住疼痛 然后拿出针管 在冷夫人的手腕上 抽出了两管血 姐 这是做什么 这是陆长青第一次看见叶欣然 治病救人 以前她给自己医治的时候 自己都是没多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叶穴 叶欣然也没有多解释 将抽出的血放起来 又拿出两粒日日安塞进冷清雨的嘴里 见她轻轻舒展了眉头 这才问陆长青 陆夫人平时都吃什么药 我看她这个脉象 怎样像是中毒了 中毒 陆长青被问了得措手不及 娘她平时身子不好 吃的药很多 她吃的药 都是由府中田大夫亲自经手的 姐 你是说娘中毒了 中的什么毒 能解吗 陆长青面露焦急之色 现在还不知道 叶欣然看了看冷清雨的脸色 等我咽过血液之后再说吧 你先在这里陪着娘 等一下我再过来 叶欣然说着走出门 陆长青本来也想跟着过去 但萧怀安夺了一步 挡在门口 她只好停下了脚步 叶欣然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立刻进入空间 将冷夫人的血液 放在仪器上进行检测 不管是什么毒 有日日安在她都不担心 她要查的 不是血液里毒药的成分 而是想要验证一下 冷清雨到底是不是中毒 按照她的身份 丈夫身居高位 府中又有专门的医生照顾 这种慢性毒药 必然是身边的人下的手 叶欣然不想随便冤枉人 她必须要有百分百的把握才行 事实证明 叶欣然的判断是对的 冷清雨果然是中了毒 而且是一种十分难解的毒 古一书上说 南疆有一种毒虫 三年出壳 三年羽化 自出生时起 就吃当地特产的一种毒果 毒虫长大后 身体里的毒素 能够麻痹人的神经 若是长期服用 就会让人的记忆力逐渐减退 神经日渐衰弱 最后成为一个没有记忆 没有思考能力的废人 偏偏毒虫的翅膀 又是身体毒素的解药 所以 把整只虫免碎了入药 服下去后 根本查不出中毒的迹象 只是这种平衡 一旦被打破 服药人立刻就会受到身体里 累积毒性的侵袭 轻则头痛 呕吐 重则呼吸困难 晕厥昏迷 看冷清雨的情况 这种药 应该服用了很久了 叶欣然看着检测结果 陷入了沉思 不是说冷清雨 在经中生活的很好吗 夫妻恩爱 孩子孝顺 除了自己的身体不好 别的都很顺遂 那他又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中毒的呢 叶欣然退出空间 重新回到三人所在的屋子 冷清雨没醒 陆掌清还在回想 叶欣然刚才 说的中毒两字 无法回神 娘不是身体不好吗 这些年 不是多方寻找名医医治 已经有了点起色吗 怎么会是中毒呢 见叶欣然进来 他立刻站了起来 姐 查验了吗 娘真的是中毒 叶欣然点了点头 他从袖子里 拿出一个小词瓶 里面装的是日日安 这个给恩 给陆夫人 让她回去后 每天吃一礼 她现在再吃的药 明天最好全都给我带过来 我要检查一下 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好 在查明之前 那些药都不能再吃 我回去就把娘的药 全都装起来 明天一起带过来 陆掌清急忙到 不行 一旁的肖怀安突然开口 叶欣然和陆掌清 一起看向他 肖怀安又接着说道 既然问题 出现在常用的药上 我怀疑陆夫人身边的人 也有问题 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茶药 可能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 叶欣然倒是没想得这么周密 等陆夫人醒了 先把目前的情况告诉她 让她以后 每天只服用日日安 不再服用其他的药 至于熬药的事 还按照原来的习惯进行 只需要把每次的药渣 和药汤装好 带到这边来就行 还是姐夫想得周全 接触这么久 这还是陆掌清 第一次对肖怀安刮目相看 怪不得姐姐会喜欢她 她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 确实能够给人安全感 那我以后每天 都把娘药吃掉送过来 还有今天发生的事 回去之后 也不要对别人提起 叶欣然倒 几人正说着话 床上的冷清雨 终于醒了过来 她哼了一声 慢慢地睁开眼睛 就看见了围在床边的三人 看见叶欣然 冷清雨苍白的嘴角 露出一丝笑容 我刚刚好像又听见你叫我娘了 陆掌清看着母亲 这不值钱的样子 不由地责了一声 自己从小到大不知道叫了多少声娘 也没见娘这么紧张 身体都已经这样了 她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 娘 姐姐叫娘的日子 以后还有很多呢 你就不关心一下 你自己刚才为什么晕倒了 我知道 冷清雨的话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示意陆掌清 扶着自己坐起来 然后说道 我刚才 不该瘫嘴吃绿豆汤 三年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那天天热 王妈妈给我煮了绿豆莲子汤 吃完之后 我也是头疼的厉害 后来你爹给我拿了药 这才好了一点 从那以后 我从来不碰绿豆汤的 原来是这样 陆掌清有些懊悔 这几年 因为与父亲不和 他吃住经常在书院 很少回家 也忽略了对母亲的关心 要是他能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是不是就能早点发现母亲的异常 网忧虫确实是这样的 吃绿豆会让解药的药性减弱 所以才会发病 叶欣然说 夫人最近也要注意 不要再碰绿豆了 本来是不碰的 只是难得 他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了 怕说多了 会让叶欣然产生负担 娘 不是绿豆的问题 陆掌清着急的道 你中毒了 你知道吗 冷清雨听见这话 大吃一惊 我中毒了 他求证般的看向叶欣然 叶欣然点了点头 冷清雨的身子 瞬间冷了下去 我怎么会中毒呢 他喃喃自语 是不是这些年吃的要太多了 药性相冲 所以产生了毒性 才不是呢 陆掌清着急母亲 怎么到现在了 还不清醒 叶欣然却拦住了他 只说道 现在还不知道 是哪位要出现了问题 我方才和掌清说了 让他把你常吃的 要带过来给我看看 都检验过一遍 才能知道 问题出在哪 好 这样好 冷清雨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娘 你要记住 这件事回去和谁都不能说 包括爹和陆之义 陆掌清叮嘱 好 我不会说的 陆夫人答应下来 却还是问了一句 真的不是药性相冲导致的吗 不是 叶欣然答得干脆 不过 也不排除是大夫用错了药 我这边有了结果 会告诉你们的 好 冷清雨小心翼翼的点头 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每个人都感到意外 原本温馨的气氛 也变得沉重起来 又休息了一会儿后 陆掌清 陪着冷清雨上了马车 回家的路上 冷清雨忍不住问陆长青 掌清 你觉得这个家里 有谁会害我 是老夫人吗 这是冷清雨想到的 最有可能的一个人了 刚嫁进侯府那会 老夫人十分不待见他 因为他家没有官家的背景 在侯爷晋升方面 起不到什么作用 好在冷清雨家里有钱 自己又有经商头脑 嫁状里带乖的铺子 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让侯府在赤川用度方面 宽裕了不少 老夫人这才渐渐变了态度 不过这些年 陆婷恩一直没有纳妾 家中子嗣不封 老夫人又开始 明里暗里的抱怨 都是他这个大夫人善赌 陆婷恩才一直没有别的女人 高门大户 这种主母 根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 老夫人是有可能 可是娘 除了她以外 家里其他人呢 陆长青想了想说 除了她 家里就只剩下了 你父亲和你们兄妹两个 其他数百兄弟 早就分府独居 就算是有心 也没机会下手 还有田大夫 那是 我从冷家带来的老人 他总是不会害我的 冷清语慢慢分析 似乎很是苦恼 见母亲无论如何 都不会怀疑到自己的父亲头上 陆长青也没再说什么 这些年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 一直是精中的佳话 要不是姐姐说 娘中毒已经有了好几年 她也不敢怀疑到自己的父亲头上 如果真的如她所想 父亲这些年来 表面上对母亲嘘寒问暖 背后却又下毒残害 这也未免太可怕了 娘 你只要记住 这件事回去以后 和谁都别说 只等着姐姐那边出结果在下定论 好吗 我知道 我已经答应欣然了 自然会做到 两人回到家中 冷清语按照叶欣然的叮嘱 每天只吃日日安 别的要端上来 她便让丫鬟放在哪里 找个机会 就掉进陆长青准备的竹筒中 陆长青也会每天 将药渣和药汁收集起来 找时间偷偷地送出去 三天后 没有一碗又一碗的汤药喝下去 冷清语精神竟然好了不少 就连妹妹冷清新见了 都要夸上一句 姐姐这两天气色不错 看来还是我们云通县的风水养人 是啊 我自己也觉得好了很多 冷清语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特别是用了你给的血盐膏 感觉脸上的皮肤也细嫩了不少 冷清语神神秘秘地说道 这个你还不知道 这血盐膏啊 也是欣然那个孩子做出来的 他现在 借着永乐堂的药铺 把血盐膏都卖到府城去了 我看 要不了多久 京城那边也会有人开始用了 是欣然做出来的 冷清语诧异 他刚来的时候精神不好 所以冷清新很多事情都没有和他说 秦月见他精神好一点了 便拉着他说道 我之前还纳闷 你说他一个小姑娘 怎么那么会做生意 这下我算是知道了 他可是咱们冷家的孩子 姐姐你那么厉害 生下的孩子也错不了 冷家自冷老爷子开始 每一代都只有一个会做生意的 冷清语和冷清新这一代 是冷清语继承了家业 眼瞅着到了下面这一代 陆长青和魏锦仪 都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 冷清新和冷清语 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陆之义的身上 陆之义虽然刻苦 也愿意跟着学做生意 可他的慧根和自己的母亲 比不是差了一心半点 为此 两姐妹还在一起感叹过 冷老爷子的生意 到了这一代 怕是要完蛋了 谁想如今杀出个叶欣然 他在做生意方面 倒像是有些天赋 话都说到这里了 冷清新便问道 姐 你心里有打算吗 冷家的不装生意 将来真的要交给 知义那个丫头吗 冷清语知道这个问题 他回避不了 想了想达到 我们冷家的生意虽然不少 但唯有不装生意这一项 遍布大江南北 之前是没得选 现在有了心染 长青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我也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了 冷清新点了点头 人心隔肚皮 姐姐要考虑清楚才好 两人在屋子里聊着天 窗外的陆之义 已经把大半的话都听了去 他搅紧了手中的帕子 眼中已经泪光点点 小姐 春桃见到有人往这边来了 忙出声提醒陆之义 陆之义朝着他摆了摆手 两人便急急忙忙往另外一边去了 屋子里 冷清新又接着说道 以前欣染那孩子 经常来给我看病 现在这层关系挑破了 他又不想回来 我反倒不好 叫他过来了 之前信里说的 大夫就是他 我还想着 让他什么时候给你看看身体呢 已经看过了 冷清语答 冷清新面上一洗 那他怎么说 你这身体 有没有搭 想来 欣染一定有办法帮你调理的 嗯 冷清语又想起了自己中毒的事 可是这事 现在还不能说出来 于是随口应付道 他帮我把了脉 说是病情复杂 需要花点时间 去想一个好的方子 反正 我还要住上一段时间的 这个倒是不着急 就是我在城里定下的手势 也不知道打出来没有 我想早点给欣染送过去呢 今天天气正好 姐姐要是着急 我陪你去看看吧 冷清新说着 叫丫鬟安排好马车 两人同乘一辆车往城中去 另外一边 陆长青今天没有去学堂 他带着昨天留下来的药渣和药汤 去了云边村 这已经是最后一种药了 之前的要姐姐都说没问题 也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陆长青怀着忐忑的心情往村子里来 没想到刚进村子 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叶欣染和肖怀安两个 被县衙的捕快们带走了 李正愁眉苦脸的对陆长青说道 这个公子哥最近总是来肖家 李正早就对他眼熟了 为什么被不快带走 陆长青急了 说是张大山家的案子又有了新的发现 所以要叫他们两个过去问话呢 新的发现 陆长青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赶紧爬上马车 吩咐车夫调转车头 往县衙的方向而去 县衙的大堂里 叶欣染和肖怀安两个正跪在堂下 回答县令的问话 肖叶氏 刚当李补快所说 张家与你发生矛盾的事 是否属实 回老爷的话 确有歧视 所以你们两家虽为邻居 你却一直对张家怀恨在心 最后顾凶杀人 叶欣染听着县令这个话 只觉得好笑 大人 我虽然心中对张家不满 但我也不是穷凶极恶之人 难道别人骂我一句 我就要去杀人吗 况且 名女自幼胆子小 连只鸡都不敢杀 又哪里来的胆量 去顾凶杀人 你虽然不敢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人呢 他一个猎户 杀生这种事 自然是得心应手 小人约我 肖淮安上半身挺的笔直 从容不迫地说道 大人明见 小人只是一个猎户 不是山匪 杀人约祸这种事 就是借我一个胆子 我也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 乔仙林面上含着笑 肖淮安 你忘了你当初 是因为什么来的云通县 肖淮安面上 丝毫不见被人揭穿的慌张 而是淡定的答道 大人 小人是冤枉的 之前被流放 也是冤枉的 大胆 乔仙林又一次拍了金堂木 本县还能冤枉了你不成 我看你们两个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人 把镯子拿上来 手下人很快拿来了 在张大山家里发现的玉镯 玉镯被火烧的一段一段 不过原本的花纹 还是看得出来的 你们看清楚了 肖夜市 你可认得这个镯子 叶欣然有点猛 什么镯子 这个镯子和他有什么关系 县林见他不答 便又说道 你看清楚了 镯子里面刻的是叶字 难道不是你的东西 回大人 这个确实不是我的东西 我家境贫寒 这镯子一看就很贵重 大人如果不信 可以去城里的首饰铺子询问 看到底是谁买了这个镯子 乔仙林立声道 我就知道 你们不会承认 刚才已经派人去查 很快就能有结果 等事实摆在眼前 看你们还敢不敢嘴硬 这件事 乔正山一开始 真的没有怀疑叶欣然夫妇 可自从上次侯爷来过之后 他越来越觉得叶欣然夫妇有问题 况且 侯爷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希望他们有问题 可惜多方印证 叶欣然和萧淮安 确实与叶大成一家的案子没有关系 县林本来有些失望 却没想到 在张大山家的案子上 又找到了突破口 原来不是什么情夫 也不是什么内讧 而是邻居萧家动的手吗 乔仙林脑子一热 立刻让人将萧氏夫妇带了过来 面对县令的冤枉 叶欣然丝毫没有害怕 他想不通的是 乔县令以前明明对自己不错 甚至还主动示吼 为什么突然之间 态度就变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态度大变的呢 他只能想到陆侯爷 当初县令对自己好 是因为陆家 现在对自己态度突然转变 肯定也是因为陆家 可陆侯爷和县令说了什么呢 难道他不想认回自己 自己的态度 已经对陆夫人言明 他若只是不想认回自己 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 叶欣然想不通 除非其中另有隐情 脑子里的念头 也就在一瞬间 正在他思考的功夫 派出去查询玉卓的人 也回到了衙门 回大人 属下已经查明 这个玉卓 属于叶家小姐叶欣瑶 叶欣瑶的 这下县令也梦了 他只是想查叶欣然 怎么叶欣瑶的玉卓 会出现张家这样扒杆子 也打布着的人家里 难道是 县令大人 卑职这边事件的结果已经出来 武作当着众人的面 将尸检的结果 交给了县令 叶欣然趁着这个时间 偷偷地看了看萧怀安 见到萧怀安面上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也稍稍放下心来 张家的是 他们两人心知肚明 不过对于张家母子的死因 叶欣然也不完全相信萧怀安所说 虽然萧怀安说 他们早就被那个杀手杀死 但是叶欣然觉得 他在当天晚上 听到了张婆子的声音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了 不管人是谁杀的 反正不是萧怀安杀的 他告诫自己 县令将武作的检查结果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死者 男 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 虽然已经被大火烧得焦糊 但是从他的经脉走向来看 应该是个习武之人 这样的人 怎么也无法和当初 殷勤杀人的说法联系起来 难道是 乔县令让人提了叶家的管家 上来辨认镯子 管家指着镯子哭道 对 这个是我们家小姐最喜欢的镯子 他整日都戴在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 叶星瑶的镯子 怎么会出现在张大山家里 乔县令看着镯子 自言自语 萧怀安说道 大人有没有想过 那个人突然出现在张家 也许是有别的目的呢 我家与张家一强之隔 我娘子也姓叶 经过萧怀安提醒 乔县令好像电光石火之间 想明白了什么 对 这个人 就是杀害叶家一家三口的凶手 他到云边村 是为了杀业欣然 可他既然能杀得了业家三个人 又怎么可能会死在张家母子的手下 萧怀安提醒道 大人 我们乡下人 虽然斤斤计较 又容易发生口舌 但是都生性纯良 我相信 这个人一定是伪装成了别的身份留在张家 想对我们伺机而动 张家母子发现了他的目的 才会对他进行阻止 虽然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但是最终结果摆在眼前 张大山和张氏保护了我们 我们愿意出一点钱给张宗 也算是尽了我们的一点心意 乔县令本不想这么结案 但是这个方案 无疑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两个命案的凶手都有了着落 并且已经伏法 云通县的政绩 不会因为一桩悬而未决的案子受到影响 最重要的 他的儿子乔子玉没有被牵扯其中 将来就算是有人走落了风声 传出叶星瑶怀孕的事 子玉也顶多算是一个爱而不得的受害人 这个方法 简直是太完美了 此时县令也顾不上陆侯爷的态度了 此事哪有两全的办法 若是继续追查叶星染和肖怀安的问题 说不准还会牵扯出来什么 想通了其中的种种 乔县令终于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此事如此错综复杂 却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张氏母子英勇无畏 敢于痛击最大恶极的杀人凶手 理应得到嘉奖 去找到张宗 本县要好好地奖赏与他 至于叶星染和肖怀安 既然没有你们的事 你们就回去吧 你们要记住 作为大良子民 一定要遵守律法 方能保证你们安全无忧 大人说的是 肖怀安眠无表情 只要我们安分守法 大人作为父母官 一定会护我们周全 也不会随便冤枉我们 被内涵了的侨县令 哑口无言 其实这桩案子里面 还有很多疑点 比如张大山母子的死状 比如那个杀人凶手的来历 可人都烧成了黑炭 凭着县衙里的这几个人 想要继续追查下去 显然不可能 乔县令只能草草结案 给杀手安了一个 基于叶家财产的贼人的身份 至于他来自哪里 那就无从查起了 除非叶大成复活 这件事才能有一个答案 陆长青赶到县衙的时候 案子已经到了尾声 他焦急地等在衙门口 直到看见叶欣染 和肖怀安的身影 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你们没事 可真是太好了 陆长青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这个心啊 实在是受不起这样的折腾 我们深圳不怕影子嫌 你怕什么 难道还真的以为 你姐姐姐夫能杀人啊 叶欣染打去他 那倒不是 我只是怕县官是非不分 判了冤假错案 我刚才都想过了 实在不行 就得找姨父来求情了 魏院长 叶欣染笑 魏院长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一个读书人 哪里愿意插手这些事情 不过还好 你没有想去找你爹 陆长青 不到万不得已 我绝对不会找他的 再说 找了他他也未必能管 不怕他不管 只怕他插手其中会越来越乱 想到陆侯爷 叶欣染的瞳孔不由地缩了缩 他们边说边往外面走 叶欣染和肖怀安是被衙医们带过来的 没有乘马车 陆长青又让车夫先将两人送了回去 魏府 陆庭恩听着下人的汇报 不由地捏紧了手中的茶盏 朱雀 竟然死在了云边村 他可是府中四大护卫之首 其他三个护卫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会折在两个村民手中 玄武看见侯爷黑了的脸色 连忙劝道 侯爷 我看那个县官只是想敷衍了事 死的人 未必就是朱雀 侯爷终于放下了茶盏 不是他还能是谁 我们来了这么久 朱雀却一直都没有露面 查遍了城中各个角落 也没有他留下的记号 你来说 他若不是死了 又能是什么原因 玄武哑口无言 他心中的想法和侯爷是一样的 作为侯府护卫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不管遇到任何紧急情况需要离开 都要留下内部标记 好方便后来的人接手 朱雀不可能这样无缘无故的人就消失 他没有留下标记 只能是在朱雀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有人杀了他 可是 什么样的人竟然能让朱雀死得翘无声息呢 甚至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 侯爷将手指在桌面前轻轻地敲击 去查一查叶欣染的那个相公 看看他是什么来临 是 玄武领命退下 医院之隔 陆长青也在向冷清语述说 今天发生的事 冷清语全程紧张 直到陆长青说 两个人已经没事回到家里 这才松了口气 两个孩子也是可怜 怎么会牵扯到命案中 娘 也许不是倒霉呢 陆长青提醒 我总觉得 这件事不会那么巧 叶家在云通县风光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事 为什么我们这次来 他家却突然都被灭了口 被一个人产生偏见之后 难免什么问题都会往他身上去想 母亲中毒 叶家人被灭口 这些事情 真的和他的那个父亲没有关系吗 冷清语知道儿子心中所想 他虽然认定陆庭恩不会有问题 却也不至于到了昏溃的地步 我知道你怀疑你父亲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管你做什么 说什么 都不要让你父亲知晓 他提醒儿子 娘 陆长青对冷清语的话十分惊喜 你也怀疑 冷清语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没有怀疑 我只是不想让你心中有隔阂 所以我不拦着 你去查询你所谓的真相 但是 我不希望你让你父亲知道 影响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我知道了 娘 陆长青离开冷清语的房间 胸口有些发闷 他是个聪明人 但是他的聪明 仅限于读书上 不管多么晦涩的文字 在他眼中都没有难度 但是查案 寻找真相这种事 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可如今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他还有姐姐 有姐姐可以帮助他 相信他们一起 一定能够查到事情的真相 叶欣染加脸 叶欣染将长青交给他的最后一份药渣 放进了检测仪器中 之前的检测的药都没有问题 这最后的一份便显得格外的重要 叶欣染静静地坐在实验室中等待检测结果 直到检测完成的红灯闪亮 他起身去拿起检测单 越看 眉头皱得越紧 检验单上显示 这份药材里也没有忘忧虫的存在 这也 太出乎意料了 叶欣染把之前的检测单全部收在一起 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每一份里面都显示没有忘忧虫 那冷清雨血液中的毒素 又是从何而来呢 叶欣染思考了半晌 决定明天再去问问陆长青 晚上 魏宅 陆亭恩侧躺在床榻之上 看着正在梳头发的冷清雨 清雨 最近有好好吃药吗 我看你最近气色好像好了一些 冷清雨嘴角一弯 看你问的这是什么问题 不好好吃药 气色能好吗 哦 对对 看我问的 我本来是想着既然都来云通县了 要不要找当地的名医给看一下 再开点别的药 冷清雨在陆长青的身侧躺了下来 不用了 他把头靠近陆长青的肩膀 那些药苦的药死 就算是神丹妙药 我也不想再吃了 侯爷伸手摸了摸冷清雨的头发 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像那孩子一样 连吃药都要叫苦 我才没有 冷清雨说 只是吃的太多了 这些年 这些苦我也收够了 好好 不想吃 我们就停几天 但是为了你的身体 这些药最后还是要吃的 特别是那个糖丸 记得随身带着 知道了 冷清雨点头 娇称着道 今天的话怎么格外多 还不是担心你的身体 侯爷帮冷清雨扯了扯被子 两人各自睡下 侯爷那边 憨声渐渐响起 冷清雨却迟时无法入睡 这几天 把自己吃的药 全都拿给女儿看过了 唯有这个糖丸没有 侯爷提起之前 冷清雨都快忘记 这也是自己常吃的一种药了 这个药 还是侯爷专门找了 顺一堂的大夫给配的 睡前吃一粒 能够促进睡眠 偶尔头疼的厉害 吃了 也能起到效果 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想起来 一个是因为 平时被他当作糖丸来吃 没当成正经要来用 还有一个 因为这是侯爷专门找人给他配的 他的意识里 还是不愿意怀疑侯爷 相应的 也不想怀疑 侯爷给自己配的药 可这会儿 他满脑子都是这糖丸 也要拿去给女儿看一下才行 冷清雨为自己的想法 感到一丝不解 自己对侯爷的信任 什么时候开始动摇了 这一夜 他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早饭后 他就让童管家帮他背马车 他想亲自去云边村走一趟 陆志义从后院走了过来 先是问了娘的身体 之后才开口道 娘 来之前 您不是说 要带着我熟悉熟悉这边的生意吗 今天天气不错 姨母那边也没什么事 我们去铺子里看看怎么样 冷清雨有些尴尬 放在半个月前 他肯定毫不犹豫的就带着陆志义过去了 可是现在 他需要好好想一想 准确地说 是他现在不想带陆志义去了 志义啊 这几天娘都在忙着给欣然家里添置东西 实在忙不开 生意的事情不着急 以后娘再慢慢地教你 我知道了娘 冷志义垂下了眼眸 他有些不高兴 却还要做出坚强的样子来 姐姐是娘的亲生女儿 娘多为姐姐操心是应该的 都是志义不好 让母亲分心了 看着陆志义 露出这样一副表情 冷清雨知道 侯也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他了 不知道为什么 冷清雨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他有些奇怪 看来自己的心真的是偏的 有了叶欣然 就不再喜欢陆志义了 这也是自己从小养大的孩子 冷清雨用这样的话来劝慰自己 又劝慰陆志义道 志义 你别想太多 你是知道的 虽然欣然是我和侯爷亲生的 但是这些年 我们两个在你付出的心血 也没有一丝是假的 我只希望你们姐弟三人 能够好好相处 将来能够互相帮助才好 知道了娘 我一定会好好的 对姐姐和长青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娘和爹赏给我的 女儿知足 也很感激 好孩子 冷清雨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离去 身后 陆志义看着冷清雨的背影 眼神也越来越冷 说好了 家中的生意都交给我的 凭什么半路反悔 凭什么他一回来 就什么都有了 春桃看见陆志义露出这样的表情 连忙提醒道 小姐 这可是卫府 您要小心一些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去叫大夫 来帮您看看 不必了 陆志义狠狠地跺了跺脚 使劲吸了口气 才又恢复成平时的样子 也欣然 不过是苟延残喘活到现在的小可怜而已 我们走着瞧吧 冷清雨坐上马车 先是去城里的首饰铺子 取了前些日子定下的首饰 然后才转过头 往云边村而来 这一路上 他总觉得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可是掀开车帘看了好几次 都没有发现跟踪人的影子 冷清雨有些紧张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 给女儿添麻烦 便让马车在城里转了好多圈 直到第八圈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跟踪人的影子 清素 你跟着我干什么 冷清雨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他掀开车帘的时候 突然转身 便开口叫住 被喊住的人身子一僵 半上 僵硬地转过身来 朝着冷清雨鞠了一躬 夫人 属下奉侯爷之命 保护夫人的安全 请夫人不要见怪 侯爷让你偷偷地保护我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冷清雨不解 清素恭敬答道 回夫人 小的不知 小的只负责保护夫人安全 回去告诉侯爷 我这里很安全 不必派人跟着我了 冷清雨的声音有些冷 侯爷什么都没有和他说 却突然让手下偷偷跟着他 到底是为了保护 还是为了跟踪 冷清雨想了想 又摇了摇头 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侯爷怎么会不信任自己呢 他回头看了一眼倾诉 看着他在原地愣了一瞬 好像是在犹豫 继续跟上来 还是离开 片刻之后 他没有跟上来 而是转头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而去了 冷清雨到达云边村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 看他一脸的疲惫 叶欣然大吃一惊 陆夫人 这是从多远的地方赶过来的 冷清雨没有回答 和叶欣然进到院子里 这才说到 也没有多远 只是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甩掉了才来的 什么人跟着你 叶欣然瞬间提高警惕 冷清雨安抚道 别担心 是侯爷身边的护卫 说是侯爷派来保护我的 说着 他拿出了首饰匣子 往叶欣然面前推了推 快打开看看 这是娘给你买的首饰 这些款式 你都喜欢吗 叶欣然打开盒子 看见了里面形态各异 金雕细琢的首饰 被闪花了眼 这些 都是给我的 当然是给你的 这里的师父手里一般 等回了京城 娘找天一格的师父 再给你做两套头面 就当做是娘给你补的嫁妆了 冷清雨说道 见他这么用心 叶欣然一时间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就是 被宠爱的感觉吗 什么都不做 依然会有人爱你的感觉 他有些不自然的道 这些首饰这么漂亮 其实我平时也用不到 冷清雨按住他 想要将匣子推回来的手 好生要求道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你就收下吧 你收点礼物 我的心里还能好受一点 说完 也不管叶欣然同不同意 就把匣子放在了一旁 又从怀中掏出 装着糖丸的药瓶 其实我今天来 也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 叶欣然看着瓷瓶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冷清雨眼神暗了暗 也是一种药 不过不会每天吃 吃了很多年了吗 嗯 冷清雨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叶欣然在看见 这个瓷瓶的时候 直觉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 他伸手接过瓷瓶 冷清雨却突然犹豫 没有松手 他有些心慌 看见叶欣然一问的眼神 才又赶紧松开了手 他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心慌 感到好笑 这是侯爷找人给自己做的药 怎么会出问题呢 陆夫人 我让夫君沏了茶 你在这里稍坐一会儿 我要进屋检查一下 这瓶子里的药 好 冷清雨坐在院子里 没多一会儿 萧怀安端了茶出来 两人相顾无言 萧怀安只默默地给他倒茶 续杯 冷清雨连着喝了两杯 见萧怀安还要倒 忙足只倒 别倒了 我已经喝饱了 好 萧怀安停了手 将注意力转移到手中的竹子上 冷清雨看过去 见他再刻一个小人 你这做的事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与萧怀安打话 萧怀安动作不停 说到给孩子们修的小玩意 哦 冷清雨点头 然后默默地打量着萧怀安 自己这个女婿模样生得是不错 可惜看着太过冷清 光是坐在那里 身上仿佛散发着肃杀之气 冷清雨忽然有些担心 他会对欣然好吗 他看着这么凶 会不会对欣然动手 萧怀安察觉到了冷清雨的目光 他抬起头 陆夫人有何指教 没有没有 冷清雨赶紧摆手 心中暗道 说话的语气也这么重 会不会吓到欣然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可冷清雨却觉得 自己的这个女婿看着有些害怕 他又开始担心 叶欣然未来的生活了 两人尴尬地坐了一会儿 叶欣然终于从房间走了出来 看他郁郁不乐的样子 冷清雨的心立刻提了起来 他一手撑着石桌 撑着身子站直 勉强维持着脸上的笑意 欣然 结果出来了吗 叶欣然点头 然后说道 长青之前给我拿来的药 全部都查过 里面没有忘忧虫的成分 唯一有忘忧虫的 就是夫人给我拿来的这个瓷瓶里的东西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 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冷清雨还是支撑不住 身子晃了凉晃 夫人小心 萧怀安眼疾手快 伸手扶住了陆夫人 叶欣然看他的状态 不由地问道 夫人既然把药拿来给我查 心中就应该是有所怀疑 为何反应这么大 冷清雨正愣了一会儿 苦笑道 实不相瞒 这个是七年前 侯爷亲自去顺一堂 给我求的药 顺一堂 叶欣然也是一愣 没想到又有顺一堂的事了 之前看顺一堂分堂掌柜的形式风格 他还不能理解 一个掌柜的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 现在他倒是想明白了一些 原来是上粮不正下粮外 顺一堂当家的 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手下出现这种败类 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叶欣然的表情 冷清雨忙问 你知道顺一堂 知道一点 叶欣然说 还浅浅地打过交道 冷清雨点头 顺一堂这么有名 知道倒也正常 只是没想到 他们家竟然还有这种害人的药 陆夫人 叶欣然打断了她的话 你和顺一堂有过过节吗 没有 那你们有生意上的往来吗 也没有 冷清雨一脸疑惑 你问这个做什么 既然没有往来 也没有过节 那顺一堂也没有害你的理由 你是说 冷清雨的表情忽然僵住 叶欣然 我的意思陆夫人心里都清楚 只是不愿意面对吧 结果已经摆在面前 与其继续逃避 不如直接去面对 夫人觉得呢 冷清雨嘴唇轻轻颤抖 叶欣然说的正是她心中所想 只是在内心深处 她不愿意怀疑侯爷 更不愿意相信 侯爷会有害她的心思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她这些年的付出 和所谓的幸福 就都成了一个笑话 她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陆夫人 我听说你很会做生意 叶欣然缓缓道 再出格前 就已经开始掌管 冷家大部分的生意 这些 都是冷清新和她说过的 见冷清雨没说什么 叶欣然又接着说道 你这样的本事 已经比大多数身居内院的女子要强 明明可以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 你又何必去拼命了 纠结一个男人到底爱不爱自己呢 我 冷清雨活了这么大年纪 还从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女人不就是要相夫教子 掌管后宅吗 有的女子出身低微 只能为奴为妾 这一辈子 连个出头之日都没有 与他们相比 冷清雨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好 侯爷这么爱自己 甚至为了自己不纳妾室 这是多少女子求都求不来的 可刚刚欣然说 这些都不重要 女人要为自己活着 欣然 你的这些想法是不是 冷清雨想说 是不是有些惊世骇俗 她看了看肖怀安的脸色 却没有说出口 不能当着女婿的面说 女儿的不是 即使她说的不对 那也得是对的 谁知肖怀安却没有在意 陆夫人 我觉得娘子说的对 两人在一起生活 本来就应该是互相理解 互相成就的 没有谁应该一辈子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付出 然然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支持她去做 不会因为她是女子 就要求她 一味地按照我的想法去生活 毕竟她在成为宵夜市之前 一直都是叶欣然 肖怀安的一番话 让冷清雨对她的印象大为改观 原来冷面肃杀只是她的表象 实际上 她却是一个 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夫人的好男人 这和陆婷恩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 仔细想来 婷恩看起来总是彬彬有礼 对自己也是关怀备至 可是这些年来 她很少和自己真正的谈过心事 刚澄清那几年 陆婷恩需要银子去打点 冷清雨都是从老夫人口中 或者下人口中得知她的难处 主动拿出钱去帮她解决的 她好像总是把关心别人放在了名处 她自己的事 却隐藏起来不说 陆夫人 叶欣然见她陷入了沉思 又忍不住提醒道 我知道光凭现在这一点 很难说服 你去怀疑一个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枕边人 其实你不妨去试一试 试着从现在开始 用一个旁观人的角度去看她 你会有自己的结论 冷清雨对陆婷恩的信任 在得到检测结果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动摇 现在叶欣然的一番话 也彻底地点醒了她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今要想解除这个困境 就只能靠自己了 好 我会试一试的 冷清雨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坐着马车 又重新回到了卫府 一路上她想了很多 从两人的相识 到两人生活在一起 好像一切都是陆婷恩在主导 她只是被动享受的那一方 怪不得妹妹总说自己 被陆婷恩迷了眼 现在她也要改变态度了 用看客人的眼光 重新观察一下陆婷恩 回到住着的小院 侯爷正在训斥手下 看见冷清雨回来 她立刻让人退了下去 转而笑着看向冷清雨 夫人回来得这么快 怎么没留在那边吃午饭 我怕侯爷担心 就急着赶回来了 冷清雨冷静地看着侯爷的反应 果然心中一旦有了隔阂 看什么都会觉得有问题 以前看见侯爷这个样子 也只会觉得温文尔雅 有读书人的风范 可是现在看着 却觉得她的表情有点假 前一秒还恨不得踹飞侍卫 下一秒就柔情似水 这样的转换 是不是快了点 陆侯爷却不知道 冷清雨心中所想 还是像之前一样 拉着夫人的手道 都和你说了 你身子不好 要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这都过了 饭点了才回来 燕秋 去给夫人准备一份红枣精米粥 再配上夫人最喜欢的酿竹笋 和薰鹅斧 燕秋听到赶忙硬下 让小厨房去准备 冷清雨一直盯着侯爷的脸 却久久不能回神 他这个样子 真的是装出来的吗 陆婷恩伸出手 在冷清雨眼前晃了晃 怎么了夫人 在想什么 哦 没什么 冷清雨摇了摇头 侯爷吃过了吗 要不要陪着我再吃一点 陆婷恩微笑 早就吃过了 都是为了帮你哄女儿 陪着女儿一起吃的 知意 他怎么了 冷清雨不由地问道 你还问 陆侯爷点点他的额头 你呀 实在是偏心得太过了 一大早上的 就去看另外一个女儿 知意他毕竟年纪小 母亲喜欢另外一个女儿 不喜欢他 他一时难以接受 也是有的 冷清雨有点委屈 我怎么会不喜欢他 两个都是我的女儿 知道知意是你女儿 以后要对他好一点 冷清雨见侯爷这个态度 不由问道 那欣然呢 侯爷还从来没和我去看过欣然 要不要也抽时间 去见见我们的女儿 陆婷恩脸上戴上了一丝尴尬 我之前就说过 要和你去见他的 是你说怕吓到他 让我晚一点再去 那侯爷也是愿意认这个女儿了 冷清雨问道 认 只要她是我的女儿 我肯定要认的 只是 陆婷恩话锋一转 说道 我需要先证实 她是我的女儿才行 你一定要低血认清吗 冷清雨问 我陆家的血脉 岂是随便一个什么人 就能混进来的 陆侯爷脸去脸上的表情说道 夫人也别介意 不过是取一滴血而已 好吧 如果证实了 欣然是我们的女儿 侯爷也应该像对知意那样 对欣然才好 冷清雨说道 那是自然 我自己的女儿 我能不疼爱吗 可是清雨 这世上的人 长相十分相似 也是有的 我是怕最后验出 她不是我们的女儿 你会伤心 我不会的 冷清雨道 我并不是不爱之人 不会为无关的人伤心 但是 我相信 欣然一定是我的孩子 侯爷不至可否 见饭菜已经端上来 便给冷清雨盛了一碗粥 道 等确认了叶欣然的身份后 我们是不是也该回京城了 我那边还有公物 需要处理 正好你安神的药也快吃完了 我让顺利堂给做了今年的新药 回京之后 我们一起去取 嗯 冷清雨没有反驳 只低头喝粥 陆婷恩看着她的样子 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冷清雨把两人的决定 和叶欣然说了 欣然 娘不是有所怀疑 只是侯爷比较固执 一定要低血认清 才肯承认 我是想着 不管以后如何 我都要把你认回来 让你在陆家 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这样我以后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也更方便去做 叶欣然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下来 既然陆夫人说过她会看着办 那自己也会配合她的要求 我没有问题 侯爷是想亲自到场看着吗 是 冷清雨的表情有些尴尬 为了让她心服口服 这件事 必须由她亲眼见证 那就让侯爷取血吧 他来都来了 总不能只是做一个看客 叶欣然提议 对啊 这个办法好 冷清雨恍然 在此之前 他一直想的 都是拿自己的血 和欣然的血做测试 只要证明 他们是母女 这件事就算是尘埃落定了 没想到 欣然竟然想出了这样的法子 证明他们是妇女 要比证明 他们是母女 更有说服力 只要证明了 你是她的女儿 看她以后还能说出什么来 冷清雨说 那陆夫人选日子吧 我最近都有时间 也可以亲自上门 一滴血而已 叶欣然没有什么矫情的 这段时间 陆夫人送来了不少珠宝首饰 还有家里的被褥家具 说心里没有感触 是不可能的 于情于理 这一趟 她都应该去 不过 她提议让侯爷亲自验证 可不是为了什么更有说服力 而是因为 血型 前段时间在陆长青的帮助下 叶欣然弄到了两人的血液样本 侯爷是B型血 冷清雨是A型血 而他自己 也是B型血 相同的血型才能相容 要让他们幸福 他必须和侯爷进行滴血认清 才能成功 好 你能同意真的是太好了 我这就回去和侯爷说 我们尽快进行滴血认清 冷清雨十分高兴 但是有一件事先说在前面 叶欣然道 就算是滴血认清成功了 我也不会和你们回去的 那是当然 你都这么大了 有自己想过的生活 以前你要靠自己 现在我来了 更要保证 你过上你想过的生活 冷清雨赶紧答应下来 叶欣然这边没什么问题 侯爷那边自然也隐隐得很快 两天后 叶欣然在萧淮安的陪同下 一起到了魏家的后院 魏靖之和魏锦仪一早就去了学堂 陆长青却请了假 专门留在家里 等待着滴血认清的结果 这是叶欣然第一次见到陆侯爷 他身材高大 仪表堂堂 穿着悬色绣云纹的宽绣衣衫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举手投足间 依然能够看得出 年轻时的风流倜傥 比站在一旁的陆长青 更是多了几分沉浸稳重 叶欣然暗暗到了一句 长得倒是人母狗样的 怪不得能把陆夫人迷成那个样子 陆侯爷身边站着一个女孩 女孩穿着一身鹅黄色的沙衣 竖着歪歪的发迹 看起来乖巧懂事 只是眉宇间的神情 也一起朝着他看了过来 陆侯也很是吃了一惊 之前虽然多次听人说过 叶欣然长得和冷清雨相似 但是听得再多 也远没有亲自见到来的震撼 透过叶欣然 他仿佛又看到了十八岁时 那个纯真和善的冷清雨 冷清新多日没有见到叶欣然 见他走进来 便一把拉过来 和他说起了悄悄话 陆之一看见 不由地撇了撇嘴 此次见面的目的就是滴血认清 见到人都齐了 侯爷便道 今天请了叶姑娘来 是因为夫人和犬子都觉得 叶姑娘是陆家人 今日一见之下 我也有所怀疑 为了避免陆家血脉流离在外 所以劳烦叶姑娘取一滴血 我们来验证一下 他这一番话说得客气 叶欣然没有话说 只点了点头 仆仪立刻端上来了一个托盘 上面放了两碗水 怎么是两碗 冷清雨诧异 侯爷解释 夫人怀疑叶姑娘是轻生的 那我家之意 不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了 我是想着 既然都要验证了 那就多验证一下 免得以后心里有隔阂 那好 冷清雨点头同意 他之前一直没有提要带上陆之意 就是怕伤害了陆之意的感情 既然侯爷这样说了 看之意的表情 好像也很愿意 冷清雨也想趁着机会 把事情都说明白 那就请叶姑娘先来吧 陆侯爷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叶欣然走上前 看见水碗的旁边放了三根银针 三个人一起认清这件事 侯爷显然是早就交代下去了 叶欣然没明白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是拿起其中的一根银针 将自己的食指扎破 从里面挤出血来 滴入其中一个碗中 血滴滴落 慢慢沉入水底 陆侯爷见状也走了上来 学着刚才叶欣然的样子 也拿起银针刺破了食指 一滴更大的血滴落入碗中 围观的众人都有些紧张 仆役们都伸长了脖子 向碗里看 冷清心原本还在安慰借鉴 让他不要紧张 这灰见血都滴进碗里 他自己先紧张起来 不行 我要上前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结果 冷清心凑了上去 冷清宇却没有动 只招了招手 让叶欣然来到自己身边 心疼的说 疼不疼啊 娘帮你吹吹 叶欣然毫不在意 举着自己已经不流血的手指头 给冷清宇看 没事的 已经不流血了 这边冷清宇刚放下心来 那边冷清心却发出了一声质疑 咦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冷清宇心中一紧 姐 你快过来看 这两滴血 没有相容啊 怎么会呢 不光是冷清宇感到疑惑 这一下就连叶欣然也纳闷了 陆长青也大叫了一声 不可能 几个人便一起上前 凑到了桌子边 雪白的碗底 两滴血各自沉落 边缘分明 竟真的一点相容的迹象都没有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冷清宇不可思议地看向叶欣然 你明明是我的女儿 娘 是不是搞错了 她绝对是我姐 一旁的陆长青也忍不住开口 事实摆在眼前 这滴血认清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 还能有错 陆侯爷脸上倒是一丝意外也无 她看着叶欣然 缓缓道 叶姑娘 我听说你小的时候被毁了容貌 恢复容貌之后 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道你这个容貌是怎么恢复的 是不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段 才长成了和我夫人相似的模样 侯爷想多了 叶欣然丝毫不为所动 我本来就长得这个样子 又何来的突然变成这样 至于我恢复容貌的方法 相信侯爷一打听就知道了 永乐堂的血盐高 能够剧除疤痕 助人恢复容颜 我看你家小姐的脸上 好像有些痘印 侯爷不妨买来给小姐试试 见笑很快 陆侄义原本站在一旁看热闹 看见叶欣然和侯爷的血液没有相容 他还心中暗喜 父亲果然没有骗我 没想到下一刻 就听见叶欣然说起自己的容貌 叶欣然 你不过是个想混进侯府的野种 我家小姐 也是你配品评的 陆侄义还没有说话 身边的丫头春桃就抢先说道 陆侄义连忙呵斥 春桃 给我长嘴 谁让你这么跟叶姑娘说话的 他一脸歉意地看向叶欣然 姐姐别生气 春桃他不懂事 才会这样乱说 谢谢姐姐提醒 我一会儿就让丫头去用了糖买血盐高 哼 叶欣然对着他那副我剑油帘的样子 哼了一声 狗丈人是罢了 没有主人的允许 狗怎么会出来胡乱攀养呢 小姐 你看他 春桃一脸的委屈 陆侄义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 既然已经证明你不是父亲的女儿了 叶姑娘 我还是先不要叫你姐姐好了 你长得这么成熟 确实不适合叫我姐姐 叶欣然故意打亮了他一眼 况且 就算我不是陆侯爷的女儿 也不代表你就是陆侯爷的女儿吧 他有种奇怪的感觉 叶欣然原本以为陆侄义 会是叶大成和邹氏的女儿 毕竟狗血剧里都是这样演的 穷人家父母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好一点 故意将自己的孩子和妇人家的孩子进行调换 可这个陆侄义 看起来与叶大成和邹氏完全不沾边 和叶欣尧也半分相似的地方都没有 难道 不是叶大成和邹氏偷偷换了孩子 陆侄义听见叶欣然的话 丝毫不恼 他维持着他大家闺秀的样子说道 叶姑娘的话也有些道理 为了证明真相 今天父亲本来就准备和我也滴血认亲的 父亲 那我现在就来吧 陆侄义说着 挽起袖口 走到水碗边 拿起剩下的最后一根银针 他把银针砸到自己的手指上 面上露出微微痛苦的表情 然后咬着下唇 将血滴到了干净的碗中 他放下银针 对着陆亭恩说道 父亲 又要劳烦你了 陆亭恩没有说什么 他看了看冷清雨 壮似无奈地走上前 又拿起自己刚刚用过的银针 将一滴血滴到了陆汁液刚刚滴过的碗中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两滴血在水中很快地融合 慢慢地融为一体 围观的仆仪丫鬟全都发出蛙的一声 我们家小姐才是真的千金小姐呢 没想到 我刚才也以为姓叶的姑娘才是侯爷的女儿 我也是 叶姑娘和夫人长得太像了 陆亭恩看着碗里的血滴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看着冷清雨道 夫人 这下你终于肯信我了吧 我都说了 知意才是我们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呢 冷清雨嘴唇发抖 冷清心立刻在一旁扶住了他 陆长青也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可能 娘 这不可能 叶欣然一定是我姐姐 我是能感受到的 你这个逆子 陆侯爷一改之前温文尔雅的样子 突然对着陆长青爆合 都是你用这些话 蛊惑了你的母亲 才让你母亲以为 叶姑娘才是我们陆家的女儿 长青 从小到大 你姐姐哪里对不起你 你小时候争强好胜 你要什么 你姐姐不让着你 你那时候 整日霸着你母亲 执意都是自己 在屋子里流泪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不知道感激 不知道悔过 竟然还想用这样的手段 理解你娘和你姐姐的感情 陆侯爷越说语速越快 长青 我们侯府就只有你和你姐姐两个孩子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陆长青满脸通红 他和姐姐是双生子 他对姐姐的感觉不会错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滴血认清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面对亲爹的质问 他也大声道 陆侯爷 你只能说我欺负陆之义 可是陆之义 欺负我的时候 你们看到了吗 他故意弄坏我最喜欢的竹蜻蜓 弄丢我写的三字经 你们帮我说个话吗 陆之义文言赶紧叫区 爹 我不是故意的 我那个时候是不小心的 没想到长青会一直记到现在 又来了 陆长青看见陆之义这个样子 鼻得冷笑一声 又是这副脚柔 造作让人恶心的样子 陆之义 你就没有别的手段了吗 够了 陆亭恩大喝一声 陆长青 我造了什么念 才会生出你这么个目无掌佑 不懂李树的儿子 明天你就给我滚回京城 滚去 给我跪两个月的祠堂 不得我的命令 以后不许出福 我才不 陆长青早就受够了这种委屈 第一次说出了不字 冷清语见他顶撞父亲 赶紧劝道 长青不能这么和父亲说话 陆亭恩那边 却已经高高地举起巴掌 我看你这是身体好了一点 翅膀硬了 说着 高举的手掌就扇了下来 眼间那巴掌 就要落到陆长青的脸上 却被一只手给拦住了 侯爷定睛一看 拦他的 竟是跟着叶欣然一起来的那个男人 男人带着斗笠 从进门起 就一言未发 他是什么时候 来到自己身边呢 侯爷变了脸色 你想干什么 萧怀安声音冷淡 侯爷鸣声在外 当着外人的面洞粗 是不是有损生育 冷清语 也一把将陆长青拉到了自己身后 长青还小 他哪有那么多的心思 侯爷 你反应得太过了 现场乱作一团 大家似乎都忘记了今天的主要目的 叶欣然不得不开口提醒道 无关的事情能不能往后放一放 我们滴血认清的流程还没走完呢 萧怀安松开手 重新退到叶欣然的身后 陆志义却走叶欣然面前 声音虽然温柔 但是脸色却不那么好看 叶姑娘 我想你搞错了 刚才的结果已经证明了 我才是侯爷的女儿 而你只是一个外人 我们没有追究你的用心 就已经人之意尽了 你还想怎么样 叶欣然轻轻一笑 我没想怎么样啊 本来我也不想滴血认清的 是侯爷坚持 才会有今天这个局 不过 我人既然来了 就必须把这件事弄得明白 现在 我怀疑这两碗谁有问题 所以要弄清楚才行 谁有问题 下人们面面相去 不都是清水吗 看着都一样啊 就是 水还能有什么区别 冷清雨听了叶欣然的话 也冷静下来 她扫尸了一圈冷冷问道 刚刚是谁送的水 回夫人 是夏竹 冷清雨身边的兰芝回道 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夏竹 夏竹身子微微发抖 不敢抬头 夏竹 冷清雨大喝一声 夏竹扑通一声跪下 连着磕了两个头 回夫人 奴婢的水是从厨房的水缸里取的 两碗水都是一样的 绝对没有差别 欣然 你能是说来这两碗水有什么不同吗 在场的人 只有叶欣然精通一理 冷清雨便想让叶欣然进行分辨 侯爷却不同意 叶姑娘本就是这件事的当事人 由她来判断 恐怕有事公正 不如请顺一堂的大夫过来一看究竟 由旁观者来做裁决 这件事才能公正 也免得有人从中再做文章 陆侯爷说这话的时候 将目光投向了叶欣然 叶欣然接到了这个目光 没有在意 反而笑了笑 侯爷想得甚是周全 是不是早就料到了 有这么一遭 陆侯爷表情一顿 没有说话 就听叶欣然接着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什么办法 大家全都看向他 叶欣然没有说话 反倒是走向了 乘着清水的碗 叶欣然 你想做什么 陆之一心中十分不安 不知道叶欣然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便出声 想要阻止他下一步的行动 叶欣然回头 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 然后说道 我不是要做什么破坏 其实要证明 水有没有问题很简单 左边的碗里 我和侯爷的血不能相容 右边的碗里 陆小姐和侯爷的血 却融在了一起 那么 我现在再滴一滴 血到右边的碗里 你们猜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也是不能相容 叶欣然话音刚落 就有下人说道 其他人看看夫人和老爷的脸色 也纷纷说道 不能相容 就是不能相容 在哪个碗里都是一样的 对啊 结果是一样的 叶欣然摆了摆手 将话题继续 按理来说 确实是这样的 可若是我的血滴进右边的碗里 与他们的两个的血融在一起的话 又能说明什么呢 不可能呀 是啊 那怎么可能 叶欣然笑道 那不就能证明谁有问题了吗 说完 他拿起银针 在刚刚的伤口上重新戳了一下 将一滴鲜血滴进了右边的碗中 众人的神情比刚才还要紧张 冷清雨这次主动走到镜前 眼睛死死地盯着水碗 陆掌清和冷清心也凑了上来 眼看着叶欣然那滴鲜血 慢慢地渗入到 刚才已经融合到一起的两滴血中 很快就融为一体 融了 融了 真的合在一起了 天啊 原来水真的有问题 大家看着这碗水 七嘴八舌的一轮 陆志义却看着陆廷恩 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都怪这个叶欣然 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陆廷恩看了看下竹 立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下竹再一次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求老爷和夫人饶命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啊 冷清雨气地踹了他一脚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你还敢说 你什么都没做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这种事情上做手脚 兰芝 是 兰芝应声走了上来 带他下去发卖了吧 卖得远一点 让他永远都回不了京城 冷清雨吩咐 是 兰芝应了下来 下竹连连磕头 将额头都磕出了血 夫人 夫人 奴婢真的是冤枉的 求夫人开恩啊 冷清雨摆了摆手 下竹暂停了拉他下去的动作 就听冷清雨问道 我可以放了你 那你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没有人指使 奴婢真的不知道啊 下竹的血流了一脸 看着十分争鸣 陆侯爷开口道 夫人莫要生气 不要为一个下人气坏的身子 冷清雨雨气冷淡 我的府中竟然出了这样吃力爬外的东西 是我至家无放 我就是气死 也是我就有自取 冷清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侯爷说过话了 一时间 陆庭恩还没反应过来 该怎么回答 他轻轻抚了抚冷清雨的肩膀 然后说道 夫人 你仔细想想 水碗是原本就放在那里的 叶姑娘滴一个上去 碗是他自己选的 血也是他先滴进去的 如果真的有人事先在水里做了手脚 那叶姑娘是怎么凑巧选中了那个有问题的碗的呢 你不觉得 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冷清雨细细想了一下陆庭恩说的话 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如果只有一碗水有问题 那兴染是如何准确无误的选中了有问题的那碗水的呢 他将目光投向叶兴染 叶兴染却朝着他行了一礼 说道 侯爷说的也正是我心中所想 如果夫人准许 我想上去查查这水的问题 好 你去查 冷清雨说 叶兴染走上前 拿起银针 这次没有刺破手指 而是用针尖沾了一点水 放在笔下细细的闻 如叶兴染所料 针尖上除了有一点血腥的味道外 竟还有一点曼陀罗花的味道 闻到这个味道 叶兴染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曼陀罗花的枝叶会阻止血液相容 想不到这里竟然有人懂得这个伊丽 证实了心中的想法后 叶兴染转回身说道 刚刚陆侯爷提出 若是碗里的水有问题 我是如何精准地选中那个有问题的水碗的呢 这确实有点问题 对啊 怎么可能那么巧 要是水里动了手脚 万一先滴的是另外一碗 岂不是弄巧成桌了 众人也都小声议论道 叶兴染继续说道 也许问题不是出在水碗上呢 不是出在水碗上 那是出在哪里 就是 刚才我们大家都盯着呢 没有人动手脚 叶兴染看向了陆侯爷 侯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手上应该有两处针扎的伤口吧 其中一根手指 提前就抹了曼陀罗的枝叶 现在看的话 伤口那里应该有些微微发黑 啊 纵然是侯爷的身份摆在那里 大家还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作弊的竟然是侯爷 陆侯爷 能伸出你的手指给大家看看吗 叶兴染再一次问道 陆侯爷没有发话 陆志义站了出来 叶兴染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冤枉父亲 自从你进到这个院子里来 我和父亲对你一直以礼相待 就算你有过分的要求 我们也没说什么 可你现在竟然敢污蔑父亲做假 天大的笑话 我看你是想进侯府的门 想疯了 叶兴染不为所动 既然你们行的端 做的正 不过是手指而已 有什么不能看的 难道侯爷的手指是雪做的 看一下会化掉 陆志义气得不行 叶兴染你别太过分 来人 把这个没有规矩的人 给我打出去 陆志义一声令下 立刻有家丁朝着叶兴染围了过来 我看谁敢 肖怀安站在叶兴染的身边 抬起斗笠 朝着几个人看了一眼 家丁们被这一眼看的背后发凉 一股杀气扑面来 他们都站在原地不敢动了 他们不是暗卫 这个人一看就不好惹 谁也不敢先上去出这个眉头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冷清语开口道 我看谁动 听见夫人的声音 几人如蒙大赦 太好了 夫人开口 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退下了 侯府的下人都看得明白 在侯府 最不能得罪的 就是侯爷和夫人 夫人可是侯府的财神爷 得罪了夫人 以后的月银都别想要了 陆志义见冷清语喝退了下人 立刻走上前去 挽住了冷清语的胳膊 娘 你是不是生气了 他声音怯怯的 我不是想要针对叶姑娘 只是 他对爹不敬 我也是一时气急之下 才会 志义 你平时是个懂事的 娘不想多说什么 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了 希望以后 你不要替我或者你父亲 擅自做什么决定 这么多年 冷清语还从来没有这么生硬地 和陆志义说过话 听完冷清语的话 陆志义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娘 我知道了 他看了看陆侯爷 心不甘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向后退了两步 冷清语也看向了陆婷恩 侯爷 你也说今天要把事情弄得清楚 不过是看看手指的事 你不会拒绝吧 陆婷恩变了脸色 他看向冷清语 脸上竟全是失望之色 清语 我们夫妻十几载 如今你要为了一个外人 向我讨要说法 冷清语看着侯爷的脸色有些动摇 这些年 他最怕的就是侯爷对自己失望 以前 只要侯爷摆出这副样子 冷清语一定会败下阵来 可如今 面对着自己曾经最害怕见到的表情 冷清语还是坚定地说道 不过是看看手指 侯爷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 冷清心难得见到姐姐对侯爷这么硬气 他心中高兴 也跟着说道 姐夫 你一个大男人 又不是大家闺秀 这种事还要扭扭捏捏的吗 难不成你手上真的有什么问题 他故意用这种话击他一下 谁知陆婷恩听了这话 反倒一个转身 胡闹 全都是胡闹 去给我重新打了水来 我要重新验 侯爷 别急啊 趁着他转身的功夫 叶星染上前一把抓住了侯爷手 几个侍卫看见 立刻朝着叶星染袭来 可还没等他们几个靠近 便同时感觉膝盖处传来针扎一样的疼痛 竟然一下子全都跪倒在地 叶星染眼疾手快 趁着这个机会翻过侯爷的手掌 侯爷食指指尖处一个黑黑的圆点 立刻显露了出来 侯爷 你对自己下手挺狠呀 叶星染轻笑 这曼陀罗花怎么说也有毒性 小心毒液渗透到血液里 无法医治 随着叶星染的动作 冷清雨和冷清心 也全都看见了陆婷恩手上黑色的针眼 尽管有所怀疑 见到真相的冷清雨 还是亮枪了一步 侯爷 真的是你动的手脚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陆婷恩见事情败露 反倒没有了刚才的那种紧张 他扫尸了一圈 下人们见状 全都退了下去 在场的只剩下了陆家四人 叶星染和肖怀安 还有冷清心几人 陆婷恩这才缓缓开口 星染 不是爹不想认你 爹也有不得已的难处 叶星染冷笑 哦 这我倒是没想到 侯爷不妨说说 到底是什么难处 让你不肯认回自己的女儿 冷清雨的眼睛 一直盯在侯爷的脸上 承清这么久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 认不清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真的是当初那个 在灵安寺等了三个月 就为了见他一面的陆婷恩吗 冷清雨清楚地记得 承清前他曾经说过 此生此世 永远以夫人为重 可如今 为了不让自己认回女儿 他甚至用上这么卑劣的手段 陆婷恩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迎着冷清雨的目光 陆婷恩沉吟了半赏 终于开口说道 清雨 我真的是有苦衷的 其中的原因 不方便当着孩子的面讲 我们两个进屋去 慢慢说好不好 要是放在以前 冷清雨一定会答应下来 可当下 冷清雨看了看在场的几个人 硬着心肠说道 都是自己家里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娘 陆之义软软地开口 爹想和您单独说 肯定是有什么不方便 让我们听到的 您别生气 和爹进屋慢慢说吧 他说着 要去扶冷之义的手腕 陆长青忽然上来 将他挤到了一边 我娘的手也是 你能碰的 陆之义 我姐姐已经找回来了 摆好你自己的身份 趁早滚出陆家 长青 你 陆之义红了眼圈 转头看向冷清雨 楚楚可怜地开口 娘 我可怎么办 冷清雨看见他这个样子 脸上的表情 果然有了一丝松动 毕竟是自己养了18年的孩子 大人再有错 可孩子是无辜的 不过陆之义就算再委屈 也已经在陆家享了18年的福 真正应该委屈的是 欣然才对 冷清雨没有为陆之义说话 而是再次看向了陆廷恩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清雨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我会告诉你的 陆侯爷说着 去扶冷清雨的肩膀 冷清雨嫌无地甩开 口中冷冷道 别碰我 清雨 侯爷脸色难看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清楚吗 冷清雨看着他 我也没想到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我竟然没看清你的真面目 好 你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我不肯扔下欣然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陆廷恩看了看在场的几个人 然后说道 因为当年的孩子 就是我换走的 你 冷清雨捂着胸口 说不出话来 他指尖颤抖地指着陆廷恩 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陆廷恩面露卑切之色 你以为我想吗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 为我 冷清雨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陆廷恩这才说道 当年你灵产在即 我去慈恩寺为你祈福 慈恩寺的师父 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 此女伤母 唯有女婿 才能保证母亲的平安 你胡说 这件事 你当初根本未曾提过半句 也从未与我商量 冷清雨根本不信 陆廷恩却一脸的关切之色 这种事情 我怎么能和你说 如果和你说了 你会同意吗 虽然我也喜欢我们的女儿 可是留下她 就会伤害你 我们抗力情深 我不能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即使是我们的女儿 也不行 看着冷清雨 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陆侯爷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女儿 所以我将此事埋在了心底 正好你生产之时 借助的农户家里 也在生产 见她生下的也是女儿 我脑子一热 就偷偷地将两个孩子 进行了交换 把制衣换到了你的身边 把女儿留在叶家 我既能护她周全 也能让你安枕无忧 当时情况紧急 这也是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冷清雨嘴唇颤抖 所以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这些年却任由我们的女儿 在外面吃苦受罪 怎么会吃苦 陆婷恩赶紧说 这些年 在你的扶持下 叶大成不是一直生活得很好吗 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变成了商户 家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至少能保证女儿 衣食无忧 而且 我们当初不是也将给女儿止婚给了乔仙令家的孩子吗 虽然不能生活在侯府 但是 这孩子 至少是生活无忧的 按照当初的计划 只要有机会 乔政山就能掉到京城 到时候 我们两家再走动一下 女儿虽然不能承欢西夏 但是也能让你想见的时候就见到 这有什么不好 侯爷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冷清雨一手安排的 他当初做这些事情 也不是因为叶欣染是自己的孩子 只是出于对叶家的感激 以及对这个孩子的一丝好感 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成了侯爷口中 被孩子的照顾 难道当初自己不做这些 侯爷也会做吗 冷清雨一时间 竟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叶欣然也没想到 陆婷恩的脸皮这么厚 反应这么快 当年的种种 竟然被他用一根线给联系起来 全都成了他的功劳 而且听起来竟然毫无破绽 看来 陆侯爷的这套说辞 也是早就准备好的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准备这件事的呢 滴血认清出问题后 还是来云通县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呢 这些都不得而知 不过这也不重要 因为他摆密一书 在这一环又一环的安排里 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侯爷的种种解释 实在太让人意外 冷清雨也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使得母女二人十几年不得相认 他有些站立不稳 几乎栽倒下去 陆长青伸手扶住母亲 却又被陆婷恩抢了过去 我带你母亲回房休闲 你在这里招待客人 说着 陆婷恩就要扶着叶清雨离开 刚刚转过身子 却听叶欣然喊道 二位且慢 叶欣然 你又要干什么 没见娘的身体不是吗 陆志义已经顾不上 维持她在外人面前的淑女形象 她昂着头 眼神恶毒地盯着叶欣然 恨不得把她的脸盯出一个窟窿来 陆长青健壮 立刻挡到她的面前 用同样的眼神 又狠狠地瞪回去 叶欣然毫不在意 陆过两人 走到陆婷恩和冷清雨面前 陆夫人 你的身体撑得住吗 冷清雨脑子里面乱作一团 看见叶欣然 就好像获得了什么力量 又重新站直了身体 我还撑得住 欣然 你说 叶欣然指了只当刚滴血 燕青的碗 提示道 燕青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现在走了 是不是还有点走 还没结束 冷清雨反应不过来 不是已经证明了 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她一把抓住叶欣然的手 孩子 娘知道你受委屈了 你不会不想认我吧 她现在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一定要把叶欣然认回来 叶欣然给了她一个 安抚的眼神 又看向陆侯爷道 刚才确实证明了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可你们是不是忘记了 这碗里 除了我的血 还有陆之一的血 也和侯爷的血融在了一起 几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啊 刚刚是陆之一的血 和侯爷的血 先融在一起的 后来叶欣然发现问题 这才又重新滴了血进去 他们刚刚光顾着 确认叶欣然的身份 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 后来听了陆婷恩的解释 又默认了陆之一是叶大成的女儿 倒是完全忘记了 摆在眼前的事实 冷清新拍了拍脑门 哎呀 瞧我这脑子 怎么把这件事给忽略了 可欣然是姐姐的亲生女儿 之一是叶家的女儿 那之一的血 怎么会和两人的血融在一起的 冷清雨的脑子 也有了一丝的清醒 是啊 他刚刚就觉得有什么不对 一开始知意的血 就和侯爷的血融在了一起 难道知意也是侯爷的女儿 他疑惑地看向陆婷恩 此时 陆婷恩的脸色 却变得无比难看 今天的事情 被叶欣然搅得一团糟 面对叶欣然的咄咄逼人 他已经做出了让步 承认了叶欣然的身份 想不到他咬着不放 竟然当众拆穿了他 想掩饰过去的事情 他到底想干什么 非要搅和的家宅不宁 才肯罢休吗 陆婷恩朝着身后的几个侍卫看了一眼 要不是他们废物 今天怎么可能让叶欣然 发现他手上的问题 几个人感受到了侯爷的目光 全都惊出一身冷汗 陆侯爷又把目光 看向叶欣然身后的那个男人 虽然他很少说话 也从来不抢风头 但是侯爷已经可以肯定 这个男人 绝非一般人 我听说 侯爷和陆夫人 是惊中人人羡慕的才子家人 成亲以来 家中既没有通房 也没有美妾 那陆之义又是怎么回事 叶欣然悠闲地看向陆婷恩 故意惊讶地说道 他该不会 是侯爷在外面的私生子吧 这个朝代 即使是养女 也要比私生子的地位高出很多 私生既为偷 偷情得来的孩子 比草芥还不如 陆婷恩还没想好要怎么应对 陆之义却已经受不住这样的侮辱 大声呵斥道 叶欣然你胡说什么 我娘明明是 住嘴 陆侯爷大喝一声 阻止了陆之义的话 陆之义也自知失言 赶紧住了口 陆婷恩不想与叶欣然纠缠 只对着冷之义说道 夫人 刚才的情况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知义他 确实是叶家的孩子 至于血液为什么会相容 这个我也没办法解释明白 也需要回京 去请教老太医 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冷清瑜已经不敢相信 侯爷口中说出的话了 这些日子 发生了太多的事 先是叶家被灭门 欣然又被无故牵连 去衙门接受审问 好在最后毫发无伤 然后就是冷清瑜 自己被查出中了毒 中毒的原因 还没来得及查问 现在又出现侯爷偷坏女儿 却又与陆之义血脉相容了的事情 冷清瑜活了大半辈子 经历的 过得所有事加起来 都没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多 而这些事情 又都指向了一个人 一个跟他相伴了十几年 彼此信任又相爱的人 现在想起来这些 冷清瑜都觉得 像是做梦一样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他指了指 陆庭恩说道 我留在这里 好好想一下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你带着知义回京 等我这边有了结果 我再回去找你 冷清瑜下了逐客令 陆庭恩见他动目 便想上去哄他 谁知冷清瑜 毫不犹豫地 一巴掌甩在了侯爷的脸上 成亲这么多年 我敬你 爱你 凡是以你为重 可是你偷换了我的女儿 却毫无悔过之心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女儿打的 陆庭恩捂住 被打得火辣辣的脸庞 另外一边的脸也凑了上去 夫人想要出气 尽管打 只求夫人不要气坏了身子 叶欣然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陆庭恩的功力 能够做成这样 也难怪冷清瑜 到现在都对他抱有希望 他回头看了看萧怀安 想要与萧怀安 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谁知萧怀安却会错了意 怎么 欣然是觉得陆夫人打不动 想要自己帮忙动手吗 萧怀安神情一安 他攥紧手中的石子 瞄着侯爷的左脸 就打了过去 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亲眼看见上一刻 还深情款款的侯爷 突然一声惨叫 捂住了脸 等他放下手的时候 左边的脸已经肿成了馒头 上面青紫色的一片 更惨的是 侯爷吐出了一口鲜血 那血中 竟然还混着一颗被打落的牙齿 什么人 有刺客 因为之前都被赶出视线之外 几个侍卫就是想来救援 也来不及 他们虽然一直在附近 却没有看到 是什么人出的手 而在场的几个人里 唯一有这个本事的 也只有萧淮安 把他给我拿下 侍卫首领命令几个手下 冷清雨见他们要对女婿动手 立刻变了脸 刚刚侯爷的话 你们没听见吗 他立声道 侯爷说 让我打到出气为止 现在侯爷被打肿了脸 我的气也出了 我看你们谁敢再动手 侍卫与家丁不同 侍卫的任务 是保护好侯爷 这种时候 就该顽命冲向前 可他们知道 侯爷最看重的是夫人 夫人开口 没有人敢再动 陆廷恩愣在当场 他怎么也没想到 面对自己受伤 冷清雨竟然会是这个反应 在这之前 哪怕他有个头疼脑热的 冷清雨都要紧张半天 连饭都吃不下 可是现在 自己的脸被打肿了 牙被打掉了 他也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说自己消气了 陆廷恩忽然有点难受 他感觉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 在偷偷地流走 抓不住 也无法挽回 嗨嗨 他捂着嘴 咳嗽了两声 见冷清雨还是没反应 便朝着侍卫挥了挥手 你们听不见夫人说的话吗 夫人消气了 比什么都重要 都给我退下 侍卫们全都退了下去 再一次隐藏了身形 丫鬟仆仪们 远远地看着这边的动静 谁也不敢向前 冷清雨看似无情 心里却像针扎一样的疼 可是他知道 他不能心软 侯爷 这里是魏家的宅院 今天开始 我要搬到女儿那边住 你们也趁早收拾一下 赶紧回京吧 冷清雨现在不想面对他 更重要的是 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陆婷恩还想劝劝 他故意露出 自己受伤的半边脸 给冷清雨看 清雨 你真的想让我这么离开吗 因为嘴里受伤 他有些吐字不清 看起来真的很惨 冷清雨忍不住会心疼 却还是别开了眼 你经中还有公事要处理 本来就要回去 快带着你女儿离开吧 陆志义听得明白 他说的是你女儿 而不是我们女儿 陆志义给别人 当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怎么能接受冷清雨 这么快就把她抛弃了 于是叫道 娘 你不喜欢女儿了吗 女儿想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陆志义 你要不要脸 陆长青挡在冷清雨面前 这是我和姐姐的娘 你自己没有娘吗 找你自己的娘去 陆志义刚当的反应 冷清雨是看在眼里的 对着这张脸 他终究说不出什么重话 只是说道 你从小跟着我长大 要是知道自己的娘亲是谁 就回去找他吧 说完 冷清雨也不再理会他们 拉着叶欣然的手 就往外走 他把后面的烂摊子留给了妹妹 知道妹妹一定会处理好 自己则远远地避开了这对妇女 他不能留下 他怕自己会再次相信陆婷恩的甜言蜜语 被他的虚情假意所迷惑 叶欣然和肖怀安 将冷清雨与众人隔开 一路走到了马车之上 肖怀安扬边赶马 母女两个坐在车厢内 相顾无言 我 今天 两人都想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又同时开口 冷清雨笑了 看着自己的女儿 心情好了大半 想说什么 你先说 叶欣然想了想说道 今天的事情闹得这么大 也没提前和你商量 我很抱歉 我并非要破坏你的家庭 和现在的生活 只是看不惯有人骗你 这是实话 如果换一个人 叶欣然可能就睁一只闭一只眼了 冷清雨伸出手 慈爱地摸了摸叶欣然的头 见叶欣然没有抵触 他轻轻用力 让叶欣然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这才说道 娘怎么会怪你呢 是娘自己识人不清 才会让你遭受了这些 如果当年 冷清雨说不出来了 当年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 陆婷恩是这样的人 哪怕是现在 他也照样没法分辨出来 他到底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不过你夫君 冷清雨朝着马车外拢了拢嘴 他还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我本来以为 他是那种冷冷清清的性格 也没把我放在眼中 想不到 他还会为我出头 他呀 也欣然有些尴尬 他就是这种外冷内热的性格 冷清雨接着说道 看着好像伸手也不错 就是性格上有些鲁莽 你还是要劝劝他 不要轻易动手的好 好 叶欣然赶紧答应下来 心里却觉得更加尴尬了 刚刚肖怀安是会错了意 以为自己让他出手帮忙 还好 没有酿成什么大错 肖怀安在马车外 将两个人的对话 全都听了去 想到叶欣然此刻 那尴尬的表情 他的嘴角不由地勾了勾 陆婷恩啊 他早就想打他了 他平生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种吃里扒外 对家里人面上一套 背地里一套的人 可惜今天众目睽睽之下 没办法动手 等以后有机会 他得让这位陆侯爷 尝尝真正被打的滋味 马车很快回到了云边村 这次他们没有回老房子 而是直接来到了新家门口 冷清雨看着装饰一新的房子 高兴地点了点头 原来你们已经搬到新房子 很好很好 明年春天在院子的角落里 种点花花草草 那边种上桃树和杏树 开花的时候会很漂亮 也欣然点了点头 我也想着要种棵桃树呢 还准备在这边搭一个葡萄的架子 对 种上一棵葡萄也很好 冷清雨环顾四周 又提出了几个建议 然后才后知后觉的道 这是你们的新家 我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见萧淮安也停好了马车走进来 他又说道 我刚刚说来 你家住只是借口 不会在你家打搅太久的 明天我打算去庙上问问 有没有空闲的疗房 我去寺里住一段时间 正好静静心 家里的房子多的是 夫人想要静心 何必跑那么远 叶欣然知道 她是不好意思留在家里 只说道 夫人若是觉得过意不去 今天中午帮我准备午饭 怎么样 听见女儿这样说 陆夫人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在侯府的时候 她也会偶尔下厨 一些简单的食物 还是可以做的 只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捧场 她做了几次就放弃了 趁着这个机会 她倒是可以展示一下厨艺了 在叶欣然的协助下 陆夫人精心准备了好几道菜 苦瓜白菜 竹笋蒸蛋 青瓜排骨 豆腐甜汤 叶欣然不知道 陆夫人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么黑暗的菜谱 她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叶欣然的担心是对的 等菜全都上了桌 三个人各自吃了一口后 全都沉没了 每道菜都有其独特的味道 无法言说 最后 萧怀安捧着碗 只吃了一碗米饭 叶欣然和冷清雨 也只吃了几口菜 便不再动了 我的厨艺太差了 我以后还是不做了 冷清雨有些不好意思 叶欣然只好安慰她 还好我没有遗传到这么差的厨艺 这段时间 你就安心住下来 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尴尬的氛围就这么化解了 有了这段插曲 冷清雨的心情终于好了些 各等回到房间 她又开始魂不守舍 在叶欣然敲门 送来了一碟核桃酥的时候 她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道 欣然 知义真的是 陆庭恩的亲生女儿吗 在魏宅 叶欣然不过是将计就计 用这个说法 让侯爷陷入自证的误区 不管陆之义是什么身份 只要侯爷动了这个心思 就要为此承担后果 那个时候 她心里也没底 毕竟相同的血型 就能够相容 也许这只是 他们做的一个局 可现在叶欣然 不这样想了 因为 她那时拿到了陆之义的头发 回家后就测试了一下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 陆之义真的就是 陆侯爷的女儿 那个口口声声 与冷清语抗力情深的人 竟然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 面对冷清语的询问 叶欣然点头 陆之义是侯爷的女儿 如假包换的那种 冷清语的眼泪 刷的一下就流了出来 她 她怎么呢 冷清语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叶欣然理解她的心情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 狗男人又伪装的那么好 将心比心 换做谁 一时间都很难接受 夫人 这话虽然不应该由我来说 但是你不妨想一想 这么多年 陆侯爷为你做了什么 又从你身上得到了什么 她一直坚持不纳妾 将此传为美谈 被地理却又在外面偷吃 那她是不是想从你身上 得到更重要的东西 冷清语擦了擦眼泪 更重要的东西 她能有什么 如果排除容貌和感情 那她有的就只剩下钱 论家事 她比不上那些高门大户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赚钱的商铺 还有叶家遍布全大量的交易网 澄清这么多年 她从我这里 拿走了不少钱 冷清语慢慢回忆说 但是每一笔 都是我硬塞给她 让她拿去花的 这些钱都用来做什么了 叶欣然问 冷清语苦笑了 不当家不知当家的难处 身为侯爷 她上上下下 需要打点的地方很多 而且陆家这一只 除了她以外 还有两个弟弟 两个弟弟没有继承爵位 也不上进 老夫人又总是在我耳边念叨 所以 每个月一千两的安家费 都是我定时拿给他们的 所以说 你不光是养着侯府 还养着侯爷的两个弟弟 叶欣然不能理解 冷清语解释 说起来也都是一家人 他们之前因为钱的事 总找侯爷闹 现在有了钱 家里消停了不少 侯爷也能够专心政务 身为当家主母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你这样一说 我大概知道 侯爷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纳钱 不收通房了 叶欣然道 为什么 叶欣然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自己的亲娘 竟然还是个恋爱脑 当然是不敢 不敢 冷清语不解 家里有了嗜切和通房 势必要与你产生摩擦 你若是因为这些事情伤了心 分了神 不再照顾他们这一大家子 他该怎么办 叶欣然娓娓道来 与其冒这个风险 不如在外面养两房外事 既能享受其人之福 又免去了很多的麻烦 还落得个好名声 他是这么想的吗 冷清语喃喃自语 我其实问过他 并且主动给他安排过通房的 可是侯爷拒绝了 还十分生气 从那以后 我们两个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还有过这种事 这下叶欣然也想不明白了 那侯爷是为了什么 难道他是为了名声 可是 他要这恩爱的虚名 有什么用 回到房间 叶欣然将心中的疑惑 和萧怀安说了出来 搬到新家后 房子多出了好几间 但是他们两个很有默契的 谁都没提要分开睡的事 叶欣然说完自己心中所想 又问萧怀安 如果你是陆庭恩 你会因为什么不肯拿窃呢 萧怀安心里生气 竟然把他和陆庭恩 那样的人比 不过他还是答道 我不会拿窃士 是因为我不喜欢什么妻妾成群 我只有一颗心 当然只能喜欢一个人 停了停 他又说道 至于陆庭恩 为什么不肯往家里取窃士 原因我好像也知道一点 听萧怀安说他知道 叶欣然立刻就来了兴致 什么原因 萧怀安想了想 说道 我之前听到过一种说法 叶家的老爷子曾经放言 他们家的传家宝 会传给自己的女儿 至于传给谁 不是看哪个女儿更孝顺 而是看哪个女儿生活得更好 夫妻恩爱 子女孝顺 公婆疼爱 这些都在他考虑的范围内 陆庭恩之所以会这样 肯定和这个传言有关系 陆老爷子 还真是老奸巨华啊 叶欣然赞叹道 竟然用这种小伎俩 就把两个女婿给拿捏了 先不说他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单看老人的这个要求 最起码能够在他有生之年 保证两个女儿生活得顺遂 而等他去世以后 两个女儿的孩子 都已经长大成人 就算女婿那里有什么变故 至少孩子 是能保护自己的母亲的 只要老爷子再世一天 这个所谓的传家宝 就好像是 绑在驴子面前的那根胡萝卜 让他永远寄予 却永远得不到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寄深远 叶欣然为老爷子的 用心良苦所折服 可很快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他看着肖怀安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对叶家的事情这么清楚 肖怀安突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说的有点多了 不过这不重要 有些事情 早晚都要让欣然知道的 他微微沉吟 然后说道 其实不是对叶家了解 是当初调查陆家的时候 顺便了解了这些事情 叶欣然一愣 你们调查陆家 陆家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 肖怀安说的肯定 这中间的问题比较复杂 一时也说不明白 你只要记住 陆庭安并非什么善良之辈 也不是可以托付之人 便行了 叶欣然心说 那不和我的认知是一样的吗 反正不是好人 放心吧 陆夫人既然来了 我肯定要让他认清 陆庭安的真实面目才行 叶欣然信心满满 晚上 常平和长安两个孩子 下学回到家里 看见家里来了客人 两个孩子都有些兴奋 沈娘 这个漂亮的夫人 是什么人啊 长生靠在叶欣然的腿边 眼睛亮晶晶的问 这是沈娘的娘亲 是你们的恩 叶欣然还在想要怎么称呼 冷清宇便抢着答道 我是你们的外祖母 外祖母好 外祖母好漂亮啊 看着和沈娘一样好看 两个孩子你一句 我一句 丝毫不吝啬夸奖的句子 冷清宇心情好了不少 看着两个小豆丁笑 欣然 你家的孩子养得真好 又漂亮又懂事 叶欣然也看着两个孩子 养了几个月 两个孩子现在都长胖了些 特别是长安 看起来白白嫩嫩 穿着过西的长衫 看起来像个年华娃娃 他便也笑了 孩子们确实懂事 冷清宇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 长青和知义因为争宠 总是哭闹 初为人母的冷清宇 被他们闹得心力焦脆 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觉得孩子可爱 还真是年纪大了 冷清宇想 外祖母是来看沈娘的吗 外祖母以后 要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吗 长平到底大些 想的也比较多 冷清宇这才想起 还没有给孩子准备见面礼 他伸手摸了摸头上的金钗 觉得不合适 又忙去腰间掏出荷包 从里面拿出了两个小圆宝状的金子 他将金子递给孩子 口中说着 乖宝 外祖母没有准备见面礼 这个拿去买果子吃 叶欣然看见赶紧拦住 孩子这么小 夫人不用给他们这么多 冷清宇想想也对 便把金子给了叶欣然 他们拿着这么多钱也不安全 那你帮他们收着 叶欣然摆摆手 夫人不用这么客气 两人还在客气 长安却在一旁歪着脑袋问道 沈娘 外祖母不是你的娘亲吗 你怎么不叫娘亲啊 叶欣然 冷清宇也顿了一下 他将金子塞到叶欣然手中 然后一脸慈爱的看向长安和长平 这孩子真乖啊 真是越看越喜欢 都是外祖母不好 小时候把你们的沈娘弄丢了 所以你们沈娘还不习惯叫娘 冷清宇解释 不过外祖母住在这里 你们沈娘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们说对吗 长安立刻答 外祖母 那你以后要好好疼爱沈娘 我们沈娘最心软最善良了 冷清宇赶紧点头 他弯下身子 在两个孩子的头上都摸了摸 突然间又觉得长安这个孩子 有点眼熟 可不应该啊 冷清宇心想 他不认识萧怀安 更不认识孩子的母亲 一定是因为太喜欢了 才会产生错觉 冷清宇这样安慰自己 晚饭是叶欣然准备的 为了避免出现中午的状况 他没让冷清宇伸手 冷清宇也不去掺和 因为他找到了更有趣的事情 院子里 冷清宇带着两个孩子 在喂大鹅 长平是主要劳动力 冷清宇和长安蹲在一旁做看客 他们看着长平 先先给大鹅添上水 然后把菜和米糠拌在一起 倒进了另外一个槽子里 二哥 你可真厉害 你拌的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吃呢 长安一脸的崇拜 长平也是一脸得意 那当然做这些事我可是很拿手的 你还小 这些活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我负责干活 你负责好好读书 还有红沈娘开心 嗯 我知道了 长安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冷清宇看得一脸惊讶 这两个孩子调理清晰 分工明确 竟然把红沈娘开心 也当成了日常的任务了 你们都很喜欢沈娘吧 冷清宇问 长安理所当然地回答 当然了 沈娘是对我们最好的人了 而且沈娘什么都会 非常厉害 不过外祖母 长安看着冷清宇 外祖母更厉害 能生下这么厉害的沈娘 冷清宇问言 眼睛不知怎么的就红了 她多么希望孩子的优秀 是因为自己啊 可自己虽然生了她 却没有真正地抚养她 还因为自己的粗心 让女儿吃了十多年的苦 外祖母 你眼睛怎么红了 是进沙子了吗 长安给你吹吹 长平听闻 也赶紧搬来了凳子 扶着冷清宇坐了上去 长安凑过去 用自己软乎乎的小手 扒开冷清宇的眼皮 轻轻呼了两口气 然后问道 外祖母 好点了吗 好了 冷清宇留下了一滴青泪 她很快擦了擦眼睛 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你们都是好孩子 能养出这么乖巧的孩子 她发自内心地 为叶欣然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 她也想到了 自己养大的那两个孩子 以前 她不明白 知义到底为什么不与自己亲近 思来想去 她只以为 因为自己偏爱陆长青 才造成了这个后果 为此 她还后悔过好一阵 到了今天 她才真正地明白 或许陆之义一早就知道了 自己的亲娘是谁 她能与自己有现在这样的关系 应该是侯爷和她那个亲娘受益的吧 想到这里 冷清宇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要给父亲去一封信 让父亲好好查一查陆庭恩的底细 她要知道 这些年陆庭恩背着她 做了些什么 主意已定 冷清宇立刻就给家里写信 刚写完出门 院子里又多出来了两个人 是长生和陆长青 看见两个人进门 叶欣然也很是意外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了 长青怕冷清宇赶她走 赶紧说道 长生说她想回家 我一想 这么远的路她 回家不方便 就让车夫把她送回来了 长生听完一脸的嫌弃 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要回来了 明明是陆长青硬 把她拽上车的 陆长青见长生变脸 连忙双手合十 小生央求道 萧少爷 不是说好了你帮我一次的吗 长生对陆长青 没什么太好的印象 要不是看在沈娘的面子上 她才不要坐她的车呢 不过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既然坐了人家的车 就不能再接人家的牢底 长生干脆不理她 扭头去找叶欣然说话 剩下长青单独对着冷清宇 她扭捏了一下 才小生叫了一句 娘 今天冷清宇走的时候没有带她 她以为娘是生爹的气 连自己都不想要了 长青的性格一直有些扭曲 她在外面冷傲估计 在家里又蛮横无礼 不肯让陆之一占一点便宜 在亲爹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 在亲娘面前 却又总有一种想要被认可 想要被宠爱的心思 冷清宇很疼惜这个儿子 但是因为她身体不好 冷清宇从小就什么都不敢让她做 也不想让她做 别的孩子会跑会跳都是进步 能爬个假山 甚至能得到一句勇敢的称赞 但是在她这里 不管她做什么 冷清宇永远都是告诉她不行 冷清宇对她也不敢抱有什么期待 唯一的期待就是 她能好好活着 陆长青从小读书好 会下棋 会画画 却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夸赞 冷清宇说的永远都是 不用这么卖力 你高兴就好 在陆长青看来 娘对自己没什么期盼 就代表她并不需要自己 能够随时抛下自己 娘 我来看看你 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她问得小心 意料之中的 冷清宇问 长青 你怎么来了 留在姨娘家里 好好休息就行 娘这边不需要你操心 陆长青的脸上的笑意 瞬间冻结 她想了想 只说道 娘 我就是来告诉你 爹已经带着陆之仪走了 嗯 冷清宇点了点头 陆长青接着说道 娘 我和姨母说过了 我也要留在姐姐这里 陪你一起住 你也和我一起住 那你读书怎么办 冷清宇问 我给了车敷银子 让她每天早上来接我们去学堂 晚上再把我们送回去 陆长青说 反正也来得及 我可早上早起一会儿 正好路上也可以被说 见她都已经安排妥当 冷清宇只好应下来 我们都住在这里 希望不要给你姐姐添麻烦才好 冷清宇面对叶兴染的时候 还有些愧疚 她想帮着叶兴染干点什么 但是发现叶兴染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 几个孩子各自分工明确 她不知道从哪里插手 叶兴染看出她的不自在 在干活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会让冷清宇给自己帮忙 慢慢的冷清宇也慢慢的适应下来 觉得舒服了不少 长青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她原本打算和长生一起上下学 两个人也算是个伴 哪知道长生一心扑在读书上 来年的春围她是一定要参加的 经常读书到半夜来回折腾不起 陆长青只好自己厚着脸皮 一个人回来 好在最近叶兴染也给她找了事情做 让长青的心情好了不少 叶兴染让她做的事情 是画图纸 今天看村子里好多人家的道子 还没拖完力 我之前就想着要做一台脱离机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 现在终于有时间了 但是我不会画图 你帮我画好不好 叶兴染问 陆长青欣然答应下来 叶兴染想了想 开始描述起来 我想要的脱离机中间是个圆形的滚筒 筒上让铁匠钉上弯曲的铁钉 左右两边有轮轴 有扇叶板 用皮质的带子将轮轴和脚下的踏板连起来 这么复杂 陆长青听着有些猛 对 叶兴染回忆以前在书上见到的 最简单的脱离机的样子 又继续说 注意左边留一个进风口 等道鼓通过陡阀穿过风道的时候 饱满的鼓力直接落入两口 而干瓁的鼓子和杂物 能随着风道一起飘出去 姐 你以前见过脱离机吗 陆长青实在觉得有些抽象 因此 判断叶兴染能够说得这么详细 一定是见过实物 见 见过吧 叶兴染有些尴尬 园主长这么大 去得最远的地方 不过是县城 他实在没办法编出来 在别的地方 见过这样的谎话 我日日想着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所以在梦里见到过 听到梦里见过这样的理由 掌兴竟然没有反驳 而是乖乖根据叶兴染的描述 和他自己的想象 把那个脱离机 一点一点地画出来 两天后 经过两兄妹的多次修改 脱离机终于成了叶兴染心中的样子 差不多就是这样 叶兴染很高兴 你可真厉害 我一说你就画出来了 陆掌兴被夸得不好意思 正想谦虚一下 就听叶兴染说道 我要去找人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才行 姐 我知道城里最大的铁匠铺 和木匠铺在哪里 我去找人做 掌兴被人夸厉害很开心 他想让自己更厉害一些 你 你有时间吗 叶兴染知道 他白天还要去读书 时间本来就很紧 掌兴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时间吗 挤挤就有了 我以前以为自己除了读书 什么都干不了 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所以姐 交给我吧 我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叶兴染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陆掌兴 这么信心满满的样子 好 那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之内 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做出来 放心吧 陆掌兴兴染英语 脱离机的事情交给了掌兴 叶兴染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给冷清语治病的事情上 这几日冷清语的精神实在是提不起来 叶兴染知道他身上的毒控制得很好 不会影响到他 能让他陷入现在这种状态的 只能是他的心情 陆夫人 这是长安寻来的漂亮羽毛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 叶兴染交给冷清语一个用漂亮羽毛砸成的箭子 冷夫人看着中间的那根羽毛 不就是家里那只红公鸡尾巴上的 几天前冷清语夸了羽毛漂亮 没想到今天竟然在箭子上了 冷清语笑了笑 身上有些无力 这孩子还真是的 怎么这点事情他都记住了 叶兴染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长安喜欢外祖母 当然会把外祖母的话都放在心上 他说 我知道你还在为陆侯爷的事情黯然伤神 可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阻止不了 一个心怀鬼胎的人 我们也改变不了 与其因为他而浪费时间 不如把心思都花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 冷清语看着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如此通透 便也说道 道理我都懂 只是想到自己十多年的真心都被辜负了 我为自己的以前感到不值 既然都知道不值了 那就向前看 有一句话叫 及时止损 你要想 还好你 只是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 往后的十几年 几十年 你都不必再恶人受蒙蔽 这样不好吗 好 冷清语的神情依旧懒懒的 叶欣然知道 心病还需心药医 冷清语只能自己走出现在的这个困境 不过他还是建议到 如果你对自己十多年的时间感到不值 那我们就像浪费你时间的人去追责 侯爷他付了你 就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可是 叶欣然的这句话 说到了冷清语的心坎上 他之所以这么消沉 就是因为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履到尾 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就算证明 侯爷在外面养卧外事 又能怎么样 侯爷宠妻的名声没了 自己也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妒妇 要不是他善妒 家里怎么会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呢 在大梁 男人三妻四妾 从来都不是问题 但是女人善妒 就会被人戳着几两骨在背后一轮 甚至会影响儿女的婚姻 冷清语正是想到了 这一层才会如此的消极 夫人 你把名声看得太重了 冷清语听了他的一番解释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冷清语的日子看着光鲜亮丽 可他好像是给自己打了一把锁 把自己锁在了一个牢笼之中 逃不出 挣不开 这些年 侯府一直靠着你的收入 才维持着他们现在的生活 惹恼了你 侯爷失去的 何止一个宠妻的名声 他会失去很多很多 多到他悔不当初 真的吗 冷清语的眼神亮了亮 当然 叶欣然笑着帮他倒了杯水 不如 你就先断了他弟弟家的收入 看他们做何反应 找到了未来的目标 冷清语好像是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两天后 他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惊中还没有回信 冷清语便先从云通县的铺子下手 开始盘点近一年的账目 近一年 他把好多事情都交给了陆之义去做 现在 也是时候收回他的权利了 冷清语每天盘账 陆长青则忙着做脱离机 偶尔回家早了 还能帮冷清语看看账本 这么多年 冷清语也是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的儿子长大了 他不再是那个 在自己的羽翼下艰难求生 总是和姐姐争宠的男孩了 陆长青看账本又快 眼睛又毒 他细致地在账本上留下有疑问的记号 冷清语看在眼中 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 竟然也有做生意的天赋 这些年 他到底忽略了多少呀 十天后 脱离机的出行被做了出来 陆长青特意请了一天的假 带着夜兴染一起去试用机器 脱离机做的和图纸上一模一样 每一个锚钉都经过细细地打磨 一看 就是用了新的 火机给他们使用机器 巨大的脱离机转动起来 稻碎上的骨粒很快就被席卷一空 连夜兴染都为这速度感到惊讶 不过夜兴染也发现了问题 通风口流的比较小 杂物和稻谷在落地的时候 并没有自然分开 夜兴染又让他们做了轻微的调整 三天后 脱离机调整完成 一辆牛车将脱离机拉到了云边村 直接送到了李正家里 村民们围着脱离机嘖嘖撑旗 有年轻人好奇想要上去摸一把 都被李正一把拍掉了他们的手掌 李正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啊 看着这么大 这能干啥啊 这个势力什么 李正没记住 他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看向夜兴染 说道 你给他们解释一下 夜兴染早就准备好了一把稻碎 李正家里的稻子还没有拖完力 正好拿来做示范 我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给大家脱离用的 夜兴染解释说 前段时间辛苦大家帮我家盖房子 把脱离的活也耽误了 所以我和我弟弟一起想出了这个东西 可以让大家脱离的时候 简单一点 这个东西看着很大 操作起来其实很简单 我现在给你们示范一下 夜兴染说着 一只脚踏上脱离机的踏板 等脱离机前面的滚筒旋转起来的时候 他把稻碎放在滚筒上 众人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 只听见刷的一声 稻碎上面的稻里就被拖了得干干净净 哎呀 好神奇啊 是啊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厉害 刷的一下稻里就没有了 谁说不是 我家的稻子都弄了半个月了也没拖完 要是早点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半天活就全干完了 天哪 要不是家里这点活一直拴着我 我早就回娘子去一趟了 这回可有希望 众人的议论声中 夜兴染停下了脚上的动作 高速旋转的滚筒也慢慢地停了下来 兴染啊 这个可是好东西 你们做出来 费了不少心思吧 李正爱惜地在脱离机上摸了摸 然后问道 乡亲们要租用你家这个脱离机 该怎么收费 夜兴染笑 看着众人道 不收钱 说了是要感谢大家的 哦 竟然不收钱 那怎么好意思 当初帮着肖家盖房子 咱们都是拿了工钱的 怎么能算帮忙呢 就是要说感谢 也是我们感谢你啊 夜娘子 见大家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 李正也很是欣慰 一个村的村民 就应该这样才对嘛 那这个 就算是肖家给咱们村里 做的另外一份贡献 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村里的祠堂 永远都给你们两人留着位置 好人啊 真是好人啊 就是 我们可跟着夜娘子 扎了不少光了 李正看着一个个 喜气洋洋的村民们 十分得意的道 你们看看人家这气度 摊上夜娘子 咱们村的村民 可算是享福了 那这个脱离机 怎么用啊 李正说 这么金贵的东西 万一用坏了 可怎么办 人们围着脱离机 又七嘴八舌开始讨论 每个人都想伸手摸一摸 新奇的玩意 李正看着众人说道 今年这天眼看着就要冷了 大家家里的活 也都干得差不多了 明天 每一户都要出一个人 学习这个脱离机的用法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询问夜兴染的意见 夜娘子明天就辛苦一下 给我们大伙 讲一下这个东西的用法 行吗 夜兴染点头 行 那就好 李正说 东西呢 就摆在我家院子里 大家要是想用的 就把道骨拉到我家里来用 等明年 我们就把这个机器拉到地里 大家轮换着用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都听李正说的 对李正的说法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就是辛苦夜娘子了 是啊 夜娘子家里有什么活 千万别客气 一定要让我们去帮忙啊 就是就是 不然 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举手之劳 大家不用太放在心上 夜兴染道 等人群都散去 李正看着夜兴染 迟疑了一会儿 才问道 欣染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是第一次见这个脱离机 你说 这个东西这么好用 我能不能给县令说一下 让他看看 在县城里推广一下 都是种地的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都得起早爬半夜的干活 要是有了这玩意 大家可能省不少力气呢 夜兴染笑了 李正说 你说的这个 我也想到了 东西做出来 就是要给人用的 况且这么个玩意儿 咱们也不用掖着藏着 李正说 你抽空就去给县令说呗 经过上次的事情 夜兴染对乔政山印象 差了很多 但他毕竟是县令 还是云通县的父母官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村民 遇到事情 还是约不过他去 不过夜兴染不打算出头 让李正自己去处理就好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就有数了 李正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 夜兴染就去李正家里 给大家示范脱离机的用法 并且把所有的注意事项 都讲了一遍 大家边学边做 因为用法简单 学得倒是很快 下午 陆陆续续就有村民 将自己家的稻谷拉来 在李正家里脱离 原本打算入冬前能干完的活 有了这个机器 不到一个下午 就全都完事了 脱离机还把油米的稻里 和空着的稻壳 直接分开 又省去了 他们许多麻烦 大家越发觉得 这个东西好用 听说这个是夜兴染的弟弟 找人给做的 晚上陆长青回来的时候 大家破天荒地 主动和他打了招呼 陆公子下学回来了 陆公子今天回来得挺早呀 陆长青受宠落惊 他懵懂地回应大家的热情 到家之后 立即和夜兴染汇报 姐 那些村民是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都主动和我说话了呢 是不是你和他们说什么了 才不是呢 彼时夜兴染正在白晚 一边催着他去洗手 一边说道 村民们最是朴实 谁对他们好 他们就对谁好 他们是感谢你给他们 做了那个脱离机呢 可是姐 那不是你想出来的吗 陆长青不敢贪功 夜兴染很正经地说道 图纸是你画的 机器也是你找人做的 怎么能算我的功劳呢 我顶多就是给你出了个主意 陆长青还想争辩 夜兴染道 况且 我不想要什么功名 这件事以后 若是有什么需要出面处理的 就全都交给你了 陆长青知道 姐姐不喜欢这种出风头的事 只好硬了下来 这个东西简单 用法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估计没什么需要 咱们再出面的 他想的简单 不过李正想的 却要更远一点 第二天 李正就去县衙把脱离机的事情 给乔县令汇报了一下 乔县令在断案方面不行 但是对百姓的名声 还是很关心的 特别是这事 还可能关系到他未来的政绩 听了李正说的情况 他立刻来了兴趣 那脱离机长得什么样子 今天带来了吗 李正摇了摇头 重得很 带不动 县令无奈 没带来 你又说不明白 是怎么个样式 你就来和我说 见李正一脸无辜的表情 他只好说道 算了 明天我派人去你们村里去 李正一听赶紧拒绝 那可不行 怎么呢 县令不解 这几天 我们村里人正在用那个脱离机呢 要是给搬到县衙来 那边的活不就断了 乔正山气了用手拍桌子 你这个老狐狸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想让我去你们村里走一趟呢 李正低头小声说 也没敢惊动大老爷走这一趟 您要是不着急 其实也可以晚点看 乔正山知道张牙所的性子 他侠下十几个村子 十几个李正 有一半以上都是老熟人 大家对他都是毕恭毕敬 只有这个张牙所 不仅敢和他奢账借钱 还敢劳动他去他们村子上 别看他面上这个样子 那心里准没别什么好屁 县令心里想 可是没办法 谁让他对人家的那个脱离机感兴趣呢 乔县令到达云边村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 村里百姓大多没见过县令 听说县令来了 忙扔掉手头的活 跑到李正家里来看热闹 县令在李正家里看脱离机 百姓们则趴在李正家的墙头 看县令 大家眼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他们伸长了脖子 想要一睹县令大人的风采 院子里 乔县令神情严肃 有着围观者特有的威严 他仔细观察着脱离机的构造 甚至亲自踩上一脚 感受了一下脱离机的速度 是个好东西 确实是个好东西 乔正山称赞了一句 这脱离机是谁研究出来的 构造图在哪里 他问 李正却不急着回答 而是问道 大人 你看 咱们这个脱离机 是不是可以在云通县推广一下 乔县令心中正有此意 点头道 何止在云通县 我要报到州府去 让知府大人也看一下我们的脱离机 哎哟 那可是大好事啊 李正说着 朝着院墙外面喊 大家伙都听见了吗 县令说 要把脱离机 上报到知府衙门那里呢 到时候 咱们村子在天昌府 可就出了名了 老百姓本本纷纷过日子 谁敢想得那么远 听李正这么一说 大家纷纷叫好 乔县令摆了摆手 你先别急着名的事 你先告诉我 这脱离机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图纸呢 李正这才慢悠悠地说道 这人其实县令大人也认识 就是叶欣然的弟弟 我也不知道 是个什么身份 但是看样子来头不小 县令大人一定知道吧 乔县令听见这话 脸上的笑容 立刻消失不见了 叶欣然被认回的是 他也是刚刚听说 之前侯爷对叶欣然那个态度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叶欣然竟然真的是侯府的千金 不过 消息是冷家放出来的 乔政山由此产生了猜测 这个孩子 现在是夫人相认 但是侯爷不想认 具体是因为啥他也想不明白 可心中为难 却是真的 对叶欣然好 可能会得罪侯爷 对叶欣然不好 可能会得罪陆夫人 这叶欣然原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 如今怎么成了这么重要的人物了呢 乔政山有些头疼 县令大人 县令大人 李正见县令沉默不语 不得不出声提醒 哦 你说 乔政山终于回过了神 李正说道 我记得 之前听您提起过 知府大人十分关心百姓的收成 之前 还到各县微服私访过 我寻思着 县令大人要是把这么的东西献上去 知府大人一定会对您亲眼相加 乔政山被这一句话点醒 对啊 不管脱离机是谁研究出来的 只要抱上去 都能给他添一笔攻击 再说这侯府的事 之前他把希望寄托在侯爷的身上 但是侯爷几次都是轻描淡写的说 你也没什么实际 想升迁还有些麻烦 得等机会 如今 这机会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乔政山知道 侯爷这边是没什么希望了 他只能自寻出路 现在大好的时机摆在眼前了 他怎么可能不去争取 你说的对 县令点头 所以我刚才才说 需要图纸 我要再做一台脱离机 给知府大人送去 希望这个机器 能够帮助百姓们解决问题 李正笑得像的老狐狸 好 我这就带县令大人去消假 看着他的表情 乔政山突然想到了什么 好你个张牙所 你特意引我过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是啊 李正答得理所当然 乔政山 只要你把脱离机拿到县衙去 我肯定会上报知府大人 你又何必夺此一举 李正摆了摆手 笑着说 大人 那能一样吗 他指了指门外的村民 我把脱离机带到县衙去 中间咱们说了什么定下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可是现在大家伙全都看在眼里 县令大人为了百姓的名声不辞辛苦 还特意跑到咱们村子里 将来这事传出去了 大家伙也都能为县令大人歌功颂德呀 乔政山你没 我看你是怕我贪功 不把整个功劳算到你们头上吧 今天这件事传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脱离机是你们村子里出的 将来的奖励要是没你们一份 恐怕我这名声也要坏了 哪能呢 李正赶紧朝着县令施了一礼 然后弯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大人草民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咱们现在就去萧家吧 县令不再与他计较 抬不向外面走去 村民们见到县令从院子里走出来 纷纷跪倒在地 大人 大人关心百姓 是百姓之福 起来 快起来 大家见到我不必行此大脸 乔县令招呼众人起身 人群中 六十七岁的张老太起身后 几个岁部走到县令大人面前 睁着自己浑浊的眼睛 看着乔政山 手都在不停地抖 我老太太这一辈子没白活啊 竟然看见活着的县令大人了 村民们觉得张老太不会说话 又怕他惹恼了县令大人 纷纷替他解释 县令大人 大娘他是高兴的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能离县令大人这么近 大家不必太过拘谨 我是本县的县令 关心大家的生活 也是应该的 乔政山面容和煦 就像张亚索刚才说的 这件事 他做的都做了 留下了好的名声 比什么都重要 两人往萧淮安家中而去 乔县令看着萧家宽敞的院落 也吃了一惊 萧家的房子 在村子里 可以算是上的最好的了 高大的门户 铺着石板的院子 就连盖房子用的材料 也是青砖而非泥砖 萧家的条件倒是挺好的 县令随口说了一句 李政立刻解释 这房子也是刚刚盖起来的 叶娘子不是懂点医术吗 靠着卖要赚了点钱 才盖了这个房子 乔政山知道 叶欣染之前卖血烟膏的事 只是看着院子 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 叶欣染的本事 看来 自己还真的是小瞧他了 李政仙和叶欣染打了招呼 才带着县令进门 叶欣染拿出了家里 最好的茶叶和点心 招呼了县令 可是对于脱离机的事 却一直推说自己不太清楚 急得县令多喝了两杯茶水去火 直到陆长青回到家里 这件事才有了眉目 陆长青是侯爷之子 也不是云通县人 所以对乔县令这个身份 根本就没什么感觉 当他听说 县令想要看脱离机图纸的时候 他先是看了看叶欣染 叶欣染同意后 他才去书房 把图纸拿了出来 这张图纸 已经根据做出来的机器改良过的了 比他们当初 做的那台要更轻便一些 陆长青调理清晰 很快给乔县令 讲明白了其中的原理 乔政山边听边点头 听到后来 他看着侃侃而谈的陆长青 不由的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乔紫玉自从叶家出事之后 一直围拟不振 最近他夜里总是做噩梦 叫嚷着叶欣尧要来带他走 看着日见憔悴的儿子 乔夫人日日以泪洗面 乔政山的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想到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到老了 可能连儿子都指望不上 乔政山又一阵的心酸 如果当初没有退清就好了 要是没退清 精明能干的叶欣然 会是自己的儿媳妇 这博学多才的陆公子 也要教自己一生伯父 乔政山心想 将图纸全都弄明白之后 县令起身告辞 叶欣然出于客气 留他和李正在家里吃饭 饭桌上 乔政山时隔多年 又一次见到了陆夫人 陆夫人的模样没有变 但是举手投足间 那当家主母的气场 却已经越来越强了 我听说 你之前叫了欣然和淮安去 县衙问案子 还想把邻居家的命案 推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陆夫人刚拿起筷子 就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乔政山听到这个问题 连筷子都差点没拿稳 赶紧答道 就是过去问几句话 正常的办案流程 不是侯爷让你做的吗 冷清语不相信 侯爷与乔政山 一直都有联系 他不相信乔政山做这样的事 事先会没问过侯爷 乔政山这下彻底地放下了筷子 这哪里是请示范啊 这是鸿门燕啊 他片刻都没敢犹豫 赶紧答道 夫人这是说的哪里的话 侯爷怎么会让下官去做这种事呢 他还不知道 陆家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过这种破坏夫妻感情的话 肯定不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冷清语见他不肯承认 便也不再逼问 只是说道 欣然是我叶家的孩子 以后不管他犯了什么错 做了什么事 都有我叶家给担着 小孩子不懂事 希望乔县令作为父母官 能够对我家女儿女婿多加提点 是是是 乔政山赶紧答应下来 冷家的财力在大梁十分有名气 不管侯爷和陆夫人现在是什么情况 叶家都不是他能得罪起的 乔政山赶紧巴结道 陆公子才华横溢 他做的这个脱离机 一定会得到上风的赏识 我会将此事上报 为陆公子求一个封赏 冷清语知道了乔政山的态度 笑道 那就有劳乔县令了 一个小小的封赏 冷清语并不放在心上 掌青是陆家的嫡长子 将来的爵位也肯定由掌青来继承 不过乔政山既然肯为自己卖力 冷清语就不怕以后 他敢对自己的女儿不利 乔县令别客气 多吃点菜吧 欣然的手艺很好 这些菜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乔政山如做针毡 此刻 就是山珍海味摆在他面前 他也尝不出味道来 好在萧家人吃饭的速度都挺快 饭桌上也不需要推杯换盏 这种煎熬没多长时间就结束了 回到县衙 乔政山立刻让人按照图纸的样子 做出了另外一台脱离机 两天后脱离机赶至完成 乔政山连夜带着脱离机去了府城 时间不等人 等天冷了之后 脱离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个时节 南方还有没有收割的晚到 若是能将脱离机推广出去 现在正是时候 刘知府见到脱离机的时候 也大为震惊 乔县令 这些年云通县一直没什么动静 原来是在研究这个脱离机啊 刘凤林调侃 乔政山赶紧解释 回大人的话 这个脱离机不是下官研究出来的 而是金安侯家的公子 看百姓辛苦 不眠不休熬了很久才做出来的 竟然是金安侯府的公子做出来的 刘知府大吃一惊 他本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用 想要在自己辖下的几个大县内推广一下 可是一听说是侯府的公子 他立刻感觉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若是他把这个东西上报给朝廷 朝廷一旦采纳 那受到嘉奖的 不光是他们天昌府 还有陆公子 到时候 因为他的举荐让陆公子的功名得以传送 金安侯也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 攀上了金安侯府这个高知 那他将来再进一级 岂不是指日可待 刘凤林心中的算盘打得很好 甚至遇见自己很快就要高升一级了 脱离机一层一层的被推举上去 官场上的人已经将脱离机视为珍宝 叶欣染和陆长青 却没有太流行这件事 毕竟他们离朝堂太远 将脱离机进贡上去 需经过层层的举荐 不知道在哪一层就成了那个官员自己的政绩 官大一击压死人 到时候 他们也不可能拿着图纸去找人说理去 反正从冷清雨到叶欣染 对升官发财这种事情都不感兴趣 所以他们 只对李正的举荐表示了感谢 并未对此抱有多大的期望 很快 县里的其他村子也都用上了脱离机 在脱离机的帮助下 人们简单迅速地 将剩下的稻子 全都脱离储藏了起来 百姓们对脱离机交口称赞 陆长青不知道 他已经了成了老百姓口中的奇人异士 官场上 也开始有人称赞 陆侯爷 教子有方 不过 李正尚未等来上面的奖赏 陆夫人却收到了家中的的回信 冷老爷子在信里 先是对女儿的身体 表示了关心 他两个女儿 身子都不大好 特别是老大 小时候明明比妹妹强壮很多 可这些年来 却越发的孱弱 冷老爷子嘱咐他 凡事不要太放在心上 养好身体 比什么都重要 后面 就附上了对陆婷恩这段时间动向的记录 陆婷恩平时的生活 基本上是三点一线 这次回京后 他也没什么别的动作 除了上朝和在衙门办差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留在家里 有时出门应酬 也基本上是在一家叫做状元楼的酒楼里 冷清语留意到 按照记录的时间 陆婷恩回京后 有五次直接塑在了状元楼 比以前的频率倒是高了一点 状元楼是京中的老字号 招待的都是京中的贵人 为了给贵人们提供更好的条件 除了吃饭的包房 他还专门建了可供客人休息的房间 陆婷恩在那里 就有一个长期包下的房间 每次喝醉了酒 就直接塑在状元楼 按照他的说法 是怕吵到了冷清语休息 刚成亲的时候 冷清语还不习惯 直到有一次他在家喝醉了酒 毫无缘由地打砸卧室里的东西 冷清语这才知道 原来他酒品很差 不回家是真的不想打扰自己 从那以后 冷清语就对这事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嘱咐侯爷身边的小厮 要好好照顾侯爷 他宿在外面的时候不算多 一个月 一般也就两三次 偶尔会多一些 光是这份行程 真是半分毛病都挑不出来 倒是与他洁身自好的名声相符 冷清语沉吟了一下 就见老爷子后面写道 为父以为 你与陆婷恩澄清十几载 一向以夫妻恩爱的典范世人 突然要查他的动向 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光是用眼睛看 看不出什么问题 我就又让人撞远楼仔细地打探了一下 这下终于发现了一点端倪 冷老爷子将打探的过程一带而过 不过冷清语知道 这么多年都没有露出一丝马脚 陆婷恩一定做得十分隐蔽 能打探出问题来 想来是花费不少的力气 下面老爷子接着写道 打探之后我才知晓 原来酒楼里虽然有供客人休息的地方 但是陆婷恩每次醉酒后 都不是睡在他们店里 而是从后门去了外面的小巷子 为父让人守了几天 刚好陆婷恩又请同僚喝酒 同僚走后 他便起身去了后院 后院两字模糊不清 上面有一滴很浓的墨滴 看得出来 写信的人写到这里时 犹豫了一下 冷清雨接着向下看去 后院有一扎矮门 陆婷恩从矮门出去之后 就立刻有人迎了上来 我派去的人远远地看着 只看见他们进了一间小院 陆婷恩直到第二天清晨 才从小院出来 通过后门回到酒楼 在酒楼前面坐上马车离开 看得出来 冷老爷子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情绪有些激动 就连纸上的字迹 都潦草了许多 后面又有一团墨字 好像是勾掉了什么 冷老爷子继续写道 我让人在那外院蹲守了两天 发现那里住着一对母子 那个儿子已经有十三四岁 在京中的凤鸣书院读书 信写到这里 戛然而止 想来冷老爷子已经明白了什么 却不想因为自己的猜测 给女儿带来压力 所以 只是把事情阐述明白之后 其余的 让女儿自己做判断 冷清雨看着这封厚厚的家书 心中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沉重感 反倒是一种 原来如此的释然的感觉 冷清雨也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竟然看待了陆婷恩 在外面养外事这件事 他都不敢想 要是以他原来的性格 知道这件事后 会有多伤心 他弯了弯嘴角 冷笑出声 还真是难为陆婷恩了 养个外事 竟然养得如此小心翼翼 冷清雨拿起笔 又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 信中 冷清雨先是报了平安 然后说到了 自己认回女儿的事 心染医术高超 在她的调理下 女儿的身体已无大碍 请父亲放心 待到时机成熟 我带着心染去看望您老人家 您肯定会喜欢她的 冷清雨细细地描述了 叶心染的十个优点 对于女儿被患的是 她却是一笔带过 只说是一个失误 当年偷换女儿的人家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自己的中毒的事 她更是半个字都没有提起 因为她知道 如果她说了 以冷老爷子的性格 一定会杀到侯府去 叶家虽然财大气粗 但是对上侯府 到底还是矮上了半分 她不想让父亲为自己犯险 更不能因为自己 让陆庭恩抓到冷家的把柄 对冷家施展报复 陆庭恩的事情 女儿已经知晓 其余的事情 父亲不必再操心 等女儿回到京城 自己会去处理 这些年 陆家从上到下都在吸她的血 她要让他们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 最好是让他们狗咬狗 才能大快人心 晚饭的时候 冷清雨给叶欣染和陆掌青 讲了冷老爷子信中的内容 陆庭恩养外事的事情 如今已经得到证实 老爷子只查到 那个外事有一个儿子 不过我猜测 陆志毅应该也是这个外事所生 娘 姐姐被换给了叶家 叶家的女儿被抱走 陆志毅若是外事所生 那叶家的那个孩子 哪里去了 陆掌青发现了一件 很可怕的事 虽然她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可她还是被陆庭恩的残忍做法给惊到了 那外事的身边没有女儿 叶家的孩子 要么被她卖掉了 要么早就不再人世了 冷清雨神色冷峻 她也没想到 陆庭恩心机这么深沉 一手偷梁换柱丸的如此直溜 现在想来 她当年被迫留在云通县生子 没准也在陆庭恩的算计之内 娘 要不我们现在就回去 端了她那个窃室的窝 让陆庭恩颜面扫地 看她以后会不会装模作样 陆长青实在忍不住 陆长青与陆庭恩本来就不亲近 之前 因为她是父亲 所以陆长青竟她怕她 可这些日子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特别是陆庭恩弄虚作假 不想认回叶欣然 让陆长青对父亲的敬仰之情 彻底破碎 身为一个男人 对于害自己母亲和姐姐的人 绝对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了 你爹早就练成了一只老狐狸 何况养外事这点事 还不至于让她颜面扫地 这件事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冷清与安抚儿子 如今她的身体好了大半 长青的身体也好了大半 这对他们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正所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想让陆庭恩遭到报应 他们就得比对方活得更久才行 况且 他在陆家生活这么多年 对他们的家的那点事 了如指掌 想要找到突破口 还是很容易的 而这个机会也没有让她等太久 半个月后 陆庭恩就给她来了信 问她什么时候回京 林安寺的世子又到成熟的季节了 若是你能回京 我想与你一起去寺里住上几日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 我们需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谈一谈 林安寺是两人当初定情的地方 陆庭恩向来知道 如何拿捏冷清雨的软肋 可惜爱一个人的时候才有软肋 真的不爱了 当初的软肋 就会化作一面看透人心的镜子 让冷清雨看清陆庭恩的刻意和作作 信中说了无数句的道歉和思念 直到最后两句 陆庭恩才壮丝无意地提起一句 二弟三弟这几日也向我问起你 询问你的身体情况和归期 说起来 他们对你这个嫂嫂的重视 远远的超过了我 狗屁的重视 冷清雨冷笑一声 不过是为了钱罢了 过几日就是初一 又到了冷清雨给他们拿钱的日子 想想这些年 冷清雨搭在他们身上的银子 也有十几万两 为了亲情十几万两不算什么 可若是十几万两都为了狗 那这钱花的实在是太亏了 冷清雨把信丢在一旁 没有理会 反倒是给金中绸缎庄的万掌柜 取了一封信 万掌柜跟随他二十多年了 从他接手家中的生意开始 就一直在他手下做事 是冷清雨最信任的人之一 他这几天查账的时候 查出了一些问题 需要万掌柜帮他核对 另外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托了万掌柜的帮他去做 京城和云通县相隔百里 这信一来一回也要隔十天半个月 冷清雨估算着 等万掌柜处理好了那边的事 自己也差不多要回京了 叶兴染不知道冷清雨的打算 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给冷清雨彻底解毒 并且帮他调理好身体 妄忧虫的药性不裂 想彻底解决 却也麻烦 一旦虫体的药性和翅膀的药性 失去了平衡 还会造成短暂的头痛 昏厥 好在有日日安慢慢地清除他身体里的毒 叶兴染计算着 再有一个月的时间 冷清雨身体里的毒素 就全都能解了 夫人可是急着回京 叶兴染见冷清雨眉宇间都是预设 便问道 回京倒是不急 只是想到害我的人 如今还在快活 心中有些怨恨罢了 冷清雨说得轻描淡写 心中却是恨极了 还有那个顺一堂 我前些日子听说 你也与他们有些过节 到底是因为什么 叶兴染简单地说了一下 当初发生的事 然后说道 顺一堂这些年名声很好 但是从他们做的事来看 却是一伙唯利是图的小人 我想着 顺一堂当初能把这个毒药给了陆廷恩 一定是陆廷恩花了不少银子求的 花银子求的 冷清雨苦笑 陆廷恩哪里来的银子 他的银子 不都是自己赚来的吗 他用自己赚的钱 给他求了毒药回来 这还真是讽刺啊 夫人 你想好了 回京之后 要怎么办了吗 叶兴染到底还是不放心 这些天 他和冷清雨的感情越来越好 不想让他以身犯险 大概有了一个想法 冷清雨说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惹怒陆廷恩的 他用我的钱买毒害我 那我就用他的亲人 给他点苦头吃吃 陆廷松和陆廷一那两个兄弟 得不到银子 肯定不会让他们大哥好过 毕竟是养了这么久的狗 之前油水那么足 现在突然就吃不饱了 狗怎么能不叫呢 再加上他交代万丈贵做的事情 陆廷恩将来 有苦头吃了 两人这边正说着话 李正又匆匆忙忙的来到了肖家 他绷着一张脸 脸上却又有隐藏不住的笑意 这使得他的表情 一时间十分难看 叶兴染看他这个样子 不由地问道 李正说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吃错了东西拉肚子了 李正听见这话 脸上的表情终于变了 他笑得见牙不见眼 说道 你这个孩子 就是会破坏气氛 你李正书想要矜持一下 都矜持不了 叶兴染也没拆穿 他那根本不叫矜持 只是问道 李正书 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李正从身后拿出一个匣子 匣子打开 里面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子 我今天去县衙了 县令说 咱们那个脱离机 已经被送到朝廷去了 听说圣上对脱离机赞不绝口 当场就表示 被做出脱离机的人大大有赏 叶兴染指了指匣子里的银子 有些不敢置信 李正书 这就是你说的大大的奖赏 这皇帝也太消气了 叶兴染在心中 将皇帝比了个彻底 这哪里是 李正一看叶兴染的表情 就知道他误会了 连忙说道 这是乔宪令自己奖励给咱们的 李正有些得意 他还说了 买山欠下的银子 就一笔勾销了 咱们做脱离机的本钱也不少 这点银子 算是他的一点心意 补贴给咱们的 李正说着 把银子往叶兴染的面前推了推 这些钱你先收着 我估摸着 用不了多久 圣旨就会下来 到时候 你们家可就要光宗耀祖了 皇帝那边会有奖励 这件事 叶兴染压根就没想过 更是没想到 这么小的一件事 竟然能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是啊 李正也很得意 他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能得到皇帝的封赏 那得之多大的荣誉啊 现在他有些后悔 没有早点把萧淮安和叶兴染 画到村子的族谱中 要是能把这两人 画进村子的族谱 族中仙人的祖坟 全都得冒青烟 也不知道皇帝会赏赐些什么 皇帝的奖赏一定很不一般 叶兴染也开始期待起来 萧家受到县令赏赐的消息 不禁而走 村里人都纷纷过来贺喜 叶娘子 这一下可好了 连皇帝都知道了 咱们的脱离机 万一赏赐个什么封号下来 你们可就是贵人了 哎呀 老太太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听见皇帝两个字连腿都在抖 皇帝封赏的话 一定给多吧 是给糙米还是给白米啊 是不是得给一百斗 张老太犹豫了一下 扎着胆子说了个最大的数 大家都笑他 没有见识 大娘 那可是皇帝 我听说 皇帝睡觉的枕头 都是金子做的 皇帝这么有钱 能光赏赐点米吗 怎么也得赏赐点金银财宝 一百两 至少得一百两 二大娘说了个更大的数 经常在外打工的张凤 才对俩人的说法嗤之以鼻 得吧 我之前听说书的人讲过 皇帝赏赐 那都是上千亩粮田 上万两的金银 一高兴 再封个地 就成什么郡主了 上 上万两的金银 村民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那得是多少啊 是啊 多大的房子才能装得下 还好现在萧家的院子大 可那金子银子 也不能堆在院子里啊 大家说的越来越离谱 李正终于听不下去了 你们这些人啊 真是没见过世面 皇帝要赏赐 那肯定是钱都 买不来的好东西 再说了 那金子银子 非得堆在院子里吗 往前装李一存 或者换成银票 别人想看都看不到 听见李正这么一说 大家又都唏嘘了一阵子 村子里出名人了 大家都跟着高兴 叶欣染 见前来贺喜的人越来越多 从家里拿出了瓜子糖果 招待大家 也让大家都张得喜气 这些东西 还是当初从叶大成家的仓库里面搬出来的 新鲜的瓜果蔬菜已经吃完了 只剩下一些干果和糖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派上了用场 凑完了热闹 众人慢慢散去 陈氏 看四周再没有别人 便拉着叶欣染 来到了自己家里 他的样子神神秘秘 叶欣染问他要做什么 他一直笑着地不肯说 直到掀开了一个大盆 露出了里面挨挨挤挤的扇鱼 这才开口道 这是你张大哥带着孩子抓来的 人都说 扇鱼最不身体了 这些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叶欣染听闻赶紧摆手 张大哥抓鱼也不容易 你们快留着自己吃吧 陈氏见叶欣染不收 面上倒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好玩意 但是盛在新鲜 给你们尝尝鲜 你就拿着吧 别和我客气 叶欣染看着陈氏满眼期待的样子 只好说道 那我就收下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哎 谢什么啊 陈氏如是重负 笑着说道 这段时间 我们家不知道跟着你们 沾了多少光了 孩子他爸每次去山上种草药 你都给工钱 这两个月下来 从你家拿了不少钱了 还有你给的那个药 我吃了之后 这身子也好多了 现在能接点做衣服的活 给家里帮衬着点 多亏了你们两口子 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那就好 叶欣染被夸得有些尴尬 他看着张家的院子 转移话题道 三个孩子呢 怎么都没在家 都去学堂了 陈氏说出这话 很是骄傲 孩子他爸说了 现在有 谢先生在 树修也便宜 这个时候不读书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桃花和小花 虽然是女娃娃 但是女娃娃多读点书 能识字 会算数 将来再婆家 会得多点 也能多点底气不是 陈氏说道 这里看了看叶欣染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其实以前 我们也不懂这些 都是看见你这么厉害 我们才动了 让孩子去读书的想法 我们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只要孩子 能比我们过得强就行 叶欣染 惊讶于张大力 这两口子的眼界 像他们这样的家庭 原来连饭都吃不饱 甚至要卖孩子了 可是现在手里有点钱 竟然能着送孩子 全都去读书 实在是太难得了 让孩子多读点书也好 以后等我这边的加工厂开起来了 我也要雇人来帮忙的 孩子们识字 到时候可以来帮着技术 陈氏一听 更高兴了 连忙答应下来 哎哎 那真是太好了 等那个什么加工厂开起来 我们都过来给帮忙 陈氏边说话边 把鱼都从盆里捞出来 怕叶欣染不会弄 还力所收拾干净 这才交给叶欣染 回家煮个汤什么的 大伯 让你家当家的 多喝一点 叶欣染点头收下 忽然觉察出什么不对 他抬头看向陈氏 眼中带着疑惑 陈氏微微一笑 给了他一个你懂的眼神 叶欣染只好懵懵懂懂的嗷了一声 他什么意思 他是哪个意思吧 叶欣染边往家走边想 因为想得太入迷 没有看到迎面走来的人 竟一头撞在了肖怀安的身上 肖怀安在叶欣染回过神来之前 先伸手扶住了他 走路怎么不看路 这么不小心 叶欣染稳住了身子 恶人先告状 你倒是看路了 那还让我撞你身上来 你就不会躲开吗 肖怀安见他气鼓鼓的样子 倒是觉得可爱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我要是躲开了 你一会儿撞到墙上怎么办 叶欣染 那下次再有这样的事 你就出声提醒我一下 肖怀安伸手接过他手中拎着的草兜 要是提醒你 你不就不往我身上撞了 叶欣染 这个男人今天怎么在发骚啊 他抬头看着肖怀安 看起来与平时也没什么不同 肖怀安迎着他探究的眼神 将手中的草兜抬高一点 问道张大哥家送的 叶欣染点头 又想起刚才陈氏说的话 故意笑着说道 张大嫂说是给你补身体的 回去我就给你顿上 给我补身体 我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肖怀安一愣 叶欣染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他们也看出来 你不行吧 我不行 肖怀安听见这话 脸色都变了 他压低声音 在叶欣染耳边急切地说道 我行不行 你不是知道吗 叶欣染故意眨了眨眼 我应该知道吗 咦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 肖怀安气道说不出话来 这些日子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搬进新房后 叶欣染一开始 还和自己一个房间 冷清雨和陆长青 来了之后 他就搬去 与冷清雨同住 说的是为了 照顾陆夫人的病情 可怜他之前 一直计划着 怎么弥补 他们的洞房花竹叶 见肖怀安说不出话来 叶欣染也不再逗他 而是说道 张大哥家不容易 一会儿我把厨房里的猪肉 切二斤给他送去 就算是怀里了 好 肖怀安对此 没有任何意见 到了晚饭时间 饭桌上果然有一大盆的 鲜鱼汤 还有一盘红烧鲜鱼段 鲜鱼汤被熬成了奶白色 里面点缀着红色的大枣 和绿色的葱花 叶欣染好像是故意的 盛汤的时候 给肖怀安成了一大碗 肖怀安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陆长青在一旁看到了 对姐夫此刻的表现十分不满 直接说道 姐夫 我姐做饭已经很累了 现在又给你盛了汤 你怎么还白脸色呢 肖怀安没有说话 只是把自己的碗 和陆长青的调换了一下 说道 年轻人 该好好地补一补 这个大碗的给你喝吧 陆长青没料到 肖怀安会是这种反应 自己指责他有问题 他还让自己补身体 他抬头看了看叶欣染 叶欣染只笑笑 说道 你姐夫换给你了你就喝吧 冷清雨也觉察出了 两人之间微妙的氛围 他喝了两口汤 先是夸赞了一下汤的味道 然后说道 欣染 要不你今天就搬回自己的房间睡吧 我的身子已经大好了 叶欣染道 没事的 我这两天夜里观察观察再说 长平在一旁听到了 很是惋惜地说道 沈娘和二叔不能住一起 我们明年又不能有妹妹了 咳 咳 咳 叶欣染和肖怀安同时呛到了嗓子 叶欣染的脸瞬间变红 长平 不要瞎说 二哥没有瞎说 大哥说过的 二叔和沈娘在一起住才能生妹妹 长安替长平辩解 可怜的长生再一次被两个弟弟架在火上烤 幸好他不在家 他要是在家 就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了 陆掌清在心中默默地为长生点了一根香 不过他也因此抓住了长生的一个把柄 以后长生要是再敢跟自己冷脸 他就要拿这件事出来笑话他 冷清雨作为过来人 倒是比在座的其他人镇定许多 他见叶欣染和肖怀安都一脸的尴尬 趁机说道 孩子说的也没错 欣染 你从今天开始就回去睡吧 我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 会叫你 好 这下叶欣染再也不敢说一句话 默默地吃了饭 默默地回了房间 肖怀安倒是没有直接回房间 他陪着两个孩子一起收拾了碗筷 又检查了他们今天的背书的情况 最后夸了两人几句 这才起身离开 长安见肖怀安走远了 小生对着长平道 二叔今天好像很高兴 长平回味了一下肖怀安刚才的表现 也赞同道 嗯 好像是的 长安小脑瓜一转 立刻得出结论 那我知道了 二叔肯定也想生妹妹 好像是 长平觉得长安是真聪明 他总是能比自己想得快一些 两个孩子没有急着睡觉 长安又给长平讲了一下 他白天没听懂的地方 等长平都明白了 两人这才准备休息 叶欣然给三个孩子 各自准备了房间 但是长安胆子小 非要和二哥一起睡 长平便让他睡自己的床 说是可以保护他 两兄弟互相帮助 感情倒是越来越好了 两人熄灯后 院子里就只有掌清屋子里的灯 还是亮着的 叶欣然和肖怀安也已经休息 叶欣然并没有睡着 他其实是有些害羞 洗漱完后 直接就灭了灯 等肖怀安回到屋子里 因为怕吵到他 就没有再点灯了 屋子里昏暗一片 但是月光洒下来 却也让人能看清屋子里的人和物 肖怀安看叶欣然 缩成小小的一团睡在里面 心中又涌出无限的温柔 他在叶欣然的身边躺下来 一点一点地往他边凑 直到两个人之间 只有一条缝隙 而他的手 也轻轻搭在叶欣然的身上时 才溃探般地呼出一口气 终于满足了 叶欣然感受着身边人的动作 他自己却一动都没有动 他还记得肖怀安之前说的话 现在还不会动他 所以他才不要做主动的那个 肖怀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片刻之后起了微微的憨声 叶欣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他心里一松 也很快地进入了梦想之中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刚刚睡着后不久 身边的人又迅速地睁开了眼睛 秋意已凉 睡着的叶欣然 很自然地去寻找身边的热源 胶软的身躯 隔着薄薄的一层礼衣 轻轻地贴在肖怀安的胸膛小腹之上 让身边的男人立刻起了反应 欣然 睁眼的同时 萧怀安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可身边的渴人睡得正香 哪知道他这边的痛苦 萧怀安苦笑 想起身去冲个凉水澡 却又怕惊醒的身边的人 只能躺在那里 用意念控制着自己的冲动 长夜漫漫 萧怀安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睡梦中 他仿佛又回到了 两人新婚的那一夜 轻沙漫丈 红竹跳远 昏暗的室内 仿佛勾连着无限的前犬 与当日不同的是 自己的腿并没有瘸 欣然的脸上 也没有当初的那块疤痕 他挑起盖头 看见身着喜福 欣然睁着一双水润的眸子 正看着自己 那眸子里含着春雾 娇气的表情 直接直接看漱了 萧怀安的半边身子 夫君 眼前的女子红唇轻起 口中呼出的两个字 让萧怀安的脑子 一片空白 萧怀安垂眸 叶欣然身上的喜福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松开 萧怀安只觉得有一股无名之火 从他的心底 一直烧到了五脏六腑 烧得他口干舌燥 这本就是他们的洞房花竹叶 想到此处 萧怀安便开始毫无顾忌起来 昏暗的房间里 起伏的人影 和细碎的声音 纠缠出让人沉醉的氛围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飘起了细雨 几株带开的桃花 在细雨中次第开放 又被这无情的雨 压得弯了腰 然然 萧祖宗 萧怀安眼中 竟是痴迷之色 扶在叶欣然的耳边 轻声嘻喃 风雨间歇 随之结束的 还有萧怀安的梦境 天色微明 萧怀安突然从梦中转醒 被子下传来异样的感觉 萧怀安的表情 也变得有些微妙 自从对自己的身体 有了掌控力 他已经多久没有这样了 叶欣然还在睡梦之中 萧怀安轻轻抽出 压在叶欣然脖子下面的手臂 慢慢下床 轻手轻脚地走出门去 长生和长安起来洗漱的时候 就看见晾衣杆上 有几条裤子 在滴答滴答地滴着水 仔细一看 都是二叔的 二叔 你怎么大早上的 就起来洗衣服了 长平揉了揉眼上的眼使 长安也嘟着嘴 偷偷地笑 二叔你偷偷起来 洗衣服 是不是昨天晚上 把衣服弄脏了 怕沈娘骂你 童言无忌 可孩子嘴里说出的真相 更是让人无地自容 萧怀安听见衣服 脏了四个字的时候 耳根突然浮起了一丝红韵 他冷脸看着两个孩子 慢慢开口 我是按照往日的时间起来的 倒是你们两个 今天怎么起来得这么晚 晚上扎马布 延长半炷香 两个孩子面面相去 全都傻了眼 他们起得晚了吗 好像没有吧 明明是二叔起得早了 二叔欺负小孩子 他们要去找沈娘告状 叶欣染这会儿已经起床 他看着院子里 晾着的几条裤子 除了一条白色的蟹裤 其余三条 都是前几天刚洗完 还没来得及穿的 肖怀安这欲盖弥彰的手法 也太拙劣了 让人一眼 就看出了端倪 好好 宁月冷脸洗内裤 也不愿和我亲近是吧 叶欣染别过眼 气鼓鼓地做饭去了 早饭时的气氛 有些尴尬 叶欣染和肖怀安各怀心事 谁也不说话 两个孩子想到晚上要受罚 也没有了往日的叽叽喳喳 陆长青见状态不妙 扒了两口饭 赶紧出门就走 冷清雨喝了小半碗粥 也起身说 要去店铺 陆夫人 正好我要去医馆 我和你一起走吧 叶欣染也起身要离开 肖怀安见了 匆匆吃下最后一口粥 我送你们去 他赶着马车 先将冷清雨 送到了冷室布庄 然后又调转马头 送叶欣染去医馆 冷清雨刚进到布庄 掌柜陶谦就迎面跪了下来 前些日子 冷清雨查到布庄账面的亏空 直接从京城叫了人过来 今天 新来的杜掌柜正式上任 陶谦才知道自己犯下的那些事 已经被发现了 他跪下向冷清雨求情 求冷清雨网开一面 给他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东家 这些年我在云通县任劳任院 全家老小 也都跟着我在这边扎根生活 我虽然资质差了些 可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我不敢贪东家的一文钱 东家可以让人去查 那些亏空的项目 也没进我的腰包 全都是低价出给了叶大成 冷清雨不为所动 他随手翻着桌案上的账本 开口道 老陶 你在冷家这么多年 店里的规矩应该都懂 我们冷计不装 所有的账目必须清晰明了 所有经营暗张办事 你偷偷给叶大成开了后门 就是触犯了我们店的规矩 东家 我也不想啊 可是叶大成拿着和东家信件 来逼我就犯 他说自己与东家交好 让我们让利给他 不然就要写信告我的状 我 我知道东家与叶家关系匪浅 也不敢轻易得罪 所以才犯下了如此大错 求东家高抬贵手 冷清雨冷笑一声 不敢轻易得罪他 就用我的银子去做人情 陶谦你口中说的这么可怜 实际上也从中得了不少好处吧 冷清雨将手中的账本扔到地上 你自己看看 上面记载的是不是事实 陶谦拿起账本一看 顿时傻了眼 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他这些年从店里摊没每一笔账 陶谦抹了抹头上的汗 他本来以为叶大成已死 这些事他只要推到叶大成身上 就不会被查出来 没想到冷清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账目查得一清二楚 他现在无法辩驳 新来的徐掌柜给冷清雨端来了新期好的茶 然后眼观鼻 鼻观心 一言不发地站在冷清雨的身后 冷清雨也不再与陶谦废话 对许言道 徐掌柜 从我的账上给老陶只五十两银子 算是冷家给他的路费 给完了钱 就请陶掌柜的离开吧 陶谦知道自己这次是彻底没希望了 冷家的规矩 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他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他没有贪一时的便宜 没有被叶大成的言语所迷惑 他明明可以安心在冷家坐马二十年 拿到一千两的安家费 可现在 什么都没了 不过 证据摆在眼前 陶谦心服口服 他接过许言给的银子 给冷清雨磕了头 离开了冷家布庄 许言也得了冷清雨的指示 将陶谦所做的事 通告给了布庄各个店铺的掌柜 几天后 冷家布庄的其他掌柜 就各自得到了消息 大家见了其中的内容 也都吃了一惊 掌柜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有人叹息 陶谦一时糊涂 竟然做下这种舍大主小的事 有人赶紧让店里的账房 去重新盘点近几年的账目 查缺补漏 有了亏损的地方 赶紧查明原因 还有人在暗暗地欢喜 五年了 冷家那个雷厉风行 说一不二的东家 终于又回来了 冷清雨将陶谦的事情处理好 又询问许掌柜京城那边查到的情况 许言知道东家的问的是什么 忙将前些日子查到的情况 都说了出来 师父让人打探过了 永明巷里住的那个女人姓赵 在巷子里住了十多年了 她在冷家干了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是师父万七年最得意的徒弟 对冷家这位当家人十分了解 十多年前 正是东家与侯爷情义最浓的时候 任谁也不会想到 对东家情根深重的陆侯爷 竟然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外事 她小心去着冷清雨的脸色 见她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 才又接着说道 这位赵夫人膝下有一子 今年十四岁 两年前就考上了秀才 据说在凤鸣书院里很受重视 她为人千功有礼 从颖好学 书院的夫子们都很喜欢她 今年还准备在秋为中德的前三甲 这一点与他们家的陆少爷不同 陆少爷虽然读书不错 但算不上是拔尖 而且她身上总是有一种 世财傲物的劲 据说除了魏锦仪 她从不与同窗交好 也不把夫子放在眼里 书院的人都是看在侯爷的面子上 才对她礼让三分 那有查出来 这位赵夫人家的男人 是做什么的吗 冷清雨没有关心别人家的孩子 直接问道 这家的男人是谁 两人都心知肚明 许言答道 问了周围的邻居 都说这家的男人信路 在外面做生意 每年也回不来几次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 也没见过那个男人的面 十多年前 赵夫人生产的时候 也不在这边 说是去南方找自己的男人 过了一年多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 身边就多了一个娃娃 冷清雨轻笑了一声 信路 也难为这两人了 隐藏得这么深 许言接着道 调查这件事的人 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得到消息之后 师父也给了太银子 直接将人打发了 所以 东家请放心 除了师父和我 冷记不庄里 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冷清雨听出 许言是在维护自己 家中男人出去 偷吃这种 是要是传出去 他的脸面肯定要受损 不过冷清雨 现在不太在乎这个 偷心的人是陆庭恩 丢脸的 也应该是他 身为妻子 他行得端 做得正 为什么要替他感到羞耻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陆庭松和陆庭义那边 有什么动静 他继续问道 许言笑了笑 继续说道 正如东家宁所料 这个月初一 陆家那边就闹了一阵子 听说是陆家二房和三房 吵着接不开锅了 要找陆侯爷打秋风 咱们的人和府里的丫头熟 据说二房和三房 也不做什么过分的事 就是每天一到饭点 就带着全家 上上下下十几口的 到侯府吃饭 侯府的老夫人 心疼两个儿子 虽然生气 也会让下人 好好招待他们 过了几天 许事件东家没回信 侯爷从库里 拿了东西出来 给他们 后来才消停了 从库里拿了东西 冷清雨 眯了眯眼睛 侯府有两个私库 一个是老夫人的 还有一个 是冷清雨的 冷清雨的私库里面 全都是他带过去的嫁妆 老太太的库房 看得死死的 只有他自己有钥匙 而冷清雨的库房钥匙 却有两把 其中一把在侯爷的手上 侯爷能开的 就是他的那个库房了 若是放在以前 侯爷主动地朝他要东西 冷清雨可能二话不说 就给他了 可是现在 冷清雨轻笑 回去是要好好地 盘点一下库房了 看看到底少了什么 陆婷一最近去保斩方了吗 冷清雨又问 保斩方是京城最大的赌方 陆婷一号赌 以前曾将家中大半的资产拿去赌 还在外面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要不是冷清雨出手帮忙 陆婷一的家都得散 后来老太太以死向逼 陆婷一才总算是收了手 可赌徒的心 怎么可能真的收起来 上次万掌柜的来信说 陆婷一最近好像又去赌了 冷清雨让他暗中观察 必要时可以让人出面 借他点银子 这下 冷清雨不打算帮他还债 只想做他的债主 去 几乎是隔一天一去 许言回答 不过我离开京城的时候 他运气还好着呢 听说赢了不少 暂时没有在外面借银子 这个倒不着急 冷清雨声音淡淡的 十读九书 他早晚有借钱的那一天 冷清雨这边运筹帷幄 叶欣然也在医馆和李莫计划着 去府城开分店的事 现在天昌府的人也都知道 咱们顺一堂了 再加上雪原高的名气这么大 我觉得 我们永乐堂打进天昌府的时机一到 叶欣然被他的样子逗乐 也被他的心智所感染 医馆的大夫伙计 你都准备好了吗 李莫早就做了打算 说道 人我这边早就有备着的 这个倒是不麻烦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铺子的问题 我让人在那边看了 凌街的 有气派的门面 没有几个 咱们既然住到府城去了 肯定不能像在云通县这样 随随便便找个地方不适 看叶欣然对此没什么意见 他又补充道 我想找个大的地方 也是考虑到了雪原高的问题 咱们这个雪原高 现在卖得这么好 价钱又这么高 到了府城那边 肯定得有一个气派门面 才能配得上 他现在的地位和价位 毕竟人靠衣装马靠鞍 那乘一格卖衣服 还要把最贵的衣服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呢 我懂了 叶欣然说 不用礼摩多说 他也明白宣传的重要性 目前来看 人们想到雪原高 首先想到的是去疤痕 往往忽略了 他其他的作用 叶欣然打算再做点 雪原高同系列的产品 比如美白的 去皱的 这样 一定能够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我认识一个人 路子比较宽 我还是去求他找人 帮着打听一下门面的事吧 叶欣然说 相处了这么久 这还是叶欣然 第一次求冷清雨帮忙 冷清雨有些受宠若惊 原本不想麻烦你 但是冷家人卖广 所以能不能让 天昌府那边的人 帮着问一问 叶欣然试着说出自己的需求 冷清雨连忙答应下来 这有什么难的 我自己在天昌府那边 就有闲着的门面 你让你那个合作的伙伴过去看一看 如果能行 你们就直接用 如果用的话 我们会付房租的 就按市面上的价格来 叶欣然十分感激 冷清雨白手 付什么房租 不过是个小小的店面而已 欣然 娘家里有钱 而且是很有钱的那种 这些东西 早晚都是你和你弟弟的 冷清雨一腔真心都付了出来 这些叶欣然都看得明白 他很感激 也很感动 想要和冷清雨的关系 更亲近一步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开不了口 面对冷清雨的示好 他还是下意识地拒绝 其实我也有钱 虽然不多 但是租个店面什么的 还是足够的 冷清雨一看 叶欣然这句脾气 也是随了自己 不过他也看得出来 这些日子 欣然对自己一点也不排斥 而且 他现在是真心地 在关心自己 诗珍解读的那两天 欣然每天晚上都一不解代 可面上却还是维持着那种淡淡的态度 冷清雨有些心疼 这孩子一定是从小就没受过长辈的疼爱 所以他不会撒娇 不会委屈 只会让自己把事情都尽量地做好 太招人心疼了 等解决完了陆家的事 一定要好好补偿女儿才行 冷清雨心想 不过眼下 他也只是道 那就先看吧 看好了再说 如果你那个伙伴不满意 娘再让人给你们找 叶欣然就知道 这事找冷清雨算是找对了 两天后 李墨那边来了信 叶欣然给介绍的那个店面正是他当初相中的其中一个 那时候 我找衙行的人问了 人家衙行的人说 这个店面虽然是空着的 但是房主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登记过出租出售 你是怎么联系到房子的主人的 李墨一见面 就兴奋地问他 也是碰巧了 叶欣然也很高兴 房子能这么顺利地定下来 而且 这个店面是冷清雨的 他们就不怕生意做到半路 再让人把店面收回去 不对啊 能有这种店面的人 非富即贵 嫂子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么厉害的人啊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李墨一概不知 为了开分店 他忙里忙外 又是购买药材 又是寻找店面 就连叶欣然和肖怀安被衙门叫去问话的事 他也是 后来才听说的 所以他更不知道 叶欣然还认了个亲娘 这种事 叶欣然也没打算瞒他 是冷家出人帮忙给找的 他说 冷家 哪个冷家 李墨自己反应了一下 然后恍然大悟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 和叶欣然确认 是冷技不装的冷家 叶欣然点了点头 我的嫂子爱 你什么时候和冷家扯上关系了 关系好吗 认识他们家掌柜的 李墨继续追问 肖怀安看他那副产妹的嘴脸看不下去 冷冷道 和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了 李墨的情绪还处在亢奋之中 嫂子认识冷家的人 咱们想运货 就可以搭上他们家的那条运输线 你不知道 要说运输这一块 整个大梁最强的就是冷家了 不管做什么生意 只要搭上了这条线 生意算是稳了一半 到时候 你就算是想把东西卖到南疆去 那也是妥妥的没问题 叶欣然倒是第一次听人说起 冷家生意方面的事 他以前只知道 冷家有钱 冷家很会做生意 没想到 他们的运输线竟然已经这么发达了 如果有需要 我倒是可以问问 叶欣然说的轻松 这下李末更是好奇了 嫂子 你就和我说说呗 你和冷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倒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叶欣然道 冷记不装的东家 冷清雨 是我的亲娘 我滴个乖乖 李末张大了嘴巴 大得能看见他的后草芽 怀安 这是真的 他求证般的看向萧怀安 萧怀安点了点头 李末的神情突然变得有点奇怪 惊讶是惊讶的 叶欣然觉得 可是他看向萧怀安的时候 眼睛里总像是藏着点别的什么东西 是他看不懂的东西 实际上 叶欣然的感觉是对的 李末虽然对搭上冷家的生意比较高兴 但是对于叶欣然的这个身份 却有些忌惮 那可是陆婷安的女儿 做生意 他们可以再商言商 可是做亲戚 冷清雨的夫君 可是陆婷安 萧家的仇人之一 在叶欣然的注意力 被店里的客人吸引走后 李末再一次地看向萧怀安 神神秘秘地和他确认 嫂子说的是真的吗 萧怀安淡淡地回答 是 这种事情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李末急得跳脚 告诉你有什么用 萧怀安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你就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大夫 告诉你 你难道要给他下毒吗 不是 我不给他下毒 最起码在嫂子面前 也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怎么办 那可是嫂子活跌 你的愁怀报不报 萧怀安忽然就笑了 笑得如风轻月朗 琳琅珠玉 李末看不懂 只觉得他在装逼 你笑什么笑 他抱怨道 萧怀安收敛的笑容 看着叶欣然的背影正色道 我笑 老天忠实待我不薄 让我与家人 不必因为一个坏人 而产生隔阂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末问到半路突然反应过来 你是说 嫂子不会反对 你去找他亲爹寻仇 不仅不会 还会支持 萧怀安点头 因为我们的仇人是一样的 卧槽 好乱 李末终究是看不懂了 你是说 嫂子和他亲爹有仇 陆廷恩坏事做尽 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放过 就算没有 他对萧家做的那些事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萧怀安的语气冰冷起来 李末实话在当场 他没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 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叶欣染的时候 他还是被家人下了药 送到乡下的园外家大小姐 他心中也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 肯定是陆廷恩将自己的女儿 故意丢在这边的 两人所在的地方自称结界 见没什么人注意这边 李末又小声地问道 怀安 我不是要打探什么 但是你现在腿也好了 你报仇的事情 李末知道 萧怀安肯定是不甘心的 他能坚持到现在 一个是为了孩子 再一个 就是为了他全家被灭门的仇 三皇子 还有三皇子的羽翼鹿家 陈家 萧怀安最痛苦的时候 就是靠着满腹的仇恨坚持下来的 那时候 萧怀安眉宇间都是鹦鹉之气 李末生怕他绷得太紧 将脑中的那根弦给绷断了 可是现在在看 萧怀安已经收敛了身上原本的锋芒 变得让人看不懂了 李末并非鼓励他 一定要报仇 只要萧怀安说自己放下仇恨了 他当然也希望 看着他平平淡淡 幸福美满 可是 他放得下吗 三皇子如今风头正盛 我还需要一个时机 萧怀安的眼中暗流涌动 他不能轻举妄动 因为他并非孤身一人 可以拿命去毒 以前他身边有三个孩子 现在除了孩子 还有欣然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朝不慎 给他们带来危险 好好好 我的意思也是 要从长计议 李末听见萧怀安这话高兴起来 以前他总是怕萧怀安冲动 如今看来 他能让陆廷安活着 离开云通县 而没有对他下黑手 说明萧怀安应该是真的想通了吧 怀安 你能想通 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须须图知 将来有一天 你的仇肯定能报 李末说道 叶欣然那边招待完了顾客 看见两人凑得很近在说话 便过来问道 你们说什么呢 李末赶紧掩饰 没什么 我再给萧哥说 咱们将来开店的计划呢 萧怀安却偷偷轻轻 拉住了叶欣然的手 说道 他在告诉我 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和你好好过日子 虽然他最后的意思 也和这个差不多 可是 总觉得萧怀安在趁机撒狗粮 是怎么回事 对了 叶欣然听到这个 也想起了其他的事 李末 新店都要开业了 家中的夫人 不过来给你贺喜吗 我听说你成亲之后 就跑出来了 怎么 很怕家中的夫人 李末没想到 叶欣然会提起这个 他怨恨地看了萧怀安一眼 都怪他提什么 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话 他家中的那个母老虎 要是有嫂子一般的善解人意 他也不至于这么久 都不敢回家了 一个妇人而已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李末嘴硬地说 他不过是仗着 他的父亲是瑞王 就逞兄霸道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叶欣然不知两人的纠葛 便看向萧怀安询问 萧怀安摇了摇头 事宜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知道的那些东西 都是从李末嘴里说出来的 偏听偏信 总是有事偏颇 况且 瑞王家的女儿下嫁给李末 当初肯定是看中了李末这个人 不可能嫁进来之后 无缘无故地就要欺负他 这其中 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李末 你既然成亲了 就没有把夫人留在家里 守活寡的道理 再说 你想让一个女人 在家里为你守身如玉 还要替你伺候公婆 你一个月能给她多少钱 叶欣然质问 提到钱 李末明显的底气不足 她的嫁妆那么多 又比我有钱 我给她钱她也看不上吧 好 那按照你的说法 她不图你的钱 也不图你的人 嫁到你家 就是为了欺负你 你是峨眉山上的猴子吗 人家为什么非要欺负你不可呢 认识这么久 这还是叶欣然 第一次对李末输出了这么多 往日里 两人在生意上的合作 还是挺愉快的 没想到 今天偶尔提了一下家里人 就让叶欣然这么生气 李末求助般的 看向肖怀安 肖怀安怂怂间 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叶欣然知道 这是李末自己的家事 但是他这人也有原则 就是绝对不和渣男做朋友 况且 内宅不和人 往往财运也不会忘 作为合作伙伴 叶欣然觉得自己 为了生意 也有必要考虑这方面 我问你 你不愿意理会 你的夫人 是因为你外面有人了 你本来有想取的青梅竹马 叶欣然见李末 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又问道 李末赶紧摇头 没有的事 绝对没有 那你现在对夫人不满意 就故意冷落她 想要在外面取通房 找外事 没有没有 李末的两只手 都摇出了残影 见她这样 叶欣然的态度 终于缓和了一点 李末也趁机解释道 我外面没有人 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是单纯的 想好好地做好我的医馆 那你澄清干什么 叶欣然才不相信她的鬼话 我 我澄清之前 也不知道月婷是怎样的性格 李末勉强替自己解释着 叶欣然没有继续追问 这让李末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看着萧怀安 用眼神询问 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 你自己的夫人 你倒是哄一哄 萧怀安却还是耸了耸肩 谁惹的 谁哄去吧 叶欣然早就看到了 两人的小动作 她最后说了一句 再大梁 身为女子也不容易 你若是有心 就好好地与夫人沟通一下 没准问题 就解决了 我看你做生意 也是把好手 怎么面对自己家里的事 反倒没了主意呢 李末的脸终于红了起来 其实叶欣然说得对 就算他不说 他也知道 自己家里的事 躲是躲不了的 既然早晚都要面对 就不要等两个人相看 两相宴的时候再去解决 那个时候 就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了 那我考虑考虑 等新店开张的时候 将月亭接过来 小住两日 具体办法 你自己去衡量吧 希望不要因为你的家事 影响我们的生意 叶欣然叮嘱 那自然不会 这一点 李末还是有信心的 他都出来这么久了 以陈月亭的本事 他要是想破坏自己的生意 一定有很多办法 可是他什么都没做 说明 他还是尊重自己的选择 也支持自己开医馆的 好在现在生意越做越好了 等再次见面的时候 他也不必因为他的一句话 而觉得颜面扫地了 叶欣然和肖怀安 处理完了店里的事 肖怀安便又赶着马车 去了冷记部庄 接冷清雨 冷清雨已经与许妍将布庄的账目重新捋了一遍 许妍聪明 又在冷家干了这么些年 所以上手得很快 甚至冷清雨之前忽略的漏洞 都被他给发现了 看见叶欣然和肖怀安两人过来 冷清雨十分高兴 他将叶欣然介绍给许妍 说道 这是大小姐 以后见她如见我 欣然有什么要求 照办就是 许妍立刻恭敬地给叶欣然行礼 许妍见过大小姐 叶欣然忙须扶了一下 许掌柜别客气 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 还得请许掌柜帮忙 许妍立刻硬了下来 大小姐若有需要 尽管吩咐 说话的功夫 叶欣然在看着许妍 许妍也在偷偷地打量叶欣然 之前只是听说云通县的这位 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现在见了面 她也就心知肚明了 怪不得夫人能找到这个女儿 这位小姐与夫人 无论是长相上 还是气质上 都太相似了 如果这都不是母女 那什么样的才是 相比下来 惊中的那位 就差得不是一心半点了 东家不日就要回京 那位小姐在铺子里抽掉的银钱 不知道会做何处理 不过这些算是东家的家事 只要东家不提 她就不应该过问 冷清雨上了马车 同叶欣然一同回去 路上 冷清雨又问起叶欣然 要开办作坊的事 上次你和我说 要办一个作坊 扩大你那个血盐膏的生产 现在想的怎么样了 叶欣然道 基本定下来了 做肯定是要做的 不过 先要把作坊建起来 我经手过的生意 大多以丝绸和布匹为主 这种美容养颜东西 还真没见到过 产生工序复杂吗 需要准备的多吗 你有没有计算过 需要多少人手 药材的主要来源是哪里 利润能有几成 冷清雨到底是个生意人 一提到生意 就计划到了很远 叶欣然倒是不担心利润的问题 单从药材的成本上来看 她的血盐膏 算得上是利润很高的买卖 只是生产工序 不能对外公开 真正雇人生产也有麻烦 不过 她要想把生意做大 就不能一直偷偷摸摸地 在空间里生产 早晚都会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之前张大山偷偷跟踪她 她怀疑张大山那个时候 就是想偷窥自己的血盐膏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后来张大山出事 这件事不了了之 但是叶欣然一直放心不下 所以 在新店开始营业前 她的作坊也要先建起来 她对冷清雨说道 人就从村子里找 自己村子里的人知根知底 做工也方便 不过没有会管理的人 需要在外面寻两个 药材就从李莫的店里出 来年开春了 山里也会长出些药材 到时候 还能就地取材 降低更多的成本 冷清雨很是高兴 不愧是自己的女儿 已经把问题都想到前头去了 那地方是定在哪里了 我家左侧 不是正好有一块空地 能有一亩左右 见作坊足够用 叶欣然说 上次我和李正书也商量了一下 那块地离我家最近 又不是耕田 用来盖作坊正合适 那就好 冷清雨点头 上次买的青砖和地砖 都还剩下一些 我在找城里食材铺的老板定一些 现在天凉了 正好现在大家都有时间 多叫上一些人 估计十天半个月的 就能把作坊盖起来 说到盖房子 冷清雨觉得自己的钱 又有了用武之地 你手里的银钱可够 你们不是刚刚盖了房子吗 要不要娘帮你出这个钱 叶欣然还是拒绝 帝氏李正书 折了价卖给我的 再加上之前 麋鹿山的分红里 正书一直没给 他说 这块地就抵给我了 不用我花钱 而且 叶欣然画风一转 又接着说道 我手中也真的有钱 冷清雨看他这个样子 想起之前自己也是这种语气 对他说自己有钱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钱好 这样我也放心了 你现在比你那个弟弟强多了 你弟弟 现在还要花我的钱呢 你自己赚的钱 都够养活一家人了 书院里的陆长青 忽然觉得鼻子一痒 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怎么又变天了 他揉了揉鼻子 忍不住四周看了看 叶欣然到家后 就又去找了李正 李正听完了他的计划 很是意外 什么 你这么快就要盖房子了 他们村子 还从来没有出过一年之内 盖两间房的例子 况且 还是这么大的房子 一出手就要几亩垫 对啊 叶欣然提醒 李正书你难道忘记了 我前些日子不是和您提过了吗 就我家旁边的那块垫 提示提过了 但是我以为你说的以后 要很长时间 最起码 过了年再说 李正道 叶欣然 年后就有些太晚了 正好现在农前 大家都有时间 我也想拧一拧进度 在入冬之前 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 所以李正书 帮我跟大家伙说一下 这次盖房子 每天需要多加一个时辰 但是每天多给十文钱 大家伙有愿意来的 就都过来帮忙呗 每天多给十文 李正有些意外 那一个人 一天不就三十文了 对啊 叶欣然答 木匠师傅和瓦匠师傅 每人六十文 妇人和孩子每天二十文 你这孩子 你现在不是我侄女 你是咱们村里的大善人啊 一听叶欣然给的工钱 比在外面扛大包给的还要高 李正又高兴 又有些替叶欣然心疼 你也得省着点花 虽然上次县令赏了你家一百两银子 可过日子 就得细水流长 不能有钱了 一下子都花完了 你说是这个礼部 这个我心里有数 叶欣然说 我也不是盲目的盖房子 我建这个作坊 也是为了赚钱的 等作坊开起来 还需要大家伙来我这边帮忙才行 好 只要你赚钱 咱们村里的大家伙 都能跟着沾光 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 找人干活这种小事 就交给我 你李正书在村里这么多年 他们一个个的什么德行 我心里门清 你就说 你要什么样的人 剩下的交给我 李正的大包大揽 正和叶欣然的意 他连忙感谢 多谢李正书 所谓书业有专攻 在雇人干活这方面 李正确实给自己帮了不少忙 也亏得李正是这样的人 要是在东沟村 遇上赵福生那样的李正 估计要做这些事 就没那么顺利了 既然事情都敲定下来 叶欣然回到家里 就开始画作坊的图纸 他的这个作坊 一个是用来加工药材 还有一个主要就是用来生产洗脸皂 叶欣然仔细地研究过 实验室里的机器 主要用来生产血盐膏 在他所知范围内 也就洗脸皂工序最简单 最好操作 有血盐膏的底子在 他的洗脸皂 也可以尽量做得精致一点 价格卖得贵一点 叶欣然现在的画画水平 没什么长进 他大致地画出了范围 再做上标志 其余的 就等陆长青回来 帮着自己完善 见叶欣然一直在忙 肖怀安便默默去厨房准备饭菜 冷清雨见了 很是欣慰 华 要不要我给你帮帮忙 我做的味道一般 但是做菜的方法 我都懂的 肖怀安正在淘米下锅 他按照叶欣然 教给自己的方法 十分认真地量好了 米和水的高度 量好了之后 才站起身来回复道 陆夫人 我做的味道也一般 但是欣然曾经教会我两道菜 我做着还可以 真的吗 欣然交给你的 那你再交给我吧 冷清雨在面对叶欣然的时候 会心怀愧疚 在肖怀安面前 就自在的许多 有些要求也能提得出来 还有啊 怀安 虽然欣然叫我陆夫人 但是你也知道 她是我的宝贝女儿 你就是我的女婿 你们两个总是陆夫人 陆夫人的叫 我听着很是声分 再说 我现在听见路子 就觉得头疼 要不 你喊一声娘来听听 这 肖怀安还没遇到过这种难题 欣然没喊娘 肯定有她自己的考量 可对面这个 确实是自己的岳母大人 她若是拒绝了 岳母会不会记仇 她若是喊了 欣然会不会不高兴 犹豫了半晌 肖怀安还是坚定地喊了一声 娘 唉 冷清雨高兴 立刻应了下来 好孩子 你这生娘 真是叫到了我的心坎上 以后有难处 就和娘说 这是我应该叫的 肖怀安难得脸红 既然打破了僵局 冷清雨开始关心起肖怀安家中的问题来 以前也没听欣然提过 你老家是哪里的 家中还有什么人 兄弟姐妹有几个 冷清雨曾经侧面打听过 只知道肖怀安是被流放到这边的 其余细节一概不知 我老家在墨北那边 肖怀安实话实说 那么远啊 冷清雨惊叹一声 家中也没什么人了 肖怀安难言脸上的落寞之色 只有我 还有大哥家的几个孩子 冷清雨有些慌了 他以为肖怀安流放到这边 只是和家人分开了 没想到他家里人竟然都没了 不好意思 我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己的女婿 正在这尴尬的时候 两个小不点正好放学回来 外祖母 二叔 我们回来了 俩孩子进门就叫人 然后跑到书房里 把书箱一放 就到后院去喂鸡鸭和大鹅 冷清雨看着孩子这么懂事 心中也是说不出的滋味 都是命苦的孩子 以后要好好的疼爱他们一家人才行 等陆长青回来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肖怀安早就做好了饭 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饭 其中没有一道是冷清雨做的 吃完饭 就被叶欣然叫到房间里去画图纸 两个小的收拾了碗筷 却绷着脸到后院蹲马步去了 冷清雨习惯吃了饭 在院子里走一圈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两个小家伙 在晚饭后过来扎马步 连忙问 这么晚了 怎么不去读书呢 长安心中委屈 却还是认真答道 二叔罚我们扎马步 我们得把马步扎完了 才能回去读书 你们犯什么错了 我看你们从进门来不是挺好的吗 冷清雨不解 长平解释说 外祖母 我们不是晚上犯的错 是早上犯的错 我们早上起来晚了 二叔把裤子都洗完了 我们才起来 所以二叔罚我们的 我们才没起来晚 长安心中还是不服气 都是二叔起得太早了 他还不承认 长安到底年纪小 站了一会儿之后 身子都在晃 长平健壮 挪后了半步 将自己的腿 顶在长安的腿后面 帮他稳住了身子 长安觉得轻松了不少 他扭过头 朝着长平笑一笑 长平也对着长安笑 你放心吧 不管什么时候 二哥一定会在你后面保护你的 长平说 嗯 长安小脸通红 却还是尽量马步扎的标准一点 等扎完马步 我们去书房背书 好 长平虽然不喜欢读书 却也点头答应下来 多好的孩子呀 如果这是自己的亲外孙就好了 冷清雨在一旁看得一脸慈爱 他突然想到 对呀 欣染和淮安成亲这么久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什么时候生个外孙 给自己带就好了 叶欣染和陆长青 商议作放的事 一直到很晚 才把最终的方案定下来 收拾图纸的时候 叶欣染还有些不好意思 是不是耽误你读书的时间了 长青满不在乎 读书需要日积月累 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 姐 带作放倒是不难 那洗脸造的配方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自己试过吗 真的好用吗 陆长青有些担忧 不过她的话 也给了叶欣染一些提示 你们在书院的时候 洗脸都是用什么 叶欣染突然问 用 用清水啊 陆长青被问得一愣 又立刻补充道 好像也有人会用到枣豆 说到这个 长青的担忧更剩 姐 你要做的 不会就是枣豆一类的东西吧 我跟你说 那东西没用 我一个同窗 因为脸上长满暗窗 想用枣豆洗干净 结果越洗越严重 最后没办法 去医馆开了药 每天熬煮湿敷 这才好了一点 不过那个药味特别的臭 我们忍受了好久 每天上课 就像是在蹲毛房 噗 叶欣染被他形容的笑了出来 你说的暗窗 是不是一个个小痘痘 上面还有白色的尖尖 好像是 陆长青移了一声 姐 你也不用说的这么详细吧 详细的让他又想起那股臭味了 叶欣染立刻说 那等我这个洗脸灶做出来 先给你同窗试试 看能不能把暗窗洗掉一点 我说的那个同窗在京城 陆长青赶紧说 况且 人家也好的差不多了 他才不要主动去给人家送什么洗脸灶 太尴尬了 那是你没注意观察 你现在的同窗 肯定也有人有暗窗 叶欣染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他推测 所谓的暗窗 应该是青春痘 书院里的学子们 很多都是正值青春的时候 有人长痘也正常了 除了那些大家小姐们 这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吗 姐 你这陆长青不知该如何拒绝 叶欣染立刻说 你放心 我的洗脸灶绝对好用 不会让你丢脸的 陆长青无语 他才不怕丢脸 他是和那些人根本不熟好吗 秋意见农 村里的秋种 也慢慢地接近了尾声 今年因为肖家做出来的脱离机 所有村民都赶在天冷之前 完成了秋收和秋种的所有工作 赋税已经交完 现在仓里面有剩下的粮食 地里还有新种下的种子 大家的心都比往年踏实了不少 目前要做的 就是修修农具 补补屋顶 趁着天气好的时候 多备点柴火和干菜 把过冬衣服准备出来 再有余力的 就开始想办法 去外面找点活计 给家里面补贴家用 李正把肖家 要盖作坊的事 和大家一说 大家伙全都兴奋起来 李正说 我报名 还有我 我们全家都能干 我和孙子 还有孙子他娘 我们三个人 大家都争着报名 很快就有了四十多个汉子 十多个妇人 和六个孩子报名 李正给他们分了组 告诉他们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 就到肖家来干活 叶欣然则和几个瓦匠 木匠们 先在空地上 研究了一下作坊房间的分布 第二天 大家果然早早地 就来到了空地上 肖怀安等最后一个人 领完了公牌 就去加入了 挖地机的队伍 大家也不问 盖作坊干什么用 闷头就是干活 不过干着干着 就觉察出了奇怪的地方 这次盖的房子 和他们之前盖的都不一样 房子里面没有卧室前厅 进去就是一口大灶 房间的墙壁 还是斜着的 上窄下宽 按照图纸还要留很多的通风口 这个屋子奇怪 这是做饭用的 有村民对图纸上的作坊模样 产生了好奇心 你看看这大灶 谁家做饭用这么大的锅啊 有人反驳 二住爹是公投 见大家讨论起来了 就立刻打断 行了 做什么用的 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现在抓紧时间 先把这块丢画个线 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有之前盖房子的经验 这次大家配合起来 格外的默契 五天后 房子就已经出现雏形 从大老远的 就能看见高于一般房子的屋顶 还有屋顶上面 那个竖着的大烟囱 村里的老老少少 都起了好奇心 没事的时候 都往这边走一脚 过来看看热闹 张大爷 你年轻的时候走得远 你见过这样的房子吗 有人问 没见过 张大爷瞪着有些浑浊的眼睛 摇了摇头 真的没见过 这房子 真的挺奇怪的 是啊 人们窃窃私语 这么大的烟囱 看起来要烧好多的柴盒才行 这房子四周还留着空地 听说要留着重彩呢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远远地看见叶欣染 带着孩子们过来 大家都围拢了上去 叶娘子 这次盖的房子 不是要住吧 这是要做什么用的 叶欣染见大家都好奇 便解释到 做洗脸灶用的 洗脸灶 洗脸用水不就行了吗 还用什么灶 张老太洗了一辈子的脸 也没用过那个东西 其他村民也纷纷附和 这个东西 有人买吗 花了这么多的钱 建房子 可别赔了 就是 就是 大家也都替叶欣染心疼起来 这个时候了 叶欣染也打算让大家知道 知道以后要做什么 他从空间里 把自己用的洗脸灶 拿了一块出来 这块洗脸灶 是他以前买来的 和他现在要做的 也没太大区别 阿婆 这个就是 我要做洗脸灶 你闻闻 好闻不 张老太看着眼前 粉嫩光滑的洗脸灶 没敢伸手 只就着叶欣染的手 闻了一下 立刻点头 好闻 好闻 这是什么花的香味 这个是桂花 叶欣染答 我们以后 也可以做别的香味的 柱子 你家离得近 你回去 帮我打盆水来好不好 叶欣染起身 对站在人群里的二主说道 二主没想到 叶欣染会叫自己 赶紧应道 好好 我这就回家去去 他一溜烟地跑开 剩下的 都围着叶欣染 观察他手中的洗脸灶 刚刚大家都在场 谁也没注意到 叶欣染是怎么把 这块洗脸灶拿出来的 把这种东西 带在身上 就很奇怪 可一闻洗脸灶的味道 大家又都能理解了 这么香的东西 谁不想带在身上 二主很快将水盆端了出来 里面晃晃荡荡的 装了半盆水 叶欣染招呼张婆子道 阿婆 今天用这个洗脸灶 帮你洗个脸好不好 张婆子受宠若惊 又有些不好意思 他这张老脸 也好几天都没洗了 万一一会儿 把水洗黑了怎么办 可他抵御不了 洗脸灶上香味的诱惑 行 我老婆子今天就豁出这张脸去了 他伸手拘水 拔脸打湿 叶欣染把洗脸灶 放在他的手中 握着揉搓了两下 手上就沾满了绵密的泡沫 把眼睛闭上 把手上的泡沫涂到脸上 像平时那么洗就可以了 叶欣染在一旁直倒 张老太把泡沫涂到脸上 鼻尖立刻被淡淡的 桂花味道所包围 让他舍不得像平时那样 快速地结束洗脸的过程 而是仔细地揉搓了一下 日积月垒下的成垢 在这种揉搓下 竟然慢慢地掉了一些 叶欣染见他搓得差不多了 提醒道 现在可以了 张老太只好依依不舍地 把脸上的泡沫冲掉 这一冲掉 大家就发现 张老太的脸 竟然真的比刚才白了一点 白了 白了 对啊 好像真的白了 张老太看着变得浑浊的水 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 他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些 因为现在的脸滑溜溜的 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年轻了 这玩意是真好用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脸都没这么滑溜过 张大娘 我摸摸行吗 张生家的媳妇问 张老太连忙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脸 那可不行 我这是好不容易洗的 众人看见他这个样子 全都笑了起来 真这么好用吗 是啊 张大娘的脸洗过之后 都是滑溜溜的呢 不就和枣豆一样吗 见大家都很好奇 叶欣染干脆说道 要不大家都试试吧 这块取水不方便 咱们去河边找个地方洗去 听叶欣染这么说 妇人们全都高兴起来 好 去河边好 说好了 一人用一点 可不许多用 没多一会儿 云边村的河边 就蹲了一排二十多个妇人 他们用河水将自己的脸打湿 然后等着洗脸造传到自己的手中 每一个人拿到洗脸灶后 就把洗脸灶在手中转伤那么两圈 等手上有了丰富的泡沫 就把洗脸造传给下一个人 用洗脸灶洗过之后 脸上变得又湿润 又光滑 妇人们看着彼此 互相夸赞对方便美了 然后笑得合不拢嘴 同样高兴的 还有站在岸上的男人们 他们不知道 自家媳妇洗个脸为什么这么高兴 不过看见她高兴 自己也跟着高兴 叶欣染作为旁观者 就看着一群妇人蹲在水边嬉嬉嬉 一群男人站在岸边笑呵呵 还真是一副和谐的场面 等大家都洗完了脸 洗脸灶差不多瘦身了一圈 最后一个用的是二蛋娘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 把洗脸灶还给叶欣染 然后说道 我看这个洗脸灶能行 这可比早都好用多了 就是我们用的太多了 都快用没了 叶欣染接过洗脸灶 收到腰间 然后说道 本来就是给大家活用的 你们要是喜欢 等工坊里的洗脸灶生产出来了 给大家美元分一块 那可不行 咱们不能买哪 到时候你卖多少钱 我们买 那就到时候再说 两人这边说着话 另外一边有年轻的小两口已经凑到了一起 大柱刚刚娶了媳妇不久 这会儿已经迫不及待地凑到媳妇身边 媳妇 你们刚才用什么洗的脸 好香啊 快让我闻闻 你别靠这么见 大家伙都看着呢 大柱媳妇脸皮薄 把人往外面推了推 大柱便拉着媳妇的手道 那咱们回家闻 两个人轻轻我我 看红了一帮人的脸 剩下的两口子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眼中都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暧昧 只有叶欣然一个人 举目四望 连个和他对视的眼神都没有 还真是超级狗粮盛宴啊 他心中叹了一句 便离开众人往家里走 到了家门口 发现一辆陌生的马车停在外面 院子里 冷清雨正在和一个陌生人说着什么 是惊中来的客人 叶欣然打了招呼 冷清雨朝他招了招手 欣然 你回来了 快过来坐 这是侯府的管家 来和我报账吗 侯府的管家 来这边报账 这侯府把夫人看得这么重 叶欣然这么想着的时候 那位管家却还在说着话 半月前 沁国公府上星天了小公子 老夫人让人送去了一对玉如意 一把金锁 和一对银镯子 这些是在玲珑格挂的账 一共是850辆 二老爷和三老爷 这个月的月银一直没有给 老夫人从自己的账上 支出了400两银子 老夫人说 这400两是他先给垫上的 剩下的1600两 等夫人回京之后 一并不及二老爷和三老爷 管家喋喋不休地 念着手里的账本 冷清语淡淡地问 还有吗 还有就是一些家里的开销 吃穿用度 还有小姐和老爷 外出房有用的银子 一共是1300呀 管家说着 将账本递给了冷清语 按照以往的规矩 只要冷清语在上面 签了字盖了章 他就能去冷记的绸缎庄 取银子了 绸缎庄的掌柜的 是个老顽固 他只认冷清语的字迹和印章 不认人 管家静静等着 冷清语却没有动 只是开口道 我刚刚是想问你 这里面有我的花销吗 管家愣住 夫人自己的花销 侯府的花销和夫人的花销 有区别吗 不都是夫人管着的吗 见管家不说话 冷清语将账本 往他的方向推了回去 我这个月都没在侯府 府中有老夫人掌管 他们要送礼 要吃要喝 尽管从中宫的账上出 侯爷每月的月银 都是交在中宫账上的 有老夫人做主就好 这 管家愣在当场 却听冷清语继续说道 还有二房和三房的月钱 以前是我拎不清 明明分家了 还要给钱帮扶他们 不过 最近我想明白了 这村子里 连十几岁的孩子 都知道干活补贴家用 他们怎么就不行 人都说 罐子如沙子 身为长嫂 我给他们钱养着他们 就是在害他们 是时候 让他们学着自立了 管家张大了嘴巴 想说的话 全都堵在了嗓子眼 一句都说不出来 夫人 这是要当甩手掌柜的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夫人怎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夫人 这个月的账目 老夫人已经看过了 是老夫人让我大老远跑过来 将账本给您过目的 老夫人说 这么多年 侯府的账目 都是您在掌管的 他对这些 早就生疏了 生疏 冷清雨冷笑 当初老夫人让他管家 却连中共的仓库的钥匙 都没有给他 是他为了争一口气 硬是靠着自己的家底 将整个侯府撑了起来 当初他的想法是 老夫人不赞同这门婚事 他就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让老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 可是现在回头再看 一切就像是笑话一样 陆廷恩做的那些龌龊事 老夫人心知肚明 却还要装着糊涂 一边花着自己的钱 一边说他恃宠而骄 这对母子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慧眼 陆管家哪知道 冷清雨心中所想 他见冷清雨面色难看 还以为他只是一时生气 怪侯爷没有亲自过来 便替自家侯爷解释道 夫人 侯爷他近日来公务繁忙 实在是抽不开身 但侯爷心中 还是很惦惦夫人的 陆管家 你把我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报给老夫人就好 我这边没什么事 就不多留你了 冷清雨不想听他的废话 直接感人 可是夫人 管家没完成任务 一脸的焦急 叶欣然却站了起来 陆管家 我娘的话 你没听清楚吗 还想赖在我家里不成 陆成一看 叶欣然这架势 这是一句话 都不让说了 可这么空着手回去 老夫人那边 可就交代不了了 两相比较 还是夫人 更能宽带下人 于是他又劝道 夫人啊 奴才这么回去倒是行 可老夫人 若是怪罪下来 我怕他会迁怒夫人啊 这句话刚说完 陆管家 就感觉腿上 火辣辣的疼 萧怀安手中 拿着一把扫帚 边挥舞边赶人 麻烦让一让 把我家地踩脏了 说完 又是一扫帚挥来 将陆管家掀开良民院 陆管家 不是 你扫地别冲着我来啊 萧怀安 这么大的会晤处在我眼前 不扫你扫谁 陆成一步三回头的 被赶出了萧嫁 冷清雨仿佛看不见 他这会儿只盯着叶欣然 心中是说不出来的激动 欣然 你刚才 管我叫什么了 叶欣然 陆夫人 冷清雨 不是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你叫我娘了 你叫我娘了 叶欣然 刚才确实是叫娘了 他看不惯一个管家 这么不要脸 一会儿提老夫人 一会儿提侯爷 好像提了这两个人 冷清雨就不得不扶软似的 叶欣然在旁边听着 就忍不住 想要为身边这个女人撑腰 冷清雨 现在可是有女儿的人了 想欺负他娘 得先问问 他这个做女儿的同不同意 见冷清雨激动成这个样子 叶欣然也不再坚持 只好扶了软 好好 你是我娘 以后都叫你娘 行了吧 好 冷清雨激动地抓住叶欣然的手 久久不能平静 陆管家透过门缝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来之前 隐隐约约听人说起 夫人在这边认回了轻生的女儿 可这个是轻生的 那家里那个呢 陆管家好像突然想明白了 夫人认回了自己的女儿 侯爷却还是偏袒家里的那个 所以 两个人之间 现在有些矛盾 这样一想 陆管家心中豁然开朗 怪不得夫人 是如今这个态度 她一定是在生侯爷的气 解铃还虚戏凌人 除非侯爷亲自出马 否则夫人这气 怕是很难消 可就这么空手回去 老夫人一定会责罚她的 想想老夫人的手段 她就心里发麻 千里之外 侯府老夫人 正对着下人发脾气 因为金枝给她闭头的时候 不小心扯断了一根头发 老夫人随手将滚烫的茶水 倒在了金枝的身上 金枝被烫得浑身发抖 却不敢叫出一声疼来 只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老夫人息怒 是奴婢笨手笨脚 伤了老夫人 老夫人切莫因此气坏了身子 金枝是跟在老夫人身边 十多年的老人了 众丫鬟见金枝都被老夫人罚了 一个个的全都不敢吭声 纷纷跪倒在地 陆老夫人稍稍出了口气 缓了一下神色 对金枝道 退下吧 去换了衣服再来伺候 是 金枝硬事退 回屋之后 发现自己腰侧被烫的地方 起了一串的疗泡 针扎一样的疼 她胡乱地在伤口处擦了点药膏 又咬着牙 换了一身衣服 重新回到了老夫人身边 此时 老夫人正在闭目养神 听见金枝进来 便问了一句 可好点了 金枝赶紧答 谢老夫人关心 并无大碍 你不要以为 我留你在府中这么多年 就会宽待于你 人都是有惰性的 一旦给了点好脸色 就会认不清自己是谁 老夫人闭着眼睛说道 就像那个女人一样 以为自己 在侯府过了这么些年 自己的地位就稳了 未经我允许 就敢私自在外面 逗留这么久的时间 我要让她知道 就算她一辈子不回来 这侯府的吃喝嚼用 她也得给我乖乖地拿出来 陆老夫人 还在这里做着美梦 殊不知几天后 管家就会带回 让她吐血的消息 而云边村这边 叶欣染的洗脸造工房 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半个月后 工房全部建成 一共有十间屋子 一间是库房 用来堆放各种原材料和药材 八间是洗脸造的工作房 还有一间最靠里面的是 血盐膏的工作房 血盐膏的工作房 只有一把钥匙 也不对外开放 另外八间 却可以随便进出 洗脸造所用的基本材料 是猪油和草木灰 前三间屋子 就是用来熬制猪油 和烧制草木灰的 猪油的熬制 基本上要从早到晚 烧出来的草木灰 正好可以用来做碱水 而第四间房子 就是用来熬制碱水 并进行过滤的地方 等猪油和碱水全部合格后 就会被挪进第五个房间 进行融合加工 这是整个加工过程中 最复杂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猪油和碱水的配比 必须正确 同时还有叶星染 专门准备的神秘成分 除此之外 融合加工的时候 就要放进香料 叶星染目前准备了三种香味 桂花香 橘子香 还有木香 一段时间后 还可以根据大家的反馈 进行调整 等熬制完成后 液体的洗脸灶 就会被挪至第六间屋子 这间屋子 就是用来定模成型的 叶星染找人制作的模板 还没有完成 等制作完成后 将洗脸灶的液体 倒入模具之后 放置阴干就可以了 到了第七间屋子 就是对成型的洗脸灶 进行打包的地方 市面上常见的藻珠 通常没有什么包装 为了提到档次 叶星染找木匠铺 定做了大小合适的木盒 木盒上面有图案 还有洗脸灶的名字 打包完成后 第八间屋子 就是存放洗脸灶的库房 叶星染带着大家 一间一间的走过来 每一道工序 都做了简单的介绍 顺便 也检查了一下 各个方间配置的情况 基本上 就是我说的这个流程 初期生产的时候 需要二十个人手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 就去李正书那里报名 由李正书帮我把关 等以后生意做起来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人 来给我帮忙 我报名 我 我也报名 一听说又有活干了 而且这活看起来还不累 男女老少们全都有兴趣 正好李正也在 大家就把他围了起来 李正说 你以前说过了 会看平时的表现 考虑用工安排 我这段时间 可一直表现挺好的 这次该有我的份了吧 村民张松说 还有我 大猪也说道 我觉得 这次应该能轮到我了 李正从兜里 掏出了一个本本 一边翻 一边说道 你们都别急 谁干活干得好 谁干得不好 我本子上都记着呢 一看李正掏出了本子 大家全都往前凑 上面有我吗 有我吗 不过凑上去之后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又都退了回来 倒不是因为谦让 而是因为全都不识字 李正本子上画的密密麻麻的东西 他们一个都看不懂 大侄女 这二十个人里面 你要几个女的 几个男的 李正看完本子之后 又问叶欣然 叶欣然想了想 砍柴 匹柴 熬油 过滤这些都需要壮一点的男丁 但是 等压磨和打包的时候 女的就更合适了 那就先安排十四个男的 六个女的吧 叶欣然说 行 李正看着本子 叫出了二十个人的名字 其中就包括 刚才询问的大柱和张松 没选中的人 虽然有点失落 但是看看那些被选中的 又有点福气 人家确实比自己能干 而且 之前盖房子的时候也都没少出力气 大家都没说什么 只能希望下次再有活的时候 能轮到自己 这次的名单里没有张大山和二主 两人心里都明白 李正这也是为了公平 这半年多 他们靠着种草药和盖房子 都从肖家挣了几两银子了 如今又有挣钱的活 李正肯定要给别人点机会 不过晚上的时候 叶欣然又找到了张大力家 嫂子 我想和你商量点事 叶欣然开门见山 什么事啊 陈氏正在洗衣服 见叶欣然进来 赶紧擦了擦手 上次你不是和我说 桃花和小花都去书院读书了吗 读得怎么样了 陈氏见叶欣然关心这个 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跟着认点字 可不敢说读得怎么样 我的系列造工房要开张了 叶欣然道 仓库里需要两个管杖的 要是桃花和小花愿意 他们可以来给我帮忙 哎呦 他们能行吗 陈氏不敢相信 他们学的那点东西 还拿不出手吧 识字就行 叶欣然说 至于其他的 我可以慢慢地交给他们 这件事 叶欣然也是思前想后 想了好久才定下来的 仓库里的东西进来之后 必须有专人看管 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家里的其他人 自然也不行 去外面雇人 不知根知底的他不放心 正好张大嫂之前说过 送两个孩子 去书院读书了 这年头 女孩子不能苛口 读书出来 最好的出路 就是能去铺子里 给寄个账 所以叶欣然想着 干脆就让他们两个 来自己家里帮忙 边做边学 他对两个孩子也熟悉 相对比较放心 陈氏赶紧答应下来 你要是不嫌弃 我明天就让他们两个 过来给你帮忙 工钱你也不用给 让他们学点本事就行 叶欣然笑了 这怎么行 一码是一码 他们给我干活 我肯定要付他们工钱 不过一开始 不会太多 和其他女工一样 一个月就六百文钱 等他们都熟练了 也确实适合干这个 我再给他们掌工钱 啥 六百文钱 陈氏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向叶欣然确认一遍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叶欣然点头 你这两个女儿 要是好好干 以后还能挣更多 嗯 陈氏不知道该说什么 鼻子一酸 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 陈氏这个人 从小就好强 家里条件不好 莫什么机会学手艺 他就每天去帮村里的一个寡妇干活 求着他交了一点 真献活的手艺 寡妇怕他 抢了自己的饭碗 并没有交太多 不过陈氏 凭着自己领悟 倒真的成了手 能给人做衣裳 绣个简单的物件 赚点钱补贴家用 因为他的这个赚钱手艺 家里也是把他多留了好几年 眼看着 再不嫁人年纪 就太大了 这才匆匆忙忙 找了媒婆 要了三两银子的彩礼 把他嫁给了张大力 她的名字也是他做苦力一点一点攒下的 虽然娶了媳妇后钱末了 但是好在两个人都勤快 有夫妻同心 日子也过得下去 可惜老天不眷顾 因为家里条件差 陈氏生完孩子后没有养好身体 一次风寒 让他的身体留下了病根 往后几年 陈氏的身体越来越差 张大力一个人赚的钱 既要养活几个孩子 又要给陈氏治病 一度坚持不下去 到了要卖孩子的地步 陈氏想了想 小花差点被带走的那天 距离现在也就半年多的时间 可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内 家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氏的身体好了 张大力赚的比以前多了 就连两个女儿也都能赚钱了 陈氏都怕这是假的 是自己在做梦 他哭了一会儿 顾虑到叶兴染还在眼前 赶紧擦了擦眼泪 谢谢叶娘子 你真是我家的大恩人 叶兴染笑了 嫂子 我这是知人善用 要说谢 你就谢谢自己 能想到 送两个女儿去读书 这不正好用上了 陈氏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他就是不想 让孩子将来过得太苦 才会想到送他们去读书 送去的时候 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竟然真的派上用场了呢 可说起来 这学堂也是因为叶兴染才建起来的 归根结底 还是要感谢他 和陈氏有着相同想法的 还有大助娘 自从嫁到云边村 他最得意的事 就是连着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儿子长大后 他却开始发愁 儿子娶媳妇 那是要给彩礼的 彩礼不够 就娶不到好人家的姑娘 就算你 七拼八凑借来了彩礼 人家一打听 你家里条件差 也不会同意 张大助一直喜欢东沟村的孙淑情 提了两次亲 孙家也没同意 后来 二助去萧家帮忙 挣了不少钱 大助娘用这些钱修缮了房屋 又添置了几件家具 孙家听说了消息 这才松了口 现在大助成了亲 又被选中 去作坊里帮忙 孙家人 对张家又高看一眼 大助和媳妇俩人 也过得秘里调游 这一切都多亏了孙家 要我说 孙家就是咱们村里的复兴 他吃饭的时候 对自己男人说道 大助爹 一向不善言辞 不过媳妇说的这话 他同意 萧淮安是运气好 那个夜市才是复兴 对 大助娘赞同 萧淮安刚来的时候 咱们的生活 也没什么变化 还怕他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来 所有的改变 都是从夜娘子嫁进来之后 开始的 我现在啊 真后毁生了两个儿子 要是有一个 是女儿就好了 大助爹斜了他一眼 生个女儿咋地 你还能养成夜娘子那样的 咱家祖坟 就没股青烟 现在俩孩子 都能挣钱 你就知足吧 两天后 夜心染定的模具 和包装纸 全都到齐 卖猪油的铺子 也都打好了招呼 每天早上 把猪油给他们 送到村子里来 夜心染又对外宣布 要收木柴 一捆木柴 给六文钱 那些没被选中的人 本来已经开始准备 出门打工 一听 还有这生意 又都留下不走了 一捆柴给六文钱 一天打上两捆柴 那就是十二文钱 比出门打工合适 等第一车 猪油送到的时候 这作坊 也算是正式开张了 村长选的二十个村民 早早地就来到了作坊 摩拳擦掌地 准备干活 夜心染 却没急着开工 而是先拿来了 二十份合同契书 这是我撰写的合同书 我们把规矩 和丑话说在前头 也免得日后麻烦 因为大家都不太识字 我特意叫了李正书 过来帮大家看看 要是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签字画压 李正也是临时 被通知了这件事 他没想到 夜心染做事这么细致 他先把合同书 大概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点点头说道 我觉得 心染在里面说的没有问题 他念道 在本作坊工作人员 必须严守配方秘密 不得私自外泄 不得将作坊材料 私自带出 为者罚赢五百两 五百两 几个人惊呼一声 把我们捆一起卖了 恐怕也不止五百两 夜心染道 这个合同书 就是为了守住 洗脸造的配方不外泄 让我们的作坊 能够长久地做下去 只要我们作坊 能一直做下去 在场的各位 也能一直在这里赚钱 这其实是双赢的局面 当然了 如果有人觉得 不合理 现在就可以退出 我再另外招人 签字之前 我也先把工钱说一下 方便大家考量 夜心染又接着说 我们的工钱安月结算 干的活不一样 工钱也不一样 暂时 男子是八百文钱一个月 女子是六百文钱一个月 每个月的第一天 发上个月的工资 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 不扣工钱 啥 还有休息呢 在家待着白给钱 还有这样的好事 大家面面相聚 大助第一个站了出来 我签 这有什么的 只要我不从作坊偷东西 不把作坊的配方 告诉别人 不就不罚钱了吗 就算没有这个文书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那倒是 二代娘也说道 咱们给人家干活 就应该守人家的规矩 这种好活 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也签 那我也签 我也签 最后 二十个人 谁都没走 都在合同文书上 签下了字 盖上了手印 不会写名字的 李政还要现场 教他们写名字 这才算完 签完了字 叶欣然 给他们进行了分工 熬猪油 收集草木灰的有五人 熬煮石灰水的两人 勾兑成品的四人 负责搬运的四人 鸭模三人 打包装盒的两人 第一天其他人没有工作 只有熬油工房里的四个人留了下来 桃花和小花随后也来到工房 按照叶欣然的指示 将搬来的猪油过了秤 核对了数量 并用账本登记上 然后 第一锅的猪油就开始熬制了 工房的上空生起了浓烟 代表着他们村除了种地 又有了别的婴生 村子里的人 只知道这玩意从早到晚的烧火 得费好多柴火 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 也会随着这个作坊的开启而改变 长生听说家里的作坊开张了 这天终于从书院赶了回来 叶欣然有日子没见他了 这次见面 发现长生瘦了 也高了 沈娘 我听陆长青说家里的作坊开张了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长生问 陆长青 陆长青 你小子有没有点礼貌 我可是你舅舅 陆长青跟在长生后面 对他的称呼十分不满意 可长生好像不想理他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不需要你帮忙 你安心读书就好 叶欣然笑笑 书院里是吃得不好吗 为什么我们长生这么瘦了 毕竟是自己好不容易养胖一点的孩子 这么瘦下来 叶欣然也心疼 书院里吃得挺好的 长生答 陆长青却说道 我知道他为什么瘦 同窗都说他是个书呆子 一心只想着读书 有时候连午饭都忘记吃了 叶欣然听见这话 更心疼了 长生 你这样可不行 沈娘给你的零用钱够用吗 花不完 要不这样吧 以后让长青盯着你 提醒你 每天中午吃饭 长生看了看路长青 拒绝道 还是不了 我会记得吃饭的 沈娘 长青却一口答应下来 行 这个活我接了 你小子可记住了 以后我中午就找你吃饭 你可不能不理我 叶欣然对两人之间的态度有些奇怪 为什么长生对长青如此冷淡呢 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拜长生回房后 叶欣然直接问路长青 路长青一开始扭扭捏捏 不想回答 后来看叶欣然一直追问 只好答道 那可能是记恨我那个时候 总是偷偷跟踪他 还想通过他了解你的是吧 这小孩脾气还挺大 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你都认我这个弟弟了 他却还没消遣 路长青自顾自地说下去 完全没有注意到叶欣然的眼神 你还干过这事呢 叶欣然有些意外 路长青答 那个时候一见面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 又不想让姨母他们知道 所以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叶欣然 你知道奇怪就好 我们家长生的脾气可好了 他要是不喜欢 那一定是你的原因 你要好好反思 给人家道歉 路长青一听这话不高兴了 姐 怎么就你家长生了 难道我不是你家的吗 我们才是清姐弟呢 好好 叶欣然看他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也觉得有意思 那你好好和长生说说 长生会理解的 那我试试 路长青答 晚上路长青去给长生道歉 叶欣然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 只知道道着道着 路长青被赶出来了 怎么了 长生不肯原谅你 叶欣然有些不放心 长生不是那样的孩子 路长青却没有回答叶欣然的话 反而哈哈笑道 姐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你找到什么了 叶欣然不理解 用看病人一样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弟弟 路长青赶紧说 上次你不是说 让我拿洗脸皂去给脸上 有暗疮的铜疮用吗 他提示叶欣然 然后继续说道 我这几天一直试着 去找这样的人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刚刚在长生的脸上 发现那种痘痘了 姐 等洗脸皂做出来 就给长生分一块 让他洗脸给大家火看 那可不行 长生很要面子的 叶欣然拒绝 姐 他要面子 难道我就不要吗 姐弟两个还在做拉锯站 长生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沈娘 我同意了 你同意什么了 叶欣然抬头看他 长生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同意用洗脸皂 让大家都看看洗脸皂的效果 可是 叶欣然看着他的脸上 脑门上确实长了几颗痘痘 其实你也不用 叶欣然知道 长生不是那种能言善变的外放的人 这事儿 要是放在长安的身上 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 放在长生身上 他就会有点不放心 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书院读书 家里的事情也帮不上忙 长生说 现在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做点事了 我会努力做好的 陆长青有些敬佩地看向长生 他之前的想法和叶欣然一样 以为长生一定不会同意 就算同意了 肯定也十分勉强 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地去包揽这件事情 行 那你就试试 不过也不要勉强 叶欣然道 五天后 第一批洗脸皂 终于成功被生产出来 洗脸皂的模具上 刻着祥云的图案 包装盒子上 也有同样的两朵祥云 这洗脸皂闻着可真香啊 是啊 我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感觉自己身上都变成香的了 二代娘几个人对做出来的洗脸皂 简直是爱不释手 桃花和小花两个虽然也对洗脸皂好奇 但是他们克制住自己好奇心 并不会随便打开看 而是盯着工人们打包好的数量 一个一个数清楚了 把所有的成品入库 叶欣然相信他们 他们就得帮叶欣然守好家 这仓库里的一瓶一贯 他们都要看得清清楚楚 晚上叶欣然将三个味道的洗脸皂 全都带了两块回去 拿出一份送给了冷清雨 娘 这个是我们刚做出来的洗脸皂 你试试 女儿给自己送东西 冷清雨自然高兴得不行 她闻了闻洗脸皂的味道 然后说道 这个洗脸皂好 比我用的早都好多了 你手中的另外几块是给谁的 家中除了他们母女 也没有别的妇人 冷清雨不知道 叶欣然这是给谁准备的 这是给长生的 明天 让长青带去书院给她 男孩子也要用这个洗脸皂 冷清雨有些意外 男子其实和女子一样爱美 叶欣然笑 特别是这些读书人 冷清雨想了想 自家就有两个读书人 好像确实是挺爱美的 虽然不至于涂脂抹粉 但是平日里的服饰搭配 还有仪容样貌 也都是格外的注意 是自己细以为常了 才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现在想来 果然男子在爱美方面也有追求 侯爷甚至比长青还要更生一筹 那你是想让长青和长生去书院里 给童窗们推荐这个洗脸皂 冷清雨问 叶欣然道 倒是有这个打算 试试吧 万一他们觉得好用呢 第二天 陆长青把洗脸皂带去了书院 本以为他们会很快传来好消息 不过三天后 那边依然没什么动静 叶欣然便暂时放弃了希望 还是高估他们两个了 本来以为他们硬着头皮 也能推荐出去两个 只要有人用上 就会有反响 现在看来 两个人都有些内秀 还得从长计议 那就从永乐堂这边入手 能更快一些 叶欣然把洗脸皂带到永乐堂的时候 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现在的永乐堂 与其说是医馆 倒不如说是新鲜玩意的发源地 大家隔三差五的就过来打听 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天凉了 清凉饮喝够了 是不是该有点新的东西了 不光是市井百姓 一些用过血盐膏 又喝过清凉饮的世家小姐 也都让下人关注着永乐堂这边的动静 一有什么新鲜的玩意 就第一时间买来试试 所以 叶欣然把洗脸皂 刚刚带到永乐堂 还没怎么介绍 立即就有人跳出来要买 不管好不好用 先给我来一份 李家大小姐的仆人 第一个跳了出来 先别急 你还不知道 这东西 有什么用就买 叶欣然道 不管有什么用 我先买了再说 你这东西多少钱 尽管说个数好了 见他这么急不可耐 叶欣然便拿出了三盒洗脸皂给他 这三盒都是洗脸皂 只是味道不同 洗脸的时候用上一点 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脸上的油脂 灰尘 还能保持脸部的湿润 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普通的洗脸皂会让人脸部紧绷 很不舒服 他在做洗脸皂的时候 其中一个成分 就是从海藻中提取的精华液 精华液能够留在脸上 让脸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湿润的状态 即使不涂其他的东西 也不会感到不适应 这样才能扩大他的受众 那多少钱一块 听到这个东西这么好用 其他人听着也都动了心 不贵 二两银子一块 叶欣然道 二两银子 是不是贵了点 有人一听价格 就打了退堂股 他们平时用到的灶球 也就一百多文钱 奢侈点的枣豆 也就一两银子左右 这个小小的洗脸皂 看起来还没有枣豆的个头大 估计也就能用一个月 二两银子一块 确实有点奢侈 你们嫌贵的往后靠一靠 我先买了再说 李家的下人已经拿出了银子 小姐说了 永乐堂出的新鲜玩意 不管是什么 先给他买回去看看 他只要在第一时间买回去就行了 至于贵不贵的 那根本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 叶欣然给他拿了三盒 收了六两银子 算是开张了 不过这样的客人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还在观望 看永乐堂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叶欣然便让小二打了一盆水上来 口说无凭 我光是用嘴说 就算是说出花来 你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好奇的 上来帮我试试这个洗脸灶的效果 三娘你去试试 人群中有人说道 我不是 我脸上的胭脂是刚涂的 洗了可就浪费了 那个被叫做三娘的人 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 不屑一顾 也是哦 谁会在大庭广众下洗脸啊 就是 见围观的人都不愿意上来 叶欣然便说道 要不这样 今天只要上来试用过 并且能够说出使用感受的 我就把他用的这块洗脸灶送给他了怎么样 我们只限前五人 一听说有的送 还是二两银子一个的洗脸灶 围观的众人全都兴奋起来 我来 我来 大家蜂拥着往前挤 店里的小二 见状不得不围成了一圈 将叶欣然围在里面 叶欣然从人群里挑出了五个人 第一个 就是刚刚那个说自己抹了胭脂的三娘子 我这个洗脸灶洗得很干净 用完之后 这位娘子可能真的要回去重新涂抹胭脂了 叶欣然说 三娘子很高 我涂的这个胭脂 可是柳家铺子里最好的胭脂 就算是遇上下雨 都不会轻易脱粉的 要我说 你的洗脸灶 未必就能把我的胭脂给洗干净了 我倒也不是涂你这块洗脸灶 我就是帮姐妹们试试 这洗脸灶到底好用不好用而已 听见他这么说 夜心染笑了 那就请三娘子试试吧 这位三娘子挤过人群上前 他一身穿得很是鲜艳 粉红对筋的袄子 但绿色的长裙 头上的拆珠配饰琳琅满目 脸上的妆容也浓 一看就是涂了很厚的胭脂 他扭着羊柳西腰走上来 先是将手中的帕子叠起来 放进袖子里 然后伸出鲜鲜玉脂 沾了点水 慢慢地涂在了脸上 半天将脸打湿后 这才用手拿起洗脸灶 在手中揉了揉 这洗脸灶 好像是橘子味的 味道倒是挺好闻 他难得说出了称赞的话 然后 把洗脸灶的泡沫 慢慢地涂在脸上 一圈又一圈 很是细致 看得旁边的人直心急 你倒是快点啊 就是 洗了让我们看看洗掉没 你们急什么 三娘子还是不紧不慢 急什么 我今天就好好洗给你们看看 长得好看的姑娘 是怎么洗脸的 在大家的催促下 这位娘子终于停下手中的动作 捧起水 将脸上的泡沫冲洗干净 等他再抬起脸的时候 看热闹的人都吃了一惊 就见三娘子 原本叉紫眼红的脸上 此刻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比他没洗脸之前 要好看许多 这样多好 是啊 比涂脂抹粉的好看 听着大家讨论的声音 刚才那个嚣张跋扈的三娘子 忽然不好意思起来 真的 我这样 比刚才好看 是啊 比刚才好看 你们可不能骗我 骗你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你 三娘子终于相信了 这个洗脸遭用得怎么样 叶欣然问 三娘子此时心中都是刚刚被夸得兴奋 高兴地说 这洗脸造好用 比我以前用过的最贵的枣豆都好用 叶欣然道 你喜欢化妆 在化之前 先用这个洗脸 会让你的脸更湿润 让妆更服帖 你长得本来就好看 以后不用涂那么厚的胭脂 轻轻地涂一层就好了 和三娘子一起来的朋友听见这话 突然就有点不高兴了 他们出身清楼 见过各种各样的客人 他们才是最懂得怎样的妆容 能够吸引人的 这店里的老板虽然也好看 可他不化妆 看起来就很素 又怎么敢给三娘子提这种意见的 这位娘子说的话 好像会化妆似的 你说得轻轻涂一层 能有用吗 要不你现在画给我们看看 我们这里有刚刚买来的胭脂水粉 你敢试吗 他看着叶欣然 等着他拒绝 谁知叶欣然并没被他给难住 三娘子若是同意 那我就现丑了 不喜欢的话 就重新洗掉 三娘子倒是不反对 叶欣然看着他的眉眼 稍微琢磨了一下 用他们买来的胭脂水粉 给他化了一个飞侠妆 白皙的脸上 透出微微的红韵 更衬托的唇红齿白 眼神灵动 这个妆好看 这是花魁妆吗 三娘子的小姐妹 也看待了 原来你真的会化妆啊 这个妆容 将三娘子的优点 全都衬托出来 少了七分封尘 多了三分妩媚 四分清纯 只会一点 和你们还是比不了的 叶欣然谦虚道 三娘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怎么看怎么喜欢 连连对自己的小姐妹道 买这个洗脸皂 真的好用 说完他又转头看叶欣然 要是以后的洗脸皂 都在这买 老板可以经常 给我化妆吗 叶欣然摇头 我没时间 不过 我可以教你 好 一言为定 三娘子很高兴 和小姐妹 每人买了三块洗脸皂 临走的时候还说 回去以后 要让店里的小姐妹 都过来买 好不容易送走了这几位 后面的四个人才 终于是上了洗脸皂 大家试完都很喜欢 除了其中一个人 只领走了赠送的 洗脸皂没有格外买之外 其余试用的人 都格外买了洗脸皂 说是回去送给家中的亲人 围观众人看试用的这么捧场 也开始有人动了心 我给我家夫人买一块 她最喜欢这种香的东西了 那我也买一块吧 回头你夫人和我夫人说了 我要是什么都没买 她会和我闹的 那就一起吧 还有一些条件一般的百姓 虽然有心想买 但是这么贵的东西 实在超出能力范围了 只好在一旁看个热闹 东西好是好 就是有点不适合我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等我有钱了 我还真想试一试 洗脸皂开张第一天 卖出去了三十块 收入六十两银子 叶欣染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 谁知回家 陆长青又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也长生在书院推销成功 已经有十多个铜窗 和他们预定洗脸皂了 八个桂花位的 十个木箱的 还有两个橘子的 陆长青看着自己记录的本子 和叶欣染汇报 叶欣染本来也没指望 他们能卖出去多少 对这个数量倒是挺意外的 你们是怎么说服铜窗的 该不会是一个个劝的吧 没有啊 陆长青答 长生每天都用洗脸皂洗脸 别人先是注意到了他身上的香味 问过之后 知道他用洗脸皂去除脸上的痘痘 大家就全都盯着他的脸看 看了三天 发现他的脸真的变得光滑了 就对这个洗脸皂有了兴趣 一个传一个的 书院里的人就全都知道了 姐姐 你也知道 我们读书人 脸面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想着 买回去试一试 等他们用好了 以后想买的人会更多的 好 叶欣染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便说道 我先给你拿二十块 你告诉他们 这个洗脸皂在永乐堂有的卖 以后如果有人想买 就到永乐堂去买 知道了姐 陆长青看着叶欣染 从箱子里往外面数洗脸皂 不由地问道 姐 其实你这个东西这么好用 真的不考虑去京城卖吗 娘在京城有好多铺子 让娘分给你一个 专门洗脸皂 一定会有很多人想买的 我是有这个打算 叶欣染说 不过京城路途遥远 人生地不熟 我也不敢贸然就离开 以前你去 说是贸然还有秦可元 可是现在 有我和娘在 那里也算是你半个家 怎么能说是贸然呢 你只是回到了 你该回的地方了 陆长青说 理所当然 回到我该回的地方 叶欣染听见这话 不由地回头看了看萧怀安 萧怀安一直没有说话 见叶欣染朝着自己看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眼神突然有点闪躲 这是两人自从认识以来 叶欣染第一次看见 萧怀安有闪躲的眼神 一种不好的感觉 油然而生 他这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还是和自己有关的 叶欣染也顾不上对陆长青叮嘱 三言两语将人打发走后 重新看向了萧怀安 你遇到了难处 叶欣染问 萧怀安摇了摇头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叶欣染又问 萧怀安连忙道 没有 没有你刚才 为什么不敢看我 我 萧怀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没想 刚刚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叶欣染察觉到了不对 更没想到 自己在叶欣染面前 一点秘密都藏不住了 萧怀安本来不想说这么早 不过叶欣染既然问到了 他就不想再瞒下去 只是 该怎么开口呢 他迟出了半嗓 终于说道 我 可能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里 叶欣染想了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 他着急地问道 你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吗 我记得之前听李正书说过 因为你是 流放到本地的 不得皇上的赵令不能离开 所以才想让咱们两个入张家的族谱 怎么突然就能离开了 是皇帝有了新的旨意吗 叶欣染对皇帝 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他知道 在这样一个朝代 皇帝说出的话 没有人能够反驳 他做出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随意地更改 是的 萧怀安说 不过 我还没决定 为什么 叶欣染问 能离开这里 以后不就是自由生了吗 想去哪里去哪里 想做什么做什么 不必死守在这一个地方 萧怀安需要考虑什么呢 萧怀安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想错了 解释道 皇帝并没有放我自由 是漠北那边军情紧急 需要有人去带兵打仗 我原来的副将尚书 请求皇帝让我重新回到军营 狗皇帝他同意了 叶欣染脸色立刻变得难看 嗯 萧怀安点头 并没有纠正叶欣染对皇帝的不敬 不能去 叶欣染想也没想 就说道 他流放你的时候想什么了 现在要打仗了 又想起来你了 难道大梁能打仗的人都死绝了吗 叶欣染情绪有些激动 把萧怀安都给听愣了 他没有给叶欣染讲过 自己家里发生的事 若是叶欣染知道自家满门抄斩 只留下了他和几个孩子 他一定会更生气吧 看到叶欣染为自己不值 为自己生气 萧怀安觉得心里暖暖的 可是 他知道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刚刚说的没有决定 也只是一种托词而已 其实 我没有别的选择 萧怀安说 皇帝已经答应我了 若是此战能取得胜利 会重新彻查我们萧家的案子 这件事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好机会 一个重新掌握兵权 重新将命运握在手中的机会 叶欣染刚刚说的也是气话 他知道 只要皇帝说了让他去 他就不能不去 他没有说不得权利 那你什么时候走 叶欣染问 将心中难以启齿的事情说出了口 萧怀安终于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了 具体日子还没定 我只是担心 他看着叶欣染 眼中流露出了不舍与担心 担心我不肯守活寡 还是担心我照顾不好几个孩子 叶实在是没想到 自己穿越一遭 竟然要混成带孩子的留守妇女了 而且 丈夫不是出去打工 而是出门打仗 生死未料 归期不定 我已经安排了人过来保护你们 你不用担心 萧怀安知道 不管自己说什么 叶欣染肯定都不会高兴 干脆狠了狠心 将下一步的计划说了出来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平时何期待人 也没有什么敌人 应该挺安全的吧 叶欣染本来不想失望 也不想生气 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明明说好了 心中无男人 赚钱自然神 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竟然把这个男人放进了自己心里 以为两个人趁着年轻多赚钱 以后就归隐山里养老 养养鱼 种种花 可萧怀安竟然背着他 偷偷在计划着离开的事 他竟然已经安排了人过来 就说明 这件事不是今天刚刚定下的 他早就知道自己要离开了 却什么都没和自己说过 这个狗男人 若是你没娶亲 你也会离开吧 你想过三个孩子 怎么办了吗 叶欣染问 萧怀安想了想 回答得很艰难 我安排保护你们的人 本来想的 就是让他们帮我带三个孩子的 哦 原来是早就打算好了 只有我是个意外 叶欣然嘴上说着生气的话 心里却知道 这件事情 不管他说什么 都改变不了 算了 我不该这么生气的 叶欣然想到了生意 想到了听话懂事的三个孩子 就算没有萧怀安 他的生活 也还是要这么过的 我知道你不会一直留在这里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而已 你要是放心把三个孩子交给我 那我就好好地带他们 让他们好好读书 等着你回来 我自然是放心的 萧怀安赶紧说 他也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而且是以这种方式 他本来以为 等他离开云边村的时候 一定是万事俱备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的时候 那你呢 你会等我回来的吧 他问出了心中最担心的问题 叶欣染不答反问 那你呢 你一定会回来的吧 我一定会回来 若是放在以前 萧怀安未必对回来 有这么大的执念 可是现在 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回来 孩子们长大 还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欣染 他既然与自己成亲了 自己就一定要对他负责 而且 他一心想着赚钱 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他 他要回来 给欣染更好的生活 只要你回来 我就等你 叶欣染终于心平气和地 说出了这句话 没有让人心动的保证 没有华丽的语言 只是一句简单的 只要你回来 我就等你 让萧怀安坠坠不安的心 终于稳定了下来 他在心中暗暗启示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也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叶欣染愿意和他在一起 他就一定要让他幸福 长安明年就要考试了 你会等他考完试再走吗 叶欣染又试探了问了一句 萧怀安一直没有说离开的时间 可是叶欣染实在是想知道 这个男人还会在云边村待多久 不会 萧怀安答 等保护你们的人一到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到时候还需要你的帮忙 我的帮忙 叶欣染不解 我能帮上什么忙 为了保密 我不能直接走 只能假死 掩人耳目 萧怀安说 假死 叶欣染没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这样复杂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假死 不让人发现 你离开这里了 嗯 萧怀安点头 那三个孩子呢 你和他们说了吗 叶欣染问 萧怀安文言立刻变得支支吾吾 我暂时没打算告诉他们 长生还好 但长安和长平太小 他们没办法守住这样的秘密 可你若是觉得为难 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三个的 萧怀安知道自己 让叶欣染为难了 孩子们与他相依为命 如果自己突然出了事 他们一定会十分伤心 甚至闹出别的事情来 自己一走了之 可是叶欣染 却要面对三个孩子的情绪 想到这里 他更加觉得自己这事做得不地道 叶欣染去着他的脸色 知道眼前的男人也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 便说道 那就先不告诉他们吧 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时间 我再告诉他们真相 这件事毕竟关系到了萧怀安的身家性命 他也不愿意去赌 毕竟活着的人一切都有机会 若是死了 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他们三个敢不听你的话 我回来之后 一定会好好地收拾他们 这话听着像是在哄叶欣染 但是听起来 却又像是对叶欣染的一种保证 保证他自己一定会回来 好 那你说话算话 两人将这件事敲定了之后 叶欣染便再也没有理会过萧怀安 就算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也做好了他即将离开的准备 但是对事的一刹那 心中还是会生起埋怨和不甘 埋怨他 为什么不早点和他说 埋怨他凭什么要让自己承受这一切 悲观的情绪一上来 他的眼睛就会不自觉地湿润 叶欣染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 所以 他尽量躲闪着萧怀安的目光 就算不得已需要说话的时候 语气也是淡淡的 尽量不把自己的情绪显露出来 也不让自己激动 孩子们并没有觉察出什么不对 但是冷清雨却发现了两人之间的不对劲 这几天 他又陆续收到了两封金钟的来信 已经在计划着要回京了 可发现两人之间的情况 他又有些放心不下 终于找了个机会 偷偷询问叶欣染是怎么回事 你和女婿是吵架了吗 因为什么吵架的 我看你最近都不太高兴 要是他敢欺负你 娘帮你做主 叶欣染以为自己已经调整好了情绪 可是冷清雨一关心 他给自己罩上的盔甲 瞬间土崩瓦解 委屈的情绪涌上心头 眼泪不由自主地就要流出来 我不能哭 叶欣染这样告诉自己 娘 我没事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情绪不太好 他解释 太累了 就好好休息一下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自己的身体 才是最重要的 冷清雨劝导他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叶欣染这边按部就班 而肖怀安那边的事情进展得很快 三天后 两个外地人被肖怀安带了回来 肖怀安对外称 这两个人是自己买来的下人 帮叶欣染处理作坊的事情 但是叶欣染心里明白 这是他安排的 保护孩子和他的人到了 这个是张谦 这个是丁桥 肖怀安给叶欣染介绍 两个人看着叶欣染 全都弯腰行李 恭敬地叫了一声 主子 叶欣染吓了一跳 你们不用叫我主子 就叫我叶娘子便好 叶欣染不自然地说道 张谦和丁桥面上答应 嘴上却依旧答道 是 主子 肖怀安挥手让两人先退下 自己朝着叶欣染解释道 他们的身份就是买回来的下人 你不用不自在 就让他们称呼你主子便好 这两个都是信得过的人 以后作坊里有什么重要的事 尽管交给他们去做 叶欣染答应下来 将两人送到工房 让桃花和小花 带着他们先熟悉洗脸皂的操作流程 同时 把原来老屋子的钥匙交给了他们 让他们暂时住在了那里 村子里 还是第一次有人家养了下人 大家都有些好奇 当发现所谓的下人 干的 其实是和他们一样的活 便没有那么在意了 不过叶欣染知道 这两个人一到 距离肖怀安离开 就不远了 之后的几天 院子后面的东山上 似乎多了好几道陌生的人影 他们从来没有露过面 但肖怀安会从家里带吃的过去 两天后 叶欣染发现 东山的山路上 多了很多批好的柴火 那些柴火马放得很整齐 却又放得很隐蔽 若不是叶欣染 对后山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根本发现不了 除了柴火 叶欣染还发现 肖怀安又给家里添置了新的竹篮竹框 新的马车配饰 就连厨房里的各种调料 也全都被填满 柜子里的汤婆子 被褥和衣服 也添置了许多 就好像肖怀安想在自己走之前 把家里的一切都安置好 你别再往家里添置东西了 叶欣染看不过去 终于主动地和肖怀安说了话 你给三个孩子 每人买十件衣服十双鞋 他们要穿到什么时候去 我 肖怀安心怀愧疚 我只是想在走之前 多准备出来一些 可你没想过 孩子的身体是会长大 我 肖怀安这时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没想这么多 还好 他看了看叶欣染 你应该不会长身体了 我给你准备的衣服 你都能穿得上吗 可是你给我买的衣服 我都不喜欢 叶欣染答 肖怀安有些无措 他带兵打仗 可以指挥千军万马 就算再厉害的敌人 也没让他 升过畏惧之心 可他现在即便绞尽脑汁 也不知道该如何 让自己的娘子消气 等我得胜回来 买下一个成衣店给你好不好 你想要什么样的衣服 就可以让店里的裁缝给你做 肖怀安和叶欣染商量 这个我自己也能买 叶欣染答 而且我现在就能买 不必等你回来 肖怀安心中意紧 叶欣染说的对 他可以自己买 只要他高兴 别说是一个成衣店 就是十个成衣店 他也买得起 在这之前 好多人都觉得他是吃软饭的 他又凭什么认为 叶欣染会为了一个成衣店 而改变心中的想法呢 我 肖怀安心中赚了一百个念头 很快认识到 除了真心 自己在叶欣染面前 竟然没有什么是拿得出手的 于是他咬了咬牙 说道 等我回来 亲手为你做一件嫁衣 让你可以穿着我做的嫁衣 重新风风光光地嫁给我 你 叶欣染用手指了指肖怀安 你亲手为我做嫁衣 他是万万没想到 肖怀安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 他要用自己五刀弄枪的手 亲手做一件嫁衣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 却又让人充满了期待 我说到做到 肖怀安信誓旦旦 虽然他现在连如何穿针引线都不会 可是他知道 自己必须得会 那我等着了 叶欣染再一次说出了等着他的话 肖怀安那颗不安的心 终于放下了一半 剩下的 就要靠他自己去争取了 时间飞逝 张谦和丁巧 刚刚把村子里的人 认了个七七八八 肖怀安那边 就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 我明天就要走了 夜深人静 肖怀安突然出声 他本来想明天早上再说 离别准备的时间越短 受到的煎熬就越少 可他实在忍不住 他好想抱抱身边的这个姑娘 听他在自己的耳边说 一切顺利 早日归来 叶欣染听见这句话 身子突然僵了一下 随后 他闷闷地回应了一声 嗯 然后便一动也不动 肖怀安有些难过 自己这件事 确实做得不对 不怪欣染会生气 换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换做自己 也一定会生气的 他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突然感觉身子一暖 一个小小的身子突然转过来 钻进了他的怀里 肖怀安觉得前胸一热 半晌 他才明白过来 那是泪水沾湿了他的衣服 他心中酸软的不像话 伸出两只手 把叶欣染紧紧地搂在怀里 仿佛只要搂得够紧 他们就不会分离 叶欣染压抑了这么久 伪装了这么久 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终于坚持不住 失声痛哭 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以后 一定要让你和孩子们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要尽我所能 给你们最好的 肖怀安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安抚着他的情绪 直到叶欣染终于安静下来 那你 一定要 齐开 得胜 早日 归来 叶欣染一边打着哭嗝 一边说话 肖怀安赶紧应下来 好 我一定早日回来 第二天 叶欣染醒来的时候 眼睛肿成了球 他去实验室的冰柜里 取了冰块 冰敷了好久 才终于让眼睛上的浮肿消了下去 今天需要我做什么 看肖怀安 一脸心事地坐在床边看自己 叶欣染终于问道 什么都不用做 就像平常一样 就好 肖怀安回答 然后 他把自己和同伴所有的计划 都说了一遍 按照他们的计划 肖怀安今天会去老房子那边干活 因为太过劳累 短暂地休息了一下 结果老房子突然就起了大火 他因为 没有及时地逃出来 葬身火海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具 和我身形相近的尸体 这会儿 那具尸体 应该已经在老房子里了 肖怀安解释说 等下我出去的时候 至少会让六个村民 看见我具老房子的身影 我也会告诉他们 自己是去那边 寻找一些老房子里 有用的物件 他们搬家的时候 新房子里的东西 基本都是冷清雨给制备的 所以 老房子的物件 至今都没有拿回来 肖怀安的这个理由 倒是合理 他们会把火势控制住 不会让人发现端倪 也不会让大火 伤及村子里的人 肖怀安继续说 等村民发现火情之后 会去作坊通知你 你只要跟着村民们 一起过来看就可以了 剩下的 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表现 不是按心意表现 应该是按死了丈夫的小寡妇 那样表现吧 叶欣然说 我只要像昨天晚上 那样哭就可以了 不行 肖怀安缓了缓神色说道 反正都是假的 你随便哭哭就行了 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哭 我会不舍得走的 你这个人啊 叶欣然摇了摇头 算是同意了 吃过早饭 两个孩子挥手告别去上学 冷清雨回到房间 继续核对账目 叶欣然和肖怀安 便按照计划的那样 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叶欣然进了作坊 一直心不在焉 张谦和丁巧 仿佛知道今天的计划 见叶欣然这个样子 只劝他在仓库里面歇一歇 其他工人看见了 有劝他回家休息的 也有劝他出去走走的 我没事 就是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的右眼皮一直在跳 叶欣然强打起精神解释说 右眼皮跳是不好的预兆 你们今天操作的时候 都小心一些 千万别出什么纰漏 放心吧叶娘子 我们都已经熟练了 不会出问题的 就是 放心吧 肯定能把这些活干好 大家一起向叶欣然保证 干了半天之后 突然有人跑进工房 对着叶欣然大喊 叶娘子 不好了 萧大哥出事了 什么 啊 萧怀安出事了 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都是一惊 叶欣然虽然知道是假的 但是心也跟着漏跳了一拍 在哪儿 出什么事了 根本不用言 叶欣然发觉自己的手脚 不受控制的再懂 主子 小心些 丁巧上前扶住了他 对着来报信的人问道 在哪里 快带我们去 报信人立刻说道 就在萧家老房子那里 李正已经带人过去救火了 大家赶紧走 一起去救火 再晚 就来不及了 叶欣然跌跌撞撞的 随着众人往老房子走去 看见房子里迅猛的伙食 他的腿一软 瞬间坐在了地上 主子 丁巧惊呼了一声 旁边的人立刻注意到了这边 叶娘子 小心 大家七手八脚地上去 将叶欣然扶起 他却指着大伙着急地道 求求大家 赶紧去救火 快救火 快救火 留下几个妇人 在这边照看叶娘子 叶欣然被众人留在了院子外面 眼看着一群人来回奔波着打水 可大伙却一直都没有减小的迹象 随着灭火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家的心也渐渐地凉了下来 这么久了人都没有出来 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时 张大利突然从人群外窜了进来 他手中抱着棉被 一把将棉被放进桶里 沾湿之后 又披在身上 就要冲进火海 大猎 你不要命了 有人喊住了他 现在的房子随时都会倒塌 张大利冲进去 就会有生命危险 总不能一个没救出来 再搭一个进去 火到现在也扑不灭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淮安兄弟 葬身火海 张大利说完还要往里面冲 陈氏心中焦急 下意识地想要拦住他 却也知道自己的丈夫 是在做很重要的事 不得不硬生生地控制住脚步 使劲掐了掐自己的掌心 就在大家全都担惊受怕地 盯着张大利冲向火海的时候 一道声音打破了眼前的紧张局势 张大哥 你别去 叶欣染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到院子里来 出声阻止了张大利以身犯险 叶娘子 张大利的动作一顿 却依然保持着冲向屋子里面的姿势 叶欣染走过去 扯下他的棉被 怒气冲冲地说道 张大哥 你自己家里还有生病的娘子 三个孩子 你要是出事了 他们怎么办 张大利看着眼前的大伙 焦急地说道 可是淮安兄弟还在里面 我进去救他 没准还有一线生机 啪 叶欣染知道萧淮安没事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 因为这件事情去犯险 可若是他执意不让别人进去 又怕会让有心人发现端倪 司机至此 叶欣然咬了咬牙 我自己的相公 我自己去救 说着 他夺下张大利手中的棉被 罩在头上 就朝着火的房子里跑去 这一举动太过突然 周围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欣然已经冲到门口了 叶娘子 你 欣然 李正吓得语无伦次 其他人也都吓得脸色发白 叶欣然感受到烈火炙烤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他就是做做样子的 跑这么快干什么 他应该跑慢一点 怎么还没有人上来抓他回去 念头刚起 头上突然传出啪的一声 被烧断的门框突然倒塌 朝着叶欣然砸了过来 叶欣然躲闪不及 被门框砸倒在地 原本混乱的场面变得更加混乱 叶娘子 快叫人 去找大夫 萧怀安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立刻停住脚步 想要返回 主子 护卫跪倒在地 夫人她没事 只是碰到了头 我来的时候 夫人已经醒过来了 真的醒过来了 人没事吗 萧怀安还是不放心 回主子 属下不敢妄言 真的只是轻伤 护卫赶紧解释 生怕萧怀安真的回去 被人发现了端倪 安排在那里的人是谁 萧怀安沉了脸色 是小八 护卫赶紧回答 同时为自己的兄弟捏了一把汗 等他回来 让他自己去领法 是 护卫硬了下来 上一次见到主人发火 还是几年前 三年未见 主人惩罚的力度 都比之前小了很多 之前听人提起主人 现在是七管炎 难道这件事是真的 护卫心中乱作一团 不过他很清楚 因为这件事被罚 小八不冤 云边村 叶欣然醒来的时候 床边围着一群人 见叶欣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立刻有人喊道 李正书 李正书 叶娘子醒来了 李正立刻从外面走了进来 见到叶欣然 李正哑了声音 醒来了就好 醒来了就好 李正书 火灭了吗 怀安他 叶欣然知道 考验演技的时间到了 他眼中含泪 一脸的迫浅 那焦急的样子 看得李正不得不撇开脸 用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叶欣然看向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也都逃避式地 挪开了眼睛 侄女 李正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终于说道 怀安 他走了 可是你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他走了 叶欣然一屁股坐回床上 眼神涣散 口中不住念叨着 走了 走了 欣然 你要节哀啊 欣然 大家想要劝劝他 却没有更好的语言 在生死面前 所有的安慰都变得那么无力 叶欣然摆了摆手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没办法招待大家伙 你们都回去吧 让我静一静 听见叶欣然这么说 一群人不得不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就见萧家的两个孩子 非也是地往家跑 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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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不忍心 看见孩子悲伤的神情 全都落荒而逃 刚刚走出大门 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两到凄厉的喊声 孩子们嚎哭声随之而起 村民们摇了摇头 这还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萧家的日子 刚刚见脸起色 就发生这样的事 以后让欣然和三个孩子 可怎么过呀 唉 愁云笼罩在云边村的上空 这一晚 就连平时最喧闹的晚饭时间 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不多时 长青和长生 也从书院里赶了回来 长生好像在路上已经哭过了 到家的时候 眼睛还是红红的 叶欣然本来还在想着 长生这么聪明 要怎么样 才能把他糊弄过去 谁知长生一到家 就把两个弟弟 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三个孩子一起来找叶欣然 长生 你们二叔他 叶欣然心中已经想好了托词 可刚一开口 就被长生给打断了 沈娘 二叔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一定非常难过 但是沈娘 你还有我们 我们三个以后 一定会孝顺你 沈娘 你千万要想开一点 长生说的情真意切 叶欣然一肚子的草稿 都没派上用场 我 他万万没想到 三个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 竟然是自己 你们要是心里难过就哭出来 不用这么懂事 沈娘 不会丢下你们的 叶欣然安慰他们 长生却说道 沈娘 二叔告诉过我们 眼泪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偷流 男子汉就是要坚强一点 我们要好好活着 不能让轻者痛 愁者快 沈娘不怕 我们以后保护你 长安道 对 沈娘可以依靠我们 长平也说道 好 有了你们 沈娘就不害怕了 说到这里 叶欣然想起了李正的话 于是说道 你们李正爷爷说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他叫人买了棺材 今天下午就已经将 将人直接入关了 华安的身体 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 就不叫你们见最后一面了 我们不怕 长安一脸坚定 我们二叔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都不吓人 我知道 在你们心中 二叔永远都是最好的 但是你们二叔 一定不想 你们看见他这个样子 长安还想坚持 长生拦住弟弟 顺着叶欣然的话说道 都听沈娘的 下葬的日子定在了三天后 华安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们 我们就是二叔 和沈娘的亲儿子 长生抢着道 沈娘 这几天 我就不去书院了 以后 我也不想去了 为什么 叶欣然意外 我不想让沈娘太累了 更何况 我现在的水平 可以自己先学着 我要留在家里 给沈娘帮忙 三个孩子 对家里的嬴胜 一直是一知半解 就算是洗脸皂 长生也只是知道 卖多少钱 却不知道其中的利润 有多少 他总觉得 沈娘赚的是辛苦钱 以后 不能让沈娘这么劳累 那不行 叶欣然说 虽然你们二叔不在了 但是我不能让你们 因为这件事 而降低生活的质量 你们不光要去读书 还要读得比以前好才行 我们要在家里照顾沈娘 长安和长平 都站在哥哥一边 叶欣然的脸色 忽然一冷 很严肃地说道 你们二叔刚走 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吗 三个孩子全都没了声音 长安推了推长平 长平推了推长生 最后只能由长生出面说道 沈娘 我们都听你的 好 叶欣然很欣慰 这才是好孩子 走吧 我们先去看看 外祖母怎么样了 说完 他带着三个孩子 一起去了冷清雨住的房间 陆长青已经在里面 看见叶欣然过来 连忙将床边的位置让了出来 姐 长青想要说两句安慰的话 还没等说出口 叶欣然就竖起食指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娘怎么样了 他问 还没醒 陆长青答 两人说话的功夫 冷清雨放在被子外面的手指 忽然动了一下 醒了过来 刚醒来的冷清雨 还有些迷茫 他将屋子里的人挨个地看过去 在看见叶欣然的时候 突然有些激动 他一下子坐起来 握住叶欣然的手 欣然 你没事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娘还以为你 以为我要做傻事 叶欣然问 冷清雨点了点头 娘 我不会的 孩子们都知道 不能让青者痛愁者快 我又怎么会做那么傻的事情 叶欣然垂下眉眼 那就好 那就好 冷清雨说着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原来 冷清雨在家 听说了萧淮安的事 就赶紧往老房子的位置跑 还没跑到地方 又听说叶欣然 想要冲进火海去救人 被断木给砸倒了 双重打击下 冷清雨之再也吃不住 当时就晕倒在地 人是不知 现在看见叶欣然安然无恙 她脑中那根绷紧的弦 终于松了下来 娘刚才真的吓死了 就怕你想不开 我不会做傻事的 叶欣然又说了一遍 看叶欣然神色平静 冷清雨心中却越发的担心 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 会哭不出来 现在叶欣然表现得越冷静 代表着她的心里越痛苦 冷清雨使劲地攥了攥 叶欣然的手 孩子 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 你这个样子 娘很担心 娘 我真的没事 叶欣然安慰她 却也知道自己的 现在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当天晚上 陈氏送过来许多吃食 看见叶欣然的样子 也觉得叶欣然是伤心过度 导致神思恍惚 长生 你们要看好沈娘 知道了吗 她嘱咐三个孩子 孩子们立刻紧张地答应下来 见大家都是这么认为 叶欣然决定 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精力 她现在脑子转得很慢 别人说的话 她很多都听不进去 李正知道她现在的心情 只好和冷清雨商量着 找人给看了目的 算了下葬的时辰 三天后 李正给找来的帮忙的人 早早地就来到家里 不用主人吩咐 李正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安排好了 叶欣然浑浑噩噩地 跟着送葬的队伍 看着三个孩子 站在队伍前面 劈麻带笑 仰指前 直到那一悄悄的土羊 在漆黑的棺材上面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叶欣然才终于回过神来 她的眼睛忽然变得模糊 明明知道是假的 却还是忍不住 心中泛起的酸涩 她的脑海中 全都是与萧怀安在一起的 一幕一幕 从相识到相知 从一开始的不屑一顾 到后来的被对方所吸引 相爱容易相守难 这个男人一走 不仅没有归期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没准这个山包 就是 她留给自己的最后的东西了吧 填完了最后一剖土 叶欣然转身向所有人致谢 今天谢谢大家 大家都辛苦了 村民们看着她抿着嘴唇 睁着大大的眼睛 仿佛整个人的惊奇神都被抽走了 心中对这个姑娘就更加的心疼 叶娘子 你要节哀啊 节哀叶娘子 事情要向前看 家里还有孩子需要你照顾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我会的 大家先回去 我还有些话 想对淮安说 叶欣然道 众人散去 冷清雨和陆长青 带着三个孩子 也远远地站到了一边 他们知道 叶欣然一定有很多话 想对萧怀安说 叶欣然看着孤零零的坟头 心里涌上无限的酸楚 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我还没有睡你一次 你就这么走了 我可太亏了 第一句话刚出口 就带上了鼻音 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叶欣然从怀中掏出手帕 使劲地醒了醒 鼻涕又接着说道 说好了 心中无男人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一定朝夕相对的太久了 让我产生了幻觉 走了也好 正好让我可以有时间缓一缓 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到底是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天底下的好男人这么多 我一定是见得太少了 才会这么没出现 小巴隐藏在附近的草丛里 听见这些话 只觉得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 之前因为叶欣然受伤 她已经预料到了 自己回去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原本来想从夫人这里 偷听到几句好听的话 可以带回去哄主子开心 这下倒好 她要是敢把偷听到的这些话 告诉给主子 主子一生气 可能连看都不想看见她了 小巴在心中哀叹自己命苦 祈祷着叶欣然 能说出几句想念的话来 谁知叶欣然又接着说道 刚澄清的时候 你就说自己不行 那时候 你一定是嫌弃我吧 亏我还觉得你而好 完了完了 我听到了什么 主子不行 如果让主子 发现我知道了这个秘密 我一定活不过明天 我就不该留下来偷听 小巴躺在草丛里 懊悔不已 恨不得马上离开 可叶欣然 又碎碎念了很久 直到脸上的眼泪 都被风给吹干了 她才想起来 娘和孩子们 还在等着自己 她在脸上胡乱摸了两把 然后转过身 找几个人一起会合 下山去了 肖淮安下葬两日后 村子里来了一些陌生人 他们表面上说 想要和村民们高价收些粮食 背地里又偷偷向村民打探了 萧家房子起火的情况 和肖淮安的死状 叶欣然在头七那日上山烧纸的时候 发现坟包也被人动了手脚 上面有一些新土的痕迹 他未动声色 只让张谦和丁巧 留意这些人的动向 李正也很快发现 这些人目的不纯 他给大家火通了气 有陌生人打听他们村子里的事 一律都推说不知道 让他们都来找自己 几天后 那伙神秘人又突然消失不见 不知道 他们是因为查不到东西离开了 还是因为查到了自己想要的才离开 叶欣然只能暗暗祈祷 希望他们没有发现肖淮安假死的秘密 人虽然走了 但日子还得过下去 又过了十天 冷清雨见女儿的情绪不高 便提出了要带她去京城的事 欣然 淮安已经走了这么久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冷清雨劝他 叶欣然心里明白自己的情况 他现在这个样子 一半是真的伤心 还有一半是装出来的 可是他不能说 娘 你放心 我心里都有数 离开他我也能过得很好的 你就是嘴上说说 淮安他走得这么突然 你怎么可能不伤心 我是想着 不如你和我一起去京城 离开这个伤心的 哪怕出去散散心 也是好的 娘 我真的不需要散心 叶欣然拒绝 倒是你 已经决定要回去了吗 冷清雨点了点头 有些事情 逃避不是解决的办法 我总要回去面对的 这些日子 我想了很多 也学到了很多 娘想通了 先活出自己来 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娘 叶欣然有些欣慰 你真的放下陆婷婉婉 放下了 冷清雨冷笑 我以后不会再被他的那些花言巧语所迷惑 有些男人 活着倒不如死了 像陆婷婉这种两面三刀的人 只有把他的牌位摆在祠堂里的那天 他才能真的老实吧 叶欣然文言笑了笑 你一个人 回去我有些不放心 不如把掌亲一起带回去吧 冷清雨却说 掌亲这些年娇生惯养 虽然董事 心思却太单纯 我怕他回去 再着了陆婷婉的道 本来是想着 带你回去散散心 你若是不想和我一起去 那我就一个人回去 京城有冷家的铺子 冷家的人 陆婷婉不敢真的对我怎么样的 好 叶欣然点头 那你一定要小心才行 嗯 冷清雨硬了下来 娘儿两个又说了半天的提及话 等到上床休息的时候 已经快要半夜了 叶欣然简单洗漱后 就倒在了床上 本来以为会一觉睡到天亮 却没想到 这一晚上 噩梦连连 一会儿 梦见萧怀安真的葬身于火海 一会儿又梦见冷清雨 一脸一手的血 在想她求救 叶欣然出了一头的汗 口中喊着不要 猛地坐了起来 窗外星光点点 皎洁的月光倾泻进来 照得屋子里半明半暗 叶欣然呼吸急促 她伸手擦了擦汗 深呼吸几次后 才让自己的心跳 慢慢地平稳下来 梦中的场景 记忆犹新 如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真的出了事 她一定会像刚刚在梦中一样 痛彻心扉的 她不能什么都不做 睡时睡不着了 叶欣然靠着床头 想着心事 在清晨第一缕 阳光刺破天际的时候 她终于下了决心 她要去京城 战场上的事情 她无能为力 可是冷清雨这边 她却可以帮得上忙 至少 她有高超的医术 有能储存的空间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些也许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既然下定了决心 去京城之前 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 她要离开 最难解决的 就是三个孩子的问题 长生在书院读书还好说 可长生和长平该怎么办 村子里并不安全 叶欣然私来想去 总算是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她想到的地方 就是魏府 虽然接触的次数不多 但是叶欣然一直觉得 冷清心是个十分和善的人 魏府人口简单 魏静之又是书院的院长 可以安排孩子们读书 实在是不二之选 吃过早饭后 叶欣然没有急着去作访 而是留下来 先把自己要去京城的事 和冷清雨说了一下 冷清雨对于她能改变主意 十分惊喜 连声问道 真的 你真的和我一起去京城 叶欣然笑了 我既然说了 总不能是旷你的 只是我放心不下三个孩子 想要给他们安置一个妥善的地方 京城一来一回 时日不短 依我看 就让三个孩子 暂时住在你姨母家中 最是稳妥 娘也是这么想的吗 叶欣然道 我早上想了半天 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来 回头我和魏静芝说说 让长安和长平他们 也去书院去读书 这样他们和长生一起 还有长青和景仪 大家一起上学 一起回家 彼此也有个照应 长安和长平的水平 也不知道够不够的上书院的要求 叶欣然有些担心 你放心 这件事尽管交给我 你去把你生意上的事安排好就行 叶欣然肯和自己离开这里 说明他是真的放下了 冷清雨很高兴 将来的一段日子 就能和女儿朝夕相伴了 而冷清雨将孩子的事 大包大揽下来 叶欣然便开始安排生意上的事 医馆那边倒是简单 李默对血烟膏和洗脸皂的销售 十分熟练 不需要操心 新店也暂时在装修中 离开夜还有段时日 也不需要着急 所以 没有太多需要嘱咐的地方 李默听到叶欣然 要去京城的消息时 倒是十分赞成 京城那边的市场更好 你既然是和陆夫人一起去 正好可以看看京城那边的市场 也早日把我们的血烟膏 打进京城中去 府城那个店的事情 就全都交给我 洗脸皂 我也可以让人定时去村子里去 只要你生产那边安排好人就可以 如果你实在没人 我就把李乔给安排过去 李默把自己能想到的事情 都捣过了一遍 李乔听见了 立刻苦了脸 叶欣然便笑着说 可别再折腾他了 李乔怎么说 也是正经看诊的大夫 还是让他做自己擅长的事吧 作坊那边 我会安排人的 好 有什么难处你 尽管和我说 怀安不在 李默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怀安不在了 作为他最好的兄弟 你们一家子的事 就是我自己的事 明天 我立刻就把三个孩子 接到身边来 叶欣然摇头 孩子不用 孩子我已经安排好了地方 在卫院长的家里 李默有些意外 卫院长 那太好了 在卫院长那 还能实时聆听院长的教会 比在我这里强多了 那生意这边 就全都交给你了 叶欣然道 李默赶紧保证 放心 交给我就好 安排妥了这边 叶欣然又开始安排作坊这里 作坊建立的时间不长 其实是最让叶欣然操心的 不过好在 现在也有了能用的人 叶欣然回村后 把张谦叫到自己身边 细细地问了他工坊里的操作流程 张谦掌握得很好 叶欣然问到的问题 他基本不会出错 这个 这里一定要注意 在混合的时候 温度和火候都要保持稳定 叶欣然再一次强调了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对张谦说道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工坊里的事情 就由你来做主 张谦有些慌张 主子 我实在不擅长这个 不擅长 也得擅长 叶欣然说 因为我实在没有第二个人选 可是 主人让我们来 是来保护主子安全的 你若离开云边村 我和丁巧 应该随时左右 不必 叶欣然说 让丁巧一个人跟着我就好 其实他不喜欢 有人跟在身边 但是丁巧伸手好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可是 张谦还想反驳 叶欣然却一脸严肃 张谦 我知道你是奉命来保护我 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现在的主人是谁 是 张谦恭敬地扶手 叶欣然接着说道 我要求 你把作坊看好 不能出一丝差错 保证供应上永乐堂的销售进度 还要保持仓库 有一百以上的存货 是 小的遵命 丁巧全程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对于自己要跟随叶欣然去京城的事 他立刻印了下来 奴婢会陪同在主子左右 听从主子的安排 叶欣然再次说道 你们两个虽然是淮安指派给我的 但是我不喜欢身在曹英心在汉的手下 若是不能一心一意为我做事 你们两个就不必留在这里了 听见叶欣然这样说 两个人全都跪倒在叶欣然的面前 属下不敢 属下一定以主子为重 尽心竭力 为马首是瞻 起来吧 两个人表了态 叶欣然也算是放心下来 接下去 他要找的人是李正 在云边村 没有人说话比李正更好时 除了张谦 他还需要李正帮自己照看工房的情况 你要离开云边村 李正听叶欣然说明了来意 也是吃了一惊 只是暂时离开 叶欣然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李正想了想 点头道 好 离开也好 每日看着这里的人和东西 难免会堵私人 那你 还回来吗 李正有些不确定的问 当然 这下 叶欣然是真的笑了 昨访还在这里 挣钱的家伙事还在这里 我当然得回来 那就好 那就好 李正皱起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你尽管出去床 家里这些事啊 我也能帮你照看着 那三个孩子也和你一起去吗 叶欣然 不去 我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去处 叶欣然把能准备的都准备了 连血盐膏都加急生产了一百罐 一切都在暗部就班 没想到林要走了 冷清雨那边又出了问题 叶欣然和冷清雨 说到自己这边进度的时候 冷清雨面上的颜色稍微变了变 欣然 书院这边我和静志已经说好了 两个孩子的考核也都通过了 可是他们 冷清雨欲言又止 叶欣然察觉到了不对 忙问 怎么了 冷清雨这才说到 孩子们还小 有些事情 喜欢钻牛角尖 也是正常的 这些日子 我已经和他们解释很多遍了 但是长安和长平 一直都认为 你是想抛下他们了 不用冷清雨多说 叶欣然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怪不得这几天 长安和长平看见他的时候 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都怪他一时粗心 只想着生意上的事 竟然忘记了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和他们说吧 叶欣然说 孩子们都懂事 只要把道理讲明白 他们都会懂的 晚饭后 叶欣然把两个孩子 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长安一向和叶欣然亲近 总是一见面就撒娇 今天却出奇的安静 没有第一时间扑上来 长安 长平 你们两个都过来 站在门口干什么 叶欣然朝着他们招手 两个孩子低头走过来 长安的小手 还在下面一直搅着衣摆 把衣服弄得皱巴巴的 这两天书读得怎么样 我听外祖母说 你们去书院考核 考得都很不错 叶欣然语气温柔 长平终于抬起了小脸 多亏了长安帮我复习的 那也是 你自己够聪明 叶欣然刮了刮他的鼻子 然后 从怀里拿出了两块糖 递到他们手中 给 你们书读得这么好 沈娘奖励 你们吃糖 长安看着手中的奶糖 正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叶欣然给他的那种 长安再也憋不住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呜 沈娘不要离开我们好不好 长安会乖乖的 长安不吃糖 把糖都留给沈娘 长平看见弟弟这个样子 也憋不住哭了出来 沈娘 我们两个会听话的 长平还没好好孝顺沈娘呢 不想和沈娘分开 看两个小家伙 不再憋着了 叶欣然也输了一口气 谁和你们说沈娘 要丢下你们了 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沈娘好好赚钱 你们好好读书 虽然二叔不在了 但是我们要过得 比以前更好才行 可是 长安一脸的不可置信 可是他们都说 沈娘要离开村子了 是 叶欣然说 长安和长平对视一眼 那样子好像在说 果然是这样的 我是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 可是离开了 不代表就不回来了 叶欣然接着说道 你们虽然还小 却也应该知道 外面的天地广阔 我们怎么可能一直被限制在云边村这样一方土地上 长安歪着头问 沈娘是想出去看看 然后再回来 沈娘还是要我们的 是吗 是啊 叶欣然摸了摸两个人的头 是沈娘不好 没有提前和你们说清楚 让你们白白担心了一场 我们不怕白担心 长平说 只要沈娘还要我们 我们做什么都不怕 对 长安这会儿终于贴在了叶欣然的身上 只要沈娘还要我们 我们做什么都行 叶欣然给两个孩子讲了自己的打算 长安眨着眼睛问道 沈娘是说 要去保护外祖母吗 差不多 叶欣然道 虽然你们的外祖母也很厉害 但是身为女儿 我想保护她的安全 身为孩子 我们也想保护沈娘的安全 长安有样学样 叶欣然笑了 沈娘将来可是要做大梁女富豪的 你们要厉害一点 才能保护得了我 嗯嗯 两个孩子齐刷刷地点头 眼睛里全都是亮晶晶的 四天后 所有事情准备妥当 孩子们被送去卫府 叶欣然和冷清雨 也终于踏上了去京城的路 他们这一行 一共有五辆马车 一辆马车里 坐着叶欣然和冷清雨 一辆马车里 坐着丁桥和其他的丫头 剩下的三辆马车 一辆装着冷清雨的随身物件 还有两辆 放的是叶欣然带去京城的洗脸灶 和血盐膏 李沫说的没错 既然去了京城 就要趁机研究一下生意的事 毕竟是天子脚下 王公贵族聚集的地方 该好好开拓一下市场 一路上走走停停 叶欣然沿途见识到了不少风土人情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云边村偏西北方 而京城却在中部地界 所以马车越走 天气就越暖和 已经穿上的厚衣服 又不得不换成了薄衫 他们并不贪快 到了比较大的城镇 就会留下来歇歇脚 叶欣然也终于见识到了 冷家强大的实力 几乎是所有的镇子里 都有冷家的店铺 绸缎装 不装 虽然每个地方的店铺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招牌 却都是一样的 都是冷静 这么多的店 会不会管理不过来 叶欣然问 会不会经常出现运通线那样的 有死账坏账的情况 冷情语道 生意做大了 有些事情是难免的 只要坏账金额不高 我们是不会追究的 而且冷家从一开始就定了规矩 以州府为界 上面的人 要对下面的人进行管制 下面县城 村镇的店铺出了事 会一层一层的找上去 进行相应的惩罚 这样一来 就能很大程度上 调动一些人的责任心 原来是这样 叶欣然点了点头 他也想把洗脸造的生意做大 只是没有经验 不知道该如何管理 现在看来 他还有很多东西 要向冷清语学习才行 不过 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店铺的掌柜 都是从当地雇的 还是从京城那边派过去的 陆家有人参与其中吗 这些天 他想了很多 关于冷清语和陆廷恩的事 陆廷恩肯装模作样 哄骗冷清语这么多年 不可能只是为了冷清语 每个月给家里的那些花销 他到底有什么野心 为了他的这个野心 这些年来 他又做了什么 听了叶欣然的问题 冷清语皱着眉头想了想 然后说道 陆家人虽说一直花着我冷家的钱 但是他们出身侯府 瞧不上这些要伺候人的买卖 所以 这些年来 他们倒是没有插手到生意之中 只有知义 说到陆知义 冷清语的心情开始变得复杂 毕竟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 平时虽然也没有多亲近 但是有十多年的感情在 他打心眼里 希望陆知义 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可这么多年了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吗 他怎么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呢 想到这里 冷清语说道 知义之前 倒是接触了一下布庄的生意 不过他上手的慢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学会 我便一直没有放手 那就好 叶欣然说 如果陆家在生意里安插的人太多 到时候处理起来 也会有麻烦 冷清语安抚他 万掌柜是几十年的老人了 我照顾不到的地方 他也总是能帮我想到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纰漏 两日后 几人终于到了京城 守门的卫兵们 见到侯府马车的标识 没有仔细盘查 便将人放了进去 叶欣然将头伸出车窗 看着巍峨的城门 和吸壤的人群 切实感受到了京城的繁华与热闹 京城里这么多人 好吃的好玩的 一定比云通县多很多 他道 京城里的凌云阁和清云斋 都是鼎鼎热闹的地方 等安顿下来 我让人陪着你去逛逛 冷清雨看到叶欣然脸上的新奇 高兴地说道 这才是他这么大年纪的姑娘 该有的样子 小小年纪就负担起一个家 冷清雨觉得 女儿过得太辛苦了 可叶欣然脑子里 只想着赚钱 娘 等安顿下来 还是先看看铺子吧 我带了洗脸皂过来 想看看京城的人用不用的管 好 冷清雨笑了 这个女儿 还真是随了自己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赚钱 两人先是去了绸缎庄 将叶欣然带来的货物 全都放进了绸缎庄的库房 然后冷清雨便带着叶欣然 一同回到了侯府 这件事 他们两个在路上商量过 冷清雨的意思 是把叶欣然安排在冷家的庄子上 冷家在京中的房产很多 随便找出一个 条件都差不到哪去 可叶欣然 却坚持和冷清雨 一起回侯府 他这次来 主要就是为了 陪在冷清雨的身边保护他的 若是住在外面 真出了什么事 根本来不及 至于冷清雨顾虑的怕他受委屈的问题 叶欣然道并不担心 本来他就没把什么侯府放在眼中 更没指望着侯府里的人能够 把他当成大小姐来看待 主打的就是一个 只有我不在乎 就没人能伤害得了我 所以 冷清雨的担心就不成立 小四提前回府中报了信 马车到了侯府门口的时候 侯府的家丁和丫鬟们 早就排成了一长牌 等候在那里 冷清雨下了马车 丫鬟仆仆人们全都跪倒在地 口中喊道 给夫人请安 夫人福寿安康 都起来吧 冷清雨语气淡然 叶欣然随后走下马车 正好看见娘亲一态万千 刀高在上的当家主母形象 冷清雨说完话 回身拉住叶欣然 便慢慢地往院子里走 下人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 和夫人长得有气氛相似的姑娘 都十分好奇 他们偷偷地拿眼睛瞄着叶欣然 把之前听到的谣言 与眼前的姑娘合为一体 原来 这就是侯府流落在外的大小姐 叶欣然没有理会那些人的眼光 学着冷清雨的样子 挺直腰背 目不斜视 直直地往院子里走 进了房间关上门 她才终于放松下来 哎 好嘞 冷清雨见她这个样子 觉得有意思 便问道 什么事让你这么累 叶欣然晃了晃头 这才说道 大宅院里规矩好多 连走路的姿势都要格外注意 还好我不会长时间的生活在这里 你是自由惯了的 性子比较严 不喜欢也正常 冷清雨笑着看向女儿 顿了顿 又说道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习惯 可是时间久了 那些规矩礼仪 都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改不掉了 娘两个在房间里说着梯极话 门外忽然有丫鬟来传话 夫人 老夫人 听说您回来了 叫您过去说话呢 冷清雨应了一声 我一路风尘仆仆 等换一身衣裳 就去给老夫人请安 外面的丫鬟又说道 老夫人听说 您带回来了一个姑娘 吩咐您把这位姑娘 也一起带过去 知道了 冷清雨看了看叶欣然 见她也没有反对 便放下心来 叶欣然怎么说 也是陆府敌张女 老夫人那里 她是肯定要见的 只是陆老夫人脾气古怪 平时对陆之意 又宠爱有加 冷清雨有些担心 欣然会受委屈 一会儿 老夫人说什么 你硬下便是 有些问题不会回答的 娘帮你回答 不用紧张 我不紧张 叶欣然笑了笑 又不是领导考核 也不是金主面试 她还不至于为了一个 贪心自私的老人 感到紧张 两人洗漱一番 又换了新的衣服 冷清雨便带着叶欣然 去了后院 后院是陆老夫人 休息的地方 除了正房 院子旁边 还有一个小小的佛堂 是老夫人 平时清休用的 叶欣然跟着冷清雨 走进内室 看见一个穿着华柜 头发花白的夫人 正坐在上手喝茶 冷清雨进门 就给老夫人行了礼 母亲身体可安好 媳妇离家多日 老母亲挂心了 老夫人并不答话 只低头撇着茶叶墨子 直到茶碗上的盖子 被他转了三圈 一口茶水入口之后 他才说道 知道我挂心 还在外面流连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一句话家枪带棒 半点面子 也没给冷清雨留 冷清雨熟悉 他这种说话的腔调 以前 只要他不高兴了 就会用这种 阴阳怪气的语调说话 要是哥在平时 冷清雨早就上前赔罪了 可是今天不行 冷清雨心里清楚 现在他若是退一步 那欣然也会跟着受委屈 他可以受委屈 但是女儿不行 况且 以前忍气吞声 是为了雇权大局 现在 哪里还有什么大局让他雇 母亲 冷清雨开口 我留在云通县 也是为了治病 这些年身子不好 让母亲和廷恩操了不少心 母亲也希望我能早日好起来吧 老夫人一愣 没想到多年来 一直乖顺的儿媳妇 竟然也敢顶嘴了 她把手中的茶碗重重放下 发出咔哒一声 冷着脸道 一个小小的云通县 能有什么好大夫 这些年来 金钟明依严请了不少 连宫中的御医 都被廷恩请来给你看诊 你现在和我说 你专门跑到云通县 那个偏僻地方去看病 被别人听了去 还以为我们侯府苛待你了 冷清雨不动声色 只是道 母亲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些年 廷恩对我关怀备至 您更是把半个侯府 都交由我来掌管 整个京城 谁不知道 侯爷与我情色和明 举案齐眉 不管是谁 都不会往那个方面想的 老夫人冷哼一声没有说话 冷清雨又趁机说道 儿媳这次除了治病 其实还有一件 十分重要的事情 说着 他把叶欣染拉至身前 我和侯爷这次去云边村 意外找回了 亲生的女儿欣染 欣染 这是祖母 叶欣染看着那个身材肥瘦 面容刻薄的老夫人 心生不喜 可面上 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道 孙女给祖母请安 老夫人看着叶欣染 面上的表情 竟然有些不自然 她咳了一声 然后说道 这件事 我听廷恩说过了 既然 是我陆家的血脉 那就好好安置下来 稍后让孙嬷嬷 带她去西跨中 冷清雨 闻言摇了摇头 西跨院收拾出来 背着野行 不过欣染出来乍到 很多东西还不懂 这段时间 就先让她住在我的院子里 她都多大了 还和你住在一起 老夫人显然不满 冷清雨却依然坚持 我们母女刚刚相认 也需要在一起 好好了解一下 陆老夫人上下 打量着叶欣染 眼中都是不满的神色 好好教导一下 野行 毕竟是乡下养大的野孩子 什么规矩都不懂 回头让知义也少和她接触 免得知义 好好的孩子 被她给影响了 冷清雨听得心头火起 顶撞道 欣然可不是一般的孩子 母亲莫要把人给看扁了 老夫人变了脸色 冷是 我看你出去这次 别的没什么长进 胆子倒是大了不少 我念着廷恩的脸面 刚刚没有追究于你 你倒是越发地 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久居不归 外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勾着你 身为侯府的老夫人 对自己的儿媳妇 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免让人多想 那宅女人 把贞洁名声 看得比性命还重 她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能要了别人的命 叶欣然听不下去 轻轻行了一礼 开口道 老夫人 您息怒 孙女刚才仔细看了下 您鼻下生着三条横纹 想来是平日里火气比较大 骂人的话说的比较多 您也一把年纪了 还是要注意留点口德 我看院子里 既然修了清修的祠堂 那就要好好利用起来 毕竟身体要紧 口液造得多了 可能会折损您的阴符 陆老夫人本来想 好好地 给冷清语一个下马威 哪想到她带回来的 这个小姑娘 竟然如此地牙尖嘴利 你好大的胆子 我教训你母亲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了 叶欣然又是一礼 说道 孙女也是为祖母的身体着想 怕您想不到天伦之乐 若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祖母见谅 老夫人一拍桌子 大胆 我侯府的后背 岂能如此地不知理数 孙嬷嬷 给我长嘴 是 站在陆老夫人身后的孙嬷嬷 挽起袖子 朝着叶欣然就走过来 她肥厚的手掌刚刚挥起 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她转头 看见叶欣然身边的丫头 出手捏住了她的手腕 丁桥手上用力 带着孙嬷嬷的手轮了一圈 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回旋 打到了孙嬷嬷自己的脸上 啊 你 你竟敢打我 孙嬷嬷捂住被打的脸 另外半张脸 气得通红 丁桥却退回原地 一脸的严肃 刚才是你自己打的自己 可不是我打的 不过 你要再敢对我家主子动手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反了 反了 陆老夫人拍案而起 桌上的茶水 都被震得样出来半盏 冷事 你竟然敢带来陆不明的人进入侯府 你到底按的什么信 你难道还想打你婆母不成 面对陆老夫人的指责 冷清语并没有半点慌张 他镇定地解释道 母亲 丁桥是欣染的贴身丫鬟 并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 孙嬷嬷虽然是您身边的老人 但她毕竟是个下人 一个下人 敢对主子动手 是大不敬 丁桥阻止她并没有错 好呀好呀 我看你是 不把我这个婆母放在眼中了 来人 给我把这两个新来的丫头压下去 我要亲自查验 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陆家的种 母亲 冷清语兰在老夫人面前 这件事 侯爷在云通县亲自验证过 您还不相信吗 陆老夫人冷笑 庭恩那么善良 万一是被你们蒙骗了呢 我看这件事 就是你的阴谋 说完 他朝着家丁怒吼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 把人给我抓起来 丁桥立刻忽在叶欣染的面前 我看谁给动手 双方剑拔弩张 仿佛下一刻 就要拼个你死我活 正在这时 陆侯爷从外面走了进来 清语 你回来了 娘 你们这是干什么 都给我住手 全都退下去 陆侯爷喝退了下人 第一时间过来 抓住了冷清语的手 你回来怎么也不派人提前通知我 我好去城门那里接你 他满寒深情地看着冷清语 眼中充满了愧疚 思念和惊喜的神色 若是以前 冷清语看着他这样的眼神 心中就会软得不像话 可如今 他只觉得 侯爷脸上的表情 并非出自真心 而是刻在他的骨子里的习惯 随时都可以拿来用 毕竟 永宁巷子里 还住着一位 也不知道在面对那位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拿出这个表情来 见冷清语不说话 陆亭恩又继续说道 怎么回来就这么大的火气 你先回房间休息 母亲这边的事交给我处理 说着就推着冷清语往门外走 陆老夫人见儿子这个样子 口中又开始骂道 身为当家主母 不说以家业为重 就知道哄着男人为你做主 这不是狐妹子 又是什么 陆亭恩回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母亲 你就少说两句吧 叶欣然也回过头 祖母 你是在夸母亲吗 她确实又漂亮 又会赚钱 不像某些人又老又穷 也难怪会有人嫉妒 你 可嗨嗨 陆老夫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陆亭恩转过头 脸色难看地喝止叶欣然 你也少说两句 不得不说 陆亭恩的面相确实好看 上了年纪后 又有了那种老男人独有的沉稳和气质 只可惜是个渣男 叶欣然瞪了他一眼 倒是乖乖闭嘴没再说话 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 就暂时先让他们母子高兴高兴吧 叶欣然扶着冷清雨回到院中 陆亭恩本想跟着过来 却被冷清雨以疲惫为由给拒绝了 今天一直在赶路 我也累了 侯爷去安抚一下母亲吧 陆亭恩顿住脚步 看冷清雨的一脸皮色 倒不似装出来的 本想再说点情意绵绵的话 却看到叶欣然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陆侯爷只好说了句 好 那你先好好休息 晚些时候 我过来陪你用饭 陆亭恩走后 三人很快回到自己的院中 一关上门 冷清雨立刻拉过叶欣然 关心地问 刚才有没有被吓到 叶欣然扶了扶身子 我胆子没那么小 只要母亲不嫌弃我 私自做主 得罪了那个老太婆 就好 丁巧也赶紧心里认错 奴婢刚刚未听赵令 就私自动手 还请夫人责罚 冷清雨一手一个将两人扶起来 面上是毫不掩饰的笑容 我哪里舍得怪罪责罚 我心里高兴着呢 嫁进侯府这么多年 头一次见老夫人吃扁 他刚刚脸都憋成猪干色了 看冷清雨这个态度 叶欣然和丁巧相视一笑 他们两个一个来自现代 一个出身军营 本就不把这些后院的规矩放在眼中 既然冷清雨 现在也同他们一样的态度 那以后 手脚似乎还可以再放开一些 你这个丫鬟 倒是顶好的 又会武功 又忠心护主 有他在你身边 我也就放心了 冷清雨看着丁巧对叶欣然说 丁巧立刻行礼 主子就是丁巧的天 如今 主子让我保护夫人 丁巧也定会把夫人当做主子一样侍候 你一个人 哪里顾得上这么多 你只要保护好欣然就好 冷清雨 叮嘱 叶欣然笑着提议 那我们就形影不离 你走一步我跟一步 这样 丁巧就顾得过来了 冷清雨文言 笑着点了点他的额头 就你最有办法了 这边 三个人欢声笑语 侯府的后院 却气氛民众 陆婷恩坐在陆老夫人的对面 陪着小心 母亲 您自己身体要紧 不要为了无关的人动怒 陆老夫人一肚子怒气未消 冷着脸道 我再不管 他们就不知道 这个家是谁在做主了 一个刚来的野丫头 就敢对我出言不敬 还不是冷逝在背后纵容 娘 这些年轻雨 一直对您恭敬孝顺 她不是这样的人 陆老夫人猛地一拍桌子 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为她说话 难道你真的被她迷失了 心智不成 你别忘了 小雨她 陆婷恩听见这个名字 眼睛突然睁大 赶紧制止了老夫人下面的话 娘 慎言 哼 老夫人哼了一声 孙嬷嬷健壮 忙把屋子里的丫鬟仆人 全都赶了出去 自己关上门 守在门口 陆老夫人这才接着说道 当年若不是你贪图冷家的家财 小雨也不必 跟着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初说好的事情 你到底做到没有 我一把年纪 难道还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陆婷恩文言也变了脸色 母亲 当初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贪图冷家的家财吗 不是你说的 为了陆家 可以委屈一下小雨的吗 怎么现在说起来 全都是我的错 陆老夫人刚被冷清与几人气道 现在又被自己的儿子翻了旧账 一张老脸再也挂不住 垂眸落下泪来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不管我为你操多少心 使用多少力 最后好处都是你们的 错都是我的 老夫人声音哽咽 听得陆婷恩心中烦躁 可她到底是孝顺的 不敢将心头的烦躁表现出来 只能低声哄着陆老夫人 当初说好的事 不是一直在做吗 现在之意 也开始接手生意上的事了 要不是半路杀出来的叶欣然 这件事早就成了 听陆婷恩提起叶欣然 老夫人立刻停止了戳气 她想到叶欣然也是一脸的嫌弃 开口说道 她冷清雨生下的孩子 就没一个看得顺眼的 当初叶家那边 不是万无一失了吗 我听说她几岁的时候 就被叶家给毁了容 为什么刚才看见 又是好端端的一张脸 这件事 陆婷恩本来也是满腹的疑惑 她后来让人去查了底细 知道叶欣然 是用了永乐堂的血盐膏 才恢复了容貌 而且 那个血盐膏 还是叶欣然自己做出来的 至于她是从哪里学的这个本事 却是怎么查都查不到 她回道 这件事一点很多 我的人还在云通县那边打听 但是母亲 轻雨如今竟然回了京城 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不要因为你的一时一起 让轻雨产生怀疑 那个叶欣然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以后切莫再提起小玉的事情 免得功亏一篑 老夫人终于将儿子的话听了进去 那我就再忍她一段时间 反正 也不用忍多久了 不过在她死之前 一定要把冷家生意的大圈 拿到手才行 陆婷恩点了点头 我们本来不就是这样计划的吗 不能因为中间出了点意外 我们就乱了阵脚 这段时间 你和知义对他们母女的态度也好一点 一定要记住 小不忍择乱大谋 晚饭 冷清雨按照习惯 是在自己的小院吃的 陆婷恩特意吩咐厨房 做了冷清雨最喜欢的白酌大虾 和糖醋鲤鱼 不过冷清雨一直捏捏的 都没怎么动快 陆婷恩拿了一个碟子 小心翼翼的包了七八只虾 放进碟子里 推到冷清雨面前 这虾是你平时最喜欢的 多少也吃上两只 这段时间 我没在身边召看你吃饭 你都瘦了 叶欣染文言 差点把嘴里的虾吐了出来 这男人还真是顺嘴胡舟 原以为说 别人瘦就是在关心人了吗 娘在云边村 明明养得比原来胖了一些 他从哪里看出瘦了 冷清雨倒是比他淡定的多 他夹起侯爷包好的虾 到了生线 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咽下去后 用丝帕擦了擦嘴 这才说到 侯爷 欣染出来乍到 一切还不熟悉 这段时间 就让他和我一起睡吧 陆庭恩文言停下的手中的动作 不可思议的道 夫人 欣染都是 成过亲的人了 如何还用和你一起睡 冷清雨笑了 在云边村的时候 他每天晚上都陪我入睡 我都已经习惯了 现在突然要分开 我怕我睡不着 陆侯爷黑了脸 他想起刚刚在厨房喝下的那杯露血 顿时觉得心中烦躁得不行 本来计划用床上的亲密 哄着冷清雨 望了两人之间矛盾的 看来他是料到了 所以故意躲着自己 陆庭恩不打算应来 便决定暂时缓一缓 于是应道 这样也好 欣染刚回来 什么都不懂 你便带着他 多熟悉熟悉府中的事物 冷清雨随即问道 既然欣染回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办一个宴席 也好将欣染的身份公布于众 陆庭恩又变了脸色 这件事急不得 之前我也和你商量过 知义还在 若是我们认回欣染 恐怕会伤了知义的心 侯爷只担心 知义伤不伤心 就不担心你说出来的话 让欣染难过吗 叶欣染文言 立即低下头 还用手抹了抹眼睛 陆庭恩知道这件事 躲不过去 只好说道 我之前和娘也商量了一下 这件事 确实没有什么万全之策 不如 我们就对外说 当年我们生下的是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女儿 被产婆偷偷抱走 如今才找回来 你看这样行吗 冷清雨冷笑 陆庭恩 这是要死保陆之义的身份了 他抬头看着陆庭恩的眼睛 应道 可以啊 只要侯爷不觉得此事荒诞 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侯爷说得对 知义也是我们的女儿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见冷清雨同意 陆庭恩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他不眠不休想了几个日夜 才想出的解决办法 知义以后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必须保证他陆府敌女的地位才行 就是委屈欣染了 陆庭恩又假惺惺惺的对夜欣染道 爹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那祖谱什么时候修改 冷清雨不等夜欣染回话 就急着问 陆庭恩闻言并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 倒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 说道 明天我就叫庭松和庭义两人过来 找林安寺的惠明大师 亲自将欣染的名字 加到祖谱上去 好 冷清雨点头答应 陆家这一只人丁不忘 除了陆老夫人 就没有什么别的长辈了 所以 修改的祖谱的是 陆庭恩自己就可以做主 这件事 属于两人各退一步 他允了陆之一嫡女的地位 陆庭恩就让夜欣染 真正的踏进陆家的门 冷清雨第一次感受到 两人之间充满了算计和妥协 不过 妥协只是暂时的 冷清雨想 既然陆庭恩图夜家的财 那他就要图陆家的名 虽然陆庭恩老谋深算 但他也有了自己的谋划 最后露死水手 还未可知 陆之一像往常一样 在后院陪着老夫人一起用的晚饭 用过饭后 他就来到了前院 给冷清雨请安 娘 您怎么才回来 女儿都想死你了 他靠着冷清雨撒娇 冷清雨不动声色地躲开一点 说道 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这么喜欢撒娇 现在你姐姐回来了 你可以多和姐姐学习一下他的沉稳 陆之一有些不高兴 不过他很快恢复过来 朝着叶欣然道 姐姐在乡下的时候没有父母疼爱 可能不习惯和母亲亲近 不如姐姐学学我 以后多和母亲撒撒娇 母亲才会高兴呢 叶欣然笑了笑 母亲若是喜欢我 只看着我就会高兴 不必我费尽心思去哄她 同样的 母亲若是不喜欢你 你就算是晃断了脖子 母亲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娘 你看姐姐 陆之一被叶欣然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她不知该如何反驳 只看着冷清雨 让冷清雨为自己做主 谁知冷清雨并未帮她说话 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和你姐姐今天都乏了 我们等一下要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睡 明天要请祖谱 大家都要早起呢 陆之一愣住了 没想到冷清雨竟然会这样敷衍自己 知道了娘 你和姐姐早点休息 那我也回房间了 她起身告辞 转身快步离开房间 走到外面的时候 春桃立刻地上披肩 给陆之一围上 小姐 慢些走 小心路滑 春桃提醒 小姐面色不好 难道刚才在屋子里受了气 陆之一刚才憋了一肚子的火 见春桃问起 她停下脚步 转身道 娘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爱护我一辈子 可现在夜心染来了 她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所以 她还是偏心她轻生的那个 是吧 春桃以为小姐只是任性 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忙高兴地回道 小姐 这些年夫人带你虽然不错 可那个人毕竟是她轻生的 到底还是能看出差别的 听见春桃也这么说 陆之一的神情冷了冷 亏我偶尔还会心怀愧疚 现在看来 那些愧疚 就像是笑话 春桃硬喝道 小姐 玉夫人才是真的对你好 我知道了 陆之一回身看了一下冷清雨院子的光亮 和两个亲密的身影 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洗漱后冷清雨和叶兴染同踏而眠 丁巧就在外室的小踏上休息 叶兴染睁着眼睛 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 不由问道 娘 接下去怎么办 你真想让我进到陆家 冷清雨微眯着双眼 我已经想过了 下毒的人一时半刻也查不出来 那就先放在一边 现在先让陆家承认你的身份 将这件事公布于众 这样你就是京中的名门归秀 有这个身份在 在京中行事会方便许多 他陆家本就没什么可图的 唯一能用的也就是个身份了 陆庭恩竟然敢算计我 我要让把他吃下去的 都给我吐出来才行 那我需要做什么 叶兴染也想帮帮忙 家里这边不需要你操心 明天改完族谱 我带你去转转 给你选个合适的铺子 好 叶兴染硬了下来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冷清雨就起来了 本来想留叶兴染多睡一会儿 但是屋子里人来人往 叶兴染也知道 今天的事情很重要 便也跟着早早起床 不同于在家 侯府中所有的事 都有丫鬟伺候 叶兴染刚挪到床边 就有丫鬟蹲下身子 给他穿鞋 下地没多一会儿 就有丫鬟端来了洗脸 和刷牙的水 请他洗漱 洗漱后 有丫鬟端来了热腾腾的早饭 用过饭后 又有丫鬟过来 给两人梳妆打扮 在乡下 叶兴染一般都是 简单的挽一个发剂 用簪子别住 今天却不用他亲自动手 梳头的丫鬟手巧得很 三下两下 就输出一个飞云剂 再插上两只不咬 简单点缀 显得精致又可爱 他皮肤很白 略湿一点薄粉 就显得皮肤更是细腻如枝 眉间点着一朵梅花 衬得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熠熠生辉 梳妆后 有丫鬟捧来了装衣服的匣子 匣子里是冷清雨 专门为他准备的衣服 樱桃红色的凤尾裙 将他的妖术的极细 外面罩着同色系的锦绣小衫 看起如同一朵刚刚盛开的明念花朵 明媚又张扬 既有少女的清心明快 又有少妇的撩人心怀 连书头的丫鬟都不由地惊叹一声 小姐真的是天人之姿 随手一画 就如此的明念动人 叶欣染看着镜中的自己 也有些惊艳 不由说道 都是姐姐手巧 冷清雨穿了一件青丽色的长服 回头看见梳妆好的叶欣染 也流露出惊喜之色 不愧是我的女儿 随便打扮一下 都是要咽压群芳的 娘 你怎么也这么说 叶欣染更加不好意思 时辰已到 外面的马车也已经备好 冷清雨带着叶欣染坐上马车 一行人奔着林安寺而去 陆老夫人信佛 所以家中不管大事小事 都喜欢先问过佛祖的意见 像改祖谱这种事 陆家人也希望 经过惠明大师之手 能够让陆家的新成员 给陆家带来好运 惠明大师看见叶欣染的时候 被眼前这个明艳的姑娘 吓了一跳 这不就活脱脱的陆夫人的年轻版 一下子就把那个穿着鹅黄色衣裙 陆之衣给比下去了 不过陆侯爷看起来并不喜欢这个 刚刚认回来的女儿 惠明大师在他脸上 看不到任何欢喜之情 倒像是被逼无奈 才认下这个女儿的 这倒是有些奇怪了 出家人不管俗世间的事 惠明大师也从来都是拿钱办事 他接过陆家人捧上来的族谱 念了一段金刚经 便执笔在族谱上写下了陆欣染的名字 名字是他们商定好的 只换了姓 没有换名 陆婷恩不想费心思重新给女儿起名字 叶欣染也正好不想让她起名字 双方一拍即合 这事儿便定了下来 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还没到中午 就已经走完了全部流程 陆老夫人不愿意多看他们母女 便推说累了 要了间疗房 在寺里暂时休息 陆之衣立刻上前陪同 陆婷恩这边有话 要与明慧大师说 于是叶欣染便带着欣染 去了前面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内有很多妇人在烧香拜佛 冷清雨走了进去 从沙米手中接过一炷香 恭恭敬敬地上了香 跪拜下去 叶欣染也学着娘的样子 跪拜下去 她原本不信神佛 看着威恶的神像 她第一次生出一种欲念 希望佛祖真的能听见香客的心声 希望她能够保佑萧怀安 旗开得胜 平安健康 两人烧香之后 冷清雨去前面求了签 看着看着 她忽然察觉到一道视线 一直朝着他们这边看 一开始 叶欣染只以为是错觉 没有留意 可没过多久 那道视线又看了过来 叶欣染装作不经意地回头 看见一个穿着湖蓝色纱裙的妇人 突然扭过头 躲过了叶欣染的目光 叶欣染立刻心生警惕 她示意叮巧留意那个妇人 同时也在冷清雨抽完签之后 悄悄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娘 那边有个妇人一直看着我们 你认识她吗 冷清雨装着回头找人的样子 朝着那个妇人看去 仔细辨认了一下 发现这个人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 许师看你今天穿得好看 多看了几眼 冷清雨安慰道 她身边的丫鬟伴夏 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夫人 那个人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冷清雨不解 伴夏也顾不得隐蔽 指着那人头上的玉簪子说道 夫人 你看那根玉簪 是不是钟少爷当初送您的那根 冷清雨听了这话 连忙抬眼朝着那夫人的头上看去 宁月儿渐渐发现了自己 急忙转身要走 丁乔眼急手快 在她刚跨出店门时 就上前将人拦住 抱歉 撞到你了 有没有哪里受伤 丁乔一边说着道歉的话 一边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 表面上是查看她有没有受伤 实际上 却是控制住人 不让她离开 我没事 你松开 宁月儿有些慌张 她想挣脱丁乔的手 却怎么都挣脱不了 这时候 冷清雨和叶欣然也走了上来 冷清雨看着她头上的簪子 只一眼 就认出了那是自己的东西 她朝着半下使了个眼色 半下立刻上前将人摁住 大声道 你偷看我们半天了 着急跑什么 宁月儿渐实在挣脱不掉 索性也不再跑了 她伸手拉了拉自己的衣裙 缓了神色道 这位姑娘好生无礼 你我素不相识 我来此地 是为了上香礼佛 偷看你做什么 还敢狡辩 你刚才 明明一直在偷看 我家夫人和小姐 半下道 半下声音不小 她这一说 周围准备上香的人们 都停下了静殿的脚步 站在大殿外面看热闹 宁月儿 本来想反驳回去 见往这边看的人多了 她突然就红了眼睛 说道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平白无故地就要 污蔑我偷看你们 林安寺这么大的地方 大家来来去去 难免会遇到 难道这地方 只有你们侯府的小姐夫人能来 我们穷人 就不能来吗 一番话说得十分委屈 说完之后 眼中的泪水 就不小心滴落下来 她长得本就娇小 如今 做出这副样子 更是显得楚楚可怜 周围同来上香的妇人 见了 便起了怜悯之心 佛门本是清静之地 佛祖眼中 也没有什么 穷人妇人之分 你们大户人家 平时耍耍威风就算了 如今在这大殿前 也要仗势欺人吗 就是 以为自己有钱就了不起啊 这是谁家的家眷啊 在这种地方撒泼 也太丢人了吧 好像是静安侯府的 人群中 有人认出了冷清雨 真的 静安侯府的夫人 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眼见周围的议论 对自家夫人不利 半夏更是生气 你胡说什么 谁欺负你了 半夏 冷清雨喝 指住丫鬟 盯着宁月儿的脸问道 你认识我们 宁月儿见冷清雨 和自己说话 那高贵优雅的样子 将她心中的那股嫉妒 和恨意 全都激发出来 她红着眼睛 尽量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小声说道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与夫人素不相识 夫人 我只是碰巧路过这里 求求你放过我 我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 你既然不认识我 刚刚怎么一下 就能说出我们出身侯府 不等宁月儿说完 冷清雨就问道 我 宁月儿这才想起 刚才自己情绪激动 竟然将侯府两个字脱口而出 围观的众人也反应过来 对啊 刚才是这个娘仔 先认出对面 是侯府的人的吧 怎么认出来的 光瓶穿着能看出出身是哪里吗 那怎么可能 光瓶穿着怎么可能认出来 那她刚才还说不认识 其实是认识的才对吧 众人又将目光投向了宁月儿 宁月儿心中紧张 咬着唇又咬流泪 我刚才 只是随口一说 谁知道 你到底是侯府的 还是王府的 总归和我们这些百姓 不同就是了 看着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冷清雨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该不会就是陆廷恩养在外面的外事吧 她刚刚回来京中 还没来得及去那永宁巷子里看人 竟然就这么碰上了 她的手心里冒出了汗 身体也微微发抖 叶欣然察觉到了母亲的异常 盲伸手扶住她 冷清雨 这才恢复了一些 冲着宁月儿道 你口口声声说 不认识我 那头上 为什么带着我陪嫁的簪子 听见冷清雨这句话 宁月儿心中一惊 她下意识地就要去摸头上的簪子 丁桥眼急手快 已经将簪子从她头上拔了下来 这一下宁月儿真的红了眼 她伸手要去夺簪子 却被丁桥闪身躲过了 丁桥将簪子交到冷清雨的手中 宁月儿立刻喊道 这簪子明明是我相公送给我的 什么时候就成了你的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你难道要当着佛祖的面 抢我的定清信物不成 半侠快被她气笑了 忍不住回对道 你的定清信物 你相公送你的时候 你告诉你 这簪子上刻着我家夫人的名字吗 你家夫人的名字 这下轮到宁月儿心惊了 她愣了一下 立刻道 不可能 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名字 我怎么听糊涂了 人群中有人说道 到底有没有字 上面要真是有名字的 那这个女人也太会装了 冷清雨将簪子递给半侠 示意她展示给众人看 半侠从主人手中接过簪子 手指头在簪子的头上轻轻一扭 上面忽然打开 像是一朵盛开的小梅花 梅花心里正刻着一个字 众人见到 全都吸了一口凉气 还真有字 真有字 那个娘子在说谎 她从一开始就哭哭啼啼的 原来是在装可怜呢 竟然在佛祖面前撒谎 这是要遭雷劈的 众人还没念叨完 就听冷清雨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事实摆在眼前 宁玉儿这下真的是无话可说 冷清雨继续道 既然是你相公送给你的 你就把你相公请出来 我倒是要问一问 你家相公 是从哪里得来我家库房里的东西 我 宁玉儿磕磕巴巴 我家相公在外地经商 根本不在京城 那也没关系 冷清雨道 其实她出不出面都一样 我现在怀疑 你偷了我家库房里的东西 现在就要报官 有什么话 你去和官府的人说吧 我 我没偷 这不是我偷的 宁玉儿赶紧解释 你没偷就是你家男人偷的 都一样 半下拉扯着她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宁玉儿现在完全是猛猪的状态 这不是亭安买给自己的吗 上面怎么会有冷清雨的名字 我真的没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给我评评理啊 她慌张地看着四周 祈求得到大家的声援 刚才还帮她说话的几个人 却像是躲温神一样 在她看过的时候 都朝地上催了一口 道了声 晦气 刚还以为她真的被欺负了呢 结果是个小偷 有人呢喃出声 差点被个小偷给利用了 倒霉 幸好刚才没说太多 不然侯府怪罪下来 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就是就是 我听说 那位陆侯爷厉害着呢 我也听说过 这位陆夫人 深得侯爷宠爱 侯爷为了她 家里人的切实都没有 能得侯爷这么看重 那这陆夫人 肯定是又善良又贤惠 怎么可能做出 欺负平民的事呢 就是 人家务主都拿出证据了 上面写了名字 她还不承认 我看这个夫人 就是一肚子坏心肠 偷陆夫人的东西 又转身污蔑人家 坏种 宁玉儿被众人指责的 无地自容 她偷偷看向冷清语 那个女人仪态端庄 高高在上的姿态 实在刺眼 她得到了原本 不应该属于她的东西 他们口中的那些荣耀 都应该是她宁玉儿的 凭什么 凭什么她冷清语 什么都没做 就能和庭恩掌相厮守 就能得到别人的 尊重和称赞 自己却像是丧家之犬 因为一根簪子 被人当作是小偷 侯爷她不是 她想告诉众人 侯爷她喜欢的人 根本不是冷清语 话刚出口 她就立刻惊醒过来 她不能说 她还什么都不能说 半夏却抓住了 她这句话里的字眼 立刻变了脸色 你还敢攀腰我们家侯爷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半夏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与她撕扯在一起 宁玉儿的头发 被半夏一把扯开 衣服也变得凌乱不堪 周围看热闹得越聚越多 全都对着两个人指指点点 冷清语刚想开口 叫半夏停手 就听人群外有人说了一句 清语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怎么了 陆庭恩话音刚落 叶欣然就朝着外面喊道 爹 你来得正好 我们抓到了一个偷东西的贼 听见叶欣然喊爹 这些看热闹的人 立刻反应过来 外面站着的是陆侯爷 赶紧让出了一条路 让陆庭恩走了进来 陆庭恩看见人群里 撕在一起的两个女人 不由地皱了皱眉 挽起冷清语的手道 抓贼的事 让下人做不就行了 你怎么还亲自来了 万一遇到个疯子 伤了你可怎么办 冷清语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好笑 立刻回握住侯爷的手 说道 多谢侯爷关心 今天可不就遇到了一个疯子 像狗一样乱咬人呢 他转头朝半夏吩咐道 半夏 别和他废话了 将人捆起来 送到衙门去 听见陆庭恩声音的时候 凝郁而浑身的血液 就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听见他对冷清语嘘寒问暖 还说自己是疯子 他眼中的泪水 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的庭恩凭什么要对别人好 就算是假的也不行 见丁巧和半夏真的来捆自己 他这才反应 扑通一声跪在地下 朝着陆庭恩刻了一个头 口中哭着喊道 求侯爷做主 名副是冤枉的 名副真的没有偷侯府的簪子 陆庭恩此时 已经拉着冷清语往人群外面走 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 他的脚步一下子就顿住了 他不敢相信地回过头 看跪在地上的女子 拨开自己面前凌乱的头发 露出了熟悉的脸庞 陆庭恩下意识地 就想脱口而出 玉儿 你怎么在这里 可是他忍住了 他脸色油白转轻 好一会儿 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这是怎么回事 半夏一直留在京城 并不知道冷清语与侯爷之间的矛盾 更不知道夫人如今的打算 听见陆庭恩问话 他忙把簪子从怀里掏出来 递给陆庭恩看 侯爷您看 这根簪子可是夫人的陪嫁 我们刚刚在大殿里遇到这个妇人 竟然发现 这根簪子在这妇人头上插着 陆庭恩看见半夏手中的簪子 半口气差点没上来 这根簪子 可不就是他之前送给宁月的 冷清语的嫁妆装了一个库房 这根簪子还是他从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翻出来的 原以为这么一根普普通通的银簪 冷清语不会放在心上 哪怕是丢了 他也发现不了 谁能想到 这簪子上竟然还暗藏着机关 半夏看见陆庭恩变了的脸色 还以为他是因为 有人偷了夫人的嫁妆在生气 于是说道 这个偷东西的贼也挺蠢的 库房里那么多贵重的饰品他不偷 偏偏要偷这根簪子 这可是夫人出嫁前最喜欢的 冷清语一直没说话 他在一旁看着陆庭恩的脸色 由白转清 又由青转黑 心情不由的大好 陆庭恩却在这时开口 区区一根簪子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 还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 他对半夏斥责道 身为丫鬟 你不保护好自己的主子 却为了一根簪子 闹这么大的动静 这簪子丢了 我侯府能买得起千个万根 若是夫人受了伤 你拿命赔都不够 围观众人听的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陆侯爷对夫人果然十分看重 这点小事就发了这么大的火 半夏也没想到 侯爷能有这么大的火气 一时间手足无措 立刻跪下认错 牡壁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既然簪子已经拿回来了 就放那个妇人走吧 陆庭恩对着冷清语说道 今天可是我们女儿上族谱的大日子 不要因为这样一件小事 扫了心 冷清语不急不躁 看着还跪在地上的宁愿认真道 侯爷 我向来也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可是这妇人却不能走 为何 陆侯爷神色凝重 冷清语拉住侯爷的手 柔声说道 侯爷想想 这根簪子 我这些年从未带过 一直锁在库房之中 那是如何到这妇人手上的 这 陆庭恩答不上来 冷清语便继续说道 家中之财流落在外 肯定是家中出了内贼 我现在怀疑 库房里不止少了一根簪子 还少了其他的东西 一根簪子倒是不算什么 可是库房中那些值钱的古玩字画 若是丢了 我们岂不是损失大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妇人不能走 她现在溜了 那茫茫人喊 以后要找起来 可就难了 妇人的意思是 陆庭恩问 冷清语道 我的意思 先将这妇人压制衙门 由衙门负责审问 再让人回府盘点一下库房 对照着当年的嫁妆单子 看看到底都少了些什么 这些东西 就算不是她偷的 也与她有一定的关联 相信衙门的人 一定能撬开她的嘴 宁玉儿听见这话 吓得脸色发白 她悉行几步向前 连连给陆庭恩磕头 民妇是冤枉的 民妇是冤枉的 侯爷 侯爷 民妇不能去衙门 民妇不能坐牢 陆庭恩从来没有见过宁玉儿这个样子 他们从年少时相识 宁玉儿一直都是灿烂的 如同天上的星星 他什么时候 有过这种狼狈相吗 见陆庭恩犹豫 宁玉儿还以为陆庭恩为了顾全大局 不想管自己了 他连忙说道 侯爷 民妇家中 还有待考的孩子 如果我去坐牢了 孩子的将来就毁了 我的儿子他是无辜的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 我不能让他受委屈啊 侯爷 宁玉儿声泪俱下 说得陆庭恩的心也跟着就在一起 他回头看向冷清雨 面上难掩埋怨之色 不过是 为了一根簪子 为什么要如此咄咄逼人 冷清雨接收到他的目光 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脸上带着温婉的笑容 心中却在暗暗嘲讽 看样子是心疼了 更心疼的日子恐怕还在后面 陆庭恩脑中飞速旋转 现在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让玉儿去衙门 可是冷清雨这边 他必须要给一个交代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 陆家老夫人也走了过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佛门清静的 你们不怕佛祖怪罪吗 孙嬷嬷 带人请诸位相可离开 陆老夫人一声令下 陆家的仆役们就开始赶人 看热闹的百姓们见状 不得不暂时离开 不过有些好奇的并没有走远 还一直盯着这边 想知道一个最后的结果 有人为了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甚至爬到了院墙外的大树上 赶走了旁人 陆老夫人这才开口 冷氏 你现在越发的不像话了 来之前 他已经从丫鬟口中 听说了这边发生的事 所以才急匆匆地赶来救活 儿子与玉儿的关系 不能让冷氏看破 说不得 只能他这个做婆婆的出面 压制一二 你在这里 因为一根簪子 与一个名妇斤斤计较 你把我们侯府的脸王哪个 冷清雨也不客气 直接回道 脸面都是自己正的 该往哪里搁 就往哪里搁 陆老夫人被这一句话噎得够呛 他气得浑身发抖 看着跪在地上的宁月 更是心疼得不行 还没等他再开口 就听叶欣然说道 祖母 你不用担心 你看 官差已经来了 这里的事情 会有官府的人处理的 陆老夫人抬头 果然看见几个差役 往这边来 看见陆侯爷和陆夫人 这些官差连忙行礼 陆老夫人气得眼睛都红了 朝着叶欣然大吼 谁让你报官的 叶欣然一脸无辜 丢了东西 当然得报官啊 我娘说的对 当你在屋子里 看见一只老鼠的时候 屋子里可能已经有一窝老鼠了 同样的 当你发现丢了一根簪子的时候 库房里可能 已经快被人给搬空了 祖母 这些嫁状以后 也有我的一份 我当然要关心了 胡闹 陆老夫人将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 你们不必冤枉别人 这簪子是我拿出去的 他竟然将责任给担了下来 冷清雨倒是不意外 他只问道 娘 你怎么会拿我的嫁妆 这件事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会背后笑话 我们侯府吧 承认这种事 陆老夫人也觉得面上挂不住 可他还是气哄哄的道 上个月你一直不回来 难道我们府中的日子就不过了 老二老三他们 每个月的月前 是你答应给的 当然要从你的库房里面出 我就从里面 随便拿出了几样东西 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事 你牵连一个无辜的妇人做什么 几个官差 看见眼前这个情况 全都大眼瞪小眼 看陆夫人这意思 是要他们把人带走 可看陆老夫人的意思 是不想把人带走 这一下可怎么弄 官差的头目 看向陆庭恩 询问他的意见 陆庭恩只好开口 辛苦几位了 这件事 我们自己家里会处理的 冷清雨却阻止道 庭恩 我还是觉得不对 又有什么不对 陆庭恩很想问一句 有什么不对 不能回家说吗 可是 面对这么多人 他必须维持住自己的形象 不能对冷清雨 说出这种话来 冷清雨道 母亲说 把我库房里的东西 给了二房和三房 可是 刚刚这个妇人却说 这根簪子 是他男人送他的定情信物 时间根本就不对上 娘一定是记错了 这根簪子 不是他拿出去的 是我记错了 是我记错了 跪在地上的宁月 赶紧开口 这根簪子 是我前些日子 在街上买的 不是我相公送我的那根 你这样变来变去的 一定大有问题 冷清雨说完 转头看向陆庭恩 庭恩 我觉得还是要送去衙门 审一下 至少让他说明白 这根簪子 是从哪里买的 什么时间买的 都能对得上 才说明他没有撒谎 庭恩 你该不会想护着他吧 冷清雨一句话 让夜心然忍不住 翘起了嘴角 真不愧是娘 竟然还会查意 陆庭恩想说的话 也全被冷清雨的这句话 堵了回去 我 我没有想偏袒他 陆庭恩赶紧解释 冷清雨叹了口气 像是心中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那就好 他转头对几位官差说 劳烦了 麻烦几位带这个人回去 细细地问一下 这个簪子的来历 请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 走 把人带走 几个官差 压着宁月离开 为了配合问话 半夏也一起跟了过去 陆庭恩和陆老夫人 脸色都很难看 冷清雨又看着侯爷说道 衙门那边 还在等我们这边的消息 要不咱们也尽快回府 清点一下 好 陆庭恩不得不答应下来 陆老夫人听见这话心中 却开始打鼓 前段时间 冷清雨不在家中 他可是从冷清雨的库房里 拿了不少好东西出来 除了分给二房和三房的那些 还有一些被他拿去走了 关系送了人 现在冷清雨清点库房 岂不是一下子就查出来了 那他送礼那些怎么办 总不能再去朝人要回来 难道要从自己库房往外拿 一想到 要从自己的库房里往外拿钱 陆老夫人的心 就像是被人割去了一块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一辈子攒下的心血 可若是不给冷清雨补上 这个恶毒的妇人 又要把屎盆子扣在月儿的头上 月儿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能受这种委屈 还有常宁 他书读得那么好 将来一定能考上状元 这么优秀的孩子 怎么可以有一个有污点的母亲 想到这里 陆老夫人不得不下定了决心 那就暂时让冷清雨高兴高兴 反正他的东西 早晚都是陆家的 不光他 就是他生的那对儿女 也什么都别想得到 他陪嫁的是知义的 侯府的爵位是常宁的 冷清雨死后 他的一双儿女 也休想从陆家拿走一分钱 想到这里 陆老夫人的心情 才总算是好了一点 回到府中后 冷清雨立刻让丫鬟拿出了当年的价账单子 开始清点库房里的东西 这些年 陆婷恩也偷偷从他库房里拿走不少好东西 冷清雨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当得知陆婷恩从自己这里拿钱的时候 他心中还有些高兴 高兴侯爷终于不再见外了 现在回想起来 冷清雨越发觉得自己傻得可怜 不过还好 上天终究待他不薄 既让他找回了女儿 又让他看清这个男人的嘴脸 冷清雨和丫鬟们开始清点库房 陆婷恩开始变得坐卧不安 他从库房偷了不少东西给宁月 万一冷清雨发现 让人去月儿家里查 那就全完了 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原本计划好的事情 在朝着一个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 陆婷恩愁出了半赏 最终还是去后院找了母亲 老夫人见儿子过来了 只是斜着眼睛打亮他一眼 便接着让丫鬟清点东西 陆婷恩有些意外 母亲怎么也在清点库房 陆老夫人转了转手中的佛珠 你堂堂一个侯爷 连内宅的事情都管不好 最终还不是给我这个做母亲的 给你善后 他冷适的嫁妆少了那么多 我看他今天的驾驶 是不肯善罢甘休 如今只能暂时从我这里拿的东西 先给他补上 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听见母亲这么说 陆婷恩感激涕零 母亲一向对这些家当看得紧 如今肯拿出来 为他解燃眉之急 实在是太好了 多谢母亲 儿子日后 一定不会让母亲吃亏 陆老夫人叹了口气 你要是肯早点听我的 早点解决了冷事 哪有今天这些麻烦 陆婷恩垂下头 都市儿子贪心 若不是为了冷家老爷子手中的藏宝图 也不会 罢了罢了 老夫人知道 儿子在朝中做事也有自己的难处 只说到 等解决了眼前的麻烦 再去计较其他的事情 好 陆婷恩懒然 冷清雨当初嫁得风光 光是拉架中的马车 就占了整整一条街 如今轻扁起来也费时费力 衙门那边 宁月的供词变来变去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要不是陆婷恩早就托人打好了招呼 宁月几顿板子是少不了的 如今县官不敢放人 又不敢将人磕带了 只能下在狱里好好养着 等着陆家那边新的消息 三天后 冷清雨终于清点完毕 除却这些年账上记载的花销 还有一些小的不起眼的东西 库房丢失的财物 加起来也有三万多两 娘 之前在临安寺 您说拿了东西给二房和三房 我回来问过了 二房和三房 他们只说自己得了几百两的银子 剩下的哪里去了 不会都被那个女人给偷了吧 老夫人脸色难看至极 她一个富到人家 又和咱们府里没有牵扯 哪里偷得了那么多的东西 你们冷家 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商 怎么为了这点银子 如此不知轻重 冷清雨都被气笑了 母亲 我家虽然有钱 但是我家的银子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倒是母亲怎么变得如此大方 连三万两银子都不放在眼中了 母亲既然如此富有 又何必让二房和三房家里 因为吃不上饭 而闹得猴府鸡犬不宁 老夫人拨弄着手中的佛珠 穿佛珠的绳子 都差点被她扯断 平复了一下心情 陆老夫人终于说道 我倒不是大方 只是我服慈悲 众生平等 我不忍心让一个无辜的妇人 被我陆家的家事牵连 你库房里丢失的东西 其实都是二房和三房 那两个不成器的东西拿走的 都是一家人 他们又没有拿多少 这件事不如就这么算了 冷清雨做出大吃一惊的样子 原来是二弟三弟他们担当 我每个月都给他们一千两银子家用 他们竟然还来我这里偷东西 陆老夫人拍了拍桌子 一家人 怎么能算是偷呢 是哪 不问自取就是偷 母亲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 冷清雨没有让步 身为侯府清眷 他们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怕是要成为京中的笑柄 自己家的事 你不说我不说 怎么会弄得京中人知道 老夫人说 冷清雨红了眼睛 我倒是不想说 可家父一向要我看好自己的嫁妆 他若问起 我不能不说 我若是说了 以家父的脾气 肯定会闹得人尽皆知 冷清雨抬出了父亲 陆老夫人仅存的那点希望 也就此破灭 看来 这银子 他是非不上不可了 否则以冷家老爷子的本事 侯府清眷私用冷清雨嫁妆的事 就会传得人尽皆知 陆家虽然不是什么皇亲国妻 但是他们的店铺 便不大梁各地 到时候 陆府就不仅是整个京城的笑话 而是整个大梁的笑话 我给你补 老夫人咬了咬牙 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你缺多少东西 我给你补 半夏 把清点的单子拿过来 冷清雨吩咐 半夏立刻把他们寄好的单子拿了过来 老夫人看了一眼 就见上面写着 红马脑玉镯子一对 白玉镶金的耳环两只 银至荷花百胎七个 老夫人看得眼皮秃秃的跳 这些东西都价值不菲 得多少银子才能还得清 东西是找不回了 你折个价钱我不给你 老夫人硬着头皮道 冷清雨道 儿媳已经算好了 一共是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两 既然是自己家的事 那八百二十两的银子就不要了 母亲只要丢三万七千两银子就好 三万七千两 陆老夫人听得心惊肉跳 她年轻时 她省吃俭用 这些年又靠着从冷清雨那里 盘剥了一些油水 好不容易才攒了三万两的家当 这三万七千两 是什么时候拿出去的 那宁玉儿 到底从陆庭恩的手中拿到了多少 母亲是嫌多了 冷清雨发出疑问 我也觉得二弟三弟 他们不能拿走这么多的东西 肯定还是被人偷走了 要不还是报官吧 不用 陆老夫人赶紧说 提到报官 陆老夫人是一点都不敢心疼了 她库里的银子不够 还有几个桩子可以卖 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笔钱凑齐了 反正都会回来的 她安慰自己 两天后 陆老夫人赔钱卖掉了桩子 终于凑齐了银子 冷清雨接过银票 脸上带着笑容 让母亲破费了 二弟三弟也太不懂事了 竟然偷偷花掉了这么多的银子 我在云边村的时候就想好了 以后一个月一千两的银子 我就不给他们了 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赚钱 什么 陆老夫人不敢相信 冷清雨这个时候 竟然还来了一招府邸抽薪 你这银子都给了这么多年了 突然不给了 让老二老三去哪里赚钱 她责备道 都是自家兄弟 你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 母亲 冷清雨好言相劝 二弟三弟都澄清这么久了 总不能一直靠着我们过日子 况且 这两年生意也不好做 万一哪天冷家没钱了 侯府的人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西北风吗 陆老夫人听出冷清雨话里的意思 是在暗示他们 侯府在靠着冷家养活 气得半口气 差点没上来 我们侯府可是有皇帝赏赐的爵位 什么时候 要靠着你们一个小小的商户过日子了 冷世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别忘了 是你们冷家高攀了我们侯府 就算有一天 你们冷家倾家荡产了 我们陆家依然可以风光无限 那就好 那就好 冷清雨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就说 侯爷还是靠得住的 陆老夫人看着她这个样子 觉得越发的头疼 她扶着孙嬷嬷的胳膊 转身回了后院 进屋后 孙嬷嬷立刻让人端来了清火的茶 劝道 老夫人 冷世现在就是小人得志 嚣张不了几天 您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陆老夫人端起茶碗 茶水入口 烫得她嘴里的火泡疼得钻心 她顺手 就把茶碗摔到了地上 孙嬷嬷急得大喊 夫人小心 看着地上碎得四分五裂的茶碗 陆老夫人这才想起来 这是他们屋子里 唯一一支锦德镇的盖碗 如今摔碎了 她又拿不出钱来买更好的了 都是那个毒妇 陆老夫人恨得咬牙切齿 说话的时候 还牵扯到了嘴上的火泡 疼得她呲牙咧嘴 还有她女儿那个丧门星 要不是那个丧门星回来 怎么会有如今这些事情 她正恨的上头 陆之义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回来 看见老夫人在房间里 立刻上前哭哭啼啼道 祖母 我娘 您是的是怎么样了 她身子一直不好 可受不得牢狱之苦 陆老夫人心疼这个孙女 见她哭得梨花带雨 只好安慰道 我已经将冷湿的窟窿给补上了 今天你爹就会和衙门的人说 把你娘放出来 那就好 听陆老夫人这么说 终于停止了哭泣 陆老夫人又问道 你也去过你娘那里 她可和你说过 你爹到底拿了多少家当过去 我如今补了这窟窿 可把我的老板都赔进去了 陆之义听老夫人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祖母该不会是想把娘手里的家当要回来吧 可娘说 那些东西都是她给自己攒的嫁妆 想到这里 陆之义赶紧说道 娘没和我提起过 但是我每次去 看见娘和小宁都是粗茶淡饭 他们手中也没什么银子 陆老夫人闻言沉吟一下 那银子都哪去了 难不成都被你爹拿去孝敬给上面了 这件事她还没来得及问陆廷恩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祖母 母亲那边真的把您手里的银子都要走了 陆之义询问 陆老夫人闻言冷了脸色 哼 她何止要走了我的银子 她还要断了你二叔和三叔每个月的月营 这倒是好事 不用我出手 二房三房也会让她吃到点苦头 孙默默 你现在就让人去二房 三房那里 将冷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他们 是 孙默默硬道 陆家除了陆廷恩有点出息 陆廷松和陆廷义都是不学无术 好吃懒做 陆家老侯爷出身微末 因为战功被封为侯 他荣马一生 却不舍得让子孙们再受这个苦 所以他定下规矩 陆家的儿子只能从文不能从武 老二和老三从生下来就不喜欢读书 陆老侯爷眼见着教导也无望 就干脆放弃了他们 只指望着陆廷恩能够出人头地 不过他在战场上受了一身的伤 还没等陆廷恩有所作为 就已经撒手人寰 等陆老爷子死后 陆廷松和陆廷义更加没有了顾忌 他们认为 陆廷恩承袭了爵位 占尽了侯府所有的好处 他就理应养着他们兄弟两个 陆老夫人宠溺两个小儿子 也希望陆廷恩能够时时对他们施以援手 所以这些年来 二房和三房已经习惯了向侯府张手救药 如今听见孙嬷嬷说 冷是要断了他们两家 每月一千两的月钱 老二媳妇高明兰和老三媳妇赵婉怡 立刻就炸了锅 他冷是不就是个商户女 如今站着侯府夫人的位置 这侯府一大家子的事 不就该归他管吗 他凭什么断了我们的月钱 高明兰气势汹汹 赵婉怡在一旁劝道 二嫂 你先别生气 要不我们先去问问大嫂 看看是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 高明兰甩开了赵婉怡的手 他冷是就是仗势欺人 他上个月一直不肯回来 肯定就是躲着我们不想给钱 他就是想让我们过得捉襟见肘好 来嘲笑我们 如今既然回来了 我倒是要当面问清楚 他到底想干什么 赵婉怡看见高明兰那激动的样子 微微勾了勾唇角 我觉得大嫂不是这样的人 他冷家那么有钱 不会把这两千两银子放在眼中的 你傻呀 高明兰有恨铁不成钢地说 他是不在乎那两千两银子 他就是想让我们难堪 既然他不让我们好过 那他自己也别想好过 走 我们两个一起当面质问他 高明兰拉起赵婉怡 就往侯府那边去 两人下了马车 高明兰气哄哄地 冲到冷清雨面前 谁知冷清雨像是知道他们要来似的 还客气地迎了上来 口中说道 我猜你们两个今日就会过来 我已经准备了茶点 你们快来尝尝 这是宝方斋新出的桂圆莲子膏 味道很不错 赵婉怡攻身到了线 高明兰却一脸的不耐烦 大嫂 你就别装好人了 你一定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吧 知道一点 冷清雨坐下 先给自己倒了杯茶 然后才说到 应该是为了每个月那一千两的银子 高明兰没想到他这么爽快地 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问道 既然知道我们会来 大嫂准备怎么办 当初大哥承袭了爵位 我们二房和三房被分出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家业 娘当初也答应了我们 虽然分家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 大哥这边会看顾一二的 我们这两家 又不像你那么做生意 你断了我们的银子 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冷清雨不紧不慢地吃了半块桂圆糕 喝了一口茶水后 这才慢慢说到 你说的话 我并不赞同 当初分家的时候 你们也是吵着我们大房习了绝 你们什么好处都没唠叨 所以 当初家中的商铺 不全都分给你们了吗 我记得城南的三个铺子 是给了二房 城东的两处铺子 和一处庄子 是给了三房 这些你们当初不都是同意的吗 高明兰没想到 冷清雨翻起旧账来 还能这么偷偷是道 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话反驳 赵婉仪见她奔成这个样子 赶紧说道 大嫂说得对 我们当初都是分了家产的 原本不应该再来麻烦大嫂 但是商铺这东西 毕竟是死的 我们又不会经营 这些年没赚到钱 反倒是亏损了一些 让大嫂看笑话了 高明天听见这话恍然大悟 这才又说道 商铺是死的 可是人是活的 这些年 大哥在朝廷做得不错 光是皇帝赏赐的粮田 就不知道有多少亩了 怎么大嫂如今还惦记着我们的那几处铺子 你们大哥的那些赏赐啊 冷清语文言摇头笑道 也就田地能租出去 每年收点租子回来 其他的东西谁敢乱动 都在祠堂供着呢 这些你们心里也都明白 光是租子就不少呢 高明澜赶紧说 那是皇帝皇上赏赐猴府的 我们也是猴府的人 这钱不能都揣进你的腰包吧 你们从手指头缝里 露出一点给我们花 又怎么了 弟妹说笑了 冷清语一点也不生气 而是说道 就算我们不漏 也没耽误你们花钱 你说是吧 高明澜立刻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 冷清语一副你我都懂的表情 说道 这次盘点库房 库里少了三万多两的银子 我本来想要报关 却被母亲拦住了 母亲说 都是自己家的兄弟 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了 这件事 高明澜和赵婉怡并不知情 听冷清语说出来后 全都一脸的惊讶之色 三万多两 怎么 两个弟妹不知情吗 你们也不用和我装样子 都说了是一家人 反正我也不会报关 什么一家人 你把话说清楚 高明澜急了 我们可没拿你家库房里的东西 冷清语大方的摆了摆手 你们若是不想承认就算了 我也不打算追究 我不喜欢 有人一边拿着我的银子 一边还要 从我这里顺走东西 所以才和母亲商量 要断了你们的月银 没想到 母亲立刻就同意了 还通知了你们 看来母亲也是觉得你们这件事做得过分了 高明澜和赵婉怡互相看一眼 表情中都是对对方的质疑 这钱自己没花着 那肯定就是对方家里把钱全都吞了 高明澜一肚子的火 亏得自己还把他当成一伙的 原来是在这儿演戏呢 不光是高明澜这么想 赵婉怡心中的想法也跟他差不多 对方平时看着呆呆傻傻的 没想到竟然是个有心机的 他们家吞了那么多的银子 他还在自己面前装傻 看着两人之间的暗流涌动 冷清雨的眼尾微扬 他继续说道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那么生气 只是丢的东西里 有我之前最喜欢的一根簪子 前几天正好看见那簪子 出现在一个妇人头上 那妇人又说是他相公 送他的定情信物 这可谁谁能忍 要不是侯爷这些年对我情真一切 我差点以为是侯爷在外面养了外事 听冷清雨提起别的女人 赵婉怡和高明澜两人都来了兴致 他们之所以不喜欢冷清雨 一个是因为他家中太有钱 把他们两个出身 关怀人家的女儿都比了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陆婷恩这些年 对冷清雨实在是太好了 外人都知道侯爷最宠爱家中的夫人 而同为轴里 他们却连冷清雨一半的待遇都没有 陆婷松早在成婚前 就有了两个通房 陆婷一家中也有三房妾室 好在他们两个出身都不错 能压得住下面的人 不管是妾室还是通房 都算是听话 但是和冷清雨比起来 他们就有些自残行贿 身为女人 谁不希望自家男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凭什么 他冷清雨就与众不同 所以 听到冷清雨说起外面女人的时候 他们都格外的感兴趣 大嫂没有细问吗 那女人是什么来练 不会那么巧 就买了库房里面出去的东西吧 赵婉怡一提 高明澜立刻应和 那女人是干什么的 说句难听的大嫂 也别不高兴 这女人一定不简单 没准真的是大哥养在外面的娇花 你可一定要小心了 说完这句话 高明澜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她可太希望 陆婷恩在外面养上几个外事了 看冷清雨以后还怎么清高 冷清雨听完她的话也不脑 反倒笑着说道 我和弟妹想到一起去了 我也以为是侯爷在外面金屋藏娇呢 谁知一问之下 根本就不是 这妇人后来说是从街上买的簪子 你们想想看 我家里这妖多的银子 侯爷也没必要哪个簪子出去卖 是不是 高明澜和赵婉怡面面相去 冷清雨最后一句话说得对 大哥没有必要去卖簪子 可那妇人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她也许撒谎了呢 高明澜还不死心 冷清雨便说道 要么说咱们女人就是不容易 有点什么事总是疑神疑鬼的 我也不相信那个女人说的话 所以特意让人去查了 结果呢 高明澜的八卦之心实在太盛 根本停不下来 结果呀 冷清雨故意拉长了音调 然后说道 派去跟踪的仆人回来跟我说了 那个女人住在永宁巷 家中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 听说那个儿子书读得不错 明年要考状元呢 就这 高明澜赶紧追问 赵婉怡也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集中了精神 听冷清雨接下来的话 谁知冷清雨下面 竟没有了下文 可不就这 她说完后 又拿起茶壶倒了杯茶 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 便露出十分犹豫的表情 最后好像是下定决心一样 看着高明澜说道 不过下人和我说 那个女人的儿子也信露 她跟踪的这几天 看见 看见什么了 高明澜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算了 我还是别说了 冷清雨像是为自己刚刚脱口而出 赶到后悔 可高明澜哪里肯善罢甘休 直追着问道 大嫂 到底看见什么了 冷清雨被追问的没有办法 只好说道 那个女人从衙门回家的那日 我派去的人看见 是老二送她回家的 啊 高明澜瞪大双眼 嘴巴都忘记闭上 她怎么也想不到 本来想吃个瓜 结果竟然吃到了自己的头上 真 真的是我家庭松 她愣了半嗓 哑着嗓子问道 冷清雨点了点头 脸上是一种恋爱的表情 嘴上还是说道 老二只是送她回家而已 没准是路上碰上了 顺便送一下 弟妹你别多想 不等冷清雨说完 高明澜就伸手示意 拦住了她下面要说的话 嫂子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话 你信吗 要是大哥送那个女人回家 你会相信是顺路吗 冷清雨慢慢地摇了摇头 高明澜又转头看向赵婉仪 赵婉仪本来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见高明澜转过来 也立刻患上悲伤的样子 摇了摇头 见他们两个都这样 高明澜再也绷不住 她伸手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狗男人 吃着锅里的 还望着盆里的 家里这么多阴阴厌厌 她还要去外面吃一口野食 我要找她问清楚 说完 高明澜就转身向外走 冷清雨也不拦 赵婉仪见状 赶紧也站起身来 大嫂 二嫂脾气冲动 我去劝劝她 说完便跟了上去 等她追上高明澜的时候 高明澜已经快走到侯府门口 身边的小丫鬟走不快 连跑带颠的 才勉强跟得上 二嫂 你慢点 赵婉仪叫住了高明澜 你来我干什么 你刚刚是不是挺得意的 准备看我的笑话呢 高明澜一肚子火 见人就撒 赵婉仪却不生气 说道 二嫂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你现在就回去问 根本就没用 高明澜 怎么没用 赵婉仪 你想啊 这事要是真的 那你这一问 就会打草惊蛇 这事要是假的 你这眉头末尾的回家发一顿火 最后不是把人给得罪了 赵明澜觉得 赵婉仪说的有道理 自从嫁进陆家 多亏了赵婉仪 时不时的帮她出主意 刚才是她太冲动了 这事还得听婉仪的 那你说怎么办 高明澜一脸的难色 赵婉仪道 我们和大嫂要了详细的地址 先派人去盯着 要是老二真的在那里出现 你再问罪 也不迟吗 高明澜深以为然 弟妹 还是你想的周全 不然我又要犯下大错了 她道 我这就回去问大嫂 高明澜转头去找冷清雨 软磨硬泡之下 终于让冷清雨松了口 我把地址给你也行 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侯爷 是我告诉你的 他们兄弟感情好 不能因为一句话 坏了他们的情谊 我知道 我只说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坚决不把大嫂给说出去 高明澜赶紧保证 那就好 我们本是周理 同为女人 这种事情也应该互相帮助 你若是真的抓到她的把柄 到时候 我帮你做主 冷清雨说着 写下了一个地址 等两人走后 叶欣然才从屋子后面走出来 她看着冷清雨笑 娘这是打算让他们出头 冷清雨让丫鬟将桌子上的茶点都收走 又重新换了几样上来 招呼叶欣然坐下 这才说到 他们这些年吃我的喝我的 也是时候帮我出点力了 上次真的是二叔送那个妇人回去的 叶欣然问 冷清雨没和她提过这件事 她以为冷清雨刚才故意那么说的 如果不是 那要怎么才能让陆庭松出现在那边 叶欣然脑中盘算着方法 谁知冷清雨却点头道 是她送的 这个结果实在出乎意料 她不是陆庭恩的外事吗 怎么会和陆庭松也有牵扯 叶欣然忍不住问 这点冷清雨在得到消息的时候 也觉得诧异 也许是这次的事情 陆庭恩不好直接出面 所以让陆庭松出面帮她去斡旋的 那岂不是说明 陆庭松养外事的事情 他们兄弟几个都知道 叶欣然猜测 冷清雨冷笑 他们几个倒是兄弟情深 沆瀣一气 不过这样倒也好 我倒是省了些力气 冷清雨不光是给了高明兰地址 还派了人继续在宁月那边盯梢 一旦发现陆庭松往那边去 就立刻给高明兰送信 几天后 冷清雨母女和陆庭恩正在吃晚饭 突然有吓人冒冒失失跑进来 夫人 看见陆庭恩在 丫鬟又低下头闭上了嘴 陆庭恩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开口道 有什么话就直说 这个家里 还有我不能知道的事情吗 丫鬟偷偷看向冷清雨 像是询问她的意见 冷清雨面色平静 一边夹菜一边说 侯爷让你说你就说 丫鬟这才说道 刚才二夫人身边的秋月过来 说是 说是二夫人三夫人要去捉奸 让夫人过去给做主呢 胡闹 冷清雨还没开口 陆庭恩就先放下筷子说道 他们屋子里弄的那些肮脏事 平白地牵扯你做什么 冷清雨不紧不慢地吃下口中的虾 拿起手绢擦了擦嘴 这才说道 这些年 我与二房和三房也没怎么来往 男孩说我与他们关系不轻 今天既然老两家的来请我了 那我就过去看看 怎么说 我也是家里的大嫂 陆庭恩面色不渝 至于若是别的事情也就算了 这种事情 看了只会污了你的眼睛 还是别去了 娘 我想去看看 陆庭恩话音刚落 叶欣然就说道 我以前在村子里 也看见过大婆和二婆打架的 不知道这大户人家的女人 教训外事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让丫鬟陪我过去 我去看个热闹 你也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陆庭恩语气不善 自从叶欣然回来 除了改足谱的那天 陆庭恩几乎没怎么和他说过话 陆庭恩和冷清语的解释是 女儿带了 有些话 他这个做父亲的不好开口 况且 女儿心里也有些怨他 还是等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再说 叶欣然这边 当然也懒得理会他 所以这还是这么久 陆庭恩第一次朝着他发脾气 叶欣然没有理他 而是看向了冷清语 像是一个因为父亲责备 而向母亲撒娇的孩子 娘 我想去 冷清语便看向陆庭恩 说道 既然欣然想看 那我就带他过去看看 况且这种事也不能让他们闹得太大了 有损我们侯府的名声 得看着点 那我和你们一起去 陆庭恩没办法 只好答应下来 一路上 他攥着冷清语的手 心中却在暗自埋怨陆庭松不小心 偷心也能被人给发现 一会儿 若是真的被人堵在房里 说不得要好好教训一下 做个样子 让二弟妹消气了才行 车子外面 传来了熟悉的吹饼的叫卖声 立刻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陆庭恩伸出头去 朝外面看去 看见熟悉的道路 心中忽然生起一种异样感 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 还没等他想明白 前面就传来了一声哀嚎 充斥着人们的耳朵 一时间 路边的小贩也都停止了叫卖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冷清语催促车夫加快速度 几席之间 他们就来了一处院落的外面 看着熟悉的院落 和外面一群看热闹的人 陆庭恩忽然觉得喘不上气来 这是怎么回事 庭松怎么会来永明相 侯爷 你的脸色怎么有些难看 冷清语看着他忽然开口 陆庭恩这才找回了一点意识 他赶紧说道 我忽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有些喘不上气来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我派管家来处理这边的事 冷清语好不容易等到这样一个场面 怎么可能跟他回去 他开口道 这边确实有些乱 侯爷的身份也不适合出现在这里 要不侯爷还是先回去吧 我处理完这边的事 和欣然同乘一辆马车回去 你不和我一起回去 陆庭恩握住了冷清语的手腕 冷清语正准备下车 被他这样一握 又不得不重新坐了下来 你怎么跟他孩子一样 我让车夫先送你回去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 就回去陪你 陆庭恩还想再劝 可是看见冷清语露出疑惑的表情 他又怕被他看出来什么 只好说道 那我陪你一起 两人下了马车 叶欣然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 还没看见里面的情况 就又听见了一声惨叫 陆庭恩十分粗鲁地扒开 看热闹的人群 等看清里面情况 他只觉得两眼一黑 人群里 宁玉儿被两个丫鬟压着跪在那里 他的头发被扯乱 衣服也被扒得 只剩下离 高明兰的脚踩在他的手上 还在用力地碾 宁玉儿发出一声声痛苦的惨叫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打我 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了 放开我娘 你们放开我娘 宁玉儿的儿子 也被两个小丝按住了手脚 他双眼通红 目自欲裂 朝着这边怒吼 够了 陆庭恩看见眼前这个场景 忍不住脱口而出 高明兰回头 看见陆庭恩也来了 差一道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这是干什么 陆庭恩看着满脸泪水的宁玉儿 忍不住一阵心痛 他很想上前去将人扶起 帮他把衣服穿好 可是他不能 因为冷清雨就在身边 周围还有这么多看热闹的百姓 此时 他甚至有些怨恨冷清雨 如果当初没有娶冷清雨就好了 玉儿就不必受这个苦 高明兰见陆庭恩面色不善 不情不愿地抬起了自己的脚 他看向冷清雨 眼神似乎是在责问陆庭恩 怎么也来了 冷清雨朝他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拦不住他 大哥 高明兰开口 这是我自己的家事 你还是不要插手了 我不插手 你们要是将人伤了怎么办 陆庭恩说 将事情闹大了 我侯府可不帮你收拾烂摊子 他面色严肃 一脸的浩然正气 高明兰却没被他唬住 伤了就伤了 一个偷男人的剑货 伤了他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抬回我们府里做个剑钱 这都是抬举他了 冷清雨也温言相劝 弟妹 你不要冲动 事情都弄清楚了吗 我觉得 老儿他不是这样的人 高明兰一听这话 眼睛立刻就红了 他指着女人的儿子道 嫂子 我家男人是什么货色 我自己清楚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操持家业 为他生儿育女 还要养着那几房妾室 他呢 他闲家花没有野花香 又去外面养女人 连野种不这么大了 我儿子不是野种 宁玉儿听见高明兰骂自己的儿子 拼了命地拿头撞他的腿 高明兰气急 一把抓起他的头发 叫道 你就是个勾引男人的贱货 你儿子就是没人要的野种 你有什么好狡辩的 宁玉儿被扯得头皮发麻 可看见陆廷恩在场 他又镇定了许多 口中说着 我没有勾引你男人 我不知道你男人是谁 我家当家的 去南方做生意了 你是在血口喷人 周围看热闹 有宁玉儿家的邻居 看他这个惨样 忍不住说道 他在咱们这儿住了好多年了 一直都说 男人在外面做生意 这位娘子会不会弄错了 同位邻居的另外一个人却说道 他男人再不在外面不知道 不过他家肯定不去男人 要不然半夜三更 那动静是怎么来了 一听这话 周围人都来了兴致 什么动静 你详细说说 被问的妇人有些得意 他看宁玉儿那样 早就不顺眼了 天天像的大小姐似的 穿金带银 对他们这些邻居看都看一眼 不知道的以为他 真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大小姐 只有他们这些邻居 才知道其中的隐情 怎么详细说 那动静 咱又学不上来 妇人说 反正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吧 哼哼唧唧的动静 从下半夜能持续到天亮 持续到天亮 听见这句话 叶欣然忍不住看了一眼 他这个便宜爹 想不到一把年纪了 还老当一壮呢 这么厉害呢 这娘子也是好本事啊 围观的人都跟着起哄 只有高明兰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什么叫哼哼唧唧到天亮 陆廷松这些年 跟他在一起 越来越敷衍了事 他还以为是因为他沉迷酒色 身体不行了 每每还要劝他少喝点酒 给他换着花样补身体 原来人家不是身体不行了 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行了 想到这里 高明兰手上的力气更重 一只脚又去踢宁月儿的身子 我让你发骚 我让你勾引男人 娘 你放开我娘 陆长宁崩溃大喊 伴随着娘俩的哭声 陆廷恩再也听不下去 大喊一声 够了 都给我住手 冷清雨故意皱了皱眉头 侯爷 你又护着他 陆廷恩想起上次冷清雨 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盲解释道 我护着他干什么 我是怕你看了 心里不舒服 冷清雨淡淡的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偶尔看一看 就当是长见识了 陆廷恩不知道说什么好 可他知道 今天就算是惹了冷清雨生气 这事儿他也必须得出头 老二呢 你们闹成这个样子 老二人呢 他严厉地说 在屋子里呢 高明兰往屋子里看了一眼 他一来 那个女人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不让他进去 陆廷松可道好 真就在里面 连个头都不露 他宁愿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也不愿意和自己回家 想到这里 高明兰更气了 你确定里面就是老二 你要是弄错了人 今天这事儿 你如何收场 陆廷恩质问 高明兰立刻道 我自己家的男人 我能不认识 要不是为了他的那点面子 我早就把他抓出来了 高明兰出身上书府 家中两个兄弟都在朝廷办事 所以 他一点也不怕得罪陆廷松 更想趁着这个机会 给陆廷松一些苦头吃 好让他常常记性 老二 如果屋子里的人真的是你 你就给我滚出来 陆廷恩朝着屋子里怒吓一声 他当初只是让陆廷松 帮他处理衙门的事 照看一下这娘俩 并没让他后面还到这边来 今天陆廷松惹了这么大的乱子 这事儿他必须出面给担下来 至于以后怎么样 那也得等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陆廷恩声音没落下多久 陆廷松竟然真的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你都不要脸了 你还有脸出来 高明兰在看见自家男人的那一刻 情绪彻底崩溃 上去就要打人 陆廷松握住了他要打人的手 姑奶奶 你给我留点面子吧 高明兰哪里肯罢休 另一只手上去一抓 立刻将陆廷松的脸上抓出了一道血痕 反了你了 陆廷松也怒了 伸手要打高明兰 却听见冷清语开口制止 廷松 住手 陆廷松听见冷清语的话 没太当成回事 他们平时只把冷清语当作家中的钱匣子 没钱的时候朝他要钱就行了 实在谈不上敬重 这时 陆廷恩也开口道 还不快住手 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 陆廷松只好信心地放下手来 高明兰觉得自己今天才算是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好好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动手 这日子没法过了 回去就和礼 陆廷松一听也急了 你胡闹什么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 廷松 陆廷松刚要解释 陆廷恩威严的声音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在外面饲养外事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做得不对 还不快点向弟妹认个错 大哥 我 陆廷松不可思议地看向大哥 只见陆廷恩面色严肃 朝着他微微地摇了摇头 陆廷松立刻心神领会 不情不愿地对着高明兰道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你别闹了 我们回家说 你怕丢人 我可不怕 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 你和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儿子都这么大了 还是奉鸣书院的学生 你这是下了血本了吧 我说家里的银子都花哪去了 原来都被你拿来养这个贱人和这个野种啊 周围人听到这里已经在偷偷议论 这个陆长宁不说是书院里学的最好的 明年要考状元吗 听他娘吹吧 救他 凭什么当状元 他娘得性有失 他就是考上了 也不配做状元 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大 在场几人全都听在了耳中 陆廷恩脸色铁青 赵婉仪暗自刀幸 陆廷松想拉高明兰赶紧走 可高明兰已经气昏了头 根本顾不上名声的事 和他拉拉扯扯不肯离开 这场闹剧 终于在陆老夫人出面后停了下来 陆老夫人晚饭后 本来打算休息了 忽然听见丫鬟来报 侯爷和夫人去了永明巷 陆老夫人身知不好 立刻起身让人被骂 也赶了过来 等他赶到的时候 就看见自己心爱的外甥女和大孙子 跪在人群中被蹉跎折磨 看得心都碎了 他怒吼一声 骂高明兰不识大体 不顾大局给陆家丢了脸 又让人将宁月儿和陆长宁 扶回了屋内 然后才命令陆家这一家人 跟自己回了侯府 回府后的老夫人依旧怒气未消 他大骂高明兰自己没本事 才让男人在外面有了人 身为陆婷松的夫人就应该时时刻刻 把陆婷松放在第一位 把侯府的脸面放在第一位 他高明兰不配做陆家的儿媳妇 高明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抬头向赵婉仪求助 陆婉仪却立刻扭了头 当做没看见一样 倒是冷清雨帮着他说了话 母亲只想着侯府的名声 却没想到我们的感受 同为女人 要是父亲当年也养了外事 母亲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府里丢了那么多的东西 两个弟妹都说没见过 没准都被老二送去那个女人家里 母亲就不想着追回来一部分吗 我看她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姑娘 要是正经人家的姑娘 去老二府上做个妾室 有什么不好 非要这么偷偷摸摸吗 冷清雨说一句 老夫人的脸色就白一分 听完最后一句话 她气得脱口而出 那可是好人家姑娘 怎么能给别人做妾 冷清雨立即问道 好人家的姑娘 母亲认识她 还是说 母亲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老夫人闭口不言 高明兰也问道 哪个好人家的姑娘 给人做外事 那明明就是个贱人 你们两个 反了天了 老夫人气得直锤胸口 陆婷恩和陆婷 却都松沉默不语 陆婷恩的脑子里 还是刚刚月儿 被折磨得痛苦模样 他得找机会 去好好安抚一下才行 陆婷松却在心里惦记着 这次帮了大哥这么大的忙 他得拿出多少好处感激自己 大家各怀着心事 这时候 外面又有人来报 说是尚书府 听说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现在高明兰的弟弟高文乔高大人 要来接姐姐回府 高文乔在刑部任职 虽然是个侍郎 却很受上级的重用 也是陆婷恩想要拉拢的对象 听说高文乔亲自来接人 陆婷恩赶紧出去迎接 说了一堆好话 最终还是让高文乔 将人给领走了 侯府直到半夜 才算是安静了下来 叶欣染和冷清 雨先回房休息 躺在床上回顾了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 还觉得像做梦一样 以前总觉得 娘是个脾气很好的人 是个恋爱脑 没想到这恋爱脑汁好了以后 竟然还是个宅斗的高手 不用自己出手 就看着别人窝里斗 娘 我们刚才怎么不去 那个女人家里看一看 她家肯定还有咱们府上的东西 刚才应该直接戳破她的身份 冷清雨道 没用的 这个时候 陆婷恩肯定不会承认他们的关系 他不是都已经找好替罪羊了吗 况且 我也不想让陆家名声敬怀 陆婷恩没用 但是侯府的名头 留着还有用 是我想的太少了 叶欣染说 娘 你这么厉害 回头也教教我吧 冷清雨笑 这有什么好学的 你在娘身边 娘也不会让你经历这些 那我也不能总在娘身边 总有要自立的时候 叶欣染顺嘴说道 冷清雨文言扭头看她 怎么 现在有在家的打算了吗 你要是放下了 娘这就在京中 给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夫婿 绝对不能让你受委屈 叶欣染刚刚刚说这话的时候 根本没想这么多 没想到冷清雨 竟然想到再嫁人上去了 京中的青年才俊不守 可是她答应了肖怀安会等她的 就一定会说话算话 这么长时间 那边一点信都没有 也不知道肖怀安现在怎么样了 叶欣染想到这里 情绪就有些低落 娘 我不嫁人 我想一直陪着你 冷清雨伸手抱住了女儿 我知道 你还忘不了肖怀安 但人既然已经走了 你还是要把日子好好过下去的 这事也不急 等你什么时候放下了 我们再商量 好 两人相顾而眠 陆老夫人所在的后院 却还亮着灯 老夫人坐在上手 手中的佛珠被她转得飞快 陆廷恩和陆廷松都在屋子中间站着 谁都没敢开口 直到老夫人在心中念完了一段 轻心皱 这才缓缓地睁开了眼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看向两个儿子 陆廷恩也看向了陆廷松 见大哥和娘都看着自己 陆廷松只好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明兰怎么突然跑过去的 陆廷恩 那你呢 你怎么会在永明像那边 听到这句话 陆廷松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老夫人大喝一声 说 陆廷松下了一个机灵 这才说道 大哥 大哥之前让我照顾他们娘俩的 陆廷恩皱紧了眉头 月儿在衙门的时候 我是让你照顾一下 可现在 你又去那里干什么 陆廷松见躲不过去 只好说道 我 我就去找表妹借点钱 你个逆子 老太太抄起桌上的香炉 就朝陆廷松脸上砸去 陆廷松躲闪不及 脸上顿时被砸出了一道红腻 娘 你这是干什么 陆廷松急得大叫 这么多年了 老夫人还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手 没想到 今天下手这么狠 我干什么 我就是要看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月儿丈夫不在家 他自己带着孩子也不容易 你们身为兄长 不说帮上一把 竟然还去朝他借钱 你真是给我陆家丢人 见老夫人越骂越狠 陆廷松揉了揉自己的脸 冷笑一声 娘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表妹的男人其实是大哥吧 文婷此言 陆老夫人和陆廷恩全都变了脸色 这件事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陆廷松又是如何知晓的 到底还是陆廷恩反应得快 他看着陆廷松道 你污蔑我就算了 可表妹到底是个女子 你说这样的话以后 让她如何自处 陆廷松也是活出去了 今天这件事 从他顶包宁月儿的情夫开始 他就已经做好了 翻脸和陆廷恩要钱的准备 其实这些年 我早就在怀疑了 宁月儿以前明明生活在咱们府中 为什么大哥成亲后 就搬了出去 还和咱们这边老死不相往来 我本来以为他是得罪了母亲 可是前些天他出事 母亲和大哥 你们如此护着他 我就觉察到了不对 他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 那纸上的字迹 分明就是陆廷恩的 那是陆廷恩写给明月儿的情诗 刚才在房中被陆廷松搜了出来 我今天说是 去找表妹借钱 其实就是想确认一下 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这种关系 大哥 你说呢 陆廷松看向陆廷恩 陆廷恩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下 轮到陆廷松得意了 你们说 我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嫂 大嫂会怎么样呢 停松 陆廷恩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 你刚刚既然肯帮我 将这件事情担下来 说明 你并不想让你大嫂知道这件事 那是因为 那会儿我心情好 我还当你是我大哥 陆廷松说 想不到你和娘 瞒了我和三弟这么多事情 你们根本就没把我们当做一家人 所以 现在 你想要多少 陆廷恩打断他的话 直接问道 我想要多少 陆廷松想了想 说道 我要的也不多 不如大哥就照着表妹屋里的那些物件 给我备一份就行了 你别太过分 陆廷恩又铁青了脸 陆廷松道 大哥 我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 这些年 你们一个月就给我一千两银子 还得让我们感恩戴德的听你的话 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我们得到那些算什么 那宁月儿才是赢家 他家里的好物件 比我家里的都多 他凭什么 老夫人文言 也是一乐 之前他问陆之义的时候 陆之义不是说他们娘俩过得很苦吗 可现在也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他开口说道 廷恩 你也别为难你大哥 那冷世自打从云通县回来 就变得和以前不同了 他如今把库房看管得死死的 你大哥上哪里去给你弄那么多的好物件 大哥一向会哄人 好好哄哄不就行了 这点 陆廷松还有些看不起自己的大哥 身为一个男人 为了钱向房中的女人低头 算什么本事 若是那么好办 你们的月银就不会说断就断 我看那个冷世这次回来后 像是被人夺赦了一般 连礼仪孝敬都做不到 一定是他带回来的那个女儿有问题 陆老夫人还自顾自地说道 这一点 陆廷恩十分赞同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星远不对劲 他这个样子 和当初我了解到的叶家女儿的样子 完全不同 那你是怀疑 陆老夫人 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不 他确实是当初 轻语生下来的那个 我们做过滴血认清 陆廷恩说 我是猜测 也许是他成亲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才导致 他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是你轻生的 又怎么样 你又不是没有女儿 陆老夫人说 要是他耽误了咱们的大事 我们就不能心慈手软 你想个办法 能把他赶走 就把他赶走 实在带不走 就把人除掉 只有他走了 那冷室才能像以前一样好摆弄 到时候 别说是三千两五千两 就算是三万两五万两 又算得了什么 陆廷恩听到这里 转眼看了看陆廷松 陆廷松 我有什么不能听的 娘都没想瞒我 陆老太太放下手中的佛珠 理了理一夫说道 我听说这个叶欣然 不是死了丈夫吗 过些日子 瑞王家半冬日宴 就让叶欣然也跟着过去 一来见见世面 二来 正好趁机 给他再找个婆家 救他 陆廷松露出不屑的表情 村姑就是村姑 陆家虽然把他认回来了 可是他那个样子 怎么和那些大家小姐们相处 去了不是给我们陆家丢脸吗 丢脸就丢脸 陆老太太狠狠地看了两个儿子一眼 我陆家的脸 今天丢的还不够吗 看见陆老夫人的眼神 陆廷松立刻闭口不言 今天这事 他也觉得挺丢脸的 以后别人问起 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陆廷恩沉吟了一下说道 之前想要求取之意的人家 倒是不少 可欣然刚从云边村回来 现在又在笑妻 这事儿 恐怕没那么容易 陆老太太痴笑一声 你想什么呢 正经名门望足 谁会娶他这样一个客服的丧闻心 母亲的意思是 陆廷恩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母子对视一眼 心有灵犀地点了点头 陆廷恩这才说道 瑞王家的沉眼虽然傻了点 但毕竟是瑞王的独子 若是能让欣然嫁过去 那倒是好事一桩 陆老夫人点头 瑞王把他儿子当成宝贝一样 可听说瑞王的儿子见人就打 一般人家哪舍得 把自己女儿嫁过去 叶欣然这样的身份 能嫁进瑞王家里 是他的福气 不管他在王府能不能活下来 你与瑞王以后 都是亲家 能攀上瑞王这个关系 与你在朝中 也是大有必义 还是母亲想的周全 陆廷恩经老夫人指点 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可行 可是轻语把这个孩子看得很重 恐怕不会同意 他又想到了冷轻语 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办 陆老夫人像是累了 他闭上眼睛 手中撵着佛珠 慢慢说道 所以我才说等瑞王府办冬日宴的时候 再找机会 不管他们娘俩心中怎么想 一旦生米煮成了熟饭 这事儿 他们不同意 也得同意 好 儿子丹萍母亲吩咐 陆廷恩应了下来 陆廷松听了个云里雾里 不过这种事儿 他稍微一想 就清楚了 娘平时虽然吃斋念佛 可使其手段来 却是一点都不含糊 他暗暗发笑 果然自己现在这样 还是随了娘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 他不得不问 娘 那个丫头要是真的嫁进王府 大嫂的钱 不就都成了他的嫁妆了吗 那我的钱从哪里出 你大嫂 又不是只有库房里那些东西 陆老夫人觉得 老二太没出息 他随便每个铺子折算下来 都不止三万两银子 那太好了 陆廷松兴奋地拍了拍巴掌 娘你可要说话算话 到时候 大嫂的铺子 一定要分我一个 陆老夫人站起身来 在孙默默的搀扶下 慢慢往后面走 瞅你那点出息 一个铺子而已 值得你那么高兴吗 老夫人回屋休息 陆廷恩在出门的时候 一直问陆廷恩 大哥 大嫂的铺子 真的能分我一个吗 大嫂会同意吗 你们怎么说服他 陆廷恩面无表情 不该问的就别问 今天的事出了这个门 跟谁都别再提起 否则 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知道了知道了 陆廷松很不喜欢大哥这个态度 他提醒道 你可别忘了 今天这事 还是我帮你顶包的 你得适当地丢点好处 陆廷恩好像没听见一样 直接回了书房 陆廷松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侯府 回到书房的陆廷恩 半天都没有睡意 他很想回永宁巷看看宁玉儿母子 可是他又怕打草惊蛇 都忍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他们母子一定会体谅我的 最后 思量过后 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另外一边 宁玉儿确实理解他 可是陆长宁却不能理解 他在看见有人折辱他娘 而陆廷恩却一直冷眼旁观的时候 就对陆廷恩恨得不行 往日里 陆廷恩作为父亲的那种光环 也瞬间四分五裂 他的这种怨恨在周围嘲笑他 并且喊他奸生子的时候 达到了顶峰 常宁 你别怨恨你爹 你爹也是 没有办法 宁玉儿劝慰儿子 陆长宁却一把推翻了 靠在自己身边的母亲 他不是我爹 我爹已经死了 宁玉儿惊了 他一巴掌打在陆长宁的脸上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父亲 可打完之后 他又后悔 常宁 对不起 娘不是故意的 娘只是有点生气 你爹真的是没有办法 娘 爹他明明有更好的办法 哪怕把你接回侯府做个妾室 也比现在要好 陆长宁哭了出来 宁玉儿一下子就慌了 不是的 不是你爹 是娘 是娘不愿意去府中做妾 娘要让你做嫡长子 做嫡长子啊 宁玉儿和儿子抱成一团 他拍着儿子的后背安抚道 你再忍忍 再忍忍 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 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 侯府的一切都是你的 只能是你的 这样的话宁玉儿说了几百遍 已经深入了陆长宁的心底 所以这一次他又被安抚了下来 他决定再等一等 等着父亲带他们回侯府的那一天 接下去的几天 冷清宇和叶兴染都很忙 冷清宇还在盘账 这半年陆之一接手后 账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需要一一核对 叶兴染则在万掌柜的陪同下 四处去看合适的铺子 万掌柜对叶兴染是越看越顺眼 他心中想着 怪不得自己原来怎么也不喜欢陆之一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叶兴染对万掌柜也很是感激 在万掌柜的建议下 他终于选定了一处铺子 挨着星龙书局 这铺子位置是好 就是地方小了点 小姐觉得够用吗 万掌柜问 足够了 叶兴染打量着铺子的结构 问 隔壁书局的生意好吗 那当然好 万掌柜连连点头 这可是今夕这一块 生意最好的书局了 而且书局的老板也不差钱 当初东家想要花大价钱 把书局这块地方买下来 那林掌柜说什么都不同意 生意好就行 还能带动咱们的生意呢 叶兴染道 有万掌柜帮忙 叶兴染这边进展的就比较顺利 装修店铺 搭柜台 百货品 雇人 定做包装盒 一样一样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 万掌柜还让人去算了日子 下个月的二十八 一栋土一开张 是个开业的好日子 时间还充足 叶兴染打算准备得充分一点 开业前要提前培训 让所有的伙计 掌握产品的基本情况 卖的时候 不至于被客人问主 这期间 他收到了冷清心和李默的来信 冷清心的信里 主要是说了孩子的情况 让叶兴染放心 长生 长安 长平 都各自在信的末尾 附上了他们自己的话 长生和长平说了 自己学习的情况 同时 让叶兴染注意身体 长安却洋洋洒洒写了一页纸 上面记载着他最近长高了多少 吃了多少颗糖果 还有被夫子骂了多少回 叶兴染看得直乐 倒是打心底里 觉得想念他们了 李默的信上说的 都是生意的事 血缘膏和洗脸遭卖的都不错 府城的店铺也装修好了 就等着叶兴染回去之后再开张 村子里的作坊 也一切顺利 现在大家的手艺更加精湛 每天的产量也越来越高了 信的末尾 李默还提到 李正和村民们都挺想他的 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叶兴染轻轻把信折了起来 准备晚一点的时候 再给他们回信 他这边的事情还没有着落 想要回去 还需要不少时日 很快到了陆家 公布叶兴染身份的这一天 为了这次的宴席 冷清雨张罗了好久 给京中有来往的名门贵族 都送了请柬 来陆家的人不少 其中有不少和陆志义关系好的 都是准备来看笑话的 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丫头 不知道会粗鄙成什么样 不会扭扭捏捏捏 不敢见人吧 他们暗自揣测 可是等夜星染一出来 仿佛一道耀眼的华光 出现在众人面前 谎得大家差点睁不开眼 只见他穿着一身淡紫色的流线裙 外面照着浮光颈座的斗篷 颈段上的丝线 在阳光下流光溢彩 让他每走一步 就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他眉目精致 谋若秋水盛开连衣 嘴角还含着浅淡的笑意 仿佛天上的仙女下凡人间 这就是陆家新寻回来的女儿 看着好贵气啊 你也不看看 人家穿的是什么 那倒是 那可是冷家的女儿 自然是想要穿什么都有 人群中有人酸道 不过立刻有人反驳 关键是人常的好看 你没看见 他那一身的华贵的装饰 半点也没压到他的气势吗 确实确实 那一身衣服倒是被他衬托得更好看了 人们纷纷朝着冷清雨和陆廷恩贺喜 相比之下 站在冷清雨身边的陆之衣 穿的就清淡了许多 冷清雨穿着青绿色的绸缎衣 陆之衣则穿着樱桃红色的颈裙 上次叶兴染就是穿着这个颜色的裙子 把他比了下去 他以为今天自己会搬回一城 却怎么也没想到 母亲竟然用最难得的浮光颈 给叶兴染做了衣裳 陆之衣心中气得快要炸开 可是众人面前 他又不得不维持着以往端庄的形象 叶兴染毕竟对这样的环境不熟悉 见过面之后 大家便各自入席 不过席间 人们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 被主桌上的叶兴染所吸引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男子 甚至悄悄地动了心思 你别想了 童来的妹妹对自己的哥哥道 我都听之衣说了 她这个姐姐在乡下的时候 早就嫁过人了 现在丈夫死了还没有半年呢 竟然是个寡妇 听完这话 青年人刚刚悸动的心 又立刻平静下来 一些好奇的姑娘 偷偷问陆之衣 你不是说你姐姐吐气吗 现在看着也不像啊 陆之衣咬了咬牙 只好说道 母亲也怕她丢人 特意做的浮光颈 这浮光颈若是穿在别人的身上 肯定更贵气 几个姐妹听了 倒是深以为然 宴席结束后 陆架给每一个道场的宾客 都准备了礼物 是叶兴染精心打包好的洗脸灶 四块洗脸灶被放进了一个匣子中 匣子上面写着云中掀三个字 这也是叶兴染给店里设计的包装盒 为了这次的宴会 特意感知出来一些 众人接过洗脸灶兜 有些诧异 见过送礼的 但是没见过送这种东西的 负责发礼物的丫鬟道 这是我们小姐在云边村 自己研究做出来的 洗脸洗得非常干净舒适 大家都收下了礼物 却没怎么放在心上 不过是个洗脸的玩意 总归都差不太多 宴席结束后 陆志毅就去后院找了老夫人 祖母 我娘是不是太偏心了 她给姐姐做那么漂亮的衣裳 我怎么没见她 对我这么大放过 陆老夫人身居后院 对前面发生的事 却全都了如指掌 对于夜心染出风头这件事 她没什么意见 反倒觉得是好事 这样一来 瑞王也不会觉得 陆家是高攀了她 不过对于陆志毅 她不会这么说 你娘一向都自私 哪怕是没有夜心染的时候 你娘也是偏心长青的 还好你自己看得清 这些事也不用太过计较 你心里有数就行 可明明是我孝顺她的时间更久 娘就一点都不记得吗 陆志毅就是不服气 她凭什么被夜心染比下去 放心吧 你才是在我们陆家长大的孩子 就算你娘不记得 祖母也一直记得呢 那丫头也就是风光个几天 论才智论学识 她哪样比得过你 你以后是要有大出息的 别和这个乡下丫头一般见识 丢了你自己的身份 听老夫人这么说 陆志毅终于不情不愿地 硬了下来 以后绝对不能让她 把我比下去 陆志毅道 陆老夫人拍了拍她的手背 放心吧 她很快就不能在你眼前碍眼了 陆志毅不知道 祖母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她听出来了 祖母会手帮助自己 陆志毅立刻挽住老夫人的手臂 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还是祖母最疼我 陆老夫人十分受用 摸了摸她的头 你以后是要嫁到皇家 为我们陆家争光的 像叶欣然这种人 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嗯 知道了 陆志毅乖顺地回答 瑞王家的冬日宴 在冬月初六举办 比叶欣然店铺开业的时间 还早了半个月 听陆婷恩说起 让叶欣然也跟着去凑热闹的时候 冷清雨一开始是拒绝的 欣然和京中的这些闺秀都不熟 去了也是徒增无聊 更何况 她现在还忙着开店的事 这种宴会不去也罢 瑞王家半冬日宴 其实是想给他们家的小女儿 寻个合适的夫婿 京中逝林的男男女女们 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 只能通过这种宴会 将人聚在一起 王公贵族的子女们都会过去 大家热闹一下 做做诗 谈谈情 置个头子 投个胡 彼此打个照面了解一下 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 冷清雨觉得 女儿不喜欢这些 你之前不是说 想让欣然尽快融入京中贵女圈吗 陆庭恩壮丝关心的道 瑞王家的冬日宴 就连树余公主都会清零 还有几个皇子也会过去 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可就没有了 陆庭恩边说边观察着冷清雨的神色 见她还是不动心 又说道 瑞王家的郡主 前些日子已经听说了欣然的事 这次下的情帖里 请的也是欣然和知义两人 要是不去 恐怕不太好吧 冷清雨瞥了陆庭恩一眼 她就知道 陆庭恩不会这么好心 想着女儿的前途 无非怕得罪了郡主 以后不好和瑞王交代 等我问问欣然再说 她道 叶欣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倒是没有第一时间就拒绝 她想去凑这个热闹 更重要的是 前些日子把洗脸皂洒出去那么多 她想见证一下 有没有效果 娘 我去 她说 冷清雨有些意外 你若是不喜欢 倒也不必勉强 不勉强 我就去看看热闹 万一有何演员的 倒是也能交往一下 冷清雨从小经营在这个圈子里 最是懂得里面的money 这些个名门贵女们说是知书达理 其实一个个的惯会看人下菜碟 冷清雨因为出身商骨之家 从小也没少被人瞧不起 只是因为 冷家实在有钱 又有着京城最大的布装和绸缎装 这些小姐们为了买到限量的料子 还得求助于她 慢慢的她在这个圈子里 才有了地位 现在欣然刚刚回京 保不起有那些不长眼的 会瞧不起她 甚至故意给她难堪 冷清雨不想让女儿觉得为难 不过她也相信欣然的本事 她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退缩 我心里有数 到时候清新要是不好 我就躲在不起眼的地方吃一顿再回来 叶欣然笑 冷清雨想了想 还是不放心 算了 与其在家里担心 倒不如我跟着你一起去了 有娘陪着 当然更好了 冬日宴当天 冷清雨带着两个女儿 同乘一辆马车 往瑞王府去 叶欣然穿着浅粉色烟笼浅水裙 外面照着白色绣云纹的斗篷 显得婉约清丽 陆志义则穿着一身洒爽的红裙 额头点着一朵同样红色的梅花 她本想通过红色的明媚张扬 压过叶欣然 不过因为 这衣裙的颜色 与她实在不相衬 看起来张扬是有了 明媚却没见多少 倒是过于扎眼了 三人行到瑞王府门口的时候 早有王府的侍从等在了门边 他们恭敬地请马车上的人下车 又引着马车 去了妥贴的地方安置 各家贵女们陆续到来 都在丫鬟的搀扶下 缓缓入府 一时间 王府门前相风阵阵 引得叶欣然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陆志义回头望了她一眼 心中越发觉得 她小家子气 没见过世面 上次在侯府 大家是看在侯府的面子上 没让她难堪 今天来了瑞王府 看谁还会给她脸面 陆志义遇到熟悉的姐妹 顿时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王府 冷清雨和叶欣然 倒也没在意 跟在后面一起入府 瑞王府修筑得富丽堂皇 叶欣然一进门 就被眼前的建筑 晃花了眼 玉石修器的台阶 金箔包裹瑞寿石像 恨不能将王府 有钱几个字 刻在每个人的脸上 叶欣然和冷清雨而语道 这瑞王倒是十分高调 冷清雨笑笑 笛声说 瑞王虽然比当今皇帝年纪小 但是论辈分 还是皇帝的叔叔 他当年为了救皇帝伤了眼睛 皇帝一直觉得亏欠 所以 吃穿用度 都是皇亲贵族中最好的 在别人的地盘 不能说太多 冷清雨简单介绍后 便不再说话 两人随着众位宾客 一直往里走 到了后院 便看见王府里 早已备好了玩乐的场地 有到的早的 已经在三三两两的去投湖 射箭 或者喝茶聊天 叶欣然进来的时候 大家倒是回头看了几眼 却没人出声 陆之义已经和几个姐妹落座喝茶 看见叶欣然进来 秦家小姐还故意问道 知义妹妹 那不是你姐姐吗 怎么不招呼她一起过来 陆之义回头看了一眼不屑地说道 招呼她来干什么 大字都不识几个 只会扰了我们的雅兴 秦小姐闻言 故意夸张地说道 什么 她以前真的生活在乡下 连书都没读过 陆之义喝了一口茶 云通县和乡下 又没有什么差别 那你家里人 还让她这样的场合 不怕丢侯府的脸吗 同桌的几个姐妹 也都看向叶欣然 陆之义冷笑 这次丢了脸 下次他们就该知道 不该让她出门了 我真倒霉 怎么会有这样的姐妹呢 听见陆之义这么说 同桌的小姐们 都偷笑了一下 确实是够倒霉了的 谁愿意自己家里 莫名其妙 来了这么一个姐妹啊 同族的姐妹 都是要互相扶持的 来这么人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还能指望什么 冷清雨带着叶欣然 也找了个桌子坐下来 瑞王家的大女儿 陈月亭见到了 走过来打招呼 冷夫人 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陈月亭平素 总喜欢在冷家的绸缎装 买料子 与冷清雨相熟 冷清雨见到她 也忙站起来打招呼 见过月亭君主 这就是你的新寻回来的女儿 她看着夜心染问 夜心染知道了眼前女子的身份 也站起来行了礼 见过郡主 快坐下 她一边招呼人坐下 一边说道 还是这个女儿 和你长得像 有夫人七分神韵 冷清雨笑 是啊 毕竟是轻生的 月亭君主 不用一直招呼我们 我们坐坐就好 陈月亭文言站了起来 那你们先坐着 我去旁边招呼一下 夜心染看着热情大方的陈月亭 心中生出几分好感 她问道 娘 这位就是王爷家 要招亲的女儿吗 冷清雨摇头 笑道 这是瑞王的大女儿 已经嫁人了 夜心染有些意外 再去看陈月亭 倒真的不是戴字龟中的小姐的装扮 她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冷清雨想了想 说道 确实不大 好像和你一般大的年纪 但是她看起来很 夜心染想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合适的词 老恋 她好像对这些事情很熟悉 处理起来 也是游刃有余 像是早就习惯了一样 冷清雨随着夜心染的目光也看过去 说道 瑞王妃没得走 瑞王也没有再去 家里三个孩子 属月亭郡主最大 她急急后 就一直掌管王府内院的事务 很得众人的赏识 原来如此 夜心染点头 看来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陈月亭这样 也算是一种被动的成长 身为郡主 她泼辣 干练 带人处事紧紧有条 性格看着 也很好相处的样子 夜心染倒很是欣赏 陈月亭 月亭郡主 她默念着这个名字 突然觉得有些熟悉 仔细搜刮了一下脑中的记忆 终于想起来 在哪听过这个名字 她迫不及待地问 娘 这个月亭郡主嫁的是不是李家 她的夫婿叫做李末 冷清雨想了想 确实是李家 叫什么 我倒是真的有点忘记了 夜心染有些兴奋 我在云边村合作的那个医馆 就叫李末 我听她提起过夫人的名字 不过那个时候 我也没太留意她夫人的身份 没想到 竟然是郡主 冷清雨也很意外 这要巧 是啊 夜心染再次看向陈月亭的时候 眼中不自觉地带了些温柔 毕竟是熟人的家属 总觉得亲切些 不过李末那个时候 说自己的夫人蛮横霸道 现在看来 完全就是一派胡言 她没准是觉得 夫人太能干了 自己自残行贿吧 夜心染想 等夫人的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王爷家的小郡主 才后面走出来 相较于陈月亭 陈月荣倒是显得端书闲静 温婉可人 小姑娘看起来单纯又善良 会对每一个人微笑 并不会因为客人的身份 而区别对待 瑞王家的小女儿 一定是被她姐姐养得很好 夜心染感叹 没多一会儿 陈月荣来到了夜心染 和冷清雨这一桌 陈月亭给妹妹介绍人 夜心染像刚才那样打了招呼 没想到小姑娘听说了夜心染的身份 竟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你就是陆清染姐姐 夜心染一愣 陈月荣接着说道 我用到了你做的那个洗脸皂 用着很是舒服 夜心染记得 上次没见到王府的人来 陈月亭解释说 是小姐妹送她的 不过你的那个洗脸皂我也用了 确实比我们平时用的好 是啊 我最喜欢桂花香味的 用完了怎么办 陈月荣问 夜心染想说 用完了可以去我的铺子里买 可是见她这么可爱 话从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 用完了我再给你送 那怎么好意思 陈月荣看着姐姐 姐 你要帮我盯紧了 以后的洗脸皂我都要用她家的 行了 知道了 你说了很多遍了 说话间 夜心染看见陈月荣的眼角处 有一处伤疤 关心的问道 郡主这伤疤是怎么弄的 陈月荣闻言盲用手遮住 还是能看到吗 我今天特意遮挡了一下 不过 她又很快把手放了下来 我这是前些日子不小心磕到的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和顺一堂订了药膏 等过了年 涂上药膏就好了 夜心染一听 这又是个宣传的好机会 忙用袖子遮掩着 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瓶血盐膏 姑娘要是信得过我 可以先用我家的这个血盐膏 保证效果很好 真的吗 陈月荣听了十分欢喜 顺一堂的药膏 还要等到过了年才有 她早就新交得不得了 如今有了能立刻解决问题的药膏 她怎么能不高兴 不过 她还是看了看姐姐的脸色 陈月庭最是疼爱这个妹妹 见她想要 只好说道 既然陆姑娘送了 那你就收下 不过要记得人家的好处 我自然是记得的 陈月荣说 几个人在这里说了半天 早已将众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瑞王府家的两个郡主 金钟贵女谁不想结交 只是可惜 这两人表面上 与大家都和和气气 私下里 去谁的关系 都不十分清静 大家都没想到 他们竟然能和一个 刚到京城不久的陆家小姐 聊得这么开心 反观陆家 一直精心培养的 真正的大小姐陆志义 却和其他人一起 在一旁坐着冷板凳 志义 怎么回事啊 秦家小姐 有点搞不明白状况 郡主怎么对你那个姐姐 那么好啊 你怎么不去 和他们一起说说话 他们那都是冲着我娘的面子 要不然 谁会理会她那个土包子啊 陆志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秦小姐立刻怂恿到 你才是陆家正经的大小姐 这个时候 你得露面啊 不能让你姐姐 抢了你的风头 就是 你才应该是能和郡主 聊到一起去的人 其他人也附和 陆志义本来不想过去 但是想到叶欣然 可能因此得了 两个郡主的青睐 他就忍受不了 他站起身 鸟鸟停停地 走到叶欣然 几人所在的亭子里 轻轻地往下一拜 见过月云 月云 月云两位郡主 陆姑娘 你怎么才来 快过来坐 陈月云一如既往的周到 陈月云却看着陆志义问 姐姐 这位姑娘是哪家的 陆志义被问得善善的 陈月云立刻给妹妹说 这位也是陆家的小姐 陆志义 去年冬日宴的时候 你还见过她 陈月云的表情有些迷惑 像是想不起来 转而又说道 那她和欣然姐姐是姐妹 是啊 她们还是双生子呢 可她们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 欣然姐姐和陆夫人 倒是一眼能看出是母女 这位陆小姐 却和陆夫人一点也不像 陆志义脸上有点热 陈月云觉得 妹妹这话问得有些唐突 连忙说道 可能是一位肖父 一位肖母 叶欣然道 小郡主果然眼力了得 不过志义长的 与我父亲和母亲 倒是都不相似 陈月云张大嘴巴看着两个人 叶欣然觉得 她这个样子 有点可爱 陆志义却气得不行 兄妹之间长得不像也是有的 不过我们这种都是平常之姿 乃像月亭郡主和月容郡主这样 风采照人 而且我这位姐姐刚从乡下回来 礼数有不周到的 还请两位郡主海涵 冷清语文言皱了皱眉头 陈月云也撇了撇嘴 她从小到大 听得最多的就是别人的夸奖 所以她一早就知道了 别人夸她的时候 未必是真心夸赞 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比较厉害而已 陈月亭 陆姑娘谬赞 我看你们姐妹也是各有所长 陈月容却不客气地道 陆姑娘话里话外 不瞧不起自己的姐姐 乡下有什么不好 我看欣然姐姐 就被乡下的风水 养得又好看又聪明 陈月容从小到大 看起来温婉顺从 骨子里却很叛逆 最向往的 就是能够到外面自以张扬 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所以当得知 叶欣然自己研究出来洗脸皂 又做出来血缘膏的时候 叶欣然在她心中 立刻和别的贵女不一样了 她欣赏她 敬佩她 欣然姐姐 我看你和妹妹也不和睦 要不你做我的姐姐吧 陆志毅神色一僵 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什么 还是陈月亭开口 怎么 你不要我这个姐姐了 陈月容赶紧说 我两个姐姐都要 眼见着陆志毅越来越尴尬 陈月亭便带着她一起离开 又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陆志毅回到姐妹的一桌 大家看她面色不渝 纷纷询问情况 怎么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看你姐姐 还和小郡主聊得很开心 陆志毅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叶欣然 这不是让自己在姐妹面前丢脸吗 想到这里 她红了眼睛 用手绢擦了擦眼角说道 娘怕我抢了姐姐的风筒 不让我留在那边了 秦家小姐一听这话 立刻一份填膺 你娘是不是被她下了迷魂药 你才是她精心养大的女儿啊 她怎么能这么对面 陆志毅闻言 眼睛更红 她拉住秦家小姐的袖子 说道 书云妹妹 你别说了 其实这还是好的 在家里 我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呢 太欺负人了吧 秦淑云看见远处陆欣然 和小郡主聊得越来越开心 冷清雨还在一旁微笑 顿时正义感爆棚 你别怕 你不敢为你你爹娘的意思 我们可不惯着她 等下就让她好看 陆志毅劝了劝秦淑云 可是看她越劝越上头 心中忍不住暗暗高兴 快到中午时 冬日宴最让人期待的环节就到了 在陈月亭的主持下 道场的人分成两派 一派是各家的公子 还有一派是各家的贵女 两边分别进行 琴 琪 书 画 头壶等几样比试 赢了的 可以得到瑞王府准备的礼物 在众人的心中 礼物当然不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都想趁着这个机会 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好让对面的一方关注到自己 各世家的嫡子嫡女还好说 一些数子庶女们 更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搏个名声 往后婚嫁的时候 也能占些优势 不过今天是陈月荣的主场 在场的一大半青年才俊 都摩拳擦掌 想在郡主面前一展风采 丫鬟过来 请陈月荣的时候 他听叶欣然讲办作放的事 听得正上头 一点也不想离开 叶欣然道 快去吧 今天的宴会你 才是主角 我猜不想选什么夫婿呢 陈月荣别了别嘴 那些人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 根本没有一个有趣的 叶欣然不信 这么大个京城 还能挑不出来一个和演员呢 走吧 你姐姐在等着了 他劝说陈月荣来到下面 冷清雨 则留在原来的亭子里喝茶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就不参与了 他说 各位公子见到陈月荣 都迫不及待上前自荐 不过陈月荣懒得搭理 摆了摆手道 不是比试吗 那就开始吧 比试一开始 大家都拿出了 与刚才不同的状态 清脆的古琴 悠扬的笛子鱼鹰鸟鸟 梅兰竹菊 山水花鸟 更是月染纸上 最精彩的 是李家小姐表演的画舞 丫鬟搬上来了四幅挂指 他一边翩翩起舞 一边在纸上挥毫泼墨 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般 舞曲结束 画出了春花 夏蝉 秋月 冬雪四季的美景 赢得阵阵掌声 能与之媲美的 就是魏家公子的剑舞 他边舞边射剑 渐渐正中把心 引得众人惊叫连连 叶欣染和李月荣 看得欢欣鼓舞 甚至现场给足起了CP 我觉得魏公子和李小姐很般配 我也觉得 还有赵公子 宇文公子都和伤小姐有点般配 我也是 两个人聊得不亦乐乎 等李月亭看过来的时候 李月荣才想起来 他把所有的公子和小姐 都给组在了一起 唯独没有想到 哪个适合自己 你怎么回事 李月亭忍不住小生责备妹妹 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 给你办的这场宴会 你竟然一个都看不上 还真要等着皇帝给你止婚啊 皇帝早就有心 让瑞王的女儿 和自己的儿子联姻 陈月荣早早地嫁了人 避开了这一劫 现在希望自己妹妹同自己一样 也能选择自己的心上人 而不是做皇帝手中的棋子 陈月荣面露无奈 姐 这些人真的不行 如果皇帝给我止婚 我就离家出走 陈月亭又生气又无奈 拿这个妹妹 还真没办法 正在这时 人群中又闹了起来 原来有人提议临场作诗 那些曲啊 画啊什么的 都能提前准备 看不出真正的学识水平 不如我们以今天这里的物件 临场作诗怎么样 有人提议 众人纷纷附和 赵公子却说他 文采不行 就不做诗了 不过他可以帮着大家 把他们做的诗写下来 叶欣染拿起盘子中的冰糖酥梨 细细品尝 准备继续看热闹 没想到 竟然听到有人喊自己 陆小姐 陆小姐 一开始 他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李月亭 伸手推了推他 他这才反应过来 喊我 他拿手指了指自己 秦家小姐立刻说道 陆家大小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 怎么只坐着吃 也不和我们玩 叶欣染放下手中的梨片 站起来礼貌说道 这些我都不太擅长 你们玩得高兴就好 那怎么行 另外一个姑娘说 刚才的不参加也就算了 迎试这种简单的 也不参加一下吗 我真的不会 叶欣染白手 秦小姐立刻笑道 陆姑娘不会真的没读过书吧 什么都不会还到这里 不怕丢人现眼吗 就是 在他们几个起哄下 别人也都看了过来 有刚才比赛输了的 这会儿听说叶欣染连字都不认识 立刻找到了情绪的发泄口 这种人也来参加宴会啊 就是 这种人不是应该藏在家里吗 我们这宴会 也不是什么人能来的吧 李月婷听得十分恼火 她拍了一下桌子 站起来道 你们也别欺人太甚了 抬头看看这是哪里 在我瑞王府 还敢欺负我的客人 叶欣染握住她的手 摇了摇头 她不需要李月荣帮忙出头 因为这提她会 怎么说 也是参加过九年义务教育 熟读唐诗三百首的人 不就是做诗吗 有什么难的 她走到人群中 问道 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没注意听 要以什么为题 以这里有的物件为题 随便你选 秦小姐笑道 吃食最简单 要不你 还是选最简单的吧 叶欣染没理她 一边向四周查看 一边在脑中 搜索记忆中的诗词 看到墙角中的几株梅花 正含苞待放 叶欣染立刻笑了 她指了指墙角的梅花 那就以梅花为题吧 几人发出了吃笑声 自古以来 永梅的诗词数不胜数 谁还能说出心意来 她该不会是要把前人的诗 直接拿来用吗 陆志义站在人群中 得意洋洋地看着叶欣染 等着看她出丑 叶欣染张嘴念了起来 万数寒无色 南枝独有花 香文流水处 影落贵人家 叶欣染念完后 看见赵公子 还在傻傻地盯着指看 立刻说道 写啊 怎么不写 赵公子这才反应过来 对对 她拿起笔 飞速在纸上 写下了叶欣染刚才念的诗 边写边忍不住赞叹 妙啊 实在是妙 叶欣染看了一圈 看见陆志义和秦小姐几个人 都面色难看 心中更加得意 虽然她不知道 自己现在所处的朝代是什么时候 不过通过她的辨别 现在这个时间 一定在元朝之前 那么她只要 拿出明清两代的古诗词 这些人肯定都没听过 你不是说她不认字吗 秦小姐埋怨地看向陆志义 陆志义也慌了 叶欣染的事情 她了解得挺清楚的 她确实没有读过书 怎么会呢 这首诗肯定不是她做的 一定是她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正好用上了 陆志义肯定地说 不幸让她再做一首 为了验证陆志义的话 秦小姐和另外几人起哄 让叶欣染再来一首 叶欣染看着这些人的样子 觉得好笑 明清有名的诗词不多 却足够应付这些人了 她看着湖中小婷 一下子就想到了罗冠中写的 大梦谁先决 她指着亭子念叨 大梦谁先决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决了 决了呀 赵公子一边写 一边称赞 旁人也跟着点头 确实不错 没有那些儿女情长的小家子气 反倒有了些世外高人的闲适感 陈月荣忍不住拍起了巴掌 现在在她眼中 叶欣染快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既有头脑 又有才学 还能白手起家赚钱 简直就是她的理想型 她看着叶欣染 心中想着 若欣染姐姐是男子 这辈子一定要嫁给她不可 做鬼也得缠着她 可是看着叶欣染 那张如鲜花般的面庞 她就知道 这只是个妄想 你们刚才不是说 陆姑娘不学无术 大字不识吗 她看着陆志义几人冷冷地说 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能写出什么精识之作 剑臣月荣真的生气 秦小姐立刻意识到 事情不妙 她看着陆志义道 你还说你姐姐没读过书 这是没读过书的样子吗 亏我们还是交往多年的手帕交 刚才你一直误导我们 让我们瞧不起陆大小姐 你到底是什么剧情 陆志义委屈地道 秦小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秦小姐冷哼一声 要不是您说的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姐姐没读过书 不都是你造谣的吗 秦小姐一面说 一面李月荣的脸色 李月荣转眼看向陆志义 问道 她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故意污蔑欣然姐姐 让大家为难她的 陆志义慌了 郡主明鉴 陆欣然是我的亲姐姐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周小姐 李小姐 你们要帮我作证啊 刚才和她一起的几位小姐 全都往后退了一步 现在帮她说话 就是惹郡主不高兴 惹郡主不高兴 对他们来说 可没有任何好处 秦小姐说的对 我们刚才都听见你说 你姐姐没读过书了 对 你还说 你母亲偏心姐姐 让你在家里受气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也都不隐瞒了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姐姐 你要相信我 我是你妹妹 我不会害你的 切 叶欣然翻了个白眼 同时躲开了陆志义 抓过来的手 回京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 听见你喊我姐姐 这一声姐姐 还真难得啊 见大家都看着这边 叶欣然也捏了 捏手中的帕子 又做出一副 委屈的样子说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怕我回来 抢了你的东西 可是 我不过是想和自己的亲娘 住在一起罢了 根本没想和你抢什么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说完 叶欣然还用手帕压了压眼角 仿佛伤心的不行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是故意那么说的 人家陆大小姐是读过书的 陆志义这一脚 踢在铁板上了 何止是读过书 能写出这样的诗 必定的阅书无数的 周围说什么的都有 陆志义看见叶欣然这样 立刻换了表情 陆志义 你装什么装 我没装啊 叶欣然放下揉眼睛的手 我都是和你学的 你平时不就是这么查的吗 陆欣然你 你敢在王府的春日宴上闹事 爹和祖母知道了 不会饶了你的 陆志义气地跳脚 陈月荣却道 陆二姑娘这是说的什么话 身为主人 谁在府上闹事 我还不清楚吗 明明是你带头欺负欣然姐姐 在场的各位都可以作证 对 我们看见了 有人附和说 陈月荣道 我最讨厌有人 在我们府上 弄一些勾心斗角 见不得人的玩意儿 在座的各位听好了 以后我瑞王府再办宴会 绝对不会邀请陆家的二小姐到场 什么 这么严重 静安侯府和瑞王府的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啊 这是不是有点过来啊 看大家神色各异 陈月荣又说到 以后谁家办宴席的 请陆二小姐的 就别请我 小郡主这是来真的 陆志义没想到 陈月荣竟然能够为叶欣染 做到这种地步 她在京中这么多年 难道比不上一个 刚回来的土包子 不就会做棘手师吗 有什么了不起 郡主 她还想解释 陈月荣打断了她的话 我不想听你说话 陆志义又将目光转向了陈月亭 陈月亭一向顾大局 她一定不会这样对自己的 谁知陈月亭看着她 只摇了摇头 陆小姐 要不今天先这样吧 我这个妹妹脾气最是倔强 她决定的事情 我也改不了 陆志义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不会的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爹可是金安侯 我娘是冷家丝绸铺的东家 对 娘 娘呢 陆志义想到了冷清雨 只要冷清雨出面 帮她说上几句话 陈月荣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想到这里 她立刻向冷清雨 刚才所在的地方看了过去 可是那里空无一人 我娘呢 陆志义着急地问道 经她提醒 叶欣然也看了过去 冷清雨说好了 在亭子里看热闹 这会儿却没了人影 陈月亭也没留意 冷清雨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便安慰道 我安排了人在那边服侍 这会儿可能是去休息了 你们不用担心 叶欣然确实不担心 她只看好戏一样的看着陆志义 欣赏她又急又恼 连白莲花人设都维持不下去的样子 正在这时 侯府的一个丫鬟 急急走过来 对着叶欣然而语道 姑娘 夫人在后院 让我过来喊您过去 母亲喊我 叶欣然面露疑惑 丫鬟点了点头 道 夫人在后院散步的时候 突然头疼 说是一定要姑娘过去才行 叶欣然一听 冷清雨头疼 立刻急了起来 在哪 你快带我过去 陈月荣看她面上表情有些紧张 连忙问道 怎么了欣然姐姐 没事 我去去就来 叶欣然转身就走 陆志义一看 也要跟着过去 却被陈月亭留了下来 陆二姑娘 既然陆大小姐想自己去 你就在这里等等吧 叶欣然跟着丫鬟往后面走 脑子里全都是 娘为什么突然头疼 她身体里的毒不是全都解了吗 难道最近又被下了药 她没注意到 她心中烦乱不堪 没注意自己走的方向 等她觉察到不对时 已经被带进了一个院路 叶欣然心中警铃大作 她立刻转身 想要离开 可是带路的丫鬟快踏一步 已经在外面锁好了门 你想干什么 叶欣然隔着门问 这个丫鬟她不熟悉 办下出门前突然肚子疼 才会临时换了她过来 小丫鬟好像也很紧张 她用发抖的声音道 小姐夫人就在院子里 你自己进去看吧 叶欣然用力拉门 可高大的铜制门纹丝不动 她转头观察院子里的结构 希望能够有梯子 或者后门走出去 这时候她才发现 这个院子里的院墙 好像格外的高 院子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别说是梯子 就是一个木墩都看不到 救命 救命 叶欣然使劲拍打着铜门 她不敢进去查看 院子到底有什么 只希望拍门的声音 能够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快点来个人把她放出去 这个院落有些偏僻 叶欣然本来也没指望 很快能有人来救她 可就在她喊了几声之后 院子里面却突然传来了 说话的声音 吵死了 是个男人的声音 叶欣然心中一紧 赶紧回过身去 却看见一个身材肥瘦的男子 挺着圆滚滚的肚子 朝她走了过来 虽然已经初冬 她还穿着薄薄的一件衣服 光着脚 头发散乱 面上的表情也是痴痴傻傻 一只手又在脖子上不停地揉搓 热 好热 看见叶欣然 她定定地看了两眼后 粗着嗓子问道 你是什么人 叶欣然飞速地分析着眼前的情况 他们故意把自己关到这个院子里 院子里又有一个男人 想要做什么 已经一目了然 只是堂堂瑞王府 怎么会有这么一处院落 她突然想起 冷清语和她说过的话 难道眼前的男人 就是瑞王的那个傻儿子 我 我是 你是给我送饭的是不是 饭呢 我的饭呢 男人看着叶欣然空空的两只手 情绪逐渐暴躁 我的饭呢 我要吃饭 她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叶欣然扑了上来 看那样子 仿佛只要叶欣然交不出饭 她就要动手掐死眼前的人 叶欣然心下亥然 慌乱中 她连忙伸出一只手 对着眼前的男子道 站住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 我是你娘啊 眼前的人一愣 她停下脚步 仔细地打量叶欣然 你是我娘 对 对啊 叶欣然有些心虚 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娘来看我了 男子竟然没有怀疑 而是发出天真的笑声 娘真的来看我了 娘 她一嗓子叫得响亮 叫得叶欣然 心甘一颤 我的糖呢 你给我带糖吃了吗 她紧跟着问 叶欣然一正 赶紧应道 带了带了 还好她的空间里 存着不少糖果 立刻拿出了一把 递给了眼前的人 男子接过糖 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 然后一脸傻笑地 将整块糖拳都放进嘴里 说道 娘真好 真怪 叶欣然撞着胆子 拍了拍她的头 你告诉娘 这里有后门吗 怎么出去 男子一脸乖顺地笑着道 娘 也儿不出去 爹说 这里最安全 让也儿老老实实待在院子里 叶欣然见眼前的人 没有什么危险性 就带着胆子 往院子后面走了几步 发现后院和前院一样 都是高高的院墙 果然没有后门 那你院子里 没有伺候的人吗 叶欣然又问 陈妍有些迷糊地看着叶欣然 伺候的人 我这里没有人 爹说 不能吃人 可是眼儿真的好 呃 叶欣然狠狠咽了口口水 对 你爹说得对 不能吃人 那娘能给眼儿饭吃吗 眼儿 眼儿好热呀 叶欣然以为她会说 呃 没想到她竟然说了热 一回头 看见陈妍竟然在脱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了 停 叶欣然立刻阻止了她手上的动作 高大的男子一脸委屈 可是眼儿真的好热 好热呀 娘 好难受 叶欣然从一开始就察觉了她的不对 听她这样说 立刻伸手按住了她的脉搏 发现她体内一股虚火四处流窜 竟然是中毒的迹象 果然是下了狠手了 叶欣然冷笑一声 她手中有日日安 可是她现在不能拿出来给沉眼解毒 若是这么容易 就把毒给解了 那些背后动手脚的人 岂不是就要减轻罪责了 叶儿乖 现在天气这么冷 你不能脱衣服 脱了会着凉的 沉眼不停地 搓着红了的脖子 可是叶儿好难受 叶欣然从空间里拿出了银针 别怕 我给你扎一针就能缓解 沉眼看见针惊恐的后退 叶儿不扎针 叶儿不扎针 叶欣然做出生气的样子 别躲了 再躲我就生气了 沉眼只好站着不动 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叶欣然拉过她的手臂 找准穴位 说了一句 不许喊出声 接着就一根银针直透到底 针下去的那一刹那 沉眼用肥瘦的手臂 捂住自己的嘴巴 因为太过用力 还发出啪的一声 尽管捂得严严实实的 她的嗓子里 还是发出了哼击一声 叶欣然被她哼击的头皮发麻 却又暗自庆幸 幸好是这样一个傻子 若是换了地痞流氓 情况会更加麻烦 好了 她把银针拔了出来 建院子里实在找不到 可以搭脚出去的地方 便说道 叶儿 你一会蹲在地上 我踩着 你从墙上爬出去 娘要走了 娘不陪着我吗 沉眼眼中有一丝慌乱 我出去给你拿好吃的 叶儿不是饿了吗 叶欣然只能哄她 叶儿不饿了 叶儿不饿了 沉眼体内的毒素被压制下去 眼神也变得清明了几分 叶儿不饿 但是娘饿了 娘想出去找吃的 带回来和叶儿一起吃好不好 在叶欣然的轻声哄劝下 沉眼终于有了一丝松动 好 叶儿饿了 叶儿可以不吃 但是娘饿了 娘不能不吃饭 这话乍听着没什么问题 可仔细一评 怎么好像在说她 为了吃连孩子都不顾了似的 叶欣然来不及细想 她让沉眼蹲在地上 自己扶着墙踩了上去 虽然院墙很高 可是她必须赶快离开 既然有人给她做了局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过来看热闹 她得抓紧时间 花园里 陆志义被沉月亭拦了一下 乖乖坐了下来 刚才叫走叶欣然的丫鬟是秋菊 昨天祖母就特意叮嘱了 如果秋菊来把叶欣然叫走 让她一定不要跟过去 其他的事情祖母没说 可是陆志义心中 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她心中暗喜 激动得坐立不安 陈月荣不知道她心中所想 还以为她是着急去冷清雨面前献殷勤 便讽刺道 陆二小姐还是在这儿慢慢等着吧 我看陆夫人也没想见你 陆志义低头没有反驳 又坐了一会儿 冷清雨竟从后面走了回来 陈月亭没在她身边看见叶欣然 迎上去疑惑地问道 陆夫人可大好了 陆大小姐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冷清雨愣了一下 欣然不是一直和你们在这边说话吗 我刚才茶水洒在身上了 去后面换了一下 没看见她 陈月亭听见这话 心中一惊 可是 刚才有一个侯府的丫鬟 说你头疼 把陆大姑娘带走了 带走了 带去哪里了 冷清雨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没想到 他们平时这么小心 竟然会在瑞王府这边出现差错 都怪她 是她今天坚持让丁巧留在家里 留意侯爷和老夫人的动向 如果丁巧在 欣然肯定不会有事 不过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她稳定了一下心神问道 走了有多久了 陈月亭 差不多半炷香的时间了 快让人在各处找一找 冷清雨急着道 说完这句话 她又立刻反悔 不行 我要亲自去找 娘 我和你一起去 陆之一立刻站了起来 激动的声音颤抖 不用了 你留在这里 冷清雨却面无表情的道 可是娘 陆之一不甘心 还想上前 陈月荣却站起来 你耳朵龙吗 陆夫人让你在这里等 我必须去 陆之一向前追了两步 陈月荣这次话都没说 直接拉着她的头发 把人拽了回来 在场众人看见了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全都往这边看了过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陈月荣大声说 我们两个玩呢 是不是 陆二小姐 陆之一眼中含着泪水 看陈月亭 已经陪着冷清雨走远了 只好点头道 嗯 小郡主和我开了个玩笑 哦 开玩笑啊 众人打着哈哈 郡主还能和陆二姑娘开玩笑 刚才的气 是不是已经消了 陈月荣看向问问题的人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气消了 去让大夫看一下 是不是瞎了 大家又都不吱声了 冷清雨在陈月亭的陪同 下去了后院 他们没有让下人跟着 只有陈月亭的一个心腹 跟在两人身边 顺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 一路往里走 他们问了好几个 在后院干活的仆人 大家都说 没看见有人往这边来 陈月亭越走 心中越冷 等到了池塘边 池塘边的丫鬟也说 没见到人后 她面色严肃的 看向冷清雨 道 冷夫人 这边都没有 我怀疑陆大小姐是在福安院里 那我们快点过去看看 冷清雨心急如焚 陈月亭的脸色难看 艰难说道 福安院是我弟弟住的地方 夫人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瑞王爷唯一的儿子有些吃傻 这件事 京城的人都知道 不过都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陈月亭出生在战场上 当时瑞王徽兵南下 瑞王夫人也是军中的书记官 她自幼习武 从来不觉得女子比男子弱 所以 成婚这些年 除了生辰月亭的时候 她一直都随着王爷上阵杀敌 可这次到了战场 瑞王夫人却发现自己 已经有了快两个月的身孕 当时南疆战乱 百姓流离失所 瑞王不放心 夫人一个人回京 只能留夫人在营帐中 等待班师回朝 结果这一仗打了一年多 瑞王夫人也被迫 将陈衍生在了驻军的营帐中 陈衍刚生下来的时候 还是个正常的孩子 一次敌人来袭 陈衍在战乱中 从马背上掉了下来 第二天就发了高烧 高烧持续了整整三天 三天后 小陈衍虽然清醒过来 却眼神呆滞 瑞王夫人当即要带她回京 找太医医治 可因为敌军卷土重来 他们又被迫 在南疆滞留了两个月 等到班师回朝 找太医给医治的时候 距离陈衍掉下马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 太医院的太医 每日轮流到王府 给这位小狮子看病 可没有一个太医 保证能够治好 都说是可以开药试一下 陈衍的药 喝了整整七年 也没有一点转好的迹象 直到她八岁后 瑞王夫人才彻底地放弃了希望 断了她所有的汤药 这个时候 陈月荣都已经长大 可以帮着哥哥擦口水了 可自从陈衍断药后 瑞王夫人的身体 却越来越差 半年后撒手人寰 她死前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这个傻儿子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孩子 希望王爷能够好好对她 而夫人去世后 王爷也没有再去 家里面不管是王爷 还是陈月亭姐妹 都把陈衍当成了宝贝一样 直到今天 虽然陈衍没有转好的迹象 每日只能被关在院子里 可王爷依然没有放弃 想到有人敢把主意 打到陈衍的头上 陈月亭杀人的心都有了 冷夫人 我知道你心疼女儿 但是我弟弟 她从小脑子就不好 一会儿如果看到 什么不好的场面 你千万不要激动 我弟弟什么都不懂 陆大姑娘出任何问题 我们王府都会负责的 听见陈月亭这么说 冷清雨差点晕了过去 欣然不会出事的 欣然一定不能有事啊 冷清雨颤颤巍巍往前走 没走一步 心就往下沉了一分 直到走到福安院不远 她离得大老远的 就看见院墙上站着一个人 正是叶欣然 冷清雨立刻红了眼睛 心中涌起势而复得的喜悦 欣然 你怎么站得那么高 不要动啊 等着娘去接你 冷清雨他们来的时候 叶欣然也是刚刚爬到墙头 看见有人过来 她差点又退了回去 直到看到来人里有冷清雨 她的一颗心 才终于放了下来 认清这么久 这还是她第一次 这么迫切地想要见到亲人 娘 娘 这两声娘 把冷清雨的心都快叫碎了 还好女儿没事 如果叶欣然出了神妖室 她这辈子都不会安宁了 娘来了 冷清雨快步向前 走到墙下 伸开双手 做出接着的姿势说道 你小心 不要掉下来了 陈月亭 朝着身边的丫鬟看了一眼 丫鬟心领神会 立刻跑远 没一会儿 一个仆人就扛着梯子走了过来 叶欣然在众人的目光中 沿着梯子 慢慢地爬了下来 叶欣然落地的一瞬间 冷清雨立刻上前 扶住了她的身子 欣然 有没有受伤 啊 快让娘看看 她把叶欣然浑身上下看了个遍 叶欣然赶紧说 娘 我没事 没有受伤 陈月亭看着两人 确定叶欣然没有事后 忙让小思打开福安院的院门 去看看 市子怎么样了 陈燕吃傻 攻击性强 伺候的丫鬟 小思不小心就会受伤 叶欣然能够从院子里全身而退 简直是奇迹 陈月亭担心 弟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小思打开了院门 不敢轻易进去 只敢探着头像里看 陈月亭看得心急 一把拉开小思 几步跨进院子里 小眼 小眼 陈月亭叫了两声 没人回答 她便匆忙往院子里面走 一回头 竟然看见陈燕就站在院墙下 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外面 小眼 你在看什么 陈月亭小心翼翼地走向弟弟 我在等娘 陈燕没有回头 只露出天真的笑容 继续看着外面 娘说去找饭了 一会儿给我带回来 你饿了吗 你去屋子里等 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来好不好 陈月亭轻声哄诱 给你带你最喜欢吃的烧鹅和酱肘子 以往 陈燕如果发脾气 只要说给他吃烧鹅 他就会安静下来 可是这次陈燕连动都没动 还是一直盯着墙头说道 我不吃烧鹅了 娘给我带什么 我就吃什么 陈月亭愣住了 弟弟今天怎么了 怎么一直在提娘 他都好久没有提过娘了 这时 叶兴染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安抚好了冷清语 就听见院子里姐弟两个的对话 刚才骗这个小傻子 只是权宜之计 现在看见陈燕这样 他倒有些于心不忍了 玉亭郡主 我刚才 他想给陈月亭解释眼前的情况 可刚才还像块木头一样 动也不动的陈燕 听见叶兴染的声音 立刻猛扑过来 娘 你回来了 你给眼带什么吃的了 陈月亭吓了一跳 叶兴染的脸 疼得一下就红了 我 娘没给我带好吃的 娘说话不算话 陈燕竟然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 闹了起来 陈月亭和叶兴染都有些尴尬 我 他 两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停下 最后还是叶兴染抢着说道 郡主 是我不好 刚才我情急之下就说我是柿子的 娘 他好像当真了 陈月亭缓和了脸色 这不怪你 幸好你反应快 要是弟弟伤了你 我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两人正说着话 地上的沉眼忽然又开始喊了起来 热 我好热 他脸色通红 躺下在地上打滚 陈月亭立刻慌了 小眼 你怎么了 叶兴染道 柿子应该是被人下了药 郡主快叫大夫来给看一下 下药 陈月亭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这院子里还真有人胆大包天 竟然敢碰小眼 他吩咐身边的丫鬟 快去叫大夫过来 是 小丫头撒腿就跑 陈月亭又吩咐小思 把少爷扶进屋里去 小思硬着头皮走到陈眼身边 还没等伸手 就被陈眼踢了两脚 滚 滚 热 好热 他躺在地上继续大喊 陈月亭白了脸色 刚想上前 也被陈眼粗壮的胳膊扫到了一边 郡主小心 叶兴染伸手扶住陈月亭 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我试试吧 陈姑娘小心 我弟弟 现在已经不认识人了 陈月亭赶紧提醒 可叶兴染并没有害怕 而是走到陈眼的身边 低声唤道 眼儿 出人意料的 刚才已经撞似疯癫的陈眼 竟然真的因为这个声音停了下来 他看着叶兴染 眼中都是迷茫之色 过了一会儿 突然咧开嘴哭了起来 娘 眼儿难受 眼儿难受啊 好了 我知道眼儿难受 我们先进屋去躺下 等大夫来给眼儿看看好不好 叶兴染轻声哄着 在陈月亭面前 他没好意思再自称娘 好 陈眼停止了哭泣 竟然真的 就着叶兴染的手站了起来 陈月亭看着叶兴染 扶着弟弟走进房间 心中生起一种 不知惊喜是何悉的感觉 他这个弟弟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从来都没有这么听话过 就连在爹的面前 都没有一刻是这么乖顺的 府里的陈大夫 夸着药箱 急匆匆地赶来 见到柿子已经乖乖地躺在床上 等着他诊治 心中也是诧异不已 他放下药箱 趁着陈眼这会儿老时 赶紧给他诊了脉 诊完脉后 额头上就有细汗渗了出来 郡主 柿子 柿子他 他怎么了 你快点说啊 陈月亭急得不行 程大夫哽了一下说道 柿子 他种了荷欢散 荷欢散这种脏东西 怎么会在他们王府出现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竟然敢害柿子 程大夫光是想着王爷因此发怒的样子 就觉得心惊胆寒 可有解药 陈月亭问 有 程大夫答 但是现在需要去监药 得让柿子等上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太久了 我现在就要 程月亭看着弟弟痛苦的样子 皱着眉头说 程大夫头上的汗顺着两颊流下来 可是郡主 这要得经过熬煮放粮之后 才能给柿子服用 我现在是真的拿不出来啊 叶欣染看着大夫为难的样子 开口说道 我这里有之前给母亲做的解毒药丸 能解百种毒药 郡主要是放心 我先给柿子吃一碗 好 程月亭想也不想地答应下来 他也说不清为什么 现在对叶欣染 就是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况且 现在除了信任他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叶欣染掏出一粒日日安 递给了程眼 程眼想也没想 就吞了下去 解药入口 程眼立刻觉得 身体从头到外透着舒爽 他脸上的潮红之色 也慢慢地退了下去 小眼 你好点了吗 程月亭看着他 关心地问 你现在能认出我来吗 程眼看着他 小声叫着 姐 程月亭眼中落下泪来 好 你没事就好 娘 程眼又将目光转向了叶欣染 叫声里带着欢喜 叶欣染有些尴尬 应也不是 不应也不是 既然柿子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他想赶紧逃离 程眼一听他说想走 立刻坐了起来 不行 娘不能走 看见弟弟这个样子 程月亭也有些尴尬 小眼 这不是娘 这是陆姑娘 不 这就是娘 程眼说什么也不信 还伸手 去拉叶欣染的袖子 小眼 不能这么没规矩 程月亭提高了声音 程眼立刻暴躁起来 你是坏人 你要把娘抢走 眼见着说不通 程月亭对程大夫道 程大夫 把你的安然香给弟弟用一些 是 程大夫答应后 从一箱里拿出安然香 这个箱 是他专门做出来给陈眼用的 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场面 程大夫在陈眼身后 将安然香在陈眼鼻子下转了一圈 陈眼立刻就失去力气 昏睡过去 众人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叶欣染还想解释一下 陈月亭却摆了摆手 陆姑娘 稍等我一下 他转过头对着丫鬟道 去找管家 让他查今天是谁负责照顾世子 立刻将人拿下 送到祠堂去 是 还有侯府带来的那个丫鬟 一起绑了 说完 他看向冷清雨 我私自处理陆家的丫鬟 陆夫人没什么意见吧 冷清雨立刻到 单凭郡主处置 陈月亭看向叶欣染 陆姑娘 今天这件事发生在瑞王府中 我代表王府向你赔罪 陆姑娘想要什么赔偿 尽管开口 叶欣染摇摇头 我也没什么大碍 郡主不要放在心上 陈月亭想了想 既然这样 一会儿去了前院 我们就说 你刚刚在湖边 不慎弄射了鞋袜 在我房中稍微休息了一下 可否 来的路上 陈月亭甚至怀疑 是不是母女俩故意安排 想要用这种方式 将女儿嫁到王府 可是见到叶欣染后 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叶欣染的态度 太过坦然了 也因为冷清雨 太心疼女儿了 他知道 这样的母亲 不会允许女儿受这种委屈 就按郡主说的办 叶欣染答应下来 又接着说道 不过郡主 若是查出这件事 是谁安排的 可否也将事情告诉我一下 他怀疑 这件事是侯府这边做的手脚 瑞王也不会允许 儿子以这种方式娶妻 就算会 也不会选择 他叶欣染 他与其他各家 更是没有矛盾 能够用这种心思的 就只有陆婷恩 和家里的那个老太太 想到这里 叶欣染不禁冷笑 陆婷恩的胆子可真大 也不怕因此得罪了瑞王 陈月亭答应下来 我会将结果通知陆姑娘 和陆夫人 不过 陈月亭顿了一下说道 若是这件事和侯府有什么牵扯 我爹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 虽然不至于提刀杀人 但侯爷恐怕要吃点苦头 叶欣染道 如果真的是侯府这边阴谋算计 陈姑娘能不能帮我和娘说个情 我们确实对此毫不知情 请王爷别误伤了我们 这个 我会和我爹说 陈月亭答应下来 几人匆匆往前院走 远远看到众人了 反倒把脚步慢了下来 大家还在玩自己的 并没有关注这边的动静 只有陆志义 看见几人回来 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 他站了起来 有几分迫不及待 眼睛也一直盯在叶欣染的身上 想看看 他与刚才有什么不同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叶欣染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凌乱的痕迹 甚至连表情都没有任何的不自然 陆志义的星辰到了水底 难道自己猜错了 还是说 祖母安排的事情败露了 想到这里 他又立刻向几人身后张望 果然没有看见侯府的丫头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还是强达起精神 对着叶欣染道 姐姐 你没事吧 刚才娘为了找你 都急坏了 我没事 叶欣染说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 陆志义神色一灵 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姐姐没事我就放心了 怎么会失望呢 陈月荣却在一旁拆穿了他 刚才你明明就是失望的表情 我都看到了 陆志义 你看错了 我刚才那是高兴 哼 陈月荣哼了一声 表里不一的小人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郡主还是不要咄咄逼人了 陆志义见陈月荣一直针对自己 干脆也冷下面孔 淑妃娘娘还邀请我 明天去宫中赴宴 今天就不打扰了 告辞 他说着 转过身去 陈月荣翻了个白眼 淑妃娘娘请示范 有什么了不起啊 陆志义和冷清雨 说了自己头痛 想要回去 冷清雨也答应下来 郡主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冷清雨说完 便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 他知道 陈月亭接下去 就要审问府中里应外合的下人 他们再留在这里也不合适了 看见侯府的人走了 其他人便也纷纷告辞 很快 王府里就只剩下了陈月荣 和陈月亭一对姐妹 姐 怎么了 陈月荣见姐姐面色不善 关心地问道 陈月亭也没有隐瞒 将今天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都和妹妹讲了一遍 竟然有人这么大胆 那哥哥 他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 陈月亭回答 刚才吃了陆姑娘给的解药 又用了安神香 现在正在睡觉 哦 陈月荣稍稍放在心来 是谁胆子这么大 竟然敢做出这种事 陈管家那边应该还没问出来 我们去看看 陈月亭说完 带着妹妹一起往祠堂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陈管家正好从里面走出来 怎么样了 陈月亭问 陈管家摇了摇头 一直不肯说 不肯说就不说了 全都打死 扔到乱葬岗 有家人的 把家里人 也把家人全部发卖 陈月亭吩咐 那 侯府的那个丫鬟呢 陈管家问 那个丫鬟留下 陈月亭道 明天去刑部大佬找刘三 让他过来审问 刘三是大佬里负责审犯人的 他折磨人的手段数不胜数 别说是个姑娘 就是个铁骨铮铮的七尺汉子 在他手下 也坚持不了三天 是 陈管家应下 转回身的时候 却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们瑞王府表面上 看着风风光光 可是他却知道 府里的三个孩子 过得比别人家的孩子 还不容易 大姑娘小时候 多胆小的一个人 手上割破个口子 都要哭上半天 可自从夫人去世后 府里的事情大事小事 全都落到了大姑娘的身上 他要是没有个杀法果断的狠利劲 根本没办法将王府支撑起来 如今看他这个模样 倒是越来越有王爷的风范了 陈管家有些心疼 他进了祠堂 吩咐人将今天负责 照顾世子的四个人 全都处理了 虽然这几个人口口声声说不清楚 可今天这件事 就是宁可错杀 不能放过 晚上瑞王爷从军营回来 陈月亭又把白天的事情 和王爷讲了一遍 王爷听到有人给陈眼下毒的时候 就已经坐不住了 眼儿现在如何了 他面色冷立 陈月亭回道 已经没事了 就是 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就是一直哭着喊着要找娘 王爷闻言一愣 这么多年了 陈眼虽然经常闹事 倒是第一次听他提起要找娘 王爷面色缓和了几分 是不是落落不放心 回来看孩子了 我这个当爹爹没用 这么多年了 也没将你弟弟的病治好 将来九泉之下 我有什么颜面见你娘 他语气越发沉重 听得陈月亭心里难受 他安慰道 娘若是泉下有之 一定知道爹这些年对小眼是如何上心的 娘不会怪你的 王爷很快收敛了伤心的情绪 他问 当职的人怎么处理的 已经全部处死 家人也发卖到京城外了 那个侯府的丫头呢 明天叫刘三过来审问 陈月亭回答 见女儿这样 锐王心中又生起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有心疼 也有愧疚 你都嫁人了 平时就少往府里跑几趟吧 府里 有陈管家 不用你三天两头往回跑 陈月亭低头 我来之前都和公婆说过的 他们也都让我常回来看看 你那个男人呢 说到这个 王爷又提高了声音 他都走了这么久了 一趟家都不回 我堂堂瑞王府的郡主 难道还要为他守活寡不成 爹 他那边是芒 陈月亭依旧垂着头 轻轻辩解一句 你跟爹说实话 你和那个李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初你坚持要下嫁到李家 说是相中了他的人品 可是他新婚不到一个月 就出门做生意 一晃都快一年了 连各家都不回 他是不是在外面养了女人 你只要现在说话 爹立刻让人去把他拎回来 爹 陈月亭笑着撒了个娇 你别瞎猜了 李末不是那样的人 他年底就回来了 他年底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是拖 也要把他拖回来 瑞王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咱们王府什么没有 你带过去的嫁妆 都够躺着吃上三辈子的了 他还非要去开什么医馆 用得着他赚钱吗 我看他就是没事找事 自讨苦吃 陈月亭抬起头来 眼神坚定 爹 你别这样说他 我喜欢有报复的男人 他要是躺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那我嫁他做什么 看女儿这个样子 王爷只好闭了嘴 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 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好 两人说到此处 外面忽然有丫鬟来报 王爷 郡主 世子他又在 嚷着找娘亲 不让他出门 他就要爬墙 奴婢们实在是拦不住他 王爷皱了皱眉头 我过去看看 他起身向外走去 陈月亭看着父亲伟岸的身影 发现不知不觉间 父亲的两鬓 又添了不少白发 原本挺直的后背 也开始微微弯曲 父亲终究是要老了呀 陈月亭忽然意识到 要是在父亲老去之前 能看见弟弟恢复健康 成家生子该有多好 陈月亭摇了摇头 摇掉脑子里不切实际的想法 快不跟了上去 院子里 陈月已经脱掉了鞋 将仆人踩在脚下 正努力地往墙上爬 因为太过用力 头上的玉冠已经歪到一边 身上的衣服也散乱开来 变成了疯疯癫癫的样子 陈月 你给我下来 王爷一声爆喝 陈月立刻从爬到一半的墙上 掉了下来 他身子肥瘦 砸得垫在下面的仆人 呲牙咧嘴 陈月唯一害怕的就是王爷 见到爹回来了 他也没有刚才那样凶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 这个院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要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吗 王爷开口 陈妍委屈巴巴的道 我要娘亲 娘亲在墙外面 你娘她 王爷说到一半 还是没有说出口 你娘她没在外面 你骗人 她就在外面 她就是从这里爬出去的 陈妍指了指愿墙 王爷见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怒火中烧 刚要发火 陈月婷开口说道 父亲 我可能知道小眼要找谁了 他要找谁 难道他又给你们找了个娘 王爷拉了拉领口 问道 就是静安侯府的陆姑娘 陈月婷接着说 小眼这些年 从没把别人当成娘 却偏偏认错了陆姑娘 或许是冥冥中的某种缘分 胡闹 王爷喝道 今天见了一面而已 她就任人家姑娘做她娘了 我从你娘走后就说过了 我不会续嫌 爹 你误会了 陈月婷笑 人家陆姑娘年轻貌美 我看陆姑娘 也不愿意嫁来咱们府上做后娘 王爷脸上有点热 她还是第一次被女儿这么调侃 果然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陈月婷转头看着弟弟 哄道 小眼 天太晚 娘已经睡觉了 你现在也乖乖睡觉 明天醒来就可以看见娘了 好不好 我就要娘 陈月婷还是不听 侯爷只好喝道 再哭就别见了 陈月婷一听这话 竟然乖乖地停了下来 她垂着头 可怜巴巴的 娘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娘为什么骗我 两个问题 问得王爷心里也不好受 她吩咐下人 好好照顾世子便抬脚离开了房间 陈月婷安抚了一下弟弟 等她睡着了才离开 第二天 陈月婷一早就给叶星染下了帖子 叶星染到的时候 另外一辆马车也到了王府后门 是刑部大牢里的刘凤林 刘三爷也到了 陈月婷安排管家接待刘凤林 自己则把叶星染接到了前厅 她亲手给叶星染到了茶 十分抱歉地说道 陆姑娘 今天又劳烦你跑了一趟 昨天小眼她醒来后 一直都在找你 我知道这件事和你无关 但是小眼她自小脑袋受伤 我们一家人都拿她没什么办法 能不能请姑娘帮我劝劝她 让她好好吃饭 不要再闹了 只要姑娘能帮我们安抚住小眼 王府库房里的东西 陆姑娘可以随意挑选 陈月婷自觉这话说得很大气 他们瑞王府里 多的是皇帝赏赐下来的奇珍异宝 随便拿出一样都是价值连城 她相信叶星染一定不会拒绝 叶星染喝了一口茶 轻轻笑了 郡主 昨天本来就是我骗了柿子 今天来解决也是应该的 东西我就不要了 只要郡主能记得昨天的承诺就好 那是自然 陈月婷说完 两人便相邪往福安院走去 陈妍醒来后就一直没有吃东西 她坐在窗口 眼巴巴地看向窗外 等着娘亲来看自己 一边等还一边问身边的人 我娘怎么还不来 娘还没睡醒吗 下人不敢刺激她 只敢一直回答 快了快了 一边回答 一边在心里祈祷 昨天那位姑奶奶可赶紧来吧 不然柿子发起风来 他们可就遭殃了 在众人急切的盼望中 叶兴染如同救星一般的出现在了院子里 娘 陈妍透过窗子 一眼看到了叶兴染 立刻笨拙地从屋子里冲出来 快到叶兴染面前的时候 陈月婷伸手拦住了她 娘的身子不好 你别挨得太近了 娘生病了 那我不挨近 听到叶兴染身子不好 陈妍立刻紧张万分地后退 把身子缩了起来 眼儿 你是饭了吗 叶兴染问 陈妍摇了摇头 那你快去吃饭吧 陈妍 我不吃 我吃了娘就走了 不走 我看着你吃 叶兴染终于哄着陈妍去吃了饭 她则和陈月婷坐在屋子里 一直看着她 陈妍的饭量很大 一个拳头大的馒头 她两口就能吞下去 早饭是馒头和烤鹅 她也不用筷子 就用两只手抓着 吃得很香 陈月婷看着弟弟吃饭 脸上都是慈爱的神色 叶兴染却有些心疼 陈妍出身王府 本来应该是让人仰恶的世子 如今却只能身居内宅 连出门都成了奢望 看着她 叶兴染不由的又想起了 留在云通县的三小只 还好这三个孩子古灵精怪 一个比一个懂事 不需要太操心 郡主 世子的病是怎么造成的 之前大夫们是怎么说的 叶兴染问道 陈月婷本来不想提这件事 但是看着弟弟吃得那么高兴 她不由的提起了往事 很小的时候 从高处摔下来 伤到了脑子 又耽误的医治 她叹了口气 又接着说道 这些年 大夫看了上百个 哪里传出有名医 爹都会专门让人去请 药也喝了不知道多少 但是一点都没起效 她的语气里 夹杂着失望和无可奈何 仿佛是经过了反复的打击之后 不情愿 却不得不接受了现实 叶兴染想说给她看看 但是又怕看完之后 发现没办法 让陈月婷白白高兴一场 小言小时候 其实是个乖孩子 虽然听不懂大家说的话 可是她一直都是乖乖的跟在娘的身后 很少会哭闹 提起过去 陈月婷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自从娘去世后 她的性子越来越乖张 很少会和我们说话 脾气也越来越大 爹很骄纵她 美美犯了错 我要管教 爹总说她是想娘了才会这样 说到这里 陈月婷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 久而久之 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她还是孩子星星 叶兴染说 可能是心里的情绪发泄 不出来才会变得暴躁 所以这次她能对你这么亲近 我也很是意外 陈月婷看着叶兴染 说出了心中最想说的话 如果可能 我是说如果 陆姑娘不嫌弃的话 你愿意嫁到我们瑞王府吗 你可以只单一个名声 只要你每天轰轰小眼 我愿意以王府一半的家产相赠 陈月婷看得出来 叶兴染心地善良 也没有什么野心 不光是弟弟 就连月容对她也很喜欢 如果她真的能够嫁到王府来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我已经嫁人了 叶兴染直接拒绝 可是我听说 你在那边的丈夫 不是已经离世了吗 嗯 叶兴染垂下头 紧跟着又抬起头来 想不到郡主连这件事都打听出来了 不过我和我相公感情好 我要为她守一辈子的寡 是我冒犯了 陈月婷赶紧道歉 我只想到了我自己 忽略了你的感受 我只是看见小眼这么高兴 一时间试了神志 没什么 叶兴染也没觉得冒犯 郡主是不是考虑到 经常请我过来很不方便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陈月婷没想到 叶兴染竟然如此的通情达理 赶紧问道 是什么办法 我觉得 陈燕还是能说得通的 我们可以和她做一个约定 比如半个月见一次 这个时间内 她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小眼会听吗 陈月婷怀疑 陈燕却在一旁说道 只要娘不走 我什么都听娘的 那娘要去山里求医 半个月才能见你一次 你能坚持吗 叶兴染见她搭话 干脆直接问道 娘生病了吗 陈燕一听这话 瞬间觉得手中的馒头不香了 她放下手上的东西 可怜巴巴地问 那娘能好吗 能 叶兴染回答 只要眼儿听话 就一定能治好 我听话 陈燕响亮地回答 接下去 叶兴染细致地和她讲了 自己要离开很久的事 并且教她学会了 用节省的方法计算日子 只要上面有了十五个节 娘就会回来 好吗 那今天结一个 陈燕笨拙地在绳子上打了个结 然后举着给叶兴染看 娘 你看 有一个了 好 叶兴染有些无奈 又宠溺地笑了笑 她现在一点也不觉得 陈燕撒娇 是一件让人肉麻的事情 反而觉得她这个样子 全都是小孩子天真的星星 一个身材魁梧 却怀揣着天真浪漫的善良人 学完了结省 陈燕就一个人跑到院子里玩 她今天好像十分高兴 见弟弟这样 陈燕亭对叶兴染越发的感激和佩服 我看你好像还挺会哄孩子的 两人站在廊下 陈燕亭笑着对叶兴染说 叶兴染也笑了 可能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三个孩子吧 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 陈燕亭惊讶 她看起来如此年轻漂亮 怎么也不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不是 叶兴染知道她是误会了 解释道 是我夫君的侄子 原来如此 陈燕亭点了点头 她只知道叶兴染原来的相公离世了 没想到还有这样一层关系 只是听陆之意的意思 这位陆大小姐原来嫁的夫君应该也只是当地的村民 而以她现在的身份竟然愿意为落魄时期的夫君守寡 这位陆大小姐的星星真是十分了的 叶兴染并不知道陈月亭心中所想 她这会儿正看着陈燕在玩什么 陈燕玩的东西很简单 她拿出一盒棋子 用黑色的棋子和白色的棋子去摆图案 叶兴染本来以为她只是随便摆摆 可过了一会儿再看 她竟然摆出了一只飞翔的大雁 你看 叶兴染惊喜地只给陈月亭看 陈月亭顺着叶兴染指的方向看去 也被眼前的情况震惊道 小眼 她惊叫出声 陈燕被吓了一跳 她不满地回过头 陈月亭赶紧蹲下身子 问道 你这是摆的什么 陈燕用手挠了挠头 然后指着天上说 娘 好 小眼真怪 陈月亭落下泪来 她只记得小时候 娘说小眼其实是个聪明的孩子 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可是娘去世后 她没见过小眼拿笔 有时候试探着 把笔墨放在她面前 她还会生气地用手扶到地上 她总以为弟弟是被父亲惯坏了 早就忘了娘好不容易教会的东西 没想到今天竟然又看到了希望 陈燕不理解 姐姐为什么会哭 她只转过头去 将摆好的大烟弄乱了 又重新摆了起来 陈月亭站起身来 看着叶欣然 脸上表情也是又哭又笑 叶欣然忙安慰她 你弟弟其实很聪明 会越来越好的 陈月亭点了点头 她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此时此刻 她脑子里想的都是 如果陆姑娘能成为王府的人就好了 陈燕完累了睡着后 陈月亭和叶欣然才离开了福安院 两人刚出门口 就看见管家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怎么了 陈月亭问 管家看了一眼叶欣然 然后才低头回道 小姐 那个丫鬟招了 刘三爷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就招了 哦 怎么说的 陈月亭没有问刘三用的是什么办法 他们这些执掌行育的人 有的是折磨人的手段 这下管家真的不敢说话了 这 他又看了一眼叶欣然 事宜这话 当着叶欣然的面不好讲 陈月亭知道他顾虑什么 说道 陆姑娘是自己人 但说无妨 管家这才开口说道 那丫鬟说 是侯府的老夫人 指使他来这边的 咱们家有他们事先买通的人 两方配合 就是为了把陆大小姐送到柿子面前 好 好借此机会 将陆家大小姐嫁进王府 管家边说 心里边敌过 这陆家的老太太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竟敢把主意打到柿子的头上 这位陆姑娘也是厉害 没成柿子妃 倒成了柿子的娘 都快成瑞王妃了 丫鬟吐露的真相 倒是在叶欣然的意料之中 陈姑娘 对不起 没想到来参加宴会 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有一事相求 陈月亭摇摇头 你现在是想给陆老夫人求情吗 我倒是可以 和父亲说 只是 叶欣然 不 我不是要给他求情 我刚刚是想说 这件事情 求王爷务必承接得很一点 不能因为老夫人 他年纪大了就放过他 陈月亭大吃一惊 不过转瞬 又被他的这句话给逗笑了 陆姑娘 你可真是 太有意思了 对 就是太有意思了 他接触过这么多金钟闺秀 各府夫人 从没有一个 把对家人的厌恶 摆放在明显的位置 有人甚至为了家族的声誉 一辈子委屈求全 可陆姑娘 刚才说的是什么 不要因为他年纪大了 就放过他 有陆姑娘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陈月亭说 只是若是告了陆老夫人的状 陆家的声誉就会受损 陆姑娘不在意吗 叶欣然想了想 说道 能保住陆家声誉 当然是最好的 毕竟我家里还有娘 弟弟 不过 只要将来能让长青 顺利地继承侯爷的爵位 其他的 我和我娘倒是不太在乎 从没有人肯把自己的打算 和野心说得这么清楚 陈月亭点头 我明白了 叶欣然心中 只在乎陆夫人和陆长青 至于老夫人和陆婷恩妇女 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陆姑娘要是有这样的要求 陆侯爷就不能有什么大错 他说 否则一人获罪 全家人都要受到牵连 这个是免不了的 他了解叶欣然的想法 只是他必须提醒叶欣然 他想两全 其实很难 我明白了 叶欣然道 世家讲究的是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之前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问 是不是只要侯爷没有犯错 就不会牵连到我和我娘 若只是老夫人 企图谋害瑞王世子 皇帝会怎么降罪 父母有罪 儿女礼应替父母承担 可若陆侯爷一口咬死这件事 他毫不知情 皇帝大概率只会罚一些凤母 陈月亭猜测 况且 这件事情的苦主 本来就是瑞王府 皇上 看在我爹的面子上 在降罪的时候 也会询问 我爹意见 听陈月亭这么说 叶欣然的一颗心 也算是放了下来 陈月亭吩咐管家 把那个丫鬟看好 别让他死了 现在就将人送去刑部 就说 我们瑞王府抓到了刺客 是 管家答应下来 这些年 两人已经习惯了 逐一陈月亭来定 出头露面的事 就由陈管家来做 因为瑞王常年 在御林军的大营里练兵 很多事情都是陈管家出头 所以 京中各个衙门口的人 也都知道了陈管家 这样一号人物 陈管家的意思 就是月亭郡主的意思 月亭郡主的意思 就是瑞王的意思 既然郡主都安排好了 那我就回府 静待佳音了 叶欣然准备告辞 他已经出来大半天了 娘在家该等着急了 陈月亭却并不想让他走 陆姑娘忙了这么半天 连口茶水都没喝 我已经让下人 准备好了点心 姑娘用一些再走吧 群主不必客气 叶欣然还想推辞 陈月亭又说道 陆姑娘 你要是这么回去了 爹知道该埋怨我戴客不周了 叶欣然文言 只好答应下来 那就打扰了 两人穿过院子里的游廊 去了陈月亭居住的小院 小院里生起鸟鸟香烟 竟是丫鬟们在熏香 叶欣然看着陈月亭素雅的院子 倒是与外面的富丽堂皇 完全不一样 不由问道 郡主的院子里 怎么不多做些装饰 陈月亭没有说话 引着叶欣然进了屋子 屋子里早就摆放好了 水果点心 陈月亭请叶欣然坐下 这才说道 我这个人喜欢肃静一点的 所以特意和父亲说换了这个院子 哦 叶欣然不得要领地点了点头 陈月亭见他不明白 便又说道 其实父亲也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只是我们瑞王府对外的面子要给足 所以外面那些装饰并不算精致 只是看起来华丽罢了 叶欣然点头 在心中感叹一声 果然在真正的有钱人眼里 钱真的不算什么 反而更喜欢追求雅致 对了 我听说 陆夫人是从云通县将陆姑娘找回来的 陈月亭喝了口茶 突然问道 嗯 叶欣然点头 陈月亭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那陆姑娘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永乐堂的医馆 陈月亭的表情很平静 像是在问着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 可叶欣然从他紧紧攥着的手指上能够看出来 他其实十分紧张 好像还有些期待 见叶欣然看着自己 没有马上回答 陈月亭摇了摇头 笑着说 肯定是没听过 云通县那里 是不是顺一堂最有名气 叶欣然笑了 看陈月亭的样子 他应该试试 早就想问了吧 只是碍于面子 一直没有开口 今天说什么 也要将自己留下来 肯定也是为了打听李莫的事 见叶欣然一直笑着看自己 陈月亭有些无措 他伸手摸了摸脸 问道 陆姑娘这样看着我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叶欣然拉长声音 也不隐瞒 直接说道 我不光知道 有一个叫做永乐堂的医馆 还知道 医馆的掌柜叫李乔 东家叫李莫 据说这位东家 在京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夫人 听叶欣然说这么多 陈月亭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他眨眨眼睛 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 看向叶欣然 你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叶欣然脸上的笑容更盛 我不光知道这些 还知道 李莫的医馆 要在府城开分店了 他打算在新店开业的时候 请他的夫人过去捧场 他真的这么说 陈月亭 一下子站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他又重新坐下 接着问道 陆姑娘认识李莫 他们很熟吗 他店里的生意好吗 陈月亭 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 一时间不知道 从何问起 叶欣然摆了白手 郡主不用着急 你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慢慢地和你说 陈月亭 有些消化不了 眼前的情况 他看着叶欣然 觉得他身上神秘的光环 越来越重 从一开始 一个普通的侯府千金 短短几日 就变得好像与锐王府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与李莫的关系了是吗 陈月亭问 叶欣然答 一开始也不知道 后来听我娘提起你的婚事 我才猜测到了 那李莫他 他真的和你提起过我 陈月亭有些不敢相信 这门婚事是他非要定下来的 当初不管是锐王爷 还是李莫本人都不同意 李莫家只是秦王府的一个分支 本就势力微弱 能得到月亭郡主的赏识 李莫的爹娘高兴得不行 欢天喜地的就和王府交换了明天 把婚事定了下来 李莫觉得这样伤了她的自尊 婚后并没有因为陈月亭是郡主 就给她好脸色 陈月亭并不在意 再加上她经常要两边跑 对李莫也是不冷不热 李莫因为她的态度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她以为月亭郡主 并不是看上了她这个人才要嫁给她 而是因为她没什么本事 比旁的人好摆弄 所以才嫁的 气到深处 李莫干脆一走了之 她扬言要去做一番事业 不成功是不会回来的 想到这些 陈月亭就只有苦笑 她和我提起过你 不过提的时候 说了你有点凶 叶欣然说 陈月亭点头 预料之中 在她眼中 我确实不惊人情 这个她倒是没说 她只是说 郡主是支持她开医馆的 不然以郡主的本事 早就把她抓回京城了 陈月亭听见这话 忍不住扑斥一声乐了 我才懒得抓她 叶欣然从陈月亭的脸上 看到了娇羞 这与她平时果断老练的样子 完全不同 郡主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认识她的吗 叶欣然问 怎么认识她 陈月亭赶紧追问 因为我在那边 想要做生意赚钱 一开始做了养颜膏 寻找合作人的时候 正好找到了永乐堂 合作起来后 就慢慢熟悉了 叶欣然没有提肖怀安的事 虽然她觉得 陈月亭人不错 但是她的父亲是王爷 叶欣然并不知道 瑞王和肖怀安 会不会是仇敌 陈月亭此刻的心思 全都在李莫身上 听叶欣然提起两个人 合伙做生意便多问了一些 李莫她做得顺利吗 永乐堂的生意好吗 虽然这些事情 她只要派人去查 就能查得清清楚楚 可自从李莫离开后 她一次都没有生气过 让人去调查的想法 她不想通过那样 一种方式去了解李莫 况且若是李莫知道 会更加生气 叶欣然便一五一十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简直紧要地说了一下 最后也提到 之前陈月荣喜欢的洗脸皂 现在也是李莫在 售卖和管理生产 她还有这样的本事 陈月亭说了一句 嘴角是压不住的笑容 她的本事大着呢 叶欣然说 我看她天生就是适合做生意的 她又懂得医术 这条路选得很对 陈月荣点头 只要她做得高兴就好 叶欣然其实有些奇怪 当初李莫说自己的夫人兄 地位又比她高 叶欣然还以为她的夫人 是相貌丑陋 资质很差的贵女呢 如今一看 陈月亭人长得漂亮 又很有本事 出身比李莫高出了不知道多少 那陈月亭图她什么 郡主 你是看上了李莫什么呢 这个问题之前 瑞王也问过 陈月亭不知道多少遍 就李家的那个小子 给你提鞋都不配 你到底看上了她什么 我堂堂瑞王的女儿 怎么能嫁给 那样一个无名之辈 瑞王反对了很久 但最终还是降不过自己的女儿 因为陈月亭的脾气 和她太像了 都是宁折不弯的那种 她怕把女儿逼急了 再做出点什么 出格的事来 当初陈月亭 没有把真实的原因告诉自己的父亲 今天 她倒是想和叶欣 然好好说一说 其实李莫她不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 就见过她 陈月亭开口 眼睛却看着窗外 仿佛透过那一缕阳光 看到了过去的岁月 那是娘第一次 带她和弟弟出门去庙会 娘要照顾弟弟 只让两个丫鬟看好她 可小时候的陈月亭 也很爱玩 她趁着两个丫鬟不注意 自己一个人 偷偷跑到了庙会唱戏的后台 还顺着后台的梯子爬到了高处 高台上视野开阔 她看得入了迷 等要下来的时候 梯子已经不知被什么人挪走了 陈月亭当时又惊又怕 就坐在台子上哭 正好被一个男孩看到了 那个男孩眼睛亮亮的 见他一个人在上面害怕 便让他直接跳下来 说是会接住他 你跳了 叶欣然忍不住插嘴 跳了 陈月亭笑 当时我们两个都太小了 什么都不懂 跳下来之后 才意识到她那个小身板 怎么接得住我 我压在她身上 她摔在了地上 胳膊都撞子了 却还在安慰我说没事 看见我哭得厉害 还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来哄我 后来丫鬟找来 她就自己一蹶一拐地走了 陈月亭还记得当初的细节 那个男孩就是李莫吧 叶欣然问 陈月亭点了点头 她长了一双狐狸眼 左眼角处还长了两颗小痣 长大后我见到的第一眼 就认出她来了 可是她竟然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叶欣然想要说点什么 又不知道如何安慰 陈月亭自己说道 后来我想了很久 才慢慢明白 也许对于她来说 那只是她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天 帮我 也只是顺手的事 可是对于我来说 那是娘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带我去庙会 我才会永远的那一天 记得那个人 叶欣然唏嘘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 就是这样的奇妙 也许月老早就为你们牵好了红线 陈月亭苦笑 什么缘分 不过是我抢球来的吧 她躲着我还来不及 你们两个 可能有些话没有说清楚 下次见面 你就把今天的话说给她听 看她是什么反应 若还是冥顽不灵 你就好好教训她 最好是打她 把她打得开窍为止 陈月亭笑了 陆姑娘 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你和你夫君相处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她会对你很好吗 应该是很好的吧 陈月亭想 要是不好 陆姑娘怎么会对她如此深情呢 叶欣然撇了撇嘴 道 我和她道也不怎么样 她道死都不肯和我原防呢 叶欣然不知道怎么 一下子就把这句吐槽说了出来 可能这是她心中最大的怨念吧 陈月亭觉得自己听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事 盲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过了一会儿 她才问道 那是因为什么呢 难道她 嗯 她不行 叶欣然点头 陈月亭被叶欣然的直白吓了一跳 说起来 他们两个都是成了婚的妇人 没想到在这一方面 竟然有了诡异的共同点 真的 不行啊 陈月亭有些遗憾地问 叶欣然道 确实 有些可惜了 不过他人还算好 对我也挺照顾 说起萧怀安 叶欣然忍不住开始想象 她在边关的生活 此时的边关 应该已经下雪了吧 她的仗打赢了吗 叶欣然回到陆家的时候 正好看见一对官兵 也来到静安侯府的门口 管家打开门和官差 说了会儿话 吓得汗得都出来了 各位官爷 请稍候 我这就去请我家侯爷回来 她战战兢兢地说道 不必了 领头的官差说 我们这次要带走的是陆家的老夫人 不是陆侯爷 不必通报这种麻烦 官差说着 就要往离床 管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各位官爷 我家老夫人年事已高 没有侯爷发话 我们做奴才的 真的不敢将老夫人交出来啊 官差看了她一眼 冷冷地道 我实话告诉你 你家老夫人那是可大可小 现在上头没迁怒 静安侯是她的福气 这件事 她最好不要掺和进来 管家还要再拦 为手的官差 一脚踢在她的心窝 将人踢在了一边 一队人迈着大步 迅速地走到了院子里 叶欣然站在原地没动 听着院子里 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没多一会儿 就有撕心裂肺的喊声传了出来 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 这里是静安王府 你们想干什么 我家老侯爷 是皇帝青年的远民将军 我儿子是当朝的静安侯 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竟然敢来抓我 你们放开我 我要去告一状 我要去告一状 我有告命在身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把她的嘴堵起来 带走 使命吩咐属下 他们这些人 从来都是奉命办事 只要上面交代下来 管她是侯爷还是告命 统统不放在眼中 好的时候 这些人可以骑在他们头上拉屎 可到了这个时候 是好是坏 就由不得他们了 陆老夫人还企图抵抗 使命干脆让人将他绑了 带出府去 叶欣然站在侯府门口 欣赏着陆老夫人 被人像狗一样 牵出来的场景 面上没有任何表情 陆老夫人本来已经历劫 见到叶欣然后 又像疯了一样的朝着她扑过来 被官差用力一扯 将人扯了回去 大小姐 大小姐 管家爬到叶欣然的脚边 您给老夫人求求情啊 叶欣然抬脚 将她刚才碰到的鞋 在地上蹭了蹭 说道 我人为言轻 又不知道老夫人犯了什么事 这种时候哪里敢开口 妹妹和京城 各家贵女都很熟悉 又和淑妃关系好 这个时候 还不赶紧去求陆二小姐 你是被吓傻了吗 管家听见这话 赶紧道 对对 二小姐 二小姐 怎么没出来 管家又匆匆往院子里跑 而这时的 陆之义正躲在房间里 瑟瑟发抖 刚才官差进来的时候 她正好和祖母在一起 见到有男人闯进来 赶紧躲到后屋 钻到了床底下 挣扎中 老夫人喊了好几声之意 陆之义只能捂住耳朵 让自己不被影响 她将来 可是要嫁给皇子的 怎么能和这种事情沾边 管家找到她的时候 她刚从床底下 爬出来 衣衫凌乱 头上的拆环掉了一地 二小姐 你们陆广 认识的人多 快点找人 给老夫人求求情啊 陆之义惊道 我一个若女子 哪里来的门路 见她这个样子 管家立刻知道 这条路行不通了 侯爷 现在只能指望侯爷出面了 管家巴不得陆侯爷 现在就能回来 而陆侯爷此时 正在三皇子府内 陆侯 两个月前 你不是说 柯西部落回了信 愿意出兵支持我 怎么到现在 也没动静 三皇子面色苍白 一脸病容 可他的眼睛却很亮 与他脸上的病态 形成了诡异的反差感 陆廷恩公下腰 答道 殿下 臣这次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他心里发虚 猜测着三皇子的反应 却不得不将事情说出 北疆那边来了消息 说是西峡山脚下 突然有驻兵把守 他们的将领 十分了得 一个月内 偷袭了柯西大本营三次 如今他们 也是自顾不暇 根本走不出西峡山 三皇子脸色难看 冷笑一声 当初你不是说 柯西部 是北疆实力最雄厚的部落吗 还让我答应 让出两座城池 作为条件 如今 他们连西峡山都走不出来 这种废物有什么用 陆侯脸上发烧 后背也早已被汗水浸透 他小心翼翼说道 那柯西部 有北疆最好的骏马和土地 他们的兵和粮 都是北疆最强大的 当初齐中连 折损了两万精兵 才将他们堪堪 挡在了西峡山外 这几年他们养兵蓄锐 早就今非昔比 那还出不来 三皇子眼封 如利刃 看得陆廷恩心里一惊 忙到 本来齐中连 已经被打得节节败退 可是两个月前 他们军营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据说那个人 骁勇善战 对西峡山的地势 也十分了解 经常借着山谷河沟 带兵突袭 柯西的前锋营 等柯西出兵的时候 他们又紧闭城门 死守不出 两方拉锯了一个多月 柯西这边 已经疲惫不堪 这是我需要了解的吗 三皇子突然从腰剑 接下自己的软剑 软剑出鞘 在空中 抖出一道残影 陆廷恩脚下一软 连忙跪倒在地 说道 殿下 那神秘人 虽然十分了得 可是北疆边地连年征战 名不聊生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 三皇子用手绢 轻轻擦拭剑锋 坚持不了多久 那是多久 难道他们出不来 我就要一直等下去吗 我能等得起 我的剑恐怕等不起 不 不会的 陆廷恩赶紧道 信使说 他们首领已经有了妙计 妙计 三皇子手肘一挥 将软剑朝着陆廷恩的 驳梗挥去 陆廷恩下的浑身僵硬 直挺挺得如一块木头 剑锋在即将贴到皮肉的时候 才看看停下 剑气在陆廷恩的脖子上 留下了一道血痕 一缕发丝也随之飘落 三皇子见陆廷恩 被吓得眼白都翻了出来 不由痴然一笑 陆侯怎么还是如此胆小 我留着你还有大用 怎么舍得伤了你呢 他将剑收了回去 又重新用手绢细细地擦拭 陆廷恩缓了缓神 吞了口唾沫 这才勉强开口 信使说 其中连他们之所以 频繁骚扰柯西部 是因为他们手中的粮草不多了 他们想要探路到柯西部偷粮草 可柯西部早已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将粮草全都藏到了大后方 让他们没有得少的机会 顿了一下 陆廷恩接着说道 一个月后 西侠山就会大雪封山 资重粮草根本运不进去 只要在这之前 别让粮草到达北江 到时候不需要他们动手 其中连的那些兵 都会饿死在西侠山脚下 饿死 三皇子像是认真想象了 一下那个场面 这个死法很体面 而且没有外伤 看起来也漂亮一些 他看着窗外 眼中闪出嗜血的光芒 最近有从各地粮仓 运往北江的粮草吗 陆廷恩答 我让人查了一下 十几天前 有五百辆资重车 从饮河出发 往北江方向去 想来也是怕时间来不及 临时从那边调牌的 告诉徐成武的人 半路将资重车拦下 宁愿毁了 也不能运到北江去 是 陆廷恩答应下来 两人商议完事 从书房的隔间里走了出来 三皇子的书童 见了 赶紧心里道 殿下 陆侯爷家的家丁来报 府里有急事 请他速归 三皇子听完 笑着看向陆廷恩 怎么 与你那夫人 还是如此恩爱 分开这一会儿就着急了 陆廷恩脸眉 殿下说笑了 三皇子冷了笑容 陆侯 这么多年了 你当初的投名状 到现在还没到手呢 陆廷恩听见这话 赶紧道 已经快了 请殿下再给一点时间 你最好是快了 三皇子道 你若是能力大功 等我继承大统的那天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位置 谢殿下 陆廷恩起身告辞 看到府中下人 心中都是不耐烦 是管家让你来的 我不是和他说过 我来三皇子府上的时候 不要打扰吗 下人赶紧道 侯爷 不好了 老夫人出事了 老夫人 陆廷恩吓了一跳 老夫人怎么了 下人带着哭腔 老夫人被刑部的人抓走了 什么 陆廷恩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可说了 是因为什么事 说是老夫人 企图谋害 瑞王府世子 陆廷恩心下一凉 当日看见 叶欣然和冷清雨 安然无恙地 从王府回来 他就生起了几分担心 后来冷清雨说 丫鬟被他派去店里帮忙了 得几天才能回来 他又猜测 是不是丫鬟 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 这两天 他一直让人去探听 瑞王府的情况 可瑞王府那边 一点风声都没有透出来 他还以为没事了 没想到 瑞王府竟然给了他 一个措手不及 陆廷恩想了想 一跺脚又转身 走进了三皇子府 三皇子还在欣赏他的软剑 见陆廷恩回来 漫不惊心地问道 陆侯是落下什么东西了 陆廷恩一摆跑脚 屈膝跪下 请三殿下为臣做主 三皇子有些意外 他放下手中的剑 扶手看着陆廷恩 陆侯这是干什么 陆廷恩低头说道 臣斗胆求三殿下 救救臣的母亲 臣母亲年事已高 经不起牢狱之苦 说清楚 三皇子有些漫不惊心 陆廷恩赶紧说道 陈府中下人刚才来报 陈的母亲被刑部的人抓走了 母亲他每日在家中吃斋念佛 一副菩萨心肠 怎么会做坏事呢 什么罪名 三皇子见他啰嗦 直接问道 陆廷恩喉咙发干 缓了缓才说道 罪名是 是谋害瑞王府世子 瑞王 怎么会和瑞王牵扯到一起 三皇子第一次认真了起来 瑞王手握兵权 是个皇子都想争取的势力 可瑞王从不站队 对各方势力的拉拢 他从来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正因为这样 他才得到了父皇的重用 也因为他得到了重用 所以各家也都放了一分心思 在瑞王身上 谁都不愿意去得罪这样一个煞神 可陆侯的母亲 竟然敢谋害瑞王府的世子 这件事 可是真的 三皇子问 陆廷恩心虚 却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家母仁慈 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才死 又怎么会得罪瑞王 干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三皇子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不担心陆廷恩得罪瑞王 大不了汽车宝帅 他真正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难道瑞王真被老二拉拢过去了 这些天 探子说 老二与瑞王有过多次接触 老二那个草包 什么都不是 若是得了瑞王的照应 那就能与自己势均力敌了 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情 我会查清楚 三皇子说 陆廷恩救母亲切 急着说道 如果瑞王真的投靠了二皇子 那这次的事情 一定是他们 有意针对臣 他们手中或许有了什么 对臣不利证据 但是请三殿下放心 臣对殿下忠贞不二 绝对不会做对你不利的事情 三皇子摆了摆手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陆廷恩火急火燎地回了家 一进家门 就去房间找冷清雨 屋子里点着安息香 桌子上放着一壶热茶 冷清雨和叶欣染 各自坐在桌子一角 一个翻看账本 一个研究店里的布置 陆廷恩进门 来了一丝冷气 他看着闲适的母女俩 心中的火气莫名更胜 你们在干什么 娘都被抓走了 你们还有心情喝茶 冷清雨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紧不慢地说道 侯爷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才回来 陆廷恩怒火中烧 朝廷事多 哪那么容易脱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清雨一脸无辜 侯爷还问我 我们都快被吓死了 那些人说闯就闯 根本不留半分情面 欣染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我哄了半天他才缓过来 陆廷恩实在不想浪费时间 只对冷清雨道 清雨 你把库房里的那对珍珠给我拿来 我现在要去送大人家 什么珍珠 冷清雨装糊涂 再说 中公 库房的钥匙已经还给娘了 我手里没有啊 清雨 陆廷恩提高了声音 你就是再不高兴 能不能先把情绪放一放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不是是小性子的时候 侯爷这话 我没听明白 冷清雨说 要是真的不在我手中 侯爷为什么说 我是小性子 你知道我说的 你私库里的东珠 陆廷恩直接道 原来是这样 冷清雨笑得温婉 侯爷不是说 不会踏进我私库半步吗 怎么连我库房里 有一对东珠都知道的这么清楚 陆廷恩一时语色 可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清雨 你我夫妻这么多年 我最欣赏你的就是十大体 顾大菊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同我置气了 这珍珠算我借你的 等事情解决完 我一定送你一对最好的 珍珠没了 冷清雨直接回绝 怎么会 陆廷恩想说 明明不久前还在的 可是他到底还有些理智 把话又憋了回去 那有什么其他的好东西 刑部宋大人的夫人 最喜欢的 就是这些奇珍异宝 没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 他又怎么肯帮忙 侯爷 我的家中不能随便动了 冷清雨说 上次丢了东西 父亲已经写信责备过我了 说我嫁给了堂堂金安侯 竟然连自己的嫁妆都守不住 这事要是传出去 岂不是成为金中的笑柄 别人又怎么会知道 陆廷恩着急 母亲嫌我不用心 派了他身边最信任的张嬷嬷 过来帮我看管库房 如今库房的钥匙 已经全都交到张嬷嬷手中了 陆廷恩竖起眉毛 这是何道理 我侯府的东西 岂能让一个外人来管 澄清这么多年 这是陆廷恩第一次觉得 冷清雨不可理喻 以前 他顶多是觉得冷清雨有些傻 不过他一边觉得冷清雨傻 一边又觉得傻点挺好的 可以安心享受他的一心一意 不需要多费心思 可是冷清雨今天这个样子 根本不是他想要的夫人的样子 冷清雨看着他脸上 褪去了一网假母假式的笑容 反倒觉得心下安定 至少眼前的人是真实的 他也终于能够看清 这个男人丑恶的嘴脸 什么叫侯府的东西 什么叫外人 侯爷是不是弄错了 我的嫁妆 难道不是我的私产吗 这些嫁妆 将来是要补贴给儿子和女儿的 母亲帮我管管 又怎么成外人了 见冷清雨生气了 陆廷恩又换回了原本虚伪的样子 清雨 你别生气 我只是太着急了 娘身子弱 我得想办法让她少吃点苦 我理解侯爷 冷清雨说着 将手上的玉镯吞了下来 这个镯子是侯爷当年送我的定情信物 也是南帆进贡的宝贝 不如侯爷就拿着这个去送给宋夫人吧 他把镯子放在陆廷恩手上 眼中都是关切的神色 这些年被陆廷恩耳濡目染的 冷清雨觉得表演个真情 其实很简单 陆廷恩看着手上的玉镯 心情复杂 这个镯子 不过是他当年从外地买来的普通玉镯 送给冷清雨后 冷清雨当宝贝式的待了这么多年 为此 他还和玉儿嘲笑过 冷是虽说家中富足 但是到底难言小家子气 连普通的玉镯和南帆的贡品都区分不开 可现在 这个所谓的贡品 就被冷清雨这么郑重其事的 交到了自己手上 他该怎么办 说这个玉镯是假的 宋夫人不会要 他把玉镯又塞回了冷清雨手中 这个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 怎么能这么随便的就交出去 你拿好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家中应该还有其他的好物件 冷清雨没接 我们都成亲这么多年了 信物不信物的并不重要 还是娘的身体重要 家中如今最贵重的 就是这个玉镯 侯爷快去吧 冷清雨说着 帮陆庭恩合上了握着镯子的手 又将他往外推了推 快去送大人家里 晚了娘该挨板子了 陆庭恩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被冷清雨推了出来 到了门外 被冷风一吹 她的脑子才清醒过来 看来冷清雨这次是说什么都不会松口了 她看着手中的镯子 愁愁了一下 脉步朝外走去 前些日子 老夫人的私库都已经变卖干净 家里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不过好在玉儿那里 还有些存货 果然是患难见真情 到了关键时刻 还得是玉儿才是最贴心的 陆庭恩这次直接去了永明巷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宁玉儿听见声音 透过门缝看见是他 忙惊喜地打开了门 陆长宁已经去了书院 只有宁玉儿一个人在家 大门一关 宁玉儿立刻像水蛇一样贴了上去 侯爷 你可想死我了 今天怎么白天就有空过来了 陆庭恩来不及说话 两个人靠着大门狠狠缠绵了一番 很快 宁玉儿双腿发软 整个身子都掉在了陆庭恩的身上 他的手刚要向下 却被陆庭恩一把握住了 现在不行 我今天找你 是有别的事情 宁玉儿信头正盛 被他这么一说 心头凉了半截 他从陆庭恩的身上站了起来 伸手整理了一下小衣 这才道 我就知道 侯爷没事不会大白天地过来找我 今天来又是为了什么 不会是又想让我们母子暂时离开吧 上次的事情之后 陆庭恩说尽了好话 才将将宁玉儿哄好 不过 宁玉儿刚给了好脸色 陆庭恩马上就提出 要让他们母子出去避避风头 当时 陆庭恩给出的理由是 冷清与现在变得精明起来 他们母子在这儿 很容易露出破绽 要出京 躲避一段时间 等这边事儿 成了再回来 宁玉儿没有同意 一方面 陆长宁马上就要科考了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离开京城 再一个 他对陆庭恩并不放心 万一陆庭恩 只是找了一个借口 想将他们送走呢 出京容易 可若是再想回来 那可就难了 宁玉儿求了一晚上 陆庭恩才勉强让他们 留了下来 你若是执意留下来 以后就要万分小心 千万不要再露出马脚 陆庭恩并不放心 他今天突然到访 宁玉儿不得不 再次提到了警惕 不是让你们走 我这次来 是要同你拿一样东西 上次 我给你的那个红马脑的簪子呢 陆庭恩问 在 在柜子里锁着呢 宁玉儿看着陆庭恩 面露疑惑 你要那个干什么 你家母老虎 又朝你发威了 不是 陆庭恩知道 宁玉儿和老夫人关系好 便说道 娘出事 我要拿这个去救人 红马脑的簪子 也是冷清雨的嫁妆 当时他查看库房的时候 一眼就看上了 淑妃也曾经带过一个 类似的簪子 但无论是大小还是质地 都没有冷清雨的这个好 陆庭恩见冷清雨 对嫁妆不十分上心 便偷偷地把簪子带出来 送给了宁玉儿 宁玉儿当时激动得不行 陆庭恩到现在都记得 那一晚 他在自己身上 摇到快天亮 老夫人 他出什么事了 宁玉儿吓了一跳 这个家里 就算是陆庭恩出事 老夫人都不会出事 他连侯府的门都很少出 怎么会出事呢 别的你就别细问了 反正你也帮不上忙 你就赶紧把簪子给我吧 陆庭恩催促 冷清雨刚才那句话提醒的对 万一去晚了 老夫人挨了板子 那他就是不孝之子 红马脑簪子 被宁玉儿用红布包了十几层 放在了箱子的最下面 老夫人出事 他不能袖手旁观 可是往外拿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心疼 这可是他最好的手势了 陆庭恩早已急不可耐 宁玉儿把簪子一拿出来 他就连着红布一起抢了过来 我就先走了 等母亲那边没事了 我再过来看你 陆庭恩说着就往外走 宁玉儿气得跳脚 背你 还没等他说完 陆庭恩已经走远了 刑部宋大人 是个铁面无私 两袖清风的人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夫人那边的关系可以走 不过宋夫人有个原则 他从来不看办事人的地位高低 只看能不能拿出诚意 陆庭恩去了宋府后院 在门外没等多久 下人就引着他进门 宋夫人并不出来见人 陆庭恩将簪子给了下人 下人送进屋内 过了半场 才又重新出来 两手空空 看起来收下了 下人对陆庭恩道 我家夫人说了 知道侯爷今日到房所为何时 夫人只能答应你 不让老夫人在牢内受苦 保证他吃得好 睡得好 至于其他的 夫人这边也无能为力 那夫人知不知道 这次抓人 刑部这边掌握了什么证据 陆庭恩问 下人又回到屋内 没多一会儿走出来说道 夫人说是铁证 老夫人身边的丫鬟 已经签字画鸭了 陆庭恩听完 差点摔了一个跟头 冷清雨不是说 那个丫头 被他安排去铺子里帮忙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刑部大牢 到底是锐王那边查到了什么 还是冷清雨从一开始就在骗自己 半晌 陆庭恩道了声谢 从宋府走了出来 他站在街头 举目四望 从没有一刻觉得如此彷徨 如果真的像宋夫人所说 刑部从丫鬟那里获得了口供 那倒是能够解释 他们为何能如此理直气壮地抓人了 可现在怎么办 三皇子不想得罪锐王 若是知道了内情 更不会施以援手 锐王将他的儿子当成宝贝一样 此事若是没有人从中周旋 别说是母亲 恐怕整个侯府都会受到牵连 想到这其中厉害 陆庭恩觉得通体一片冰凉 他还能求谁 陆庭恩将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 最后 也只能想到淑贵妃了 虽说淑贵妃是三皇子的母亲 但是淑贵妃与陆家 到底还算是远房亲戚 况且 淑贵妃从一开始 就有意让知义嫁给三皇子 他肯定也不希望陆家在这个时候出事 陆庭恩想到这里 终于看到了点希望 他登上马车 回到府中 先是换了一身衣裳 然后叫上陆知义 让他随着自己一起进宫 去面见淑贵妃 爹 我们这么急着 去见贵妃娘娘 是要给祖母求情吗 陆知义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 陆庭恩点头 贵妃娘娘很喜欢你 一会儿见了面 你多帮着你祖母说几句好话 父亲 那今天的事情 祖母到底有没有做 陆知义心中 虽然已经有了答案 却还是想从父亲这里获得肯定 当然没有 陆庭恩提高了生意 你祖母辛苦 把你带大 难道连你也不相信他吗 我不是不相信祖母 陆知义说 只是贵妃娘娘聪明通透 我们还是不要欺骗 贵妃娘娘的好 不然 会让她对我失望的 陆知义不想因为祖母的事 欺骗舒贵妃 只是包不住火的 若是贵妃知道 她有意欺骗 那她以后嫁过去 如何与舒贵妃融洽相处 陆庭恩想了想了说道 我们没有故意隐瞒 这件事本来就是丫鬟栽赃陷害 当务之急 是要撇清你祖母的关系 再让刑部重新审理那个丫头 陆庭恩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只要这边舒贵妃帮忙说上了话 再安排人去大牢里 让丫鬟改口供 这件事就有得救了 她算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以及舒贵妃询问时该如何应答 却怎么也没想到 妇女俩在宫外等了一个时辰 最后还是吃了闭门羹 贵妃娘娘正在陪圣上赏花 实在抽不开身 二位请回吧 传信的小太监说道 陆庭恩抬头看了看天空 夕阳西下 眼看着是要到了用晚膳的时间 皇帝向来只和皇后一起用晚膳 舒贵妃这么说 看来是有意推托 不想见他们了 陆庭恩心下意凉 难道舒贵妃已经知道她今天的目的了 她不肯见 是不想帮自己吗 这位公公 能不能请你再通传一声 我实在是有急事 陆庭恩说着 从袖子里拿出一块金子 悄悄地塞到了太监的袖子里 小太监装作若无其事地收下金子 这才开口说道 陆侯爷 您回吧 舒贵妃是不会见你的 另外 舒贵妃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瑞王已经在皇帝面前为你留了脸面 这件事不会牵扯到侯爷您的身上 您该知足 陆庭恩听完 亮呛了两步 什么叫给他留了情面 什么叫该知足 原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瑞王已经把所有的流程都给走完了 可是 陆庭恩还想说什么 小太监已经转身往宫内走去 烟狗 陆庭恩恨恨地骂了一句 陆志义在一旁劝道 爹 既然舒贵妃已经说话了 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 比起老夫人的安慰 陆志义更在意的是 舒贵妃的态度 陆庭恩心情沉重 尽管不愿意接受 可舒贵妃既然已经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他不会插手 向上寻找帮助的路已经被堵死 陆庭恩现在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去找瑞王求情 可向瑞王求情就必须拿出诚意 他侯府看着风光 实际上早就成了一个空架子 如今冷清雨那边不肯出手帮忙 就只能找月儿了 陆庭恩先将陆志义送回了府中 自己则又乘着马车到了永明项 侯爷 你怎么又回来了 老夫人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 宁月儿见陆庭恩去而复返 惊喜地问道 陆庭恩拖着疲惫的身子 往屋子里走 边走边摇头说 没有 没有 宁月儿忽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三子他们不是收下了吗 收下东西 难道不给办事吗 他关切地问 宋夫人说了 他能保证娘在里面吃好睡好 其余的就帮不上忙了 啊 宁月儿万万没想到 那么贵重的一根簪子扔进去 竟然就换回了这么一点好处 这也太吃亏了 宋夫人竟然不给办事 哪里来的脸收那么贵的脸 他翻了个白眼 心疼得不行 陆庭恩接着道 宋夫人虽然不管 却也给了我一条消息 什么消息 他说 刑部有丫鬟的供词 人证物证俱在 老夫人谋害瑞王府世子的事 恐怕难以翻案了 什么 老夫人她 宁月儿万万没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罪名 这是弄错了吧 老夫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再说 静安侯府和瑞王府无冤无仇 这 这怎么可能 陆庭恩有些心虚 但还是嘴硬地说道 对 就是弄错了 所以 我现在要去瑞王府 向瑞王求情 但是 瑞王他 他肯见你吗 宁月儿有些担心 应该会见 书贵妃娘娘说 瑞王在向皇上告状的时候 特意提了不要牵扯我的事 想来瑞王还是愿意给我三分薄面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宁月儿拍了拍胸口 我只拍这件事情 老夫人是难以脱身了 事在人为 只要能让瑞王消了气 这件事就好办了 可怎么让瑞王消遣 宁月儿心下疑惑 瑞王虽然是武将 却喜欢赏话 你把你的那幅山河图拿出来 我去找王爷求情 不行 宁月儿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他手中的那幅山河图 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好东西 也是他这间房子里 最值钱的东西了 祖上最穷的时候 也没想过要拿山河图还钱 在他们宁家 山河图是镇宅之宝 是祥瑞之物 怎么能拿去送人呢 玉儿 路亭恩也猜到了 他不会轻易同意 哄着说道 我知道山河图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是你想想 今天这件事 若是不能解决 那我们侯府和瑞王府 就成了仇家 以后等你回到侯府做了夫人 又该如何与瑞王府那边打交道 路亭恩故意说的关切 仿佛在为宁月儿担心 而宁月儿也从他这一大段话里 听出了最重要的几个词 回到侯府做了夫人 对啊 他以后可是要回侯府做夫人的 可是这山河图 是祖上传下来的 说是图在人在 我虽然是个女子 也不能违背了祖上的规矩 宁月儿还是不同意 但是语气 已经没那么坚定了 你别忘了 你是我金安侯府的人 以后要守的也是我侯府的规矩 路亭恩一把将宁月儿搂在怀中 让他的身子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 哎呀 你别这样 宁月儿扭了扭身子 粉拳砸在路亭恩的胸口上 一会儿小宁回来看见就不好了 路亭恩贴在宁月儿的耳边 轻轻撕摸着道 时间还早 他不会回来的 侯爷 宁月儿红了脸 整个人一副欲惧怀的姿态 看得侯爷心里直痒痒 我今天留在这里 明天一早 你把山河图拿出来给我 他上下棋手的时候 也不忘说道 宁月儿已经有些招架不住 微微喘息着说道 那侯爷可要记得今天说过的话 你要早点将我们母女接回去啊 路亭恩点头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等小宁高中 我就把你们光明正大的引回去 这个时间 是他们很早之前就定下的 按照原来的计划 冷清雨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神志不清了 可冷清雨现在的状态 不但没有神志不清的前兆 甚至比原来还要精明许多 路亭恩一边挑逗着宁月儿 一边想着 这事儿 恐怕又要延后一段时间了 两人情到农处 差点就到最后一步了 房门突然光当一声被打开 你们在干什么 少年人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路亭恩一下子就软了 后头一看 路亭恩正站在门口 一脸愤怒地看着他们 宁月儿慌忙把掉落的衣服 胡乱地罩在身上 带着讨好语气地对路亭恩道 小宁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路亭恩看着母亲 不悦地答道 今天夫子有事 让我们早点回来了 你们两个就不能回卧房吗 路亭恩这会儿才缓了过来 他一脸不悦地看着路亭恩 责备道 知道屋子里有人 还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 你们夫子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 路亭恩一脸地不服气 我们夫子叫我们李一廉耻 没叫我们白日轩银 你这个兔崽子 路亭恩气急 抄起桌子上的花瓶就要打他 被宁月儿一把拦住了 侯爷 小宁他不会说话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小宁 还不来给你爹认错 路亭恩站得笔直 恨恨地道 娘 上次他眼看着你被欺负 一句话都没说 你这么快就忘了 虽然宁月儿哄了他很多次 但是见到娘 还对这个男人这么维护 路亭恩就从心底里感到恶心 小宁 你别忘了 这些年 你父亲是怎么对你的 宁月儿是真的生气了 他怎么说 也是你清点 既然你如此维护他 以后就不要再和我说那些诉苦的话 路昌宁恨他不长志气 转头离开了房间 他回到书房想要看书 却如何都禁不下心来 娘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是他却如何能忘得了 那件事被几个铜窗看到 直到今天 还借着外世子的名号嘲笑他 他又何其无辜 多怪那个冷氏 如果冷氏早点死掉 如果陆家那个少爷早点死掉 他现在就是侯爷家的嫡长子 是未来的侯爷 看谁还敢欺负他 想到这里 陆长宁又压下了心中对陆庭恩的恨意 现在还不是得罪陆庭恩的时候 要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才是报仇之日 当天晚上 陆庭恩宿在了永宁巷 第二天一早 就拿着宁月儿的传家宝去了瑞王府 管家将他拦在门外 陆侯爷 我家王爷不见客 求管家通传 就说陆庭恩有福名话 想请王爷鉴赏一下 陆侯爷 我家王爷已经发了话 陆家的人一律不见 两人正说着话 院子里传出声音 谁说陆家人一律不见的 他家那个女儿 叫什么陆兴染的 就可以随时来见 陆庭恩抬头一看 正是瑞王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王爷 王爷 您看在我爹当年 也和您并肩坐过站的面子上 放过我娘吧 瑞王接过下人递来的缰绳 一抬脚翻身上马 看着陆庭恩不屑地说道 若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你如今还能好好的 和我说话吗 王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退让 你要是实在心疼你娘 毒害世子的罪名 由你来担吧 我 陆庭恩求情的话 都堵在了嗓子眼 他怎么能担这样的罪名呢 侯府现在全都靠他在撑的 他要是倒了 其余的人该怎么办 多谢王爷网开一面 下官这里有一幅 温尚春的山水图 还请王爷笑纳 他还是不死心 温尚春的山水图 可是读书人眼中的瑰宝 只要王爷动心 其余的就有了希望 谁知王爷连看都没看一眼 只说道 我这双眼睛见多识广 最见不得的 就是一个脏子 拿开 声音落下 王爷拉紧缰绳 双腿夹紧马腹 搜地向前冲去 马儿或是受了惊吓 又或是感受到了王爷的怒火 竟然在冲出去之间 使劲地甩了甩马尾 并将蹄子扬起来老高 飞扬的马尾 抽中陆廷恩的眼睛 疼得陆廷恩立刻闭紧双眼 并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了脑袋 等马蹄声远去 陆廷恩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装着山水图的木盒 竟然摔落在地 盒子一脚被踏碎 里面的画纸也残破了些许 我的图 我的图 陆廷恩心疼地弯下腰去剪画 管家看见了 只凉凉地说道 陆侯爷 我刚才可看得清楚 这图是你自己扔在地上的 正好扔在了我家马的马蹄下面 逼着自己露出一个笑容 管家说得对 这都是我自己弄的 和王爷没关系 得嘞 既然如此 我家王爷也离开了 陆侯爷 我就不送您了 管家说着 回到府内 哐当一声 关紧了王府的大门 陆廷恩死死捏着手中的话 手背上抱出一条条的青筋 他恨不得将所有人都挫骨扬灰 可是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等陆廷恩失魂落魄 回到永宁巷时 宁月儿一见他 就知道事情不妙 侯爷 你这是怎么了 他盯着陆廷恩红了的半边脸颊问 没事 只是不小心刻到了 这话王爷没收吗 听陆廷恩说没事 宁月儿立刻将注意力 都放在了画的上面 没送出去 实在是太好了 这一下 他对祖宗也有了交代 宁月儿伸手接过画 却在看见正面的一瞬间 就崩溃了 侯爷 这画 这画是怎么了 碎了的木屑 已经全部掉落 被踩坏的地方 露出了一个窟窿 透过窟窿 能看见画卷残破的一角 这画我当宝贝似的 收藏了十几年 怎么一出门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宁月儿落下泪来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不就是一幅破话 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 陆廷恩憋了一肚子火 这会儿终于找到了撒气的地方 大不了我以后陪你一副更好的 侯爷 宁月儿万万没想到 陆廷恩能说出这种话来 前面一张 已经补好了两千字 建议先回去看完了 再看这张 原来我当成宝贝一样的东西 在你眼中 只是个不值钱的破玩意吗 陆廷恩没有吱声 宁月儿接着说道 我知道侯爷家大爷大 可是侯爷也别忘了 你昨天从我这里拿走了簪子 今天又从我这里拿走了花 这些可都是难得的好东西 你总说以后以后 以后又是什么时候 宁月儿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 若是往常 陆廷恩肯定会放下身段 来好好哄着 可现在陆廷恩见到他这个样子 只觉得厌烦 这么多年 我送你的东西 可不止是一个簪子一幅画 就能抵得上的 那冷氏为侯府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也没见他像你一样 整日挂在嘴边 侯爷 宁月儿听见陆廷恩提到冷氏 突然就愣住了 这么多年 陆廷恩很少在自己面前主动提及冷氏 就算提到了 也是说他寡淡无趣 一心只想着赚钱 没想到 在侯爷心中 竟然是这样想的 侯爷是嫌弃我 不如冷氏会赚钱了 那我这么多年忍气吞声 窝聚在这不见天日的永宁巷里 为你生儿育女 又是为了什么 侯爷难道忘记了当初的约定了吗 我怎么会忘吗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陆廷恩到底还是有些心疼宁月儿的 行了行了 你就别和我耍小性子了 王爷这边走不通 我还得去试试别的办法 我先走了 娘还在等着我想办法 宁月儿抬眼看他 你说走就走 那我的话怎么办 你的话 能有娘的事情着急吗 简直是不可理喻 两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宁月儿擦干眼泪 小心翼翼的把话从匣子里拿出来 放在桌面上轻轻展开 卷起来的时候 只能看到画的上面有破损 可真正打开才发现 画的上半部分已经缺少了整整一条 严绵的青衫 仿佛被人从中间拦腰斩断 宁月儿再也忍不住 逗大的泪珠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现在这个样子 倒不如送了王爷做人情 至少还让这幅画 发挥了他的作用 可如今画已残破 再名贵的话 也成了废纸一张 让宁月儿如何不心痛 陆庭安 你个王八蛋 宁月儿气得直跺脚 而陆侯爷此时已经走上了正街 他有了新的计较 刚才的情势虽然不好 但是瑞王却说了一句话 说是陆兴染 可以进他们王府的门 这就说明 在瑞王面前 叶兴染是能说得上话的 陆庭安想不明白 这个丫头是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能够让王爷 对他另眼相看 可是这对侯府来说是一件好事 早知道这样 他又何必费别的功夫 马车停在侯府门前 陆侯爷甚至没用别人服 自己就走下车来 他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走回小院 一进门 就看见冷清雨和叶兴染在调香 把各种材料经过研磨后混合在一起 不同的比例 在燃烧的时候会呈现出不同的味道 这是叶兴染最近的乐趣 陆庭安看见两人悠闲的样子 又忍不住活起 可这一次 他忍住了 他没有质问 两人如何还有咸心调香 反倒是端着一张笑脸道 你们两个吃过午饭了吗 怎么也不休息一下 冷清雨淡淡的道 不知道侯爷这个时候回来 我和兴染 刚刚已经用过午饭了 我让丫鬟 现在去给你准备 陆庭安忙出手制止 说道 不用 不用 说着 他也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见他说不用 冷清雨也没有多问 继续认真的和叶兴染一起 将香料过筛 陆侯爷坐了半天 甚至咳嗽了两声 都没有人理他 最后 陆庭安再也坚持不住 只好主动开口道 那个 欣染啊 叶兴染正在认真记着香料的重量 听见陆庭安喊自己 心中烦得不行 没好气得道 怎么了 陆庭安瘦了个冷脸 竟然没有发火 而是继续好生好气得道 你跟瑞王很熟吗 不熟 叶兴染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一边记 一边说道 不过 我和瑞王家的郡主有些熟悉 那真是太好了 陆庭安拍了拍巴掌 你有这样的关系 怎么不早点说 叶兴染终于直起身来 看着陆庭安道 可是侯爷也没问我啊 你这个孩子 怎么还侯爷侯爷的 该叫爹 陆庭安壮四埋怨 实则宠溺 可就是他这个样子 看得叶兴染想吐 算了 还是不太习惯 他道 那 不叫也没关系 陆侯爷看着他道 你祖母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为父这两天 也是想尽了办法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自打你回来后 你祖母一直不太认可你 可这次若是能把他救回来 他老人家 一定会把你当成 眼珠子一样宠的 他认不认可 我也是侯府的一员啊 毕竟你是我父亲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叶兴染丝毫不为所动 至于他认不认可 我觉得也不重要 胡闹 陆庭安见来软得不行 赶紧威胁起来 你难道不知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道理吗 若是你祖母出事 咱们侯府的名声就会受损 以后你和志义的婚事 恐怕都要受影响 叶兴染听完轻轻地笑了 侯爷是不是忘记了 我都已经成过轻了 会被影响的 只有陆志义吧 陆庭安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勉强维持着笑脸 看着冷清雨 你看这孩子脾气 还真是和你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你们母女连心 你来好好劝劝他 娘那边真的不能出事 不用我娘劝我 叶兴染不等冷清雨开口就说道 我可以答应你 去找瑞王给老夫人求情 但是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你想要的 爹一定尽量满足你 陆庭安一听有戏 立刻来了精神 你把爵位传给长青吧 叶兴染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什么 陆庭安瞪大眼睛 我还没死呢 他就开始惦记我的位置了 叶兴染道 不是他惦记 是我惦记 我这个人 从来都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没有好处的事 我是不会去做 见陆庭安不说话 叶兴染又继续说道 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祖母做的 你和祖母心里最清楚 你都做不到的事 现在竟然让我 去找瑞王求情 我一个弱女子 凭什么打动瑞王呢 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陆庭安又无耻地说了句 这个家好不好我不管 我只希望自己不要白白地付出 为了保证以后 这个家只有让长青做主 我才能放心 陆庭安试图和叶兴染商量 可是爵位不是我想传就能传的 按朝廷规定 等我死后 这个爵位自然就落到了长青身上 你也不用太着急 爹也会像你娘一样疼你的 朝廷的事 叶兴染根本就不懂 陆庭安觉得自己几句话 就能把他糊弄过去 谁知叶兴染虽然不懂 确认死理 不行的话 这个忙我就帮不了了 现在话说得好听 万一侯爷过段日子 再弄回来个外世子 让外世子继承爵位怎么办 我岂不是白白费了功夫 一句话将陆庭安的心事点了出来 陆庭安竟然没有反驳 直接愣住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见冷清语正在看着自己 他尴尬地笑了笑 对着冷清语道 清语 你看这孩子 他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们夫妻恩爱多年 谁不羡慕我们这对神仙眷侣 欣染竟然觉得 我会有外世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说完 陆侯爷自己哈哈笑了起来 他以为冷清语会和自己一样 笑叶欣染胡乱猜测 谁知道冷清语 竟然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道 我觉得 欣染说的有些道理 万一真的有外世子怎么办 你不信我 陆庭安恼羞成怒 你竟然连这种事情都不相信我 那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又算什么 侯爷 你就不要为难我娘了 叶欣染怕冷清语忍不住 想直接咬死这个渣男 便开口道 我娘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挣钱上 她懂什么 她懂得 恐怕还没有我懂得多 你身为我侯府的女儿 你应为侯府分忧解难 这件事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陆庭安发了狠心 叶欣染丝毫不为所动 我会去王府 因为我与郡主约好了 每半个月去一次 若是约定 时间到了我没去 郡主就直接来侯府要人 你 陆庭安气得半死 如果时间可以逆转 她宁愿几个月前 与冷清语翻脸 也不会同意 她去云通县 没有这次的云通县之行 就不会认回叶欣染 如果没有认回叶欣染 那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就连清语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叶欣染 就好像专门回来客他的一样 你是想拿瑞王府的郡主威胁我 陆庭安冷冷地道 叶欣染 不 我不是用郡主威胁你 我是用瑞王威胁你 反正我出了事 瑞王一定会为我讨回公道 哼 陆庭安冷哼一声 我金安侯府 没有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小人 来人啊 把这个不孝女 给我绑起来 声音落下 立刻跑进来两个家丁 手中还拿着麻绳 陆庭安 你敢 冷清语也动了怒 陆庭安冷笑一声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身为他的父亲 就有劝诫教训之责 我还没听说 哪家的长辈 不敢教训小辈的 动手 陆庭安示意两个家丁 家丁立刻拿着麻绳向前 离叶欣染还有一米远的时候 丁巧突然从叶欣染身后站了出来 只两脚 就把两个家丁 全都踢飞了出去 丁巧踢的时候 用了巧劲 即将人踢起来 又改变了他们的方向 使得两人全都朝着陆庭安的方向 砸了过去 只听喷喷两声重物落地的声音 陆庭安已经被压在了最下面 侯爷 侯爷 两个家丁惊恐万分 挣扎着要从陆庭安身上爬起来 可他们越着急越乱 这个刚起来 又被那个给压了回去 过程中还踩了陆庭安的手 陆庭安觉得 长子都要被挤了出来 两个家丁站好后 赶紧将他扶起来 陆庭安指着叶欣染 声音颤抖 好 好 你竟然敢对你父亲动手 不孝女 不孝女 闭嘴 再不闭 把你门牙掰下来 丁巧威胁道 陆庭安一听这话 赶紧用手捂住了嘴 落荒而逃 他跑到院子里 看着府中熟悉的一草一木 忽然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 这还是他的静安王府吗 怎么就变了天了呢 陆庭安走后 叶欣然有些心里没底 娘 你说陆庭安就这么走了 他会不会去搬救兵了 要是他带一队人马来对付我们 丁巧一个人 恐怕不是对手 丁巧听见这话 立刻双手抱拳 主人放心 丁巧可以一抵摆 誓死守护主人 冷清语笑了笑 安慰他道 放心吧 陆庭安不会对别人说起这件事的 更不会带兵来府里 为什么 叶欣然问 因为丢人啊 冷清语道 堂堂静安侯 被自己的女儿给打了 这件事传出去 就够各大世家笑上半年了 他怎么敢说呢 那就好 叶欣然放下心 继续调他的香料 也不知道 这回侯爷会去找谁帮忙 他边弄边说 不过他口口声声说 为老夫人着想 让别人拿钱出来 等到让他自己付出点什么的时候 怎么就退缩了呢 我看他也不是真的孝顺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冷清语听出他的阴阳怪气 觉得有意思 也顺着他的话道 他围观多年 总觉得自己实力雄厚 背景强大 我看他这次 恐怕是要撞南墙了 三皇子明哲保身 怎么可能为了他去得罪锐王呢 冷清语虽然从不参与朝廷之事 但也能看明白几分局势 如今 瑞王掌握着京中的兵权 几个皇子 谁不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 三皇子不会为了一个陆庭恩 去得罪瑞王 陆庭恩再次去了三皇子府 得到的答案 也和冷清语想的一样 不过这次三皇子的态度 比之前好了不少 陆侯 这件事 本王已经知道了 但是证据确凿 我也是有心无力啊 三皇子说 殿下 我母亲 确实是冤枉的 那个丫鬟 从瑞王府 直接送到了刑部大牢 这中间一定是有人暗中拟导 他才会将事情都推到一个无辜的老妇人头上 三皇子变了脸色 陆侯慎言 你刚才的那句话 难道是想说这件事是瑞王故意陷害 我 陆庭恩被三皇子的脸色吓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中间也许有什么别的人 接触到了丫鬟 陆侯 这件事 你不要再想着犯案了 三皇子缓和了神色 有些同情地看向陆庭恩 瑞王府世子出事 瑞王肯定要找个人 才能将这口气撒出去 你把责任推给一个莫须有的人物 那瑞王的气怎么撒 那也不能让我母亲去顶这份罪 陆侯 三皇子打断了他 你怎么还不明白 瑞王府不愿意往深了追究 就已经是给了侯府莫大的面子 不然光凭这个丫鬟 是从你侯府出去的 你们整个侯府都脱不了干系 陆庭恩的心彻底沉到谷底 难道就没有反转的余地了吗 他之前还想送人去牢里 让丫鬟改口功 如今看来 这口供怕是改不了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才这样劝你 今天幸亏你先来找了我 若是你冒冒失失 跑到刑部 将刚才的那番话说出来 得罪了陆侯 到时候连我也保不了你 可是为人子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蒙冤入狱 而袖手旁观 陆庭恩垂下了头 大丈夫就是要能屈能伸 三皇子拍了拍他的肩膀 凑在他耳边说道 陆侯 小不忍则乱大谋 当初看你对你夫人的那番作为 我还以为你是个绝情断义的汉子 如今看来 你也很难摆脱那些儿女情长 我有点不放心啊 陆庭恩文言赶紧俯下身地说道 殿下的教会属下都铭记于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陆庭恩离开了三皇子府 与刚才来的时候 完全是不同的心境 如今 他已经明白了一件事 这件事 不会有回转的余地了 都怪冷清雨那对母女 陆庭恩恨恨地想 如果冷清雨肯从库房拿宝贝出来 如果陆兴然肯去瑞王府求情 事情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 想到当初 冷清雨还说丫鬟 是他派出去干活了 陆庭恩甚至开始怀疑 冷清雨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件事 他其实是在骗自己 一想到这个可能 陆庭恩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冷清雨这些年太过听话 使得他一直放松警惕 冷清雨这段时间表现得这么异常 他竟然没有多想 他们那对母女竟然要合起伙来对付他 怪不得陆兴然还提出让他让出爵位 这爵位要是真的让给陆长青了 这侯府哪里还能有他的容身之地 想到这里 陆庭恩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幸好他幡然醒悟 不然还真的着了这对母女的道了 陆庭恩的嘴角慢慢勾起 眼中出现狠利的神色 本来还不想这么快动手 打算再留你们一段时间的 既然你们这么着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着陆庭恩抬脚转了的方向 朝着顺一堂所在的地方走去 顺一堂的掌柜 看见陆庭恩也很是意外 陆侯爷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取我寄存在这里的东西 陆庭恩说 掌柜的一听 脸色立刻就变了 陪着小青说 陆侯请往里面走 他将陆庭恩引到了一处密室 点燃了蜡烛 这才重新看向陆庭恩 陆侯爷当初不是说 还要过几年才用吗 怎么又这么着急了 陆庭恩不懈地看着他 怎么 现在不能用吗 掌柜的赶紧道 能用 能用 只是之前的药 吃的时间越久 这药影子用起来效果 才越好 陆夫人用药 还不到五年的时间 现在就用药影 怕是要多用药影 才能有效 可这药影一用多了 只怕体内会有残留 被太医给咽出来 这个你放心 我不会让太医 有检查的机会 陆庭恩道 既然侯爷这么肯定 那小的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掌柜的说完 去了左面的一面墙 将墙上的机关一按 整面墙翻转过来 背面竟然有十几个 同样大小 同样材质的盒子 不过每一个盒子上 都印着名字 掌柜的仔细地找了找 才从里面找到了 陆庭恩的那一个 这个间隙 陆庭恩也借着烛光 看向一排盒子 竟然从上面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他有些意外 看着掌柜问道 这些 都是三皇子 介绍来的客人 掌柜的也不隐瞒 点头说道 这里面有人的 要引比侯爷放的时间还长 侯爷实在是有些心急了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陆庭恩说完 就站起来朝外走去 等到了外面 他又装模作样地 抓了一副 能够平干礼器的药 这才慢慢地回了侯府 他到府里的时候 正好赶上晚饭时间 冷清雨看见他 没忍住变了脸色 陆庭恩也敏锐地 察觉到了那一丝厌恶 他心中冷笑 自己到底是有多蠢 现在才看出来 这时冷清雨也已经换回了表情 高兴得道 侯爷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事情都办妥了吗 陆庭恩摇了摇头 四处求告无门 到了现在 才知道原来对自己真心的 只能是自家人了 除了欣然 现在没人能帮得了我了 陆庭恩又看向叶欣然 那女儿提出的要求 你会同意吗 冷清雨的心 忍不住颤了颤 如果陆庭恩现在答应下来 那他以后就不必再虚于尾仪了 我倒是想答应 陆庭恩坐下 用丫鬟递上来的热毛巾擦了擦手 可是皇上那边不同意啊 陆庭恩叹息 长青是我唯一的儿子 这位置早晚都是他的 对我来说 早一天晚一天 也没什么差别 反正几个孩子都孝顺 要真是落得清闲了 我倒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了 陆庭恩说着 往冷清雨身边凑过来 冷清雨厌恶地转过身 陆庭恩笑笑 只是现在朝廷局势不稳 皇上还有事情需要我去做 我就是想清闲 也清闲不了啊 那老夫人这件事 冷清雨忍不住问道 陆庭恩自诩孝顺 就眼看着母亲身陷淋雨 不管不顾了吗 只能听天由命了 陆庭恩叹气 这话倒也不是假的 从三皇子府中出来之后 陆庭恩就知道 这件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他若是在动什么手脚 恐怕真的会引火烧身 侯府还需要他去振兴 母亲若是知道了 也一定会原谅自己的 一个月后 静安侯府老夫人 因毒害瑞王世子 被判五十大板 流放宁谷塔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 故五十大板 改为十大板 饶是这样 陆老夫人走的时候 也是被人抬着上路的 陆庭恩拿了三百两银子 交给官差 求他们在路上 好好照顾老夫人 官差看了看手中的钱袋子 笑呵呵地应了下来 侯爷请放心 我们这一路上 亏待不了老夫人 陆庭恩又对官差嘱咐了几句 趁着这个间隙 冷清雨直接来到陆老夫人身边 陆老夫人仿佛是被抽走了惊气 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 连脸颊都已经凹陷下去 他双目浑浊 疼得快晕过去 已经看不清周围谁是谁 可是看见冷清雨 他眼中还是迸发出无限的恶意 就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霸占了他儿子这么多年 现在又因为他生的贱种 让自己落入了这番田地 你 你这个毒妇 他低声嘶吼着 冷清雨看清他的表情 丝毫没有在意 面上还带上了些笑容 娘 此去宁古塔路途遥远 路上的天气也越来越不好 而且没什么好送的 让人做了两身棉衣 你带着上路吧 说完 他用眼神示意丫鬟 丫鬟立刻上前 将一个包袱 放在了老夫人躺着的主意上 谁要你的破衣服 陆老夫人伸手将包袱推到地上 却因为扯到了伤口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娘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可是这么多年了 儿媳对你也是百般孝顺 难道你要走了 也不肯原谅我吗 冷清雨平时不会说这种话 以前陆老夫人骂他 他纵然心中有气 也只是辩解几句 气得狠了 就干脆闭口不言 没想到他如今竟然会阴阳怪气了 陆老夫人觉得自己的嗓子 仿佛着了火 他干巴巴地嘲笑道 你能嫁到我们侯府 靠的就是你的嫁妆 你爹手中的铺子 银子 否则 以你一个商户女 有什么资格嫁到我们侯府 如今陆嫁出了事 你不光袖手旁观 还拿几件破衣服来羞辱我 你根本不配做我们侯府的媳妇 我不配 冷清雨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你也不想一想 这些年侯府吃的 喝的哪样不是指望我 再说 当年若不是你儿子主动献殷勤 我又怎么会嫁过来 陆老夫人气得不轻 还不是你的狐妹子勾引我儿子 冷清雨文言笑了 多谢娘的夸奖 我还真没想过 自己有这么大的魅力 你 陆老夫人气得心疼 只用拳头砸自己的胸口 娘也不用生气 这个家里要说孝顺 哪个也比不上我 要不你抬眼看看 老二老三家哪个来了 听说你出事 他们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连每个月的月钱都不敢要我 说是不想和我们扯上关系呢 陆老夫人原本没想到这一层 惊艳欣然提醒 她才举目四望 这一看 老二老三家的 果然都没来 他们家事都比你好 怕牵扯到也正常 也就你这种商户女 就算是有事 也牵扯不到你家头上 听见老太太这个时候了 还在瞧不起她的出身 冷清雨真是气笑了 不过看见 她缩成一团躺在躺椅上 冷清雨心下又觉得畅快 她微微低头 小声说道 没关系啊 虽然我是商户女 但是我儿子是未来的侯爷 等长青继承了爵位 没准还能为我正风告命 那我不就那天改命了吗 你 你这个毒妇 你竟然打着这样的心思 我告诉你 你做梦 你这辈子都别想做 告命夫人 你儿子也别想做 母亲 你说什么呢 陆老夫人正说的痛快 突然被陆庭恩给打断了 她在那边安排事情 就听见这边两人的对话 听到母亲说 冷清雨这辈子 别想做告命夫人的时候 她赶紧过来制止 她继续说下去 娘 路上的事情 我都安排好了 我也给途中 各个县衙的县令写了信 等你到了 他们会好好安排你的 你这个不孝子 陆老夫人 终于舍得骂了儿子一句 你夫若是在天有灵 看见我现在这样 是不会放过你的 母亲 陆庭恩抓住了老夫人的手 红了眼睛 孩儿不孝 让您受苦了 有朝一日等儿子建功立业 一定要求皇上 把您给放回来 看见陆庭恩这样 老夫人又有些心疼 只要你能建功立业 让咱们侯府越来越好 然后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一把老骨头了 回不回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 母亲 你放心 儿子一定说到做到 陆庭恩做了保证 陆老夫人点了点头 又看向站在陆庭恩身后的冷清雨 说道 那娘就等着那一天 不过到那个时候 我希望咱们府里的人 也都是我想看见的 陆老夫人这句话 只相信太明显 陆庭恩没敢应 只是说道 等你回来 咱们侯府肯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时间差不多了 官差催着要上路 陆庭恩只好再次和母亲告别 含着泪水 看着陆老夫人被抬走了 娘刚才说 回来之后 府里的人都是她想见的 是什么意思 看人群走远 冷清雨突然问 娘是糊涂了 你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 让她不高兴呢 冷清雨一脸称怪地看向陆庭恩 侯爷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们这次来 不就是为了让母亲走得安心 我又怎么会让她不高兴 是母亲不分青红皂白 不肯收下我给她做的棉衣 冷清雨说着 从丫鬟手中拿过棉衣 然后将棉衣展开 里面放着十几张的银票 你看看 我是怕母亲路上银子不够花 所以特意去钱装换的银票 结果她 直接就给我扔地上了 还骂我不配做你的夫人 她越说越生气 直接把银票收了起来 算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好心了 反正母亲无论如何 也看不上我 看着冷清雨手中的一打银票 陆庭恩眼馋的不行 她这次给官差的钱 还是拿的老夫人私藏的钱 要是知道冷清雨这么大方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票 她无论如何也得让母亲收下 娘又不知道你是给她送钱 她可能是看着棉衣的样子不喜欢 所以有点不高兴吧 陆庭恩试图找不 这么多官差在 我又不能说这衣服里有钱 若是说了 这银票还耐保得住吗 冷清雨道 再说 娘是去流放 不是去游玩 这种又厚实又暖和的棉衣 才能应付得了宁谷塔那边的天寒地冻 陆庭恩没想到 冷清雨竟然想得这么周全 她看着冷清雨的神色 看她不像是装的 心中不由为自己前段时间的判断 产生了怀疑 难道是自己误会她了 清雨还是以前那个清雨 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因为心中对自己不满 不可能 陆庭恩立刻否定了自己 就算是冷清雨没变 她的计划也不能再拖了 不能因为一时间的心词手软 耽误了大事 想到这里 她面上露出和煦的笑容 看着冷清雨道 这些事 我都替母亲记在心里了 等有朝一日母亲回来 我会让她知道 你的良苦用心 算了 良苦用心谈不上 只是想尽一份孝心罢了 两人回到府中 冷清雨自己回了卧室 去找叶欣然 陆庭恩则来到老夫人所住的后院 将自己从顺医堂拿回来的药饮 从柜子里拿了出来 孙嬷嬷 陆庭恩吩咐道 今天晚上做一道药膳汤 把这个药材一起放进去 孙嬷嬷接过瓶子 看见里面黑色的药粉 忍不住问道 侯爷 这个是什么药材 陆庭恩立刻变了脸色 孙嬷嬷 你在老夫人身边这么多年了 难道不知道不该问的别问吗 孙嬷嬷吓得一哆嗦 赶紧道 是 是 老奴知道了 晚饭 是近期难得的团圆饭 陆庭恩 冷清雨 叶欣然 陆之义几个人都在 不过叶欣然不喜欢这样的饭局 他更喜欢和娘单独吃饭 厨房准备了四菜一汤 菜一端上桌 陆之义就主动站起来给大家盛汤 娘 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这碗汤先给你 陆之义带着讨好的语气说道 冷清雨抬了抬眼 道 放这吧 陆之义赶紧放下这碗 又去盛其他的 这汤是用枸杞 当归 桂圆 白煮等药材和鸭子一起煮的 鸭肉煮得软烂 但是汤的味道十分鲜美 叶欣然不知不觉的 竟然喝完了一碗 冷清雨见他喜欢 又让丫鬟帮他再盛一碗 抬起头 就见陆庭恩一直盯着自己 好像走神了 侯爷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冷清雨问 陆庭恩赶紧回过神来 哦 我看你只顾着心然 自己还没喝汤呢 今天晚上的汤味道不错 你尝尝 冷清雨没有多想 也端起碗来喝了一口 味道确实还行 慢慢的 他便把自己的那碗 也都喝了下去 陆庭恩看他将汤喝完 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勾了勾 然后仰头 把自己碗中的汤 也喝得一干二净 这药饮 其实就是用忘忧虫的翅膀做成的 冷清雨原来吃的药中 忘忧虫身体和翅膀的比例相同 所以能维持一个平衡 可一旦把药饮服用下去 大量忘忧虫的翅膀 就打乱了这个平衡 导致埋藏在身体里的毒素发作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个药饮 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 它就是要让冷清雨 在日常的饮食中 把整个药饮吃下去 这样 别人都会以为是他自己的问题 就算是茶 也无从查起 这顿饭 陆庭恩吃得神清气爽 压在身上多年的石头 终于到了可以解开的时候了 他不由得有些兴奋 只要冷清雨死了 他仓库里的那些东西 就全都归自己所有了 什么冷家人 什么夜心人 他都有办法 将他们治得服服贴贴 至于冷家的宝物 他费了这么多年的心思 都没有得到 那不如到时候来个硬的 直接上门去抢来的痛快 陆庭恩越想越痛快 以至于陆之意 都察觉到了他的不对 两人从前院出来 往后院走的时候 陆之意忍不住问道 爹 你有什么好事 这么高兴 陆庭恩正背着双手 哼着小曲往前走 听见陆之意的话 他立刻顿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看出来 我高兴了 太明显了 陆之意说 刚刚在饭桌上 我其实就有些看出来了 祖母刚出事 你不该是这种表情 是有什么好事了吗 陆之意能想到的好事 就是自己和三皇子的婚事 他问陆庭恩 其实也是想知道 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眉目 谁知陆庭恩心里想的 根本就不是这件事 相对于为什么事情高兴 陆庭恩现在更关心的 是冷清雨刚才 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高兴 我刚才真的很明显 陆庭恩问 看出他有些烦躁 陆之意开始犹豫 可能不明显吧 是因为我刚才一直看着父亲 所以能觉察到 陆庭恩回想了一下刚才的表现 又想到冷清雨已经把一碗汤全部喝完了 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去 管他看没看出来 反正大局已定 他就算是觉察到了什么 也来不及了 与此同时 冷清雨的卧房内 叶兴燃点燃了自己刚刚调好的云幻香 让冷清雨帮自己闻闻 还有哪里需要调整的 冷清雨仔细地品了一下 道 桃花的香味盖过了木叶花香 使得味道有点散 下次试试少放一点桃花 好 叶兴燃拿笔记了下来 记录好后 叶兴燃对冷清雨道 娘 你今天有没有觉察到什么不对 冷清雨拿着梳子 慢慢地梳着头发 道 你是说 侯爷的心情 对 叶兴燃说 他看起来太高兴了 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样子 难道他以前的孝顺 都是装出来的 这倒不是 冷清雨道 他对老夫人 一直都很敬重和孝顺 要不然 这次也不会四处奔波求情 那就是他另外有好事 这件好事带来的利益 要远远大于老人出事 给他带来的打击 是啊 冷清雨叹了口气 陆廷恩在朝中还是有些势力的 背后又有三皇子撑腰 也许又捞到了什么好处 也说不定 三皇子 是太子吗 这是叶兴燃第一次问关于朝廷的事 不是太子 冷清雨道 原来的太子是当今皇上的长子 几年前 他代父出征 在北疆受了伤 回京城养伤期间 突然有北疆密报传来 说是太子与北疆人勾结 企图谋朝篡位 叶兴燃皱眉 他是太子 这个皇位早晚都是他的 为什么会急着谋朝篡位 这又是一场权力之争吧 冷清雨摇了摇头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只记得那段时间人心惶惶 陆庭恩也每日走出晚归 不过 冷清雨想起了什么 说道 后来在太子府中 真的搜到了与北疆往来的信件 那封信里 还有要刺杀皇上的证据 那后来呢 也欣然紧张起来 这种事情 以前在书中经常见到 他们这些皇家的人 不会见到一封信 就信以为真了吧 冷清雨有些遗憾地说 皇上大发雷霆 将太子幽靖在府中 并下令 将当时北疆的肖将军一家 全部处死 肖将军 叶兴染心头一动 这个肖将军 不会就是肖怀安的家人吧 冷清雨没有觉察到 叶兴染表情的变化 接着说道 听说皇帝仁慈 念在肖将军一家守卫北疆有功 下旨给他家留了后 不过那个后人的情况也不乐观 具体流放到什么地方了 也没人知道 也不知道 现在还在不在了 冷清雨说的唏嘘 一年后 北疆部落再次来犯 当时守卫的官兵 因为缺乏经验 节节败退 一共让掉了五座城池 才堪堪稳住了局势 皇帝懊悔不已 想要重新彻查 太子勾结北疆的事 但是当时萧家已败 太子也在府中自尽身亡 这件事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叶兴染气闷 但萧家不是说还有人吗 皇帝怎么不想着给人家平渊昭雪 这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和别的夫人闲谈时候得来的消息 你爹平时从来不说这些的 冷清雨道 叶兴染越想越提萧怀安感到不值 明明是被陷害的一方 为什么还要再次为朝廷卖力 不如让他们都死了算了 不过 这到底是赌气的想法 覆巢之下焉有顽卵 若是朝廷真的出了事 受苦的还是黎明百姓 想到这里 叶兴染终于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可是胸中那种心疼的感觉 还是久久地挥散不去 母女两人一夜安眠 另外一个院子里住的陆廷恩 却是久久不能入睡 他一直留意着这边的动静 等着听到尖叫和呼喊声 可让他失望的是 什么都没有 他等到烛台燃镜 前院仍然静悄悄的 陆廷恩坐卧不宁 难道是没有效果 不可能 他立刻否认了这个想法 之前验证过 只要在药里稍微放上一点药饮 冷清雨就会头疼不止 今天都放了这么多了 怎么可能没效果 可若是有效果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难道他直接昏死过去了 陆廷恩抱着这样的期盼 一直等到天亮 第二天刚刚洗漱完毕 他就来到了前院之中 刚走进小院 就看见冷清雨在院子里面 逗着小鸟 侯爷 这么早 冷清雨见他进来 先打了招呼 陆廷恩脑子里还乱作一团 只糊涂地回应着 嗯 你也挺早的 说完话 冷清雨没在理他 给鹦鹉填了食物后 便起身回了屋里 陆廷恩见他一切如常 忍不住道 清雨 天气转凉了 你要多穿一些 否则身体会不舒服 冷清雨笑笑 多谢侯爷关心 我觉得 现在这样挺好的 那抹鹅也记得早点戴上 最近有没有失眠头痛的症状 我记得你一冷下来 就容易头痛 我竟然身体好多了 冷清雨有些意外 侯爷 怎么这么会关心人了 陆廷恩笑得尴尬 都夫妻这么多年了 我不是一直这样吗 冷清雨点头 没有说话 吃过早饭后 等陆廷恩离开 冷清雨立刻对叶欣然说道 我觉得陆廷恩不对劲 叶欣然 对 我也觉察出来了 陆廷恩对冷清雨太过关注了 以前虽然也会假装恩爱 但是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再结合陆廷恩昨天晚上的态度 叶欣然忽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直觉 娘 我需要从你身上取出一点血来做检查 我怀疑 陆廷恩对你下手了 冷清雨有些不敢相信 可是我没有感觉啊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听到叶欣然这么说 冷清雨还是觉得心疼了一下 你取吧 我要怎么做 他十分配合 娘什么都不用做 你闭上眼睛 剩下的交给我来就好 叶欣然从屋子里拿出药箱 装作从药箱里取出抽血用的针管 一番操作后 从冷清雨的身上取出了一管静脉血 冷清雨睁开眼 看着抽出的血面露惊异之色 竟然一点都不疼就取出来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 不过是手熟罢了 叶欣然说着 从自己的身上也抽了一管血出来 这两天 他们同吃同住 若是冷清雨中了什么毒 那叶欣然肯定也避免不了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一起检查下 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叶欣然看着检验的单子 嘴角划过一丝冷笑 看来他是真的忍不住了 冷清雨忙问 什么结果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自从知道自己中毒的那天起 他就知道 他和陆婷恩已经再没有可能了 原本以为这段日子会走得比较艰难 却没想到 在叶欣然的陪伴下 这么容易就挺过来了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忘忧虫吗 叶欣然问 记得 冷清雨说 但是他身体里忘忧虫的毒素已经解了 我刚才查了一下 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都有忘忧虫翅膀的成分 也就是说 陆婷恩已经对你动手了 冷清雨量强了一步 亏他前几天还表现了对老夫人的关心 饶是这样 也没有影响陆婷恩动手的决心 若不是叶欣然医术高超 早早地察觉到了他身体里的毒 那他现在 恐怕已经一命呜呼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冷清雨尽量控制着 还是忍不住声音发抖 他心中太恨了 恨不得拿上一把刀 亲手劈了这个男人 可他知道他不能 这么一个烂人 不值得他同归于尽 有两个解决办法 叶欣然说 第一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他给咱们下毒 那我们也给他下毒 我能保证他死了以后 武作查不出任何痕迹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静观其变 你假装昏迷 我们看看陆婷恩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们再随时做出应对 叶欣然说 不过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 反正早晚都要死 就不要再留给他 做坏事的时间了 那你的药 要消快吗 会马上死吗 冷清雨犹豫了一下问道 叶欣然 嗯 有点快吧 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 想不明白 冷清雨说 陆婷恩当初娶我 为的就是冷家的家产 可这么多年来 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 他装着对我深情 到底想要什么 也许 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叶欣然猜测 对于陆婷恩这种人来说 除了利益 还有什么能支撑 他将一个深情人设 维持到今天 更大的利益 冷清雨想到的自己的嫁妆 自己掌管的铺子 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更大的利益 突然 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是那个 什么 叶欣然猛了一下 冷清雨赶紧说 我记得成婚之前 你外祖父曾经说过 他偶然间得了一个藏宝图 那藏宝图将来要传给他最重要的接班人 咱们家真的有藏宝图 叶欣然问 叶家就已经够富有的了 要是再有一个藏宝图 他都不敢想 该有多厉害 具体真假 我也没有细问 不过你外祖父 也没有必要特意编造这么一个谎言吧 冷清雨说 外祖父把这件事情 告诉陆婷恩了 叶欣然又问 告诉了 刚回门的时候 你外祖父还特意提起这件事 冷清雨回忆当年的情况 我其实也有些奇怪 成亲前 你外祖父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这件事 但是那天 他好像是故意提起来的 叶欣然想了想 猜测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外祖父特意提起这件事 其实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冷清雨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不过他很快理解了叶欣然的意思 你是说 对 叶欣然点头 先不说 这个藏宝图到底有还是没有 但说 他将这件事告诉给陆婷恩 是不是为了用这么一个大的利益 吊住陆婷恩的胃口 冷清雨从来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 就像他以前 从来没有怀疑过 陆婷恩对他的感情 可是经叶欣然这么一点 他突然明白了 父亲的良苦用心 难道你外祖父从一开始就知道 陆婷恩靠不住吗 冷清雨低声说道 可是当年成亲 他也没有极力反对啊 也许不是看出来了什么 只是想为你做一个保障吗 叶欣然开解道 毕竟陆婷恩那么会装模作样 想要识别他的真面目 还真的不容易呢 是啊 冷清雨感慨万千 原来以为 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孩子 能够独当一面了 却没想到这么多年 他还在受父母的庇佑 手握藏宝图的父母 这些年都没有回京 也许也是 怕有人打冷家的主意 所以故意避开的吧 想到这里 冷清雨下定决心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觉得 你说的有道理 陆婷恩能够害我一次 就能害第二次 我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肯定要齐心 不如就按你说的 我假装昏迷 让他放松警惕 你四季给他下毒 好 母女俩达成一致 快到午时 前院突然传来了叶欣然的惊呼 陆婷恩还在后院分析现在的局势 听见这声惊呼 他忽然心头一喜 抬一脚就往前院走来 怎么了 尽管他心中很急 却还是装作关心的样子 娘 娘他晕倒了 叶欣然脸上带着泪痕 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 怎么这么不小心 陆婷恩大步跨进房间 想要亲眼验证一下现在的情况 等他进到屋内 看见冷清雨紧闭双眼躺在床上 脸色微微白发 额头甚至细密的汗珠 似乎有些痛苦 陆婷恩心中忽然又有些不舍 这就是要引发作后的样子吗 不是说会陷入昏迷人士不知 怎么看起来有些痛苦 管家呢 管家 快去顺医堂叫大夫 心中的那魔不舍很快散去 陆婷恩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冷清雨中毒的情况 他昏迷后应该不会再醒过来了吧 陆婷恩看着那一张脸响 不用了 管家刚想往外跑 就被叶欣然给拦住了 我懂医术 我给娘医治就好 胡闹 陆婷恩发了脾气 你那点医术 怎么和顺医堂的大夫比 耽误了病情 你担得起责任吗 我娘的身体一直都是我给调理的 我若是治不好 这世上也没人能治得好了 那是你自己的一面之词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胡闹下去的 管家 去叫大夫 不行 叶欣然还是坚持 陆婷恩与顺医堂关心密切 他不能让那边的大夫过来看 况且 冷清雨之前也提过 他吃的毒药 是陆婷恩从顺医堂抓来的 那顺医堂一定对这种毒药的药性十分了解 若是查出什么来 反倒添了麻烦 侯爷若是真的关心母亲的身体 请侯爷去宫中请太医过来查看 太医属的太医 也并非各个医术高超 还不如顺医堂的老大夫 陆婷恩听叶欣然的意思是 不放心大夫的医术 心中的怀疑也减轻了几分 他若是一直坚持 不让大夫过来看 那他就要怀疑 冷清雨现在的病逝庄的了 我在运通县的时候 就与顺医堂有过过节 我觉得顺医堂没有好人 叶欣然给出了一个让人幸福的理由 宫中的御医怎么说 也是经过挑选 家是清白的 若是请大夫 还是要请经中的御医过来看才行 不然 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叶欣然话音刚落 丁巧就走到门前 降门给挡住 管家几个人都吃过丁巧的亏 一时间也不敢上前 好 那就按你说的 我去请御医 陆婷恩见溜不过 只好让了一步 反正他又不认识御医不御医 随便找来一个 他也分辨不出来 不过叶欣然好像也想到了这一方面 在陆婷恩转身要走的时候 他提醒道 瑞王府的两个郡主 对宫中的御医都十分熟悉 父亲一定要请一个有医术好一点的 不然我日后对郡主说起这件事 他们会嘲笑咱们侯府没有实力 他这话表面上是在劝陆婷恩 不要给侯府丢脸 实际上却是在警告陆婷恩 别以为我不认识御医 你就能随便找个人来糊弄 我可以问得出来 陆婷恩听完这句话愣了一下 他笑笑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你母亲吗 你才回来多久 我和你母亲在一起多久 我才是最关心他的那个人 说完 陆婷恩抬脚走出院子 叶欣然比他想得要聪明 不过失去了冷清雨这个靠山 他就是再聪明 也没办法在京中立足 为了验证冷清雨的情况 陆婷恩真的请了旨意 从宫中请来了御医 温太医与陆婷恩有些交情 听说他家夫人生病了 还真的有些担心 侯爷 尊夫人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到达侯府之后 立刻问道 从昨天午时开始 就一直昏迷不醒 陆婷恩答 那之前可有什么症状 之前没有任何不是 具体的 我也说不太清楚 温太医随我去看看便知 两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进到院子里 温太医一进来 就看见站在院子中的少女 少女眉眼温润 样貌俊俏 竟然与冷清雨有七八分相似 温太医立刻问道 这是大小姐吧 怎么和我记忆中不太一样 侯府千金 真是出落得越发漂亮了 陆婷恩有些尴尬 清了清嗓子说道 这是我另外一个女儿 刚刚认回不久 哦 温太医立刻闭了嘴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随便夸一下 拍个马屁 竟然就拍到了马腿上 幸亏另外一个千金不在 要是在 怕是要不高兴了 叶欣然请太医进到房间 温太医坐下 从一箱里拿出自己的脉枕 叶欣然过去 将冷清雨的手 从床杖里轻轻地拿出来 放到脉枕上 对着温太医道 有劳太医了 温太医将手搭上脉搏 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着脉搏的流动 过了好一会儿 他睁开眼睛道 夫人脉象举之无力 暗之空虚 好像是气虚导致的血型无力 又像是阴寒激冷导致的淤质 这 这情况有些复杂啊 陆婷恩听得认真 可是温太医说的这些症状 好像与他预期的不太相同 便追问道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温太医只好把手再次搭上去 说道 我再看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 温太医脸色有些难看 夫人这个情况 应该是常年服药导致的药性沉积 说不上是多严重的问题 但是想要解决 却要费些功夫 温太医 你医术高超 一定要给想想办法 就算是再费功夫 我们也要治 陆婷恩表面上着急 心却已基本上落了地 药性沉积 这就说明 他得要引起笑了吧 之前顺医堂的大夫说过 用这个药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看不出中毒的迹象 如今一看 果然如此 叶欣然也露出担心害怕的表情 太医 求您一定要救救我母亲 我母亲身体很好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温太医看着父女俩 叹了口气 我只能尽力而为 尊夫人这个情况 非一般的药方能治 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才能开方子 另外 他现在要是有其他在服的药 就全都停下 一切等我研究出药方之后再说 那就有劳温太医了 陆婷恩送温太医出门 并拿出一块银子 塞到温太医的手中 临出门前 他又问道 温太医 刚才当着女儿的面 我没有问仔细 我夫人的这个症状 醒来的机会大吗 温太医犹豫了一下 把握不大 侯爷若是不放心 不妨再请几位太医过来看看 不便 陆婷恩答 我相信温太医的医术 温太医摇摇头 坐上自己的马车 离开了侯府 陆婷恩自己慢慢地往回踱步 冷清雨现在这个状态 在他的预料之外 却也在可控之中 也许每个人的体质有益 所以反应不同 陆婷恩这样安慰自己 不过他还是不太放心 决定观察几天再看看 与此同时 小怨脸 叶欣染让丁桥守住门 他自己则快步走到床边 从冷清雨的足底和头上 取出了自己埋下的四根银针 刚刚就靠着这四根银针 才让冷清雨的脉搏出现异常 银针取出的一瞬间 冷清雨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他睁开眼睛 先看了看周围 然后才看向叶欣染 御医已经来过了 来过了 叶欣染答 然后将冷清雨扶了起来 递给他一杯茶水 冷清雨喝了半杯水 又动了动手脚 觉得身上没有什么不适之处 这才问叶欣染 御医怎么说 他看出破绽了吗 应该是没看出来 叶欣染回忆着刚才御医说的话 不过他也没办法确诊 你现在的病情 说是要回去研究一下再开药 没看出来就好 冷清雨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陆庭恩他怎么说 他出去送大夫了 一会儿回来 我把帘子放下来 你在床上躺好 不发出声音就行 他这边声音落下 陆庭恩已经进到院子里 丁桥间屋里已经准备妥当 也没有拦他 将人放了进来 陆庭恩走到床边 轻轻掀开帘子 看着熟睡的冷清雨 他忽然有了一种想法 要是清雨能一直这样 睡下去多好 侯爷 我娘身子不好 不能吹风 叶兴染提醒 陆庭恩这才善善地放下帘子 你娘身子不好 这些日子 还是我来照顾她吧 不必 我来就好 毕竟我多少也懂一些医术 会比侯爷照顾得更妥贴一些 你没来之前 你娘有个头疼脑热 也都是我在照顾的 毕竟夫妻这么多年了 我们之间的了解 总比你多一些 陆庭恩依然坚持 叶兴染却没有耐心 和他继续争下去 丁桥 送客 丁桥听见命令 对着侯爷鞠了一躬 然后伸手 侯爷 请 陆庭恩无奈 只好说道 既然你非要进这份孝心 那你就陪着你娘 不过 一定要把他照顾好了 说完 他便离开了院子 陆志义早在外面等候多时 见陆庭恩出来 忙上前去问 爹 我娘怎么了 陆庭恩摇头 昏迷不醒 太医也没检查出病因 还需要回去继续研究一下 陆志义急了 那娘 还能醒过来吗 她要是不醒 我的嫁妆怎么办 陆庭恩气的直叹气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惦记你那点嫁妆 你娘卧病在床 店里的是没人打理 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去店里 帮你娘管理账目吗 陆志义听得愣住了 这个时候 她不是应该在床前 服侍尽孝心吗 怎么爹突然让自己去管账了 可是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那边了 娘回京城后 一直说丝绸铺的账目 她要亲自管 现在你娘昏迷着 她还怎么管 你不去 难道等着叶兴染去接手吗 陆志义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爹的意思 是让自己趁着娘这段时间昏迷 先把丝绸铺子接手过来 如果丝绸铺子 真的归她管了 那她还要什么嫁妆 那个时候 就是想要什么要什么 爹 我懂了 我这就去 陆志义理了理头发 叫上丫鬟随自己出门 陆庭恩看着她的背影 忍不住叹气 为什么她和月儿的孩子这么蠢 她明明那么会讨人喜欢 也能察言观色 可是在生意方面 却一直都是一窍不通 她要是能有冷清雨一半的本事 将来就会更有用处 可惜了 叶兴染看着 在生意方面很有想法 可叶兴染现在那个样子 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投靠她这边了 只能等冷清雨这边的事情解决完后 再解决掉她 陆家想要解决一个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女儿 太轻松了 陆庭恩满腹盘算 已经想好了 等冷清雨离开 要先从仓库里 拿奶剑宝贝去送礼 而叶兴染这边 也开始谋划报复的事情 她的实验室里 有很多化学物质 单独拿出来 都可以作为毒药 只是这种东西 不能保证完全查不出来 像忘忧虫那种毒药 时间线太长 她又等不起 所以 她一开始打算的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头包就酒 等陆庭恩喝酒之后 她将随便拿几笔头包 给她喂下去 到时候 就是太医院的太医全体出动 也不可能查出药的问题 但这个方法 还有一个局限性 就是她不知道陆庭恩什么时候会喝酒 也不能轻而易举的 将头包给陆庭恩喂下去 她需要一个好的方法 叶兴染默默地思索了一下 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晚上 陆志义回到府中 一见面 就哭哭啼啼地 朝着陆庭恩发了脾气 爹 绸缎装的那个万掌柜 也太不是东西了 他竟然不把我这个大小就放在眼中 还说 没有母亲的命令 我不能再碰店里的账本 陆庭恩心情还不错 见女儿这样 她难得地有了几分耐心 你不是在店里待过几个月 与他们都熟悉了吗 怎么还不让你碰 说的就是 陆志义一脸的怨恨 一个掌柜的而已 装什么装 店 你明天能不能告诉他们 把掌柜的给换了 我可受不得这气 陆庭恩有些尴尬 他们从成亲那日起 他就没有参与过冷清雨的生意 冷清雨在用钱方面大方 但是在店铺用人方面 却一直有自己的坚持 他不喜欢别人对他的生意 指手画脚 所以即使他去了店里 那些掌柜的小二 也未必会给他面子 现在还不是时候 陆庭恩只好安慰女儿 你娘现在只是昏迷了 店里的那些人 也不会听我们的话 再等等 等你娘这边的事解决了 再去解决店里的事 娘这边的事解决了 陆志义睁大眼睛 我的意思是说 等你娘这边好起来的 陆庭恩不得不解释一句 虽然陆志义是 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他不放心 把那些话说出去 陆志义会不会给泄露出去 那好吧 陆志义有些难过 自从叶兴染回来之后 娘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差 现在连爹也对自己这么敷衍了 陆志义想 果然他还是需要 找个真正能够靠得住的靠山才行 第二天 叶兴染一大早起来 就让府里的下人们 帮他收集瓦上霜 等陆庭恩起来的时候 院子里还是热热闹闹的 几个仆人正等着梯子 够房檐上的霜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陆庭恩问 管家连忙硬道 回侯爷 是大小贱 是我让他们弄的 我要收集瓦片上的霜 叶兴染主动答道 你弄这个做什么 陆庭恩不解 做药 做药 是啊 叶兴染一本正经地说道 师父教过我一个秘方 必须要瓦上霜化的水才能做成 你这个要治什么的 陆庭恩有些不放心 怕叶兴染真的会什么秘方能解气毒 叶兴染却说道 不是什么厉害的方子 只是母亲现在吃不进去饭 我要给她做点养心丸 让她在醒来之前 至少能保证身体健康 哦 对了 叶兴染停顿一下说道 我可以多做一些 给侯爷分一些 不必 不必 陆庭恩连连摆手 叶兴染笑而不语 几天后 叶兴染的药就做了出来 这期间 她还去了一趟瑞王府 不过没有逗留太久 因为不放心家里 只去了半天的时间就回府了 她所谓的养心丸 其实是山楂丸 只是每个山楂丸里 都被她融入了大量的头包粉末 叶兴染做完之后 果然如之前说的那样 给陆庭恩分了一盒 顺手做的 不用谢 她冷冰冰地说 陆庭恩随后接过来 不想留 也不好随手丢掉 最后还是拿回了房间 不过被她随手塞进了书架中 叶兴染给的东西 她才不会吃 陆庭恩的反应 在叶兴染的预料之中 她对叶兴染 没有一点信任 这种时候 更不会吃她送的东西 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低估了陆庭恩动手的决心 冷清雨虽然是最好的动手人选 但是冷清雨这个时候应该中毒昏迷 若是保持清醒 会引起陆庭恩的怀疑 所以只能叶兴染自己想办法 叶兴染倒也不急 她每日除了到院子里散步 就是留在屋子里写字调香 陪着冷清雨 陆庭恩每次来的时候 都能看见 她在认真的研磨作香的材料 弄得陆庭恩都开始怀疑 叶兴染到底 是不是真的关心冷清雨 温太一开的药 已经吃了两天了 你娘还是没有一点起色 你还坚持不让顺一堂的大夫过来看吗 她质问叶兴染 叶兴染抬头 平静道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我娘这病来的奇怪 多吃一段时间要再看看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顾着 我有时候都怀疑 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你真的不是故意来伤害清雨的吗 侯爷 叶兴染冷了脸 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 侯爷若是不幸 我们再验一次 陆庭恩没有答应 再验一次也是同样的结果 叶兴染接着说道 再说 我给娘做的养心膏效果极好 你看娘的气色 是不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如果娘要这么睡上几天养养精神 也没什么不好的 陆庭恩顺着叶兴染的话看了过去 看见冷清雨果然面色红润 虽然一直是睡着的 可是容貌不但没有受影响 反倒越发的俏理了 你那个养心膏 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陆庭恩随口问了一句 叶兴染自豪地回答 那是当然 毕竟是师父最拿手的方子 陆庭恩点了点头 离开前他又神识鬼差地看了冷清雨一眼 愈发觉得他容颜焕发 陆庭恩心中一动 去自己的房间 找到了叶兴染给的那盒养心丸 他把盒子打开 一股草药的清香立刻飘散出来 里面一共有两层 每一层有十个药丸 陆庭恩轻轻拿起一颗 放到鼻子下闻了闻 依然是淡淡的草药香 一个昏死过去的人 吃了之后都能容颜焕发 那正常人吃了后 会不会更好 他想 不过很快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行 不能吃 之后两天 陆庭恩去看冷清雨的时候 每次都要看眼冷清雨的脸色 发现他真的是越来越有气色 陆庭恩就越发的心痒痒 应该没事吧 正想着的时候 丫鬟小翠过来给他奉茶 陆庭恩眼睛一转 叫住了转身要走的小翠 等一下 小翠吓了一跳 连忙回身跪下 奴婢该死 奴婢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请侯爷责罚 陆庭恩看了看他 谁说要责罚你了 他说着 从盒子里拿出一个药丸 递给小翠 这个是赏给你的 小翠吃了一惊 老爷赏自己一粒药丸 这是什么意思 他犹豫地伸出手 将药丸接了过来 就听陆庭恩说了句 吃 小翠赶紧把药丸放入口中 吃了下去 吃之前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侯爷这是不是要拿自己吃药 可是药丸一入口 他又改变了想法 这药丸酸甜可口 虽然带着微微的苦味 可是比一般的药丸 要好吃很多 陆庭恩看着他面上表情的变化 忍不住问道 好吃吗 好吃 小翠连连点头 谢侯爷赏药 陆庭恩看了他好几眼 最后挥了挥手 你先下去吧 是 小翠低眉顺眼地退了出去 走出房门 他脸上却立刻患成了另外一种表情 侯爷刚才这是什么意思 他竟然为自己吃药 这是不是有些过于 暧昧了 夫人尚在昏迷之中 难道侯爷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 想到陆庭恩这么多年来 对其他女子 从来都是看都不看上眼 小翠心中越发的沾沾自喜 想不到侯爷喜欢的 竟然是自己这种长相的 如果夫人能够晚点醒 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四级至此 小翠的手脚 不知道该往哪安放 连走路的姿势 都与以往不同了 大丫鬟巧云 看见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骂了句 吃春药啊 撩什么扫 这么闲 去把后院的落叶 都给扫干净 小翠哼了一声 你是在命令我 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管你的人 巧云没想到 小翠还敢跟自己顶嘴 命令两个家丁 将小翠押到后院 看着他将后院收拾干净 小翠反抗不过 一边扫 嘴里一边咒骂着 仗势欺人的狗东西 真以为姑奶奶 我好欺负呢 不就是个大丫鬟吗 有什么了不起 你等着 等我爬到你头上的那天 我第一个不放过的 就是你 他忍着气 将后院收拾干净 回到下人房后 立刻洗澡换衣服 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接下去的几天 他总是利用干活的间隙 偷偷往陆廷恩的院子里跑 可陆廷恩早就把他忘在了脑后 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 根本没有认出来 这个丫鬟是哪个 还是小翠主动提起了要玩 陆廷恩才想了起来 既然你喜欢 再赏你一颗也无妨 陆廷恩将药丸又给了小翠一颗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多试几次来验证效果 以后 你每天早上来我这里领一颗药丸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小翠一脸的娇羞 他乃知道自己成了试药人 只以为侯爷是看上了自己的样貌 所以对他与对别人不同 为了让侯爷对自己的印象更好 他每日都要早起半个时辰 仔仔细细地洗漱化妆了 才去院子里领药丸 他自己脸色难看 他还特意拿出多年来存下的积蓄 买了两盒胭脂 小翠的变化 全都看在陆廷恩眼中 他看着这个粗鄙不堪的丫头 竟然一日一日地变得干净漂亮起来 心中讶异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难道这个药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 那样俊美的容貌 陆廷恩已然动心 要不就试一试 这个念头 在三皇子开玩笑说 他现在没有了几年的意气风发的时候 彻底地坚定了下来 就是一下 反正又不会死 陆廷恩在下定决定的第二天 吃了第一颗养心丸 养心丸的味道 酸甜中带着点苦 倒确实是好吃 吃下去后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只是觉得 心气比原来顺了一些 陆廷恩照了照镜子 希望能够记住这一刻 与之后做个对比 小翠进来伺候 看见侯爷照镜子 顺嘴夸道 侯爷今天看起来格外的精神焕发 真的 陆廷恩有些得意 心中明白 吃药不会有这么快的效果 不过看见小翠很坚定地点头 眼中带着几分爱慕 陆廷恩忍不住暗暗得意起来 听说皇帝最近又召见了好几个道士 在研究反老还童的秘药 若是欣染的这个药真的有用 哪怕不能真的反老还童 只要让皇帝年轻一点点 那都是天大的富贵 到时候 别说是三皇子 就是瑞王 也得对他另眼相看 那时候 他将不再养人鼻息 除了皇帝 也别想站在他头上拉屎 想到这里 陆廷恩的心情更好了 侯爷 今天要还没有赏给小翠 见陆廷恩心情不错 却一直没有赏药 小翠小心翼翼开口提醒 陆廷恩看着盒子里的药丸 这几天已经被小翠吃掉了五颗 自己吃了一颗 只剩下十四颗了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以后这药都不用你试了 你以后也别来院子里了 这 小翠有些措手不及 可是看见侯爷的脸色 他只能忍下泪水 低声下气地说一句 是 然后转身离开了院子 说来也是凑巧 这药丸里面 本来是普通的山楂丸 加上消炎药 陆廷恩近日火大 嗓子里面疼得厉害 吃了几副药 也没太见好 但是吃了这个养心丸之后 嗓子里疼痛的感觉 竟然一点点的就消失了 除此之外 陆廷恩觉得自己现在的胃口 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陆廷恩盘点着自己身上 发生的变化 心中高兴 叶欣然所言非虚 这个药丸是真的有用 至于相貌方面 因为近日吃的 睡得比原来好了不少 陆廷恩感觉自己气色好了很多 虽然没达到冷清雨那种面色红润 但是 至少比没服用的时候好 再服用一段时间 若是真的有用 他就让叶欣然做一盒 献给皇上 陆廷恩心想 冷清雨每日躺在床上不能出门 还有些不适应 于是 叶欣然给他找来了画本子和围棋 打算陪着他打发时间 冷清雨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我这个人 最不喜欢的 就是这些无聊的 又浪费时间的东西 他看着那一堆画本子说 画本子上的故事 都是那些文人意淫出来的东西 有这个时间 我宁愿盘一盘店里的账目 见冷清雨坐不宁的样子 叶欣然只好安慰他 店里有万书在照应 肯定不能有差错 娘要是实在不放心 我明天去把之前的账目拿回来 你慢慢地盘 冷清雨看着叶欣然 那会不会被人看出来什么 陆廷恩盯这边盯得紧 要是让他察觉了 咱们这功夫不就白费了 不会 就说是我要看的 叶欣然说 我那个铺子也要开张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学一学 冷清雨文言点头 要不是家里这段时间 出了这么多事 你那个铺子早就开张了 这件事怪我 是我没有做好计划 叶欣然摇了摇头 现在赚钱是小事 重要的是将侯府的权利拿到手 等解决了陆廷恩 其他事情再安排 也来得紧 嗯 冷清雨点头硬喝 事情敲定下来 叶欣然当天就去了绸缎庄 和万掌柜要了上个月的账本 我家小姐好久没来了 她现在可还好 万掌柜有些不放心 母亲 最近昏迷了 叶欣然实话实说 万掌柜心头一抖 手中的账本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 叶欣然看了看周围 见几个伙计都盯着这边看 便对万掌柜道 万掌柜 具体细节 我们到屋里说 万掌柜文言 立刻将叶欣然 引入后面的会客室 会客室 平时用来接待身份特殊的贵客 所以 隐蔽性很好 叶欣然进入之后 才将真实的情况 告诉万掌柜 因为有人要害母亲 她现在只是假装昏迷 不是真的 你是说 我家小姐没事 万掌柜的一颗心落了下来 嗯 主要是为了 骗过家里其他人 过段时间 等时机合适 娘就会露面的 那就好 万掌柜道 既然都休息了 那怎么不好好放松休息 还要看账本 叶欣然笑 万叔 你还不知道我娘吗 她闲不住 又不爱看别的 只能用看账本打发时间 万掌柜也无奈地笑了 小姐她是这样的 小时候就对这些账目感兴趣 让她弹琴画画不行 让她算账 一个能顶我两个 听到万万掌柜的调侃 叶欣然也跟着笑了起来 娘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 对了 万掌柜像是想起了什么 收敛了笑容道 前些天 那个陆志义还来店里 说是要管店里的账目 她之前管过一段时间 偷偷从账上支走了五百两银子 小姐还没找她算账呢 她哪来的脸 还要过来 陆志义也来了 叶欣然有些意外 看样子 他们还真是胜券在握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欣然刚才只是说 有人要害小姐 却没有明确说是谁 万掌柜忍不住追问 等水落石出了 还是让母亲亲自和你说吧 叶欣然说 这些日子 我也没时间去我的店里 就有劳万掌柜 帮我一起照应了 小事 小事 万掌柜连连答应 就是你这不开张 原来雇佣的那些人 还养着吗 这么平白养着 一个月的工钱也不少呢 养着吧 叶欣然道 这些人都已经培养得差不多了 要是放他们出去 重新找了活迹 想再找回来就难了 故新人还得重新教 合不上 听叶欣然这么说 万掌柜便不再提这件事 只帮着叶欣然挑了账本 送他出门 叶欣然回去的时候 还特意绕到街角 买了冷清雨爱吃的核桃云片糕 一进门 正好看见了陆志义 姐姐 你这是去哪里了 陆志义很少和叶欣然说话 不过看见他手中拿着的东西 却主动打了招呼 去店里拿了账本 见陆志义 看到他手中的账本 叶欣然干脆也不瞒着 哦 上次万掌柜明明说 账本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 怎么姐姐去拿 掌柜的就同意了呢 陆志义眼中 是隐藏不住的极度 这我怎么知道 可能是万掌柜看脸识人吧 叶欣然说 我这个样子 一看就比你长得纯良 所以 万掌柜更加相信我一点 你胡说 陆志义仿佛被戳到了痛处 立刻大声反驳 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有数 叶欣然继续往前走 见陆志义挡在前面 毫不留情地用肩膀撞了他一下 将陆志义撞在了一边 陆志义 你给我站住 陆志义站在身后大叫 叶欣然理都没理 直接回到了房间 这些账本够看到出关了 叶欣然将账本放到床头 笑着对冷清雨说 冷清雨本来还躺在床上 看见账本后 立刻随手拿起一本 慢慢地翻着看 那我看得慢一点 希望陆婷恩能早点中招 陆婷恩这几日心情不错 特别是北江那边传来消息 运往北江的粮草 被人半路给劫走了 三皇子听到消息 大大的夸赞了他一番 陆侯爷宝刀未老 北江那边的事 还得侯爷多用心啊 这些事 让他极度兴奋 他需要有一个贴心的人 来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个贴心人 自然而然 只能是宁月 宁月上次 因为话的事 生了好久的气 可是听说 老夫人真的被流放宁骨塔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能够体谅侯爷的心急 这些天 他一直盼着陆婷恩能来找自己 与他互诉忠常 这一等 就等到了今日 侯爷 你可算是来了 宁月儿搂着陆婷恩 不肯撒手 有了上次的教训 陆婷恩不敢在唐屋搞事情 怕再次被陆长宁撞破 只能忍着说道 你这个小妖精 看我今天晚上 怎么收拾你 见陆婷恩心情不错 宁月儿将脸贴在他的胸口问道 侯爷今天可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陆婷恩将他的身子扶正 说道 这么多年苦了你了 我们一家人用不了多久就能团聚了 你和常宁 很快就能回到府中了 宁月儿听到这个消息 也十分惊喜 真的 真的吗 当然 陆婷恩答得肯定 他好了 他好了 宁月儿擦了擦眼搅了泪水 说道 今天大喜的日子 我要与侯爷好好痛饮一番 侯爷您真我 我去弄两个小菜 打上一壶好酒 陆婷恩正有此意 眯着眼睛点了点头 等宁月儿收拾好一些 在来叫他去吃饭的时候 陆婷恩已经小睡过一觉了 常宁也回来了 侯爷 我们今天提前吃个团圆饭 宁月儿满脸笑容 陆婷恩来到前厅坐下 陆常宁收着性子 不情不愿地问了声号 今日书读得怎么样 陆婷恩问 先生考虚的课业都没有问题 陆常宁低头回答 陆婷恩点了点头 他今天心情好 连带着看陆常宁这个样子 也不觉得生气 况且 在陆婷恩眼中 陆常宁才是自己真正的继承人 至于那个病秧子陆长青 实在不堪大用 你好好读说 等你高中了 爹一定大摆宴席 为你庆祝 陆婷恩道 陆常宁不敢置信地抬起了头 大摆宴席 那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真的 可以吗 宁月儿见儿子这个样子 笑着摸摸他的头 傻儿子 你还不相信你爹啊 他说行 那肯定是行 说完他又转头看向陆婷恩 你看这孩子 从小就没受过宠 现在得到一点关爱 都不敢相信了 说着说着情绪上来 宁月儿忍不住抬手擦了擦眼角 陆婷恩也十分触动 摆了摆手道 这些年辛苦你们母子了 好在守得云开见月明 苦日子也算是快到头了 陆常宁听见这话 突然意识到陆婷恩这么说 就意味着他家中的正房快不行了 他们母子 终于可以翻身了 他心下高兴 主动拿起酒壶 给陆婷恩和宁月儿都倒了一杯酒 爹 娘 孩儿不苦 只要你们两个能夫妻恩爱 白头到老 孩儿就心满意足了 陆婷恩满意地看着陆常宁 虽然这些年一直养在外面 但是陆常宁比陆长青更孝顺 更懂得察言观色 这才是他陆婷恩的儿子 席间 几人一直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宁月儿说 他还想住回当初住的小院 陆常宁说 他只想要一个大一点的书房 陆婷恩笑 两人没有大志气 等回了侯府 一定要把最大的院落收拾出来 给他们住 话语投机 气氛正好 陆婷恩忍不住多饮了几杯 喝到后面 连坐都坐不稳了 宁月儿只好先扶着他回了房间 陆常宁在一旁帮忙 见陆婷恩真的睡死过去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娘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宁月儿喝得有些头晕 见儿子这么小心翼翼 拉过他的手道 这么多年了 你爹是什么性格 你还不清楚吗 他既然说了能行 那就肯定能行 我打听过了 那个冷室 他快不行了 太好了 陆常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娘 等回到侯府 我一定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好好看看 到底谁才是敌人一等的玩意儿 嗯 宁月儿点头 那些欺负过我们的 瞧不起我们的 将来我都要一一算回去 母子两个心满意足 宁月儿催陆常宁赶紧回去睡觉 他自己也一头栽倒在床上 搂着陆婷恩进入了梦乡 他很快做了一个美梦 梦中的他穿着一品告命夫人的衣服 坐在高台之上接受众人的贺喜 他屁腻着脚下的人 看着他们瑟瑟发抖 心头涌上无尽的欢喜 呼 呼 高台上忽然刮起了大风 吹得宁月儿几乎坐不安稳 台下的人被吹得鬼哭狼嚎 他赶紧伸手扶住椅子 这才发觉 这风好像是热的 风怎么可能是热的 难道有妖孽出来作怪 宁月儿心下又气又急 甩开衣袖要挥走袭来的热风 滚 滚开 他大叫着 从床上坐了起来 直到睁开眼 才意识到 这原来是个梦 还好是做梦 他大口喘气 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刚响下地点灯 耳边忽然传来了和梦境中一样的呼呼声 宁月儿心中一紧 他连忙转头 发现陆婷恩脸色铁青 身子缩成一团 嘴里面正发出呼吱呼吱的声音 婷恩 婷恩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宁月儿手脚发软 赶紧伸手去推陆婷恩 这时候他才发现 陆婷恩的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 面对宁月儿的呼唤 他没有任何反应 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在这夜色中 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惊心 常宁 常宁 宁月儿光着脚下地 疯了一样的往外跑 口中不断呼喊着陆常宁的名字 陆常宁被他的喊声惊醒 赶紧点燃了床边的油灯 披着衣服下地 刚穿好鞋 就见宁月儿披散着头发 像女鬼一样闯了进来 怎么了 娘 怎么了 陆常宁伸手扶住了 差点摔倒的宁月儿 心中生起了一种恐惧 宁月儿浑身颤抖 断断续续地说道 快 快去叫大夫 快呀 怎么了 难道是爹他 陆常宁撇开宁月儿 飞奔到两人卧室 看见了人事不知的陆婷恩 他的脸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 若不是那一声 高过一声的出气声 陆常宁几乎要以为他现在就是个死人了 大夫 叫大夫 他不能死 更不能死在这里 这是陆常宁心中第一个念头 他飞了一样的往外跑 跑到街角的刘大夫家里 封了一样的砸门 寂静的夜色中 突兀的砸门声传出很远 周围的狗都被惊醒 往往大叫起来 刘大夫的儿子提着灯笼出来 看见门口的陆常宁 脸色十分难看 你也不看看 现在几点了 你不睡觉 人家还不睡觉吗 陆常宁已经顾不上在意别人的脸色和语气 他祈求道 我爹病危 求刘大夫上门救人 刘家儿子看他这个样子可怜 只好说道 那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叫父亲起床 陆常宁在门口转了十几圈 终于看见刘大夫弯着腰 慢腾腾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他边走还边捣鼓着 这天寒地冻的 怎么就突然发病了呢 再有一个时辰天就亮了 什么病连这会儿都懂不及 陆常宁看他不紧不慢 等人走到门口 一把抢过他的药箱 着急地说道 大夫 求您快点 我爹还等着救命呢 说完 他也不管刘大夫同不同意 抓起他的手 就往前跑 从自己家到街口 本来也就几百米的距离 可陆常宁却觉得特别遥远 等他急匆匆拉着刘大夫跑到门口 刘大夫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快要翻白眼了 刘大夫 求求您 等把我爹救过来 我和我娘必有中谢 老头本想发火 但是听到中谢几个字 又忍住了脾气 病人在哪 快带我去看 刘大夫一身行医 普通病症都可以手到擒来 可当他看见陆婷恩的时候 就知道 今天晚上这钱是赚不了了 不仅赚不了 还可能因此伤了自己的名声 这人我救不了 刘大夫看完陆婷恩的情况 转身就要离开 陆常宁伸手拦住了他 大夫 你给看看 是什么病症 这大半夜的跑来 您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走啊 是我怎么说 刘大夫坚持要走 这人眼看着就不行了 你们另请高明吧 可是现在天还没亮 我去哪里找人 陆常宁伸手抱住刘大夫的腰 弄得老人家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这会儿宁月儿已经缓了过来 他见眼前的情况 立刻从柜子里拿出一定银子 塞到刘大夫手中 求大夫无论如何 帮我稳住他现在的情况 我们这就去找别的大夫过来 刘大夫知道自己医术不行 可是看着这一大定银子 心里又馋得不行 犹豫一下 他终于说到 算了 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 今天就拼力治他一治 宁月儿文言赶紧让出位置 又嘱咐陆常宁去顺医堂叫人 你就说是陆侯爷让来请的 让他们务必派最好的大夫过来 陆常宁文言撒腿就跑 他知道不能再耽搁了 现在他每快一分 陆廷恩生存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房间内 刘大夫拿出银针 刺进陆廷恩的几处大穴 又将他的嘴掰开 这才发现 他的嗓子已经肿得快没有缝隙了 他晚上吃了什么 刘大夫开口问 宁月儿使劲想了想 道 没吃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些家常便饭 喝得点酒 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 刘大夫在陆廷恩的手指尖扎了一下 放出一点血来 用银针试探血中是否有毒 结果不出意外 银针丝毫未变 还是原来的颜色 不是中毒 刘大夫沉吟一下 可除了中毒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原因 能造成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能暂时延缓他喉头水肿的症状 至于其他的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不管怎样 请大夫赶紧动手吧 刘大夫拿出银针 放在火上烧了烧 然后用银针扎破了水肿的部位 放了一些血出来 可是没用 扎破的地方很快又肿了起来 期间陆廷恩睁开眼睛看了宁月儿一眼 眼神中似乎带着悔恨 又带着一丝要吃人的意味 宁月儿吓了一跳 突然他意识到什么 将耳朵凑到陆廷恩的嘴边 想听听他想说什么 可是陆廷恩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 嘴里只能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正着急的功夫 陆长宁几个剑步冲了进来 顺一堂的大夫找来了 刘大夫一剑 有人来接自己的班了 赶忙伸手 将陆廷恩身上的银针都拔了下来 悄悄退到一边 今天这人没死在他手中 也算是万幸 日后就是追究起来 也跟他没有关系了 想到这里 刘大夫摸了摸腰间的银子 这一趟也算是没白来 顺一堂过来的是白大夫 白大夫医术高超 轻易不出诊 今日也是巧了 他正好来堂里办事 因为和掌柜的聊得高兴 就留宿在店里 没想到正好赶上了 他走到床前 拔开陆廷恩的眼睛和嘴巴 仔细查看 又将手指探上他的脉搏 然后问出了和刘大夫同样的问题 他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宁月儿忙把今天晚上吃过的东西一一到来 最后还是补充了一句 他吃过的东西 我也都吃过 那在这之前 可有什么异常 白大夫眉头紧锁 宁月儿赶紧答 吃饭之前一切正常 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还有说有笑 真的不知道他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见问不出什么 白大夫拿过自己的衣箱 从里面拿出一个针包 展开来 里面大大小小几百根银针 看得刘大夫羡慕不已 白大夫从人中开始 从上到下 按照人体五行的分布 将一根一一扎下去 刘大夫对他施针的手法十分佩服 可看着病人的脸色 却预感不妙 既然有神医来 那我就先走了 刘大夫说完 也不等宁月儿母子说话 背起药箱就跑 连他都能看出端倪的东西 白大夫自然也早就发现了 他这套祖传的五行 针一共要扎完九九八十一针 才能起效 可是 扎到第二十针的时候 他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 陆廷恩的病情 好像发展得十分迅速 每扎一针 身体给的反应 都与前一针不同 照着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怕是等不到把针都扎完了 但是已经开始的针不能半途而废 白大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手下依然稳稳的将针 扎入对应的穴位 陆廷恩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仿佛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 同时 他的心跳也越来越慢 似乎真的是不行了 白大夫行医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棘手的问题 他甚至怀疑 陆廷恩这是被人下了咒 有人在背后捣鬼 才会这样 侯爷的病情耽误不得 快去宫中请御医 让御医来和我一起诊治 白大夫知道自己 现在医治的是什么人 他不能承担将人致死的风险 这个时候 必须有御医在场 才能证明他的清白 宁玉儿文言有些不知所措 以侯爷的身份 请御医不成问题 可他的身份不行 他是陆廷恩养在外面的外室 想请御医 必须去求冷清语 可他不能去 若是让冷清语知道了他们两个的事 之前的那些努力 不就全都白费了吗 我请不到御医 还请白大夫多想办法 白大夫文言怒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瞻前顾后 看着宁玉儿那唯唯诺诺不争气的样子 他怒从中来 将腰间的玉牌解开丢给小思 去 去三皇子府求人找御医 务必快点将人带过来 小思得了命令 立刻向外跑去 这边 白中奇还在一针一针 企图控制住陆廷恩的症状 结果如他想的一样 他这边的针刚刚扎到一大半 陆廷恩那边就没了气息 完了 按照没有任何跳动的脉搏 白中奇大脑一片空白 宁玉儿看着他 突然停住动作 心中绷着的那根弦 也一下子断开 廷恩 廷恩 你醒醒 你醒醒啊 他哭了眉两声 忽然昏厥过去 陆长宁健壮 一时也顾不上别的 只跪在宁玉儿面前 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温太医到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场面 见白中奇双目无神 温太医立刻上前询问 怎样了 白中奇没有反应 温太医只好自己上手检查 一番确认后 心也沉到了谷底 怎会如此 白大夫 你可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 我前几天刚刚见过侯爷 他那时候的身体还好好的 白中奇终于回过神来 我只觉得 他脉搏紊乱 血液逆转 似乎是中毒的迹象 但是多番验证 也没有查出来 他中了什么毒 温太医沉应道 如今已回天无力 还是报官吧 静安后死在这偏僻小巷 又死得蹊跷 追究起来 中奇兄 你难辞其咎 我只是碰巧遇上了 这事后半点关系都没有 温兄 你可要给我作证啊 白中奇连忙商议 温太医脸了神色 收回自己的衣袖道 我到的时候 侯爷已经没了气息 况且 我是受三皇子所托 来此看证 若是上面问起来 我会把这些事情如实禀报 看温太医这架势 是要撇清关系 白中奇连忙道 我也是受掌柜所托 温太医 你我同为医者 你不为我作证 我可就说不清了 温太医不冷不热地道 侯爷死状异常 死前似乎遭受着某种痛苦 但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这几点我确实可以证实 至于他死因为何 这个 术在下不能帮你作证了 你 哎 白中奇摇了摇头 他心里清楚 这个时候 哪怕是关系再好 也都想撇清关系 何况他与温太医 只是点头之交 想让温太医帮自己说话 根本不可能 别的我自会说明 温太医只说 你看见的便好 白中奇道 官差在一炷香后 赶到宁月的家 与之同来的 还有冷清雨和叶欣然 冷清雨在宁月找大夫的时候 就得到了消息 他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 再也没有入睡 欣然 这次能成功吗 他有些放心不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叶欣然比他镇定许多 就算没成功 他们也查不出任何问题来 两人默默地坐在房间中 等着那边的进展 对于陆庭恩会出现的反应 叶欣然心中已经有了大概 他不知道陆庭恩那边 会找来什么样的医生 不过 就算是医术在高超 想要妙手回春 也没那么容易 过了好长时间 那边负责监视的人 终于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人已经没了 那边已经报关了 没了 虽然这是冷清雨 一直期盼的结果 但是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他的心 还是被刺痛了一下 你先下去吧 叶欣然吩咐下人 然后扶着冷清雨坐下来 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娘 不管你心中怎么想 现在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 接下去 我们还要面对 来自各方的压力 如果你心中难过 可以继续装病 我去那边应付 那怎么行 冷清雨立刻拒绝 你对官场上这些事情都不熟悉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自己去应对 我不是难过 只是一时间有些恍惚罢了 一会儿 官差就会派人来通知 我们可以先稍微收拾一下 不用收拾 等着他们来通知了再收拾 也来得及 叶欣然没有听从冷清雨的话 反倒扶着他又重新躺了下来 如冷清雨所料 官差果然没多一会儿 就派人来通知 静安侯在永宁巷出了事 请夫人小姐赶紧过去 冷清雨起身 随便找了一身衣服穿上 叶欣然也同他一样 两人简单地收拾一下 就出门跟着官差 往永宁县这边来 官差看见冷清雨急得 连形象都不顾了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一向爱妻如命的静安侯 竟然死在了别的女人的院子里 这事传出去 不光是侯府名誉受损 这位侯府夫人 恐怕都要颜面扫地了 几人到了永宁巷的院子 周围邻居已经有听见动静的 偷偷探出了头 陆夫人 有劳了 不过事关静安侯 不得不劳您走这一趟 官差头目李同道 侯爷他怎么了 冷清雨颤抖着声音问 李同看了看刚才带母女俩过来的手下 手下朝着他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说 李同这才说道 陆夫人 您别激动 侯爷他 已经嫁和西去了 啊 冷清雨像是受不了这种刺激 歪着身子 就向旁边倒去 叶欣然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他 娘 娘 你醒醒 你别吓我啊 冷清雨的反应 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李同见状 赶紧说道 正好温太医在 快让温太医给陆夫人看一看 冷清雨被安置在堂椅上 温太医被请出来 看见冷清雨的时候 还吓了一跳 陆姑娘 陆夫人不是一直卧床吗 今天怎么起来了 叶欣然此时已经满脸泪珠 她低声说道 娘前段时间身子一直不好 幸亏吃了温太医的药 才稍稍见点起色 谁曾想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父亲与母亲亲比金坚 母亲更是把父亲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让母亲怎么接受 她以后可怎么活啊 温太医也觉得 今天这事实在是离谱 她在来的路上 就一直寻思着 陆婷恩此人心思到底多深 才能将自己的本性 掩藏得这么好 可怜她那个夫人了 见叶欣然哭诉 温太医也十分同情 开口说道 我等一下给夫人整个脉 实在不行 先用银针控制住夫人的心脉 让她挺过这个难关 至于这边的事 你们若是实在无力应付 就先交给官差来办 不行 冷清雨突然睁开了眼睛 声音听起来十分虚弱 庭恩死得不明不白 我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 李同本来见冷清雨 晕倒有些为难 见她醒来了 便立刻道 陆夫人请放心 我现在就将这院子里的人 全都带回去审问 至于静安侯的遗体 您看 按规矩 人死得不明不白 尸体都要带回庭尸房 进行验尸 可陆庭恩毕竟是个侯爷 这种事儿 还得家人同意了才行 冷清雨摆了摆手 道 侯爷死因存疑 请武座务必细查 一定要查出 到底是谁害死了她 是 得了冷清雨的话 李同便令下人 将陆庭恩的尸体 抬上了马车 同时也把宁月 陆长宁 以及白中其三人 一起带回刑部 宁月晕倒后 一直没有醒过来 观差也不留情 直接将人架起来 拖着往外走 陆长宁哭着 求他们 放了自己的母亲 却被人堵住了嘴 用绳子绑了 推扫着向外面走去 冷清雨看着被人拖拽的宁月 心中突然感觉十分畅快 想不到陆庭恩 竟然死在了这里 真是临走前 做了一件好事 直接帮自己 把心头刺一起拔了 这两天写得少 我抽时间补上啊 宝宝们 刑部那边走流程 先审问宁月一家 和白中其 冷清雨和叶兴染 就先回府 温太医不放心 冷清雨的身体 坚持跟着他们回了侯府 帮冷清雨把麦开药 陆夫人的身体 虽然还有些虚弱 但是比之前的情况 却好了许多 这些天是怎么调理的 温太医有些不解 冷清雨连忙笑道 都是温太医的药有了奇笑 如果不是温太医出手 我现在恐怕还昏迷在床呢 温太医不自信地笑了笑 心里却美得不行 温某的方子 也只是试一试 没想到真的有了效果 冷清雨连忙道 温太医何必自迁 你在宫中这么多年 又是侯爷最信任的御医 肯定是太医院医术最好的 温太医听了连连摆手 不敢当 这可不敢当 两人说话的功夫 丫鬟已经在夜心染地试一下 拿来了一袋金瓜子 冷清雨接过金瓜子 塞到温太医手中 说道 温太医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请温太医收下 温太医哪收过这么重的打赏 连忙推剧 这太贵重了 温某愧不敢当 冷清雨却退后一步 说道 温太医还是收下吧 这种事 本来也不必我一个夫人出头 只是现在 侯爷末了 家里 只能暂时 由我来撑着 温太医若是因为这点小事 与我拉扯 传出去 怕对温太医的名声不好 温太医本来还想再拒绝 可听了这话 伸出去的手 立刻缩了回来 这哪里是 对他的名声不好 这是对侯府夫人的名声不好 握着手里的金子 想到侯府近些日子发生的事 温太医不由感叹了一句 侯府这段时间 真是多事之秋 先是老夫人出了事 又是夫人身体不好 现在侯爷 还出了这档子事 陆夫人若是得空 还是去寺里拜一拜吧 冷清雨点头 我也正有此意 只是侯爷 现在死不瞑目 我得先处理了 侯爷的后事 才能有精力管别的事情 唉 温太医叹气 虽然觉得冷清雨可怜 但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她也不好 多说什么 那夫人 多多保重身体 温某就先告辞了 日后若是有什么能用得上的 陆夫人 尽管开口 冷清雨 露出感激的神情 多谢温太医 温太医转身离去 冷清雨 立刻回头寻找叶欣然的身影 看见叶欣然从后面走进来 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 想不到 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我现在 还像是在做梦一样 冷清雨喃喃地说 从早上出门到现在 她一直掩饰着 自己内心真正的情绪 这会儿 才彻底放松下来 有些疲惫 又有说不出来的放松 她自己自作念 我本来还背了 另外一副药丸 没想到 根本没机会派上用场 叶欣然说 剩下的就看刑部那边 怎么审了 不知道能不能从 那个女人嘴里 问出点东西来 她说完看着冷清雨 道 接下去 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 陆廷恩在外面有了外事 还生了儿子 他对你之前的种种都是假的 可能会有人趁机 拿这个来嘲笑你 娘 你能受得住吗 冷清雨抬手 摸摸叶欣然的头 道 这有什么 不过是被人嘲笑几句 他们又不知道 我得到了什么 以后娘带着你和长怀 咱们过的都是好日子 叶欣染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那些人会说什么 但是娘你说的对 我们把实实在在的东西 捞在手中才是重要的 冷清雨叫来了万掌柜 让她盯着刑部那边的动静 回头要找陆之翼 却被管家告知 陆之翼听到侯爷出事 一早就跑出去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冷清雨点了点头 现在事情基本上有了着落 唯一的变数 就剩下了陆之翼 原来她还念着这些年的感情 想给她好好找个人家嫁了 可看陆之翼这段时间的表现 根本就不把她这个做母亲的放在眼里 所有种种 不过是她自己自作多情罢了 你派人出去找找 看二小姐去了哪里 让她尽快回来 冷清雨吩咐管家 在尘埃落定前 她要把陆之翼控制在侯府 不能让她那边出什么幺蛾子 不过冷清雨 到底是晚了一步 管家带人出去找了半天 没有打听到陆之翼的行踪 而陆之翼此时 正躲在三皇子的府中 细数着冷清雨进来的种种异常 殿下 我父亲的死绝对不是意外 他的酒量一直很好 绝对不会因为几杯酒 就没了性命 三皇子手中把玩着陆之翼雪白的肩膀 脸上带着燕足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陆之翼道 侯爷的酒量谁不清楚 可现在五座初步检查 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 侯爷是因为饮酒过量而死 殿下 父亲这些年勤勤恳恳为殿下效劳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殿下一定要为我父亲讨回公道 三皇子又冷了神色 道 你父亲死在你亲娘的院子里 难道你要让刑部那边证明 是你娘害死了陆侯 绝对不是 陆之翼下的脸色发白 上前抱住三皇子的腿道 父亲已经答应下来 要带娘回到侯府 娘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害她 况且 他们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对方 我娘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 三皇子捏住陆之翼的脸蛋 看着他泪盈盈的眼角和发红的嘴角 一时间又起了灵虐之心 他收紧手上的力度 直到陆之翼腾的叫出声 他才稍微松开一点 那你给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之翼赶紧道 之前在云通县 我就觉得叶欣染十分不对劲 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看着根本不像是平常百姓 只是那个时候 爹娘都在 我便没有多想 如今回忆起来 娘的变化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娘对爹一向摆一摆顺 可自从叶欣染回来后 他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根本不把爹的话放在心上 对我也是不冷不热 我总觉得 叶欣染是回来抢夺侯府财产的 他没有这么高深的计谋 那一定是他身边那个男人 给他出的主意 三皇子文言冷笑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那个所谓的姐夫 不是早就死了吗 你故意说得这么高深莫测 就是为了引起我的兴趣 好让我出手 帮你解决了他们母女吗 殿下 陆之翼将头靠在了三皇子腿上 殿下也太高看我了 我就是 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算计到殿下的头上 之翼只是在提醒殿下 叶欣染和我娘 他们真的不简单 若只是惦记侯府的家产 也就算了 万一真的如我猜测的那样 有什么不鬼的心思 殿下你不能不防 三皇子轻蔑地笑了一下 两个妇人 还能翻出天去 陆之翼赶紧道 殿下 恐怕还不知道 我那个姐姐 已经和瑞王搭上了关系 瑞王 从来不与其他家来往 连我爹的面子他都不给 又凭什么对一个 从乡下来的女子 另眼相看呢 陆之翼之前说了那么多 三皇子半分 都没有放在心上 可这一句话 立刻让他提高了警惕 你说什么 瑞王与你那个姐姐关系匪浅 是呢 陆之翼点头 叶欣然每半个月 就要去瑞王府一次 我听说 他去的那天 瑞王还会特意在家里等着 等他离开了 再去打赢 殿下想想 他这样的本事 怎么可能 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说 三皇子一把拎住他的衣袖 我 臣女人为言轻 我以为这种事夫 亲自会说与殿下 要不是父亲那边出了事 名女今天也不敢 将此事与殿下说明 陆侯那个废物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竟然提都没提过 说完 三皇子对陆之翼的态度 也柔和了一些 他将陆之翼 从地上扶起来 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好声问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 现在全都说出来 陆之翼蜷缩起来 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 尽量表现自己柔弱的一面 然后说道 其他的事情 我也说不太清楚 有一些 还是我自己瞎猜的 我怕 我怕说出来 会误导了殿下 你尽管说你的 是真是假 我自有判断 三皇子说道 陆之翼立刻道 我爹之前 和我说过 过几日就要 将我娘接回府中 而且他也给我娘 也就是冷清雨 吃下了忘忧虫的药引 本来以为 所有的事情 都万无一失 可是谁也没想到 我爹竟然先一步出了事 现在 我爹死因不明 又死在了永宁巷 家里的那对母女 肯定会说此时 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殿下 你想想 那忘忧虫的药 引吃下去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冷清雨 要是真的吃了药 今天怎么可能 好端端的出府 可他要是没吃药 那为什么爹 会误以为他吃过了 一定是他故意 演给父亲看 骗了父亲 三皇子之前 只觉得 是陆庭恩纯 竟然在关键时候 出了这种事 可如今 听陆之翼一说 他也有种背后 一凉的感觉 忘忧虫的药效 如何 他最清楚 之前用这种药 也得手了很多次 就像陆之翼说的 冷清雨 要是真的吃了药 怎么可能 还醒得过来 看他如今的状态 定是早就看穿了 陆庭恩的计划 可他到底知道多少 除了陆庭恩 给他下药的事 他还知道些什么 既然你了解的这么清楚 你心中 可有什么计较了 三皇子问陆之翼 你想得到什么 我 我不想得到什么 陆之翼色缩了一下 眼波流转 又继续说道 我只是想让三皇子 早做提防 如果真的让冷清雨 和陆之翼 把持了侯府 指不定他们日后 要利用侯府 做出什么事来 芝毅觉得 与其给他们这个机会 不如将一切扼杀 在萌芽中 不给他们掌控侯府的机会 哦 如何扼杀 三皇子看着眼前的 这个女子 越发地觉得有意思 以前母后和陆侯 想撮合这门婚事 她还不屑 如今看来 将这个陆之翼 留在身边 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既能乖乖地任由摆布 又有点脑子 不是那么蠢 之翼想着 殿下可以想办法 帮我母亲洗清冤屈 再将母亲送入侯府之中 只要母亲和常宁 能光明正大地回到侯府 我相信 常宁一定会比长青 更适合做未来的侯爷 这样一来 侯府的一切 都在自家人的把控之中 三皇子一声令下 不管是母亲还是弟弟 都会以三皇子马首是瞻 你呢 三皇子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陆之翼一脸一红 之翼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自然是殿下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三皇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我会看着处理 你就回到侯府 继续监视那对母女的一举一动 若是他们有什么新的动向 立刻来告诉我 遵命 陆之翼站起来 扶了扶身子 陆之翼走后 三皇子坐着没动 将整件事情 又从头到尾想了一下 不管陆之翼刚才说的 是不是真的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他的原则 向来都是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哪怕对他有一丁点的威胁 都不行 不管陆家那对母女 有没有一心 就 凭冷清语 能够摆脱望幽虫的控制 他就不能放过他们两个 来人 三皇子喊来了吓人 让刘师爷 到我这里来一趟 是 片刻后 刘师爷来到三皇子的房间 两人关上房门 说了半天的话 而陆府的管家 也终于找到陆之翼的身影 我说大小姐 你这是去哪了 夫人都找你半天了 夫人找我做什么 陆之翼马上提高了警惕 管家答 侯爷那边出了事 夫人肯定是不放心你 管家 一会儿回到家里 你就说 你是在赵府找到我的 我去找赵三小姐学新花样去了 行 行 管家赶紧将陆之翼接回了家中 到家后的陆之翼 将路上编出来的内容对着冷清语说了一遍 出乎意料的 冷清语并没有深问 只是冷着脸道 你父亲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思学秀活 你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 什么 父亲出了什么事 娘 女儿真的一无所知 陆之翼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冷清语却一眼看出他眼中的算计 静安侯不明不白 死在永宁巷 这件事早就传遍了京城的街头巷尾 就算你不知道 那赵家夫人 姨娘 下人 总有知道的 难道就没有人同你透露半分 陆之翼还是那副懵懂的样子 我一直与赵家三小姐待在后院 她平时不怎么去前院 与其他姐妹的关系 也一般 所以才没人同我们说 母亲若是不幸 可以派人去赵府去问问三小姐 她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在压保冷清语 一定不会让人去问 以冷清语形式的风格 绝对不会贸然上门 去问这种问题的 可冷清语却轻轻道了一句 赵家怕是还不知道 那我让冬雪上门去报个信 正好顺便问一问 母亲 陆之翼立刻急了 怎么了 冷清语看他一眼 陆之翼赶紧低下头 没什么 女儿只是想问 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身体一直都很好 怎么会突然出事 父亲不在了 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呀 看他聪明的转移话题 冷清语冷笑一声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这个呢 我刚刚说你父亲磨了 你却在和我解释 你这大半天干什么去了 亏得你还能想起来 问一问你父亲 不然我真要怀疑这件事 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啊 陆之翼下的腿软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娘 女儿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实在是冤枉女儿了 不管怎样 在水落石出之前 你就留在侯府 哪里都不能去 记住了吗 冷清语道 陆之翼捶着头 小声道 女儿知道了 此时 他十分庆幸自己 在第一时间去找了三殿下 不然这件事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软禁了陆之翼 冷清语把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刑部那边 案子进展的情况不会轻易告知别人 但是如果钱花到位 总能打探到一些 一开始 事情都是按照冷清语预计那样走的 刑部把宁月儿母子视作了嫌疑人 三番五次地进行提审 并使用了些手段言行逼供 不过这两个人倒真是没有一个软骨头 硬是挺着各种刑罚 坚决不认罪 武作那边也没查出陆庭恩的死因 只说是饮酒过量 心继而死 事情一时间陷入了胶着之中 冷清语使了银子 要求他们务必将陆庭恩的死因归到这母子的身上 刑部为了给侯府夫人一个交代 也顺水推舟 将事情硬承下来 本来以为万无一失 即使找不到谋害的证据 但宁月儿母子到底也是过尸死人身亡 对于他们这样没有背景的人来说 要么流放 要么直接关禁大牢十几年 冷清语对这样的结果还算是满意 结果就在审判的那一天 却出现了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宁月儿母子当堂翻供 说陆庭恩之所以会饮酒身亡 都是因为在家里受气 玉姬成疾 更有顺一堂的大夫证明 陆庭恩这些年确实一直身体不好 在他们医馆调理